乃龙国高级监狱重刑犯 无数少女伪造罪证入狱 竟只为和我双排愤怒的小女 想从我身上学得一招办事 不料他们出狱后混的声名鹤起 大徒弟学武从军 一人镇守将狱 击退百万敌军被誉为龙国战士 二徒弟成为暗杀界暗影羞辱 罗刹令一处令人闻风丧的 其余徒儿不仅成为商界手 还有既是神医 烹饪之神 以及顶流天后 只因三年前我打伤纠缠女友的富二代被派入狱 却也因祸得福 遇上一位神秘老者 仅用半年时间 便将他的一身本事学尽 期间为了增强自己对于这些本领的掌握 还受了几个徒弟 没想到从此监狱便开始热闹起来 如今出狱之日却又迎来一位金发犯 本是英国首富的他故意犯下千亿罪状 只为入狱拜五为师 而我却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我已经出狱了 没有继续收徒的打算 而就在这时一架绿色直升机停在了我面前 一位少将迎面而来 小咖先生请上直升机 我会负责送您回疆场 我点点头心想 这监狱的服务也挺好的 还包接送 回到家后却发现 曾经辉煌的别墅变得破满 就连母亲也坐在了轮椅之上 询问过后才得知 原来是在我入狱的时候 富二代仍有不甘 不仅害得母亲近身出谷 更是故人打断她的双腿 母亲看着我眼中的怒火急忙开口 小咖 你好不容易才从里面出来 可不能再进去 以前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我没有回答 而是打算先将母亲的腿给治好 毕竟如今自己白骨生肉 轻轻松松就能做的 随后我出门到商城买药材和银针 却意外看到了大荧幕上的婚纱照 是富二代方雨和自己的前女友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想要羞辱我 想看我的前女友被她抢走 是无能狂怒 只可惜她小偷儿 这种女人我早就不屑多看一眼 自己收的那些女徒儿 哪个不是风姿绝貌 一想到这 我不禁想起那些女人 想要欺失灭祖的行为 自己教她们医术 她们居然多次联合起来 试图弥倒自己 强行生米煮成熟饭 更有逆途要拿十万亿 买我回家过瘾 我连忙晃了晃脑袋清醒过来 现在给母亲治病要紧 没走几步一辆豪华跑车 停在了我面前 方雨和赵丽丽从上面走下来 见到我开始一顿嘲讽 还叫保镖打断我双腿 我轻叹一声 眨眼功夫所有保镖 都趴在地上打我 此时方雨还在叫嚣威胁 只不过她话还没说完 我缓缓上前 抢在她把话说完以前 一个大壁斗将她抽飞出去 小咖 你敢打我 你这次彻底忘了 这一次我要是让你活着 离开监狱我就不幸福 方雨趴在地上歇斯底里叫 此时一道宛如雷霆的隐情声盘 只见一辆玫瑰色跑车 停在路边 车上下来一名身穿制服的 靓丽女子 女王气场十足 想动她 你也配 对于女人的出现 在场所有男人的视线 仿佛被磁铁吸引 方雨一看激动坏了 她追过这名女子好几次 只因女子乃是龙城首富叶青城 方雨忽然想到叶青城之前 难道一直在考验自己 如今终于按捺不住想来结婚 然而叶青城反手一巴掌 甩在她脸上 随后看都不看方雨这个垃圾眼 温柔地望向我问她 你没事 我摇了摇头说了句没事 叶青城来到我身边 仿佛情侣一样挽住我手臂 亲爱的别管他们 我订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一起去 感受到身陷其中的手臂五便明白 叶青城真是有意 想要通过假扮情侣 替自己当回一场 我点了点头 吴尔好心一片 自己这个做师傅的又起 为人心俊俊 随后我揉着叶青城的腰 坐上那辆价值千万的豪华跑车 方雨健壮人快气马 差点当场晕绝过去 而上车后我们直接朝着衣衣开去 叶青城却直接粘了上来 狠狠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还娇称道 叶青城立马拿出手机 让人去把江城现有的最好的别墅给买下 而见到我出门一趟 却带了一个绝世美女回来 母亲惊讶的都说不出话来 叶青城微笑自我介绍道 师奶您好 我是师傅的徒弟叶青城 徒弟 母亲听后一脸疑惑看向我 而我没有解释 调好药膏默的为母亲治疗 母亲还是耐不住好奇问叶青城 小姑娘 你和我加小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随后叶青城便开始了一顿乱夸 毫不夸张的说 没有师傅就没有我叶青城的精品 看到她这副表现母亲欲言幼稚 姑娘 你和江城那个女首妇叶青城是什么关系 回师奶 我就是她她就是我 叶青城如实道 什么 你是那个女首妇叶青城 母亲狠狠大吃一惊 哪里想得到 三年前那个不学无术的顽固子弟 三年后从监狱出来 竟摇身一变成为女首妇的师傅 导致现在母亲都还认为我们在跟她开玩笑 直到我治好了她的腿 终于可以重新站立起来 母亲才意识到我真的变了 随后小声叮嘱道 要我好好对待叶青城 听后我满脸黑血 叶青城却开心的说道 为了庆祝师奶 您腿上恢复 我们出去吃点吧 随后我们便来到当地高级的酒店 正开心时 匿名身穿白色西装 梳着背头的年轻人 手捧一束鲜艳玫瑰 破红而入 当着我的面直接对叶青城表白求婚 叶青城脸色阴沉皮笑肉不笑回答 我现在很忙 可以请你离开这里 可路少依旧不依不饶 我已经为了你和我那十几个女性朋友 彻底断绝联系 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 我对你的一片赤诚真心 叶青城拳头捏紧看向酒店经理 你们酒店容许其他人 随意打扰客人用餐呢 而经理不仅毫无歉意 反而跟狗腿子一样开始撮合 叶小姐 您和路少之间绝对是天造地设 您好好考虑一下 路少再怎么说 都是江城十大青年企业家 可比某个只知道 吃软饭的小白脸优秀太多 再说这话是毫不掩饰的开心 随后路文阳也开口道 看你这小子一无是处的样子 别敢高攀叶青城 话没说完 叶青城一巴掌扇在路文阳脸上 就你这癞蛤蟆也敢侮辱我师父 当众被打脸的路文阳怒火中烧 反手就要打回去 见状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直接硬生生撑了 一声猪叫响撤酒店 看到这一幕 母亲则忍不住开始担心情 叶青城却是表现得跟个小姨妹一样 师父也太帅了 而路文阳咬牙切齿的大喊 臭小子 你敢吹我的手 你死定 正要打电话咬人 此时电梯里出来一个美得如同狐狸精的女人 迈着凌厉的步伐来到路文阳面前 笑死 凭你也敢威胁她 女人抬起脚 全机瞄准路文阳的下面狠狠一脚踢去 路文阳顿时白眼一翻晕死过去 看得在场不少男性同胞下意识加紧双头 而叶青城则是微微醋眉 关师姐不好好待在阳城 跑到江城来做什么 你还知道我是你师姐 师父出狱这么重要的事居然一声不吭 难道你想独占师父 关雅称怪一眼道 接着便直接扑进我的怀里 师父您终于出狱了 小雅想死 如此热情的拥抱让我有些尴尬 那么多人看你 诚何体统 叶青城赶忙上前强行将关雅从我身上拉开 师母在这呢 你别得寸进尺 关雅听后双眼发光 直接来到母亲身后开始锤尖按摩 还不忘自我介绍 师奶您好 我姓关明雅 来自阳城 听到这名号的众人直接就不淡定 他该不会是阳城首富的 身家万亿的那样 没错就是他 这种极品美女找不出第二个 两位首富竟然都围着一个男人转 众人内心掀起 阵阵惊涛骇浪难以平静 此时醒来的陆文阳听到这些话 感觉天要他了 在陆文阳看来 他可比叶青城恐怖多 真正意义上做到了有钱有势 黑白通吃 此时关雅拦在我的身前 师父 这种小事交给徒儿处理即可 随后一个电话不仅买下了酒店 还让陆文阳瞬间破产 随后保镖将他拖出酒店扔到了垃圾桶 陆文阳此时难忍怒气 即使倾家荡场 也打算找杀手来报复 然而一直潜伏在我身边的杀手 徒儿也出手 忽然间一抹寒芒略舞 等陆文阳开口想说话时 才发现自己脖子已经被人抹 直径倒了下去 像你这种垃圾 真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感 对他出手 冷傲雪满眼冷漠 不加带丝毫感情色彩 而另一边我们离开酒店 正在回家的路上 关雅和叶青城在车上 仍旧对我动手动脚 母亲见状不知是该起还是该担忧 更加无法理解 我到底是给他们二人 灌了什么迷魂汤 能让对方如此服服贴贴 就在此时司机突然刹车 抬头一看 发现我们被三辆面包车包围 车上陆陆续续下来二三十号轮 有人手里拿着一桶汽油和打火机 横眉怒目的威胁道 开门再不下来 我速解决这群渣子之事 两辆大卡车迎面驶来 把停在路中间的面包车撞开到一旁 看到大卡车停下来后 一伙人怒火中烧 直接手持武器冲了过去 一通打杂叫马 而此刻叶青城和关雅 却忍不住笑出了声 是青龙保镖公司 有他们好果子设 听完他们的对话 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听 只是一时想不起 下一秒源源不断身穿统一制服的保镖 如洪水一般从卡车车厢中跳 转眼便利三层外三层 把那群地痞流氓团团围死 一名身穿迷彩裤 上身一件黑色背心的男人 从车上走下 青龙保镖公司的创始人徐振天 叶青城吃惊到 关雅一样意外 因为曾在一场宴会上看到过 徐振天被无数大人物争相竞争 而我看到徐振天却是微微一想 徐振天下令 全部废了 丢垃圾场去 短短几分钟 这群小流氓手脚全废 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随后徐振天来到车前 将双手放在车窗上一脸傻笑 师父 您出遇这么大的事 怎么都不通知我一生 既然来了江城 我也好让人给您接风洗尘啊 闻言叶青城和关雅双怒对视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虽说知道自家师父 逃离满天下徒地重力 却万万没想到 徐振天竟然也是其中一员 而母亲却是彻底拿了 从未对自己这个儿子如此陌生 突然 徐振天直接扑通一声 跪在了副驾驶卫旁 振天拜见师奶 母亲见状一下慌了神 赶紧打开车门 走上前扶起徐振天 我也属实没想到 这些来跟自己拜师学义的人 来头一个比一个大 寒暄过后 我们便出发来到了别墅 远远看去像是一座小型宫殿 随后关雅开始阴阳怪气起来 一般般吧 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 我在阳城有座独山别墅 你这豪华 师父要是喜欢 我马上让人接您跟师奶过去 毕旁的叶青城出声回呛 师父已经决定住在我这了 你别在那见风使用 同时来到母亲身边 扶着他开始参观别墅 就在这时一辆豪车飞驰而来 一个富二代 揉着一个小明星下车 两人对着别墅有说有笑 随后便命令式的朝我招了招手 你是受防部的事吧 快把额同拿来给我加一一签子 见我不为所动 便立刻开始破口大骂 上来就要抽我 我一脚直接送他差点见了伤 见状小明星也是尖叫起来 随后拿着手机一顿乱拍 你这种下等人只配忍气吞声 没资格跟上等人动手 把换 可就在此时叶青城和关雅出现 哪个不长眼的骂我师傅是下男人 两人的出现让倒地的富二代看得也都止 很难想象一个男人到底得优秀到何种程度 才能拥有这两位名物 小明星见我们人多依旧不服输 下一刻就拿出手机 打算让自己的粉丝去进行网络 然而就在此时原本倒在地上的富二代 却奇迹般站起 第八掌将他手机打飞机迷远 疯了 小明星目骂一句 富二代让他道歉 小明星却死鸭子嘴翼 随后便不慌而散 随后他跪下请求叶青城的原谅 原来他认得叶青城 只是没想到我竟然跟江城女首妇有关系 然而叶青城冷眼道 从今以后你们理事集团就没存在的必要 我更不想再在江城的地界上看 富二代咬着牙感谢叶青城的不杀之恩 连爬带鼓 好远 等二人走后两女立即黏了上 师傅 我们带你去买点衣服 省得有人不长瘾 我点点头觉得他们说的有道 随后便跟着他们来到了商场 然而另一边 刚刚发生的一切冷傲雪都早已录下 他拿出手机找到肖师妹三个字 编辑好一段文字 再附上一段视频发送出去 二十多分钟后的金脉娱乐 小明星下车还盘算着如何网爆我 不料走进公司大门时 一道身影却拦在了他面前 看到这张脸让他回想起被支配了 当下娱乐圈乐团最后 同时也是史上最年轻的天后 肖玉蓉 可对方接下来一番话 确定小明星眉头一睛 你来得正好 我有件事要通知你 蒋依依陪笑道 您说 我听着 肖玉蓉毫无感情的通知道 从今以后你不再是金脉娱乐的人 同时金脉会不留余力全行业封杀 当下娱乐圈顶流天后为讨我欢心 竟将三流小明星从娱乐圈除名 然而我对这一切全然不止 正享受着两位女总裁为我揉肩垂背 同时他们为了获得我的小婚困 开始了一系列欺世灭祖的行为 不仅送上豪华别墅做婚房 甚至豪之万亿只为得到我 第一次 只因我坐牢期间收了众多土地 得知我刑满释放后 身价白衣的女首妇叶青城 和黑道女王关雅同时出现 从此我便过上了被包养的生物 但比起自己 我更想替母亲添置些新衣服 所以我们决定来到商场买衣服 此时电梯来到二楼进来一个男人 看到我身边的两女便一脸猥琐的表情 在电梯门关上那一刻 她的咸猪手正朝叶青城大了一身去 看到这一幕我及时出手 抓住男人的手腕稍微用力当场拧断 男人的惨叫声顿时在电梯中回响起来 你敢折断我的手 男人睁大眼睛露视着 咸猪手就是这个下场 我一甩手男人如同小鸡般倒地不起 听着有人说要报警 他便赶紧开口澄清你们别乱说 我才不是流氓 我是看他想对那位小姐御行部 所以正一出手 此言一出 众人看待他的眼神更怪眼 那么帅的人用得着当流氓吗 是啊 只要他愿意要我马上去酒店都没问题 这家伙绝对是在贼喊捉贼 大家别信 听到这话男人怒了 叶青城官雅更是无语 看来你的误会很深啊 他要有这个想法需要偷偷摸摸吗 叶青城直接抓起我的手 放在了自己掀隙腰之上 看到这一幕贤猪手羡慕嫉妒到了极点 官雅看到叶青城和我如此亲密 这他能忍 顺势抓起我另外一只手果断往自己腰之上 就是 少用你那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看到连官雅都如此 围观群众一样忍不住羡慕 此时电梯门打开 几名保安从里面快步走出 为首的保安队长问 发生什么事了 然而男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 只因他是商场的精灵 碍于男人的职位比自己高出不少 保安队长杨安也不敢拿他走 只能想想怎么大事化行 我们看出杨安受制于人 也是一脸无奈 见保安队的人都来了 男人气焰更加嚣张甚至动气手 可我又怎么可能会给他机会 直接一紧过去 男人连开口惨叫的时间都没有 倒在了七八米开外 不有引的周围群众连连叫好 此时一人被惨叫声吸引 剥开人群走出 原来是经理的舅舅 正要发怒转身一看 殿下的双腿亦然险些平地摔跤 叶 叶 叶 你认识我 叶青城搜遍记忆 不记得有见过此 不认识 但您的鼎鼎大名我可是如雷怪 周恒毕恭毕敬 舅舅 这种时候你就不要见色起义 拦得废掉四肢 你的直接带去酒店你我一人饮 经理大声道 听到经理的话周恒如遭雷劈 直接一脚差点 他这个外甥踢死 既然认识我那这件事便好说了 我希望明天可以在报纸上看 没错 叶青城就是在逼周恒 把他的外甥送到监狱里去 叶总您放心 我马上让人搜集证据 冷无期绝不有期 周恒保证他 解决完后我们便来到男士服装区 正当两女开心为我挑选衣服之时 毕临男子挡住了关雅的去 美女 方便认识一下吗 男人一进店门便被关雅的轻视美貌吸引 关雅冰冷的回应 不方便 请你让开 你别急着拒绝我 如果你答应做我的女 车子房子我今天之内便替你背弃 每个月在额外给你十万零花钱怎么样 在男人看来关雅绝对值得起这个价钱 关雅打开男人伸来的手 眼袖中浮现出敌意 抬起脚用高跟鞋狠狠踩在男人的脚尖上 男人抱着脚开始大叫 关雅则转身打算走其他路绕台的 给我站住 男人大喊的就要对关雅出声 刚伸出手 手腕骨便被我抓住硬生生折断 到嘴边的话也因此戛然而止 尖锐刺耳的惨叫声响变点 疯了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然而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听他在这嗶嗶 一脚踢在男人肚子上 直接让他飞到门口 此时他的耳边响起阵阵脚步 男人抬眸看去 是一名名身穿制服的保安 随后尖男挤出一抹笑容 你们来得正好 我跟你们老板认识 快替我好好教训教训那名部长演的家伙 听着崔元庆说认识商场老板 几名保安户看一眼又点点 崔元庆只能抱着脑袋大呼求救 不明白这群保安到底是哪根筋不对 居然赶下如此重的手 自己刚才难道说的还不够清楚 我可认识你们吴总 崔元庆再次搬出这个靠山 几名保安非但没有停止殴打 反而打得更加起劲 殿里的陈阳观雅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笑出声 同情 没有同情都觉得崔元庆活该 比起那个天哪 师父 这套衣服也太适合您了 把您的身高以及体态 各方面优势 全部完美发挥出来 观雅显然更在意 换上自己亲手挑选的衣服的陈阳 这种成熟商务风 他简直不要太爱 尤其是配上师父这重身份 让观雅又不禁动起了 欺师灭祖的歪心思 感受到观雅被齿轻咬下嘴唇 毫不掩饰的暗颂秋波 媚眼如丝 陈阳下意识转移视线 结果又看到 包括销售员 以及另外几名女性客人 也在用如狼似虎的目光 紧盯自己 陈阳本身颜值就不低 入狱后 经过师父各种药师调养 以及训练 拥有了更好的体态 精气神 气质方面一上升 自然比以前更拟人注目 不好意思 麻烦把这个尺满的衣服 全部替我包起来 送去富山居 观雅认定 陈阳就是行走的衣架子 用不着挑 穿什么都合适 黑 黑卡 注意到观雅手上拿出来的那张银行卡 崔元庆大受震惊 那是连她这个级别 都无法拥有的顶级银行卡 终于明白 女人为何不愿意 接受自己的包养了 并不单纯只是因为 自己没陈阳长得帅 意识到小丑竟是我自己以后 恨不得立马找个地方钻进去 丢脸 实在太丢脸了 难怪这些保安想也不想的 就开始对自己下狠手 黑卡贵宾 他们岂敢招惹 小姐 我用电脑查了一下 如果这个尺码 您全不要的话 需一千三百万 销售人话 阴颤抖道 不敢去算 这笔生意做完以后 自己能拿到的提成 会是一笔怎样的天文数字 刷卡 关雅则毫不在意 一千三百万这个数字 让销售员直接刷卡 抛开钱太多不谈 给陈阳花钱 关雅根本不心痛 反而希望 他能多让自己花点钱 这样等同于和他之间的关系 又拉近不少 徒儿孝顺师父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师父接受徒儿的孝顺 说明关系不浅 反正关雅是那么理解的 多给师父花钱 买买买 总没错 看到关雅花一千多万 给陈阳买衣服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崔元庆当场傻眼 目光快速移动到陈阳身上 很好奇 陈阳到底给关雅 灌了什么迷魂汤 有多大本事 这绝不是单单长得帅 就能办到的 这小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知道的那是一千三百万 不知道的 恐怕还以为是一千三百块 我 顾及到自己在陈阳心目当中的 美好形象 叶青城硬生生 将那个曹子孤嘟一声 咽了回去 请开胸口 行道 不可以在师父面前说脏话 不可以 崔元庆寻声看去 叶青城 再次被震撼到 很意外 自己居然能在这种地方 与大名鼎鼎的叶青城相遇 名流圈子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但像叶青城这种女首富 尤其长得还国色天香 崔元庆想不记住都不行 本地新闻报纸上 没少看到她的消息 以及各种老总在耳边 惊叹叶青城的眼光 才华 美貌 老实说 耳朵都快听起茧子了 可当见到本人以后 崔元庆瞬间理解他们 这女人和店里 那个女人一样 指应天上游 人家难得几回闻 没惨了 师父 来 拍张照 见叶青城拿出手机 同样用师父二字称呼陈阳 崔元庆如遭雷劈 外焦里嫩 这小子 还跟叶总叶青城有关系 来 师父 我们再拍个合照 纪念一下 随后又目睹 叶青城将陈阳的胳膊 陷于怀中 凑上身 紧贴 撒娇 要跟陈阳合照 崔起的阴唇 随时有可能倾到陈阳脸颊 喂喂 叶青城 合照可以 你别瞬机占师父便宜 关雅看不下去的说 嘖 被发现了吗 叶青城撇撇嘴 越发觉得关雅碍事 好啊 你还真打算那么干 关雅发现自己 还是太小瞧叶青城了 猛了 彻底猛了 看到两个极品美女 其中一个还是生意场上 叱咤风云的商业女王 对一个看样子 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争风吃醋 崔元庆怎能不猛 呼 隔几个 我没力气了 这家伙可真抗打 丢出去吧 免得叶总他们出来看到碍眼 一名保安提议 好 其余保安一致赞同 片刻后 将人带到一楼 如同垃圾 丢在垃圾箱旁边 比起屈辱 崔元庆现在更担心 恐惧叶青城的报复 万一陈阳把刚才发生的事 告诉叶青城 崔元庆比任何人都清楚 自己那点小产业 面对叶青城这种巨恶 一句话便能摧毁殆尽 陷入破产危机 毁清了肠子 恍然大悟 为何老祖宗常说 色字头上一把刀 嗡嗡嗡 手机铃声响起 崔元庆拿出手机一看 被著名为刘秘书 他接通电话 正好想让刘秘书 开车过来接自己 去医院打势刀 崔元庆现在这段胳膊 断肋骨的状态 根本开不了车 握不住方向盘 喂 刘秘书 我在 话说一半 崔元庆表情惊变 你 你说什么 我破产了 你再说一遍 谁干的 是不是叶青城 他没想到 报复来得如此之快 不是他 那是谁 崔元庆眉头紧锁 随后 听到一个更加恐怖的名字 名声赫赫 黑白通斥的 雅阳集团董事长 关雅 叶青城的出现 已经很令崔元庆震惊 意外 没想到 这又来一个更恐怖的 如果说 叶青城可怕的地方在于 他可以用才势 碾压一众大牢 那么 关雅无论才是 人脉 又或者手段 都强大到令人窒息 崔元庆没胆子 敢把鳄鱼拿来当虫饲养 更有传言 关雅会把得罪他的人 拿去喂鳄鱼 黑暗女帝 暴力女王 这类称号 不计其数 在崔元庆印象中 关雅应当是 集合霸道强势为一身的 高冷女人 与小鸟一人四个字 八杆子打不着才对 可在一回想刚刚 关雅在陈阳面前 那番柔情 崇拜 静养的表现 这是黑暗女帝 这是暴力女王 赶紧爬起身 走到路边 拦下一辆出租车 去最近的机场 崔元庆要离开江城 不 离开大厦 越远越好 生怕连性命 都会一并葬送 惹不起 无论叶青城 又或者关雅 还是能同时征服 他们二人的陈阳 此刻在崔元庆念中 陈阳就是个怪物 不折不扣的怪物 对比之下 陈阳 叶青城 关雅三人这边 倒是无比和谐 有了衣服 自然得有配得上的鞋子才行 关雅既然都给陈阳 买了一千多万的名牌服饰 叶青城肯定不能落后 从陈阳口中得到尺码后 几万 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一双的鞋 同样拿出一张黑卡 让店员全部打包 送去富山居 转眼便花出去几百万 陈阳要不拦着点 估计今天 关雅 叶青城会把整个商场 都给买下来 师傅 您不是对开车有兴趣吗 楼下刚好有各种豪车 您就可以一天换一样 天天不同样了 叶青城问着陈阳的意见 这些车档次太低 哪里配得上师傅 我已经让国外最知名的 跑车制造商 专门为师傅定制 打造一台绝无仅有 性能卓越的超级跑车 关雅果断截胡 早在体验到 陈阳精湛的车技后 就开始着手安排了 认为好的技术 必须配上一台好车才行 他又正好与那家 跑车制造商之间 有些生意来往 索性直接开口 私人定制 做到独一无二 走 又被抢先一步 叶青城拳头攥紧 暗暗立誓 下次一定要掌握主动权 不能处处被关雅 像这样抢先 压着 行了 今天就到这吧 先回家 陈阳做主道 他个人本身 对逛街这种事 便提不起多大兴趣 好 叶青城 关雅一口同声答应 走进电梯 到达二楼时 电梯门打开 眼前是一名少女 手拉着单架车 以及躺在上面 陷入昏迷的病人 不好意思 真的很对不起 少女满脸焦急 却不失教养 因为单架车把 陈阳三人挤到墙角 赶忙鞠躬道歉 身边还跟着两个白大怪医生 没关系 叶青城让少女 不要放在心上 可嗨嗨 电梯门刚关闭 病人情况 却变得更加危急 鲜血源源不断地 从口中涌出 两名医生试图采取急救方法 压根止不住 反倒加重病情 爷爷 少女哭得梨花带雨 惹人心怜 却又什么都做不了 陈阳叹息一声 只当行善积德 因为他再不出手的话 这名老人必死无疑 出手 快如闪电 在老人胸口重重点击几下 诶 你干什么 医生见状 连忙呵斥 当然是救他 陈阳回答时 并未停下手中的动作 救人 你是医生吗 有没有行医执照 无证行医 可是犯法的 医生想要阻止陈阳 奈何空间太小 又多了张单架车 属实难以行动 闭嘴 别妨碍我师父 他比你懂 怎么救人 叶青城 虽没见过陈阳施展医术 却听其他师兄师姐提起过 陈阳的医术 强盗爆表 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连他都救不了的人 那么 此人必死无疑 级别再高的医生 医疗设备 也不管用 你们 都说 让你闭嘴了 听不懂人话吗 医生还想说什么 关雅一个灵力眼神 吓得他赶忙把话 原封不动咽了回去 再敢打扰他 我立马撤资 你们九南医院 每年从我这拿走的钱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你们确定承担得起责任 关雅问 听到这话 医生总算回想起 为什么会觉得关雅眼熟了 之前曾在一场年终大会上 见过他上台讲话 是个非常有钱有势的大老板 当初九南医院面临倒闭危机 多亏他出资 各种捐献高精端设备 才让九南有了如今的鼎盛影响力 这么厉害的人物 目光转向陈阳 居然叫他师父 尽管有关雅出面撑腰 但对于陈阳的实力 两名医生依然保持怀疑 他们很清楚 老人多半回天乏术 哪怕及时送到医院 转位为安的概率不足5% 陈阳却不那么想 先以执法封锁住血脉 停止咳血 再拿出随身的针包 展开 抽出一根根银针 开始为老人下针 银针 你是古一 两名医生这时没想到 这年头居然还有古一存在 而且用针灸给人治病 他们一直以为 这种场面 只有在电视剧里才会看到 更加怀疑陈阳的真实身份 大概率是个能说会到的骗子 多少国外高精尖设备 都就不回来的人 成功概率不足5% 陈阳凭什么 凭那一通瞎 大力出奇迹 还是那几个破针 然而 很快 事实就狠狠打了他们二人的脸 只见老人紧皱的眉头 随着陈阳将最后一根银针刺入头顶 立即舒展开 面色恢复平静 身躯也不再抽搐 俨然一副转位为安的态势 这 怎么可能 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 完全颠覆了二人对于古一的认知 刷新世界观 阳一只有5%成功率的是 陈阳只用短短几秒钟 在人凶口点几下 扎几根银针 就迎刃而解了 与他们所学所知 截然相反 不确定 自己是否被陈阳骗了 用某种手法 让老人短暂回光返照 又或者 是被阳一给骗了 仔细想想 阳一传入才短短两百年 古一又存在了多少年 没有阳一时 大厦几千年历史长河发展 靠的可都是古一 紧接着 老人缓缓睁开眼 跟个没事人一样 坐起身 问 小雪 这里是 眼见老人坐起身 完全恢复精气神 两名医生的认知 再次被颠覆 瞬间理解 为何关雅 这种大人物 会如此偏袒陈阳 他确实有本事 下定决心 等回去以后 要好好研究 恶不古一方面的知识 感觉哪怕只达到 陈阳1%的实力 都能前途无量 却不知 他们所见 距离陈阳真正的实力 相差甚远 不过是冰山一脚罢了 爷爷 太好了 您醒了 抬起手臂 擦擦眼泪 江小雪仍有些抽气 爷爷 这里是万象商场 您忘了吗 刚才我们逛街的时候 您突然就倒下了 多亏这位小哥哥及时出手 才把您的命给救了回来 连医生都说 哪怕及时送到医院 您也只有不到5%的概率 可以活下来 不到5% 听到这个数字 再看看自己吐在身上 地上那一滩滩醒目血迹 老人对于陈阳 无比感激 小伙子 谢谢你救了我 此等大恩大德 我无以为报 这张银行卡里有100万 请你务必收下 当下 老人只能拿出这100万给陈阳 决定之后再好好去想想 要怎么报答陈阳的救命之恩 区区100万可不够 好 人既然有这份心意 陈阳没理由拒绝 之后 与老人的孙女江小雪 互相留了一个联系方式 陈阳编辑好药方 点击发送 交代江小雪 药方发给你了 属于很基础的药材 在大部分药店都能买得到 每日早晚个肩服一次 半个月后 老爷子的病便可根治 好 我记住了 江小雪点点头 模样认真 不仅长得帅 心肠好 还有本事 这样的男人 是真实存在吗 这医术 该不会是某个国义圣手的徒弟吧 如果能成为他的女朋友 哪怕让我折瘦十年 我也愿意啊 洗洗睡吧 梦里什么都有 不好意思 做梦你都梦不到 靠 要不要那么扎心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电梯门一直开着 从老人口吐鲜血 病情恶化 包括陈阳诗真救人的画面 被围在电梯门前的路人们 全部看在眼中 更有人将视频拍下来 发到网络上 配闻 遇到一个超帅的神医小哥哥 帖子一经发出 迅速突破十万阅读 点赞999家 与此同时 一间办公室里 男人正反复播放着 陈阳点学直学 再以迎针续命的视频画面 不会错的 绝对不会错的 天阳十三镇 明明是老师的成名绝技 这小子怎么会 投尸 站起身 男人离开办公室 马不停蹄地上楼 来到另外一间办公室门前 动 动 动 敲响房门 进 听到门后传来一道年迈的声音 男人这才推门进入 小康 你不在自己办公室待着接待病人 跑我这来做什么 老者一边翻阅着资料 一边问 老师 我刚才刷到一个视频 有人偷试你 林康愤愤不平地说 作为对方的徒弟 这天阳十三镇 他还没学会呢 居然被一个外人抢先学去 适可忍赎不可忍 必须让他付出代价才行 偷试别人还好说 偷试身为四大国医胜手之一的郑天人 绝对会引起整个医学界的动荡 升头 起诉到法院 判个几十年 轻轻松松 要知道 天阳十三镇 可是被列为国家机密的顶级医术 陈阳的行为在林康看来 和窃取国家机密没区别 必须重判 偷学就偷学吧 只要不违法乱计 能多一个人把古异发展 弘扬下去 也是好事 郑天人对此 看得很开 保持乐观态度 可老师 他偷学的 是您的独门医术 天阳十三镇啊 林康情绪激动到 文言 郑天人动作将注 他可不记得 自己有给人偷学天阳十三镇的机会 而且 想学会天阳十三镇 哪有那么简单 即使身为清传徒弟的林康 天天跟在郑天人身边 天赋绝佳 半年多时间 却连第一镇都未能掌握 你从哪听说的 郑天人放下手中纸笔文件 目光看向林康 问 论坛上 有人发了一段视频 那小子救了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 用的就是天阳十三镇 我非常确定 怕郑天人不信 林康还特意拿出手机 把提前下载好的视频翻找出来 走到郑天人身边 点击播放 递给他 郑天人接过手机 画面有些模糊 抖动频繁 还是从人群外拍摄的 前面好几个后脑勺 确实拍到了陈阳 但只有半张脸 郑天人的目光 紧锁那半张脸 表情凝重 林康第一次看到 他露出如此严肃的表情 知道这件事 郑天人绝对不会轻易把修 那小子 要倒大霉了 没想到他居然出狱了 怎么没人通知我一声呢 郑天人猛地站起身 出狱 林康忍不住联想 难道 那人早就因为偷师 被送进过监狱一次了 老师 您这是要去哪 看到郑天人夺门而出 林康急忙追上去 急场 郑天人回答 老师是要亲自出马 把他再次抓捕归案 林康没想到 郑天人一把老骨头 还能如此热血 抓捕归案 你从刚才开始 到底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郑天人皱眉问 老师 您的天阳 十三针 可是大侠认定的国家机密 他未经允许 擅自偷学使用 难道不该被抓去蹲大牢吗 林康总觉得 有点跟不上郑天人的节奏 蹲大牢 郑天人呵呵一笑 你想让我七师灭祖 把他抓进监狱 七师灭祖 林康大脑一片凌乱 老师 我不懂您的意思 这怎么又跟七师灭祖扯上关系了 哪来的师 哪来的祖 怀疑郑天人是不是上年纪 老糊涂了 视频里的人 是我师父 也就是你的师祖 这天阳十三针 便是由他所创 然后传授给我的 郑天人进一步解释 他是老师您的师父 我的 师祖 注意到林康脸上的表情 郑天人问 怎么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怎么会 学生怎么可能不信老师您呢 只是 此人看起来太过年轻 与我女儿差不多年纪 给老师您当师父 实在 你这不还是不信吗 郑天人摆摆手 打断林康说到一半的话 松开握住门把手的手 转身又回到座位上 仔细想想 自己根本不知道 拍摄者在哪 凭借视频里那点信息 属实难以辨认 拿起一旁的平板电脑 在联系人名单中 找到严诚一三个字 打去视频电话 严诚一 站在旁边的林康 如果没记错 他也是四大国一胜手之一 论医术 地位 影响力 与自家老师不相上下 林康很好奇 老师怎么会突然想起 要给他打电话 视频电话很快被接通 对方抢先问 希克啊 老郑你居然会主动 给我打电话 该不会有事要求我吧 我等这一天 可是很久了 少说些有的没的 师父出狱了 这件事你知道吗 碰 郑天任话音刚落 电话拿头的严诚义 直接拍桌起身 激动道 什么 师父出狱了 不是还有一年吗 不清楚 但我学生刚才刷到一个视频 视频 对 郑天任点头肯定 视频中 师父用天阳十三针 救活了一个冰死的老人 我把视频发给你 好 严诚义点击接收 下载播放 看过后 狂喜 是师父 真的是师父 能把天阳十三针 用得如此出神入化 除了他 找不出第二个 没想到 师父居然提前出狱了 我想 应该是某位师兄 或者师姐的功劳吧 关于陈阳有很多大门徒弟这件事 郑天任 严诚义有所耳闻 所以师父在哪 严诚义追问 不清楚 我打这个电话 就是想让你 去联系其他师兄师姐问问看 行 我去安排 电话挂断 当郑天任在将目光看向旁边的林康时 发现他的嘴巴已然张大到 可以轻松赛下一枚熟鸡蛋 怎么 见鬼了 郑天任调侃问 老师 不止您 连同样身为国一圣手的严诚一言神一 也是他徒弟 林康震惊问 这就吓到了 如果我告诉你 另外两个 也是他徒弟呢 郑天任反问 林康彻底说不出话来 能收一个国一圣手当徒弟 已经很变态了 似的 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现在不止郑天任想早点见到陈阳 林康这个当徒孙的 同样想尽快见到陈师祖 充满好奇 夕阳西下 碰 一声枪响过后轮胎爆炸 车辆失控 叶青城猛打方向盘 好不容易才把车子停稳 哪来的枪声 关雅摸了摸撞在椅背上 微微发红的额头 怀疑是不是自己得罪的那些人 从阳城追来了 看自己势单力薄 好下手 真要如此 可就太对不起陈阳 叶青城了 你们待在车上 陈阳打开车门 叮嘱道 好 师父千万小心 叶青城 关雅没有抢求 知道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选择下车只会给陈阳 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下车后 陈阳视线直直看向百米开外 一栋酒店 目光如炬 比鹰眼还显锐利 狙击镜中 对视上陈阳那只勾勾的眼神 枪手瞳孔微缩 被吓了一跳 自我安慰 别紧张 这么远的距离 他不可能发现我的 绝对不可能 平静心情后 枪手再次将眼睛贴近狙击镜 准备再次瞄准 锁定陈阳扣下扳机 丝毫没有察觉到 身后 正有人悄悄接近 一把锋利匕首 悄然从背后伸出 刀锋逼近喉咙那一刻 刺骨的冰冷 席卷全身 你 枪手来不及反应 啊 一刀某喉 那丫头 一如既往的让人省心 陈阳早发现 冷凹雪一直跟在身边 暗中处理那些招惹过自己的人 收回迈出去的脚 既然狙击手已经解决 那是时候放开拳脚 解决其他人了 他话音刚落 两道身影便从旁边急速冲了出来 一人手持双匕首 另外一人则是武士刀 樱花国杀手 国内杀手通常看不上武士刀 唐刀 苗刀 燕灵刀 优秀的选择有很多 此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那名手持武士刀的杀手 操着一口别角大下雨 说道 陈阳更加肯定 对方樱花国人的身份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会死在自己手上 陈阳侧身躲开 他几乎贴着脸斩下的武士刀 出手 如鹰爪般抓住他的肩膀 稍稍一用力 当场碎骨 杀手吃痛 眼泪狂飙 同时不忘交换手 想继续挥砍陈阳 碰 哄 陈阳一脚踹飞 另外一名双匕首袭来的杀手 同时抓住武士刀回来的那只手腕 拧断 拧碎骨头 啊 待他双手禁肺 握不住手中武士刀石 陈阳半空接住 手臂往外一挥 动作行云流水 那名杀手双眼一瞪 直挺挺往后倒了下去 脖子上的刀口 伸到可以看见深白骨头 鲜血滋滋往外貌 另一名杀手 还想挣扎起身 陈阳直接将带血的武士刀 仿佛镖枪般投射出去 贯穿杀手左肩膀 钉死在墙壁上 杀手仍不死心 瞄准陈阳 飞出一把匕首 陈阳脚下步伐不停 抬起手 两指轻轻松松 夹住刀刃 手腕轻轻一甩 咻 扑吃 匕首又发挥出钉子作用 把杀手的右肩膀 也给定住 动弹不得 疼痛万分 说说吧 谁派你们来的 为谁而来 陈阳走近杀手 抬起脚 踩在他小腿上 冷冷问 死心吧 我不会出脉故 咔嚓 陈阳脚下一用力 让杀手的左小腿 瞬间干瘪下去 骨头碎成渣子 皮肉爆开 啊 陈阳可不管他叫的有多凄惨 这脚又踩在了他的右小腿上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杀了我 你有本事 啊 废掉最后一条腿 陈阳对这个人 彻底失去耐心 五指好似虎口 掐住杀手的脖子 毫不犹豫 拧碎 拧断 三名杀手 全员与命 陈阳给过机会 他们自己不珍惜罢了 尽管说出来 也只能让他们 多活个十几秒 对待想要自己命的人 陈阳可不会心思手软 接下来的事 全权交给冷傲雪去处理 包括调查幕后主使 陈阳相信他的能力 方家 书房 怎么会 三个杀手 竟然都失败了 看着手机上 反馈回来的消息 方程阳充满不可置信 反复确认好几遍 才敢肯定 任务真的失败了 看来 我倒是低估那小子了 既然三个十万块的杀手不行 那就给你来点更猛的 方程阳选择拿出三百万 再次发出暗杀悬赏 对于他来讲 三百万不算什么 至于为何一开始 不选择更贵的杀手 增加成功率 主要因为方程阳觉得 陈阳不值这个价钱 确认暗杀悬赏发布成功 方程阳放下手机 冷笑 我倒要看看 这次你还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能活下来 夕阳完全落下 陈阳 叶青城已经驱车进入别墅区 关亚在中途下车 临时有些工作上的事情 需要去公司处理 得知之后有一段时间 可以不用看到关亚 能与陈阳单独相处 叶青城心里乐开了花 半山腰 陈阳远远便看见一道熟悉的背影 停车 降下车窗 妈 你不是在家里休息吗 你手里这些事 陈阳注意到 林兰手上提着几个白色塑料袋 冰箱里东西太少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去附近超市买了点菜 晚上给你做点好吃的 林兰提了提手里的袋子 笑道 陈阳走下车 从她手里接下塑料袋 放进后备箱 担心问 这种事 你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不就行了 何必自己跑一趟 路那么远 腿没事吧 放心 妈没事 好的很 林兰摇摇头 让陈阳别担心 在她的搀扶下 坐上后车位 师奶 以后买菜洗衣做饭这种事 您交给我做就行了 一个电话 保证随叫随到 叶清诚主动接下这个任务 你还会洗衣做饭 在黑山监狱的时候 叶清诚也像这样主动提起过 要承担这些杂事 替陈阳分忧 可当陈阳回来 看到叶清诚那些杰作后 让她还是专心考虑 怎么做好生意 叶清诚做的菜 属于生化级 一看就不能吃的那种 洗衣服 皱得不成样子不说 破洞 染色这些问题 更是多到陈阳懒的系数 我可以学自未出 叶清诚总觉得 这一幕似曾相识 回想起陈阳曾经在监狱 对自己说过 不适合做这些事 果断歹口道 算了 还是请保姆比较好 这样平时我和师父 不在家的时候 也能有人照顾师奶 陪师奶宁聊天姐们之类 见林兰一副 如做针毡的模样 还想说什么 陈阳看破 点破道 妈 清诚既然有这份心意 你就别拒绝了 你想说这些事 全部让你来做对吧 但那么大一栋别墅光 靠你一个人打扫 得花多少时间 而且我这次出狱 是为了让你想清福 不是给我当牛做马 你老为我这个儿子 辛苦半辈子 接下来只需要好好享受就行了 陈阳的谢林兰 老好人一个 习惯对他人表达善意 却不习惯 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善意 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 陈阳会变得相当强势 好好 听你们的 从今天开始 我安心享福 欣慰一笑 陈阳都已经把话 讲到这种份上 林兰也没什么好说的 知道自家儿子经非西比了 不该再把他当成小孩子看待 这才对嘛 陈阳把车驶进车库 停问 三人从上面下来 叶青城拿出手机 一通操作后 问陈阳 林兰 师父 师奶 你们有没有喜欢吃的菜系 川菜 卤菜 粤菜之类 怎么 你还没死心 要给我们做饭 陈阳属实没想到 叶青城都自信到 敢让人随意挑选菜系 见陈阳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叶青城解释道 不是 我想叫个五星大厨上门做饭 为什么 陈阳继续问 那 总不能让师奶做饭吧 还是说 师父您 会做饭 至少叶青城没见过陈阳做饭 黑山监狱里的伙食 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自己动手 说起来 叶青城一直以为 监狱伙食会很差 可在去了黑山监狱后才发现 那里面的饭菜 好吃到不可思议 比叶青城去过的 大多数五星级餐厅还美味 笑话 我要不会做饭 这个世界上 还有会做饭的人 这可不是陈阳自夸 叶青城之所以能在黑山监狱 品尝到比肩 甚至超越五星级酒店的美食 主要是因为 陈阳嫌弃 他们做的饭菜太难吃 稍微指点了两手 黑山监狱和其他监狱不同 关押的都是些穷凶极恶的犯人 当然 叶青城 郑天仁 严承义 这种伪造罪名 托关系进去 为拜师的属于另类 单纯让他们受苦 起不到任何作用 吃好喝好后 暴力 伤亡事件反而降低 愿意配合服从管教 最怕听到的就是狱卒说 表现那么差 今天晚饭别吃了 听到这句话 比直接杀了他们还残忍 难受 一个个杀戮机器 万亿金融罪犯 甚至不乏暗杀过鹰派总统的存在 集体加入吃货阵营 在得知监狱厨师手艺进步如此神速 多亏陈阳指点后 有大人物自掏腰包 花费千万 找上陈阳 让他替自己做一道菜 自那以后 陈阳一道菜的价格 开始疯狂飙升 从一千万变成五千万 五千万变一亿 再到 明明人在监狱 却赚了个盆满钵满 这要说起来 陈阳其实比叶青城 官亚两个人加起来还有钱 而他之所以把价格盯那么高 主要是嫌麻烦 其料 那群富豪非但没有半分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加价竞争 几倍几倍往上加 有资格纳入吉尼斯记录的最贵拍卖会 在陈阳这一道菜面前 都得往后靠 更有顶级杀手 甘愿成为陈阳的走狗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只为一块红酒牛排 陈阳不再多说 拿起几袋菜 朝厨房走去 让叶青城留在客厅 陪玲瀾聊聊天 看看电视 师奶 我们过去吧 叶青城挽起玲瀾的手 好 玲瀾笑着答应 把叶青城当成女儿看待 就眼下的状况 他认为 叶青城未来很有可能会 真成为自己的女儿 尤其在捕捉到 他不时偷看向厨房 又怕被自己发现 三心二意识的俏皮模样 看破不说破 作为过来人 喜欢一个人 会流露出怎样的眼神 琳瀾还不清楚吗 十几分钟后 剑陈阳端着一盘菜 从厨房走出 师父 我来帮你 叶青城主动起身 走向厨房 师父 您这手也太好了吧 闻起来好香 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唾液疯狂分泌 叶青城推咽动作频繁 饭菜讲究一个色香味俱全 虽然暂时不清楚 味道怎样 但这色和香 以叶青城的挑剔标准 可以打101分 多一分不怕陈阳骄傲 他迫不及待想尝尝味道 各种山珍海味 满汉全席摆在面前时 也不曾如此期待 很快 四菜一汤全部上桌 叶青城拿出手机 拍了几张照片 在联系人名单中找到官雅 这必须得眼馋他一波才行 呜呜呜 正在办公室等待客户上门的官雅 感受到手提包里震动的声音 拿出手机 看到被注明是叶青城 担心是不是陈阳那边出了问题 是一张照片配上文字 师傅做的 看着怎么样 很不赖吧 不等官雅打字回复 又发来一条 吃着更不赖 五星级酒店与师傅的手艺比起来 味如嚼辣 幻笑表情 可惜我们的官总吃不到 官雅回来的笔试表情包 无奈一笑 隔着几公里远 他也不能把叶青城怎么样 没想到师傅做菜的手艺也那么顶级 下次有机会 一定要尝尝 官雅十分期待到 咚咚咚 敲门声之后 一名身穿OL制服 秘书打扮的年轻女子推门走近 官总 人来了 好 关掉手机 官雅起身跟随秘书一起离开办公室 决定去会客室见那位大人物 只希望不要出什么意外才好 官雅想着尽快解决这件事 回去见陈阳 继续用自己为他一人苦学的按摩技术 让陈阳好好爽爽 啊 饱了饱了 叶青城靠坐在椅子上 摸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 从未如此满足过 全写在脸上 看着他连一粒葱花都没放过 最后那点油汤也用白米饭吸干净 送入口中响应光盘行动 陈阳提醒道 起来活动活动 像你这样暴饮暴食 当心吃坏身体 好 叶青城有气无力地答应一声 开始在客厅中散步式走着 边走边说 没办法 实在是师傅您的手艺太好了 徒儿根本停不下来 完全不受控制 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饭菜 捧上天 叶青城只是在阐述事实罢了 稍微缓和一点 叶青城主动承担洗碗任务 肯定不能光吃不做事 要让江城人看到这一幕 尤其是叶青城的青室集团 知道这件事 肯定得登上头版头条 全员炸锅 大名鼎鼎的江城第一美女首富 送车送别墅不算 居然连碗都洗上了 这跟新婚娇妻有何区别 妈 我扶你上楼休息 顺便再给你扎一遍银针 巩固巩固 见林兰已经打起哈欠 困意浓郁 陈阳上前道 好 七八分钟后 叶青城刚洗碗碗 陈阳正好从二楼下来 师娘睡了吗 叶青城用围裙擦着双手上的水渍 小声问 嗯 陈阳点头 见叶青城依旧一副吃撑了的表现 于是问 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 好啊 叶青城一下来了兴趣 想也不想地答应 难掩内心激动 这正是他渴望的二人相处时间 把围裙挂在墙上后 快步跟上陈阳 一起走出别墅大门 这一刻 山顶别墅的好处一下体现出来 从山上沿着道路往下走 可以纵观一大片城市美景 配上五颜六色的璀璨灯光 美不胜收 真希望时间可以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叶青城眉目传情地看着陈阳 未来兴许 还有着更好的事 再等待你去经历 闻言 叶青城摇摇头 徒儿有师父变足矣 你这是在跟我告白吗 陈阳打去问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那么理 小心 陈阳眼神一变 伸手将叶青城拉入怀中 慌乱间 叶青城看向他另外一只高举在自己耳边的手 食指与中指间 夹着一把小飞刀 躲好 陈阳将叶青城拉到背后 转身便向飞刀射来的方向 你已经暴露 就别藏着夜着了 啪啪啪 鼓掌声 一名青年脸上挂着狡诈的笑意 从树后走出 竟能躲开我的飞刀 不得不承认 你的确有点本事 只可惜 不多 那飞刀上的剧毒 只要触碰到皮肤 便会立马顺着毛孔 入侵血脉 直打五脏六腑 不出片刻 你就会长穿肚烂而死 不 陈阳看了看自己手腕处发飞的经脉 异常淡定 看来 给湛王赵孝下毒的人中 应该有你一份吧 他辨认出 这与让赵孝病情恶化的诱因 为同一种毒药 不错 它是我们独门扩张路上的绊脚石 必须死 而你 坏了我们的大忌 你的人 更是杀了我们独门少主 所以你也得死 青年的语气 透着一股阴寒 独门 见陈阳还能笑得出来 青年不爽道 你笑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快死了 居然笑得出来 放心 你死 我都不会 死 转瞬间 陈阳抢在声音之前 突然出现在青年面前 怎么会 青年大惊失色 根本没看清楚 陈阳是何时接近自己的 中间的画面 仿佛被剪切掉了一样 脖子被陈阳死死掐握住 声音嘶哑 不可能 你明明中了我的毒 这个时候应该会痛苦到站不起身 拼命挣扎才对 为何 论完毒 你得叫我一声祖师爷 话音落 陈阳手上一用力 扭断了青年的颈骨 脑袋一歪 当场咽气 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会是这么个死法 师父 您 您不会有事吧 那毒快 蔓延到您脸上了 看着发黑的经脉 如珠网般爬上陈阳脖梗 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叶青城急到失红眼眶 放心 这点毒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 陈阳以银针点自己的穴位 黑色经脉 立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了回去 陈阳在以银针 刺破右手中指尖 挤出一滴黑色的毒血 完成排毒 师父 要报警吗 叶青城看一眼地上青年的尸体 问 越想越气 一脚狠狠踢在他腰子上 竟然敢对我师父下毒手 踢死你 踢死你 那样太麻烦 而且这些擅长用毒的人 一般治安很难对付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中毒 陈阳说着 从兜里磨出一个小药瓶 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师父 这是 叶青城看着那瓶黑水 疑惑问 你等会看了 就明白了 比起说陈阳觉得实际操作一番更容易理解 拔出瓶塞 看似黑水 倒出后却是粉尘状 飘落在尸体上 这是 叶青城震惊目睹 尸体 包括衣服 在短短不到一分钟时间里 融化成液体 化石水 叶青城在电视和电影里面 看过这种画面 他一直以为 这些是导演编剧杜撰出来的 没想到陈阳竟然让其变为了现实 效果更好 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 整个人便化为乌有 只留下一滩浇黑 仿佛烧烤过后的痕迹 确实有一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 我这是粉末 陈阳封好瓶塞 放回外套那口袋 叶青城眼中一彩连连 崇拜地看着陈阳 论完读 那个自称来自独门的人 要叫他一声祖师爷 全凭实力 至少那名独门之人 没资格在他面前搬门弄服 否则也不会落得个 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 师父 您接下来要去找独门的人算账对吧 叶青城知道陈阳的脾气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还险些连累自己 以陈阳护独自的性格 绝不可能轻饶对方 直到现在 叶青城还清楚记得 当初黑山监狱 从樱花国赚来一个 身背十几条人命的杀人魔 那人不仅语言羞辱 调戏叶青城 还想强行占有他 只是刚有念头 便被陈阳废掉第三条腿 最后 身上二百六十块骨头 有一半被陈阳硬生生打断 粉碎 活活折磨死 正因为陈阳愿意豁出一切 保护他们这些做徒弟的 所以叶青城 关押他们 才会将心比心 毫不吝啬自己的孝心 只是这孝心 多少有点变质 七师灭祖的想法 与日俱增 没办法 要怪只怪师父太优秀 与其便宜那些来历不明的女人 不如便宜自己 嗯 陈阳点头 有些事能尽早处理 还是尽早处理的好 免得等人家找上门来 后患无穷 那我就不打扰师父 先回去了 叶青城董事离开 再三叮嘱 师父 千万小心 好 陈阳答应一声 眨眼间 便从叶青城视野范围 消失无踪 好快 师父这速度 要去参加运动会的话 绝对能轻轻松松拿到第一 创下无法打破的世界纪录吧 叶青城吃惊道 此刻 一座位于江城南边的四合院中 大师兄出去那么久 怎么还没回来 手机也联络不上 说是关机 不用打了 多半是出事了 一名坐在石凳上的老者摆摆手 师父 大师兄的本领 可是独门首屈一指 怎么可能会被一个普通人反杀呢 小师妹不愿相信 是啊 我想师兄一定是太专注完成任务 为独门找回颜面 忘记充电 所以才会关机 另一名男弟子赞同道 千万不要小乔你们的任何对手 他既然能杀死少主 说明他却有几分本事 轻敌 只会让你们重蹈覆辙 白白浪费生命 老者严肃道 师父教训的是 徒儿知错 二人对视一眼 一口同声表示 心中却还是不认为 陈阳有这个本事 觉得老者太高看他了 凭大师兄的本事 想杀他 一如杀鸡屠狗 碰 破门声 谁 三人迅速目光聚焦看去 陈阳双手插兜 正缓缓放下踹门的脚 独门的 陈阳确认着对方的身份 借着月光 与院里焦黄的灯光 两名弟子瞬间反应过来 这就是他们要杀的人 他在这 那大师兄岂不是 可恶 居然杀了 我最敬重的大师兄 我要你配葬 男弟子恼羞成怒 冲上前去 师兄 我来帮你 同样爱慕着大师兄的小师妹 紧随其后 老者根本来不及阻止 陈阳则不紧不慢地取出 不足拇指大小的玻璃瓶 砰的一声拔出瓶塞 倾斜瓶身 如同星辰般的花湿粉 随风向二人飘去 不好 老者瞪大双眼 急忙喊道 快躲开 然而 还是晚了一步 粉末落在两人身上 这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露出骨头 最后连骨头也一并融化 包括那张惊骇万分 无比后悔的面容 只留下一地恶臭的失业 这 老者被震撼得不轻 哪怕加入独门三十多年的他 也没自信能调配出 效果如此恐怖的剧毒 我知道了 我回去以后 会告诉门主 不再派人追杀你 求 晚了 陈阳瞬间从十几米开外 来到老者面前 五指如虎口 抓握住老者整张脸 老者下意识伸手到背后 拔出涂抹有剧毒的长针 想要反抗 咔嚓 噗痴 噗痴 陈阳五指突然发力 捏碎了他半个头颅 鲜血从眼中 鼻中 耳中 嘴里蹦射出 凶手 任由老者的尸体倒在桌上 陈阳简单在他身前 擦了擦沾染在手上的血迹 转身离开 目的完成 没必要再留在这个地方 走到大门时 他侧目一眼 挤到身影连忙低下 藏好 过了足足三四分钟 确认一切正常 才敢探头 老大 他好像已经走了 咱们要追吗 听到这话 老大怒涩浮现 一巴掌扇在他后脑勺上 你脑子嗅痘了 没看到他当前的手段 是你跟我几条杂鱼能对付的 可那三百万 手下抱着脑袋 委屈巴巴 三百万又如何 三千万 三亿 你有命花吗 赶紧去把任务退了 老大在说这话时 一米八几的身躯 颤抖得厉害 玄幻 实在太玄幻了 两个活生生的人 居然在一瞬间融化 连骨头都没剩下半块 这种人 谁爱招惹谁去招惹 他反正没这胆量 而这三人 正是接了方程阳 悬赏任务的职业杀手 庆庆自己没有着急出手 而是先观察情况 否则此刻 只怕早已人间蒸发 光是想想 便觉得不寒而栗 哦 当老大的都那么说了 做手下的能怎么办 只能乖乖按照他的话去做 放弃任务 看着即将到手的三百万 如同主书鸭子般飞走 行了 钱没有可以再赚 你有几条命可以拿来死 也是 手下是然 仔细想想 自己那点本事 确实很难 不对 是几乎不可能杀死陈阳 直到现在也没能想清楚 他是怎么让人凭空消失的 又是如何在一瞬间 近身老者 徒手捏爆他的脑袋 宛如杀神降临 嗡嗡嗡 方家 书房 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 注意到屏幕点亮 弹窗提示 方承阳拿起手机 洗道 果然 百万级别的杀手 就是比十万的靠谱 识别指纹 打开手机 方承阳一脸期待 急切看到 陈阳被几个杀手斩首 或者砍断四肢 剁成肉泥之类的血腥照片 好给儿子方语发过去 解掉他的心头之恨 方承阳 不想方语 因为陈阳一个废物 陈家弃子 耿耿于怀 患上抑郁症 这类心理疾病 真要发生这种事 杀死陈阳不算完 连骨灰都得给他养了 再找几个道士 做个风水局 让陈阳永世不得超胜 只是 当打开地下网站 看到三条红字 提示失败的任务时 方承阳的笑容 瞬间凝固 消失 失 失败了 方承阳无法理解 一个废材 怎么可能 从三个价值百万的 B级杀手手上活下来 难不成 那小子在监狱里 找到了靠山 监狱那种地方 龙蛇混杂 方承阳心想 陈阳多半是跪舔家忽悠 抱上了某个 风云人物的大腿 借着他在外面的影响力 以及心腹手下 才能屡屡逃脱暗杀 可恶 我今天还真就不信了 连你这么个垃圾 我都解决不了 方承阳豁出去了 打算用一千万 直接雇佣A级杀手 去对付陈阳 他的行事风格很简单 一切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叫问题 必须承认的是 自己确实低估了 陈阳这个人的棘手程度 好在方承阳是个 知错就改的人 及时调整策略 认定这次 陈阳必死无疑 在他打算按下去认件 支付一千万 发出悬赏任务时 碰 窗户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一道沉闷的落地声 传入耳中 方承阳感到右胳膊空落落的 低头看去 哪里还有什么胳膊 整条手臂早已从肩膀处 被连根斩断 速度极快 以至于鲜血和方承阳 都是几秒后才反应过来 五官扭曲 疼痛翻涌上脑海 连忙伸手去捂伤口 却捂不住鲜血 从指缝间飙射 啊 我的手 手 呲牙咧嘴 净显猙獰 背后传来房门打开的响洞 方承阳以为是管家来了 急忙转身道 快 快给我叫救护车 可当看清楚来人后 本就因为失血 苍白的面色变得更加惨白 陈阳 你 你怎么会在这 当然是来杀你的 陈阳毫无感情地说 杀我 方承阳笑得勉强 陈阳 你别冲动 这里可是方家 你要杀了我 方家上下都不会放过你的 而且 你知道在大厦杀人 意味着什么吗 你也会死 不如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方承阳一边试图稳住陈阳 一边往办公桌靠前 手藏在桌下 缓缓拉出抽屉 眼珠下仪 确认一眼位置 伸手抓起手枪 迅速抬手 准备击毙陈阳 亲自为方语报仇 碰 枪声响起 只不过开枪的人不是方承阳 声音是从屋外传来的 他亲眼看着自己另外一条胳膊 被连根打断 从面前飞了出去 啊 陈阳 你不得好死 你不得好死 方承阳歇斯底里的吼道 陈阳并未回应 一步步朝向他走去 每一步都宛如死神 在方承阳耳边敲响方中 越近 声音越响 他不断用双脚蹬动地面后退 惊恐道 别 你别过来 来人 快来人啊 殊不知那些人 此刻全部被陈阳 以银针封锁住血脉 定格身躯 无法行动 哪怕方承阳叫破喉咙 也没用 死啊 千米开外 冷傲雪正驾着大居 从瞄准镜观察着方承阳的 一举一动 见他不肯乖乖受死 临死前 还要给师父增添麻烦 碰 碰 连续扣动两次扳机 精准命中 打碎方承阳的膝盖 打断他两条腿 啊 惨叫声大道 哪怕百米开外的鸟兽 一样因为惊吓 齐飞 好在方承阳围图清静 选择把别墅位于郊区 几公里范围内 找不到第二户人家 无需担心 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注意到陈阳停下脚步 视线转向其他地方 冷傲雪调转镜头 才发现 一个手持小镜子 从窗边伸出 暗中观察着他 调整精度 冷傲雪也通过镜子反射 看到一张不太清晰的凶恶面容 是他 冷傲雪不可能认错 S级杀手 血刀 受故追杀他的众多S级杀手之一 怎么偏偏挑在这种时候 可恶 冷傲雪不胜其烦 赶紧收起装备 往别墅方向赶 而陈阳这边 对于突然出现的血刀 表现得异常淡定 从他身上 感受到了浓烈的杀伐之气 断定他与冷傲雪属于一类人 血刀看一眼 倒在地上的方程阳 冷笑 真惨啊 话说回来 能住在这种地方 你应该很有钱吧 一个亿 我帮你干掉他怎么样 做了个抹猴动作 顺便给你交个救护车 不用怀疑 我可是S级杀手 对付他 比吃饭简单 血刀知道 冷傲雪要杀这个人 血刀与冷傲雪有仇 所以他要保方程阳 坚决不让冷傲雪顺心 顺便赚笔外快 杀个无足轻重的虾兵蟹将 就可以拿到一亿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 S级杀手 一时越来越模糊 在彻底昏死过去之前 方程阳答应道 好 一亿我给 你赶紧替我杀他 别说一亿 哪怕十亿 他也要陈阳死 成交 血刀满意一笑 伸手从背后掏出一把手枪 对准陈阳 开口道 要怪就怪你 非要跟冷傲雪那个女人扯上关系 碰 扣下扳机 子弹高速射出 半空中火花一闪 怎么可能 血刀眼里满是惊慌 看得很清楚 陈阳甩出一根针 把自己射出的子弹给弹开了 怀疑人生 这是人类可以办到的事 当血刀想继续扣下扳机 意识到危险 打算尽快干掉陈阳时 眨眼间才反应过来 陈阳已是从视野范围消失 他去哪了 身在室内 明明无风 却令身经百战 有着S级杀手称号的血刀 不寒而栗 察觉到背后的杀器 血刀迅速转身 哄 狂风呼啸 只见陈阳沙包大的拳头 罩着自己的面门 轰了过来 没机会反应 正面挨上这一拳的血刀 腾空倒飞出去七八米远 撞在墙上 画框随身体一起掉落 整张脸完全塌陷下去 刚好是陈阳的三分之二身拳翼 一拳秒杀 血刀早在中了陈阳那一拳的瞬间 便当场恼死亡 彻底绝了气 这令期待看到 陈阳被单方面虐杀的方陈阳 心死如灰 目睹陈阳在枪响后 还能安然无恙 方陈阳觉得已经很夸张了 一般人兴许会打歪 但眼前开枪的人 可是职业杀手 并且还是S级职业杀手 躲 人的反应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快得过此弹 至少在方陈阳的认知当中 是这样没错 没想到在那之后 还有更离谱的 陈阳一下出现在血刀身后 形同鬼魅 来无影去无踪 凭借一拳蛮力 活活把血刀打死 S级职业杀手 对一个赤手空拳的人 被完全压制 一拳打死 哪怕青年所见 方陈阳照样忍不住怀疑 自己是不是失血太多 产生幻觉了 你想干什么 见陈阳来到面前 方陈阳被吓得尿湿裤子 无法控制 哪里还有心思去想血刀 现在唯一想的只有 怎么从陈阳这个恶魔手上活下来 别 别杀我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多少钱 你开个价 一口价 我绝不还价 看着方陈阳可怜 卑微到极点的模样 陈阳眼里只有冷漠 抬起脚 悬在方陈阳的脸上 碰 扑齿 重重踩下 踩碎 对待这种人 没必要手下留情 师父 您没 重重推开门 冷奥雪话说一半 看看面骨完全碎裂的血刀 再看看陈阳脚下那一地血腥 与无头方陈阳 冷奥雪当然知道陈阳很强 却没料到 他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解决掉在大厦杀手榜单上 能稳稳排进前一百名的S级杀手 血刀 而且看样子 陈阳自以为把陈阳本事学了的七八的冷奥雪 被狠狠打脸了 七八成 万分之七八还差不多 失落 不存在的 冷奥雪反而十分兴奋 可以从陈阳这个恩师那里 继续学到更多本事 这两个人 陈阳在地毯上 刮蹭着鞋底的肉泥 师父放心 我会安排人处理干净的 冷奥雪接过话 他口中的人 在业内 一般被叫做清道夫 会潜入现场 清除指纹 录像这些 会导致雇主身份暴露的一切证据 好 陈阳点点头 与冷奥雪一起离开别墅 至于楼下那些庸人 陈阳用银针封锁他们穴位 强行昏睡时 有注意不被看到脸 师父 接下来我们去哪 送您回复山居 冷奥雪从机车上取下头盔 递给陈阳 冷奥雪喜欢骑机车 一是方便 二是很帅 漆黑车身 搭配上棱角分明的肌肉线条 与他冷酷的风格 确实很大 时间还早 要不要去喝一杯 就当犒劳你 替我查到方程阳这个幕后主使 陈阳提议 正好想喝酒了 好啊 那徒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冷奥雪吧 不得可以和陈阳多待一会 走 陈阳双手扶在冷奥雪的腰上 确定他作文以后 冷奥雪去车离开方家 半个小时后 冷奥雪把车停在了一家名为豪地的酒吧 师父 我来过两次 他们家的酒跟氛围都蛮不错的 冷奥雪说着自己的亲身感受 嗯 进去吧 把头盔挂好 陈阳与冷奥雪一起进入地豪酒吧 找到一个空位子坐下 一杯狼母酒 黑牌威士忌 从酒保那接过酒水单 各自点了想喝的酒 先生 您的狼母 小姐 这是您要的黑牌威士忌 上完酒后 酒保恋恋不舍地离开 冷奥雪就仿佛一块强力磁铁 令他移不开目光 或者说 大部分人都这样 在这个酒吧中 冷奥雪就像一道靓丽风景线 吸引着所有人的视线 成为聚焦点 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他的眼睛深邃 闪烁着晶莹光芒 散发无限魅力 短发散披在肩上 干净利落 手中的酒液 在灯光下泛着一股声红 他透过酒杯看向陈阳 唇角不自觉地上扬 同时令无数男人心思 他们很清楚 当一个女人用那种眼神 看待一个男人时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自己彻底没希望了 即使那些平日里 对长相十分自信的人 在陈阳出现后 也是自叹不如 差距大道 没法自我欺骗 输得一败涂地 然而这之中 也有例外 是他 男人白天开场捧跑车 在红绿灯响搭讪关芽 结果被陈阳以超神车技 不一会便甩得连车尾灯都看不见 记忆犹新 难以忘却 主要忘不了关芽那张看到就觉得 此生非他不娶的俏脸 但在看到冷傲雪后 男人立马改变想法 也不是非他关芽不可 冷傲雪 他一样喜欢 不服 自己没点不比陈阳优秀 凭什么他身边 美女 几品美女 一个接一个 哪个单拎出来 不是无限接近一百分颜值 男人拿起酒杯 起身往冷傲雪那边走去 郑一心不允许他眼睁睁看着陈阳 脚踏两只船 欺骗冷傲雪 祸害这么好的女人 要祸害 也得由他来 我靠 那兄弟想干嘛 够勇 居然想去搭讪 真不知道这小子哪来的勇气 论颜值 他连给人提鞋都不配 哎 话别说太满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 他是开跑车来的 少说几百万 死 几百万的跑车 那确实有底气 听到这话 男人尤为得意 能拿下冷傲雪的自信 又增加不少 小姐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滚 冷傲雪甚至不屑看男人一眼 有那功夫 多看看自家师父不好吗 帅气又养眼 气质好似折仙下凡 男人 美女 我不明白 以你的姿色 何必对这种脚踏两只船的渣男 如此死心塌地 跟着我 坐跑车 住别墅 不好吗 男人仍不死心 想争取一把 见冷傲雪无视自己 男人又道 颜值只是一时的 你跟着这种图有其表 毫无成就的废物 既浪费时间 又浪费自己宝贵的青春 看到冷傲雪刷的一下站起身 转步面向自己 男人误以为 是自己的话 打动了冷傲雪 准备抱得美人归时 啪 等来的 却是冷傲雪那冰冷彻骨 看待死人一般的眼神 以及响亮亮的一巴掌 收回你的话 你没资格评价他 这一巴掌 不仅打猛了男人 大家都没想到 冷傲雪的脾气如此火辣 男人不过是嘲讽了陈阳几句 他直接给人一巴掌 同时 惊叹于陈阳的手段 能让一个角色大美人 对他如此服服帖帖 想要拜师学医的人 不在少数 哪怕花钱都行 你敢打我 男人从小到大 从没被打过脸 哪怕是他父母 更别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被一个女人打脸 男人双目血红 小脾气瞬间上来 逆反道 道歉 想都别想 我就说他是废物 一无是处 只知道靠女人的小白脸 男人耻辱 正对陈阳破口大骂得无比爽快 男人忽然失声 猛地夹紧双腿 看得在场不少男性同胞 一样眉头紧促 下意识和尚打开的腿 光是看着 都觉得疼 冷傲雪内叫 可以说又快 又狠 他们之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自信能躲得开 看着男人倒在地上 支支吾吾 脸色憋得通红 青筋爆起 发不出多大声音的绝望模样 有人断言 废了 这辈子 传宗接待甭想了 冷傲雪面无表情 同情 不存在的 他就是奔着废掉男人为目的 才踢出那一脚 好让他深刻明白 自家师傅 不可辱 若非不想引来治安 打扰陈阳喝酒 换作别的地方 但烦人少点 冷傲雪就不是废掉男人的第三条腿 那么简单了 会一刀 快到连血液都来不及沾染刀身 割开他的喉咙 发生什么事了 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在豹哥地盘上闹事 听到惨叫 一伙社会气息 急中的人浩浩荡荡走了过来 那不是地豪第一打手 赵雄骂 这对小情侣要倒大霉了 惹谁不好 敢惹赵雄 错 真正会倒大霉的 是那小子 被毒打一顿 废掉四肢不说 按照赵雄的脾气 八成会强行把那女人给办了 正常 我要有权有势 也会把她办了 谁知道错过这个村 以后还有没有这个店 说的没错 能跟这种国色天香的美人共度一夜 哪怕让我进去蹲个十几年 我也心甘情愿 眼见赵雄从身边走过 他们赶紧闭嘴 生怕会引火上身 很快 赵雄带着十几号人 来到陈阳 冷傲雪面前 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男人 双眼一眯 赶忙蹲下 弯腰扶起他 这不是钱总吗 您 您这是怎么了 哎呦 轻点 我 我淡碎了 听钱多静这么一说 再看看他那扭扭捏捏 好似憋尿几个小时的姿态 赵雄嘴角抽搐 不难理解 那个不长眼的 敢跟钱总您动手 钱总您放心 这口气 我赵雄替你出 赵雄拍的胸脯 砰砰作响 保证到 钱多静是豪帝酒吧的 至尊VIP 非常大方 赵雄没少收他红包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他如今被人给打了 赵雄肯定不能坐视不管 必须替他找回厂子 说不定还可以拿到 一笔可观的赏钱 给我废了那小子 至于这个女人 捆起来 找个给人好点的包厢 老子要慢慢玩死他 钱多静眼神发狠道 他已经彻底失去耐心 打算强行生米煮成熟饭 陈阳自始至终没开口 没动手又如何 钱多静就是看不惯他 就是羡慕极度恨他的女人 远比自己好 想打他一顿出气 只要不闹出人命 越惨越好 没办法 主要有这条件 跟人脉 哎 陈阳叹息一声 苦笑 现在的人 都那么喜欢做死吗 很想知道 钱多静 倘若知晓冷奥雪的真实身份 大夏唯一SSS 级职业女杀手 会不会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 对此毫不知情的赵雄 更是欣然答应 对手下们吆喝道 没问题 钱总 都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钱总的话吗 男的废掉 女的榜上 替钱总送到隔音包厢里去 再准备点小玩具 听到小玩具三个字 钱多静看向赵雄 意味深长一笑 觉得这小子大有前途 赵雄以同样猥琐的笑容回应 兄弟们 揍他 一名青年 直接抓起啤酒瓶 准备往陈阳脑袋上砸 找死 冷奥雪眸光冷如刀 抓住他的手腕 咔嚓扭断 在半空接住掉落下来的啤酒瓶 碰 狠狠砸在那名青年的脑袋上 酒叶混杂着鲜血 从额头流下 双眼往上一翻 便昏倒过去 其余人压根来不及反应 等反应过来后才发现 自己要么断手 要么断脚 躺在地上 动弹不得 疼痛持续加强 别说看清楚冷奥雪的动作 连自己什么时候倒下的 都还没弄明白 我靠 这女人 好猛 练家子 姐姐好帅 好霸气 真羡慕那个男的 有这种女朋友 安全敢拉满 以一敌十 这真不是在拍电视剧 自信点 拍电视剧都没那么夸张 惊叹声此起彼伏 陈阳则一脸平静 对付这群杂鱼 冷奥雪怎么可能会输 单方面虐杀 上演着极致的暴力美学 一套黑色运动衣 即使沾染上鲜血 也不容易看出来 最重要的是 方便拳脚活动 看看一口气解决掉 十几个人 连口气都不传的冷奥雪 再看看地上躺着的 那横七竖八的尸体 钱多静目瞪口呆 赵雄人傻了 他这些跟班 虽比不了职业保镖 但平时没少打架 拳脚功夫绝对不差 可在冷奥雪一个女人面前 竟如此不堪一击 手无腹肌之力 这是赵雄事前万万没料到的 你们刚才说 想废掉他 冷奥雪冷冷地扫了二人一眼 故多 钱多静 赵雄同时虎去一阵 吓得吞咽口水 钱多静紧接着 便被冷奥雪一个低扫腿 失去重心平衡 砸在地上 骨头与大理石亲密接触 来不及喊疼 咔嚓 冷奥雪用脚踩扁 踩碎了他的脚腕骨 啊 我的腿 无论钱多静 叫喊得多么撕心裂肺 冷奥雪皆是面不改色 咔嚓 又陆续踩断他另外一只脚 咔 咔 再抓起两只手 同时往外突然发力一扭 连根拧断整条胳膊 啊 这凶残程度 把身为老江湖的赵雄属实吓得不轻 没注意到身后的台阶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差点摔成四半 然而 当对世上冷奥雪侧身看来 仿佛装有湿山血海的双眼 赵雄才亲身体验到 何为极致恐怖 绝望 赵雄混迹圈子 江湖那么多年 从未如此恐惧过一个人 更别说一个女人 冷奥雪与他印象中的女人 截然不同 想不通 一个女人 怎会强悍到如此分上 要颜值有颜值 要伸手有伸手的他 为何要对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百般呵护 想不通 这实想不通 别 别过来 眼见冷奥雪面无表情 带着一身杀气夺步而来 赵雄双手支撑 配合双脚蹬动地面 不断往后退 直至退无可退 看到大名鼎鼎的赵雄 竟被一个女人 吓到宽尿裤子 众人只觉得不可思议 这样 你伸手不错 我引见你 咱们一起跟着报个做事怎么样 保证你吃香的 喝辣的 绝对比跟着那种小白脸更 碰 冷奥雪是如闪电的一脚 抢在赵雄把话说完之前 踢在了他脸旁 大理石包裹的强柱 顿时如同珠网般碎裂开 感官上的冲击实在太强 以至于赵雄两三秒后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耳朵 被冷奥雪一脚踩断 踩碎成肉泥 啊 捂着耳朵 完全看不到往日的威风凛凛 只剩下可怜 我说了 你们 没资格评价的 冷奥雪话音落下的同时 变得尖锐 甚至从皮肉之下刺了出来 那一抹森白骨头 搭配上血淋漓的场面 吓得不少胆小的看客 立马扭头 不敢再看 啊 我的 咔嚓 紧接着又是另外一条腿 然后抓起双手 往外突然一发力 连根拧断 作为职业杀手 更作为SSS级杀手 冷奥雪很清楚 造成怎样的伤害 是以现代医学无法医治的 必须给这些 敢敢侮辱自家师傅的狂妄家伙们 一点颜色瞧瞧 看到双眼上翻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几次昏厥 又几次因为疼痛惊醒过来的赵雄 钱多镜 众人不自觉倒吸一口凉气 太猛了 只是很快 又有一批人在酒宝的带领下 赶到现场 为首之人 正是赵雄心心念念的救命稻草 江宝 人称鲍哥 看到眼前这场面 纵然是身为老江湖的江宝 也不免倒吸一口冷气 瞳孔微缩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造成这一切的 竟然是个看起来人畜无害 顾盼生辉 一看就让人忍不住 生出保护欲望的女子 鲍哥 救我 救我 赵雄奄奄一息地喊道 美女 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 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你为何要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江宝问 那你得问问他们 说着 越想越气的冷凹雪 又是一脚踢踹在赵雄身上 扑 断掉他几根肋骨 面色俱变 瞪大双眼 从口中吐出一口鲜血 够了 你真以为会点三脚猫功夫 就能在这乱来吗 江宝本想和冷凹雪和解 没想到他压根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当着自己的面 还敢对自己的人下死守 在这么多人眼前 让他江宝的脸面往哪放 他一声令下 身后二三十人 迅速将冷凹雪包围 气势明显 与刚才赵雄带来的那些人不同 更凸显凶狠二子 你身手不错 给你一个选择 以后跟着我混 怎样 江宝向冷凹雪抛出橄榄枝 赵雄这个左膀右臂 如今被他给废了 江宝自然得另谋选择 你也配 冷凹雪冷到 哎 江宝叹息 不再多说 落下手 示意所有人出手 打负冷凹雪 有才华的人凹气点 在江宝看来很正常 而他最擅长的 便是以武力屈服这些硬骨头 啊 扑 我的腿 我的腿 不要 你不要过来 然而 之后的一幕幕 却是江宝万万没想到的 眼睁睁看着冷凹雪宛如战神 单方面且虐根了自己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老将 不到一分钟 二十多人 全部倒地 一个比一个惨 无力起身 剩下江宝一个人 孤立无援 看到冷凹雪一副杀风表现 势不可当的 朝向自己这边走来 似乎想要连同自己一并废掉 江宝慌了 操起一旁的酒瓶 执起手臂 对准冷凹雪 警告道 你别过来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见冷凹雪不为所动 江宝投掷出啤酒瓶 冷凹雪眼几手快 轻松抓住 然后以更大的力气 丢了回去 碰 酒瓶砸碎在江宝脑袋上 酒叶与玻璃碎扎四箭 他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 脑子让你别过来 江宝抬起手 摸了摸额头 疼到皱眉 当看到指尖上涂满的鲜血后 顿时暴怒 忍无可忍 伸手从背后取出了一样 令在场所有人恐慌不已 如做针毡的东西 手枪 不少人连忙躲到桌下 生怕被连累其中 冷凹雪停下脚步 没想到江宝身上 竟然带着这种东西 左右看看 试图寻找掩体 他的武器装备 全放在机车上 没带进来 他是杀手 不是神仙 正面挨上一发子弹 这个距离之下 飞死几惨 见冷凹雪微微动容 流露出一抹慌张之色 江宝得意笑道 狂啊 你刚才不是很狂吗 没想到我有枪吧 他只觉得万幸 带上了这个东西 否则今天恐怕真的在这里 放下酒杯 作为师傅 陈阳很清楚 自家徒儿的能力在哪 他已经替自己扫除大部分障碍 那么现在 是时候轮到自己出场了 做师傅的遇到麻烦 也不能全靠徒弟 否则会失去身为师傅的威严 抬手 抓住冷凹雪的肩膀 对他说 到我后面去 这个人 我来处理 是 冷凹雪乖乖答应 你来处理 你凭什么 江宝才反应过来 冷凹雪还有同伙 可上下打量陈阳一眼 并未把他当作一回事 一副文弱书生气 怎么可能会是热武器的对手 众人同样觉得 他一定是疯了 那个女人都对付不了的敌人 他怎么敢的 充当肉盾挡子弹 给女人找到出手时机 送死 那确实是个人都能办到 此刻 陈阳的行为在众人眼中 同送死没区别 还能凭什么 当然是凭实力 你是白痴吗 陈阳无语道 见自己掏出枪 陈阳非但没有要给自己下跪求饶的意思 依旧一副天不怕地不怕 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态度 好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 到底谁才是白痴 盛怒之下 江豹扣下了扳机 碰 枪声出唐那一刻 江豹笑容争鸣 净显得意 仿佛已经能预感得到 陈阳被自己一枪抱头的血腥画面 秀 陈阳却稳如泰山 挥手间射出一枚银针 与弹头相撞 针身虽然弯曲 却也使得子弹改变了方位 命中天花板 江豹下意识寻声 抬头看去 只见一颗弹头掉落下来 笑容凝固 视线追寻着子弹下落 低头的同时 目睹陈阳顺身上来 沙包大的拳头 快速充满整个视野范围 江豹还想举枪射击 碰 哄 陈阳的拳头 却是将他打飞出去四五米远 重重砸碎一张玻璃茶击 江豹全身疼痛的厉害 鼻血直流 鼻梁骨整根断裂 牙齿飞出不知道多少颗 动作艰难 试图起身 同时目光寻找着 刚才脱手掉落出去的枪 他伸手想要捡起 可陈阳的手 却快他一步 捡起 子弹上膛 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江豹 说说看 谁是白痴 江豹哑口无言 随后 脸上又多出一抹嚣张 你不能杀我 我可是四海会 碰 陈阳可没那么多耐心 听他自爆家门 扣下扳机 先瞄准江豹的右肩膀 来了一枪 打断经脉 骨头 这手臂算是彻底废了 见他依旧不打算收敛 还想威胁自己 碰 又是一枪 打穿江豹的左肩膀 你这个疯子 我背后可是四海会的糖 碰 碰 陈阳接连两枪 打穿 打碎江豹的膝盖 子弹全部打光后 陈阳随手把枪丢掉 这种民间改装货 万万可以 收藏 看不上 陈阳有更好的渠道 在黑山监狱里收的某小弟 便是专门干这个的 规模还不小 至于他入狱的罪名 陈阳没记错 人虽然在监狱里关着 但监狱外的生意 却一点不耽误 反而越做越大 越做越红火 应送了陈阳几个生产工厂 走吧 咱们换个地方 陈阳对冷傲雪说 好 临走之前 陈阳在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情况下 将一枚毒针 但只射入僵暴体内 到了一定时间 毒针融化 毒液便会顺着血液 侵入僵暴的五脏六腑 达到瞬间毕命的目的 到时候 陈阳不在现场 自然能摆脱嫌疑 特制毒针融化后 也找不出任何证据 开玩笑 敢用枪指着自己 并扣下扳机的人 陈阳可不会好心到 废了他的四肢 就轻易翻篇 相报这个人 必须死 同时用他的死 来警告他背后的人 好好想想 有没有那个实力针对自己 卧槽 这哥们好牛逼 刚才谁说 人家是小白脸 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窝囊废 你管这叫窝囊废 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他甩出一根 好像是针 弹开了子弹 用针弹开子弹 这怎么可能 我承认他很厉害 但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 够爷们 够霸道 难怪那绝色美女 会倾心于他 嫉妒不起来 真嫉妒不起来 陈阳走后 留给众人内心的震撼 却是不减反增 热意不断 完全是他们心目中 最最想要活成的模样 酒吧外 骑上机车 冷凹雪一点歉意 抱歉啊 师父 因为我的原因 影响您喝酒了 嗨 没事 正好我先前吃的有点饱 活动活动 萧萧时 陈阳让冷凹雪别放在心上 换个地方就是了 江城酒吧可不少 行 那我们换个地方 不醉不归 话是那么说 实际上 二人皆属于千杯烈酒 不醉的海量 不多时 冷凹雪骑着机车 来到一家 名为黑皇后的酒吧 名字取得很腹黑 实际上却是个青马 没有那么多节奏爆炸的动感音乐 舞台上 会有一些半职业歌手演唱 磨练技术 观众席偶尔也会有两个胆子大的 跑上去现唱 酒吧老板不会阻止 规矩就是 谁都可以去唱 至于能唱多久 得看台下观众同不同意 唱得好 观众可以买花捧场 唱不好 还想当卖吧 酒吧不介意卖点臭鸡蛋 给观众消气 陈阳和冷凹雪找了个空座 坐下后 点的依旧是那两样酒 朗姆 黑牌威士忌 酒刚上桌 身边就传来一阵鼓掌 喝彩 欢呼声 等了那么久 终于等到我女神了 女神加油 不要紧张 你是最棒的 好美 美到令我窒息 摄像头打开 开始录像 必须永久珍藏 女神 陈阳扭头看去 发现刚才现唱的那个男人 正从台上走下 而替换他的 确实是名女子 背影有些眼熟 带对方转身 坐在椅子上 一边调整吉他 一边调整话筒高度的那一刻 陈阳不禁感慨 是他 这个世界真小啊 师父 您认识他 冷奥雪问 嗯 之前逛商场的时候 偶遇一名老人家发病 性命垂危 我出手救了他爷爷 陈阳解释道 原来如此 冷奥雪又问 需要我去给您买两束花 待会送给他吗 萍水相逢而已 没必要打扰人家 陈阳摆摆手 举起酒杯 让冷奥雪专心喝酒 别去想那么多有的没的 好 冷奥雪答应一声 举杯回应 恰逢此时 台上传来了吉他 以及江小雪那动人的歌声 民谣 舒缓的节奏 搭配上他那独特的嗓音 以及牛仔裤 白体恤 和马尾变的干净打扮 感染力极强 这首歌 陈阳越听越耳熟 回想起是之前 自己踢一个叫萧玉荣的徒弟写的 那个徒弟 似乎是个明星 粉丝不少的样子 陈阳没多打听 这首歌本是陈阳为萧玉荣量身打造 现在听来 与江小雪也是出奇的相配 他一首歌唱完 不少人起立 掌声雷动 其中不全是颜值粉 被江小雪歌声打动之人 不在少数 只是掌声过后的一道声音 无比突兀 为何且刺耳 他一边鼓掌 一边走上台 好 弹得好 唱得也好 真不愧是我孙玉祥看上的女人 刚上台 台下立马有她的人 地上一树 有着999朵玫瑰的花 孙玉祥捧着花 往江小雪那边走去 面带笑容地对台下所有人说 感谢你们来看我女朋友的表演 为她喝彩 谢谢 不知道的 恐怕还真当回事了 然而此话刚出 便引得江小雪无情反驳 孙玉祥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谁是你女朋友 我们很熟吗 她和孙玉祥之间 说到底只是一个学校的同学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特殊关系 江小雪更是不止一次拒绝过孙玉祥 再三说明 自己不会做她女朋友 奈何孙玉祥 始终跟个狗皮膏药一样 越挫越勇 还逢人就说 自己是她女朋友 导致江小雪本身 就对孙玉祥为0的好感度 直接变为附属 现如今 南大谁不知道 你是我孙玉祥的女朋友 小雪 你又何必自己骗自己呢 听到这话 陈阳送进口中的酒 差点没喷了 孙玉祥这已经不能叫自信 而是自负到了极点 摊上这种人 不得不承认 江小雪真的很倒霉 那还不是 因为你在学校乱散播谣言 请你下去 我还要继续唱歌 对于孙玉祥送过来的玫瑰花 江小雪不打算接 内心只有反感 在场这些人 多半知道孙玉祥的身份 敢怒不敢言 剩下一部分人 则是不想自找麻烦 为了一个注定 并不可能会和自己牵扯上关系的女神强出头 显然不值得 主要没那实力 把握不住 而孙玉祥这边 当众吃扁后 正有些压不住怒火 忽然注意到屏幕上 即将播放的背景音乐 再看向摆在旁边的钢琴 眼珠低溜一转 记上心头 小雪 你接下来要唱的歌 不仅需要吉他 还得有钢琴合奏 不如 不如让我来吧 陈阳的声音 抢在孙玉祥之前传出 众人目光纷纷聚焦向他 好奇是谁那么勇 胆跟孙玉祥叫板 江小雪同样目光看向陈阳那边 站起身 眼中满是惊喜 是你 神医 他没想到 居然会在这里见到陈阳 缘分这种东西 还真是妙不可言 侧目一眼 看到江小雪对待陈阳 与对待自己时 截然相反的热情表现 孙玉祥心里这束缸子 瞬间打翻 你他妈谁啊 这里有你的是吗 想来蛤蟆吃天鹅肉 先撒泡尿照照自己 有没有那个姿 啪 失去平衡滚落台下 锅躁 你 你敢打我 孙玉祥捂着脸 怒声质问 怎么 想再挨一巴掌 陈阳反问 一个眼神 便吓得孙玉祥赶紧闭嘴 咬牙切齿道 你给我等着 神医 你赶紧走吧 那家伙不好惹的 见孙玉祥气冲冲离开 江小雪赶紧劝说陈阳 不想他因为自己 被牵连进这件事 陈阳可是老爷子的救命恩人 自己不报答 他就算了 怎么可以再给他增添麻烦 没事 别管他 我弹 你唱 陈阳走去 坐在钢琴前 这小子真是疯了 打了孙玉祥 居然还不赶紧逃 是啊 在南大 谁不知道孙玉祥这个人 牙子必爆 那么响一声巴掌 不打断他一只手 绝对解决不了 这小哥哥好帅 好霸道 是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你们女人啊 我们女人怎么了 你不也是冲着江啸花的颜值来的 这 男生背对的一时雅言 不服气的说 江啸花怎么了 他有才华 跟某些只知道用暴力手段 解决问题的人可不一样 瞬间评价起陈阳 从他的坐姿来看 一眼业余 我可是音乐社正式成员 不会骗你的 然而下一秒 当陈阳的食指 开始灵活在琴剑上 舞动起来的那一刻 男生瞬间被打脸 关于这一点 男生自己也很清楚 正因为是音乐社的正式成员 他比旁人更能理解 陈阳的弹琴技术有多高超 足以比尖世界级大师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一个小小的音乐社正式成员 都能理解的高水准技术 更别说担任音乐社副社长的江小雪了 满脸意外 惊喜 没想到陈阳不仅长得帅 艺术高超 连艺术造诣都如此之高 见陈阳放缓节奏 目光看来 江小雪连忙拿起吉他 波动琴弦 一夜薄唇凑进话筒 唱出歌声 整场发挥 比江小雪想象中更加完美 是从未达到过的高度 江小雪很清楚 这全是多亏陈阳 多亏他那炉火纯青的弹琴技巧 掩盖他不少缺点 才给众人带来了一场极致的音乐盛宴 全体起立 掌声如雷鸣 刚才谁说人家业余来着 女生阴阳怪气吻 我的错 是我打眼了 这人真的强 世界极水准 男生听得如痴如醉 无比感动 这让原本对音乐半懂不懂的女生 对于陈阳的仰恶 又猛然上涨几分 专门学音乐的人都那么说了 再差又能差到哪里去 更别说男生一开始 可是站在陈阳对立面上的 结果人家动动手指 就把他给彻底折服了 陈先生 您真的太让我意外了 您的情界 是我见过最优秀的 没有之一 江小雪发自内心说 在外人眼中 他俨然成了陈阳的小迷妹 有那么夸张吗 一点爱好而已 陈阳谦虚道 不夸张 绝对不夸张 如果您去参赛 绝对可以为我们大厦 赢回来不少国际荣誉 江小雪一脸兴奋 情不自已 抱歉 意识到自己离得太近 都快贴到人家身上去了 面颊一红 赶紧退后几步 拉开距离 江小花这表现 我怎么感觉 有点大事不妙 坠入爱河了 别 别说这种话 让我继续保留一点幻想 兄弟 自欺欺人没意思 人家要才华有才华 要颜值有颜值 再看看你有什么 拿啥跟人竞争 我上辈子是杀了你全家吗 说话那么残忍 你的心 铁定是黑的 别着急 他能不能全身而退 还说不定呢 哪怕他再有才华 跟颜值 如果残废了 也不可能有女生 会喜欢上他的 残废了 起初还有些无法理解 他这话想要表达的含义 可当追寻他的目光看去 看到杀气腾腾赶回来的 孙宇祥时 众人恍然大悟 尤其是他背后 那几个榜大腰圆 一脸匪气 看就十分凶猛的壮汉 知道陈阳肯定要倒大霉了 孙宇祥现在非常生气 一进门就听到 陈阳那大师级的钢琴收尾 看到众人为他 与自己内定的女人 欢呼喝彩 仿佛他们才是 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里孙宇祥十分不爽 感觉处处都被陈阳压制着 这个脸 这个场子 不找回来不行 他要让陈阳知道 敢打自己脸的下场 有多惨烈 想和江小雪之间 擦出爱情火花 做梦 孙宇祥直接让人 打断陈阳的第三条腿 让他变成太监 看他还怎么擦 看到孙宇祥 带着人气势汹汹杀回来 江小雪行动到 你快走 我去替你拦住他们 啪 陈阳却在江小雪 刚迈出步子时 抓住了他的手腕 放心 没事的 真正需要担心的 应该是他们才对 陈阳看得很清楚 冷傲雪把手伸到了桌子下面 拆下一根钢管 然后起身 拦在了孙宇祥他们的 必经之路上 见有人赶拦自己的路 孙宇祥刚要动怒 当看清楚冷傲雪 那绝美的容颜后 这怒火瞬间浇灭 唇角扬起道 怎么 美女 想跟我搭讪吗 他不介意让江小雪看看 自己还是很抢手的 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材有身材 要钱有钱 当然 这里面大部分是孙宇祥自认为的 呵 冷傲雪被孙宇祥的话给逗笑了 见他笑了 孙宇祥虽然有些不明所以 却也跟着傻笑 直到看见冷傲雪 举起手中的钢管 双手抓住 朝自己这边抡了过来 右胳膊 当场粉碎性骨折 整个人砸在玻璃茶几上 一地碎玻璃 你找死 孙宇祥带来那几个大汉 反应过来后 立马出手 冷傲雪面不改色 行云流水般 在他们之间穿梭 他们的拳脚 总是会晚上一步 碰 碰 碰 紧接着的下一秒 头顶传来一声闷响 血流满面 硬生倒地 冷傲雪所经之处 一片躺尸 全场沉默 谁也没想到冷傲雪这么猛 滚 冷傲雪一字落 那些打手连滚带爬离开 如同遇见阎王所命 避之不及 师父 您打算怎么处置这家伙 冷傲雪用手中钢管 拦住同样想逃跑的孙宇祥 师父 众人亦没想到 陈阳不仅和笑花江小雪认识 还跟冷傲雪这个极品冷美人有关系 而且 关系还不浅 关系不深 能让人叫师父 这种特殊癖好 在他们看来 得达到一定亲密度后 才能解锁 和玩游戏差不多 完全没想到 陈阳与冷傲雪之间 如字面意思 是真正的师徒关系 羡慕 羡慕极了 想着自己要有她十分之一的本事 至于母胎 单身到现在吗 孙宇祥同样想不明白 自己为何会被莫名其妙一顿毒打 原来这个女人拦下自己 不是为了搭讪 而是为陈阳出头 废了 丢出去 陈阳摆摆手 不想多在孙宇祥这种人身上 浪费时间 是 冷傲雪果断出手 打断孙宇祥的两只手 三条腿 让她成了太监 然后抓起她的一条腿 如同垃圾一般拖行 丢出黑皇后酒吧 你继续唱 好 江小雪其实想说 多打扰一下 也没关系 看到陈阳于解决完孙宇祥 赶回来的冷傲雪 面对面坐下 江小雪忍不住去猜想 他们之间的关系 姐弟 朋友 还是男女朋友 察觉到众人紧盯自己的奇怪目光 赶忙回过神 摇晃摇晃脑袋 清除掉多余想法 坐回椅子上继续唱下一首歌 自始至终 黑皇后酒吧的人从未出面 不是不想 而是有人拦着他们 一名身穿旗袍的性感女子 正站在二楼 偷偷注视着冷傲雪与陈阳 在看向面前坐着 瑟瑟发抖 与魁梧形象完全不符合的男人 问 你没看错 他真是SSS级杀手 不会有错的 我这只眼睛 就是被他一刀砍瞎的 当时如果不是我跑得快 估计连命都没了 男人代号灰熊 是一名S级杀手 SSS级杀手 为什么会叫那个年轻人师傅 小情侣之间的情趣 旗袍女子好奇道 不 你没看到吗 他的眼神里 对于那个男人 满是尊重与敬畏 他 绝对不像你表面上 看着那么简单 灰熊说出看法 不忘提醒 老板娘 我劝你别去好奇 无论那个女人 还是那个男人 都不是你我能招惹得起的 旗袍女子文言 并未多说 唇角勾起一抹目 不可查的微笑 陈阳在他眼中 就如同那潘多拉磨合 越说不能打开 越想打开 刚才那小子是孙涛的儿子 你跟他还蛮熟的 不去通知医生 他儿子被人打成残废 八成不会轻易了结 老板娘提醒道 说的也是 灰熊起身离开 当儿子的已经作死过一次 灰熊不能再看着他 老子去作死 阻拦 别开玩笑了 冷傲雪 想废的人 他灰熊哪来胆子敢阻拦 除非活腻歪了 十几分钟后 市中心医院 孙涛急急忙忙赶到604病房 推开房门 儿子 你没事吧 爸 我 看到孙涛出现 满身绷带石膏的孙玉祥 直接泪如绝地 爸 我好恨 你要帮我报仇 帮我好好教训那队 把我变成残废的狗男女 放心 敢把你伤成这个样子 不管对方是谁 爸一定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孙涛牙齿快咬碎地说 舌头能感觉到细小的碎牙渣子 火冒三丈 这时 房门被推开 孙涛下意识看去目光 意外道 灰熊 您 您怎么会到这来 孙涛有些产业不假 却还没膨胀到 敢在S级杀手面前摆架子 礼让三分 七分 更别说 您来得正好 我这刚好有个任务 两个打伤我儿子的人 想请您出手 替我杀他们 孙涛到 本来打算询问嫁捡 啪 谁知道 灰熊一巴掌 直接打得他原地转了一圈 头晕眼花 大脑一团江湖 您 您这是做什么 孙涛惊恐中带着不解 压抑怒火问 不记得自己 最近有干过得罪灰熊的事 更重要的是 没那胆量 你想死没关系 别带上我 灰熊吼声惊人 震得孙涛双耳发麻 我不明白 您这番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孙涛捂着耳朵 嗡嗡直响 你知不知道 你儿子得罪的 和你想杀的人是谁 灰熊扯着嗓门道 不 不知道 孙涛摇头 但听灰熊这意思 看他这态度 孙涛不是傻子 已然能意识到 自己似乎惹错了人 他不是第一次 跟灰熊合作了 却是头一次 看到灰熊露出害怕 怂的表现 一个连S级职业杀手 都不敢得罪的大人物 弱小限制了 孙涛的想象力 他比我 还多两个SS 多两个SS 孙涛两秒后才反应过来 双眼瞪大如铜铃 瞳孔地震 SSS级职业杀手 没错 你应该知道 SSS级杀手 意味着什么吧 这个世界上 只要是他们想杀的人 没人拦得住 灰熊之所以说这些 就是想让孙涛明白 这其中的厉害 不要去作死 这里面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又或者 是您看错 啪 不给孙涛把话说完的机会 灰熊又是一巴掌 打得他原地旋转 老子这只眼睛 就是被他一刀砍瞎的 你说 我会不会看错 啊 孙涛捂着脸颊 鲜血从嘴角流下 不敢怒 不敢言 想不通 自家儿子 怎么会得罪上那种狠人 别说复仇他们 你先去摆摆菩萨 祈求人家别来报复你 灰熊言之以尽 孙涛要还想做死的话 他不拦着 他吗 孙涛捕捉到关键词 另一个年轻人 我虽不知道他的身份 但我看得清清楚楚 SSS级杀手在他面前 一口一个师父 十分敬畏 灰熊如是说 SSS级职业杀手的师父 听到这话 孙涛大脑翁的一声 如遭晴天霹雳 SSS级杀手已经够恐怖的了 调教出SSS级杀手的幕后人物 光是想想 孙涛下意识夹紧双腿 差点尿出来 这种在死亡边缘 反复横跳的后知后觉 当真叫人不寒而栗 才反应过来 原来灰熊一反常态 是为了救自己 让自己迷途知返 爸 哪有他说的这么夸张 那小子跟那女人看着 比我大不了多少 顶多学过几天跆拳道 格斗术之类不值一 怕 混账东西 孙涛见孙宇祥仍不知死活 抱有侥幸心理 反手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你给老子闭嘴 这件事到此为止 不要再去想什么报仇的事 地下世界 远比你想象中的要恐怖 那些人 更不是你我能招惹得起的 孙涛怕了 怂了 他有钱不假 但在有钱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与废纸无异 麻烦您带下路 察觉到灰熊眉头皱起 又要抬手的趋势 孙涛马上抱住脑袋 大喊解释 别误会 我只是想去亲自向他们赔礼道歉 彻底了结这件事 作为企业老总 孙涛唯一能拿得出来的 就是钱 他在想 要给陈阳 冷傲雪多少钱 作为精神损失补偿才合适 回到黑皇后酒吧 属于江小雪的歌全部唱完 他从台上走下 打算请陈阳 冷傲雪喝一杯酒 作为替自己解为的感谢 身为黑皇后酒吧的常驻歌手 一来二去 江小雪也熟悉了 知道哪些酒值的推荐 只是 刚准备开口 就注意到体型壮硕 如战利满熊般的灰熊 与孙宇祥之父 孙涛一同从门外走近 江小雪曾偶遇过孙涛 得知孙宇祥在追求自己以后 孙涛表示 很满意江小雪这边媳妇 一边用下流的眼神上下打量她 一边说 希望她可以成为自己的媳妇的话 听得江小雪毛骨悚然 更加坚定 要和孙家父子二人保持距离 陈先生 孙宇祥的父亲来了 还带了个很恐怖的打手 我带你们从后门离开 江小雪加快脚步 来到陈阳面前 无妨 陈阳顺着江小雪的视线看去 并未将灰熊 孙涛二人放在眼里 冷傲雪同样扭头看去 注意到灰熊的存在后 直接操起那根放在旁边 鲜血还没完全凝固 干透的钢管 冷小姐饶命 冷小姐饶命 我不是来给您找麻烦的 看到冷傲雪这阵仗 吓得灰熊近两米高的庞大身躯 一下腰斩大半 众人站起一看 才发现 原来是他跪在了地上 看得江小雪一脸猛 这人不是孙涛找来的打手吗 怎么还没动手 就给人跪了 灰熊眼下的行为 与他凶悍的外表 呈现出极大反差 目睹灰熊在冷傲雪面前的卑微姿态 孙涛更加坚定 要认错道歉的决心 扑通一声跟着跪下 磕头道 让他给二位添麻烦了 我靠 什么情况 身家十亿的富豪 居然给他们下跪了 他们难道不是 来给孙宇祥找场子的 我没眼花吧 孙涛这种大人物 跪了 众人眨眼的眨眼 柔眼的柔眼 一度怀疑 自己是不是眼花 产生了幻觉 可不论怎么眨眼 怎么柔眼 眼前所见 始终不变 你倒是有点脑子 比你那床儿子强多了 陈阳笑道 您教训的是 教训的是 我保证 以后会好好管教 那个逆子 绝对没有下子 如果有 千刀万剐 我孙涛愿任凭处置 孙涛知道 陈阳应当就是 灰熊口中说过的 SSS级职业杀手的师父 尽管来前便已经知晓 他很年轻 做足了心理准备 可当真正看清楚 陈阳的容貌后 孙涛依旧不免被吓了一跳 不知道的 估计还以为 是哪个当红奶油小生呢 若非灰熊提醒自己 孙涛绝对不会把 陈阳这么一个 看着人畜无害的年轻人 与调教出 SSS级杀手的大人物 联系到一块去 太为何 殊不知 陈阳真要发起狠来 号称万人图的冷凹雪 也得自叹不如 江小雪猛上加猛 目光看向陈阳 很好奇 他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把孙涛 吓成这个样子 觉悟不错 孙涛这种实实物为俊杰者 陈阳并不讨厌 拉脸 拉脸 孙涛跪地前行 用膝盖走路 双手高举一张银行卡 来到陈阳面前 这是补偿给二位的一点小小心意 不成敬意 还请收下 语出惊人道 卡里有一亿 密码六个零 一个亿 此言一出 立马引爆全场 一片哗然 我靠 什么情况 那两个人把他儿子废了 他还跪地求饶 主动拿出一亿补偿对方 这个世界太魔幻 我有点看不懂 有啥魔幻的 这些有钱有势的人 要真打得过你 恨不得骑在你头顶 拉屎拉尿 他不敢 说明那两个人的来头比他更大 确实 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这得是何方神圣 才能让孙涛这种大人物 心甘情愿拿出一个亿来和解 是啊 身家十个亿 何能拿得出十个亿 是两码事 一时间 针对陈阳的猜想不断 有人认为 他是某某帝都顶流家族的大少爷 来江城旅游的 更有人认为 他父亲全是滔天 属于当红人物 陈阳对于他们怎么想 并不感兴趣 收下孙涛献上的一衣补偿 白给的钱 干嘛不要 那我就不打扰几位了 见陈阳收下银行卡 孙涛转身 连滚带爬地离开 灰熊则看向冷凹雪 听后发落 滚 好嘞 我马上滚 冷凹雪一句话 灰熊立马滚蛋 只不过和孙涛不同 他是朝楼上滚的 确认这场闹剧 可以画上句点后 顿时长松一口气 那颗高高悬在嗓子眼的心 总算得以安稳落地 陈先生 你也太厉害了 居然能让孙涛那种人 向您低头 还给您一个亿 江小雪对于陈阳的 吃惊与崇拜 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五体偷电 之后 点来两杯他个人认为 陈阳 冷凹雪 或许会喜欢的酒 陈阳 冷凹雪品尝过后 评价都不错 九分朝上 十分智 对了 你刚才唱的那些歌 好像大部分都是一个人 陈阳随口问 对 萧玉蓉 我偶像的歌 我很崇拜和喜欢他 有朝一日 想要跟他一样 站在大舞台上 唱给更多人听 说起萧玉蓉这个人 江小雪眼中 微光闪烁 满是向往 你这么喜欢他 陈阳再问 嗯 江小雪重重一点头 无论他的人品 才华 我都很喜欢 尤其是他的作词作曲能力 如果可以的话 真想跟他聊聊 他是怎么写出那么美的歌词 叶雪这首歌的词 更是绝美 我个人看来 可与古时候的大文豪一较高下 叶雪 听到这两个字 陈阳淡淡一笑 心说 那词不是我写的吗 叶雪这个歌名 倒是他让萧玉蓉自己决定的 陈阳看向冷傲雪 问 没记错的话 你们当时好像是一起来的 跟他走得很近 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一起来指的是拜师时间 前后差距不大 冷傲雪早来几分钟 成了师姐 有 冷傲雪拿出手机 开始操作 他 他是谁 江小雪听得云里雾里 冷傲雪在联系人名单中 找到萧玉蓉 然后抬眸看一眼江小雪 问他要来联系方式 给萧玉蓉发送过去 配文 你的粉丝 是否让家的 好好照顾 萧玉蓉描回一个OK表情包 不多时 江小雪的手机提示 应变响起 不好意思 他拿出手机 看一眼 有人想家自己好友 起初并不打算放在心上 可当看见被著名为 萧玉蓉三个字后 江小雪瞬间不淡定了 尽管可能性微乎其微 大概率是骗子 江小雪还是抱着一丝侥幸 点击同意添加好友 万一是真的呢 萌萌萌 萧玉蓉那边很快传来消息 你好 我是萧玉蓉 很高兴认识你 江小雪打字回复 你说 你是萧玉蓉 怎么证明 叮铃铃 下一秒 视频电话打来 江小雪忐忑地按下接听见 一度怀疑 会不会是新型诈骗 你好 我是萧玉蓉 可当电话接通 看清楚对面 正跟自己打招呼的人以后 江小雪激动到 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萧玉蓉 你 你真是萧玉蓉 可是 你怎么会 我 江小雪语无伦次导 我师父叫陈阳 他说 你是我的粉丝 让我好好照顾你 萧玉蓉解释说 陈阳 江小雪美眸一瞪 目光转向陈阳 难以置信问 陈先生 是我 陈阳微笑点头 什么 师父在你旁边吗 师父 我是玉蓉啊 我最近在其他地方开演唱会 暂时没办法回去见您 等我忙完这边的事 一定第一时间赶回去 当得知陈阳就在江小雪旁边后 萧玉蓉原本的端庄典雅 荡然无存 江小雪隐隐约约 能在萧玉蓉身上看到 自己面对他这个偶像时的影子 济世感过强 不过 更令江小雪吃惊的 还得数 陈阳是萧玉蓉师父这件事 看眼正拿着自己的手机 和萧玉蓉谈笑的陈阳 江小雪忍不住联想 难道 萧玉蓉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 全是多亏陈先生在幕后指点迷惊 暗中策划一切 从萧玉蓉刚才的态度 那凡表现 江小雪不难看出 他有多仰慕陈阳 与自己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太强了 陈先生实在太强了 回想起陈阳芳 才弹奏钢琴时的完美表现 对于音乐的高造诣 给萧玉蓉当师父 绰绰有余 若非亲眼所见 根本不敢想象 一个人居然可以优秀 全能到这种份上 纵然在别人眼中 是天才的江小雪 此刻发自内心认为 与陈阳相比 自己顶多 只能算个普通人 差得很远很远 遥不可及 我讲完了 你有什么想问他说的 直接问 无须客气 陈阳和萧玉蓉讲完话 把手机还给江小雪 好 江小雪擦了擦双手 很郑重地接回手机 完全将萧玉蓉这个人 捧上神坛 不夸张 毫不夸张 之后 他一口气问了萧玉蓉很多问题 关于创作与感悟 建议之类 萧玉蓉毫无保留的回答 毕竟和师父陈阳有关 他交代的事 必须完成 况且 萧玉蓉对待自己的粉丝 一向耐心 热情 生活中并非喜欢摆架子的人 更没有因为 惯以最年轻天后的头衔 膨胀 目中无人 觉得天下无敌 每当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便会回想起 被陈阳这座大山之配 碾压的恐惧 嚣张不起来 那个 玉蓉姐 挂电话之前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想请教你 好 小雪妹妹你问 我一定置无不言 经过这一会儿的时间相处 两人之间 开始与姐姐妹妹相称 关系拉近不少 我想知道 你是在怎样的氛围 与心境下 创作出夜雪这首歌 其实 夜雪这首歌 不是我写的 萧玉蓉大大方方承认 不是你写的 可作词一栏写的 确实是你的名字 江小雪奇怪问 那是因为师父淡薄名利 嫌麻烦 所以才有我代替 萧玉蓉说明道 随后 江小雪更是从萧玉蓉口中得知 他最最喜欢的那几首歌 歌词全部是由陈阳亲笔所写 再看向陈阳 这眼神变得完全不一样 玉蓉姐姐再见 挂断电话 江小雪面对陈阳时 有些手足无措 放心松 我又不是老虎 不会吃人 陈阳是当说着玩笑话 想要活跃气氛 没想到我 喜欢了那么多年 抄了上百遍的歌词 全是陈先生明写的 江小雪从背包里 拿出一个笔记本 和一支笔 鼓起勇气道 可以请您给我签个名吗 没问题 陈阳拿起笔 洋洋洒洒 写下自己的名字 这一手笔汉莫宝的好字 又狠狠惊艳了江小雪一把 拿到陈阳的签名后 江小雪决定回去后 立马找个话框表起来 珍藏一辈子 没有过多停留 心满意足告别陈阳 冷傲雪 很识趣 不去多打扰他们两个人 确实让冷傲雪 对他这个人 长了不少好感度 江小雪一离开 陈阳 冷傲雪开始拼酒 作为老板娘的旗袍女人 开口让酒保 把最好的酒有多少 给他们上多少 分文不取 人家不愿意出面 陈阳也懒得去深究 专心陪冷傲雪喝酒 转眼一个小时过去 桌上早已摆满空瓶 陈阳与冷傲雪脸上 只挂着淡淡红韵 稍显醉意 时间不早 要不今天就到这吧 陈阳提议 嗯 听师傅的 冷傲雪也有点合成了 离开飞黄后酒吧 陈阳又问冷傲雪 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富山居 空房间还蛮多的 不了 有些尾巴没处理干净 现在过去 会给师傅您 和师姐他们添麻烦的 冷傲雪婉拒 把机车暂时停在飞黄后酒吧 决定去马路对面的酒店住一晚 陈阳则拦在一辆出租车 坐上去 师傅 去富山居 回到富山居 刚打开门 便见叶清成一身真丝睡衣 紧贴身躯 将凹凸有致的曲线 清晰勾勒 一脸焦急 师傅 关雅好像出事了 出事 怎么回事 陈阳追问 我见他迟迟不回来 刚刚给他打了个电话 但接电话的 却是个男人 操着一口很凶的语气 叶清成很清楚 关雅心里装着的人是谁 容不下其他人 所以不可能会把手机这种贴身之物 交给别的男人 大概率是出事了 陈阳拿出银针 在身上扎了几下 本就所剩不多的醉意 烟消云散 眼神明澈 坚定 这件事交给我 你明天还有工作 早点睡 问叶清成要来车钥匙 陈阳坐上车 急驰下山 一只手操控方向盘 另外一只手五指 同时在键盘上飞舞 一堆代码疯狂刷新 正在定位关雅的手机号 不到两分钟 成功定位坐标 轰轰轰 陈阳由门踩到底 一路狂飙 原本半个小时的路程 愣是被他不到十分钟搞定 来到一家名为天朝的五星级酒店 先生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见陈阳一身杀气走来 桂坛小姐即使身心素质再高 这言语 依旧不免听出几分颤抖 仿佛面对一尊滔天杀神 我找关雅 好的 我马上帮您查 证明 不需要证明 面对陈阳 桂坛小姐唯有服从 生怕不按照她说的去做 自己会丢掉性命 她在十三楼六号包厢 桂坛小姐一抬头 才发现陈阳早已不知何时消失 无影无踪 好似从来没存在过 见鬼了 桂坛小姐双腿发软 瘫坐在椅子上 没注意到 正在上升改变的电梯层数 转眼来到十三楼 陈阳直奔六号包厢找去 梁老大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 该不会是出事了吧 能出什么事 一个女人而已 话是那么说 但那女人在阳城貌似影响力不小 非白通吃 梁哥把她办了 不会出事吧 哼 正因如此 她才更不好意思说出去 你想想 多丢人 这样梁哥就能拿这个作为把柄 要挟她了 原来是这样 难怪梁哥来前 让我帮她换个有高清摄像头的手机 则则则 那女人简直人间有物 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机会尝尝 放心 梁哥还能亏待你跟我妈 嘿嘿 碰 听到门后猥琐的对话声 陈阳一脚踹开房门 你是谁 来干 碰 陈阳如同顺一般 出现在花壁男面前 一拳打断她的鼻梁骨 力道穿透进炉内 搅碎脑水 一击毙命 信良的在哪 陈阳反手又掐住另外一人的脖子 提起凶狠质问 男人伸手到背后 想要拔刀 碰 陈阳直接一拳 猛地砸在她肩膀上 肩骨一下 多出几十道裂纹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信良的 在哪 陈阳眼中仿佛能喷出火来 倘若眼神能杀人 男人已经死了成百上千次 碍于他的强势 恐怖杀意 男人不得不妥协交代 梁哥去 去厕所了 话音刚落 只听咔嚓一声 人重重摔在地上 没有任何反应 眼睛瞪大 嘴张得更大 陈阳顺着指示牌 快速朝厕所找去 刚看到入口 已是能听见梁鹏的声音 我说关总 要效发作那么难受 你就别忍了 赶紧出来 大家一起快乐快乐 难道不好吗 这可是我专门托朋友 从鹰派进口回来的高级药丸 任凭你一直在坚定 过不了半小时 清纯不在 只剩疯狂 与其到时候卑微求我 不如趁早从了我 从你妈 陈阳的声音 破空传入耳中 梁鹏转身看去 看到的只有陈阳沙包大的拳头 碰 哄 整个人倒飞出去 后脑勺重重砸在墙砖上 你他妈谁啊 敢动我 你知不知道 我是谁 我可是四海会的糖 咔嚓 陈阳肩步上前 一脚踢在梁鹏喉咙上 骨头瞬间化作鸡粉 血肉爆开 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皮 勉强扯住往下掉落 面带惊恐之色 完全没料到 自己会是这么个结局的脑袋 陈阳无心在他身上 浪费太多时间 听到门锁啪哒打开的声音 迈步走去 拉开厕所门 小雅 你妹 师父 我感觉好奇怪 热 他眉眼如丝 波光玲玲 原本白皙如玉的肌肤 此刻好似水蜜桃般粉嫩 仿佛轻轻掐一下 便能掐得出水来 歪心色 比起那个 陈阳一眼看出 关雅受药物影响极大 忍耐了太久 再这样下去 迟早烧坏脑子 赶紧单手抓取三根银针 刺入关雅的对应穴位 替他压制药效 抱起关雅 先去其他楼层 敲门 确定房间里没人以后 抓住门把手 用力一拉 强行破门 这种万分危急的时刻 陈阳可没时间 浪费再去开房这件事上 抱着关雅来到浴室 把他放在浴缸里 打开花洒 水龙头 往里面放冰水 银针排毒的同时 雾里降温 直至看到关雅嘴唇被动的发紫 陈阳才将他从浴缸里爆出 退去衣物 擦干身体 放到床上 盖好被子 把脉 确认关雅脱离危险后 陈阳方才安心 眼中的怒火 却是丝毫不减 修复门锁 返回楼下 用化湿粉清理干净现场 陈阳单独留下凉筒的脑袋 装进一个黑色垃圾塑料袋 离开酒店 决定前往四海会大本营 之前的江报 再加上现在的凉棚 这个四海会 陈阳是越来越容不下了 原本江报得罪自己 陈阳杀了他 这件事便相当于画下句点 怎料又钻出来的凉棚 还敢伤害他最珍视的土地 对关雅出手 罪不可赦 四海会要给不出一个 能令陈阳满意的说法 陈阳不介意 让他们提前退出历史舞台 四海会浑然不知 自己究竟招惹上了一个 何等恐怖的杀神 龙翼堂堂主张孝 古代字画一幅 价值一千两百万 狐翼堂堂主凌威 帝王绿如意一个 价值一千万 狼翼堂堂主杨金宝 金珠一支 价值八百万 此时的四海会 正张灯结彩 为会长秦世海庆生 各大堂主 纷纷献上厚礼 听着几百万 上千万的喊价 秦世海啸的何不拢嘴 满意 很满意 够他长脸 奇怪 怎么不见 顺翼堂堂主梁鹏 传言梁堂主 最近风头太盛 又要造反的意思 该不会被镇压了吧 噓 别乱说 当心被人听见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正在此时 一个黑色垃圾袋 从众人头顶掠过 砰的一声落在桌上 还打翻了 装欲如意的盒子 摔碎成几大块 把虎翼堂堂主林薇 看得那叫一个心疼 顺翼堂堂主 人头一个 陈阳的声音 传入所有人耳中 人头一个 大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 然而下一秒 梁鹏便从垃圾袋里滚了出来 落地 映入所有人眼帘 顺翼堂堂主 梁鹏 哦 心里承受能力弱的 看到这场面 当场哇哇大吐起来 秦世海 与一众堂主 看到只剩脑袋的梁鹏后 同样大吃一惊 你是何人 为何要杀梁鹏 林薇站出来质问 这小子诚心 与我们四海会作对 先前才在我的地盘上 故意闹事 把我打成废人 没想到现在 又对我家堂主 下次毒手 实在可恶 可恨 江豹被人推着轮椅走出 属实没想到 陈阳会杀了他老大梁鹏 不过 江豹对此 内心不怒返笑 觉得陈阳太傻 只身一人 竟敢硬闯四海会大本营 他今日 绝不可能活着离开 插翅难逃 请会长出手 斩杀此 呃 脸红脖子粗 啊 头 我的头好疼 旋即 人直接倒下 从轮椅上摔落 蹊跷流血而亡 这诡异一幕 看待了所有人 完全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 秦世海摆摆手 让人把尸体抬下去 问陈阳 你为何要三番五次 与我们四海会为敌 你是哪家的 敢动我的人 不杀 留着过年吗 陈阳问 哈哈 秦世海不怒返笑 很好 有血性 能干掉梁鹏 证明你的确有些实力 不如加入我们四海会 做顺义堂堂主 怎样 听到他要重用陈阳 众人敢怒不敢言 不如何 陈阳驳斥 臭小子 给脸不要脸 林薇回头看一眼秦世海 确认他的意思后 冲身向前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发泄掉陈阳打碎自己 好不容易才找到 帝王绿如意的怒气 双手伸到背后 拔出脆火双鹰找刀 准备让陈阳皮开肉绽 血流不止 碰 哄 只是那刀刃眼看着 要触碰到陈阳 林薇反而倒飞出去 砸倒一片人 手下试图将他扶起 却发现他人昏死了过去 保险起见 手伸到鼻孔下一探 死 死了 才发现 林薇哪里是昏过去 分明被陈阳一脚踢死 他们当然知道 陈阳的战斗力很强 但这战斗结果 远远出乎他们的预料 并非没想过林薇会败 只是没想过 他会败得如此迅速 干脆 甚至付出性命 龙一堂的人 给我砍死他 狼一堂的人 谁要能砍死他 奖励十万 张笑 杨金宝两位堂主加入进来 认为这是一个 很好的表现机会 如今 林薇死了 梁鹏也死了 表现得好 说不定可以吞并他们的势力 龙一堂一样 奖励十万 见杨金宝开出悬赏金 张笑不甘落后 改头补充 命令与重金之下 永夫不断涌现 陈阳则上演着 为何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一拳一脚 其实笨着要人命去的 对待这些想杀自己的人 还客气什么 杀就完事了 梁金宝 张笑对视一眼 总觉得不对劲 人数优势 武器优势 压根没体现出来 短短几分钟时间 陈阳连皮擦伤都没有 他们的人 已然损失大几时 剩下那些 虽手持着明晃晃的刀刃 却毫无斗志 要上前的意思 不断后退 惧怕陈阳所表现出来的凶残 与强大实力 他很符合众人眼中 对于杀戮机器的幻想 强大到变态 无懈可击 看来 还得用这个 张笑撩开一板 拔出一把他随身携带的手枪 拉动枪击 子弹上膛 对准陈阳 毫不犹豫的想要扣下扳击 眨眼功夫 发现陈阳竟来到面前 抓住枪身 五指稍一用力 捏扁下去 再松手 枪身散架解体 看得张笑瞠目结舌 怀疑人生 这什么怪脸 陈阳眼急手快 抽出弹匣 退出一颗子弹 指尖一弹 扑痴 威力丝毫不输 贯穿张笑的眉心 鲜血见了秦世海一脸 惊得他虎去一阵 目睹这一幕的杨金宝 果断放弃与陈阳为敌的想法 打不过 实在打不过 但陈阳可没放过他 一巴掌 直接让刚刚还背对着秦世海的脸 180度旋转 面对他 秦世海差点眉下的魂飞魄散 只因杨金宝的身子 依然背对着自己 那张看习惯的脸 在秦世海的认知当中 活人根本不可能做到 所以 杨金宝已经是个死人了 各大堂主之间 有很大的决定权 我并不能完全干涉他们 若有得罪之处 他们现在既已全部被您击杀 还请到此为止 秦世海语气中 更多是恳求 不再以四海会高高在上的当家身份 跪下 陈阳坐在原本秦世海坐的位子上 开口道 意思再清楚不过 要让秦世海带领整个四海会臣服 这同样是官雅会找上梁鹏的主要原因 想笼络他 借此把势力从养城扩大到江城来 谁知道梁鹏这人胆大包天 竟敢在会谈桌上给自己下药 企图反过来掌控自己 这 四海会是秦世海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要让他就这么放弃 实在舍不得 你想死 简简单单三个字 逼迫秦世海到嘴边的话 咽了回去 凭陈阳的手段 秦世海丝毫不怀疑 他敢杀自己 陈阳弹出一根银针 刺入秦世海眉心 秦世海第一时间拔出 然而 毒液早已入体 说不出的难受 窒息感逐渐加强 陈阳不仅不慢地拿出手机 调出倒计时 对秦世海说 你还有五十秒 五十秒后 我如果听不到我想听的答案 江豹的下场 也是你的 江豹的下场 秦世海反应过来 江豹的离奇死亡 原来跟陈阳有关 好 我答应 我答应你 从今以后 您就是四海会的新会长 秦世海最终 还是屈服于死亡二字 比起失去权力 他更怕死 陈阳又射出一根银针 告诉秦世海 这银针只会暂时延缓毒药 每过一年 来找我一次 错过时间的话 准备好让人替你收尸 是 我一定进阶 陈世海连连答应 调整姿势 跪在地上 现在性命被人家拿捏着 他更加不敢反抗 陈阳扫一眼 其余在场的数百人 被他扫到的人 大片大片下跪 齐声喊道 拜见新会长 陈阳想法很简单 该杀的人全杀了 与其继续无意义地大开杀戒 不如控制整个四海会 交给官雅运营 以后但凡遇到脏活累活 都可以交给他们去做 陈阳对四海会了解不多 但从他们能被官雅选中 这一点来判断 本事应当是不小的 陈阳站起身 往大门方向走去 忽然停下脚步 举起拳头 碰 一拳打穿水泥墙壁 警告众人 若有二星 犹如此强 看着那被贯穿出 刚好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众人震撼不已 这位新会长 似乎更值得效忠 猛到不行 只差没把我无敌 你们随意这句话写在脸上 之后 陈阳直接返回酒店 打开房门就看到 官雅背靠床头而坐 脸上怨气似有似无地凝视自己 气氛尴尬 且暧昧 怎么 以为我把你抛下了 陈阳调侃问 师父 哪有您这样的 我都那样了 送到您嘴边了 您都不吃的 官雅嘴唇紧敏 面带几分委屈 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有魅力 一句话 当场把陈阳干沉默 不趁人之威 道成自己的不是了 难道要我冒着 有可能让你变成白痴的风险 与你做那种事 陈阳回过神 反问 白痴 听到这两个字 官雅瞬间不淡定了 回想起来 他是觉得那时候头痛欲裂 赶忙伸手 挽住坐在床边 陈阳的胳膊 贴近 将脑袋枕在他肩膀上 抬起一对秋水美眸 开口道 抱歉抱歉 是徒儿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还请师父原谅 实在不行 师父你现在想做什么 徒儿都愿意 那眼神着实勾人心魄 充满暗示 陈阳起身 卷其手中的合同纸 落在官雅头上 没点正行 哎呦 官雅双手抓住那卷合同纸 打开一看 还真是合同 而且不止一份 官雅打开看了看 这表情逐渐认真 意外 惊喜 师父 这是四海会名下 那些产业的转让合同 怎么会在您正问着 官雅思绪豁然开朗 想想也是 自己被人家欺负到这种头上 还险些失去清白 以陈阳的脾气 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们 官雅不难想象得到 陈阳在四海会里的各种霸道 血腥场面 光是想想陈阳一怒 为红颜的各种暴力画面 便觉得一身鸡皮疙瘩 肾上线素狂飙 更喜欢了 四海会上下已经被我打服 只要在那合同上签上名字 从今以后 你就是四海会的一把手 陈阳解释说 师父 您又是救我于水火 又是替我出头 拿下地盘的 让徒儿怎么感谢您才好啊 要不 以身相许 官雅半开玩笑道 什么叫半开玩笑 只要陈阳答应 他绝对不带丝毫迟疑态度 直接民政局领政 做他的女人 你这叫感谢 还是报复 陈阳打去说 师父 官雅娇称一眼 轻抖身子 行了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没事的话就回去了 清澄一直很担心你 陈阳话归正提道 嗯 多亏师父 已经恢复的差不多 官雅从床上下来 站起身 随后才从陈阳口中知晓 多亏叶青城 见他太晚没回去 打了一个电话 发现端倪 把这件事告诉陈阳 自己才能逃脱一劫 尽管平日里没少斗嘴 但这件事 官雅内心 还是很感谢叶青城的 在想 要怎么报答他 车子快到富山区的时候 给秘书发去一条消息 让公司准备好一笔 价值十亿的合同 给青氏集团送去 放下手机 见陈阳已经停好车 准备解开安全带下车 官雅抢先一步 解开安全带 凑身上去 在陈阳脸颊上拨了一口 这是徒儿给师父的谢礼 还请师父不要嫌弃 除此之外 官雅实在想不到 自己还能给陈阳什么 钱 陈阳要珍惜 含这种身外之物 又怎么可能会毫不在意的 把四海会交给自己 在官雅看来 能配得上 是金钱为粪土这句话的人 全天下除了自家师父陈阳以外 找不出第二个 对于他这番欺失灭祖的行为 陈阳无奈一笑 没说什么 反正自己又没损失 也不会掉块肉 下车 与官雅一起进屋 谁曾想 一进门 叶清成直接撞进自己怀里 体相扑鼻 双手抱住他的脑袋 便是狠狠在陈阳另外一边的脸颊上 狠狠巴唧一口 叶清成 你干什么 你想欺失灭祖吗 官雅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叶清成会当着自己的面 对陈阳搞突然袭击 怎么 只许你放火 不许我点灯 叶清成忧愿一眼 得 听到这话 官雅瞄懂 叶清成一定是隔着窗户 看到了自己刚才对陈阳的那番行为 我 我那是为了感谢师父 官雅挺起胸膛 礼不直气也壮的说 那我这也是为了感谢师父 感谢师父教会我那么多本事 就在刚刚 又谈成几笔过意的声音 叶清成何尝不是礼不直气也壮 你 官雅今天还真就跟叶清成杠上了 准备再次上前 让陈阳身上多出一道属于自己的烙印 打住 你们没完没了是吧 陈阳抬起手 用手掌与官雅的嘴唇 来了个亲密接触 师父 明明是他故意占您便宜 官雅民嘴委屈 叶清成轻哼一声 懒得多说 我困了 要整你们自己争 别带上我 陈阳伸着懒腰 打着哈欠 往二楼走去 哼 二女对视一眼 谁也不服谁 各自回到房间 而与此同时 一处四合院内 几个独门之人看着倒在地上 被陈阳一掌 捏碎半个脑袋的老者 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老者身为独门上层人物 实力多少 他们清楚得很 没想到死相竟如此凄惨 等等 这是 忽然 有人注意到 放在石桌上的一个小玻璃瓶 拿起可见 其中还剩点点黑色粉末 打开 绣纹绣纹 金大双眸 赶紧拿远 化石粉 这不是只有门主才能配置的顶级毒药吗 为何会出现在这 感受到他看来的目光 另外几人摇摇头 表示不知 同样不认为 老者有资格持有这种东西 因为配置方法 与材料都极难获得 哪怕身为门主 存货也不多 怎么可能会给他用 退一万步讲 老者真要有这个东西 又岂会被人捏碎头颅 接着 他们又注意到 地上那两处 仿佛火烤过后 留下来的焦炭痕迹 该不会 这话尸粉 是杀他们的人 留下来的吧 一人问 怎么可能 难道你想说 是门主杀了他们 门主有何理由那么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有可能是门内 某个与他有仇的人 从门主 那透了这话尸粉 又或者 除去门主之外 还有人懂得 要如何炼制化尸粉 几人更偏向前者 独门最顶级的独方 他们这些老人 都不会炼制 外人更加不可能 清理干净痕迹 独门这种组织 不适合暴露在阳光之下 然后带上那一小瓶化尸粉 踏上返回独门的行程 一切有门主看过后 再做定夺 两个小时后 一栋豪华别墅 这里是独门门主 岳正华所住的地方 独门主之炼制 各种剑血封喉 杀人于无形的毒药 副职干点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的事 都发展得不错 非常赚钱 门徒众多 称得上一个庞大的暗杀组织 在地下世界 名声赫赫 门主岳正华 更是一名SSS级杀手 代号独炎王 门主 陆星他们回来了 说有急事要见你 一名手下站在门口 禀报道 陆星 虽然疑惑这么晚 他能有什么事要找自己 但想了想 岳正华还是回应道 让他进来吧 是 几分钟后 陆星几人来到大厅 纷纷行跪拜之礼 拜见门主 你们不是去江城支援 曹冲他们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任务完成了 岳正华坐在红木椅上 用杯盖刮着茶杯口 抬眸一眼 问 回门主 曹冲他们 全死了 陆星如实说 什么 死了 怎么死的 谁干的 岳正华面露意外之色 我的人还在调查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陆星回答 既然没结果 那你大晚上来 难道只是为了告诉我 你有多无能吗 岳正华语气微变 吓得陆星赶忙解释 门主息怒 我在曹冲尸体旁 发现了化尸粉 想着 没准是内部成员 做的也说不定 化尸粉 你确定 这下 岳正华不淡定了 他刚刚才去确认过 化尸粉数量无误 正是 陆星走上前 双手线上玻璃小瓶 岳正华瞳孔微缩 一眼看出 瓶中之物 与自己炼制的化尸粉 存在细微差别 打开 秀文 激动起身 这是师父的手艺 师父 陆星挤人大眼瞪小眼 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 威名远播的岳正华 堂堂独门门主 居然有师父 谁那么大的能耐敢教他 不等他们问 已是听见岳正华 难掩兴奋的说 不会错的 这纯度 这手艺 绝对是师父 他居然出狱了吗 在江城 他记忆把话说到了这种份上 陆星等人 实在无法再去质疑 作为徒弟的岳正华 实力都这么强 作为师父 得何其恐怖 弱小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 门主 敢问 您师父是一位怎样的人 陆星好奇问 他是怎样的人 岳正华笑道 一个随便指点两招 便让我坐拥千亿身家 获得独言望称号 离无敌二字 最近的人 离无敌二字 最近的人 这话从本就实力强大的岳正华口中说出 含金量高到报表 无法质疑 他随后一句话 更是险些精调陆星几人的下巴 画师粉 便是师父教给我的 包括你们现在用的那些阎望珍 腐蚀丸 散魂物 岳正华讲出来的这些 基本可以说是整个独门的立足之本 这下 一行人完全理解 为何岳正华提起陈阳这个人时 会满脸敬畏 向往 骄傲 仿佛能拜他为师 是自己上辈子 做了不知道多少好事 才修来的福分 备车 去江城 我要好好为师父接风洗尘 岳正华大声道 是 陆星他们同样想见见 这位传奇人物 只是想不通 陈阳作为门主的师父 为何要屠杀独门的人 这其中 存在着怎样的误会 转眼 他们前脚刚入江城 后脚负责管理这一方的东区湛王 赵孝便收到消息 湛王 独阎望入江城了 独阎望 他来江城做什么 对于这个人 赵孝心存忌惮 一是独阎望的名声太大 二是他们的手段 太过千奇百怪 难以察觉 在不清楚情况下贸然动手 赵孝担心打草惊蛇 万一对方选择鱼死网破 把身上的毒全部散开 赵孝没少听闻 岳正华曾以一己之力 成功毒杀上万名 在国际上极其嚣张 被称为魔王军 人军杀人机器 祸害不知道多少无辜之人 以杀戮取了的雇佣兵 也正因那一战 岳正华被冠以独阎望头衔 令人闻风丧胆 毒门彻底打响名声 而毒门杀的 多为败类恶人 主战场在外国 再加上找不到证据 所以以赵孝为代表的官方力量 对他们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不把事情闹大 一切好说 如今 毒阎望这种SSS 极危险人物 出现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 赵孝怎能不担心 传令下去 让你们的人不要轻举妄动 盯住他们 随时向我汇报 是 部下领命 退身离开 几个小时后 天蒙蒙亮 战 手下再次来到办公室 见赵孝坐在椅子上 用手撑着脑袋 紧闭双眼 赶紧把到嘴边的话 咽了回去 赵孝听见动静 睁眼 看清楚来人后 摇晃摇晃脑袋 使自己保持清醒 然后道 关于毒阎望 有消息了吗 回战王 有消息了 他们去了一个叫做富山居的地方 部下回报道 富山居 赵孝听说过 那是江城最豪华的别墅 难不成 毒阎望大老远跑来 只是想移居江城 赵孝可不认为他会那么闲 紧跟着问 富山居里面 可有助人 有 部下点头 这个人 您还很熟 谁 赵孝追问 先前在医馆 为您治病的那个 叫做陈阳的年轻人 部下答道 什么 是他 毒阎望是冲着他去的 赵孝猛然起身 一瞬间 思路全部打开 理清楚一切 难怪 我原本稳定的身体 会突然发病恶化 看来 这里面八成有独门的影子 他们这是 想除掉神医 防止下次再对我出手时 会被他救回来 意识到这一点后 赵孝赶紧开口 快 被车 带上一千人 全副武装 做好五级毒防 火速前往富山居 赵孝后悔 悔自己怎么没早点意识到这些事 把陈阳一个普通人 还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牵扯了进来 心中立士 毒阎望 你若敢对神医出手 哪怕逃至天涯海角 我赵孝必不会放过你 富山居别数 陈阳刚从洗手间洗漱完 出门便见叶青城神色紧张地 来到自己面前 师父 外面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哪不对劲 陈阳面露一色 一辆车从半个小时前 就一直停在那 有人坐在副驾驶位上 车窗打开条缝隙 用很凶狠的眼神盯着别墅 叶青城担心他们会乱来 想问问看陈阳的想法 要不要报警 抛开眼神不说 富山居属于山顶别墅 一般人应该不会把车开上来才对 如果是客人的话 直接敲门拜访不就行了 的确奇怪 我去看看 你待在家里 陈阳顺手拿起放在桌上的一盒牙签 实力强大到他这种份上 哪怕是三岁小孩 都能轻易折断的牙签 照样可以在弹指间轻松灭敌 师父小心 叶青城老老实实答应 送陈阳到玄关 见他出门后 又快步跑去厨房 从墙上取下一把踢骨尖刀 哪怕叶青城不会打架 只要陈阳有危险 他不介意豁出性命 藏住身子 小心翼翼地探出一双眼睛 透过窗户 转机车门打开 从上面钻下来几个人 将陈阳包围 师父有危险 叶青城准备动身冲出去 想着或许可以用报警吓退对方 或者联络小区的保安 作为豪华别墅区 安保力量应该不会弱到哪里去才对 但在一想 他们要真那么靠谱 怎么会把这种来历不明的人放进来 算了 还是报警吧 刚拿定主意 碰 一声枪响 吓得叶青城郊躯一颤 他赶忙撤步 将视线看出去 心高高悬起 再三确认 陈阳依然好好站在那 身上也没有血迹 站在他面前的那些人 和他一样 扭头看向山下 由于被院墙遮挡住视野 过了十几秒 叶青城才 看见几辆迷彩无棚卡车 排成一列长龙 伴随引擎轰鸣声 开上山 在卡车里 站着一个个全副武装 鹤枪实弹的特战兵 一辆卡车 少说二三十人 看到他们出现 叶青城顿感心安不守 只是疑惑 怎么会突然到来 如此多特战兵 难道是关雅联络的 他 有那么大的能耐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有枪响声 紧跟着 从二楼传来的 关雅的声音 立马打消掉 叶青城心中的困惑 肯定不是他 那针丝贴身睡群 稍显凌乱的秀法 以及睡眼惺忪的模样 显然刚睡醒 不多时 陈阳 岳振华一行人 便被特战兵们里三层 外三层团团围住 枪口锁定 只要一声令下 仅需几秒 就能把他们全部扫成筛子 岳振华到嘴边的话 没能说出口 有激动之色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怒意 他不是没想过 自己入江城后 会引来官方注意 然而没想到的是 对方会搞得 如此兴师动众 并把恩师陈阳牵扯了进来 这些人 真是活你了 为陈阳 哪怕与官方为敌 岳振华也在所不惜 独言王 我不管你有多厉害 但这个人 今天有我赵孝在 你动不动 赵孝从人群后走出 由于佩戴着防毒面具 所以说起话来 稍显含糊不清 仔细听 道不难分辨 是他 叶青城惊喜 你认识 官雅有些意外 叶青城居然和特战兵有联系 之前陪师父去医馆 给施奶抓药时 那个人差点命丧黄泉 多亏师父神医妙手 才把他救了回来 东区湛王 赵孝 叶青城没记错的话 是叫这个名字 湛王 官雅惊叹 该说不会是师父吗 随随便便 就成了湛王级人物的救命恩人 湛王在大厦 是个什么分量 地位 影响力 官雅心知肚明 那可是能随手调动 上万精锐的超级大人物 倘若换成边疆 面对大敌来犯 甚至可以抽掉十万特战兵 如此人物 多少权贵砸下重金 别说八戒不上 连面都见不到 纵然官雅这个等级 一样没机会接触 这个人 准备动手的岳振华 听到赵孝的话 再看看他此时双目紧盯的对象 师父 您认识 岳振华试探性问 嗯 我救过他一命 陈阳点头 他倒是淡定 但听到师父两个字 从岳振华嘴里吐出的赵孝 实在淡定不了啊 大名鼎鼎的独言望 居然开口叫一个年轻人 师父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自己真不是在做梦吗 陈神医 你该不会是有什么把柄 被他抓在手里 不得不配合 他演戏吧 除此之外 赵孝想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向陈阳承诺道 神医你放心 今天有我赵孝在这里 他们动不了一根寒毛 嘿 你这个人脑子有毛病是不是 我岳振华虽算不上什么好人 却也不会做欺师灭祖的事 岳振华横眉怒目道 振华 见他冲动 陈阳侧目一眼 微露寒光 吓得刚才还气势汹汹 一副要杀人太势的岳振华 立马收敛 退回到陈阳身后 抱歉 是徒儿冲动了 看到岳振华那一下 雄狮边弱兔的强烈反差 赵孝已经不是怀疑自己 是否产生幻觉 而是怀疑人生 你管这叫独眼望 同在二楼的关雅 一样感到不可思议 眼角余光 瞥见他那一脸吃惊的表现 叶青城忍不住问 你认识那个姓约的 不认识 关雅摇头 听说过他的鼎鼎大名 有多鼎鼎大名 叶青城再问 地下事件 不 关雅改口 应当是整个国际 谈到他 没有几个人不闻之色变 这么夸张 叶青城怀疑 关雅又在忽悠自己 夸张 关雅淡淡一笑 他曾一个人 一夜之间 屠杀上万名凶残至极的 职业雇佣兵 一个人 一夜之间 还是职业雇佣兵 叶青城总算认识到 岳振华的恐怖之处 难怪他们只来了几个人 赵孝那边 却带来千名全副武装 精锐中的精锐 警惕辛拉玛 我只知道 师父一束无双 没想到 在练毒方面 同样是位顶尖高人 关雅的崇拜 异于言表 好奇 陈阳究竟还有多少 自己不为人知的强大一面 陈阳就仿佛是一座 丰富的藏宝矿 怎么挖也挖不完 说不定什么时候 又能挖出不一样的 总能带来惊喜 反观岳振华这边 见赵孝仍是一副 不相信的态度 妈的 内心臭骂一句 干脆把心一横 弯曲膝盖 跪了下去 师父重出江湖 徒儿接风来迟 还请师父责罚 作秀 那倒不是 岳振华原本就打算那么干 只是当他想那么做的时候 赵孝突然杀到 朝天放了一枪 完全打乱他的节奏 似乎是怕陈阳觉得自己诚意不够 岳振华还专门连磕三个响头 额头破皮 留下一抹鲜血 不以为意 只在乎陈阳会不会原谅自己 见状 别说赵孝 叶青城 关雅他们了 就连同为独门高层的随形几人 同样目瞪口呆 岳振华以往在他们眼中 可是狂傲到极点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霸道存在 哪怕对方再有权有势 一样为蝼蚁 可当面对陈阳时 一切全部改变 卑微到令他们深感陌生 说是两个人 他们也不会怀疑 赵孝摆摆手 让所有特战兵收枪 事情发展到这种份上 他想不信 都不行 赵孝实在不认为 高高在上 万人敬仰 谭之色变得独颜旺 会为了逃脱抓捕 做出这种拉低身份的事 拉低身份 岳振华要知道赵孝的想法 必定会回怼 你懂什么 多少人想拜师父为师 给他下跪 还没这机会呢 完全把能给陈阳下跪 拜他为师 当成是三生有幸 上辈子百分百拯救了世界 行了 赶紧起来 陈阳丢给岳振华一个 大拇指指甲盖大小的圆铁盒 多谢师父 岳振华心领神会 用指甲抠开铁盒 露出里面奶白色的药膏 用指尖挖了一点下来 涂抹在额头上 神奇的事情发生 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用手揉搓掉血痂 完全看不出一点受伤痕迹 看得无数特战兵 内心大为震撼 终于明白 陈阳明明与自己年纪相仿 为何能让独颜王岳振华 和湛王赵孝如此重视 他值得 好厉害的药膏 你要能让师父 把那药膏的配方卖给你 你的公司 这市值少说翻个几十倍 关雅作为商人 敏锐嗅到其中的商机 同为商人的叶青城 又岂会不懂 只是想不到 如此珍贵之物 要开多少价码才合适 犹豫不决 另一边 陈阳来到赵孝面前 不好意思 我徒弟给你们东区添麻烦了 大老远白跑一趟 你放心 至少在江城 我可以保证 他不会乱来 哪里 这是我应该做的 有陈阳这句话 赵孝便安心了 毕竟全天下 除了陈阳以外 没人能令岳振华心服口服 别说心服口服 连口服都做不到 更从未有人办到过 之后 赵孝与千名特战兵下山 离开 行啊 当初在监狱里 被各种欺负的小菜鸡 如今摇身一变 竟然成了连战王 都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大人物 陈阳转身 目光回到岳振华身上 他入狱时 实力放在普通人里面 不算弱 但黑山监狱是什么地方 全球公认最危险的监狱 没有之一 习惯不可一世的岳振华 起初可没少吃苦头 得亏遇见陈阳 抱上他这条大腿 否则差点被一个黑大汉菊花残 满地上 小菜鸡 听到他的话 岳振华身后几人 严重怀疑 他说的 和自己认识的独颜望 并非一个人 岳振华文言 挠头一笑 嘿嘿嘿 那还不是多亏有师父传我本领 没有您 就没有我岳振华的今天 几人沉默 岳振华此时表现出来的态度 说好听点 叫尊师重道 说不好听点 妥妥一舔狗 比试 在看到陈阳给岳振华那药膏的神奇效果后 他们巴不地冲上去 一招华跪 给他当舔狗 妥妥大机缘 可惜 岳振华在场 这机缘 他们有贼心 没贼胆 少来 这些年 你背着为师 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 陈阳眼神一冷 对视瞬间 岳振华虎区一阵 连忙又跪了下去 面色铁青 师父明察 徒儿这些年杀的可都是恶人 又或者对咱们大厦 怀有不轨之心的外贼 一直眼以滤己 绝无败坏门风 看到杀人不眨眼的岳振华 竟被吓成这个样子 身后那些人 也速速跪了下去 独门所杀 皆为败类 请师祖明察 湛王赵孝 也是败类 陈阳再问 不是 岳振华摇头否定 他向来清廉 魏国出生入死不下百回 击退百万狼子野性的外贼 这种人 独门绝不会将其视作目标 你确定 陈阳又问 确定 岳振华毫不犹豫地点头 那就怪了 以我所见 赵孝的身体状况之所以会急转直下 可是因为你们独门的独 又或者说 是我医术太烂 陈阳皮笑若不笑地问 徒儿绝无此意 岳振华三魂七魄 已是被下眉大半 司徒卿 你可认识 认识 岳振华点着脑袋 是徒儿的义子 你这义子 野心可不小 听闻此话 岳振华秒懂 咬牙切齿道 那个臭小子 向陈阳保证 师父请放心 等我找到那小子 一定将他抽筋八辟 以示成见 他有听说过传言 司徒卿近期与官方人员走得很近 又要以下范上 替代自己的意思 以前没当回事 现在 岳振华心知肚明 司徒卿要杀的 根本不是什么恶人 他要杀赵孝 替其他人充当柜子手 以此来为对方强行藤路 绑定关系 互赢互利 不用麻烦 人早死了 他想杀我 不过被你师姐发现 抢现一步灭口了 陈阳说出实情 啥 他想对师傅宁下手 好 杀得好 岳振华没料到 那逆子居然敢大妄 为到这种份上 行了 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 以后长得心眼 别什么人都往家里担 陈阳提醒道 从岳振华方才表现出的态度 陈阳已然肯定 此事与他无关 绝不是他受的义 要真是岳振华干的 他不可能有胆子赶来见自己 还有 替我查清楚 是谁在背后策划这一切 哪怕抛开赵孝友多关照自己 凭他护国湛王的身份 陈阳不介意送他一个人情 是 我马上让人去查 岳振华连声答应 迫切想要将功赎罪 双目血红 杀鸡浮现 怒火在胸膛炸开 心道 狗崽子 你他妈给老子等着 敢坏了我在师父心目中 好不容易才树立起来的形象 不弄死你 我岳振华从今以后 名字倒着写 岳振华正暗暗立誓 眼角余光忽然瞥见 房门打开 扭头看去 叶青城 官雅进入视野范围 人美得自然是无可挑剔 可岳振华这心里 却不敢伸出半点邪恶念头 赶忙上前 双手并在库缝两边 超九十度身居宫 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句 两位师娘好 此话一出 叶青城 官雅当即停住脚步 愣在原地 彼此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笑了 必须承认 被人叫做师娘的感觉 不赖 哪怕误会一场 什么师娘 别吓叫 他们比你宛若名下 陈阳无语道 原来是师妹 不好意思 师父 我误会了 岳振华直起腰板 尴尬一笑 却不难看出 叶青城 官雅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断言 这俩小师妹 肯定对师父有意思 不愧是师父 认定以他们二人的姿色 拿下师父 肯定是早晚的事 所以 自己这声师娘叫的 绝对没毛病 属于提前练习 在说服别人之前 岳振华先说服了自己 师父 您看这时间差不多 我在这间楼定了个位子 要不要去吃早饭 岳振华来前 你是让人安排好一切 最先楼 师父 那里的位子可难定了 我先前也打算在最先楼定位子 招待您来着 可惜排队的人实在太多 叶青城没想到 岳振华一个外地人 反倒比自己这个本地人 先一步拿到最先楼的入场机会 官雅同样听说过 最先楼的鼎鼎大名 不仅在国内远近闻名 国外美食杂志上 也是常客 每年都有不少外国人 不远千里万里 专程前来 只为品尝正宗东方美食 看到二女只差没把 想吃两个字写在脸上 陈阳摸摸肚子 正好也饿了 陈阳刚想动身进屋 带上母亲林兰一起 看见他人走到门口 神色紧张 显然不是很适应 与岳振华这类 自带杀伐之气的人接触 妈 我们准备去最先楼吃饭 我就不去了 今天没什么胃口 你们去 不用管我 林兰忙生拒绝 远远看着压力就够大了 让他和这些人 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林兰不敢想 妈 岳振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立刻 毫不犹豫地跪拜下去 岳振华见过师奶 快 快起来 林兰被岳振华这动作 搞得有些手足无措 然而膝下有黄金 你这怎么还跪上瘾了 看出林兰很为难 陈阳一伸手 抓住岳振华的肩膀 把她从地上提了起来 师父 我岳振华这辈子 只跪过您跟师奶 看到岳振华这一脸石成样 陈阳还真不好说什么 行了 妈 你多注意休闲 我等会给你打包点带回来 陈阳在心理学方面 同样颇有功底 看得出林兰在想什么 既然他不愿意去 陈阳不做抢求 之后 与叶青城 关雅他们同坐一辆车 跟在岳振华他们的车后面 下山 车上 察觉到坐在驾驶位上的叶青城 时不时偷瞄自己一眼的小动作 陈阳单刀直入 有话直说 别吞吞吐吐的 那师父 我就直说了 叶青城吞了吞口水 鼓起勇气道 师父 关于您先前给岳师兄的那个药膏 我想 想要药方是吧 行 待会找纸笔来 我写给你 陈阳记得 叶青城在江城有一家制药公司 规模不小的样子 真 真的可以吗 叶青城深知那药方的价值 少说千亿规模 只多不少 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种东西 要多少 我有多少 陈阳实话实说 以他现如今掌握的通天医术 不用两三分钟 就能调配出一个 比段序膏墙上几倍的方子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谢谢师父 叶青城内心无比感动 没想到陈阳为了让自己安心收下药方 竟把段序膏这种神药 说得无关紧要 能拜他为师 自己真是三生有幸 做师父的都如此大方 做徒弟的 又怎能吝啬 叶青城承诺到 等段序膏通过审批 成功上市销售以后 净利润师父你酒 我一 你决定 我都行 陈阳并未拒绝叶青城的好意 真要拒绝的话 叶青城肯定不会收下药方 更何况 即使叶青城只占一成利润 以段序膏的价值来讲 照样会是比天文数字 稳赚不亏 而对于拥有九成利润占比的陈阳来讲 只需要躺着收钱 数钱即可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让人尽快准备好合同 叶青城当然不会违约 但有些事得按照流程来 到时候也好堵住公司里其他人的嘴 一点迫害陈阳的机会都不给 来到最仙楼 一行人下车 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楼阁建筑 搭配上旁边的高楼大厦 令人眼前一亮 岳振华 这边请 在岳振华说出名字 何时身份无误后 服务员走在前面 替陈阳几人引路 走进最仙楼 各种香味扑鼻而来 仿若置身人间仙境 唾液疯狂分泌 最仙楼一共五层 越往上 客人身份 地位越高 纵使现在身处第一层 叶青城 关雅还是看到了不少商界 黑白两道的熟悉面孔 大多都是咳嗽两声 能令各自领域阵三阵的人物 他们一点不在意 自己会被安排在一楼 因为多少 比他们更厉害的人 连最仙楼的门都进不来 相较之下 这脸面已经赚足了 可以成为日后酒桌上的谈资 这下 陈阳终于明白 为何最仙楼会一味难求 一个本身饭菜口味 就是顶流的地方 再加上各种大人物云集 品尝到极品美食的同时 还有机会拓展人脉关系 何乐不为 我们的座位在第几层 陈阳随口问 回师傅 第一层 本来是第四层的 但排队的人实在太多 只能委屈您了 岳振华致欠道 无妨 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陈阳更想早点填饱肚子 第四层 呵呵 真不怕把牛皮吹破呀 没想到用这种别角借口 就能约到咱们江城 四大美女之一的叶青城 想我一直认为 叶总高不可盼 看来是我太谦虚了 一名男子直奔叶青城而来 叶总 我在这最先楼第二层定了个位置 不知可否赏脸 赏脸 叶青城连开口回应男人 都觉得是在浪费口水 甩了他一个白眼 让他识相点自己滚蛋 别在自己这掌难看 怎么 叶总难道不相信 话落 男人拿出手机 展示着自己预定二楼成功的电子证明 叶总这下是否愿意赏脸 他在问 滚 叶青城冰冷到极点地说 自带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气场 哪怕男人在第五层 陈阳在路边滩 叶青城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重要的不是吃什么 而是跟什么人吃 叶总居然拒绝了张伟涛 那可是江城富豪榜单上 前十的角色 是啊 要换作我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若能与张伟涛谈成合作 生意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一名妖艳女子开口道 正做着他话中所说的事 俗话说得好 多一个敌人 不如多一个朋友 叶总太极端了 年轻气盛很正常 只是得罪了张伟涛 轻视集团以后的生意 恐怕要难做了 听到耳边传来的议论声 张伟涛同样不理解 叶青城有何理由拒绝自己 不死心地问 可否给我一个拒绝的理由 因为你没他帅 没他优秀 够了吗 叶青城直接上前一步 挽住陈阳的手臂 竟显亲密无见 张伟涛也是这个时候 才注意到陈阳的存在 之前压根没把他当做一回事 硬要说的话 大概就是个跟班 司机之类的小角色 不值得张伟涛浪费精力 叶总 我承认我这个人算不上太优秀 但还不至于落魄道 跟这种人相提并问吧 张伟涛轻蔑一笑 言语中 满是对于陈阳的不屑一顾 至于低点 为何不反驳 主要没底气 越看越觉得 陈阳身上带着大明星的气质 那容貌 妥妥乃有小声 他这种大众脸应对 只会让旁人看笑话 毕竟他们又不下 这又是天与地的差距 但凡有眼睛 都能看得出来 孰帅孰丑 所以 张伟涛只能跟陈阳比身份 比地位 比影响力 叶总这话确实说大了 他一个乳秀未干的小鬼 怎么可能比得了张伟涛 确实 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看着像是明星 有认识的吗 小鲜肉 那更没资格和张伟涛比 这不掉打 开口之人 无一例外 全部站在张伟涛那边 认为叶青城太抬举 过分瞧得起陈阳 见火药味越来越浓 服务员担心 会引起其他客人的不满 正于开口调解 注意到一个人正往这边走来 总经理 最先楼总经理 萧宇 楼主身边的当红人物 总经理 张伟涛没想到 自己的事 竟连萧宇都出动了 属实有面 谁不知道 萧宇在这最先楼中 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他的姿态永远昂首挺胸 步履自信而有力 挽起的高马尾 展现着他的干脸与果断 五官精致而对称 皮肤如白雪般纯净 双眸明亮有神 宛如两颗闪烁的明星 修长眉毛弯曲的恰到好处 勾勒出他的美眸 红润的唇瓣柔软诱人 身姿更是恶挪 引人响入非非 萧宇 没想到 我竟能有幸见到他 毕竟是二层的客人遇到麻烦 他肯定要出面调解的 则 有生之年能达成张总这般成就 也算死而无憾了 众人一样觉得 萧宇是为张伟涛来 听到那些话 张伟涛表面故作镇定 这唇角已是指不住地上扬 抽搐 内心更是嗨上天 长脸 实在太长脸了 萧总经理 没想到我居然如此荣幸 能让您 张伟涛转身朝萧宇那边走去 喜笑颜开 热情迎接 谁曾想 萧宇却一脸冷漠 直接绕开他 这视线打一开始 便没在他身上停留过半秒 张伟涛愣住 悬在半空中的手 说不出的尴尬 安慰自己 萧宇就是这种分秒必争 不喜欢浪费时间的精英 他一定是想直接处理掉 陈阳那些根本不配 没资格出现在最先楼内的人 没错 肯定是这样 张伟涛说服了自己 至于别人怎么想 他无所谓 期待着萧宇替自己狠狠打脸叶青城 令他回心转意 明白自己有多优秀 自己能看上他叶青城 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萧宇来到陈阳面前 侧身 做出一个恭恭敬敬敬 请得首饰 陈先生 请上座 好 陈阳点头答应 没从萧宇身上感受到敌意 众人一正 张伟涛同样愣住 这和他们想象中的发展 完全不同 他们原以为 萧宇会为了稳住张伟涛这个贵客 把陈阳如临小机般丢出最先楼 谁曾想 萧宇不仅无视张伟涛的存在 还对他刚刚冷嘲热讽的人 以礼相待 十分客气 啥情况 刚才那家伙不是说 他们在一楼吗 怎么去二楼了 该不会 他们其实和张伟涛一样 是二楼的贵客 等等 又去三楼了 没搞错吧 那可是三楼啊 别说他们 岳振华也很困惑 自己定的不是一楼位子吗 怎么都到三楼来了 难道说 最先楼只是认出自己独颜望的身份 怕自己会在最先楼乱来 所以临时替自己换了位子 仔细想想 岳振华又否了这个答案 只因萧宇显然是 冲着师父陈阳来的 与他岳振华 并无半点关联 陈先生请上座几个字 他听得清清楚楚 不会有错 不禁心想 难道师父和这最先楼之间 有关系 我靠 什么情况 上四楼了 那家伙没吹牛 最先楼第四层 大富大贵啊 这下是张伟涛被打脸了 他别说四楼 连三楼都没资格去 哈哈 想捏软柿子 结果踢到铁板上了 活该 事实证明 做人不要太嚣张 容易挨打 张伟涛这脸色 一会儿紫 一会儿青 一会儿红 一会儿黑 难看至极 万万没想到 陈阳他们能上最先楼第四层 就在此时 又有一道惊呼声从耳边传来 卧槽 他们上第五层了 第五层 文言 原本那些专注美食的吃货们 燃起好奇心 纷纷抬头将目光看上去 一个个脸上 满是惊讶 不可置信 他们真上第五层了 据我所知 最先楼第五层 不是只有总统 战神级人物才有资格去的吗 还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改规则了 没听说过 不过从肖经理 对待那名年轻人的态度来看 他身份 绝对不会简单到哪里去 这个年纪 就能比肩总统 战神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时间 对于陈阳的真实身份 大家充满好奇 热议不止 有说他是富可敌国的石油王子 又或史上最年轻的战神 国外全是滔天的五星上将 众说纷纭 谁也无法完全肯定 不止他们 叶青城 官雅 岳正华这些做徒弟的 一样万分好奇 这被外界传得神乎其神的 最先楼第五层 怎会主动请自家师傅上座 按理来讲 哪怕陈阳真有着天大的身份 他没有预定座位 以最先楼的能量 应当没必要如此第三下四才对 岳正华自认为 也是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 名声无论放在大厦 又或者放眼全世界 绝对算不上 小 不照样 只能待在一层 别说他们想不通 陈阳自己搜遍记忆深处 但对方能客客气气把自己请到这五楼来 说明最先楼内 一定有某个极肤话语权的人认识自己 至于是谁 暂且不得而知 陈先生 这是菜单 小语亲自拿来菜单 先给陈阳一份 再分别递给叶青城 官雅他们 陈阳打开真皮质感的菜单 看到第一页写着的菜名 龙凤细珠四个字 唇角立刻勾起一抹玩味笑容 瞬间肯定对方的身份 看样子 您似乎已经猜到是我了 一碗如银铃般清脆悦耳的女子声音 传入几人耳中 视线看去 那是一个论颜值 身材 完全不舒 可与叶青城 官雅二人平分秋色的绝代佳人 身着一袭高贵优雅的旗袍 展现出东方女性独有的魅力 旗袍紧贴她曼妙的身姿 将那惊心动魄的曲线 体现得淋漓尽致 黑毯木簪将绣发在脑后盘成个球 雪白的天鹅颈 娇好的脸蛋 不做丝毫折挡 犹如绿叶配红花 更加动人 哪怕颜值不低的萧宇 此刻站在她身边 惨被无情咽压 只能算个小美人 骆心语 叶青城吃惊道 你认识她 陈阳问 不认识 叶青城摇头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关于她的报道 说她是史上最年轻的厨神 被官方多次聘请 负责国宴 这下 她终于明白 最鲜楼的饭菜 为何能吸引全世界的大人物 不远千里迢迢迢 远渡重阳而来 她骆心语的确有这个本事 底气 要知道 厨神从古至今 在骆心语之前 哪怕最年轻 少说也得有四十多岁 而她却在二十几岁的方林 达成了很多人 一辈子都无法达成的巨大成就 成为无数大厨奋斗的目标 憧憬的对象 只希望有生之年 能达到她百分之一的水准 叶小姐说笑了 在师父面前 我哪有资格以厨神自居 骆心语语出惊人道 短暂沉默 是 师父 看着几人脸上露出的表情 一旁的骁语 不要太熟悉 就在刚刚 从骆心语口中得知 陈阳这么一个年轻人 便是她经常挂在嘴边 那位无比强大的师父时 骁语的表情 说是跟叶青城他们 从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毫不夸张 骆心语能在这个年纪 成为当代大夏厨神 已然是件超乎寻常的事 乃曾想 身为她师父的陈阳 更夸张 从外表 骁语根本看不出 陈阳与厨师这两个字 有哪怕半毛钱联系 很难想象 她是如何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 把骆心语调教成 享誉全球的超级出身 骁语认为的 能给骆心语当师父的人 少说六七十岁 如果不是知道骆心语的脾气 为人 骁语当真会以为 她是在故意开玩笑 拿自己寻开心 她比你们三个更早入门 是你们的师姐 陈阳做出说明 师姐好 叶青城三人 一口同声问好 各位师妹 师弟好 骆心语微微一笑 很倾城 玄机让骁语拿出几张黑色的卡 分发给他们 介绍道 这是最先楼的至尊VIP卡 只要持有本卡 以后无需排队 想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 终身免费 要觉得这五楼的风光不错 也可以随时上来 没人敢拦你们 师父 这是您的 骆心语拿出为陈阳私人定制 超级至尊VIP卡 花纹 制作工艺 明显更为复杂 质感略带磨砂 见这张卡 如见骆心语本尊 陈阳的任何话 只要还是最先楼的人 就必须遵循 不得违抗 绝对的身份 地位象征 嗯 陈阳大大方方收下 谢谢师姐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多谢师姐 师姐大恩 振华一定铭记于心 见陈阳都收了VIP黑卡 叶秦成 关雅 岳振华三人也心怀感激地收下 能不用排队进最先楼吃饭 是不知道多少大人物 梦寐以求的事 值得拿出去 好好跟自己那些朋友 显摆显摆 不难猜到 他们听说后会露出何等羡慕的表情 知道多亏陈阳 全是沾了他的光 这个师父 总能给自己带来不少惊喜 与惊吓 此刻 最先楼一楼 对于五楼正在发生的事 众人毫不知情 无论怎么调整角度 能看见的只有天花板 围栏 对话声 这个距离更不用想 和那些看完热闹 继续把注意力放回到饭桌上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时刻不同 张伟涛那颗悬着的心 还没落地 心中仍然抱有几分幻想 与侥幸心理 想着萧宇会不会是误会了 那小子只是刚好姓陈 和他们要接待的陈先生 压根不是一号人 张伟涛实在不认为 陈阳有这个能耐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张伟涛看到萧宇从五楼一步步走下 却迟迟不见陈阳 叶青城几人的身影 那一刻 张伟涛已然在内心 给自己下了必死无疑的判决 侥幸 侥幸不了 等张伟涛回过神 萧宇来到面前 他的脸上只剩下冷漠一种表情 仿佛看待一个死人 张伟涛刚想开口求饶 侧目一眼 注意到几名保安人员 凶神恶煞地走了过来 将自己团团包围 跟他们动手 张伟涛可没这个胆量 谁人不知 想在最仙楼这种地方担任保安 岂不就得是退役特战兵 或者在各种世界级武术 格斗比赛上 获得过头榜 金奖 高标准的同时 意味着高收入 在这方面 洛兴宇不存在吝啬 大人物多了 难免有死对头找上门 他们既然选择来到最仙楼 至少在吃饭的这段时间里 洛兴宇不会允许有人闹事 打扰到自己的客人 从今天起 此人拉入黑名单 永不接待 萧宇转述着洛兴宇的意思 萧经理 您 您不能这么对我 我是最仙楼的青铜VIP 我每年少说 在你们最仙楼花费几百万 张伟涛请求道 哪里还有身家过亿劳总的威风 只剩下卑微 别误会 做决定的不是我 而是我们楼主 说完 萧宇转身 迈着轻盈的步子离开 楼主 最仙楼老板 没想到连最仙楼楼主都出面了 那人的来头 果真不小 张伟涛这下 是踢到铁板 把最仙楼彻底给得罪了 从今以后 我可得跟他保持距离才行 免得也被最仙楼拉黑 没错 我立刻联系秘书 取消和他们公司的一切合同 对对 必须马上取消 这就联系秘书 强导众人推 这正是张伟涛最害怕看到的 偏偏怕什么 来什么 自己和最仙楼之间 孰强孰弱 一目了然 要选谁站队 更是不需要犹豫 回 张伟涛回到了极点 亲手葬送了自己大好的前程 上流圈子 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一传十 十传百 自己被最仙楼拉黑的这件事 不出一天 便会散播出去 到时候 自己就真诚万人闲了 谈何做生意 萧经理 看在我是最仙楼青铜VIP的份上 您至少告诉我 他是谁吧 让我死个明白 张伟涛担心 陈阳有着天大的背景 真要如此 被最仙楼拉黑 破产都只是小事 被陈阳记恨上 那才是大事 可无论张伟涛怎么喊 小宇全程没有要停下来 跟他解释的意思 觉得没必要去浪费这个口水 滚出去 再敢靠近 废了你 一名保安把张伟涛 如同林小姬般提起 丢出最仙楼 横眉木木 十分凶悍地警告道 看到他那壮硕的身躯 张伟涛下的瑟瑟发抖 不敢开口反驳 怕挨一顿毒打 他这小身板 对方三拳两脚 就能把他打进医院 这一点逼数 张伟涛还是有的 而在此刻的五楼 一片和谐美好 我的天哪 这 这鱼肉汤也太鲜了 师父 这酥肉味道好棒 您尝尝 师父 您尝尝这个开水白菜 也是一绝 看到叶青城 关雅一边惊叹各种美食 一边替陈阳加菜 叶震华笑而不语 他就不去了 感觉自己一个大男人 给陈阳加菜 即便是师徒关系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万一让别人 让陈阳误会 自己有龙羊之后 就不好了 品尝这眼前的饭菜 有一点令月振华不禁感慨 对比我半年前到这来时 他们的手艺 提升了至少十倍不止 真不愧是最先楼 对此 萧宇的解释是 对比半年前 我们最先楼大厨的手艺 确实有所提升 不过没那么夸张 这顿饭之所以能让您满意 我想主要是因为 楼主亲自下厨 难怪如此美味 叶青城恍然大悟 你那日吃过师父做的饭菜 与这相比 味道如何 官雅好奇问 论厨艺 哪怕师父原地不动等我 到此 我也未必能达到 他十分之一的水准 在叶青城回答之前 骆兴宇端着最后一样菜 走来 刚好摆满一张桌子 正在官雅想着 身为厨神 骆兴宇会不会太谦虚了的时候 却见叶青城点点头 骆师姐的厨艺确实很高强 但我个人感觉 与师父之前 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而且 那天我们刚刚搬到新家 家里各种调味料 都不是很齐全 即便如此 师父还是给我带来了 味蕾上天翻地覆的惊喜 尝过后 着实叫人难以忘怀 叶青城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一脸幸福 回味无穷 师父很少给人下厨 叶师妹真是好运 曾有绅士国王族美食家 拿出一座几百年的古堡 作为筹码 想请师父替他做一道菜 师父都没答应 洛兴宇不仅不怪叶青城 反而很赞同他的话 王族美食家 百年古堡换一道菜 叶青城 官雅对视一眼 男眼心中震惊 师父 真是无敌到眉边了 不知师父何时能再 指点指点徒 徒儿似乎已经到了瓶颈期 洛兴宇期待 请求问 改日有时间 我联系你 陈阳回应 好 一切听师父的 洛兴宇没开眼笑 满脸写着高兴 很快 一顿饭吃完 所有人脸上 无一例外 皆是满足二子 认为不需此行 之后 洛兴宇送陈阳 他们到一楼 欢迎随时再来 他当然想跟陈阳 好好叙叙旧 多待一会 奈何等会儿 还有两位大人物 需要亲自接待 实在愁不出声 陈阳答应了一个好字 与岳振华 叶青城三人 告别洛兴宇 转身朝大门那边走去 谁曾想 人刚到门口 一小胡子 直接从外面大步冲了进来 与陈阳面对面 没想过要避让 反而出手 推了他一巴掌 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大下雨 吼道 闪开 好狗不挡道 先生 您不能进去 几名保安连忙追上来 混蛋 我可是大樱花帝国的 王牌美食家 预约 可笑 我能来最先楼 是你们 乃至整个大厦的荣幸 从男人那一撇小胡子 在场大部分人 其实已经不难猜到他的来历 见他如此嚣张跋扈 而且还是在大厦的地盘上 众人更是怒火中烧 啪 有人刚想站出来 怒吃那小日子两句 就见他被岳振华抬手一巴掌 打得侧飞出去两三米远 这恐怖的力量 令众人猛吸一口凉气 万一打在自己身上 骨头肯定得多好几刀裂缝 倒也符合岳振华那接近两米高 看着比老虎还撞手不少的健壮外形 男人双手支撑着爬起 摇晃摇晃脑袋 眼前一片朦胧 啪 然后从嘴里吐出一大口血腥 七八颗牙齿搭搭落在地上 弹跳起 你敢打我 男人捂着高高肿起 能清楚看见掌心纹路的脸颊 不敢相信地看着岳振华 怀疑自己在做梦 敢跟师父动手动脚 如果不是担心弄脏师姐的地盘 我他妈剁了你 岳振华眼中寒光森冷 仿佛与虎谋对视 压迫感拉满 我可是外逼 樱花国森田家族的人 你敢打我 你确定自己承担得起后果 男人自爆家门 言语中满是威胁 孙田家族 有人好奇拿出手机 打开浏览器 结合孙田 樱花国人和王牌美食家 几个关键词搜索了一下 不搜不知道 一搜下一跳 孙田家族 樱花国十大财阀之一 他叫孙田贱人 是孙田家的二儿子 孙田贱人 确实挺贱的 这里是大厦 不是他们樱花国 是龙的盘着 是虎的卧着 你们少说点风凉话 这个孙田家族 在大厦也有不少产业 人脉 当心惹祸上身 怕个蛇皮 还以为是一百年前呢 现在 我们说了算 闻言 陈阳呵呵一笑 孙田贱人 你们小日子取名的方式 还真是独特 孙田贱人听得出来 此贱人非比贱人 这家伙 显然在羞辱自己 脸低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名字 放在樱花国 谁听到孙田贱人这个名字 不将他静若神明般对待 孙田贱人怒不可遏 认为自己的尊严被践踏了 混账东西 收回你的话 举起拳头 捏紧 朝向陈阳那边快步冲去 想要给他点教训 喂喂喂 你当我不存在吗 岳振华一个闪身 挡在森田贱人面前 啊 森田贱人来不及反应 直接迎头撞了上去 砰的一声闷响 这知道的是撞在人身上 不知道的 估计还以为是撞在了水泥墙上 撞得森田贱人 头晕眼花 直冒惊心 来不及反应 拳头被岳振华的大手 整个抓握住 用力一捏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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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被瞬间捏碎 手掌骨裂开成几大块 啊 疼痛疯狂翻涌上大脑 令森田贱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几次昏厥 又几次被痛醒过来 反复折磨 住手 速速放开我家少爷 一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突然出现 除了陈阳 岳振华 一楼没有人看清 他是从哪来的 人法 陈阳一眼看出 男人是个忍者 属于樱花国的恋家子 大警说 替我杀这个家伙 我要他死 森田贱人此刻 内心早已被仇恨充满 对于岳振华 只有杀意 见森田贱人 还敢如此嚣张 岳振华 可没有要惯着他的意思 反手一拟 又是咔嚓咔嚓 连续几声 骨头发出宛如爆竹般 炸裂的响动 此起彼伏 森田贱人的整条胳膊 惨被岳振华凝成麻花 隧道不能再碎 少爷 看得身为保镖的大警一郎 触目惊心 不敢想象 老爷 夫人倘若得知森田贱人的遭遇 会何其愤怒 森田贱人更担心 自己会被牵连其中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去 总之 先解决掉岳振华 把森田贱人 从那水深火热之中给救出来 他速度奇快 对叶青城 关雅这些人 稍不留神 便会跟丢 即便集中注意力 能看到的 也只是残疑 而对于岳振华来讲 慢得可怜 一举一动 皆被清楚洞察 在陈阳眼里 大井一郎的行动速度 则跟电影慢镜头没区别 他并不打算插手 抢了岳振华的表现机会 顺便借着大井一郎这个忍者 看看岳振华这些年 功力精进的如何 有没有懈怠之类 看到双方这剑拔弩张 愈演愈烈的态度 门外并未着急离开的张伟涛 则暗暗庆幸 这两个樱花人 或许能把陈阳 岳振华他们的注意力 从自己身上引开 当然 那两个樱花人 要能干掉陈阳的话 殊不知他过于高看自己 自始至终 陈阳压根没把他当成一回事 岳振华同样没把张伟涛当回事 趁着所有人不注意 偷偷射出一枚岩石毒针 不出一日 张伟涛必死无疑 极度痛苦 果然还是无法原谅 与自家师傅为敌之人 眼看着大井一郎的铁拳 距离岳振华的面门 不过直尺距离 众人不禁替他捏了把冷汗 面对两个小樱花和岳振华 该站对谁 他们觉得根本不需要犹豫 占自己人就对了 只是下一秒 大井一郎的拳头忽然停住 没法再向前办法 整个人犹如石化一般 神情痛苦 身子跟贪婪泥似的 倒了下去 软骨散 这不是只有独门才会用的独吗 你 你是独门的人 大井一郎吃惊道 独门 你们听说过吗 传言是个很厉害的杀手组织 规模庞大 在国外极富盛名 称得上一句 威震八方 全是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 尤其是他们的门主 号称独颜望 独颜望 一听就不简单 旁人议论纷纷 居然知道软骨散 你倒也没我想的那么无知 岳振华意外道 既然你是独门的人 应该不会不知道 森田家族在国际上的能量 哪怕你们门主来了 照样得理让三分 我劝你不要惹是生非 否则 最后吃亏的 只会是你自己 大井一郎提醒道 闻言 知道岳振华身份的陈阳 叶青城 关雅三人 不约而同地笑了 大井一郎注意到他们脸上的笑容 以及那看傻子的眼神 不明白 这有什么好笑的 岳振华蹲在大井一郎面前 伸出手 抓住他的头发 从地上提起 凑近问 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 大井一郎顺着他的话问 我叫岳振华 岳振华 岳振华 大井一郎面色突变 被吓得口唇发白 惶恐不安道 你 你就是独门门主 那个独颜望 不错 确实有人喜欢这么称呼我 岳振华点点头 微笑道 他这笑容 在此时的大井一郎眼中 与恶魔没半分区别 他就是那个独门门主 独颜望 难怪刚才他从我身边走过时 我会觉得不寒而栗 这种人自带杀伐之气 平常人稍微离近点 便会觉得压力巨大 等等 我没记错 他刚才好像叫那个年轻人 师父 师父 他得多大本事 才能给独颜望当师父 这下 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难怪最先楼萧宇会 亲自迎接他上五楼 小小年纪 已是有如此成就 日后 必定前途无量 门外 得知这一切的张伟涛顿时兴凉半截 如坠冰窟 他有点特殊渠道 稍微了解了一下独门这个组织 以及身为门主 独颜望的岳振华 看着有关他的那些屠杀事迹 张伟涛整个人都傻了 这哪里是人 分明是一尊杀神 一台杀戮机器 更令张伟涛没想到的是 调教出这台杀戮机器的人 会是陈阳 自己还有眼无珠 得罪了他 贪坐在地上 想逃 这双腿却仿佛不是自己的一样 不听使唤 欲哭无泪 后悔 很是后悔 恨不得拿出全部身家 加速研发后悔药 对此 大井一郎感同身受 他刚才说那些话 毫无依据 单纯想下下岳振华 真要说起来 若非必要情况 森田家族大概率是不会想招惹上 独门这么一个难缠的对手 能避则避 哪曾想 自己装笔 居然装到了正主面前 没用的东西 森田见人全然不知 独言望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只觉得大井一郎把自己 把整个森田家的脸面丢尽了 大井一郎则苦口婆心劝说道 少爷 快道歉吧 这个人 你我惹不起 放屁 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我们森田家惹不起的人 让我道歉 他也配 森田见人完美全是 何谓死鸭子嘴硬 紧跟着 快看 楼主 是最先楼楼主洛星宇 人群中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其余人才发现 洛星宇的人 已是来到一楼 静止朝陈阳那边走去 师父 这件事 不如就交给徒儿负责上后吧 你们还是尽快离开比较好 洛星宇薄唇轻起 表情严肃 那两位大人物 马上到最先楼 而师父二字从他口中一出 立马一旦激起千层了 师父 你们有听到吗 还是说我产生了幻觉 洛星宇也叫他师父 独言望 最先楼楼主 全是他徒弟 我靠 这小子 究竟是哪路神仙 简直离谱他妈 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 等等 该不会 连叶青城叶总 也是他徒弟吧 话说 有没有认识叶总旁边那个美女的 看着眼熟 可就是想不起来 在哪见过 阳城官雅 黑白两道通吃的霸道女人 这番话一出 众人心中的惊悍 已是无法言语 很难想象 一个人究竟得强悍到何种分上 才能同时拥有那么多牛逼的徒弟 更别说 还是在陈阳这个年纪 他们之中 大部分人的儿子 与陈阳差不多大 却忙着坐吃山空 花天酒地 不思进去 把人比人比死人这句话 体现得淋漓尽致 想知道 这徒弟一个比一个来头大 陈阳这给人当师父的 又是何等恐怖 岳振华 骆星宇他们 对待陈阳那毕恭毕敬的态度 众人有目共睹 要没点本事 怎么可能令他们 如此心悦诚服 独门门主岳振华 将成第一美女首富 再加上阳城官雅 和最先楼楼主骆星宇 门外 全城目睹这一切的张伟涛 心情已然不能用哑巴吃黄莲形容 没法形容 恨不得自己给自己两巴掌 干嘛要去做这个死 得罪陈阳 毁清 肠子都毁烂了 大井一郎哑口无言 只恨当初没对森田贱人更严厉些 让他收收那目中无人的态度 这下可好 撞人家枪口上了 哼 装模作样 吓唬谁呢 森田贱人依旧不当回事 认为自己身为外宾 高贵的樱花国人 背后有着森田家族撑腰 没理由惧怕陈阳他们 最近在大厦学到个新词 搅诸队友 认为用来形容森田贱人 再合适不过 当然 这种话只能放在心里面 真要说出来 想也知道 森田贱人绝对会像炸药桶一样 瞬间爆炸 今天这最先楼 怎么这么热闹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洛兴宇当即心中一紧 人来了 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只希望对方能看在自己的面子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予追究 所有人寻声看去 当看清楚来人后 无不经战起身 战王赵孝 在此之前 哪里想得到 洛兴宇口中的客人 竟然是他 这身份 确实值得洛兴宇 这个最先楼楼主 亲自出面迎接 张伟涛赶紧爬到一边 生怕拦了对方的路 被记恨上 哪怕他再有钱 也不可能有胆子 敢去得罪一位战王 双腿不听使花 没关系 还有双手 爬行着比较费力而已 求生欲强烈 赵孝注意到了他奇怪的举动 并未当做一回事 选择无事 看看倒在室内的大井一郎 森田贱人 再注意到陈阳他们 没想到 居然会巧合到这种份上 才刚分辨没多久 又相遇了 大井一郎双目聚焦 探清赵孝以后 心中一阵狂喜 知道自己命不该绝 赶忙开口 战王大人 我们之前在天花宴会上见过的 您还记得吗 大井一郎不期待赵孝 能为自己出头 干掉陈阳这些人 只希望赵孝能从中斡旋 促使双方和解 不要再针锋相对下去 之后森田贱人 会不会去报复陈阳他们 大井一郎不想管 一心解决眼下的麻烦 赵孝 见他似乎想不起来的样子 大井一郎又立马补充 我叫大井一郎 他是森田贱人 樱花国森田家的二少爷 之前在宴会上 您和他碰过酒杯 森田家二少爷 听到这几个字 再看看一脸狼狈相的森田贱人 赵孝想起来了 倒不是说 森田贱人这个人 存在感有多强 而是他当时那口福心不服 来尽自己久的欠抽模样 引起了赵孝的一丝注意 不过 看在他年纪上前 又当着不少外宾的面 赵孝也懒得跟他计较 拉低身份 这两人 竟然认识战王赵孝 得知这一信息后 所有人接替陈阳捏了把冷汗 觉得这件事 不会有悬念 大概率双方个退步 认定 哪怕陈阳和他那些徒弟再强 也不可能有胆量 直接跟战王硬碰硬 有钱的 永远干不过有权的 再看森田贱人 知道连家族里的长辈 在赵孝面前 照样得理让三分 生怕得罪 森田贱人虽打心眼 骨子里瞧不起大侠人 但他在赵孝眼下 对自己有利用价值的份上 他忍了 所以呢 赵孝反问大警一郎 不等对方开口 他又道 你该不会想让我滥用职权 替你们出头吧 不敢 只是误会一场 想请战王大人牵头和解 没必要把事情闹大到 不可收拾的份上 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大警一郎道 听这意思 你在威胁我 赵孝面色一变 大警一郎语色 总觉得赵孝那态度 似乎故意在针对自己 赵孝也懒得在跟他废话 招收手 带一名客战兵走上来后 对其说 去调查一下监控 看看是不是他们先动的手 如果是 直接抓起来 送去监狱 没我命令 谁来都不准放 监狱 我可是外宾 你敢让人关我 森田贱人不敢相信道 郭躁 那刺耳的声音 听得赵孝火大 走上去 一脚踢踹在他腹部 可 森田贱人脸色巨变 连胃酸都吐了出来 碰 整个人如同皮球 滚出去十几米远 横腰撞在一根支撑柱上 造成二次伤害 肋骨断裂三四根 戴下去 摆摆手 不想再在两个人身上浪费时间 是 客战兵行动到 把一个残疾 一个中了软骨散的二人 架起 拖拽带走 这一幕幕画面 完全出乎众人的预料 曾以为赵孝会为稳国际局势 选择忍气吞声 和森田贱人他们沆瀣一气 变成一条绳上的蚂蚱 没曾想 他完全不惯着那两个樱花人 态度异常强硬 说抓就抓 十分解气 处理完森田贱人和大井一郎 赵孝整理整理 由于刚才动作幅度过大 稍显褶皱的外套 转身 几步走到陈阳面前 主动低头问候 陈神医 没想到 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战王大人叫他 神医 医生 他给赵战王治过病 恐怕不止那么简单 骗子 开什么国际玩笑 他要是骗子 战王能对他如此客气 想必 他对战王大人 应当有着救命之恩 我靠 战王的救命恩人 推理出陈阳与赵孝之间的关系后 在场所有人对他 说不出的羡慕 一个人的人生 怎么可以完美 精彩到这种份上 坐拥如此之多的大老徒弟 再加上战王救命恩人这重身份 日后妥妥躺着享福 什么也不用干 照样富足一生 有钱有势 为所欲为 陈阳俨然成为 他们心目中最想活成的模样 他还认识赵孝这个战王级大人物 门外的张伟涛彻底傻眼 如遭雷劈 外焦里嫩 无法理解 自己到底招惹上了一个怎样恐怖的角色 吓得尿失禁 晕厥过去 生命因为月振华射出的延迟毒针 进入倒计时 是啊 真巧 这么快又见面了 陈阳点头回应 察觉到他目光看向自己身旁那人 赵孝赶忙介绍道 陈神医 介绍一下 他跟我一样 是个战王 名叫江云龙 云龙 这便是我先前跟你说过 把我这条命救回来的陈阳 陈神医 你不是一直就伤反反复复吗 不妨拜托陈神医替你医治 赵孝早有这个想法 毕竟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看着他隔三差五被病痛折磨 属实于心不忍 这世上哪有什么神医 我已联系四大国一胜手之一的郑天任 最近便会到江城 不知道为什么 陈阳总觉得 这江云龙言语间有意无意 似乎对自己存在着某种不满 给人一种眼中钉 肉中刺的感觉 可陈阳仔细搜遍记忆 也想不起 自己再哪见过江云龙这个人 很肯定 与他之间是头一次见面才对 走了 我现在很饿 江云龙与陈阳擦肩而过 一瞬间的对视 陈阳从他眼中感受出几分杀意 没错 杀意 陈神医 我这兄弟脾气比较烈 您千万别在意 若有得罪的地方 我再替他向您道歉 对不起 陈阳收回目光 落在面前的赵孝身上 表示 我们已经吃完 先走一步 就不打扰你们享用美食了 好 陈神医慢走 两步人分别 赵湛王 楼上请 洛新宇负责引领赵孝上楼 总算理解 陈阳为何能一副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的态度 原来 他是赵孝的救命恩人 长叔一口气 胆恰 师父就是师父 一如既往的稳健 根本不需要别人担心 而在最先楼外 叶青城最先忍不住 埋怨到 那个叫江云龙的 未免太狂妄了 一副鼻孔看人的态度 师父的医术 天下第一好吗 师父 用不用我去给他点教训 岳振华问 不必放在心上 陈阳摇头 不想没事找事 只是 话到嘴边 欲言又止 只是什么 叶青城好奇追问 郑天任这个名字 有点耳熟 陈阳继续道 郑天任是大厦四大国一胜手之一 我想 师父您 应该曾经在新闻报道上看到过他吧 叶青城说出自己的猜想 不 陈阳摇头否定 解释说 我曾收过一个叫这名字的徒弟 叶青城 关雅 岳振华 叶青城迅速反应过来 拿出手机 打开浏览器 在搜索框里 输入正片人三个字 等图片夹再出来后 点击放大 再把手机递送到陈阳面前 确认问 师父 您说的徒弟 是这个人吗 嗯 是 陈阳点头 面容 年纪 全部对得上 没想到 他的真实身份 居然是国一胜手 你们这些来拜师的 嘴里就没一句实话 陈阳无语道 那不人人都说 您是黑山监狱里的皇帝 担心您觉得 我们不够坏 入不了法眼 所以才念造了身份 叶青城辩解说 没想到连国一胜手 也是师父您的徒弟 真想看看 那姓江的如果知道 脸上会是何种表情 关雅面露期待之色 之后 岳振华告别陈阳一行 决定去参与调查 深究出隐藏在独门里的祸害 查出到底是谁 想联合司徒卿那个逆子 对湛王赵孝 这么个英雄出手 必须将功赎罪 把自己在师父面前的形象 重新建立起来 叶青城的话 则是公司有些决策 需要他亲自前往处理 所以只剩下陈阳 和关雅单独相处 叶青城虽无奈 却也没办法 临走之前 还特意提醒关雅 别乱来 关雅则是笑盈盈地将他送走 并未正面回答 师父 这下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呢 听着 看着关雅那番表现 陈阳有种羊入虎口的记事感 眼神妩媚到都能拉死了 所以 你想干嘛 陈阳警惕问 待会有场拍卖会 邀请我去参加 听说本次拍卖会 有不少名贵 难得一件的药材 不知师父有没有兴趣 关雅提起道 拍卖会吗 好 去看看 陈阳想着 那种地方 或许真可以买到点 有价值的东西 刚好身上比较富裕 师父请上车 关雅主动走上前 替陈阳打开 副驾驶位的车门 贴心提醒 小心碰头 车门弯腰坐了进去 关雅轻轻关上车门 绕半圈 坐上驾驶位 驶离最先楼 而在五楼 蔡正陆续上桌 赵孝一声长叹 不解 云龙 你刚才怎么对陈神医 那个态度 他的医术很强 要没有他 我今天恐怕没机会 坐在这跟你吃饭 你完全可以拜托他试试看 赵孝思以为 陈阳的医术 比国医胜手更强 他曾找上过四位国医胜手 但对于赵孝的病 皆是只能起到缓和效果 无法根治 但陈阳不一样 他轻轻松松就给根除了 这一术 妥妥超越国医胜手 没必要 我更相信郑王 江云龙态度如一 赵孝见他这般顽固 不再劝说 呜呜呜 恰巧这时 江云龙的手机响起 拿出一看 来电人 显示为正天人 郑王这么快就来江城了 江云龙奇怪道 先前通话的时候 正天人明确告诉他 起码两三天后 等忙完手边的事 才能过来 想着正天人会不会是专程为自己 延后了其他事 提前跑一趟 接通电话 不出江云龙所料 正天人果然提前来了江城 这令江云龙内心 十分有成就感 对方可是国一胜手 国字开头 能为自己专程 提前跑一趟 这难道不值得吹嘘 大厦十几亿人 有资格被称作国一胜手的 不过区区四人 留下最先楼为地址 正好离他们降落的机场比较近 挂断电话 七八分钟后 人赶到 赵湛王 江湛王 郑天人礼貌问好 郑国一不必如此多礼 赵孝回应 郑国一 请坐 江云龙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 我待会还得去见一个人 先为江湛王治病吧 听闻此话 江云龙才反应过来 是自己想多了 郑天人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人 要见 才会提前动身赶至江城 替自己治兵 不过是顺便的事 不去想太多 反正又无人听到他的心声 抓紧治病 恢复健康 才是重中之重 郑天人先观江云龙的面色 再为他把脉 过程中 这眉头是越皱越紧 江云龙的身体状况 远比他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取出针包 平铺打开 露出其中13根特制银针 正好对应天阳13针 让江云龙脱去上衣 然后开始下针 待13针下完 江云龙果真感觉到 身体比以前轻松不少 赞叹 不愧是国一胜手 这医术比传闻中还厉害 江湛王谬赞了 只可惜 我医术不到家 无法完全根治你的病 郑天人叹道 江云龙眼神一暗 心想 连国一胜手都无法根治的病 看来是要伴随自己一生了 不过 这世间还是有能为你根治之人 哦 是谁 江云龙眼中再次燃起希望之火 另外三位国一胜手 不 郑天人摇摇头 我师父 如果让他来 为您施展天阳13针 不出三针 便能完全根除病症 不出三针 便能完全根除 江云龙心中一惊 连郑天人用13针 都只能起到缓和效果的病 那人竟用两三针 就能轻松解决 想想也对 怎么说都是国一胜手的师父 这实力不强 怎会有资格给郑天人当师父 江云龙对此人 不禁产生几分浓厚兴趣 追问 那不知 在哪可以见到您师父 他就在江城 我此次来 便是为了探望他 郑天人说明 到时有劳郑国一替我引荐 江云龙拱手拜托 没问题 郑天人欣然答应 然而 江云龙做梦也想不到 这普天之下 唯一能替自己续命之人 刚刚才在楼下 被他言辞拒绝 另一边 陈阳与关亚 已是抵达天都拍卖城 二人从车上下来 俊男靓女的组合 立马引来不少注视 眼馋关亚美色的男人们 在上下打量一眼陈阳后 被他的颜值 身材 以及宛如折仙般的气质 深深打击到 没自信上前跟他抢女人 反之一个道理 陈阳 你出狱了 人群中传出一道 陈阳十分熟悉的声音 陈绍云 陈阳的堂哥 大伯之子 不用去看 也能知道 对于这个人 陈阳不打算理会 以前在陈家时 没少被陈绍云针对 从小欺负到大 再加上大伯 比起自家父亲 在陈家更给权势 加倍助长了 陈绍云的嚣张气焰 站住 陈阳 见到堂哥 连句问好都没有吗 陈绍云语气强势 在确认对方就是陈阳后 陈绍云这怒气 直接在胸口炸开 没料到陈阳会提前出狱 这就算了 他还跟以前一样 仗着颜值高 身边美女如云 想不通 同为陈家血脉 差距怎如此之大 陈绍云身边的女伴 曾是陈阳身边的 众多追求者之一 陈绍云却对他一见钟情 好不容易熬到陈阳入狱 耗费三年 费尽千辛万苦 才将女人追到手 见陈阳出狱 本想在他面前好好炫耀 显摆显摆 谁曾想 陈阳身边 又多了个让陈绍云 惊呆双目的极品游物 脑海中产生 倘若能和关雅 共度一夜凉消 哪怕折瘦十年 陈绍云也心甘情愿 羡慕 说不出的羡慕 陈阳 你出狱了 陈绍云身旁的女人 快步走到陈阳面前 眼中隐隐可见泪光 赵文晴 陈阳的大学老同学 一直喜欢黏着自己 因为是笑话的原因 陈阳可没少 因此吸引大众仇恨 十几个地痞流氓 围堵殴打 赵文晴对于自己的那份心意 陈阳不是不知道 正因为知道 并且很清楚 他是一个品德优良的人 与自己截然相反 陈阳才没出手祸害他 有些意外 自己入狱三年 他居然和陈绍云 这种小人走到了一块 原来你还没忘记我 赵文晴感动说 他一直很担心 监狱那种鱼绒混杂的地方 会对陈阳不利 更别说 还是世界公认 最危险的黑山监狱 上下仔细确认 好在人没事 平安归来 陈阳 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 赵文晴 陈绍云走上前 一把抓住赵文晴的肩膀 想往怀里拉 至少得让陈阳明白 赵文晴现在是自己的女人 最好别打她的主意 否则 后果自负 不信 你一个弃子 也配跟我抢女人 当初陈阳没被赶出陈家时 陈绍云都不把她放在眼里 更别提当下 赵文晴察觉到她的意图后 赶忙挪步 躲闪 拉开距离 陈公子 自己与陈绍云之间的关系 自重 你不是答应 要做我女朋友吗 陈绍云眉头紧锁 尴尬到脸红 我只是答应 和你一起来拍卖会 从未说过 要当你女朋友 赵文晴斩钉截铁道 她之所以会答应 还是因为陈绍云暗示 威胁 如果不答应 就让人取消和赵家之间的生意订单 赵文晴为了家里的生意 不得不妥协 陈绍云 哼哼 她的笑容 竟显癫狂 咬牙切齿 愤愤不平看向陈阳 陈阳 你诚心跟我做对事吧 那眼神 恨不得把陈阳声吞活泼了 早不出狱 晚不出狱 偏偏挑在这个时候 陈绍云很难不怀疑 陈阳故意在针对 想让自己难堪 你该不会觉得 自己进牢里面待了几天 就可以在我面前装狠人吧 现在的你 只是陈家弃子 要身份没身份 要背景没背景 我陈绍云压你一辈子 陈绍云点起脚尖 恨不得鼻孔看人 陈阳则是一脸看白痴的表情 啪 除了对陈阳 对其他人 关雅脾气很不好 一巴掌扇在陈绍云脸上 陈绍云歪歪倒倒出去两三步 捂着火辣辣的脸颊 哪里想得到 自己会当众被人打脸 不等他说话 关雅强势开口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在这耀武扬威 陈绍云被吓住半秒 反应过来后 面色猙獰 怒吼 你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是陈家陈绍云 我爸可是陈向阳 垃圾 关雅漠视道 垃圾 你们还跟着木头一样 处在那里做什么 给我狠狠教训他 我爸跟你们老板 可是老相识 陈绍云指着陈阳 对门口几名保安命令道 像关雅这种美人 陈绍云实在不忍心下手 想着他是为了陈阳出头 索性将一切矛头 直指陈阳 正好借此 向关雅展示一下 自己在江城这个地方 有多得势 没准这霸气的一面 可以让关雅回心转意 不再被陈阳蛊惑 转而向自己头怀送抱 光是想想 这唇角变质不住的抽搐 差点笑出声 赵温玉固然好 但陈绍云果然还是喜欢 关雅那女王般的霸道气质 想被他狠狠征服 然而 他话音落下良久 两名保安却完全没有要行动的意思 只因他们被提前交代过 关雅是贵客中的贵客 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陈绍云 哼 别说他 哪怕他爹陈向阳来了 也不值得总经理亲自开口关照 天都拍卖会的背后力量 可比陈家恐怖得多 小小一个陈家 在天都拍卖会面前 根本上不了台面 怎么 耳朵聋了 还是我说的话不好使 陈绍云历声大贺 你陈绍云算个屁 天都拍卖会 何时轮得到你在这作威作福 一道气场十足的声音 自室内传出 看清楚来人 陈绍云爆发到坊子里的怒气 瞬间尾了 杨叔 我不是故意 想在您的地盘上闹事 是他们先没事找事 所以我才 打住 我没兴趣听 杨光发抬起手 强行打断陈绍云的话 示意保安赶出去 是 这会儿 保安行动起来 麻利不少 哎 杨叔 您这是闹哪出 凭我爸跟您的关系 您哪怕不帮我 也没理由赶我走 向着他一个陈家气子吧 陈绍云挣扎 不解道 杨光发可没有要跟陈绍云解释的意思 和时间 一改态度 校对关雅说 关总 不知您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快快请进 我已命远准备号 天字一号贵宾包厢 当看到杨光发对自己 和对关雅那一个天 一个地的态度时 陈绍云傻眼了 更令他目瞪口呆的是 天字一号贵宾包厢 那可是连他老爸陈向阳 都没资格去的地方 关雅凭什么 这女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羡慕 羡慕到最后 曹牙都快咬碎了 陈阳能巴结上这么一个漂亮女人 已是很让陈绍云嫉妒的了 没想到这女人 来到还不小 愿意主动倒贴 替他出头 是陈绍云连做梦 都梦不到的完美剧情 内心又暗暗记恨上陈阳一笔 接着 犹如垃圾一般 被保安丢出天都拍卖城 他身为陈家少爷的脸面 丢尽了 反观随他一起来的赵温玉 也是一脸意外 没想到天都拍卖城的总经理 宁愿为了官雅 得罪陈家 这个女人 不仅长得比自己漂亮 连背景也比自己大 赵温玉到嘴边 想对陈阳说的话 咽了回去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赵温玉转身离开 师父 他似乎对你用情很深呢 明明有把柄 被那人捏在手里 却为了不被你误会 毅然决然地进行反抗 同为女人 官雅非常理解赵温玉的心情 赵家有个小工厂 是给人做代工的 一直靠陈家的订单活着 陈绍云八成是用这个在要挟他 陈阳不难猜到 那个小人 师父你放心 这件事我来解决 官雅拿出手机 一个电话打给秘书 三言两语交代好一切 陈家一年给赵家的订单 不过区区几百万 整体下来 利润四五十万 刚好够生活 官雅直接让人送去一笔 价值三亿的长期合作订单 他稍微查了一下 赵家作为加工厂来讲 口碑 质量 品控一直很不错 从未被投诉过 家主是一个比起利益 更在乎口碑的人 哪怕给人代工 不赚昧良心的钱 脚踏实地 官总 陈先生 请 做完这一切 在杨光发的热情迎接下 步入天都拍卖城 进便梯 前往天字一号包厢 另一边 赵温玉刚回到家 就看到一堆人 站在工厂门口 其中包括他父亲 赵海生 此时 赵海生手里拿着一份合同 一动不动 满脸惊骇 当眼角余光 注意到赵温玉的存在后 赶忙走上去 追问 温玉 你到底答应了 陈少云那个臭小子 什么条件 啊 正准备向赵海生道歉 因为自己的原因 赵家和陈家之间的合作 可能要谈崩的赵温玉 听到他这番话 一脸困惑 你该不会答应陈少云 要嫁给他 为我们换来这笔 价值三亿的合作订单吧 温玉 你怎么那么傻啊 嫁给那种人 会毁了你的 与其这样 爸宁愿工厂倒闭 赵海生愤怒的 把合同摔在地上 这种靠卖女儿求来的合作 财运 不要也罢 嫁给陈少云 三亿合作订单 爸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赵温玉一脸猛 越听越糊涂 紧跟着 那名穿OL制服装 负责送合同的女人 走了上来 问赵先生 我想你是否误会了 误会 能有什么误会 回去告诉陈少云 这笔合作 我们赵家不谈 别说三亿 哪怕三十亿 我也不会把女儿 嫁给他那种人 赵海生的态度非常强硬 毫无回旋余地 除此之外 实在想不到 这合同还能是怎么来的 陈少云 赵先生 让我替你们送来 这份合同的人 不叫这个名字 女人摇头 心想赵海生 果然误会了 不叫这个名字 赵海生正纳闷 耳边紧接着 又传来女儿赵温玉的声音 爸 你真的误会了 我和陈少云之间 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从未答应过 要嫁给他 倒不如说 我拒绝了他 往后 工厂大概率会 失去陈家的订单 既然你拒绝了他 那这合同 赵海生的疑问 非但没有得到解释 反而更困惑 目光转向女人 试图从他身上得到答案 这合同是关雅关总 让我负责亲自送到的 女人做出说明 关雅 关总 赵海生脑海中 并无关于此人的半点印象 赵温玉却是立马回想起 先前和陈阳在一起的 那名绝色女子 不见 请问 她那么大个老板 为何要跟我们这种小工厂合作 而且 还是价值三个亿的合作 赵温玉忍不住联想 难道是想用这笔钱 让自己永远消失在陈阳的世界 关总很看重你们工厂的口碑 品控刚好这批产品不追求生产速度 只求质量 不过 更重要的是 您是关总师父的好友 作为徒弟 他不想你因为陈家的事陷入麻烦 导致陈先生心情郁闷 女人如实转达 师父的好友 赵温玉嘴里轻男 旋即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你是说 陈阳 他是你们关总的师父 是的 女人点头肯定 听到她的回应 赵温玉整个人正住两三秒 随即 这心中竟有几分庆幸 长松一口气 见赵温玉沉默 女人继续补充 当然 是否要接受这笔合作 取决于你们 关总没有抢求的意思 其次 我们对于质量的要求非常严格 如果出现问题 照样会要求赔偿 不存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特例 文言 赵温玉反而轻松不少 手放在胸口上 信誓旦旦的保证道 请让关总放心 我们一定会完美达成指标 对得起他的信任 绝不辜负 尽管暂时还没弄清楚状况 但在得知合同和陈家 陈绍云没关系后 赵海生赶忙弯腰捡起 小心翼翼确认有无损坏 好 这是我的名片 之后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联系我 女人留下名片后 转身上车 离开 赵温玉低下视线 看着手中的名片 得知对方的名字叫做于喵喵 温玉 你们刚才说的陈阳 是我认识的那个陈阳吗 他不是因为打人 被判进监狱四年吗 满打满算 这才第三年 还有 随随便便能把三亿合同 交给我们这种小工厂的大人物 叫他师父 赵海生对于陈阳这个人 起初没啥好印象 但随着慢慢接触的多了 发现他也不是毫无优点 工厂好几次遇到麻烦 都是陈阳出面解决 玩得花 赵海生年轻时候 是没那条件 否则 绝对比他玩得更花 最重要的是 陈阳似乎只把赵温玉当成朋友 没有要祸害他的意思 反倒是自家女儿 各种主动倒贴 至于因为殴打纠缠自己女朋友 被对方通过人脉 关系 送进监狱四年这件事 作为二十多年前 也曾年轻气盛 啤酒瓶抱头纠缠赵温玉母亲的地痞流氓 最终赔偿几百块了事的赵海生 表示理解 惺惺相惜 这心里非但没扣分 反倒十分欣赏他的真性情 再听说 陈家因为惧怕对方的权势 把陈阳母子二人赶出陈家 彻底断绝关系 就连被保护的女友 也选择移情别恋后 赵海生一个外人 都有些压抑不住目火 想帮忙 奈何整个工厂 得靠陈家的订单吃饭 勉强维持运转 只能偷偷让赵温玉 适当去照顾一下陈阳的母亲 比如送点柴米油盐之类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 关总在他面前 确实很客气 甚至尊敬 陈绍云冲撞了陈阳 关总直接一巴掌打回去 让保安将陈绍云丢出拍卖城 赵温玉说着 自己知道的 这位关总 到底是何方神圣 没听说过 江城有那么好人物 赵海生奇怪道 赵叔 我查到了 关雅 杨诚首富 身家万亿 一名工厂工人 如实念出在手机上搜索到的内容 杨诚首富 身家万亿 赵海生吞了吞口水 这对于他来讲 完全是比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哪怕从祖宗十八代之前 到现在 也赚不到那么多钱啊 如此惊天大人物 怎会是陈阳的徒弟 那个顽固大少爷 赵海生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道 但关总曾在采访中表示 他背后有一位神秘高人师叔指点 没有他 就没有自己现在的成就 工人继续道 他能成为首富 都是因为陈阳在背后指点 赵海生更猛了 本以为陈阳出狱后 会因为打击一掘不振 还想着 要不要联系外事的朋友 给他纸条名路 算是报答 他替工厂多次解位的恩情 乃曾想 他不仅平安出狱 身边还多了个万亿首富图 妈了 真的妈了 万亿首富 赵温玉瞬间理解 为何天都拍卖城的总经理 在关雅面前 会是一副抬不起头 直不起腰的表现 这身份 大的吓人 很想弄明白 陈阳到底是怎么叫出 这么个顶级徒弟的 他还有多少 自己不曾了解的一面 织女莫如妇 注意到赵温玉表情的微妙变化 赵海生知道 自家这宝贝女儿 三年时间过去 中毒更深了 情毒 而在几公里外的陈家 陈绍云顶着一张肿胀的脸 找到父亲陈向阳 哭诉道 爸 你可得帮我做主啊 陈阳那小子 从牢里出来了 还让人把我打成这个鬼样子 什么 陈阳出来了 陈向阳意外道 对啊 他人就在天都拍卖城 陈绍云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流 天都拍卖城 他去那种地方做什么 小声嘟囔 是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为一个弃子废物 打我陈向阳的儿子 陈向阳想不出人选 方家 没理由啊 陈家早与陈阳撇清关系 真要出手 何必等到三年后 不清楚 只知道阳光发叫他关总 在他面前 跟调狗似的卑微到极点 您知我是你儿子 还向着他和陈阳 陈绍云倒也实诚 不做隐瞒 主要想让陈向阳 顺便教训教训阳光发 现在回想起 被保安架起胳膊 当众丢出大门的画面 都觉得丢脸 关总 陈向阳快速过了一遍记忆 在江城内 筛选不出符合身份的人选 思绪往外发散 关总 难道 突然 一个响亮的名字 在脑海中浮现 惊得一身冷汗 这杨起的手举到一半 又落下 看得陈绍云一惊 还以为陈向阳想动手打自己 顿时长松一口气 未确认这其中是否存在误会 陈向阳拿出手机 搜索了关雅三个字 找到他曾经参加 新闻采访时的高清照片 然后 把手机屏幕转向陈绍云 问 是照片上这个女人吗 对 就是她 死 陈绍云一眼认出 玄机又察觉到不对劲 问 爸 不对啊 你怎么会有她的照片 该不会是你背着妈 在外面养的 啪 混账东西 陈向阳哪里会让陈绍云把话说完 一巴掌狠狠扇在她脸上 啊 本就没消肿的脸 再挨上陈向阳这一巴掌 对于陈绍云来讲 简直是钻心的疼 一副呲牙咧嘴 口水止不住的从嘴角流出的模样 爸 你干嘛打我呀 陈绍云眼眶湿润 费解问 打你 我恨不得掐死你这个逆子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丢人现眼的东西 陈向阳恨铁不成钢地怒骂道 他谁啊 陈绍云内心有种不太妙的感觉 他从来没看到过 陈向阳愤怒成这个样子 那眼神仿佛要吃人一样 从小到大就没被他打过脸 力气大道 牙齿松脱几颗 摇摇欲坠 阳成首富关押 身家万亿 陈向阳越想越气 又是一巴掌挥出 不过被陈绍云眼疾手快 给躲开了 这脸上如腕根针扎般的痛苦还没消失 再挨上一巴掌 非得腾晕过去不可 心说 还好有去健身房练过一段时间拳击 多少会点闪避走位 你他们还敢躲 郑安安庆幸 谁曾想 陈向阳又补了一脚 碰 陈绍云避之不及 被踹中腹部倒飞出去 捂着肚子 面色一会儿子 一会儿轻 痛苦不堪 你知不知道 凭人家的手腕 随随便便 就能把整个陈家玩死 你哪来的雄心豹子胆 敢在他面前耀武扬威 你算个屁啊 如果不是看 陈绍云是自己的儿子 换成别人 陈向阳绝对会冲上去 活活把他踢死 一劳永逸 从问题根源解决 行 真行 没想到陈阳那小子 不仅提前出狱 又跟关雅扯上关系 这下 还真不好再对他出手 陈向阳很清楚 在关雅面前 小小一个陈家 狗屁不是 但 陈阳多半是靠男色 方才抱上了关雅那条大腿 纵然是陈向阳 也必须承认 陈阳确实很有姿色 不过 一个被包养的小白脸 恐怕没资格 说动关雅出手 对付陈家 陈家整体实力 确实比不过关雅 可这么多年过去 在阳城地界上 也算有些影响力 没那么容易倒下 需要关雅耗费大量财力 但这个价格 都够他包养多少世界级难膜了 独乐乐 何不中乐乐 总之 以后不准再去招惹陈阳 你要做不到客客气气 就给老子绕道走 不然 我也让你尝尝 成为气子的滋味 陈向阳警告道 言语中 陈绍云听不出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陈向阳的想法很简单 关雅不会主动为陈阳出手 对付陈家 是一方面 可倘若陈家率先对他的人出手 很难保证 不会被视作一种挑衅行为 有钱人最在乎的是什么 面子 被人博了面子 不找回场子 能行 站在关雅的角度 陈向阳忍不了 甚至在考虑 要不要修复与陈阳之间的关系 让他重新认阻归宗 再利用这层关系 接触关雅 进行合作 带来更多利益 听着陈向阳的话 陈绍云这心里 憋屈 太他妈憋屈了 自己堂堂一陈家少爷 见到一个废物弃子 居然要绕道走 气愤吗 当然气愤 却又不敢反驳陈向阳的父权 突出一个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目光回到天窦拍卖城 陈阳 关雅 早已落作天字一号贵宾席 独占二楼最好的事业 可以看到一楼的拍卖台 观众席 都是些几百万 几千万 过亿身家的收藏爱好者 又或者小老板 关总 我们这有龙井 普尔 贡茶 铁观音 不知道您喜好哪种 我让人速去准备 这些茶 一般客人根本没资格享受 更别说 让身为总经理的杨光发 亲自接待 对于他的问话 关雅并未着急回答 而是转而问起陈阳 师父 您喜欢喝哪种 如果都不喜欢 我让他们去给您准备点饮料 买茶之类 听着 看着关雅这贴心的态度 杨光发自叹不如 师父 您 谁陈阳走了天大的好运 攀上关雅这么一棵大树 可眼前这一幕幕 怎么看 都好像是他关雅三生有幸 攀上陈阳 这棵史诗级参天巨树 杨光发一度怀疑 这跟自己印象中的 那位陈家少爷 是否为同一人 悬殊之大 犹如天欠 太夸张了 能让关雅以您自尊称的人 也是足够令人畏惧 能让关雅这种万一首富 商业女王叫师父的人 杨光发着内心 已然不知该如何形容 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他伸手到背后 偷偷掐了自己一把 死 嘴角轻气 倒吸一口凉气 疼 很疼 不是在做梦 我都行 你决定吧 陈阳不挑 行 那来两杯共茶 关雅决定到 好嘞 我马上让人准备好送来 二位有任何需求 可以随时叫我 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杨光发弯着腰 脸上挂着营业式笑容 轻手轻脚退身离开 待房门关上后 手扶胸口 吐出一口浊气 陈家气少 那群人 如今怕是高攀不起了 想着以后 不能再狗眼看人低 必须打心底里 尊敬陈阳 哪怕把对方 当成祖宗供起来对待 也不夸张 他值得 有这个实力 不久后 负责拍卖的主持人 走上台 开始说着暖场的话 以及拉高宾客们的期待感 关雅则侧身 对陈阳自信保证 师父 待会您看上什么 尽管说 今天无论您要啥 土耳通通包了 这怎么说的 跟我被你包养了一样 陈阳调侃一笑 师父要是愿意 我可以 看着关雅双眸放光 那一脸期待的小表情 陈阳语气无奈 你这么大个身份 能别整天敬想些 欺师灭祖的事吗 土耳有什么办法 要怪只怪师父明太优秀 自古以来 每人爱英雄 何错之有 关雅的语气更无奈 况且 我们之间又没有续人关系 为何不能在一起 反正最后都要便宜人 与其便宜外面那些野女人 便宜你可爱又孝顺的徒弟 难道不好吗 关雅里直气壮宝 李不直 气也壮 见陈阳雅言 关雅正打算乘胜追击 劝他乖乖从了自己 门外突然传来争执声 不好意思先生 您不能进去 里面已经有客人了 首先传入耳中的 是拍卖城服务人员的声音 有人 你在跟我开国际玩笑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我是谁 魏家魏子清 我能来你们天都拍卖城 是你们的荣幸 这天字一号 向来是我的专属包厢 魏子清 见陈阳嘴角勾勒出一抹笑意 关雅随口问 师父 您认识 谈不上多数 一个小跟班 和赵家工厂一样 魏子清背后的家族 同样很依赖 陈家的生意订单 魏子清被要求 多与陈家人走动 促进合作 比起喜欢鼻孔看人的陈绍云 他果断选择给陈阳当舔狗 请客去酒吧 KTV之类的地方 以此讨好陈阳 来稳住订单生意 当时 陈阳一家的话语权 虽比不过大伯陈向阳他们 但这点小事 还是做得了主的 一张白得的饭票 不用白不用 反正也拒绝不了 即便陈阳拒绝 魏子清 还是会抢着结账 久而久之 陈阳便见怪不怪 习惯了 许久不见 魏子清这说话的口气 相较当初 可是嚣张了不少 他看 碰 魏子清 踹开包厢门 服务员被他一伸手 撇倒在地 他昂首阔步走进包厢 我倒看看 谁有那么大的能耐 敢跟我魏子清 抢天字一号包厢 陈阳 你出狱了 当看清 坐在红木椅上的人后 魏子清颇感意外 一改态度 笑盈盈地走上来 陈少 您出狱怎么都不通知 小弟一生呢 我也好安排 给您接风洗尘啊 是不是没拿我当兄弟 如果不是魏子清的表演 太过拙恋 陈阳或许就信了 不 果然 魏子清很快图穷底线 没绷住笑容 怎么 真以为我把你当兄弟了 你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 你一个废物 妻子 有这个资格吗 嘖嘖嘖 摇头 惺惺作态的感慨 可怜 可怜那 曾经高高在上的陈家少爷 如今却成为一条 没人要的野狗 当狗没关系 错在你不该 坐在主人的位子上 滚 立刻 马上从我眼前消失 在陈阳身边 舔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熬出头 魏子清肯定要好好爽一把 这番话说完 不得不承认 他确实爽到了 见陈阳老老实实 按照自己说的 从座位上站起 魏子清这下巴 得一道都快翘上天了 卧槽 瞪大双眼 才注意到陈阳身边 坐着官雅这么格 他愿称之为 流落人间的仙子 美女 你不用走 我跟他不同 我是真有钱 不靠嘴巴吹牛 只要你答应 做魏子清的女人 我保证让你 砰 哼 按照魏子清说的 滚出去 开什么玩笑 陈阳站起来 单纯只是方便捏紧拳头 一拳砸在魏子清的鼻梁上 令他整个人腾空而起 拱着身子 像极被风吹的 倒飞出去的垃圾袋 等魏子清从地上坐起 伸手一摸 满手鲜血 原本就鼻血止不住地流 这一摸 脸上更添几分血淋漓 掺杂着同样 无法抑制的泪水 魏子清能明显感受得到 自己的鼻子被打断 打碎 陈阳 你疯了 魏子清压根没想到 以陈阳现如今的 低等身份 会有胆量 敢跟自己动手 原本还想着 他要识相 给自己下跪磕个头 没准可以考虑 让他成为小跟班 眼见陈阳一言不发 摩拳擦掌 朝自己这边走来 魏子清吓坏道 陈阳 我警告你 你别乱来 现在的魏家 今时不同往日 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我和陈绍云拜了把子 他是我大哥 你要敢动我 等同于 碰 陈阳抬起脚 不给魏子清 把话说完的机会 好似皮球 一脚从包厢梯的滚飞出去 重重撞在走廊对面的墙上 跟这种人多说一个字 都是浪费生命 师父好帅 徒儿好喜欢 关雅鼓掌欢呼 他本想亲自出手 报答魏子清一顿的 让他明白 不尊重自家师父 下场究竟有多惨烈 奈何陈阳认为 那样太浪费时间 兜兜绕绕绕 魏子清还不一定会服气 不如让他来 暴力直接 没办法 谁让关雅是个孝顺弟子呢 哪怕孝心正在逐渐变质 默默当起观众 有幸看到陈阳三拳两脚 把魏子清打趴下的威武姿态 对他来讲 血赚不亏 只恨刚才看的太入迷 忘记要拿出手机设想 可嗨嗨 陈阳拳头倾过唇前 咳嗽两声 坐回魏子上 后面那句可以省略掉 这可是精华部分 绝对不能省 关雅说着他的见解 态度强硬 不做退让 陈阳懒得吐槽 七八分钟后 七号包箱 当魏子清猛然睁眼 从噩梦中惊醒过来时 才发现那不是梦 是真的 自己的脑袋 此刻已然被缠裹上厚厚几层绷带 腹部还能清楚回忆起 陈阳那一脚的恐怖威力 坐起身 魏子清发现 七号包箱正对着一号包箱 看到陈阳与关雅之间 有说有笑的互动 魏子清便是一肚子火气 羡慕极度狠 一个弃子 凭什么骑在自己头上 发誓要让他付出代价 拿出手机 给江湖道上的朋友打去电话 让他们多带点人 换做三年前 魏子清不敢对陈阳下手 但现在 他与陈家没半毛钱关系 魏子清可不准备跟他客气 打死了 说不定还能去找陈绍云要比赏钱 作为舔狗 魏子清心知肚明 陈阳光被陈家逐出家门 是不够的 只要人活着 始终是个隐患 魏子清要求不高 打个半死就行 比如植物人 真要闹出人命 那可不是花几十上百万找人顶罪 就能简单解决的 确认对方正在集结人马后 魏子清艰难提起嘴角 眼神中透着阴险毒辣 陈阳 待会你哪怕跪下来 求我都没用 我要让你十倍偿还 二十五万 放下手机 见陈阳开始与人竞价 魏子清没心情去关注他要拍什么 只想趁着打手赶来之前 用财力让陈阳清楚明白 三年后的他 与三年后的自己 存在着何等巨大的差距 二十五万也配拿出来 配跟我抢位子 落魄了 真是落魄了 看到曾经不可一世 众心捧月的陈阳 落得这步田地 魏子清心中一阵暗爽 二十五万 连他魏子清一个月零花钱的 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一百万 魏子清大声喊道 恐怕所有人听不见识的 直接绝杀 让陈阳好好感受感受 这天与地之间的距离 到底有多远 关雅注意到魏子清的存在 他那奸细 如同太监般的嗓音 很好辨认 那家伙 还真是不长记性呢 关雅翻了个白眼 喜欢用钱压人一头 不好意思 这种事 他关雅最擅长 正好最近找不到可以花钱的地方 一百万二次 一百万三 在拍卖师即将落锤的瞬间 关雅直接开口将军 横扫 一千万 一 一千万 魏子清直接从椅子上 惊得跳了起来 这个价格 他没底气去跟 一方面拿不出 即便真能拿得出来 为了打脸 压制陈阳一头 花一千万买这么几根破草 要让魏夫知道 非得打断他一条腿不可 一千万三次 让我们恭喜天子一号包厢 获得极品雪虫草 碰 随着拍卖师落锤 这件拍卖品 被关雅以绝对碾压之势拿下 哼 师父要的东西 你也配染纸 当我关雅不存在吗 关雅不屑道 目光回到陈阳身上 好奇问 师父 您打算用这虫草做什么呀 搭配其他几种常见药材 可以炼制助颜霜 陈阳解释说 助颜霜 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关雅激动问 试问 天底下有哪个女生不希望 自己青春常驻呢 是 陈阳点头肯定 长期使用 让你的肤质稳固个三十年 不成问题 那师父 关雅眼神期盼 好 练出来后 让你第一个 用 关雅花那么大的价钱 替自己拍下 这几瓶雪虫草 陈阳肯定得 给他特殊优待才行 谢谢师父 关雅黑黑一笑 心满意足 很快 第二件拍卖品被摆上台 是一块鸡血玉 品质绝佳 顶级才对 陈阳对这鸡血玉 并无多大兴趣 没有要开口的意思 见陈阳不打算开口 正好魏父 很喜欢收藏这类东西 魏子清断定 陈阳肯定是为了 打自己的脸 把底裤都掏干净了 现在是兜里 比脸都干净 一分钱掏不出 那接下来 就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我是怎么花灵用钱的 魏子清刻意加重 零用钱三个字的读音 并未因为第一次竞价失败 深受打击 反而狂喜 让陈阳倾家荡产 之后只能拿着几根破草 蹲在角落里 哭泣抹眼泪 毁清肠子 何必呢 五百万 魏子清喊道 直接在原本一半的 起拍价基础上 翻了一倍 让那些画到嘴边的富人们 赶忙把花咽了回去 生怕闹笑话 五千万 关雅可不打算 惯着魏子清 难道只许他 找自家师傅的麻烦 自己却不能让他难堪 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 五千万 喂 你们拍卖城的人 确定不好查查 他有没有那么多钱 能付得起吗 魏子清走到围栏边 大声嚷嚷道 魏子清刚觉得自己 把价格翻了一倍 能震惊大骗人 好好出拨风头 谁曾想 关雅紧跟着 便无情给了他一巴掌 五百万翻十倍 便五千万 这是家里有矿 还是矿里有家 不把钱当钱 哪怕魏夫再怎么喜欢收藏 也不可能拿五千万 冒着工厂资金链紧缺的风险 去买这么块石头 碰 包厢门被推开 只不过 被推开的不是一号包厢 而是魏子清所在的七号包厢 杨经理 你来的正好 我严重怀疑 无知东西 见杨光发现身 魏子清正打算上前告状 却又被一脚踢滚回去 杨经理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 我魏子清啊 经常跟我大哥陈绍云 光顾你们拍卖场 魏子清误以为 是自己头上纱布缠绕的太后 杨光发没认出来 火速自述身份 特别强调和陈绍云之间的关系 陈绍云 在官总面前 他陈绍云算个屁 别说陈绍云 哪怕陈家老家主来了 你问问他 敢不敢和官总叫板 杨光发怒不可恶道 这一个个 怎么都那么喜欢 给自己没事找事呢 惹谁不好 偏偏要去招惹官雅 那个女魔头 万一他怪罪下来 杨光发可承担不起责任 官总 魏子清才反应过来 陈阳身边的女人 有大来头 杨诚官雅 杨光发眼神一胸 杨诚官雅 那个万一身家的首富 在得知官雅的真实身份后 魏子清闲些精掉下巴 难怪几千万滑出去 跟流水一样 眼睛都不眨一下 对人家来讲 那连一天的零花钱都算不上 魏子清想不通 如此绝品 有钱有势 有背景的完美女人 为何会和陈阳在一起 那小子 怎么就那么好命呢 滚滚滚 你给我马上滚 永远别再出现在 天都的地盘上 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 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杨光发摆摆手 好 我马上滚 马上滚 魏子清时去答应 对方人多 这想不答应 也不行啊 从天都拍卖城 连滚带爬的离开 才从大门出来 又看见惊呆他双眼的一幕画面 自己叫来 手底下有一百多号人的江湖大哥 此时全员 被一群西装暴徒般的人 制服 脚踩脑袋 狠狠压制在地上 这又是个什么情况 魏子清想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那些西装暴徒 无一例外 全是青龙保镖公司的人 陈阳众多徒弟之一的徐振天 一直让他们负责暗中保护陈阳 在必要时候 出手解决掉那些 想找他麻烦的人 解决不了 就联系自己 他徐振天亲自操斗 大哥 我们只是男人钱财 替人消灾 真不是有意冲撞陈少的 我压根不知道 魏子清那狗杂最要针对的人 是你们 话说着 男人意外瞥到魏子清一眼 虽然他头上缠了绷带 毕竟经常一起鬼混 到处惹是生非 一眼认出 感受到上百道目光 刷的一下集中到自己身上 咕嘟 魏子清吞了吞口水 一身冷汗 冒个不停 大哥 约有头炸有主 是那小子打电话叫我们来的 男人立马指认 这笔买卖 他真没胆量硬敢接 一般人 请得起上百个保镖 更别说 还是大厦数一数二 在全球保镖大赛上 屡获大奖的青龙保镖公司 以他们的小脑袋瓜 根本想象不出 得多大身份 才配得上 如此之多的顶级保镖 内心对于魏子清 可以说恨到了极点 埋怨不断 你想死没关系 别他们带上我们 这只保镖队伍的队长 李青海文言 直接一脚将男人踢死过去 身后那一众人 有样学样 地痞流氓们 牙齿被踹飞的 不在少数 当场昏死 横七竖八 躺在天都拍卖城门口 身为金牌职业保镖 他们力道掌控完美 不至于闹出人命 顶多重度脑震荡 注意到这一切的总经理 杨光发属于老江湖了 立马安排人 将那些家伙装车运走 随便找个垃圾厂丢弃 省得哪个好心路人报警 将事情闹大 那个 各位兄弟 有话好好说 咱们别动我 他陈阳给你们多少月薪 我翻三倍 本来想说十倍的 但在看到李青海 他们胸口的 青龙保镖公司徽章后 果断改口 想不通 陈阳到底何德何能 可以请一百个保镖 还全部是金牌保镖 很好奇 关雅这种大人物 究竟是被灌了什么迷魂汤 才能对陈阳如此百亿百顺 颜值 回想以前 魏子清确实不止一次羡慕过陈阳 身材比例好到爆炸 游泳脱个衣服 立马引得无数美与疯狂 尖叫 恨不得把他当场就地正法 这五官也是一顶一的鬼斧神功 走在路上 有星探激动表示 想签约他出道 当模特的程度 这一切 都是魏子清亲眼所见 甚至一度犹豫 有朝一日 要不要去趟整容业发达的棒国 让医生按照陈阳这张脸为模板 给自己整一个 啪 李青海最烦魏子清这种 喜欢动不动把钱字挂在嘴边的人 仿佛有钱是万能的一样 一巴掌将他抽倒在台阶上 冷声问 你觉得自己很有钱 魏子清捂着脸 眼神委屈 不敢反驳 下一秒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那番话 有多白痴 明明不久前才在拍卖会上 被关雅的恐怖财力暴力镇压 现在竟又冒出 想要跟他比谁更有钱的念头 怎么别 整个魏家 恐怕连人的领头都达不到 连魏子清自己都不免觉得 这一巴掌挨得不晕 别说翻三倍 三十倍 三百倍也没用 除非 你能把整个青龙给买下来 李青海真不知道 一个普通富二代 到底哪来的底气 敢去找陈阳的麻烦 嫌自己命太长 实话告诉你 陈少是我们老板的师傅 在青龙 哪怕我们老板在他面前 也得毕恭毕敬 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 李青海故意说道 希望魏子清能明白差距 别再去做死 青龙老板 徐振天 徐振天的威名 魏子清在圈子里可没少听说 连他父亲在提起这个名字时 同样各种崇拜 赞叹不绝 视为人生偶像般的存在 身家虽比不了官雅 却也是大千亿级别 这种人物 是陈阳的徒弟 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若非亲眼见识过 这火人惊人的战斗力 以及那一个比一个 骁勇善战的威猛气势 魏子清绝对会怀疑 他们是陈阳 从哪个剧组找来的群众演员 他还是青龙创始人 徐振天的师父 二楼 站在窗边的阳光发听到这话 内心何尝不是惊涛骇浪 汹涌澎湃 这两个徒弟 陈阳完全可以在江城横着走 为所欲为 更重要的是 阳光发丝毫不觉得 陈阳的徒弟仅此而已 呵呵一笑 陈家人真是一如既往的眉眼光 不识人间真聋 难怪到现在 始终是个三流家族 暗暗下定决心 以后和陈家划清界限不再来往 免得被他们连累 废了 拿棺材给魏家送回去 告诉魏家主 管好他儿子 再有下次 连他一起棺材入土 李海清下令 不 不要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让我见陈阳 我以前跟他关系很好的 他是我兄 我的手 我的手 不要 不要废了我的腿 求求你 求啊 惨叫声撕心裂肺 几百米外听得一清二楚 魏子清真真切切体会到 何谓生不如死 双手双脚敬沸 然后带上车 拉去棺材铺 关于天都拍卖城外发生的一系列闹剧 陈阳 关雅二人随后从阳光发那里 了解了个大概 徐师弟外表看着粗狂 遇事处事倒是欣喜得很呢 关雅毫不吝啬赞赏之词 对此 陈阳不做反驳和关雅想法一致 徐震天在他心目中 一直是个胆大欣喜的人 侧目一眼 注意到关雅拿出手机 在给什么人发消息的样子 陈阳打听问 你该不会想对魏家出手吧 那是当然 给脸不要连蠢东西 没必要留着 从今以后 我保证 他们不会再出现在师父您眼前 给您添堵 您尽管放心 我不会随便杀人的 那种垃圾根本不值得我杀 对付魏家 这重上不了台面的家族 关雅一句话 便能让他们倾家荡产 重判清离 在大厦这块地界上 彻底混不下去 你放手去做 见关雅心意已决 陈阳支持道 有他这句话 即使让关雅与全世界为敌 他也毫不迟疑 因为陈阳就是他的最强背景 比万一身家 首富头衔可强太多太多 之后 不再把心思放在魏子清那种货色身上 继续关注拍卖会本身 疯狂撒钱 只要陈阳一句话 关雅岂不就是千万 尚不封顶 心疼 这两个字在面对陈阳时 早被关雅从字典里删除得干干净净 万一身家 不如伯君一笑 另一边 魏家 李清海一行 驾驶皮卡 带着一个大红木棺材 气势汹汹杀盗 保安见着阵仗 愣是美感之声 人色在保安亭中藏得很好 魏几千块工资完命 他又不傻 敢在魏家家主生日宴上 送棺材的人 那身份 能简单 对于门外正在发生的事 魏父魏天良毫不知情 此时 正忙着接收各家送来的贺礼 这身家迈入一亿大关后 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再加上生日 心情大好 未来可切 几十万一条的玉镯 上百万一辆的豪车 巴掌大小的石心金珠 魏天良十分享受这种重心捧月般的感觉 刺下看一眼 迟迟找不到魏子清的身影 他记得上一秒看到魏子清时 他还信誓旦旦的保证 一定会送上一份令自己满意 面子十足的礼物 这送礼环节都快到尾声了 怎么连个人影不瞧不见 什么情况 那群人是何来头 敢在魏天良的生日宴会上扛官来 不知道 这一个个人高马大的 看就不好惹 青龙保镖公司 难道是魏家主 想给我们表演点余性小节目 听到台下传来的议论声 再看到以李青海为首 几人合力扛来的那口红木棺材 魏天良这脸色 难看到几点 五指死死抓住座椅扶手 仿佛掐着的是李青海的脖子 恨不得立即折断 其身怒声质问 你们青龙到底是几个意思 在我的生日宴上送棺材 想咒我死吗 魏天良不记得自己有招惹过青龙保镖公司 扒杆子打不着的关系 原本有想过要雇佣他们公司的保镖 但太贵 放弃了 就因为这 要给自己送棺材 还是在生日宴这种大喜之日上 当着如此多宾客的面 让他魏天良的面子往哪放 你家小孩没管教好 得罪了陈少 我特意选了个好棺材 替你送回来 再有下次 我不介意给你也订做一个 方便入土 李青海一点面子不给魏天良留 百名威胁 棺材碰的一声落地 小孩 你是说 子清 意识到这一点后 魏天良赶忙上前 试图打开棺材盖 不过以他一个人的力量 实在难以撼动 扭头 催促几名庸人 你们怎么还跟个木头庄子一样处在那里 快点滚乖帮忙 好 几名庸人回过神 立马行动 对于魏天良的命令 自然不敢反驳 怕被扣工资 甚至丢掉饭碗 现在想找个心意的工作 可不容易 轰隆隆 碰 几人一起合力 打开棺材 掀开 棺材盖重重摔落在地上 砸碎了院子里的青石砖 如珠网般扩散开 激起不小烟尘 子清 当看清楚棺材里躺着的那个 手脚椅 别说正常人 马戏团演员都达不到的角度扭曲着 魏天良无比心疼 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 如今竟被人打成残废 需在轮椅上坐一辈子 如何能忍 不管对方是谁 魏天良绝对会让他付出惨重代价 你们 你们欺人太甚 以为是青龙的人 我就不敢把你们怎么样吗 魏天良叫来十几名保安 李李青海带来的人还要多些 大部分青龙保镖 正守在天都拍卖城附近 暗中保护陈阳 原认为 人多力量大 属于稳赢的局面 谁曾想 那十几名保安在得知 对方是青龙公司出来的职业保镖后 立马脚底抹油 一溜烟跑没饮 他们并未膨胀到 敢跟职业保镖硬碰硬 这让魏天良看了 满脸尴尬 瞬间冷静下来 没办法 谁让对方人多势重 你们说的陈少 该不是陈少云吧 魏天良却认问 担心是不是魏子轻飘了 敢跟陈少云叫板 结果导致被打成废人 倘若真是如此 这口气 魏天良不厌也得厌 他可不想好不容易到手的才是 因为和陈家闹翻 导致合作解除 一夜回到从前 不仅得忍气吞声 还得准备好礼物 等门道歉才行 陈少云 他算什么东西 也配合陈少相提并论 我说的那位 姓陈 明阳 李青海摊牌道 陈阳 他不是在监狱里蹲着吗 魏天良纳闷 随之而来的 是重新燃烧起的怒火 你们肯定是被骗了 他一个陈家弃子 可不值得你们 啪 请打断他的话 少在这挑拨离间 你没资格侮辱他 魏天良歪着脑袋 双眼瞪大如铜铃 瞳孔震战 几秒后才反应过来 不敢相信 竟当着几十位宾客的面 被人在自己家当众打脸 你疯了 你敢打我 实话告诉你 我在场这些客人 哪个蛋拎出来 不是一方霸主 想完死你 分分钟的事 哪怕你们老板来了 照样得尽我三分 魏天良想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主要突出一个人脉 好让李青海认清自己 给人当狗 也得选个好主人 陈阳 一个废物 凭啥 有理由怀疑 青龙保镖公司要没落了 什么任务都见 一点不挑食 是吗 原来你这么厉害啊 这时 一道十分洪亮的声音 宛如惊雷 落入众人耳中 众人寻声看去 声音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青龙保镖公司创始人 徐振天 徐也好 见过徐也 徐也 那些原本还因为魏天良那番话 有点沾沾自喜的人 看到徐振天真的出现后 瞄悚 毕恭毕竟叫野 顾多 魏天良哪里想得到 徐振天竟真的出现了 手脚冰凉 我没记错 你好像叫魏天良吧 魏天良刚要答应 觉得荣幸 能被徐振天这样的大人物知晓 然后听见 对方的口吻 瞬间变得严厉起来 你可真是养了个好儿子 敢在我师父面前大放厥词 跟个小丑一样乱跳 真当我不存在吗 您师父 魏天良知道 魏子清被自己宠坏了 却不认为他有这个勇气 纹图是纹图了点 但又不是傻子 知道什么人不该惹 陈阳就是我师父 徐振天紧跟着一句话 令魏天良当场心良半解 陈阳 一个锒铛入狱 被家族无情抛弃的垃圾 是徐振天这种光明自认谁听了 心里都得震三震的 大人物的 师父 呜呜呜 正在此时 宾客们的手机 如同事先商量好一样 陆续响了起来 接通电话 一个个吓得面色煞白如指 那个 我临时想起来 公司还有点事 先走一步 我出门时 好像忘记没气躁了 既然礼物已经送到 我便不久留了 眼看人脉一个个如鼠逃离 魏天良慌了 怎么一个电话 就把他们吓成那个样子 跟阎王上门锁命似的 魏天良并不觉得 光徐振天一个人 会把他们吓成这个样子 看那脸色 沉重到仿佛天药塌下来似的 正当魏天良困惑难解 想不出答案时 一通被著名为吴秘书的电话 打了进来 又是电话 回想起刚才那些人 接过电话后的表现 魏天良不禁吞了吞口水 有不好的预感 看一眼站在七八米开外的徐振天 见他一副请便的态度 魏天良硬着头皮 按下接听见 无秘书 发生什么事了 魏总 不 不好了 月华集团 天庆集团 飞扬集团 通通要跟我们解约 合同已经送来了 还联合商会 一起抵制咱们 很多下了订单的客户 现在要求按照合同进行赔偿 否则就起诉 我稍微算了一下 公司破产不说 您还得道歉起码一个亿 听完吴秘书的话 魏天良下的手机掉落在地上 摔碎屏幕 吸屏 面带绝望之色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嘴里不断重复 为何 为何会这样 身家破译才多久 这屁股都还没做热乎 老天爷便跟他开了个如此之大的玩笑 跌落神坛就算了 从拥有过亿身家 转眼负债一个亿 叫他怎能不怀疑人生 难道是因为 魏天良的目光 急忙转向徐振天 刚想开口求饶 恳请他大人有大量 放自己一条生路 日后院校全马之劳 徐振天 则像是料到魏天良想说什么 在他开口把话吐出来之前 打断道 哎 别误会 这件事跟我可没关系 想玩死你的人 叫关雅 关雅 那位杨诚首富 此刻 魏天良更加想不通 关雅怎会亲自出手对付魏家 并非魏天良瞧不起自己 而是魏家对于关雅那种大人物来讲 确实连蚂蚁都撑不上 根本入不了眼 出手只会自降身份 魏天良完全想不起 自己有在哪里得罪过关雅 但徐振天随后一句话 立马解开魏天良心中的疑惑 他是我师姐 师姐 魏天良自言自语道 徐振天叫陈阳师父 关雅是他师姐 那岂不是说 关雅也是陈阳的徒弟 听到这话 不止魏天良心头一震 就连躺在棺材里的魏子清 同样嘴角抽搐 是的 他早已清醒 一直在装死 魏子清怕自己真要清醒过来 一睁眼 魏天良能活活把自己给打死 魏天良却有这个想法 悔不当初 怎么没严厉管教魏子清 现在可好 得罪了两尊绝对不能得罪的大神 魏家这下 彻底完完了 无法理解 别人入狱是去受苦受难 陈阳却摇身一变 背景大到吓死人 魏天良眼中高不可攀的商业大佬 为他马首是瞻 嗡嗡嗡 感受到震动 徐振天从兜里掏出手机 一条短信 关雅发来的 徐振天浏览过后 看一眼魏天良 然后示意李青海 把他一起装进棺材 正好我师姐在飞南有座钻石矿 反正如今这大下 你们父子二人也混不下去了 何尝不是一条出路 是 李青海照做 诶 你们想干 嗡嗡 面对李青海 魏天良毫无还手之力 被绑住手脚 胶部封嘴 丢进棺材 何干 皮卡车拉走 一套流程轻车熟路 开去海边 准备按照关雅的计划 送去飞南钻石矿奴历一辈子 反抗 有这心 没这胆 魏天良害怕真要这么做 估计等待自己的 只会是尘尸大海 落得个以身为余的结局 恨不得把魏子清回炉重造 怎么生了这么个逆子 回到天都拍卖城 拍卖会几乎快要进入尾声 一场拍卖会下来 关雅花出去好几个亿 全是为尘阳而花 看得一楼那些富商 别提有多羡慕 要能找到这么一个 为自己随随便便花出去好几个亿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韵味十足的爵士美女 哪怕叫他们舍弃掉现有的全部成就 也会毫不犹豫做出选择 师父 您看 那对白痴父子已经到达公海了 关雅向陈阳展示着 刚从船队收到的照片 公海 陈阳一脸疑惑 接着才从关雅口中得知 他让徐振天 把魏家父子二人一起装进棺材 打算送去飞南挖钻石 同情 不存在 以陈阳对于魏天良的了解 他绝不可能善罢甘休 即使嘴上说着心服口服 背地里指不定何时会放案件 终究是个隐患 所以关雅先一步出手的做法 在陈阳看来 没什么不对 之后 向阳光发确认了一下后续的拍卖品 陈阳觉得没多大意思 和关雅一同离开 决定乘车前往附近 他朋友的研发公司 用先前从拍卖城拍到的极品雪虫草 调配祝颜霜 陈阳先一步走出大门 人等在车旁 关雅则去了洗手间 先前茶水喝的有点多 陈阳 真的是你啊 一辆车在陈阳旁边停下 男人降下车窗主动打起招呼 这人陈阳有些印象 李朝阳 大学不太熟悉的那类老同学 先前听说 你因为打人被抓了 陈家海 算了 不说这些糟心事 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梁星香 一个主播 有几十万粉丝 嗨 叫做梁星香的女人 热情打着招呼 她好帅 注意到梁星香 谋中异样的光彩 李朝阳立马 狠狠瞪了她一眼 梁星香赶忙放下手 收敛表情 你最近应该不太好混吧 这是我的名片 我开了家公司 试制没多少 一千多万而已 你要有兴趣 可以随时来找我 大家都是老同学 互相帮助一下是应该的 你不必有太大心理负担 李朝阳这话表面上听着 句句像是为了自己好 但 陈阳却不难从中听出 李朝阳更多是想炫耀 他如今有多成功 坐拥试制一千多万的公司 女友更是小有名气的主播 对比之下 曾经学生时代 风光无限 家庭背景优越的陈阳 实际上 李朝阳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他继承家业 玩命打拼 正是为了脚踩 那些曾经骑在自己头上的人 陈阳属于其中 他最想狠狠踩一脚的人 想想以前的他 在想想以后 很有可能在自己手底下做事 听从自己命令的他 李朝阳内心 简直爽到不行 日后同学聚会上 值得拿出来好好说说 绝对吸引眼球 会成为全场焦点 李朝阳正想着 注意力忽然被车前掠过的 一道倩影吸引去 无法移开 太美了 三个字不自觉从嘴里吐出 紧跟着 又看到 那天仙般的存在 静止走到陈阳身边 挽住他的胳膊 微笑道 不好意思 亲爱的 让你久等了 亲爱的 听到这三个字 被女人那挽入 银铃般月儿好听的声音说出 李朝阳这头顶 好似一道惊雷落下 嘴巴开开合合 几次欲言又止 只觉得这脸上 好似被一道无形的手 狠狠扇了一巴掌 火辣辣的疼 就连他身边 一向对于自己颜值 十分自信的良心香 在看到关雅那张脸后 也是自叹不如 非常羡慕关雅 不仅颜值高 这身材 也是一顶一的纤细高挑 跟模特一样 和陈阳站在一起 那妥妥的才子家人 让人嫉妒不起来 我还有点事 下次有机会再坐下来好好聊 陈阳把李朝阳 刚才给自己的名片 插入车窗缝隙 想要表达的意思 再简单不过 李朝阳不是傻子 心领神会 人家只是嘴上 跟自己客气客气 实际早已划清界限 怨气 当然有 然而 在看到关雅迈着小碎步 将旁边那辆跑车的 剪刀车门拉起来 笑盈盈对陈阳 做了个请的手势后 立马烟消云散 李朝阳对跑车了解不多 却也看得出来 那辆跑车价值不菲 起码能买两三辆 自己正开着的这辆豪车 他怎么就那么好命呢 李朝阳表情苦涩 回想起刚才在陈阳面前 各种炫耀 显摆的自己 好像小丑 我的妈呀 那辆跑车 是素颖918 价值2000多万 耳边传来良心香的声音 他拿出手机 对着车子背影拍了张照片 大数据轻松识别出结果 惊讶的表情 用手根本挡不住 全世界只有十辆 大下占三辆 给我看看 李朝阳一把从良心香那里 抢过手机 最后那点自信 也被打击得丝毫不胜 照片里的跑车 和陈阳 关雅开的那辆 一模一样 这下 不止像小丑了 李朝阳深深认为 自己就是活脱脱一小丑 苦苦打拼的公司 赶不上人家一辆车之前 另一边 车上 亲爱的 接下来 我们是按照原计划行动 还是去酒店 关雅侧目一眼 媚眼如思问 你这么喜欢演戏 干脆让玉蓉带你进娱乐圈好了 陈阳打趣说 确实有导演找过我 想让我去拍戏 而且还是个很知名的大导演 关雅回想起 但我吧 对演戏实在没兴趣 所以给推了 不过 师傅您要愿意出演男主角 有感情戏 最好再加上吻戏 我一定毫不犹豫地答应 对此 陈阳没有任何回答 因为他听得出来 看得出来 关雅是认真的 再说下去 这话题 指不定被扯到哪里去 后悔 当初光顾着叫关雅他们本事 忘记要教他们 尊师重道四个字 如今 他们整日想着欺师灭祖之事 自己其实也有责任 见陈阳不说话 关雅浅浅一笑 很享受这种 捉弄师傅的感觉 转眼 车子到达地方 陈阳开门下车 抬眸望去 眼前是一栋蓝色玻璃大楼 少说二三十层 上面写着 海兰生物科技几个字 我大学闺蜜开的化妆品研发公司 名叫秦海兰 国外国内 双博士学位 关雅走到陈阳身边 介绍道 小雅 你们来了 她话音刚落 迎面便走来一个牛仔裤 配白大褂 一束马尾清爽利落 还有点点黑眼圈的漂亮女人 很符合陈阳对于博士 加上研究员的刻板印象 好久不见 海兰 关雅上前拥抱秦海兰 秦海兰的目光 则在车上来回一动 奇怪问 你刚才在电话里不是说 会把你那个牛到不行的师父带来吗 人呢 他不就在你面前吗 面前 听关雅这么一说 秦海兰这才将视线挪回到陈阳身上 面露意外 关雅松开手 退后半步 抬起双手 指向陈阳 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便是我一直跟你说的 我师父 陈阳 他是你师父 秦海兰带眉微醋 有些难以置信 总觉得 太年轻了些 关雅在拜师之后 事业上升速度有多快 秦海兰有目共睹 这种成效 有些人连吹都没自信 很难想象 在关雅背后出谋划策 指点迷惊的人 是陈阳这么个奶油小生 说他是正当红的小鲜肉 明星 秦海兰绝对不会怀疑 但作为关雅的师父 对呀 怎么样 帅吧 有言又有才 你可别爱上他 我这竞争对手 已经够多了 叹气 关雅实在不想再多秦海兰这么个劲敌 倘若不是秦海兰一直说 想见见陈阳 这位世外高人 加上正好有这么个机会 关雅根本不会主动介绍二人认识 属于顺水推舟 秦海兰呵呵一笑 不打算多说这个话题 他早已决定 要把整个人生 奉献给自己喜欢的研究事业 谈情说爱 完全不感兴趣 不可否定的是 陈阳的形象 确实给秦海兰 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仿佛欣赏一件艺术品 或自然美景 令人心旷神怡 如沐春风 请进 秦海兰没有过多 去质疑陈阳的实力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邀请二人一同进入公司 刚走进大厅 便引得无数女员工焦头接耳 热议不断 我的天哪 好帅 是哪个大明星吗 开玩笑 娱乐圈要有如此高质量的男性 我怎么可能现在才知道 难道是公司找来的新产品代言人 如果让他当代言人 我们的产品绝对会卖爆 代言人吗 听到他们的对话 秦海兰觉得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提议 他也觉得 让陈阳成为新产品的代言人 可以极大提升销售额 这张脸便是最好的招牌 海兰 你一定在想 要让我师父给你们的产品做代言吧 嗯 秦海兰尴尬一笑 没想到心理想法竟被关亚轻松识破 我劝你还是死心吧 我师父他不喜欢做这种会引人忠目的事 关亚再道 好 我知道了 我会放弃的 秦海兰苦笑 他同样不喜欢强迫别人 当场作罢 叮咚 提示音 电梯打开 来到实验室专属楼层 秦海兰很期待 陈阳稍后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惊喜 到底有没有关亚平日说的那般神乎奇迹 在秦海兰的带领下 陈阳来到一个各种工具一应俱全的研发工位上 刚坐下 又听他开口 你需要哪些材料 我去帮你准备 见自家老板对陈阳这么个年轻人如此客气 这间办公室内的十几名研究员 忍不住投来好奇目光 纷纷猜测起 他的身份 能让秦海兰如此认真对待的人 可不多 除非天赋异禀 一般天才 很难打动他 被秦海兰拒之门外的博士 各类天才 没有一千 也有几百 山仓子四千 天木珠两颗 十剑川一千 土金五千 乌宝 苦寒香各两千 陈阳没跟秦海兰客气 一一念出自己所需的药材 好 秦海兰答应一声 转身朝药材储存室走去 他一走 几个人脚下一灯 一栋半工艺 凑在一起 交头接耳讨论起来 没想到 在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有能使唤秦总的人存在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一直盯着报纸新闻 没听说过这么好天才 难道是名校海归 他这么帅 不去当明星可惜了 绝对会成为娱乐圈的一匹 传奇大黑马 听到药材储藏是门所转动的响动 知道秦海兰要出来了 几人赶忙闭嘴 回到原位置 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 你要的东西 全在这了 秦海兰走到陈阳身边 放下托盘 晒干的药材 被单独装在一个个小格子里 师父 给您 关雅很有眼力价 不等陈阳开口 已是主动从包里拿出 先前在天都拍卖城拍下的 极品雪虫草 雪虫草 以秦海兰的知识储备 也看不出 陈阳究竟想用这些药材做什么 里面有两三样药材融合在一起 甚至会产生不小的毒性 轻则拉虚脱 重则丢半条命 伤及五脏六腑 留下终身隐患 秦海兰很难不怀疑 关雅该不会是被骗了吧 在精明的人 总有上当受骗的时候 尽管秦海兰从来没见过 有人能骗到关雅 就是了 往往是她小失手段 把别人骗得团团转 关雅是那种聪明到 可以把骗子卖了 还让对方替自己数钱的人 陈阳没去留意秦海兰脸上的表情 专心炼药 先把药槽碾碎成粉末 再以古法提纯 按比例混合 在一系列复杂的流程过后 得到一瓶盖雪白细腻 高科技设备来解决问题的人来讲 比起新鲜 更多的是困惑 脑海中时不时会冒出 类似还能这样 的想法 看着瓶盖里的乳白年绸物 只能说 有那位 至于这效果如何 秦海兰保持怀疑 以她多年研究的经验 完全看不出 陈阳那些手法 如何能规避 药材与药材之间融合后 产生有害毒素的问题 师父 这就是您先前说的 能让人青春常驻的蛀岩霜吗 和秦海兰不同 关雅在看到成品后 表现得十分兴奋 恨不得立马上脸试试看效果 青春常驻 此言一出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一致认为 陈阳这大话 说得有点离谱 哪怕是现在全球公认效果 最好的保养手段 也没底气敢说 能令人青春常驻 秦海兰在听到这四个字后 更是当场肯定了 陈阳的骗子身份 秦海兰不知道 关雅在外面有几个师父 但眼前这个 百分之百是骗子 她从事化妆品研究这么多年 只知道科学能够帮人延缓衰老 青春常驻 这些年电视广告离谱到何种程度 也不见他们敢吹嘘 自家产品可以使人青春常驻 否则肯定会被告虚假宣传 罚到破产 没错 要试试看吗 陈阳还记得自己 先前答应过 会让关雅第一个试用蛀炎霜 要 关雅伸出手去接 却被秦海兰抓住手腕 按下 不行 这种随便调制出来的东西 不经过测试 随意给人用 万一引起不良反应怎么办 看来 秦小姐似乎不太相信我 陈阳倒是没怎么放在心上 她本来也没准备考虑秦海兰的看法 单纯借她实验室一用 科学不是过家家 得有一个严谨的态度 秦海兰比较委婉地说 海兰 我相信师父 师父她很厉害的 关雅毫不动摇 不行 小雅 我知道你不靠脸吃饭 但万一真破相 你该如何 秦海兰作为闺蜜 不想看到关雅 因为药膏里的毒性成分 导致灼伤 难连毁容 最终后悔一生 不等关雅开口 秦海兰又问陈阳 介意我取一点样本 用机器检测一下吗 最多几分钟 她坚信 哪怕关雅被陈阳骗得再深 当看到实验报告上 关于毒性成分的减出含量后 也不可能心甘情愿上当受骗 没问题 陈阳一负无所谓的态度 随便秦海兰检测 这种级别的药膏 对她来讲 只是基础中的基础 根本不可能出错 好 在检查报告出来之前 耐心等着 秦海兰牵叮鸣 万嘱咐 哦 关雅撇撇嘴 难得见对方如此强势 秦海兰拿着那一点样本 进入专用实验室 在试管中混合特殊药剂 再放入机器 开启一件检测分析 三四分钟后 机器停止响动 一页纸被打印出来 秦海兰抽出那张报告纸 尚有余温 淡淡莫香 拿进一看 这表情越来越不对劲 眉头紧锁 该不会真出大问题了吧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秦总的表情这么难看 秦总和那位小姐之间的关系 似乎不错 这家伙调制出毒药想害他 以秦总的脾气 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 但我怎么觉得 秦总貌似很惊讶的样子 难不成 有意外收获 你在跟我搞笑吗 秦总啥大风大浪没见过 平一夜只想让他震惊 属实意向天开 他们正聊着 秦海兰已是带着那页报告 魂不守舍地从实验室走出 结果如何 关雅第一时间追问起结果 结果 秦海兰应纯亲戚 郑欲回答 咚咚咚 办公室门被敲响 来人是秦海兰的秘书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秦总 国一圣守郑天仁郑老 说是提前应约 来探讨关于新产品的事 他人在办公室等您 郑老居然提前来江城了吗 秦海兰从愣神中 猛然缓和过来 眼眸变得明彻不少 对秘书说 小刘啊 你先替我照顾一下郑老 我稍后就到 郑老固然重要 但秦海兰此刻 发自内心觉得 陈阳也很重要 完全彻彻底底 对他改观 好的 刘秘书答应一声 将玻璃门带上 转身走远 结果怎么样 官雅紧跟着问 诱惑者 明知故问 作为商业大佬 察言观色 可以说是基本功 秦海兰的微表情 已经出卖了他 夸张 诡异 离谱 神乎奇迹 秦海兰一口气 把自己能想到的词 全部说了出来 听得其他员工 一愣一愣的 秦海兰继续道 如果把这款注眼霜 比作一个人 那么 他妥妥实相全能 无论清洁 保护 营养 通通掉打市面上 所有的化妆品 用我浅显的认知 来判断 至少三十年内 以现代技术 做不出这种产品 不 艺术片 员工们大眼邓小眼 还是第一次听到 标准严苛到变态的秦海兰 会对一款产品 给予如此至高的评价 甚至称之为艺术品 三十年内做不出来 那他是怎么 会不会太夸大气词了 材料 以及提取 融合方法 他们全程有目共睹 必须承认 确实很复杂 但感觉也不是无法复刻 秦海兰看出他们不幸 专门用打印机 复制了十几张报告单 分发下去 当看到面前报告上 那一条条排列清楚的数据后 众人傻眼了 这数字长道 难怪秦海兰会用 吊打二字形容 一点不夸张 非常贴切 如果不是机器每天都会维护 距离上一次维护 才过去两个小时 他们肯定会怀疑 是不是程序出了问题 更有人迫不及待 前往药材储藏室 想要完美复刻 陈阳的炼药过程 对此 陈阳的态度 云淡风轻 你们随便炼 炼得出来算我说 想偷师 哪是那么好偷的 更别说到了他这个境界 有些手法细节 快到陈阳不刻意放慢速度 肉眼很难观察得到 而炼制助颜霜 最重要的 便是对量的精准把控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所以 海兰 你现在不会再阻止我了吧 官雅调侃问 不会 摇头 秦海兰苦涩一笑 必须承认 的确是自己狗眼看人低 不识真英雄 官雅这个师父 确实厉害 完全能够理解 为何被誉为高领之花 平日里只可仰望的 商业女王官雅 在陈阳面前 会表现得如此服服贴贴 全靠硬实力 这之后 秦海兰让陈阳 官雅随便使用实验室 各种材料 别管多名贵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把这当成自己家 千万别客气 算是先前 对于陈阳不敬的补偿 和官雅一样 在秦海兰的世界认知当中 同样是以强者为尊 他这会儿对陈阳 口服 心更服 离开实验室 朝电梯方向走去 打算上楼见证天任 堂堂国一胜手 千里迢迢好不容易请来 肯定不能把人家靓太久 至于祝岩霜本身 秦海兰确实很感兴趣 不是没想过要买下配方 但再一想 自己压根买不起 纵然有百亿身家又如何 秦海兰从未如此肯定过一件事 祝岩霜的价值 可以轻松达到万亿规模 一旦上架 畅销全球 不限男女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可以说 全球百亿人 都是陈阳的目标客户 他只需要躺着收钱即可 更恐怖的是 秦海兰能明显感觉得到 祝岩霜并非陈阳的真正实力 仅仅冰山一角 那轻描淡写 满不在乎的态度 说这是陈阳的终极底牌 秦海兰第一个不幸 走进电梯 按下顶层键 啪啪啪 拍打拍打脸颊 摇晃脑袋 深呼吸 秦海兰清空脑海中的多余想法 准备用最好的姿态 迎接郑天仁 顺便 拿起手中关于祝岩霜的分析报告单 想问问看身为四大国一圣手之一的郑天仁 如何看待祝岩霜这件惊世骇俗的艺术品 以及他的创造者 陈阳 兴许 郑天仁会觉得陈阳如此可教 是块万中无一的梁木 愿意收他为清传弟子 作为国一圣手培养 这样 身为引荐人的自己 岂不是大功一剑 能与一个未来必定前途无量的人搞好关系 这在秦海兰看来 十分有必要 电 电梯门打开 秦海兰脚踩黑色高跟鞋 在大理石瓷砖上 脚步声哒哒哒的响 气场十足 加快脚步来到办公室 收拾好心情 露出一抹微笑 按下把手 推门走近 不好意思 郑老 公司临时 有个很重要的客人需要我亲自接待 让您久等了 没有的事 倒不如说 我提前不请自来 打乱了秦总的计划 还得请你海涵 郑天任站起身 他与秦海兰之间早有约定 到达江城后 因为迟迟找寻不到半点有关陈阳的消息 索性先完成与秦海兰之间的约定 无后顾之忧 再去这茫茫人海当中 慢慢寻找陈阳的身影 郑天任相信 功夫不负有心人 郑老说笑了 请坐 秦海兰抬手道 嗯 郑天任坐回到位子上 来 你看看 将放在一旁的公文包拿起 从中抽出三张他事先拟定好的配方 让秦海兰过目 看看哪个好 若都不好 再改 再商议 好 秦海兰拿起三张配方 仔细浏览起来 要不怎么说 人家是国一胜手呢 这配方 确实优秀 尤其是第二张 深得秦海兰的心 如果放在祝颜霜之前 那他的评价会是完美 要怪只怪 陈阳拿出来的祝颜霜 实在太过震撼 完全打破了秦海兰 对于当代科技水平的认知 几度怀疑 陈阳是否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就这个吧 秦海兰单独拿出第二张配方 放在茶几上 我觉得 这个方案 目前最符合我们公司之后的发展方向 授权费 以及销售分成比例 我会尽快举行会议决定 第一时间让您知晓 好 那预计我们合作愉快 郑天任拿起茶杯 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他愿意相信秦海兰 合作愉快 秦海兰淡雅一笑 轻举茶杯 礼貌回应 喝完茶 郑天任起身道 既然配方已经决定好 那我便不久留 打扰秦总了 诶 郑老请留步 秦海兰急事出声 其实我这 还有件东西想让您看看 我保证 您肯定会感兴趣的 拿出有关朱元双的分析报告单 哦 听秦海兰这么一说 郑天任的确产生了几分兴趣 伸手从他那接过那一页纸的报告单 拿起 凑近仔细阅览起来 仅是两三眼 整个人肃然起敬 从座位上精湛起身 急切问 秦总 这东西 你是从哪个来的 他人现在何处 郑天任第一时间联想到的 便是陈阳 因为能做到这种事的 在他看来 除了自家师傅以外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至少百年内 没有 是我一个朋友的师傅 亲手调配的朱元双 他人现在15楼实验室 秦海兰回答道 他早有预想过 郑天任在看到报告后的表现 却还是低估了 随后 更是注意到 郑天任拿着报告单 颤抖的指尖 连国一圣手看过后 都是这么一副表现 秦海兰更加肯定 陈阳的才华 有多未来可欺 快 可嗨嗨 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郑天任拳头 亲握唇前 咳嗽两声 镇定下来 改口道 劳烦秦总 带我去见见此人 好 秦海兰想也不想地点头答应 或许今日 真能见证 郑天任收下陈阳 这么个徒弟 名师加上高徒 前途注定无量 郑天任要知道 他的内心想法 肯定的吓一大挑 恳请对方 不要过分高看自己 让他给陈阳当师父 这不乱套了 点形七师灭祖 电梯门打开 这边 秦海兰侧身 做了个请的手势 为郑天任引路 好 郑天任快步跟上 内心无比激动 终于要见到师父了 属实是 有心插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没想到居然会在这种地方 遇见陈阳 拐个弯 视野范围中 已然能瞧见陈阳那熟悉 高大伟岸的背影 还没进门 已是能看到一众研究员 围在关雅身边 惊讶不止 这效果 也太完美了 单论肌肤年龄 质感 完全可以与刚出生的婴儿相媲美 我有预感 朱颜双一旦上市 绝对会成为大夏炙手可热的爆款 大夏 你这话说的 好像只有我们爱美一样 抱歉抱歉 我改一下 应该是全球爆款才对 化妆界的不败传奇 确实不败 已经上市 成百上千家公司得倒闭 光用这个 就足够了 各方面却能 此时 这些人均博士学位的研究员 对于陈阳 可以说是 把他捧上了神坛 视作未来奋斗目标 多亏陈阳 令他们深刻明白 何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至于复刻蛀炎霜的事 他们在尝试过后 才发现 远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简单 明明是按照陈阳的炼制手法 一比一还原 可成品放进机器里一检测 比毒药还毒 看到镜子里 用过蛀炎霜后 脸蛋白皙如玉 手感温润细腻的自己 关雅同样倍感意外 在听到众人夸赞陈阳的话后 内心十分高兴 骄傲 很想说 开玩笑 我关雅的师父 能不厉害吗 紧接着 又听到人群中 一道惊呼声响起 天哪 那 那不是国一圣守正天人吗 他真的来我们蓝海了 我可是他的粉丝 从六年前 他来我们学校演讲过后 我一直很崇拜他 不知道能不能要到签名 如果可以 我立马拿去裱起来 挂在床头 方便一睁眼 就能看得见 听到这些人 对于正天人 那滔滔不绝的赞美 崇拜之词 陈阳发现 自己还是太低估 这个徒儿的影响力了 扭头看去 正天人正在秦海岚的带领下 打开玻璃门 进入实验室 眼看正天人大步走进来 众人刚想开口问好 却见正天人一个 俐落的屈膝动作 跪在陈阳面前 徒儿正天人 拜见师父 众人 秦海岚 这一刻 整个实验室内 净 死尽一片 鸭雀无声 形容为落真可闻 一点不夸张 哪里想得到 正天人居然会给 陈阳这样一个 年轻人下跪 磕头 更没想到 正天人竟然开口叫他 师父 纵然亲眼所见 他们照样忍不住怀疑 是否为真 死 你恰我干什么 我看看 是不是在做梦 看样子 大概率不是 你要恰恰你自己 一脸无语 起来吧 陈阳开口道 谢师父 正天人连忙起身 师父 徒儿找您找得好苦啊 听说您出狱后 一直在四处搜集 关于您的信息 我这一把老骨头 都快熬散架了 行了 陈阳抬起手 打断正天人的话 你这人 还真是一点没变 去屈指笔来 遵命 师父 正天人激动答应 连忙找来指笔 师父 给您 嘿嘿一笑 将指笔递给陈阳 陈阳指笔 在崭新的笔记本上 龙飞凤舞 洋洋洒洒 写下几个药方 我想这些 应该足够你消化一阵的了 还有关于 进阶版天阳十三针的修炼方法 陈阳递出道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正天人再次跪地 双手如获至宝般 毕恭毕敬地接下 这一趟 没白来 天阳十三针 听闻这五个字 众人 包括秦海岚在内 这脸上 皆是张口结舌 他们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正天人之所以能成为国一圣手 全靠一手天阳十三针 替大侠最上面的那位人物 续了一口命 只是 他们万万没想到 正天人的天阳十三针 居然是从陈阳那里学来的 他都把进阶版天阳十三针的 修炼方法拿出来了 再加上正天人此刻的态度 试问 有哪怕一丝一毫怀疑的空间吗 秦海岚面色尴尬 想想方才 打算让正天人收徒陈阳的自己 只觉得可笑 小丑竟是我自己 哪有让徒弟收师父当徒弟的 这下 秦海岚终于能够理解 陈阳一个完全可以给自己当弟弟的年纪 为何拿得出 祝延霜这种惊世骇俗之物 只因他是 国一胜手正天人的师父 和这件事比起来 祝延霜 好像貌似也没那么离谱 相对来讲 一个人 怎会优秀到这种份上 察觉到秦海岚 看向陈阳的眸光中 那一抹异彩 关雅撇撇嘴 内心直呼完蛋 带师父来这 似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同为女人 再加上和秦海岚 是认识那么多年 知根知底的闺蜜 他此时看待陈阳的眼神 要说没一点意思 别人或许会信 但关雅绝对不相信 一方面 很高兴好友 能理解自家师父的优秀之处 另一方面 又很无奈 有叶青城这么一个对手 已经很难缠了 现在又多个秦海岚 完全不输给自己的傲人身材 加上那成熟之性 书香气浓郁的气质 妥妥劲敌 不过 事已至此 说什么都晚了 关雅只能默默提升自己 极力从陈阳身边 这美女如云的严苛竞争环境当中 脱颖而出 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 相反 斗志高啊 公司门前 师父 您刚刚出狱 这张银行卡里有十亿 密码六个零 是徒儿孝敬您的 哪怕是师徒关系 郑天人也从未想过 一味从陈阳那里索取 俗话说得好 有舍才有得 陈阳刚出狱 身上一定没多少钱 郑天人几乎把自己 全部的身家拿了出来 只为让陈阳 能在这物欲横流的 快节奏事件 过上好生活 他郑天人的恩师 怎能比别人差 郑天人自己 身为国一圣手 哪怕一分钱没有 再怎么样 都不至于饿死 金字招牌在那摆着 好 徒弟一片孝心 陈阳没理由拒绝 大大方方收下 那师父 我就不打扰 您和官师妹了 郑天人拾去离开 正好他待会 还得去南大 办个关于古一的讲座 而有观战 王将云龙治病一事 郑天人在电梯里 曾随口一提 以朋友相称 陈阳的回答是 让他先修炼 进阶版天阳十三针 如果还是治不好 再带人来见自己 送陈大师 秦海澜这边 从刚才郑天人 拿出十亿银行卡的吃惊中 缓过神 鞠躬欢送 对于陈阳的称呼 变为大师 四大国一圣手之一 郑天人的师父 他不认为自己 这一生陈大师 叫的有任何问题 陈阳点头回应 官亚则启动车子 驶离 车上 才刚使出 海澜生物科技公司 所属的广场 便听官亚话里有话地说 师父的桃花运 一如既往地发挥稳定 桃花运 陈阳稍微一想 就理解了 官亚话里的深意 反腔道 这难道 不是多亏有你吗 我 对上陈阳看来的视线 官亚仔细一想 确实 要没自己 陈阳桃花运再旺 也不会早早在 茫茫人海当中 遇到秦海澜 我成月老了 自嘲一笑 别想太多 你怎么敢假定 人家对我一定有想法 陈阳很是无奈 徒弟整天想着 七师灭祖就算了 醋意还那么大 师父 这叫当局者谜 旁观者清 官亚有理有据 好 你说了算 接下来往右转 陈阳一转画风 往右转 可回富山居的路 应该朝左边才对啊 右边是去郊区 官亚侧目一眼 注意到陈阳一脸 认真的表情 迅速答应了一个好字 不再多说 猛打方向盘 往右转动 知道一定有事发生 果不其然 在官亚转弯同时 一辆黑色轿车同时转弯 尾随五十米开外 师父 官亚确认问 不错 那些人从离开海岚开始 就一直在跟踪我们 陈阳点头肯定 要报警吗 官亚再问 陈阳摇头 那样只会把简单的事情变麻烦 你找个空旷的地方 把车停下 之后的事 我负责解决 好 几分钟后 官亚一脚刹车 把车子停在一片烂尾楼前 环顾四周 一个人也没有 待在车上 陈阳交代官亚一声 打开车门 走了下去 师父 您千万小心 官亚千叮咛 万嘱咐 生怕陈阳会受伤 放心 这个世界上 能伤到你师父我的人 还没出声 陈阳自信一笑 砰的一声关上车门 人朝远处走去 盯住那辆不打算隐藏 禁止驶来的黑色轿车 在他们之后 还跟着几辆印有青龙标志的车 搞快点 加速 快加速 把车拦下来 李青海满脸冷汗 担心那辆黑色轿车会把陈阳撞飞 老大 来不及啊 驾驶原心有余 而力不足 两辆车的性能 压根不在一个层次 正在李青海焦头烂额之际 更令他头大的事情 紧接着发生 李青海目光如炬 看得很清楚 黑色轿车副驾驶位置 车窗降下 伸出来一只手 手上握着的是一把枪 砰 旋即 他还没反应过来 枪声骤然响起 那一刻 他们这些保镖内心 只有两个字 完蛋 李青海不敢去看 紧闭双眼 几秒后 耳边再度传来驾驶员的声音 老大 陈少好像没事 没事 李青海急忙睁开眼睛 看得很清楚 枪响过后 陈阳仍然跟个没事人一样 好好站在那里 看样子 这些杀手的本事 比我想象中要差 李青海长输一口气 殊不知 对方乃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子弹单纯是被陈阳甩出一根银针 强行改变运动轨迹 眼看黑色轿车迎头撞来 陈阳一步跳跃上车顶踩出两个深坑 向下 锁定驾驶位置 弹射出一枚银针 碰 火花闪烁 银针穿透车顶 在射入驾驶员头颅内 当场逼命 该死 车辆失控 坐在副驾驶上的杀手 果断放下枪 去抓住方向盘 碰碰碰碰 后车位上的人 则举起长枪 对准头顶 疯狂扫射 一瞬间便多出上百个弹孔 却没看到一滴鲜血流下 回头才发现 陈阳早已不知何时跳车 远在几十米开外 这家伙 耍我们 咬牙切齿 与此同时 经过副驾驶位上的人不懈努力 终于把车有惊无险停下 几人解开安全带 换上新弹夹 一脚踢开车门 冲了下去 气势汹汹 杀意沸腾 依赴陈阳今天必须死的态势 反观李青海一众人 早已感到 挡在陈阳面前 形成人强 对他说 陈少 您快上车 这里有我们拦着 即使知道赤手空拳面对热武器 生还概率为零 但作为保镖 尤其是这个级别的保镖 必须以保护目标对象的生命 为最高优先标准 退一万步来讲 陈阳真要出事 徐振天也不可能放过他们 看到一行人 拿着与胳膊差不多起掌的武器 从车上下来 纵使再怎么经过严苛的训练 心理素质在如何强大 李青海这些人 照样不免感到振振胆寒 只能赌 赌对方不敢把事情闹大 毕竟 在大厦这种地方 一下杀几十 上百个人 很难不引起官方注意 更别说 还是击杀上百名青龙保镖公司的人 以他们对于自家老板徐振天的了解 他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 李青海他们死在徐振天手里 和死在外人手里 那是两码事 有点 我可以欺负他 但不代表你可以的意思 然而 那几名杀手显然不打算在意这些 枪口对准李青海他们 便准备扣下扳机 扫射解决一切有可能导致任务失败的阻碍 比起多背负几条人命 他们显然更担心 任务失败后 会被折磨到生不如死 就在李青海觉得 自己今日必死无疑时 几道狂风从耳边呼啸而过 再看向那几名杀手 其中两名 眉心被匕首全根没入 只剩下的黑色塑胶刀柄 露在外面 那近战匕首 不要太熟悉 李青海低头一看 本该挂在自己腰间的匕首 果然消失不见了 事件抬起 注意到陈阳并未离开 手里还重复抛扔着 不知道从哪名保镖身上 顺手牵羊来的近战匕首 手法之娴熟 利落 对方根本毫无察觉 这也太妖孽了 想想刚刚还放下豪言 要保护陈阳的自己 李青海忽然感觉像的笑话 人家压根用不着自己保护 混蛋 今天你必须死 左右看一眼 倒在地上 自己不知道出生入死多少次的兄弟 如今竟惨死在陈阳手上 额头鲜血滚滚流出 剩下那名杀手 双目赤红 一心想要陈阳下地狱 扑痴 可依旧没机会扣动扳机 又手臂被陈阳甩出 高速旋转的近战匕首 连根斩断 杀手不愿放弃 单手照样能够开枪 但置身于人手一把近战匕首 保镖堆里的陈阳 提前预判 再次挥刀斩断他另外一条胳膊 枪 在别人眼中 或许称得尚无敌 但在陈阳眼里 和玩具没区别 只要他想 再尖端的枪械武器 对方绝不可能 有扣下扳机的机会 这家伙 就是个怪物 在这件事上 李青海他们 与杀手想法高度一致 杀手自知 在这种情况下 想取陈阳的性命 难如登天 咬碎含在嘴里的毒包 打算一死了之 想死 察觉到杀手意图的陈阳 呵呵一笑 只要这人还有一口气 陈阳不同意 别说鬼差 阎王爷亲自驾到 也不管用 走上前 三根银针指手 羞羞羞羞 精准摄入杀手的天灵 天聪 天会三个穴位 延缓毒药扩散 同时 银针上的解毒剂 会令毒药完全失去效果 对于亲手 交出毒严望 这么个徒弟的陈阳来讲 这点毒 根本不够看 杀手缓缓睁开眼 我这是到天 堂字未出 视线聚焦 看清楚陈阳那张脸 吓得杀手瞳孔仿佛地震一般 瞬间清醒 怎么会 我为何没死 他很确定 自己咬破了毒包 嘴里还能回味起 瓜子人没烂的苦味 说出幕后主使 兴许我能让你死得痛快些 陈阳提醒道 痴人做梦 今天是我栽了 要杀药寡 西听尊便 杀手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心说 老子连死都不怕 还能怕你危险 既然杀手给脸不要脸 陈阳也不打算跟他啰嗦 又是一根银针 刺入他的皮肉 银针上涂抹的毒液 很快发挥效果 从杀手皱眉 越来越难受 好似有成千上万只蚂蚁 在啃食自己的经脉 血肉 五脏六腑 它们甚至咬破皮肤 从身体里滑滑滑 如泉水般大量钻了出来 啊 不要 不要 从我身体里滚出去 这强烈的视觉冲击 加上精准到寸寸肌肤的撕咬疼痛 令杀手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但在外人眼中 什么都没发生 单纯只是杀手一个人在那发颠 乱喊乱叫 不知所谓 陈阳会医术 会炼毒 乌骨之术也会一点 却没办法凭空让杀手体内 多出几万只蚂蚁 只是让毒液入侵杀手的大脑 令它产生幻觉罢了 至于痛苦 本身痛绝也是由大脑控制 所以很容易实现 对陈阳来讲 这不算难事 多添加几味药材便能轻松做到 给你五秒 如果我听不到想要的答案 那么 每隔五秒 我会让你受到的痛苦 加重一倍 陈阳好心说明道 五秒 一倍 杀手心头一震 这是压根没给自己考虑的时间啊 五 等等 我不能说 我真的不能说 说出来 我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听到陈阳已经开始倒数 杀手慌了 不说 你就不会死无葬身之地吗 陈阳笑问 友情提示 你还剩两秒 杀手仔细一想 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一 我说 我说 见陈阳再拿出银针 杀手连忙出声 大喊制止 看到一个顶尖杀手 被陈阳折磨成这个样子 李青海等人欲哭无泪 很想问 这种恶魔 杀神 真的需要自己来保护吗 连他们自己都不免认为 没这个资格 真不配 快说 陈阳放下手中长针 倒想看看 这背后究竟是谁 不惜搞出那么大的阵仗 也要杀自己 是 杀手郑玉说出答案 一声枪响 自数百米开外响起 想封口 当我不存在吗 陈阳冷笑 抬手 双指如剑一挥 射出原本打算赏给杀手的那枚银针 银针与子弹在空中击撞 火花闪烁 迫使子弹改变轨迹 尽管只是细微的差别 仍然从阎王爷手里 硬生生把杀手的命给保了下来 看得那名远在大几百米开外的狙击手 忍不住抱了粗口 吓得面色苍白 连装备都顾不上收拾 火速起身 逃离现场 这种怪物 他实在没底气 敢与其硬碰硬 知道是以卵击石 他居然用一根针 挡下了子弹 目睹这一切的杀手 李青海他们满脸不可置信 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杀手无比后悔 接了这个任务 肠子都毁清了 回想起自己保证百分百会完成任务时 那挺胸抬头 无比自信的模样 此刻 只觉得可笑 愚蠢至极 人 怎么可能会是杀戮机器的对手 没错 在杀手眼中 陈阳的实力 堪比世间最顶级的杀戮机器 甚至可与战王 甚至战神相提并论 殊不知 即便战神真来到陈阳面前 照样得双手并在裤缝两边 九十度深深一鞠躬 弓弓静静叫声 师父 说吧 陈阳视线重新回到杀手身上 银狼战王 是银狼战王派我来的 杀手实在不想继续忍受 万只蚂蚁啃咬身躯的痛苦 如实交代 银狼战王 陈阳眸光瞥向李青海他们 问 你们有谁知道这号人物吗 了解的不多 只知道他已很辣 无情这称 真名江云龙 李青海说着 自己清楚的 江云龙 陈阳有些意外 没想到派这些杀手来追杀自己的人 会是他 抬起脚 咔嚓一声 踩断 踩扁 踩碎杀手的喉咙 彻底结束他的性命 这杀法果断的手段 看得李青海等人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吞咽口水 世人命如草剑 不过如此吧 陈阳则一门心思 想着关于江云龙的事 认为 无论江云龙这个人的行事方式 再如何狠辣 无情 也不至于因为最先楼一个照面 赵孝吹捧了自己几句 就要杀自己吧 按照这套标准 世界上那么多人 他杀得完吗 不知道的恐怕还以为 他有龙羊之吼 对赵孝存在某种特殊情感 等等 陈阳忽然停下脚步 将赵孝被暗杀一时 联系起来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 他为何出见我时 会产生杀意 就不奇怪了 陈阳渐渐理清楚一切 呜呜呜 正巧此时 手机铃声响起 是徒弟读研王岳正华发来的消息 内容很简单 岳正华的人查到 司徒卿最近与江云龙的心腹手下 有过频繁接触 又询问陈阳 要不要将此事告知赵孝 在大夏 几乎无人不知 湛王赵孝 与江云龙之间私交甚好 陈阳最终决定 把调查结果 全部告诉赵孝 即使赵孝不愿相信 但凡江云龙下次再想对他出手 也能多少长得心眼 然后 让赵孝继续调查 深挖 确认这件事 到底与江云龙之间有无关联 避免沦为他人借刀杀人的刀 究竟是江云龙的主意 还是手下起了谋反之心 搞清楚情况 自己也方便出手 俗话说得好 冤有头 债有主 陈阳可不想错杀无辜之人 但想要加害自己的人 他绝不可能轻饶 放过 见岳正华回了个好字 陈阳关闭手机 放回兜里 看一眼李青海等人 行了 你们今天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缓缓心神 徐震天若怪罪下来 就说是我让你们那么做的 是 李青海并未逞强 他确实需要好好缓一缓 还是那句话 凭陈阳的恐怖实力 李青海他们实在想象不出 得强大到何种程度 才能令他受伤 杀他 别开玩笑了 一个敢跟阎王抢命的怪物 谁敢收 陈阳绝对是他们心目中 最接近无敌二字的存在 交代完李青海一行后 陈阳回到关雅的车上 师父 您刚才也太牛了 看得土耳好激动 鸡皮疙瘩现在还有 关雅撩起衣袖 向陈阳展示道 淡定 机操 陈阳随口道 见陈阳如此厉害 还这般谦虚 关雅更爱了 在他系好安全带后 关雅启动车子 猛打方向盘 一个飘移调转车头 打算返回富山居 而与此同时的富山居 叮咚 叮咚 正在客厅打扫卫生的琳兰 听到门铃声 立马放下手中的吸尘器 快不敢去 来了 打开房门 看到一个白衣白裤 头戴高帽 厨师打扮的中年男人 手里提着大包小包 各种东西 您好 我是来上门做菜的 中年男人自我介绍道 我的名字是马春 在最仙楼担任八大主厨之一 最仙楼 在江城生活那么多年 这个名字 琳兰并不陌生 哪怕陈家那些人 也不是想去就能去 每去一次 都会倍感荣幸 在朋友圈大晒特晒 狠狠炫耀 他疑惑 最仙楼的主厨 怎会突然出现在自己家里 这样啊 请进 让开身 迎接对方进屋 想着或许和叶青城 关押他们有关 马春进屋后 直奔厨房而去 开始取出各种食材 清洗准备 琳兰则守在一旁 再怎么说 都是陌生人 肯定得盯着才行 万一有问题 随时报警 马春知道 琳兰并未完全信任自己 看破不说破 他只需要在老板洛兴宇忙完手鞭士 到来以前 替他处理好食材即可 没错 烹饪饭菜 主要由洛兴宇这个厨神亲自操刀 生怕陈阳知道后会怪罪下来 从而拉远师徒距离 洛兴宇还指望着 能从陈阳那里学到更多食谱 所以 在从陈阳口中得知 琳兰这位师奶因为身体原因 未能到场后 决定专程前往富山居 为琳兰亲手碰挑一顿拿手好菜 琳兰毫不知情 此刻正惊讶于马春那堪称奇迹的刀工 土豆片竟能切得薄如蝉翼 整只鸡 整条鱼三两刀轻松脱骨 基本功身后 这会儿 琳兰已经彻底相信 马春是从最先楼来的厨师 琳兰本身就很喜欢做菜 心知肚明 要达到这种水准有多难 美点天赋 与日积月累的经验 极难实现 叮咚 门铃声再度响起 琳兰从吃惊中回过神 走去开门 打开屋门 看着眼前亭亭玉丽 碧月羞花的姑娘 她好奇问 小姐 你找谁 楼主 您来了 马春的声音紧跟着响起 楼主 你是最先楼楼主 琳兰终于知道 自己为何会觉得 面前这个女人眼熟了 最先楼楼主 骆星宇 曾不止一次 在美式杂志上 看到关于她的报道 其他人能站一个小角落 已然称得上祖坟冒烟的 那种知名伐志 骆星宇一上 便是好几页 采访记录 洋洋洒洒几千字 大下公认的除神 琳兰万万没想到 这种大人物 会出现在自家门口 您居然认识我 我真是太荣幸了 骆星宇惊喜道 荣幸 琳兰只当对方 在说客套话 被自己这种普通人知晓 有何可值得荣幸呢 骆星宇薄唇亲戚 还打算说点什么 听到跑车 引擎声从背后传来 扭头看去 果然是陈阳回来了 见陈阳 关雅从车上下来 琳兰正准备开口确认 骆星宇 马川二人的到来 是否与他们有关 便见骆星宇迈着急促的脚步 一路小跑到陈阳面前 田美叫上一句 师父 您回来了 你怎么会在这 陈阳从车上下来 对于骆星宇的出现 事先并不知情 您先前不是说 师奶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前往最先楼吗 所以 我特意命人准备好食材 等忙完手边事后 亲自上门为师奶做饭 骆星宇解释道 你倒是有心 骆星宇能想到这一点 陈阳十分满意 骆星宇黑黑一笑 跟着回到林兰面前 师奶 重新介绍一下 我是您儿子的徒弟 姓骆 明星宇 林兰整个人愣住 又来一个徒弟 而且这次 还是大名鼎鼎的厨神骆星宇 林兰好不容易才平复的心情 再次掀起惊涛骇浪 七上八下 很难想象 陈阳那些人倘若知道 陈阳出狱后 不仅没有如他们想象中那般堕落 成为陈家耻辱 众人唾弃的存在 反而拥有一个 更比一个来头巨大的徒弟 脸上会是何种表情 又是否会后悔 把他逐出陈家 断绝关系 毫不夸张地说 陈阳这些徒弟 随便单另一个出来 便能够吊打整个陈家 妈 察觉到林兰迟迟没有回应 陈阳呼喊一声 好 请进 林兰猛然回过神 让开身 做出个请的姿势 带几人进屋后 林兰抓住陈阳的手 将她带到一边 确认问 小阳 你到底 还有多少这样的徒弟 深入了解一下 林兰以后也好做足心理建设 担心在这样 时常来个惊喜 心脏会承受不住 入狱这三年 指点的人有点多 老实说 我也记不清了 陈阳抬手挠头 尴尬一笑 有时候 一天就能指点几十号人 这 这样 林兰属实没料到 这徒弟的数量 居然已经多到记不清了 行了 妈 咱不想这些 你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新宇的厨艺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仅次于我 仅次于你 人家堂堂大下厨神 想到一半 回忆起洛新宇 和陈阳之间的关系 林兰及时放空大脑 几分钟后 开胃小菜陆续上桌 然后是正菜 林兰从未想过 有朝一日 连陈家老家主 都不配高攀的大下厨神 竟会在家里 给自己一个人做饭 梦幻 实在太梦幻了 对有陈阳这个儿子 无比骄傲 一顿饭吃完 林兰身心大受满足 回味无穷 马春负责收拾碗筷 与清洗的工作 这种事以往放在最仙楼中 根本不可能发生 堂堂最仙楼八大主厨之一 怎么可能会收碗 洗碗 师父 您刚出狱 这是我的银行主卡 密码是您生日 想怎么花怎么花 千万别跟徒儿客气 洛兴宇全部的身家 包括最仙楼所有的收益 全部会打到这张卡里 既然是主卡 那么肯定还有副卡 其他弟子的都收了 没理由不收洛兴宇的 陈阳可不想事后 让人觉得自己偏心 收下是一码事 用不用则是另外一码事 银行主卡 洛兴宇身为徒弟的孝心 已然超出坐在一旁沙发上 灵难的认知 随后 陈阳将抽出几分钟 写好的十张食谱 陈阳向来讲究赏罚分明 谢谢师傅 洛兴宇感恩戴德的收下 在马春洗完碗筷 从厨房出来 洛兴宇把其中一张食谱 交到他手中 这是我师傅奖赏你的 马春赶紧擦干双手 九十度鞠躬 双手举过头顶 接下 一直很好奇 厨神的师傅 厨艺的何其夸张 这张食谱 正好可以解答他心中疑惑 直起腰身 凑近一看 瞳孔一凝 大吃一惊 马春一眼看出 这张食谱有多强 无价 如果硬要他给出一个价格 绝不低于万亿 没错 有这张食谱 光靠一道菜 便能打造出万亿规模的市场 强 老板这位师傅 实在太强了 令马春意识到 英雄果然不在年高 陈阳才是天生的厨师 老天爷赏饭吃 错 大错特错 分明是老天爷追着 赶着喂他饭吃 那师傅 这菜已经做完 我便不打扰 您跟师娘了 有什么吩咐 您随时叫我 二十四小时 徒儿随叫随道 骆兴雨急着回去研究 陈阳给自己的那九张食谱 抓紧提升食力 路上小心 陈阳提醒道 嗯 师傅 师奶 再见 骆兴雨转身 与马春一起离开富山居 碰 见屋门关闭 车子驶离 消失在院墙后 呼 林兰总算长出一口气 尽管知道骆兴雨 是自家儿子的徒弟 但面对这么大的人物 还是不免产生心理压力 妈 你没事吧 身体不舒服 注意到林兰的奇怪表现 陈阳关心问 没事 林兰轻摇头 只是有点不适应 三年前的你 和三年后的你 说是两个人 妈都不怀疑 对此 陈阳自嘲笑道 人总是会成长的 三年前 我性格太过顽劣 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以后不会了 一家人 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只要你快乐 高兴就好 林兰举起手 轻抚陈阳的头 反倒安慰起她 嗯 陈阳点点头 下一秒 又听到车子引擎声响起 她早因为公司有事 比骆兴与她们更早离开 难道是青城提前回来了 不多时 一辆银色家常商务车 停在大门前 目睹几名气质 与大厦人完全不同 看似衣冠整齐 实则充满卑劣 小人气息的家伙 从车上下来 陈阳对林兰说 妈 我有几个客人要接待 你可不可以先回房间 好 林兰为座多想 起身上二楼 叮咚 门铃声响起 陈阳大步走去 抓住门把手 按下 啪的一声打开屋门 眼神冷漠问 你们找谁 一名人中 留着撇小胡子的男人走上来 双手处着一根做工精致 红宝石为眼睛的舌头拐杖 皮笑若不笑地说 你好 我叫森田巴木 为我弟弟森田贱人而来 陈阳上下打量森田巴木一眼 这两兄弟长得很像 当哥哥的相对来讲 面部线条轮廓 要更凝朗些 与弟弟森田贱人 在气质方面 大不相同 带着一股上位者的压迫感 这点压迫感对陈阳 效果为零 起不到任何作用 不痛不痒 森田巴木很不喜欢陈阳 看待自己的眼神 太高傲 在他面前 自己仿佛 连一条狗都不如 但毕竟是来讲和的 森田巴木强压下内心不满 与怨气 试探性问 想必你应该就是陈阳 陈先生对吧 见陈阳无视自己的话 没有要回答的意思 森田巴木继续劝说自己 不要去与一个下等人计较 一切恩怨 等弟弟森田见人 安全从监狱出来 再去清算也不迟 如果不是动用了各方权限 人脉始终无法说服赵孝放人 森田巴木也不至于 如此第三下四来见陈阳 他最讨厌的 便是大下人这股顽固不化的劲 如同未开支的野蛮人 心里那么响 嘴上却说 陈先生 只要你答应和解 让我弟弟离开监狱 条件随便你开 关于补偿一事 不如我们进屋想谈怎样 不等陈阳同意 森田巴木已是抬起脚 准备进屋 啪 陈阳反手一巴掌 将森田巴木抽得跟个陀螺似的 旋转着倒退出去机密院 从鞋跪纸金盒抽出一张狮纸金 擦手 陈阳嫌弃道 哪来的野狗 单纯不爽森田巴木一个小樱花 区区战败国 赶在大下的领土 嚣张跋扈 高傲给谁看 说了半天 愣是没听到一句跟道歉有关的 剖腹精神去哪了 混蛋 你竟敢动手打我家少爷 找死 护卫怒怒不可遏 被森田巴木伸手拦住 捂着逐渐肿起 疼痛万分的脸颊 他咬牙道 陈先生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 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 你们大下有一句古话 叫实时误者为俊杰 森田巴木话音刚落 便见陈阳如鬼影般 顺移到面前 碰 哄 旋即 胸口感受到一股不可阻挡 好似卡车冲撞的距离 一刹那 双脚离地 拱着身子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 黑色西装上 清晰留下一道脚印 脚落地 陈阳轻蔑道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种杂碎 来告诉我这些 你也配 给脸不要脸 找死 一名护卫彻底看不下去 这拳头不由分说 便照着陈阳的脸猛砸过去 拳风呼啸 普通人要挨上这一拳 轻则脑震荡 重则当场丢掉性命 但对陈阳 抬手 五指轻轻松松抓握住护卫的拳头 犹如虎口 死死咬住 无论对方怎么用力 皆没法挣脱 陈阳在一转动手腕 瞬间发力 将护卫的手臂凝成麻花状 骨头似爆竹 啪啪啪响个不停 对敌人 陈阳向来不会客气 更别说这些樱花人 剧烈疼痛席卷大脑 护卫双头上翻 露出大片眼白 啪 即将惨叫出声时 陈阳猛的一巴掌 扇得护卫脑脑360度旋转一圈 导电 脖子上的扭纹清晰可见 噓 安静点 别在这狗叫 我不爱听 陈阳食指树立在唇前 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看到自己家族耗费大量时间 金钱培养的武士 居然被陈阳一巴掌活活打死 森田八目这内心 要说不震撼 不吃惊 那绝对是假的 即使那人在他带来的三名武士中 实力属于最弱 垫底的存在 另外两人察觉到不妙 先一步赶回车上 取下武士刀 拔刀 露出明晃晃的锋芒 直指陈阳 挡在森田八目面前 少爷 请允许我们 他们与被杀的藤原私交甚厚 如今藤原惨死自己面前 无论如何 都想手刃陈阳 替他报仇 准了 森田八目毫不犹豫地决定道 与陈阳之间 没有继续谈判下去的必要 他会去想其他办法 将弟弟森田建人 从牢里救出 森田八目自认为 姿态摆得已然足够低 既然陈阳给脸不要脸 那只能让他去死了 小子 拿命来 一名叫做攻下真和的武士 率先出击 奔跑到陈阳两三个身位的距离 双手紧紧抓握住刀柄 斜斜斜下 这一刀 攻下真和有自信 可以将陈阳开膛破度 眼见不过一拳距离 陈阳却毫无动手的意思 森田八目表情兴奋 脑海里仿佛能够预想出 陈阳之后满身血腥的残忍画面 得意洋洋 这就是与森田家族为敌的下场 只是下一秒 森田八目有些笑不出来 表情变得极为难看 陈阳竟用两根手指 轻轻松松加住 挡下了攻下真和的全力一刀 怎么坏 攻下真和还处在震惊状态 来不及反应 陈阳指尖一转 稍微发力 只听一声翠响 金刚打造的武士刀 被陈阳轻易折断 再一百手指 配合手腕甩动 秀 扑吃 那断刃犹如离弦之剑 贯穿攻下真和的脑袋 从眉心刺入 从脑背后穿出 啪哒啪哒往地上滴落痘大的血珠 另外一名武士健壮 愣在原地 森田八目同样挣住 不敢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 来时可不曾想过 陈阳的实力会妖孽到这种份上 赤手空拳 连杀两名森田家的高级武士 还愣着做什么 快上去杀了他 森田八目吓得满脸冷汗 对剩下那名武士命令到 他现在无比担心 万一陈阳杀红眼 不止武士 今天很有可能连自己这条命 都得一并搭进去 唯有寄希望于 这名武士吸取到前两个败将的教训 不要轻敌 争取一击秒杀 三秒过去 十秒过去 半分钟过去 武士却迟迟没有要行动 回应的意思 喂 我再跟你说 森田八目伸出手 落在武士肩上 碰 指尖刚触碰到 打破平衡 武士直挺挺地往后倒了下来 得亏森田八目反应及时 躲闪到旁边 才避免被砸到 细看一眼 森田八目赫然发现 在武士眉心 插着一根反射点点太阳光的针 他无声无息 只用一根针 就杀了一名高级武士 森田八目一脸惊恶 方寸大乱 别 别过来 啊 见尘阳一步步逼近自己 退后时 森田八目没注意到 脚下凸起的石块 被绊倒 一屁股狠狠摔走在地上 这两半差点没摔成四半 眼看尘阳距离自己 只剩下两三迷远 森田八目哪里顾得上疼痛 赶忙开口 从内衬口袋 掏出一张精致银行卡 求求你 放过我 这张银行卡里 有一亿大下壁 密码 我为之前的无理行为 向你诚心诚意道歉 见尘阳接下银行卡 森田八目长松一口气的同时 内心忍不住嘲讽 大下人 果然都是群目光短浅的家伙 这一亿 还有那三名武士的性命 森田八目发誓 日后要让尘阳加倍偿还 令他死无葬身之地 啊 窒息感突然变得强烈起来 森田八目感受到脖子上 传来阵阵锋利的疼痛 伸手 小心翼翼的触摸 拿开一看 食指沾满鲜血 喉咙不知何时 被划开一道十几公分长的口子 深到可以看见 其中露出的点点森白骨头 而尘阳手上 那张银行卡 一脚刚好凝聚 形成一滴饱满血珠 脱落 在地上溅开 仿佛一朵小花 森田家 不会放过 话来不及说完 森田八目 已是窒息而亡 倒地 尘阳拿出话诗粉 轻车熟路 将几人从这世上彻底抹去存在 一点痕迹没留下 好似从未到过富山居 至于他们 开来那辆车 本身为图行动方便 就没留下任何注册信息 属于黑车 反倒方便尘阳销赃 被他以两百多万的价格 卖给了一个职业收车的 让他上门取走 加上银行卡里的一个亿 净赚一亿两百万 打开手机 尘阳轻松黑入樱花银行系统 将这一亿不留半点蛛丝马迹 秘密转出 这种小事 以尘阳掌握的黑客技术 让整个樱花岛大停电两小时 损失超万一规模 最后那群人 愣是连根毛都没查到 还对外宣传 是因为不可抗力原因所导致 企图保住颜面 这模棱两可的回答 自然免不了 被全球网民各种嘲讽 陷入众矢之地 时间很快来到中午 陈阳一个人躺在沙发上观看新闻 呜呜呜 感受到震动 他翻个身 从裤兜里拿出手机 来店被著名为江小雪 陈阳想着 该不是老爷子的病情 又恶化了吧 接通电话 陈神医 请问您现在有空吗 江小雪温柔的话音传入耳中 老爷子的身体出问题了 陈阳打听道 不是的 江小雪立马否定 多亏陈神医那天 在商场出手 替我爷爷治病 他现在一切正常 特别精神 我打这个电话 纯粹是想请陈神医吃炖便饭 好好感谢一下您 不认识为老爷子治病 还是帮我圆梦 让我有机会 离偶像如此之近 好 您现在在哪 我开车过去接你 陈阳拿起车钥匙 送上门的午饭 不吃白不吃 南大 准备换身衣服就出门 好 你在门口等我 正好离得不远 有五分钟 坐上驾驶位 陈阳挂断电话 启动车子 下山 不多不少 刚好五分钟 拐个弯 已经能看见南大小门 以及一袭血仿白色仙女裙 如铺锈发散在背后 竟显清纯动人的江小雪 很有大家闺秀气质 任谁看了 都会情不自禁感慨一句 不愧是笑话 脸上带点笑容的话 绝对能迷倒一大片人 只可惜 他正面临着的处境 实在笑不出来 小雪 我真的很喜欢你 给我一个机会 试着交往看看 好吗 我发誓 我一定会对你好 跑车边上 一名看模样 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正捧着一大束鲜花 对江小雪各种纠缠 天打雷劈的誓言 张口就来 刘晓山 请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我对你真的没感觉 我更不打算跟你交往 无论现在 还是未来 江小雪非常头疼 没想到这家伙走不走 晚不晚 偏偏挑在这种时候来 小雪 我不明白 你到底 对我哪点不满意 论言之 我不算太好 也不算很差吧 论财力 我们两家门当户对 你应该没理由拒绝我了 刘晓山想不通的问 江小雪实在听得不耐烦 索性豁出去的说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快走吧 我不想他误会 有男朋友 刘晓山呵呵一笑 一副等着江小雪 那么说的模样 那好 你把他叫来 如果真有这么的人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纠缠你 相反 要没这个人 你就得答应做我女朋友 无聊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这种事 江小雪扭头躲闪开视线 一副心虚表现 果然是在骗人 刘晓山暗暗窃喜 打算乘胜追击 拿下江小雪 他别的没有 唯一的优点就是 脸皮足够厚 轰隆隆 郑玉开口 耳边突然传来隐情狂吼 宛如雷声大作 强行灌入耳中 谁那么装扁 以为只有你才买的气泡车吗 刘晓山翻了翻白眼 无语道 转身看去 井一眼 再说不出话 内心持续惊叹 我靠 这帅的也太犯规了 和对方的跑车一对比 自己这辆价值六十多万的跑车 惨遭无情碾压 吊打 刘晓山总觉得 自己好像在哪看过这辆跑车 拿出手机 搜索一下 故多 当看到两千多万的价格后 刘晓山吞了吞口水 这辆跑车 抵得上他家公司好几年的收入 大人物 妥妥顶留大人物 想着 要能抱上这么一条大腿 家里肯定会给自己 发个超级大红包 剑跑车 停在自己的车屁股后面 刘晓山担心 自己是否挡了人家的道 犹豫着要不要挪车 一个工作价 都值两千多万的人 惹不惹得起 他心里有数 真要惹上这么大的麻烦 家里人非堕了他不可 剪刀车门缓缓升起 未来科技感拉满 陈阳走下车 你马 开两千万的跑车就算了 这身高 这颜值 这气质 刘晓山羡慕极了 做梦都想活成陈阳 这样的人生赢家 紧接着又瞧见 陈阳往江小雪那边走去 问 等很久了吧 不会 江小雪愣住两三秒后 才反应过来 摇摇头 我也刚到 主要陈阳这次换上了一套 狠戳江小雪审美的衣服 将他本就鼻挺 优势明显 比例超群的身材 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气质这一块没得说 十分符合江小雪 对于美这个字的最高理解 放在贵族圈中 妥妥的王子形象 察觉到江小雪与陈阳之间 那暧昧不清的态度 一旁好似电灯炮存在的 刘晓山 眉头紧锁 表情迅速变得难看起来 看江小雪那眼神 表情 要说他与陈阳之间没点什么 刘晓山绝对不会相信 更别说 陈阳这颜值 刘晓山要是个女人的话 肯定会疯狂倒追她 不达目的不罢休 当二人站在一起时 哪怕身为情敌 刘晓山也必须承认 这两个人 确实称得上郎才女帽 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服不行 他没在南大见过陈阳这张脸 想着应当是其他地方的校草 风云人物 羡慕 太羡慕了 无论颜值 又或者身份背景 刘晓山自己都不免觉得 统统被陈阳吊打 血虐 感慨 我怎么就没那么好的命呢 他是 陈阳扫了一眼刘晓山 问江小雪 不等江小雪回答 刘晓山已是扑通一声 毫不犹豫地跪在陈阳面前 爷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是我太膨胀 有眼无珠 不知道江小花居然是您的女人 我真心道歉 忏悔 求您大人有大量 放我一马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纠缠嫂子 否则天打雷劈 永世不得超生 怕 刘晓山是真的怕啊 要早知道江小雪和陈阳这种顶级豪门 富二代有关系 打死刘晓山 他也不敢接近江小雪 兴许人家一句话 就能让自家公司破产 倒闭 看到以往在南大 气焰十分嚣张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 顽固恶哨刘晓山 如今在陈阳面前 人家一句话还没说 他便早早跪地求饶 江小雪看向陈阳的眼神中 又多出几分崇拜 实在不行 我这还有十万块 全当补偿嫂子这些天的精神损失费 不够的话 等我下个月拿到零花钱 绝对第一时间给嫂子转账 此刻的刘晓山 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 卑微 卑微到了极点 一心求得陈阳的原谅 在陈阳的事业下 江小雪把银行卡账户 告知刘晓山 不到片刻 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短信 提示十万块到账 滚吧 以后再让我看到你纠缠小雪 否则 后果自负 陈阳眸光变得凌厉 凶狠 紧对视眼 刘晓山能感觉到 裤裆微微潮湿 没把持住 鸟了 在陈阳的眼中 隐约看到了尸山血海 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眼神 好似能把自己生吞活泼了 好 这就滚 马上滚 连滚带爬上车 启动 油门踩到死 跑得飞快 头一次看到刘晓山这么狼狈 一副避之不及 活见鬼的表现 江小雪浅浅一笑 然后像是想到什么 拿起手机 对陈阳说 陈阳一 您银行账户多少 我把这十万块给您赚过去 不用 他都说是补偿你的了 收下吧 一方面嫌麻烦 另一方面 陈阳身上 不谈在黑山监狱 获得的那些国外资产 光徒弟们孝顺他 以及从敌人那搜刮来的各种金钱 加起来少说上百亿 区区十万块 自然提不起多大兴趣 没必要特地转账 见陈阳都这么说了 江小雪不再强求 决定用这十万块 给陈阳买点小礼物 比如衣服 手表之类 陈阳替江小雪 打开副驾驶车门 谢谢 江小雪玩耳一笑 上车 心中直夸陈阳绅士 拉下车门 陈阳绕半圈 回到驾驶位上 启动车子 问江小雪要去哪 江小雪说了一个地址 是他经常和家人去的一家 名字叫做蓝月的餐厅 尽管评价只有二星 但味道是真的很不错 江小雪自以为 陈阳肯定会喜欢 路上 陈阳忽然开口 他好像误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需不需要提醒他一下 免得影响到你在学校的声誉 陈神医不用在意这个 我没关系 倒不如说 江小雪食指抓紧裙摆 埋下微微发红 滚烫的脸颊 已经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 青男 倒不如说 这是一种荣幸 倒不如说 陈阳追问 没什么 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 陈神医宁 无需将这点小事放在心上 江小雪摇头摆手道 内心慌乱到不行 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不敢支持陈阳的双眼 生怕会被洞穿想法 陈阳看破不说破 专心开车 抵达蓝月餐厅 两千多万的跑车 本身吸金属性便拉满 陈阳 与精心打扮过的江小雪 一从车上下来 再次转足目光 成为全场唯一具焦点 尽管只化了淡妆 架不住江小雪本身底子够好 略施粉袋便美得不可方物 别说男人很难拒绝 就连女人脑海中也会情不自禁生出 想要与之亲热的荒诞念头来 要不也不会成为蓝大公认的绝美笑话 这不是江小姐吗 二位快快请进 门童认出江小雪是店里的常客 再加上陈阳开来的名贵跑车 态度更加热情 恨不得把他们当祖宗一样供起来 恐怕怠慢了 来到提前预约的座位 坐下 陈阳看看四周 环境确实不错 餐厅正中央 还摆放着一台巨大的钢琴 有琴师负责弹奏 只不过这会儿 空无一人 琴盖也没打开 落座后 注意到陈阳看向钢琴的视线 江小雪可惜道 看来 今天钢琴师似乎临时有事 没能到场的样子 他们家选的曲子 和弹奏水平一直双双在线 边吃饭 边心赏音乐 会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 他原本就是抱着这个目的 才会向陈阳推荐这家餐厅 你喜欢听钢琴 见江小雪一脸失落 陈阳问 嗯 很喜欢 我自己也有试着练习过一段时间 但我这个人吧 比较手残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江小雪苦笑道 钢琴吗 有段时间没弹了 不知道有没有编声书 陈阳知道 上才还得等一段时间 于是问服务员 那台钢琴 我可以试试看吗 这 服务员一脸为难 这种要求他 在这工作了快两年 还是头一次听到 他想着 要不要去问问看经理 毕竟以前从未发生 没有案例可参考 他一个小小的服务员 确实做不了主 可另外一道带着几分讥讽的男人声音 却在他之前传出 钢琴可不是什么阿妈阿狗都能弹的 而且 我来这吃饭 是为了享受人生 不是折磨自己的耳朵 他这番话 已然断定 陈阳弹不出什么好听的音乐 会脏了自己的耳朵 言语中 不难听出几分酸味 注意到他这番表现 旁人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看他一副典型成功人士的打扮 却只能寂寞的一个人享用午餐 反观陈阳 年纪轻轻 却有高颜值美女陪伴 会羡慕极度恨 再正常不过 在场不少男性同胞都跟男人一样 非常羡慕陈阳 只是 没法像男人这样 去直接妨碍对方 在小女朋友面前耍耍耍装酷 这不是江小姐吗 发生什么事了 经理路过时 听到争执声 从门外走近 一眼认出江小雪 如此优越的长相 气质 实在无法忽略 即使放在一千人中 也是能够瞬间找出来的类型 江小雪是餐厅的熟客 贵宾 见她遇到麻烦 身为经理 肯定不能坐视不管 江小姐 看到经理在江小雪面前 那谄媚的模样 没想到还是个千金大小剑 男人心里越发不平衡 凭啥好处全让陈阳一个人占尽 我朋友想弹一下那边的钢琴 不知可否行得方便 江小雪直奔主提问 当然 既然是江小姐的朋友 这个面子 我肯定是要卖的 经理想都不想地答应 隔壁桌 男人到嘴边的话 想想还是咽了回去 来这种地方吃饭的人 鱼龙混杂 身份各异 再加上餐厅经理 那摆一摆顺的态度 男人担心 江小雪是个自己惹不起的主 想着待会 陈阳弹奏的钢琴曲太烂 引得众人群潮不满时 自己再站出来煽风点火 未尝不是个好选择 突出一个稳件 先生 这边请 经理抬手道 好 陈阳应了一声 站起身 跟随经理朝钢琴方向走去 有人满心期待 有人则是做好 要看陈阳出巧的心理准备 江小雪不由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怪自己不该提钢琴 不该选这家餐厅 万一真让陈阳当众丢脸 江小雪实在过意不去 他带陈阳来 这是为了报恩 不是报仇 需要我为您准备情苦吗 经理问 不用 陈阳摇摇头 坐下身 打开琴盖 好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经理退身离开 没走多远 便撞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周安杰 你今天不是请假休息吗 周安杰 正是蓝乐餐厅花高星聘请的职业钢琴师 在不少比赛上拿过大奖 见周安杰 没有要回答自己的意思 经理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视线最终落在江小雪身上 瞬间反应过来 明白其中的缘由 这小子 八成是喜欢上任江小姐了 安杰 当哥的劝你一句 死心吧 人家有男朋友了 经理抬起手 落在周安杰肩膀上 轻拍几下 叹息道 有男朋友了 怎么可能 我上次明明问过 他说自己没交男朋友 周安杰不相信 上次是上次 这次人家带着男朋友来的 诺 经理示意一眼 仍在准备阶段的陈阳 他正准备大展身手吗 经理承认 周安杰放在普通人眼里 长相 五官比例绝对算得上出众 再加上会弹钢琴这一点 妥妥超越90%的男人 但跟陈阳比的话 经理平心而论 哪怕陈阳不会弹钢琴 把周安杰和他放在一块 绝大部分人依旧会选择陈阳 他一看就不像是会弹琴的人 动作竟显业余 想用这种方式 博得美人欢心 呵呵 东施笑评 周安杰并不打算阻止 妨碍陈阳 相反 周安杰会让他继续弹奏 等陈阳那拙劣琴技 污染到江小雪的耳朵 好感度骤降 自己在如同白马王子般降临 拯救他 让江小雪好好感受感受 何谓当代音乐天才 完美诠释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说不好听点 陈阳在周安杰眼里 只是快主动送上门 球彩的踏小石 周安杰愿意成全他 男人离得近 周安杰那番话 他竖起耳朵 听得清清楚楚 一字不落 内心暗道 连专业的都说你业余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和勇气 这家伙 同样听到周安杰 嘲讽陈阳的江小雪 原本源于他钢琴造诣的 那点好感度 瞬间荡然无存 降之复述 博得美人心 听到周安杰这番话 江小雪只觉得可笑 但凡陈神医有意 我江小雪倒贴又如何 更笑周安杰蜀目寸光 不识真英雄 陈阳自然不能辜负 江小雪对自己的信任 已是决定好要弹奏的曲子 才想 江小雪身为钢琴曲忠实听众 市面上大部分琴曲 他只怕早已听命 正巧陈阳 最近创作了几首新曲子 并未弹过 刚好待会问问看 江小雪听感如何 食指放在琴剑上 深吸一口气 呵 装神弄鬼 周安杰持续贬低 但下一秒 随着陈阳的食指 在琴剑上快速跳动起来 每根手指 都好似一个 记忆精湛的舞蹈家 配合默契 完美 大气磅礴的音乐 让人仿佛一瞬间 穿越到中世纪古堡 皇家宴会 档次猛地提升不少 完全沉溺进 陈阳用音乐 谱写出来的美妙事件 陈神医也太强了吧 江小雪听的入迷 对于陈阳的崇拜程度 丝毫不输给从出到起 一直粉到现在的小玉蓉 这水平 妥妥世界级 几分钟后 异曲弹完 陈阳长出一口气 自以为发挥得不错 不少食客自发起力 为陈阳鼓掌 啪啪啪 掌声如雷鸣 江小雪内心 也是不由小小骄傲起来 共享到荣誉 迅速扭头 想看看上一秒 还在疯狂挖苦 陈阳东施笑评的周安杰 此刻会是何种表情 本以为被陈阳凭实力打脸后 最多是面如苦干 表情难看点 没想到周安杰竟也和众人一样 鼓起掌 毫不掩饰内心对于陈阳的欣赏 崇拜全写在脸上 仔细想想 江小雪觉得 其实也蛮正常的 和在场很多人不一样 周安杰是专业的 以弹琴为职业 而且水平还不低 所以 相对于其他人 周安杰更能听明白 陈阳的水平究竟有多高 事实的确如此 在陈阳弹奏了两三秒后 周安杰便深刻感受到 与他之间 那宛如天倩般的差距 此刻 在周安杰眼里 别说自己 哪怕把自家那个 曾在国际钢琴大赛上 拿过银奖的师傅搬出来 与陈阳相比 照样是小巫见大巫 毫无比较可能 周安杰一度怀疑 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 转世重生一说 陈阳的外表 与他展现的实力 相差实在太大 周安杰有理由相信 一位历史上的音乐大家 在经过奈何桥时 喝到过气的孟婆汤 然后投胎成了陈阳 那娴熟的技巧 可以称之为 最顶级的弹奏公式 却一点不死板 没有大几十年的沉淀 根本不可能做到 所以才会迫使周安杰 试图用一件更离谱的事 来对此做出解释 整个认知 被完全颠覆 小兄弟 你弹得实在太棒了 我从没听过 这么好听的曲子 可以请你再弹一次吗 是啊 再弹一遍吧 哪怕有偿也行啊 此言一出 众人纷纷响应 表示愿意支付 一笔非常可观的演出费用 陈阳注意到 餐厅服务员 已是从厨房推着推车 向江小雪那边走去 果断拒绝 他可不想吃凉掉的食物 这曲子 绝对有资格 被列为世界名曲 很奇怪 现有的世界级名曲 我早已听到耳朵起茧子了 却从未听过这首 难道是原创 一名女士好奇道 她的话 得到了江小雪的认同 见陈阳回到座位上 趁着服务员上菜的功夫 他开口问 陈神医 那首曲子 是您写的吗 很直接 没有拐弯抹角 嗯 是我写的 陈阳点头 您 您还会作曲 这声音是从周安杰嘴里发出来的 察觉到他从远处 一路快跑到桌旁 吓得江小雪一跳 误以为 他因为当众被打脸 恼羞成怒 想要加害陈阳 您 不过 在听到周安杰对陈阳使用了敬语后 江小雪顿时安心 看一眼周安杰那异常激动的表现 记事感过分强烈 令江小雪回想起 在家里观看偶像萧玉荣演唱会直播时 自己那副表情 如出一辙 显然是把陈阳当作偶像在崇拜 这前后反差 说是两个人 江小雪一点不怀疑 至于和周安杰一样 先前听说陈阳要谈情 各种轻视 侮辱的那个男人 早在陈阳谈奏到三分之一时 灰溜溜地夹着尾巴 如同落水狗一样 狼狈逃离 那脸 羞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十分滑稽可笑 陈阳拿起筷子 专心吃着眼前的大盘海鲜面 并不打算回答周安杰的问题 周安杰囊挠头 笑容尴尬 不怪陈阳 回想自己先前说过的那些话 那副嘴脸换位思考一下 周安杰绝对会更冲动 火冒三丈 那个 真的非常抱歉 先前是我鼠目寸光 不时真大事 我在这郑重向您道歉 对不起 周安杰当着所有人的面 对陈阳九十度 深深一鞠躬 陈阳摆摆手 示意周安杰哪凉快哪待着去 别在这妨碍自己吃午饭 周安杰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知道这种情况下 自己说的越多 好感度降的越多 悔不当初 想着之前要没对陈阳冷嘲热讽 那该多好 白白错是一个 可以结交未来钢琴界 太斗人物的机会 但周安杰相信 以后一定还会见面的 毕竟 钢琴这个圈子 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陈阳这个水平 想见不到 都难 哪里知道 陈阳压根不是圈里人 周安杰时去离开 还自掏腰包 让经理给陈阳 将小雪从酒窖 取出一瓶价值六万块的红酒 当作赔礼 陈阳与江小雪 都没有要喝酒的打算 最终决定暂存在餐厅 等下次想喝酒的时候 再取出来 陈神一 这下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萧玉蓉那种大明星 会拜您为师了 您确实这个 江小雪一本正经的竖起大拇指 爱好而已 陈阳实话实说 很多本事 单纯只是他闲着无聊 从老头那里学来的 真要说起来 陈阳也很好奇 老头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有那么多通天本事 又为何会在半年前不辞而别 突然消失 爱好 江小雪抿抿嘴 想想陈阳的爱好 再想想自己的爱好 没得比 属实没得比 光爱好都能达到这种顶尖水准 认真起来 那还得了 关键 江小雪听不出半点打肿脸充胖子的意思 陈阳整个人 给江小雪一种十分神秘的感觉 令他忍不住好奇 想要一探究竟 我脸上有脏洞线 注意到江小雪紧盯着自己的眼神 陈阳问 没有 没有 对事上瞬间 江小雪翘脸一红 赶忙低下脑袋 埋头干饭 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盯着陈阳发愣 太干大了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躲起来 在无言中 两人吃完午饭 见陈阳打算朝柜台那边走去 江小雪急忙加快脚步 陈先生 我去结账 行 陈阳想了想 人家请客吃饭 自己抢着结账 确实不合适 转身 走出大厅 准备先去取车 这样江小雪结完账从酒店出来 可以直接上车 节省不少时间 人刚到停车场便听见一道尖锐到有些刺耳的女人 声音响起 各位家人 怎么样 你们老说 我在网上装白赋美 刚买的跑车也不贵 几百万而已 打算过几天开腻了 就放在车库 和我另外十几辆跑车一起吃灰 或者点点关注 到时候 让大家抽奖 龙庄女人探了一头绿色卷发 身穿火红包囤裙 此时正极其悠闲地坐在车头上 手持字拍杆 各种搔手弄姿 原本对这种人 陈阳肯定扒杆子打不着关系 避而远之 但无奈 他拿来吹嘘的 是自己停在那的跑车 正常来讲 这辆车 你用几百万 肯定是买不到的 由于车头朝内 车尾朝外 所以女主播并未察觉到 陈阳是何时出现在自己背后的 听到她这句话 下意识觉得被拆了台 瞬间暴跳如雷 表情争铃几分 颇负般吼道 你谁啊 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你觉得你很懂 麻自未出 转身刹那 女主播怒色不在 眼中反而多出一抹柔情 与惊艳 抬起手 挡住自己 因为过分吃惊 而张大的嘴巴 这家伙 怎么可以长得那么帅 职业模特 又或者大明星 因为不小心按到了拍摄翻转按钮 镜头正对陈阳 直播间也是立马沸腾起来 弹幕数量明显加多 这小哥有点帅啊 你管这叫有点 人间极品好吗 我第一次想用漂亮来形容一个男人 真的漂亮 而且又不会让人觉得娘 很有男人味 气质看着好似仙人凌凡 如同一副大师画作 一锦拉满 这小子故意跑出来找茬 该不会是想当小白脸 抱腹婆大腿吧 看到这样一条弹幕内容 女主播徐惠丽 也指不住那么想 再看一眼原本几千 由于陈阳的出现 短短几分钟时间 竟飙升到了几万的人气 徐惠丽认为 这是一个好机会 可以用假白富美的身份 吃到陈阳这块天鹅肉不说 顺便利用它 为自己增加直播间人气 成为一线顶流主播 多优越到不行的条件时 徐惠丽便忍不住产生 想要将他吃干抹尽的想法 男人能好女色 女人自然也能好男色 想做我的男人 其实不用这么拐弯抹角 好好表现 我兴许可以考虑 让你坐上我的副驾驶位 徐惠丽手拍在跑车上 假的说的跟真的一样 脸不红 心不跳 对此 陈阳的评价是 不去当演员 可惜了 我这人比较喜欢小奶狗 你可以把态度放得再卑微点 徐惠丽指高气扬地说 见陈阳对自己伸出手 徐惠丽心中一惊 无比忐忑 这家伙 该不会是想霸王硬上弓吧 那自己是答应啊 还是答应啊 正做着美梦 却被陈阳一把撇开 陈阳拿出车钥匙遥控解锁 然后拉起车门 坐上驾驶位 徐惠丽怒气正在发作 一下愣在原地 如遭晴天霹雳 被雷德外焦里嫩 完全没想到 陈阳居然会是这辆豪华跑车的主人 确实 看到他坐在里面 与这辆跑车的风格很配 仿佛为他量身打造 那个 对不起 刚才说我太鲁莽了 我叫徐惠丽 可以认识一下吗 要不 开个房间 我们慢慢聊 徐惠丽围抱大腿 可以说是豁出去了 完全忘记自己正在直播 不好意思 没兴趣 陈阳兵冷道 你不要这么冷漠吗 我很听话和专情的 绝对不会背叛你 更不会妨碍你的正常生活 简而言之 哪怕当小三都无所谓 死死抓住后视镜 不愿松手 知道错过这个村 以后肯定没这点 哪怕脸不要了 也必须把握住这个 人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陈阳是徐惠丽 做梦都想遇到的高富帅 完美契合 直接超越标准 陈先生 发生什么事了 这时 江小雪的声音传入耳中 好美 徐惠丽看去目光 自愧不如 对上她的视线 江小雪冷笑问 陈先生 需要我去叫保安吗 不 不要 徐惠丽文言 赶忙松开抓住后视镜的手 后车半步 上车吧 陈阳对江小雪说 好 江小雪拉起副驾驶车门 坐了上去 徐惠丽只能摊坐在地上 眼睁睁看着 静在眼前的高富帅 如同煮熟的鸭子 飞走了 无意间 她注意到 手里拿着的自拍杆 表情难看 猛然回想起 自己在直播 一直没关闭拍摄 眼神担忧 鼓起勇气 看一眼手机屏幕 弹幕快速刷新 笑死我了 一个靠美颜滤镜的丑八怪 倒贴人家都不要 乌鸡就是乌鸡 这辈子都别想变凤凰 刚才那个女生好美 我从没见过 这么青春好看的人 第一次心动 我查了下 主播确实是在吹牛 这辆跑车全球限量 现在的价值 已经炒到三千万了 三千多万的跑车 说几百万能买到 吹牛不打草稿 装白赋美食锤 这些评论 看得徐惠丽面红耳赤 赶忙下播 丢不起这个脸 不明白自己招谁惹谁了 嚎啕大哭起来 酷花妆容 下来来取车的路人一跳 随后叫来保安 吴晴赶出酒店 反观另一边 跑车上 江小雪担心问 陈神医 刚才那个女人 没把您怎么样吗 我一个大男人 她能把我怎么样 陈阳打去说 话不能这么说 男孩子在外面 也得保护好自己 尤其是像您这样 我这样 陈阳侧目一眼 故意使坏问 尤其是像您这样 优秀的男孩子 江小雪伸埋着脑袋 食指抓紧裙摆 紧张万分 好 我下次一定注意 陈阳哈哈一笑 然后问 之后有什么安排 嗯 江小雪觉得 就这么回去的话 实在太浪费机会了 四下张望时 注意到不远处的大商场 于是果断开口 陈先生 可以麻烦您 陪我去一下商场吗 我有点东西想买 他计划用之前 从刘小山那里 得来的十万 给陈阳挑选一件礼物 好 陈阳答应一声 为座多享 又打方向盘 驶入地下停车场 两人下车后 重复一楼乘坐电梯 来到一楼 都是第一次来 不清楚每层楼的情况 打算先研究研究 江小雪走到公室牌前 想看看哪层楼 有卖手表的店铺 他眼下考虑到的礼物 有手表 鞋 领带之类 刚走近 便听见一个女人的惊呼声 小偷 有小偷 抓小偷啊 让开 都给老子让开 江小雪下意识转身 看见一个长相凶恶的男人 挥着小刀 正往自己这边 横冲直撞而来 注意到对方手里 明晃晃的刀子 江小雪哪里经历过 这种场面 一时间 吓得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仿佛丢了魂 偏偏这个时候 七八名保安听到异动 从大门外冲了进来 手持防爆盾牌 防爆叉 塑胶狼牙棒之类 这更加刺激到小偷 令其方寸大乱 左右看看 但凡被他视线扫道之人 避之不及 纷纷退后 于是 小偷盯上了反应过来 打算逃往保安方向的江小雪 小偷哪能让他如愿 加快脚步 迅速追了上去 伸手抓住江小雪的肩膀 凶狠道 别动 乖乖配合我 否则 别怪 小偷面色突然一变 眉头紧皱 手腕被不知何时出现的陈阳抓住 力气大到 小偷感觉 这手腕骨块被陈阳硬生生捏碎 不由地松开了 抓住江小雪肩膀的手 臭小子 放手 小偷情急之下 不作多想 下意识将手中的尖刀 刺向陈阳 一心脱身 这个距离下 绝大部分人都觉得 陈阳不可能躲得过 大概率是要见血的 纷纷替他捏了把冷汗 做好叫救护车的准备 感慨好人不偿命 紧接着 陈阳一个后仰动作 轻轻松松避开 那刀刃锋芒 几乎快要贴着他的喉咙掠过 咔嚓 陈阳在趁势 稍微加重几分力道 捏碎小偷的手腕 旋即 再猛的一转 拧断他整条胳膊 小偷来不及惨叫 陈阳原地360度一转身 一记快如闪电的鞭腿 狠狠踢踹在他脸上 碰 整张脸严重变形 扭曲 这脸上的肉 如石子落水 在原本平静的湖面上 掀起道道涟漪 波纹涌动 加上小偷本就有些身宽体胖 所以表现得更为明显 哄 侧飞出去十几米远 撞在支撑柱上 当场昏死 所有人愣住好几秒钟 才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我靠 这该不是在拍电影吧 那么猛的吗 好家伙 那小偷骑马一米七几 一脚踹飞出去这老远 得多大力量才能做到 排戏 没看到摄影机啊 话说回来 那一脚瞧着力道不轻 不会闹出人命吧 长得帅 还会武功 安全感满满 这种男人 是真实存在的吗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躲了 送上门让人劫持 在不少女人看来 冒一点小风险 可以与沉阳之间 发生一段美妙邂逅 百分百值得 稳赚不亏 随后 几名保安反应过来 冲上去用绳子 将小偷捆绑好 只等着安关上门提人 保安队长则来到 沉阳面前 十分郑重地 向他表达了感谢之情 万一真闹出人命 发生流血事件 他们这些人 肯定被丢饭完 怎能不敢接 沉阳则让他 别放在心上 举手之劳罢了 谦虚的品格 再次赢得 在场中人不少赞扬 这年头 有本事 还能像这样 不骄不躁的人可不多 好羡慕那个女生 容貌上老天爷 已经很关照他了 像这种事 怎么不关照关照我呢 能嫁给如此优秀男人 上辈子 一定得拯救银河系才行吧 对于他们的吹捧 沉阳毫无兴趣 来到江小雪面前 观星问 怎么样 你没受伤吧 没有 多亏有您在 我毫发无伤 江小雪摇摇头 没想到 老爷子的救命之恩还未报 自己又欠下 沉阳一份救命恩情 要放在古代 肯定得以身相许 作为报答吧 不过 放在现代 以身相许 江小雪有些不确定 这到底算报答人家 还是奖励自己 那就好 沉阳弯腰捡起 落在地上的那个女士手提包 准备交还给施主 江小雪 女人语气意外 燕总 江小雪一眼认出 对方是家里这段时间 一心想要搞定的 超级大客户 有三家完全不输 甚至比他们实力更强的工厂 在竞争和徐燕公司 合作的机会 一旦谈成这笔生意 少说能带来几百万的收益 所以 家里没少带着江小雪 去与徐燕之间走动 她虽然还是个在校大学生 不过 经商天赋 与口才 早已从小被磨练出来 每年都可以为江家 促成不少生意 好巧啊 没想到会在这里跟你见面 谢谢 徐燕从陈阳手中 接过手提包 又问起江小雪 这位是 他是 江小雪犹豫着 要怎么跟徐燕介绍陈阳 老爷子的救命恩人 还是朋友 自己真的有资格 可以和陈神医做朋友吗 陈阳 小雪的朋友 陈阳自我介绍道 朋友吗 这样啊 徐燕笑容意味深长 一副过来人的表现 好似看穿一切 总之 谢谢你 替我从小偷那里 把包拿回来 徐燕一边说 一边打开包 第一时间确认的 不是银行卡 钱 珠宝首饰之类的贵重物品 而是一张老照片 江小雪没记错的话 照片上的人 是徐燕的养父 对她有再造之恩 奈何受限于 当年的医疗条件 没能等到徐燕工程 明就这一天 唯一留下来的 只剩下这张 黑白色的老照片 照片很旧 发黄 上面是徐富抱着 才两三岁 正愁眉苦脸的徐燕 似乎不太习惯镜头 她好了 还在 确认照片没被损坏 徐燕悬着的心 安慰落地 这张照片对她来讲 很重要 属于无价之宝 重要的东西没有不见 真是太好了 江小雪发自内心 替徐燕感到高兴 徐燕本打算将照片 放回手提包里 但回想起先前发生的事 觉得还是放在 内衬口袋里 比较保险 包被抢走 其实对她来讲 没什么好可惜的 不差那点钱 对了 小雪 帮我问问你家里人 下午有没有空 到时候 我亲自去一趟 最近工厂里活不多 大家一直很闲 基本都在 不知燕总 你有何事要找我父亲 我可以通知他们 尽早准备 免得耽误到您的时间 不用准备什么 到时候 我把合同带过去 只要人在 在上面签个字就好 徐燕云淡风轻地说 合同 签字 下一秒 江小雪终于反应过来 一点惊喜 严总 您的意思是 要和我们签约吗 江小雪难以置信地问 惊起来的实在太突然 是的 徐燕点头肯定 我原本就很欣赏 你们工厂对待客户 以及自家产品的态度 再加上 替我拿回照片这笔恩情 我实在想不到 有什么理由 不跟你们合作 严总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不辜负您的信任 江小雪 牵起徐燕的手 兴奋表示 嗯 那我就不打扰 你们小情侣约会了 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 会去工厂 麻烦转告一声 徐燕挥挥手 离开 她可没兴趣当店灯泡 约会 情侣 燕总 我们 江小雪反应过来 徐燕误会了自己和陈阳之间的关系 刚想解释 才发现 他人早已走远 消失在人群中 陈神医 不好意思 让您被误会了 下次见面时 我会跟她解释清楚的 江小雪致歉 保证道 无妨 陈阳让江小雪别放在心上 又不会掉块肉 那陈神医 我们赶快进电梯吧 不知道又得等多久 通过公告栏 江小雪已然知晓 卖手表的店铺位于三楼 进入电梯 来到商场三楼 江小雪选了一家耳熟能详的名表店 常常在电视广告上看见 陈阳则是一副全凭她高兴的态度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四处逛逛 熟悉一下当下的江城也不错 并未察觉到 江小雪本意是想替自己买表 作为感谢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二位的吗 销售员笑容公事化 热情迎接 麻烦推荐一下十万块左右 适合男性佩戴的手表 风格不需要太夸张 沉稳 内脸就好 江小雪在这方面并不擅长 只能仰仗于销售员的专业知识 单纯以为 陈阳不是喜欢花里胡哨的人 那您可真是来巧了 我们这刚好有三块刚到货的款型 非常符合您的需求 销售员打开货柜 将三块自己十分推荐的手表取出 一块宝石黑 一块深海蓝 一块骑士银 陈神医 以您的个人喜好来说 您觉得这三块手表 哪块更好 江小雪实在难以决定 干脆问起陈阳本人 我的话 陈阳分别看了看三块手表 不去胡思乱想 认为江小雪既然要送表 给男性做礼物 让同位男人的自己 提下参考意见 再正常不过 最终以个人审美出发 拿起骑士银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块的做工 和设计风格 看着很精致 好 那就要这块了 请问多少钱 江小雪欣然决定 十三万八千八百十八 服务员给出价格 江小雪带眉微醋 拿出手机 打开银行软件看了眼 加上先前刘小山 给的那十万块 十二万出头 还差一万八 有优惠吗 江小雪试探问 这个 服务员表情为难 出于职业素养考虑 有些话肯定是不能乱讲 万一江小雪投诉自己 往小了说扣工资 往大了说 直接开除 甚至有可能会被公司起诉 个人行为抹黑了品牌形象 导致口碑崩坏 要求赔偿 但一旁同样身为客人 身材臃肿 穿金带银 典型爆发户打扮的女人 可不打算顾及那么多 讥讽道 没这个财力 就别带人来这种地方 奢侈品打折 做优惠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买不起直说 女人静止朝向陈阳走来 抬起手 搭在陈阳肩上 小兄弟 我很欣赏你 要不要考虑做姐姐的男人 只要你点头 店里所有手表 随便你挑 挑完姐姐 再带你去看看跑车 别说 怎么样 只要你乖乖听话 姐姐保证让你后半辈子 衣食无忧 眨把眨把眼睛 暗送秋波 陈阳却连看都懒得 多看女人一眼 撇开她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你这是几个意思 女人十分不爽 她看上的男人 还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我承认 你的确很有姿色 鲜少可以直说 姐姐非常不喜欢 你现在这个态度 女人笑容消失 提醒着陈阳 太任性 可是会被抛弃的 适当耍耍小脾气 想多谋些利益很正常 但得掌握好度才行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 可满街都是 依旧无视女人 银行卡实在太多 陈阳随便从兜里 掏出一张纯黑色银行卡 上面用金色线条 刻画着剑盾 狮子 玫瑰花之类的复杂图案 这张银行卡 陈阳没记错的话 是先前除尘 徒儿洛新宇交给自己的 让随便花 黑卡 女人大吃一惊 她万万没想到 陈阳能拿出黑卡 女人曾向银行申请过 想办理一张黑卡 却被驳回了 理由很简单 黑卡的最低申请标准 也得达到十亿身家才行 她有十亿身家 女人眼神怀疑 而且 这张黑卡 与她先前在朋友那 看到的黑卡 花纹方面 毫无相似之处 该不会是从路边摊上 花几块钱 买来的小孩玩具吧 女人自顾自想着 觉得可能性极大 这块手表 我们要了 包起来吧 陈阳将黑卡 递给柜台销售员 销售员双手接过那张黑卡 虽从未见识过 却也没少听说 关于黑卡的恐怖 属于银行卡中的绝对王者 恍然大悟 难怪面对女人提出的 优越包养条件 陈阳可以一点不在乎 几度无视 要换成其他人 估计已经开始包大腿 叫小甜甜了 把银行卡插入机器 销售员简单操作几下后 再交给陈阳输入密码 几秒后 销售员笑着归还银行卡 刷卡成功 先生 我马上为您把这块表包起来 刷卡成功 你在开玩笑吧 那不就是张玩具卡片 怎么可能刷卡成功 女人不信 这一柜台销售员和陈阳 将小雪两个人 一起合谋演自己 这位小姐 确实刷卡成功了 我没理由跟您开这种玩笑 销售员态度坚定不移 这跟我先前见过的黑卡完全不同 我想 一定是你在普通银行卡外面 画了一层黑卡图案吧 真是有够无聊的 女人自认为看破一切 表情尤为得意 白痴 陈阳的眼神 与看傻子没区别 你敢骂我 女人勃然大怒 何曾受过此等委屈 不介意的话 方便让我坚定一下吗 正当女人怒气将要发作时 一个人的声音 打断了她 你谁啊 这有你什么事 奶凉快奶待着去 对于中年男人的出现 女人并无好感 无论年纪 长相 都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没理由对中年男人有耐心 安总 销售看清楚来人后 则是立马从柜台后 快步走出 热情迎接 自我介绍下 我名叫安逸和 是这家商场的老板 中年男人 并未因为女人的话动怒 非常冷静 自我介绍到 闻言 女人这脸上的敌意 才稍微收敛几分 她显然也很清楚 故意得罪这种角色 对自己没好处 我在银行有不少朋友 对黑卡还算了解 不知可否 让我看看 安逸和忽略女人 走到陈阳面前 问 可以 陈阳欣然答应 将黑卡交出 安逸和接过银行卡 锦一眼 这双眼便不自觉地瞪大 瞳孔微缩 为确认自己想法无误 安逸和拿进黑卡 更加仔细地观察起细节方面 你既然了解 就别卖关子了 赶紧宣布 这是一张假黑卡 戳破他们那点可怜的自尊性 女人双手环抱胸前 不耐烦地催促着 很抱歉 我恐怕没办法那么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听完安逸和的话 女人眉头紧皱 有不好的预感 因为这张黑卡是真的 你 女人还想开口 却被安逸和加大声音 强行打断 继续说道 不仅真获无疑 而且还是黑卡中的绝对王者 全球白金黑卡 由九大国联合发行 可在超一百个国家 无限透支 不限额度 无限透支 不限额度 无论将小雪 销售员 又或者是女人 都曾不止一次听说过 世界上存在着一种 可以无限刷钱的黑卡 但始终只拿那当作一个玩笑 新闻学头 并未当真 如今 真正的无限黑卡 就摆在面前 怎能不吃惊 陈阳也很意外 感慨 洛星宇这个徒弟 还真是给了自己 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不必携带任何行李 只需要 拿着这一张黑卡 便能够畅游整个世界 女人闭上因为 惊讶张大的嘴 严重怀疑自己被耍了 怒斥道 你这家伙 肯定是他找来的托吧 无限黑卡 糊弄小孩呢 对于这种 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 安逸和耐心有限 懒得与他浪费口舌 拿起手机 通知保安部派人来 将女人赶出去 永久拉入黑名单 恕不接待 你们 你们欺人太甚 女人横眉怒目道 这牙齿用力道 快要咬碎 安逸和直接无视女人 只等保安到场 注意力全部放在陈阳身上 双手毕恭毕竟交还黑卡 感谢您让我增长了见识 以前只在手册上 看到过相关图片 一直很想见见实物 可惜找不到机会 此刻 安逸和对于陈阳的尊敬 不仅体现在言语 还有实际行动 一位持有无限黑卡的大人物 哪怕他坐拥实义身家 照样不敢得罪 必须以礼相待 接着 又拿出两张 做工精致的卡片 分别交给陈阳 江小雪 说明来意 为感谢二位 替我们商场制服小偷 避免了人员伤亡与重大损失 这两张会员卡 反请收下 从今以后 二位就是我们商城 最顶级的VIP 所有商品 一律可想五折优惠 陈阳不客气地收下 江小雪也是一副 如获至宝般的表现 知道这是沾了陈阳的光 之后 在安逸和的授意下 销售员原路 退回陈阳先前付的钱 再由江小雪 以五折价格 轻松买下那块 骑士银手表 扭头看向在门口 气急败坏的女人 江小雪浅浅一笑 仿佛再问 刚才不是有人说 奢侈品不能打折吗 你们 女人咬牙切齿 怒火在胸口爆发 想要冲上去 好好教训江小雪 却被几名 及时出现的保安 抓住肩膀 手臂强行扣住 带走 无论她怎么大喊大叫 都无济于事 快点滚 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 这里是你能发颠的地方吗 保安摆摆手 奉劝女人 不要没事找事 感受到几人 那威慑里极强的视线 气场 女人到嘴边的话 硬生生吓得咽了回去 你们给我等着 等拉开一定安全距离后 她气得直跺脚 撂下狠话 拿出手机 在联系人名单中 找到老公两个字 拨打过去 电话很快接通 女人立马变换一副面孔 疯狂哭诉 让她快来替自己做主 得知对方马上到 女人挂断电话 笑容阴冷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全得在老娘手里 相较之下 陈阳与江小雪这边 气氛简直不要太和谐 武哲拿下手表后 十万块仍有富余 江小雪用剩下的钱 自己再稍微添点 又替陈阳买了条领带 陈玄一 请您务必收下 江小雪递出两个装油领带 手表的纸袋略微紧张 像机把学长叫到学校背面 鼓起勇气告白的小学妹 给我的 陈阳才反应过来 难怪江小雪 一直那么照顾自己的意见 自己但凡说点不好 马上放弃 坚决不要 嗯 是感谢陈神医 您多次帮助我的一点绵薄谢礼 江小雪点点头 行 那我就收下了 话一说到这种份上 陈阳再谈拒绝 确实不合适 见她收下礼物 江小雪终于露出甜美笑容 安心许多 之后 该办的事都已办完 没必要再继续留在商场 江小雪看了眼电梯方向 脑海中只能想到 人满为换四个字 起码得等两三趟 于是提议 陈神医 不如我们走电幅梯吧 也好 陈阳同意 这大热天 没兴趣人几人 从三楼下到二楼 再从二楼下到一楼 紧跟着面前便传来 女人那厌恶的声音 老公 就是她欺负的我 你得帮我报仇 我要让她身败名裂 女人抬起手 指着刚从电幅梯上下来的陈阳 放心 我带这么多人来 就是为了给你讨说法的 男人拍着胸口 信誓旦旦保证道 老公 你好帅 女人一脸崇拜 男人怒意明显 暗藏杀鸡 敢打我赵启发的女人的主意 真是不知死活 看到她这样 女人顿敢放心 不枉费自己浪费那么多口水 歪曲事实 添油加醋 说陈阳贪图自己的美色 金钱 想抱大腿 求包养 自己不答应 结果 被她各种侮辱 谩骂 还联合商场的人为虎作娼 自己势单力薄 双拳难敌四手 被赶了出去 颜面尽失 赵启发一听 果然火冒三丈 一副要杀人的态度 然而 在双方距离逐渐拉近 陈阳的五官 在眼中变得清晰起来后 赵启发一愣 停住脚步 那表情 瞧着跟活剑鬼似的 老公 你怎么了 这脸色为何突然一下 变得如此苍白 女人费解问 两三秒后 赵启发财强行 从愣神中抽出身 扭头问女人 你确定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 是她 对啊 小小年纪不学好 整天想着吃软饭 我最瞧不起这种人了 女人脸不红 心不跳地说 看就知道 属于惯犯 谎话连篇 行了 老公 咱们别浪费时间 赶紧教训完她 去吃顿好的 给你补补 再去酒店 酒为晚点刺激的 女人眼神充满暗示 伸出手 想要抱住赵启发的胳膊 赵启发却是横摸一步 与她拉开 保持距离 老公 正在女人挣住的下一秒 瞳孔猛地放大 只因看到 赵启发高抬起手臂 五指打开 朝向自己这边挥了过来 先是清风扑打在脸上 啪 旋即 一股强烈的刺痛感 震荡大脑 女人被一巴掌 打得跌倒出去好几步 摔坐在地上 这本就多肉的脸颊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胀起来 巴掌印十分清晰 甚至能够看见掌心纹路 老公 你这是干什么 女人捂着脸 十分不解地问 想不通自己为何会挨这一巴掌 这种事 不应该等到去酒店以后 才开始吗 难道 她的癖好已经升级到 不仅玩得大 还要有观众欣赏 别叫我老公 我跟你不说 女人从未见过对方 露出这般冷漠的眼神 不仅冰冷 犹如看待陌生人 更有杀意隐隐浮现 吓得女人不敢说话 无法理解 上一秒还好端端的 怎么下一秒 照起发会 瞬间变换一个人 这一幕同样把江小雪 给看迷惑了 原本注意到 女人从大门外 带着一群气势汹汹的人 闯进商场 江小雪这心 立即悬到嗓子眼 没想到 对方竟闹起内讧 陈神医 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从后门离开吧 江小雪主动提议 她没记错的话 之前在商场地图上看到过 后门也有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不等陈阳答应 赵起发已是带着七八个人 来到二人面前 看着那一张张凶神恶煞的脸 江小雪脑海中只有两个字 完了 只希望商场老板安逸和能知晓 联系保安早点赶来 制止这伙人的暴力行为 察觉到赵起发伸手到那一口袋 江小雪面露紧张之色 怀疑她 是想掏出弹簧刀之类的力气 对付陈阳 下意识准备冲上去 保护陈阳 抱有一丝侥幸 陈阳争取时间 只是这脚迈出去 刚落地 就有清楚看见 赵起发从那一口袋里 逃出一盒烟 陪笑递出 陈阳您抽烟 陈阳 赵起发这一声称呼 令江小雪有些措手不及 与他脑海中预想的画面 截然不同 视线上仪 看看赵起发的脸 神色复杂 不仅有尊敬 更有恐惧 我不抽烟 陈阳拒绝道 这样啊 是我鲁莽了 知道陈阳没有抽烟的习惯后 赵起发赶忙将烟收起来 以免刺激到对方 何人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我的地方撒野 同一时间 安逸和收到消息 带着一群人 浩浩荡荡赶来 数量足足是赵起发等人的两倍 将他们团团包围 眼见着阵仗 赵起发慌了 他带来的那些人 同样慌了 老公 你干嘛给他递烟啊 你不是来帮我教训他的吗 听到背后传来女人的问话声 赵起发额头清惊 当即如同老树盘根一般 抱起 看着十分恐怖 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都说了别叫我老公 我跟你不说 赵起发剑步如飞 冲上去 一脚狠狠踢踹在女人胸口 女人向着皮球 滚出去两三米远 牙齿磕掉几颗 你们还愣着干啥 打 给我狠狠地打 让他知道 敢得罪晨夜的下场 赵起发回头看一眼 那几名愣住的打手 命令到 几名打手大眼瞪小眼 还是摸不清楚状况 但 俗话说得好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无论老板说什么 他们只管赵做便是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别过来 我警告你们 我 别 别打脸 无论女人如何哭喊 这群打手始终没有罢休的意思 看他不爽很久了 拳脚如雨点般 接连落在他身上 对着阵仗 无论江小雪 又或者匆匆赶到的安逸和 皆是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陈夜 我跟那女人 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您放心 从今往后 我绝对跟他彻底断绝关系 永不来往 保证他不会再出现在您面前 给您添麻烦 赵启发回到陈阳面前 各种历史 我们 认识 陈阳实在不记得 有在哪里见过赵启发这么个人 真要见过 以他过目不忘的能力 肯定不会忘记 这个问题 江小雪 安逸和 同样想知道 您可能不记得我 但我可是清楚记得 之前在最先楼发生的事 您可是当今大夏厨神 洛兴雨的师父 就连叶青城 关雅那种大人物 也是您徒弟 普天之下 没有比您更牛 更杰出的人了 赵启发本来想用牛笔二字 形容陈阳的 又觉得大庭广众之下 不雅观 果断改口 他不仅是大夏除神洛兴雨的师父 还是叶青城 关雅这两个传奇女人的师父 安逸和大为震惊 此时看待陈阳的眼神 净若神明 总算理解 他为何会持有 通常得达到总统级 世界首富之类的人物 才有资格拿到的无限黑卡 他还是除神洛兴雨的师父 江小雪内心的吃惊 丝毫不输给安逸和 难怪赵启发会被吓成这个样子 毕竟 陈阳有那么多厉害的大老徒弟 随随便便叫一个出来 一句话 便能让赵启发加毁人亡 身败名裂 除神洛兴雨 大夏第一美女首富叶青城 关雅 难道是杨成那个 身家万亿的关雅 在得知陈阳的真实身份后 女人正面色 论苍白程度 与先前的赵启发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惨白如指 女人本身 也是混迹上流圈子多年的人 尽管达不到叶青城他们 有多少少了解过一些 关于叶青城 洛兴雨 关雅三人的传奇经历 纵是平常嚣张跋扈 习惯已有钱 上等人自居的女人 一样忍不住羡慕 极度叶青城他们 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材有身材 要权势有权势 坐拥数之不尽的财富 女人哪里想得到 这三人竟然有着 一位共同的师父 而且就在自己面前 自己还一想天开 想包养他 哪怕脸皮在后 再没羞耻心 此刻也不禁红透几分 尴尬到 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无疑不是踢到了铁板 他居然是厨神的师父 那他的厨艺 岂不是比厨神还强 厨仙 叶青城 我听过这个名字 很有钱的一个富豪 对 不仅有钱 而且很漂亮 没想到连那种人物 都是他徒弟 我儿子与他差不多年纪 只能说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现在练小号 还来得及吗 我要能拿下这个男人 岂不是可以做他们的师娘 光宗幼祖 洗起睡吧 梦里什么都有 在得知陈阳的真实身份后 围观群众 也是你一言我一语 热议不止 内心着实难以平静 若非站在陈阳身边的江小雪 实在太过耀眼 他们早已开始盘算 要如何手动制造机遇 上前搭讪 这机会瞧着 可比买彩票要大得多 回报更是大到 连彩票都无法与之比拟 不知陈阎明想 如何处置这个该死的家伙 赵起发问 你自己看着办 陈阳摆摆手 不想在女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 好 请放心 我保证不会让陈阎明失望的 赵起发拍打的胸膛 砰砰作响 一个净保证 啪 啪 啪 陈阳与江小雪离开路上 还能听到背后频频传来 赵起发扇女人巴掌 怒骂的声音 你这贱人 也不照照自己长啥样 就你这姿色 给陈阎当狗 人家都不一定看得上你 倒贴你 吃你软饭 好大的脸 赵起发之所以能看得上女人 无非是因为她足够听话 玩得开 如今 女人惹到陈阳这尊大神 赵起发肯定得和她撇清关系 生怕引火烧身 不多时 陈阳与江小雪 已经从地下车库取到车 驶离商场 之后 没有其他安排 决定先把江小雪 送回她家工厂 作为牵头人 签订合同的时候 她必须得在场才行 不能失了礼仪 她内心是很想继续 和陈阳待在一起的 陈神医 您帮了我这么多次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才好 眼看即将抵达目的地 江小雪开口道 你不是已经送我礼物了吗 陈阳抬眸 通过后视镜 看一眼摆放在车后座的手表 领带 那和您对我的帮助比起来 太微不足道了 江小雪自嘲一笑 更何况 这笔钱本 就是因为有陈神医名在 才拿得到的 要不是陈阳及时出手 江小雪很难想象 自己未来还得被刘小山纠缠不休多久 先是帮老爷子续命 然后又替自己解围 再从小偷手里解救了自己 为江家赢得一笔十分重要的合作 江小雪发现 自己此情非但没能完成报恩 反倒越迁越多 再网还不清的趋势发展 无妨 你的心意我已经收到 陈阳让江小雪放轻松些 自己做那些事 不是为了让他报恩 抵达工厂大门 一脚刹车稳稳停下 我就送你到这了 好 江小雪轻声答应 截着安全带 一副心不在焉 思考着什么的模样 解开安全带 打开车门 江小雪这迈出去的脚还未落地 又突然转身 凑近陈阳在他脸颊上 蜻蜓点水一下 陈神医 谢谢你 路上小心 再见 碰 快速关闭车门 压根没给陈阳开口回应的机会 转身快步逃离 典型做贼心虚的表现 双手捂着脸 无比滚烫 掌心能够清楚感受到 有多温热 江小雪 你 你刚才到底在做什么 你是痴女吗 怎么可以擅自倾塔 抱头蹲在墙角 江小雪快疯了 从没想过 自己会做出这种事 不知下次见面时 该用怎样的表情 去面对陈阳 更担心 陈阳会不会因此认为 自己是一个随便的女人 产生厌恶心理 后悔 太后悔了 而陈阳这边 有点意外 江小雪在他眼里 属于很纯情的那种小女生 没想过他会主动亲吻自己 感觉 或许是因为在黑山监狱里时 被那些逆徒偷袭多了 陈阳早已适应这种事 江小雪只是偷亲一下自己的脸 那些逆徒 可是恨不得一有机会 直接将自己吃干抹尽 这时 一辆车停在陈阳旁边 陈阳扭头看去 正好看见萧玉蓉举起手 热情打着招呼 呦 师傅 好巧啊 没想到居然会和您在这种地方偶遇 偶遇 陈阳眉头微皱 江家工厂开设在郊区 刚被划分成工业园区不久 仍在开发中 没多少人 且不说萧玉蓉的身份 在这种地方偶遇 陈阳很难不怀疑对方的目的 既然如此 那我还有事 下次再见 陈阳倒车准备离开 诶 师傅 您别那么无情啊 我承认 我承认在跟踪你们 这样总想了吧 萧玉蓉见状 忙生制止 陈阳抬手扶额 摇头无语 我教出来的 怎么既是这种问题徒弟 徒儿本想找师傅 您续续旧 可又不敢打扰您跟未来师娘约会 所以只能偷偷跟着 萧玉蓉辩解道 师娘 哪来的师娘 我怎么不知道 陈阳反问 师傅 您就别骗我了 徒儿刚刚可是亲眼看到 您和师娘之间的亲密互动 萧玉蓉狡黠一笑 早知道她有可能成为师娘人选 先前应该更加客气些 那是 话到嘴边 陈阳又咽了回去 懒得解释 看萧玉蓉这样子 大概率是不会行的 改口问 所以 你来找我 到底有何事 徒儿最近刚刚收购 成为江城第一 国内前三娱乐公司的董事长 想请师傅您去指点指点 听完萧玉蓉的话 陈阳随口调侃道 感情是来跟我炫耀的 师傅 这点成绩 哪有资格在您面前显摆 只要您想 肯定分分钟就能办到 吹捧 萧玉蓉这可不是在吹捧陈阳 实话实说而已 陈阳有多厉害 他教出来的那些徒弟 有多厉害 萧玉蓉作为其中之一 心知肚明 整个黑山监狱 多少大魔头 杀神 SSSSS 夹击罪犯 哪个提起陈阳两个字 不是文风丧胆 尊称一声陈业 在萧玉蓉眼中 陈阳是最接近于全能 完美这些词汇的人 没有之一 带路吧 陈阳收起捉弄 萧玉蓉的心思 也想看看 他如今的成就 作为徒儿来讲 萧玉蓉在陈阳这 一直是很懂事 讨喜的 是 师傅 时间转瞬 陈阳在萧玉蓉的带领下 来到经脉娱乐 看着眼前两栋 形同一个字母H的玻璃大楼 足有百层高 陈阳的评价 只有两个字 气派 怎么样 师傅 徒儿没给您丢脸吧 萧玉蓉凑近 歪着脑袋 期待问 嗯 不错 陈阳看穿萧玉蓉的意图 抬起手 摸摸他的脑袋 陈阳也不知道 萧玉蓉是怎么想的 跟个小孩子似的 很喜欢让自己摸他头 作为奖励 总给陈阳一种 不是再叫徒弟 而是养宠物的济世感 目睹这一幕的保安 那双眼睁大道 整颗眼球 快要从中掉落出来 关于萧玉蓉收购 百分百控股经脉娱乐这件事 他早在群里收到通知 知道萧玉蓉如今 不仅是炙手可热的当红天后 更是经脉娱乐的大老板 如此顶流 竟主动让陈阳 一个年轻人摸头 还一脸享受 自己真不是眼花了吗 那青年 究竟是何方神圣 眼见二人朝自己这边走来 保安连忙回过神 推开玻璃门 主动道 萧总好 嗯 辛苦了 萧玉蓉应了一声 挽住陈阳的胳膊 进入公司大门 你这样不怕被狗仔队拍到 破坏人设吗 陈阳看着 感受着自己身陷于 萧玉蓉胸口的手臂 提醒问 师父 这您可太小瞧我了 徒儿靠的是实力 从不靠人设 萧玉蓉自信道 好好好 陈阳顺着他的话说 不做争辩 毕竟是亲手调教出来的徒弟 萧玉蓉的深浅 他再清楚不过 确实不需要靠所谓的人设 来圈粉自蒙 天哪 他是谁 萧总怎么和他如此亲近 第一次见到 有男人站在萧总身边 颜值不被比下去的 难道是公司即将签约的新艺人 这张脸 这气质 一出道 很难不爆火 有没有 可能是萧总的弟弟 萧总与异性之间 向来都是主动保持距离 从未传出过绯闻 不可能 高颜值姐姐 有个高颜值弟弟 很正常吧 听那些人 已然把自己认定成萧玉蓉的弟弟 陈阳一脸无语 走进电梯 萧玉蓉玉手掩面 倾笑出声 感慨 我要真有师父这么个弟弟 就太美好了 直接化身伏地魔 下辈子吧 简而言之 这辈子是没机会了 只能做师徒 萧玉蓉故作出欲哭无泪的表情 您一如既往的狠心呢 叮 电梯门打开 在萧玉蓉的引领下 陈阳来到董事厂办公室 萧总 一进门 一名秘书打扮的女子 便起身走了上来 我要你准备的东西 准备好了吗 萧玉蓉问 都按照您的意思 准备好了 秘书打开抽屉 拿出一份文件 双手递交给萧玉蓉 萧玉蓉接过 又转交给陈阳 师父 请您签字 签字 婚姻登记表吗 陈阳玩笑问 我倒是想跟您签那个 但您未必愿意答应 萧玉蓉说明道 这是经脉娱乐的股权转让合同 股权转让 你要把经脉送给我 陈阳确认问 诱惑者 卖 师父 在您眼里 我原来是这种白眼狼形象吗 萧玉蓉假装抹眼泪 楚楚可怜 接着 又恢复一本正经 徒弟孝敬师父 天经地义 况且 没有您 就没有我萧玉蓉的今天 请您务必收下 萧玉蓉难得强势 生怕陈阳拒绝 虽然秘书早知晓 萧玉蓉买下经脉 是为了送人 但万万没想到 他要赠送的对象 竟如此年轻 说是刚毕业 出入社会的大学生 秘书都不怀疑 想不通 他何德何能 可以交出萧玉蓉这样的徒弟 可看萧玉蓉的表现 又不像是在开玩笑 哪有人会拿 市值规模超万亿的 顶尖娱乐公司 随便开玩笑的 就算是你 想要买下这家公司 恐怕也不容易吧 全给我 你怎么办 陈阳翻开合同看了看 股权百分百转让 一点没留 钱这个东西 未来可以再赚 总之 先孝顺师父再说 实在不行 我只能啃师父的姥姥 到时候 还望师父别嫌弃 眼神暧昧 语气撒娇 不知为何 陈阳总觉得 萧玉蓉另有图谋 陈阳拔出笔盖 在合同上龙飞凤舞 写下自己的名字 倒要看看 萧玉蓉这葫芦里 到底在卖什么呀 萧玉蓉随即 也接过合同合笔 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使其具有法律效力 那么 从现在开始 师父您就是金麦的董事长了 金麦旗下 大大小小所有产业 一人 皆听您号令 包括我 听我号令 萧玉蓉这话说的 陈阳感觉自己 不是接手了一家娱乐公司 而是一座土匪寨子 陈总 秘书也在第一时间 改变对于陈阳的称呼 对此 陈阳表示自己 只想做个甩手掌柜 公司运营一事 继续交给萧玉蓉负责 或者他信任的人 萧玉蓉一口答应 他把金麦娱乐送给陈阳 是为了孝顺他 不是为了给他增加麻烦 作为徒弟 萧玉蓉很清楚 自家这个师父 到底有多讨厌麻烦 那师父 按照常理来讲 我现在是您名下的员工 对吧 萧玉蓉扭扭捏捏问 嗯 所以呢 陈阳不入痕迹 暗暗一笑 这丫头果然按捺不住 要露出马脚了 身为师父 更身为金麦老板 捧一捧公司的王牌 很合理吧 萧玉蓉自卖自夸试问 有话直说 陈阳面无表情道 那个 师父 其实我想请您 给我写首歌 萧玉蓉主动将身子贴了上去 歪着脑袋枕在陈阳肩膀上 抬眸 眼里斜满恳求 这姿态 天底下几十亿的男人 恐怕没几个看后 能忍心拒绝 感觉良心会遭受莫大的谴责 陈阳却是习以为常 主要这已经不是萧玉蓉第一次开口 求陈阳替他写歌 哪一次不是楚楚可爱 我见游怜 不过这次 诚意倒是十足 直接送上金麦那么一家大娱乐公司 陈阳调侃问 这么大家公司 找不出一个能替你写歌的 他们写的歌放在普通人里面 确实算得上顶级 不过 跟师父您的词曲比起来 则是一个天 一个地 放在一块笔 老实讲 有点太欺负人了 而且 师父您是知道的 我这个人对作品 向来吹毛求疵 惊异求惊 只有您能满足我 只有我能满足你 陈阳见眉微咒 总觉得萧玉蓉这番话 搭配上他此刻表现出来的媚态 这不知道的 只不定得误会到哪去 跳进黄河都解释不清楚的那种 一旁的秘书 听到萧玉蓉 把陈阳捧得如此之高 同样粗眉 觉得会不会太夸张了点 金麦娱乐签约 有不少大牌作词作曲家 放在国际上 那也是享有盛誉 拿奖无数 至于陈阳 秘书没有任何轻视 贬低他的意思 毕竟在这之前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 令萧玉蓉表现得如此服服贴贴 小鸟依人 他在萤幕前 大众眼里 一直是禁欲系冰山冷美人 再看现在的他 任谁看了 估计都得问一句 你管这叫冰山 哪里冷 回到作词作曲上 秘书相信 陈阳是有实力的 没准还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但 作词作曲很考验积累 文化底蕴 陈阳实在太过年轻 若再让他沉淀个二三十年 一定前途无量 现在写出来的歌 想和那些在这个行业 有着不俗统治力的大师比 秘书平心而论 很难 不过 如果是写出画眉 红妆 听语 断桥 残雪 青花 这些 让萧玉蓉一出道 便转足眼球 成为乐坛最大黑马 打破各项记录 蝉联至今 并奠定天后之名的青阳大师 那秘书必须承认 萧玉蓉会瞧不上 外面那些大师很正常 毕竟 大师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尽管对外 这些歌 作词作曲 都是他的名字 但在萧玉蓉三个字后面 往往会加上一个括号 里面写上青阳两个字 大部分人认为 那是萧玉蓉 想增加点艺术性 小爱好 可圈里人几乎都知道 确实有青阳这么个人存在 只是人家境界高 淡薄名利 不愿抛头入面 所以才让萧玉蓉顶在前面 青阳大师词曲水平 在秘书眼里 放在古代 妥妥会成为传颂千年 万年的超级大文豪 用词精准 底蕴厚重 一径拉满 不管听几次 都会觉得震撼 越听 越是回味无穷 至今仍然保存在秘书的歌单里 每年音乐软件年终统计 最爱听的歌前十名 毫无疑问罢榜 所以 秘书既是萧玉蓉的粉丝 更是青阳大师的粉丝 他很想亲眼见见 能写出如此优美词曲的人 究竟是何模样 奈何萧玉蓉对于青阳大师 始终有所隐瞒 不愿透露太多 他不愿意说 其他人也没法抢求 因此 青阳大师是男士女 年龄多少 一直是圈内的未解之谜 电话铃声响起 不好意思 秘书回过神 走到一边 暗下接听见 萧玉蓉则没想太多 抓住陈阳的手臂 轻轻摇晃 咬声咬气道 求求您了 师父 帮我写一首吗 一首 就一首 歌曲上架发售后 徒儿分文不取 收益全部孝敬师父 我只求个万事之名 萧玉蓉将自己能想到的撒娇法子 一股劲全使了出来 光那声音 就能酥到人骨子里 即使身经百战的陈阳 也起了不少鸡皮疙瘩 头皮阵阵发麻 正想答应 便听秘书话音响起 萧总 李大师李月来公司了 说这次写的词曲 您一定会满意 人已经上电梯 这 换作平常 萧玉蓉没准会降低一下标准 偏偏李月又是一个胜负心极强的人 曾被萧玉蓉十八连剧 愣是改出第十九版 让他点头 才肯罢休 当然 那十八版最后全部由经脉娱乐买下 交给其他旗下歌手负责演唱 发行后 成绩不错 与萧玉蓉演唱的第十九版相比 差出了一个天欠 自那以后 李月对于萧玉蓉心服口服 着魔一般为他写歌 乐此不疲 萧玉蓉现在很担心 李月不来还好 万一看到陈阳写的词曲 恐怕会被打击到 就此宣布退圈 封闭 咚咚咚 怕什么 来什么 敲门声响起 萧玉蓉扶而叹气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回了一声 敬 萧总 我通宵三天 总算又写出一篇新作 相信您一定会满意的 我很自信 李月难掩兴奋 与疲态的说 黑眼圈浓郁 请您过目 李月来到萧玉蓉面前 递出用钢笔写下的词曲 还带着淡淡的墨水香味 好 萧玉蓉接过李月递来的词曲 一首一张 认认真真看了起来 满分十分 萧玉蓉可以给到九分 这是在不包含 陈阳在内的前提下 如若将陈阳包含 尽参考对象 那李月这篇词曲 只能拿到六分 勉强及格的程度 萧总 您觉得如何 李月期待问 师傅 您怎么看 萧玉蓉把问题 抛给陈阳 知道他也看完了 索性问问他的意见 六分 及格水平 既然萧玉蓉问了 陈阳不做隐瞒 实话实说 六分 及格水平 这可把满心期待的李月给气笑了 你是哪位 我怎么不记得 圈里有这么个大师 他刻意强调大师两个字 再道 萧总 近日骗子猖獗 您可得小心提防 言外之意就是 认定陈阳是个江湖骗子 在这冒充大师 胡言乱语 李月好心提醒陈阳 小伙子 饭可以乱吃 这话可不能乱说 想他李月年少成名 在陈阳这个年纪 已经签约娱乐公司 成为职业作词作曲家 小有名气 萧玉荣 他虽和陈阳看起来差不多年纪 但人家是史上最年轻的天后 享誉全球 评价自己写得烂 李月可以虚心接受 陈阳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凭什么 李老 顺言 看在李月以往对金脉的贡献上 萧玉荣还算客气 要换做别人 萧玉荣早就开口感人了 没有人能侮辱陈阳 更别说是当着他的面 萧总 李月一脸猛 不明白萧玉荣为何会向着陈阳说话 目光饱含敌意的死盯着陈阳 好似在无声质问 他到底给萧玉荣灌了什么迷魂汤 又觉得 萧玉荣不像是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人 难不成 这年轻人有着天大的背景 想到这 李月顿时收敛几分 笔 陈阳抬起手 对萧玉荣说 是 萧玉荣赶忙走到办公桌那边 替陈阳将先前签字用的那支笔 取了过来 看到萧玉荣堂堂一个万亿上市公司董事长 同时还是天后级国民女神 竟对陈阳如此毕恭毕敬 李月按捺不住开口 已经有两人才能听见的声音 问起秘书 孙秘书 这位到底是 陈阳陈总 现在的金麦娱乐董事长 百分百控股 孙莹回应道 什么 金麦娱乐董事长 李月糊涂问 据我所知 买下金麦的人 不应该是萧总吗 孙莹的解释是 就在刚刚 萧总已将自己名下的股份 李月险些金掉下巴 这显然不是简简单单 迷魂汤三个字能解释得了的 严重怀疑 萧玉荣该不会是被陈阳 利用降头之类的巫蛊术法 强行夺赦了吧 万亿规模 无偿赠送 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若非知晓孙莹一本正经的为人处事风格 李月肯定会以为 他在跟自己说笑 紧跟着 又问 陈总和萧总之间 是什么关系 师徒 孙莹进一步说 陈总是师父 萧总是徒弟 再多的 我就不清楚了 他是萧玉荣的师父 他能教萧玉荣什么 李月百思不得其解 注意到陈阳此时 正俯身 在一个笔记本上 貌似抄写着自己写的词曲 结合一旁萧玉荣流露出的惊喜之色 李月好奇动身 走上前去 当看清楚陈阳所写的东西后 瞬间眼眸一凝 大受震撼 陈阳并非是在抄写他的歌词 而是改写 改写内容部分 超过60% 去其糟粕 去其精华 再不断进行优化 每一句词 哪怕李月这个原创 也不得不承认 无论意境 词意 敌韵 皆被虐杀 吊打 尤其陈阳这行云流水 一点不卡顿 直接一口气顺畅写出来的本事 令李月羡慕不已 计算力再强大的电脑 也无法做到 这下终于明白 萧玉荣为何会对陈阳如此客气 重视程度 远超自己 换做李月 一样会做出和萧玉荣相同的选择 此等大财 必须重用 万一让他父亲离开 被其他公司挖脚 对于经脉娱乐来讲 会是毁灭性打击 我简单改了一下 你们看看 有无能够继续优化的空间 陈阳落笔道 比起口舌争辩 他更喜欢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自己有资格说这种话 文言 李月自嘲一笑 以我的能力 没资格对这篇词曲直手画脚 他实在 太完美了 师父 这首歌可以给我唱吗 萧玉荣爱不失手地问 东西是他写的 我只是稍作修改 你能不能用 给问他 陈阳把决定权抛给李月 陈大师严重了 前后差距过大 严格意义上来讲 已经不能算是我作品 您有权决定 李月摇头摆手道 两篇词曲放在一起 说后者参考了前者 外人不相信 李月自己都很难相信 没底气往脸上贴金 怕把牛吹大了 人家真觉得自己有这个实力 到时候写不出来 露歉 师父 既然李老都已经把话说到这种份上 您就别谦虚了 给托儿唱了 好不好吗 萧玉蓉手扶在陈阳肩膀上 轻轻摇晃 娇声娇气 行吧 陈阳答应道 没办法 自己的徒弟自己不宠 谁宠 谢谢师父 木猫 萧玉蓉激动之下 竟一屁股坐到陈阳身边 抱住他的脑袋 在他脸颊上狠狠巴唧一口 吓了李月 秘书孙莹一跳 这画面倘若传出去 绝对会登上热搜 震动整个娱乐圈 他们连标题都提前想好了 震惊 天后女神竟主动现吻神秘小鲜肉 那师父 我们就愉快地决定了 我马上让人制作曲子 尽快把歌落好 到时候 再麻烦您给我把把关 萧玉蓉笑容格外灿烂 萧总 可以让我看一下吗 孙莹走上来 问 无比好奇 能令作词作曲界 堪称泰斗级人物的李月 一秒被折服 到底是怎样惊世骇俗的水准 嗯 萧玉蓉递出原稿 反正后续一系列事 都得交由孙莹去安排 没必要刻意隐瞒 孙莹接过陈阳写的词曲 又拿起玻璃茶几上 李月写的词曲 紧一眼 便看出两者之间 差了不止一个层次 也难怪李月的前后反差 会如此之大 换作孙莹 一定会被打击到怀疑人生 质疑自己 还有没有继续创作的资格 相当佩服李月的心态 只是 越看 孙莹眉头皱得越紧 越是发觉不对劲 总感觉 这风格 自己似曾相识 好像在哪见过 青阳大师 应该 陈阳孙莹摇摇头 打消掉这个想法 认为自己一定是想多了 陈阳确实很有才华 但要跟青阳大师比 仍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未来的他 或许有可能追赶得上 青阳大师的脚步 眼下仍须岁月沉淀 而萧玉荣这边 在注意到陈阳又拿起笔的动作 忍不住问 师父 您这是 难不成 你打算用一首歌 去糊弄观众和粉丝吗 陈阳想着 再替萧玉荣写几首歌 凑成一张专辑 一首歌的宣传效果 肯定不如一整张专辑 尤其像萧玉荣这种 有着庞大粉丝量 对作品又喜欢精益求精 许久才能出一首歌的人 以往 萧玉荣的一张专辑 六首歌左右 陈阳心想 如果出一次包含十首歌 不仅保持更保亮的专辑 肯定能在粉丝圈 掀起不小的热度 连宣传费用都省了 对别人来讲 想要给天后写出十首歌 一位大师 起码需要一年 甚至更久 团队合作的话 也得疏远 反观陈阳 下笔如有神 仿佛流水线般 一首接一首创作出来 萧玉荣守在一边 激动到说不出话 压抑着内心的兴奋 生怕打扰到陈阳 原本想着 能让陈阳替自己写一首歌 已是心满意足 没想到 这一会功夫 已经写了七首 要知道 陈阳给萧玉荣写的那些歌 没有一首不爆火 萧瘦 口碑双丰收 他可以预感得到 这张专辑已经上架 会在整个乐坛 掀起怎样的惊涛海浪 一旁的李悦 秘书孙莹 均被陈阳这高效的 产出速度震撼到 在此之前 他们一度认为 作为人类来讲 必然是有极限的 但这句话 放在陈阳身上 显然不合适 且不论质量 光这速度 整个作词作曲界 无人渴望其向背 哪怕质量不如先前的改写版本 稍微弱上一点 照样令人钦佩 几分钟后 陈阳放下笔 一共十二手 作为专辑来讲 我想应该足够了 够 太够了 都抵得上图 以往两张专辑了 萧玉荣激动表示 伸手从玻璃茶漆上 拿起一页页词曲 如获至宝 怎么看 怎么满意 挑不出半点毛病 果然 师父是这个世界上 最强的 萧总 请问我可以看看吗 李悦问出了孙莹想问的话 当然 萧玉荣不介意分享 想让他们知道 陈阳有多传奇 争得萧玉荣的同意后 李悦 孙莹走上前 随即拿起一张 凑井浏览 寥寥几眼 整个人瞬间不淡定 这速度 这质量 哪怕李悦这个级别的 作词作曲家 一样不免惊为天上人 太夸张了 甚至怀疑 陈阳是不是从未来 穿越到这个时间段的人 这些歌 无庸置疑 没首都能成为绝对的经典 至少流传百年 孙莹一言不发 看完后 又立马拿起另外一张 一副无比认真 细致的表情 随后 这目光刷的一下 落在陈阳身上 话音带着几分颤抖 却认问 您该不会就是 传说中的那位青阳大师吧 青阳大师 听孙莹这么一说 李悦也反应过来 的确 这全能 完美到不能再完美的风格 很符合青阳大师的水准 最重要的是 他们察觉到 在陈阳的名字里 同样带有一个阳字 再加上萧玉荣对他的态度 很难不往那方面去想 青阳大师 陈阳对这四个字 却是格外陌生 果然瞒不住了吗 萧玉荣微微一笑 解释道 师父 其实徒儿私自做主 对外给您 取了个青阳大师的称号 原来如此 陈阳听后 并不觉得惊讶 您果然是青阳大师 再通过萧玉荣确定 陈阳就是青阳大师本尊后 孙莹难掩崇拜之情 眼神与刚才 截然不同 以至于令陈阳担心 要不是有萧玉荣在面前挡着 他随时有可能像捕师者那样 朝自己飞扑过来 孙秘书一直很崇拜师父您 每次出专辑 总会买三份 一份用来听 一份用来收藏 一份用来传教 萧玉荣说明道 孙莹黑黑一笑 面对偶像 失去往常沉稳的风格 显得手足无措 再看李月 则是一脸荣幸 世人 能输给青阳大师 不愿 反倒是一件 值得拿出去吹嘘 放在酒桌上 侃侃而谈的光荣事 这样 谢谢你的知识 陈阳礼貌回应 哪里 应该是我要感谢 青阳大师您才对 让我有机会能在人间 欣赏到如此高级的先月 孙莹对于陈阳的作品 评价向来是 词曲指印天上游 人间难得几回文 之后 更是找来指和笔 拜托陈阳给自己签个名 这种小事 陈阳没理由拒绝 顺便还给李月签了一份 拿到陈阳的签名 孙莹小心翼翼地收好 决定一下班 立马去定制个画框 裱起来 永久珍藏 放在床头 方便自己一睁眼 就能看得到 美好的一天 从此开始 金脉公司大门 该做的事全部做完 陈阳不打算继续留在这 打扰肖玉荣他们制作专辑 师父 这次真的太感谢 诶 私下就算了 这大庭广众的 你想干嘛 见肖玉荣还想走上来 红唇轻轻撅起 陈阳退后半步 抬手阻拦 师父 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了 您怎么还没习惯 肖玉荣双手无脸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陈阳眉头紧敏 自己应该习惯吗 好了 不开玩笑 总之 谢谢师父替我制作专辑 徒儿一定会用心演唱 不辜负您的栽培与期待 肖玉荣面对陈阳 拘了一躬 陈阳的视线 不自觉被吸引 雪白肌肤 从这个角度看去 一览无疑 被他一人尽收眼底 师父 肖玉荣直起腰身 手舞胸口 一脸坏笑 可嗨嗨 陈阳尴尬咳嗽 转过身去 知道自己又被这逆途给设计了 才反应过来 被肖玉荣最近听话的表现蒙蔽双眼 险些忘记 他也是企图欺师灭祖 众多逆途中的一员 转身上车 不打算过多停留 师父 您要想看的话 何必偷偷摸摸呢 只要师父有意 徒儿随时刻 打住 我可不想被人当成变态报警 陈阳无语道 肖玉荣浅浅一笑 及时收敛 知道再好笑的玩笑 也得适可而止 转而道 师父 冷师姐那边 她怎么了 见肖玉荣欲言又止 陈阳追问道 她最近似乎遇到了不少问题 冷师姐又是那种 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 什么事都自己咬牙硬扛的性格 徒儿担心肖玉荣抿抿嘴 不想说不及利的话 放心吧 有我在 不会出事的 陈阳抬手摸了摸弯腰 趴在车窗上 肖玉荣的脑袋 嗯 师父慢走 路上小心 有陈阳这句话 肖玉荣百分百放心 作为师父 陈阳从未让他们这些徒弟失望过 向来说到做到 肖玉荣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件事 别看陈阳凭日里表现得儒雅随和 真要有人触碰到她的逆铃 比谁都疯 启动车子 驶出停车位 陈阳告别肖玉荣 迎着夕阳 踏上返回富山区的道路 而与此同时 是中心医院 方宇被人推着轮椅 从医院出来 身体各方面条件 基本已经稳定 接下来 只需要尽量恢复即可 方宇不喜欢待在医院病房 那里的环境 令他本就不美丽的心情 更加抑郁 赵叔 我爸呢 生意上的是再怎么忙 儿子出院 也不至于连面都不录一下吧 方宇问 赵思成文言 陷入沉默 不知该如何回忆 看到他这样一副表现 方宇皱眉道 赵叔 我爸该不会是出事了吧 他早猜到 方承阳大概率是出事了 这些日子一直没出现 再加上每当自己问起 关于他的事实 赵思成一份 总是含糊其词 有意岔开话题 很难不那么想 赵叔 你不用有所顾虑 直接告诉我爸 我承受得住 方宇做好心理准备 少爷 您就别为难我了 这些事 还是等回家以后 您亲自去问家主吧 听到赵思成 让自己回去问家主 方宇暗道还好 应该不是多大的事 只要人还活着 没事就行 殊不知赵思成口中的家主 与他认知中的家主 早已不是一个人 待天完全飞下 方宇回到方家 被人从轮椅上台下 萧月 你回来了 大伯 看清楚一身睡衣 从别墅出来迎接自己的人 方宇有些纳闷 方孝雄怎会出现在自家别墅 还这么一身打扮 家主 赵思成从车上下来 恭恭敬敬地叫道 赵叔 你 你叫他什么 方宇猛逼地问 方孝雄什么时候成家主了 他是方家家主 那自家父亲方程阳又是谁 少爷 赵思成刚开口 便被方孝雄抬手打断 小宇 外面天凉 你又刚刚出院 身体还很虚弱 有话我们进屋慢慢说 别碰我 方宇眼中不满血丝 质问方孝雄 你说 你爸我爸怎么了 他很清楚 方孝雄不甘心 只当个小小的董事成员 一直在觊觎方程阳手中的大权 想要成为方家家主 断言他一定是在自己住院这段时间 对方程阳做了什么 方孝雄手将在半空 收回 无奈一笑 小宇 这是你真不能怪我 要怪只怪你父亲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方孝雄属实冤枉 他确实想对方程阳出手 不过被人抢先了 不该得罪的人 我爸在哪 方宇在问 不知道 方孝雄摇头 整个人突然人间蒸发 毫无音讯 监控只有他进来 没有他离开别墅的画面 这段时间 我们用各种方法 试图搜寻关于他的消息 想着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只可惜 志安来了一波接一波 始终找不到半点有价值的信息 八成 闭口 有些话不需要说太慢 点到为止 并不妨碍理解 我不信 我不信 一定是你 对我父亲下的毒手 方宇眼中满是杀意 恨不得立马跳起来 将方孝雄扑倒在地 小语 方孝雄提声嗓门 言语中多出几分严厉 这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凡事得讲证据 证据 方宇呵呵一笑 江城谁不知道你方孝雄王子野心 明明能力不如我父亲 还想做家主 痴心妄想 啪 方孝雄被激怒 一巴掌打在方宇脸上 原本看在舒直关系上 我不想对你要强硬 但你却不依不饶 目无尊长 真当我没脾气吗 保镖类型的角色 从纸袋里拿出一份合同 走进方宇 强行抓起他的手 等等 你们想干什么 方宇正虚弱 哪里反抗得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 控制自己的手 去按印尼 再在合同上按上手印 老板 保镖递出合同 方孝雄接过合同 很是满意 好 很好 这下 整个方家 便彻底在我的掌控之下了 文言 方宇立马弄清楚 那是一份股权转让合同 卑鄙 无耻 你用这种方法 从我手里夺走股份 不怕我去法院告你吗 方宇自牙咧嘴 好似一条疯狗狂吠 告我 就凭现在的你 方孝雄冷冷一笑 显然没把方宇放在眼里 既然连已经撕破 也没必要继续伪装 拿出一张银行卡 丢在方宇身上 别说我不近人情 卡里有五百万 就当的我买下你股份的钱 五百万 你疯了吧 那些股份价值上益 对于方宇的无能狂怒 方孝雄一脸默示 对赵思成说 赶出去 从今以后 我以家主身份宣布 方宇被逐出方家 再不是我方家的人 是 赵思成无法反抗方孝雄 见方宇还想破口大骂 赵思成眼疾手快 从背后捂住他的嘴 强行带走 看在跟随方程阳 那么多年的份上 赵思成不想方宇 也把命搭进去 十几分钟后 他驱车将方宇送到一处酒店 临走前 不忘交代方宇 少爷 今时不同往日 请节哀 五百万省着点花 足够度过余生 千万别想去报仇的事 那么 就此别过 方宇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 直到现在 都没能反应过来 自己怎么就活成了 曾经最看不起的那类人 和陈阳一样 沦为家族弃子 他现在一无所有 都理那张价值五百万的银行卡 对于习惯纸醉精迷 九池肉铃 喜欢开派对疯狂撒逼的附加少爷 这对方宇来讲 和一无所有并无二致 天南拿出手机 趴在床上 用手指进行操作 打开联系人名单 方宇认识一个职业侦探 准备委派他 前去调查关于方程阳的事 爸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出陷害你的人 无论他是谁 必须血债血偿 方宇咬牙切齿道 你这家伙 还是没吸取到教训啊 谁 方宇寻声看去 透过被威风掀动的窗帘 能够看见 在露天阳台上 站着一道倩影 你 你是谁 方宇额头大汗 紧张问 即使隔着窗帘 也不难感受得到 自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 浓郁沙发气息 这种情况下 他毫无还手之力 女人抬手拨开窗帘 走进房间 映入眼帘方宇眼帘的是一张绝美 却又冰冷到极致的盛世容颜 当注意到女人身体右侧 那柄在室内灯光照耀下 手中握着 闪烁冷光的刀刃时 哪怕对方再如何美艳动人 方宇内心 也是生不出半点杂念 你 你到底是谁 你想干什么 无论方宇如何质问 女人都没有打算要回答的意思 眼看对方一步步逼近 方宇急了 是方孝雄派你来的对吧 他给你多少钱 我出双倍 不 十倍 我兜里有一张银行卡 里面存有五百万 算作定金怎么样 方宇求生欲格外强烈 满心想着的 只有一件事 活下去 你千不该 万不该对我师父下手 女人眸光冷漠如寒冰 伸手将利刃紧挨在了方宇的脖子上 你师父 美女 这其中是不是存在着什么误会 我 我压根不认识你师父 方宇话音颤抖 恐惧万分 恍惚间 仿佛已经可以看到 不远处 一黑一白两个英差 在向自己招手 扑痴 察觉到脖子上传来的力痛 低头看去 鲜血如注标射 染红了衣精 胸口荡开大片刺目的心红 谁 他 方宇不想 死得不明不白 本师陈阳 陈阳 看着完全厌弃 身亡的方宇 冷傲雪一甩手腕 将沾染在匕首上的血迹 清理干净 本想拍张照片 发给陈阳 但在一想 这种级别的小喽啰 没必要专门打扰师父 联系好轻道夫 拿走那张价值五百万的银行卡 冷傲雪来去如风 不留痕迹 对于酒店内发生的事 陈阳毫不知情 回到富山居后 他正忙着准备晚饭 母亲林兰在旁边给他打下手 虽然陈阳说过 自己来就好 让林兰去客厅看电视 架不住对方想帮忙的心情过于强烈 只好答应 母子二人这边刚将饭菜做好 端上桌 门锁传来打开的声音 好香啊 叶清成一手扶住鞋柜 一手将后抬起的高跟鞋脱去 贪婪嗅闻着空气中的浓郁饭菜香 看样子 待会有口福了 停好车 晚一步进门的官雅心喜到 堂堂杨成首富 怎么老来别人家蹭饭 不觉得羞耻吗 叶清成娇称一眼 师父在哪 哪就是我的家 官雅里直气壮宝 羞耻心 那是什么东西 有师父重要吗 行云流水地脱掉鞋子 抢在叶清成说出下一句话之前 赤脚快步进入客厅 也不能说完全赤脚 还套裹着一双黑丝 将官雅修长 堪称黄金比例的美腿线条 完美勾勒出来 这腿型 哪怕放在模特圈子里 照样属于顶尖 能轻松收割几百万 上千万忠实粉丝 赶紧洗手吃饭 官雅 叶清成这对冤甲 也不是第一天在自己面前争风相对 陈阳早已习惯 好 官雅 叶清成一口同声答应 谁的面子都可以不给 唯独自家师傅的面子 不能不给 而且 比起吵架 叶清成 官雅更想好好品尝 陈阳亲手烹饪的饭菜 任凭肚子如何鸡肠鹿鹿 坚决不喝一口水 吃一口零食 等的便是这一刻 老老实实洗完手回来 坐在位子上 迫不及待拿起碗筷 加了一筷子菜 送入口中 那一刻 叶清成 官雅感觉 自己幸福到快要升天了 一天工作下来 积攒的疲惫 全部一扫而空 谁要能娶到师傅 这人生可太圆满了 叶清成感慨 娶 官雅翻了翻白眼 问 你想让师傅 当上门女婿吗 师傅怎么可能去过 寄人篱下的憋屈生活 开玩笑 哪怕师傅真做了上门女婿 家族也会把他供起来伺候 寄人篱下 憋屈 你未免太小瞧师傅了 叶清成有理有据道 心说 对方又不是傻子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让他憋屈 那跟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有何区别 况且我说的曲 和你理解的曲 压根不是一个意思 叶清成严正声明 看着二人 你一句我一句的幼稚模样 陈阳 林兰相视一笑 并未多说 专心吃饭 品味着眼前的饭菜 再回想一下白天 厨神洛新宇 亲手替自己做的那桌饭菜 林兰必须承认 哪怕洛新宇贵为大厦厨神 与自家儿子之间 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想想也是 要没有差距的话 洛新宇又怎么可能会拜师陈阳呢 很好奇 这三年 陈阳在监狱里 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 要放在三年前 做菜 陈阳从生下来起 二十多年 根本没进过厨房 一直过着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淡淡一笑 校方家估计做梦都没想到 费尽心思把陈阳送进监狱 非但没能毁了他 反而成就了他 至于陈阳刚入狱 立马背叛他 转而投入身为施暴者 方宇怀中的赵丽丽 凌兰早已释然 眼前的官雅 叶清成 无论长相 身材 成就 地位 哪个不比赵丽丽强 最关键的是 凌兰看得出 他们对陈阳 不只有师徒之情 作为母亲 无论陈阳最后选择谁 凌兰绝对尊重她的想法 饭后 叶清成 官雅又在争吵中 把碗盘收拾 清洗干净 师父 你要出门吗 听到开门声 叶清成擦着手 从厨房走出 吃得有点饱 出门散散步 陈阳答道 我也觉得 刚才吃得有点多 需要运动运动 师父 可以让徒儿一起吗 叶清成主动提议 好啊 陈阳欣然答应 我也一起去 官雅举起手 怎么哪都有你 叶清成撇撇嘴 想撇开我跟师父过二人事件 做梦 官雅嘴唇微起 已经有二人能听到的声音 反驳道 行吧 你们一起来 陈阳正好有件事 要与他们商量 行走在路灯下 焦黄的下山路上 叶清成前后活动双臂 呼吸着新鲜空气 耐不住好奇 主动问起陈阳 师父 刚才出门时 您说有事要跟我们商量 是什么事啊 官雅也加紧脚步跟上 默默竖起耳朵听 结合之前发生的事 我准备教你们点防伸数 这样下次 万一再遇到危险 也能随机应变 陈阳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种事 顾几个保镖更方便吧 叶清成并非嫌弃 主要觉得 这样很耽误陈阳的时间 想要变强 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 正好有个开保镖公司的师弟 叫徐振天 哪怕贴身保镖 也不可能24小时 随时随地出现在你身边 万一有杀手在你睡觉 上厕所的时候潜入 你被控制住 来不及叫保镖 该怎么办 陈阳认为 与其依靠他人 不如强大自己 师父教训的是 不过 打打杀杀这种事 徒儿实在不擅长 叶清成没什么自信 不需要打打杀杀 只是一些我自创的防身手段罢了 可以替你们赢得时间 叫保镖 又或者报警 陈阳教了那么多徒弟 很清楚 想要短时间内 让叶清成 官雅从零基础 变成冷傲雪那样的职业杀手 显然不可能 毕竟 冷傲雪拜师陈阳时 已是江湖上小有名气的杀手 陈阳则在此基础上 令他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当然 只要陈阳想 也是可以把叶清成 官雅培养成 可以与冷傲雪一较高下的舞蹈高手 但需要时间 少说一年 具体还得看 叶清成 官雅除了经商方面 是否有这方面的天赋 既然师父 都这么说了 徒儿愿意学习 叶清成点头答应 我也是 官雅虽被外界称作暴力女王 一对一单挑情况下 她的真实战斗力 其实高不到美趣 擅长以多欺少 难得有机会 可以跟陈阳学习 强化 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她自然不会拒绝 不多时 三人下山 来到公园 一片草地上 这里足够开阔 平坦 还有柔软的草地 即使摔倒 也不会受伤 很适合作为教授叶清成 官雅防身术的地点 来 你们先跟着我的动作做 去感受体内的气 让一朝一世行云流水化 不死吧 陈阳打算交给叶清成 他们的这套防身术 有参照 太极的以柔克刚之道 可以用最小的力气 结合人体关节 穴位 施加最大伤害 轻则当场晕厥 重则麻痹 瞬间丧失行动力 好 叶清成 官雅迁开架势 有样学样 对比之下 动作稍显迟钝 笨拙 陈阳很有耐心 放慢动作 不断重复 方便二女学习 几分钟后 官雅率先摸到窍门 动作已是可以做到顺畅 叶清成紧随其后 陈阳夸奖道 不错 你们两个的悟性都很高 谢谢师傅 叶清成 官雅文言 笑容动人 极富感染力 仅仅看着 便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 阴霾不在 心情大好 都什么年头 怎么还有那么多江湖骗子 刚刚还因为能明显感受到 自己变强 进步 眉开眼笑的叶清成二人 文言 笑容瞬间消失 说谁是骗子呢 不会说话可以不说 没人把你当哑巴 官雅怒视一眼来人 就是就是 在这种事上 叶清成与他向来团结 强烈赞同 二位美女 千万别误会 我没有嘲笑你们的意思 我只是单纯看不惯这些 喜欢打着五道旗号行骗的无耻之徒 自我介绍一下 我名叫周伯豪 是今年全国柔道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 我师父是 樱花国柔道的传奇人物 古屋清建 男人自我介绍道 要真想学习防身术的话 我可以教你们 绝对比那个骗子保证 不相信 可以上网搜搜关于我的新闻 还蛮多的 或者 我家就在附近 你们可以去参观一下各种证书 奖杯之类 周伯豪热心邀请道 不必了 官雅一口回绝 没兴趣 叶清成毫不迟疑 师父 我们别管他 继续练吧 徒儿感觉已经快要摸到窍门了 师父 这里我有点不明白 您可以手把手交交吗 看到叶清成 官雅无视自己这个全国冠军 对陈阳一个江湖骗子各种恭维 周伯豪内心 非常不平衡 小子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骗他们的 但 你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 谁要是输了 立马消失 要怪只怪 叶清成 官雅出门时 换上的这一袭紧身健身服 将那身材刻画得 实在太过惊心动魄 明明只有雪白的天鹅颈 手臂 与脚腕暴露在空气中 包裹得严严实实 却比一不避体 更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比网络上那些健身女神 墙上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还不是被影杀 样貌倾国倾城 周伯豪担心 错过这个村 以后很难再有这个点 必须把握住机会才行 他相信 只要打败陈阳 让二女看到他与自己之间的实力差距 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站在自己这边 唇角上扬 脑海中已经开始幻想 自己左拥右抱 两个极拼美人时的巅峰画面 发到网上 绝对会被羡慕死 成为男性公敌 陈阳直接无视周伯豪 继续专心教授叶青城他们 叶青城 关雅专注学习 使得周伯豪完全沦为空气 怎么 你不是不敢答应吗 害怕被我打得落花流水 骗子身份曝光 周伯豪继续挑衅 这里腿别太高 动作幅度太大的话 反而会让对方找到机会 要出其不意 瞬间发力 令敌人毫无反应机会 陈阳上手调整着叶青城的姿势 三十秒过去 一分钟过去 两分钟过去 周伯豪依旧没能改变 自己被视作空气的待遇 小子 我再跟你说话 你他妈听不见吗 周伯豪拳头钻井 笑容消失 怒涩浮现 想自己身为全国柔术冠军 走到哪不是粉丝成群 迷昧不断 何曾被这样冷落过 忍无可忍 今天哪怕不为美人 也要抱打陈阳一顿消气 剑步冲上前 哎 陈阳叹息一声 人家非要做死 他能怎么办 唯有接招 对二女说道 好好看着 接下来我替你们演示一下 这套防身术的实战效果 大言不惨 周伯豪计划抓住陈阳的手 让他好好感受一下 什么叫正宗过尖帅 怎么会 起料 陈阳跟条尼秋似的 灵敏度拉满 根本连他的人都碰不到 反被对方掐住手腕 来不及做出应对之策 整个视野范围 三百六十度天旋地转 再反应过来 人已是躺在地上 大片夜空 繁星映入眼帘 如果不是后辈的强烈痛感 以及整条胳膊有脱臼趋势 周伯豪当真会怀疑 自己在做梦 身为名师高徒的自己 竟会被一个无名之辈 干翻在地 有问题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周伯豪不服输地 从地上爬起 叫嚷着 五官猙獰 看着好似一条疯狗 再次冲向陈阳 试图继续施展高级柔道技巧 找回颜面 在他心目中 樱花国柔道 是世界第一 任何武道 都无法逼拟 往往这种时候 配合身法主动出击 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瞄准我先前交给你们的穴位 关节 瞬间发力 以最快速度击打 即可一招致敌 陈阳一边讲解 一边不紧不慢低身 凑近周伯豪 一拳打在他的侧腰上 啊 周伯豪当即面色俱变 身体一将 屈膝跪了下去 蜷缩成一团 捂着被陈阳击中的地方 连发出惨叫都很困难 握拳时 可将中指骨节 这个部分更加突出 让力集中在一点爆发 这样便可以用最小的力气 对敌人造成最大伤害 陈阳举拳示意 徒儿明白了 原来如此 看到实战经历后 叶青城 关雅才意识到 陈阳教给自己的这套防身术 比想象中更厉害 有用 内心笑话周伯豪 惹谁不好 偏偏要来招惹自家师傅 那是 你能惹得起的人吗 别说周伯豪 哪怕他背后那个狗屁 樱花国大师来了 照样只有被血虐的份 再看周伯豪此时 早已因为剧烈疼痛 昏死过去 行了 今天的课便上到这把 你们之后 只需勤家练习即可 若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随时问我 陈阳担心 一股脑塞太多 叶青城他们会消化不了 是 叶青城 关雅乖巧答应 临走时 关雅还不忘 一脚将周伯豪踹倒在地 眼神极为嫌弃 回到别墅 好热 出了一身汗 师傅 你要用浴室吗 叶青城用手充当扇子 在脸旁扇着凉风 问 他们的身体素质早已超越常人 即使刚刚经历过一场对战 仍旧低汗未出 你要等不及的话 二楼房间也有浴室 叶青城不忘对关雅说 不用 你先去 我不着急 关雅微笑道 只是这笑容 叶青城怎么看 怎么 有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八成是自己想多了 清空多于想法 走进浴室 陈阳这边 刚准备上楼 却被关雅一步走上来 挽住手臂 柔声道 哎 师傅 徒儿有件事想拜托您 什么事 陈阳皱眉道 徒儿好久没像刚才那样剧烈运动过了 感觉浑身酸痛 担心明天一早起来 会肌肉拉伤 您能不能像以前那样 给我按摩按摩 在黑山监狱时 关雅曾体验过一次 陈阳那精卫天人的按摩手法 一直心心念念 想再找个机会体验体验 眼下 理由足够充分 又没有叶青城那丫头在旁边捣乱 关雅自然不会错过 主动出击 躺上去吧 陈阳认为关雅说的有道理 长时间不运动的人 突然剧烈活动 确实会对肌肉造成不小的损伤 好嘞 关雅兴奋地按照陈阳所说 平趴在沙发上 那紧翘的身姿 展露无遗 陈阳先伸手 替关雅揉捏起小腿 即使隔着柔软轻薄的布料 依然能明显感受到 他的肌肉 此刻十分僵硬 感受着陈阳指尖的力道 刚开始 关雅这眉头还紧锁着 有些许酸痛 不多时 便疏展开 完全沉静其中 陈阳总能找到 他最舒适的点 比关雅肚子里的蛔虫 更了解他这个人 陈阳的手 一点点向上一动 当他觉得差不多 打算跨越一部分 转站腰身时 关雅却按住了他的手 郁夹飞红 娇羞到 徒儿的大腿也很酸软 有劳师父了 关雅 既然都这么说了 陈阳不做多想 继续按摩 每当手指往外发力 于家酷勒紧 总是叫人惊心动魄 关雅忽然闭紧双腿 声若闻吟 师父 已经可以了 麻烦您按其他地方吧 这布料的颜色 在浴水后 会变得非常明显 真要发生那种事 关雅可就没脸 再见陈阳了 陈阳看破不说破 转而替关雅按摩起 毫无多余坠肉 纤细柔软的腰肢 对对对 师父 就是那 好舒服 背齿轻咬下唇 食指抓紧沙发靠枕 关雅表情销魂 风情万种 得亏是在家里 要放在外面 她这面容 这苏妹的语气 别人就是想不误会 都难 师父 您这手艺 要去开家按摩店的话 徒儿可以保证 绝对会成为世界级 什么女王 公主 国际大明星 通通的排队预约 关雅已是被陈阳的手法 彻底征服 陈阳这双手 仿佛带有魔力 令她欲罢不能 那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 陈阳随口一说 师父 徒儿最近感觉 这胸口 肩膀的压力同样不小 平躺在沙发上 关雅故意加紧双臂 美眸寒情默默 好似一潭秋水 波光凌凌 是吗 我正好学过一招针法 能够替你无痛缩小 这样可以从根本上 减少肩膀受到的压力 要不要试试 陈阳皮笑若不笑地问 抱歉 师父 我不该得寸进尺 关雅连忙道歉 不敢再乱开师父的玩笑 他看得出来 陈阳很认真 这个话换成别人 关雅可以不信 但从陈阳嘴里说出 关雅不可不信 他既然敢说 就肯定能做到 关雅也不是第一次被打脸了 另一方面 他对自己现有的身材很满意 不想变小 接下来 静心享受 十几分钟后 叶清成从浴缸中抬脚走出 泡完澡后 整个人轻松不少 正准备换上衣服时 忽然听到门外传来 关雅那不减点的声音 脸颊上迅速荡开一抹红韵 直接扯下一条浴巾 简单缠裹上 迅速冲出浴室 大声问 关雅 你想对师父做什么 文言 陈阳与关雅不约而同的扭头 看向叶清成 只见他头发半湿 身上还残留着不少水珠 灯光下 泡得粉红的肌肤 多了一层水润光泽 浑身上下 紧紧缠绕着一条薄薄的浴巾 勉强遮挡住 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 便不知会露出些什么 十分极限 全凭右手五指紧紧抓住 手一松便会一览无疑 左手不停在大腿边缘拉扯 尤其搭配上他此时气喘吁吁 紧张的模样 别有一番风味 原 原来只是在按摩啊 看看陈阳 再看看关雅 叶清成猛然反应过来 自己误会了 还误会大了 想想也是 师奶人在楼上睡觉 哪怕关雅胆子再大 都不可能敢在客厅做出这种事 不然你以为 我们在做什么 关雅调侃道 故作惊讶 抬手掩面道 你该不会误以为 我想对师父图谋不轨吧 我 叶清成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回嘴说 那能怪我吗 按摩就按摩 你叫成那个样子 未免太不检点了 不检点 文言 关雅无语 你这个样子 说我不检点 我又没了 叶清成向下看一眼 那呼之欲出的画面 理直气壮道 我是因为担心你迫害师父 不得已 才会如此 关雅呵呵一笑 理由找得不错 谁知道 你是不是想用这种方式 勾引师父 关雅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对师父 松手瞬间 感受到玉京轻轻擦过肌肤 滑落 一丝冷风吹打着身体 叶清成脑海中 只剩下两个字 完了 啊 第一时间蹲下身 蜷缩成一团 陈阳撇开视线 但 他比阴眼还敏锐的视力 以及过目不忘的能力 却让他牢牢记忆住 那一秒不到的画面 脑海中忍不住蹦出个词 胸有大 至 喂喂 关雅连忙起身过去 替叶清成 捡起落地的浴巾 披上 将他推进浴室 赶紧把衣服换上 知道自己玩笑开大了 坐回沙发上 扭头瞥一眼陈阳 忍不住问 师父 我和清成的身材 您觉得哪个更好 陈阳一手刀 披在关雅脑袋上 师父 关雅捂着脑袋 眼角挤出一滴泪水 还想说什么 才发现 陈阳已是上了二楼 绝对有看到吧 关雅敢肯定 有些不甘心 可恶 居然被那丫头抢现一步 我怎么没想到 还有这招呢 几分钟后 监狱室门始终紧闭 没有要打开的意思 咚咚咚 关雅动身走到门前 背靠墙 抬起手 敲了敲磨砂玻璃 师父已经上楼 别害羞了 快点出来 我要上厕所 门锁啪哒一声 打开到缝隙 叶清成小心翼翼 探出一只眼睛 确认陈阳不在客厅后 才敢完全从中走出 此刻 他已经换上一袭浴袍 都怪你 干嘛跟我吵 叶清成娇称一眼 怪我 不是你先误会的吗 叶清成 你少得了便宜还卖怪 我想让师父看 还没机会 关雅撇撇嘴 走进洗手间 叶清成转念一想 确实是这么的道理 刚才太过害羞 完全忘记这回事了 打开浴袍 看了看自己平坦 略带马甲剑的小腹 叶清成喃喃自语道 我这身材 应该不算差吧 对师父来讲 会不会太胖 又止不住的胡思乱想起来 陈阳这边 在二楼洗手间洗漱完后 回到卧室 直接倒头睡下 差不多能感受到困意 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 夜深 陈阳突然睁开双眼 叹息 大晚上的 都不让人睡个好觉吗 碰 碰 旋即 玻璃破碎的声音传入耳中 陈阳抬起手 食指中指 轻松夹住一枚飞镖 看款式 风格属于樱花国人者常用 上面刻印着樱花图案 还涂抹有件写封猴的毒药 樱花国人者吗 陈阳很难不联想到森田家族身上 毕竟兄弟俩 一个被自己抹了脖子 一个被自己送进监狱 他们能放过自己才怪 想跑 陈阳迅速起身 打开窗户 直接从二楼阳台一跃而下 身轻如燕 追出别墅 瞄准 锁定 秀 丢出人者先前飞出的飞镖 好快 扑吃 等人者反应过来 想要进行躲闪时 那枚飞镖 已是整个没入胸口 穿透心脏 不需要毒药发作 当场毕命 来都来了 就别躲躲藏藏了 陈阳可以感知到 在这附近隐藏有十几道气息 文言 一个个人者打扮 包裹严严实实 只露出眼睛的家伙 相继从道路旁的森林 术后现身 一人走到那名被陈阳 用飞镖穿心而亡的人者面前 伸手替他瞑目 小泉军 感谢你牺牲性命 把他引到这来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替他报仇 只怕你们没这个本事 陈阳不懈道 他还不至于沦落到 把这些上不了台面的 樱花忍者放在眼里 老实说 如果不是他们想杀自己 陈阳甚至懒得多看一眼 捏死一只或十几只蝼蚁 并不会让他多兴奋 去死吧 一名忍者率先向陈阳发难 从背后试图拔刀偷袭 刺穿陈阳的胸膛 然而 眨眼瞬间 陈阳却从视野范围中消失不见 好似蒸发 这 小岛军小心 他在你后面 同伴开口提醒 后面 什么时候 忍者不敢耽误 迅速转身 想要再次挥刀 咔嚓 只是 这脑袋比身子转得更快 陈阳双手抱住忍者的脑袋 猛地朝向一个方向发力 等忍者的身体与自己面对面时 他的脑袋又背对自己了 脖梗碎骨声 在这死寂的夜幕之下 别提有多清晰 听得一众忍者毛骨悚然 意识到这次的暗杀对象 绝对没有想象中简单 所有人意气上 联手杀了这个家伙 一名苍老的忍者 声音大喊 下一刻 忍者纷纷拔刀 在月光之下 十几道寒芒 集体朝向陈阳袭去 陈阳弯腰捡起 上一秒才死在自己手上 那名忍者的佩刀 抓住刀刃 捏碎 再猛地一挥手 五指打开 那一片片碎刃 直接洞穿入忍者们的胸膛 破坏五脏六腑 断裂齐精八脉 重重倒地 鲜血源源不断从伤口涌出 形成一个个血泊 这知道的是 陈阳撒出了一把碎铁片 不知道的 只怕还以为 他衣袖里藏着一把现弹枪 甚至比现弹枪还恐怖 一挥手 十几人的忍者队伍 直接折损将近大半人 吓得其余人根本不敢行动 当场愣住 犹如石化一般 他们当忍者 也不是一天两天 杀过的人 见过的强者 不计其数 但像陈阳这种 能凶悍到如此分上的怪物 他们是真没见过 挥手间秒杀八九个人 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吗 陈阳可不打算给他们喘息的时间 手持断刃 借着夜色为掩护 化作一抹鬼影 在人群中快速穿行 陈阳的行动速度 实在太快太快 纵然忍者们在如何训练有素 视线根本无法捕捉 追随 当听到一响声 看去目光时 不是同伴被开膛破度 便是不知何时 被抹了脖子 鲜血滚滚流出 倒在地上 彻底失去声息 恐惧如同高高卷起的海浪 席卷着剩下每一名忍者 眼看着同伴 一个接一个当面与命 死亡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更有甚者 没把持住 施了裤裆 等到反应过来 转身想要逃离时 喉咙上传来一抹冰凉感 再然后 利痛 窒息 紧随而至 伴随一声闷响 人直挺挺摔杂在地上 到死都没能发现陈阳在哪 你不是人 你是恶魔 纵然亲眼所见 那名带队的老忍者 始终无法相信 自己耗费半生培养出来的精锐忍者 竟然在不到短短一分钟时间里 被陈阳团灭 下一秒 觉察到浓烈的杀意 老忍者这心 当即便悬到了嗓子眼 哄 一刻不敢耽误 举起手 将手中提前捏死的烟雾弹 狠狠砸在地上 砰的一声 一大团烟雾迅速升起 将他整个人笼罩其中 这是忍者的必修脱身之法 老忍者心知肚明 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很难消灭陈阳 必须调遣更多忍者来才行 暂时留你一条狗命 老忍者借着烟雾作为掩护 打算逃入森林 转头观察瞬间 却惊恐发现 陈阳镜面无表情 追了上来 一只大手 快速遮盖住全部视野范围 老忍者来不及躲闪 整张脸已是被陈阳的手 如同篮球般 死死抓握住 砰 旋即 身体不自觉地往后倒 后脑勺狠狠砸在湿软的土地上 老家伙 是什么让你产生幻觉 认为自己可以逃走 陈阳五指加重力量 透过指缝 看着陈阳 老忍者惊恐万分 想不明白 在大厦这片土地上 怎会存在着陈阳这种妖念 你 你不能杀我 我的心脏连接着智能芯片 一旦我死 我的同伴马上就会知道 并且立刻带着人前来围杀你 老忍者试图恐吓陈阳 赢得一丝生机 见陈阳松开手 老忍者心中忍不住得意 大厦人 果然都是群懦夫 经不起下 然而 当陈阳直起腰身后 与老忍者心中所想 截然相反 只见他快速抬起脚 悬在老忍者头顶 你 碰 扑吃 不给老忍者开口把话说完的机会 一脚狠狠踩下 就跟西瓜一样 瞬间爆裂 见得到处都是 杂草上 树身上 因为历史原因 陈阳对这些小樱花 本身就没多大好感 老忍者还敢开口威胁他 无异于自寻死路 闲银拆收命不够快 对待这种人 陈阳没理由 更无需客气 杀就完了 对于樱花人 陈阳早早便看透 对付他们 千万不能客气 你越客气 他们越是蹬鼻子上脸 相反 你对他们越残忍 他们越惧怕你 越是法子内心敬畏你 陈阳捡起掉落在一旁的短剑 剖开老忍者的胸膛 果然在其中 看到一块微型芯片 闪烁红光 一剑向下刺去 破碎芯片 贯穿心脏 与此同时 一处秘密基地 花田君的心跳停止了 芯片也被暴力破坏 负责监测的人摘下耳机 对旁边的男人会报道 碰 碰 碰 十几个高级忍者 居然对付不了区区一个大下人 真是耻辱 男人抬起手 愤怒拍桌 传令下去 派出所有忍者 在太阳升起之前 我要看到他的向上人头 男人恨之入骨道 是 手下立马起身 照做 调集总共132名高级忍者 成群结队 踏上前往富山区的道路 不带回陈阳的脑袋 事不罢休 真要带不回来 男人肯定也不会轻饶他们 起码八层皮 别墅区 院墙外 一辆黑色面包车停在南门口 车窗缓缓降下 满帘褶皱 看样子有70岁的老者 正用一双与外表截然不同 充满惊气神 锐利的双眼 死死盯着坐落于山顶的富山居 师父 打我的人就在里面 您可得替我报仇啊 他瞧不起我也就算了 居然敢瞧不起咱们天圈门 实在可恶 可恨 一旁坐着的周博豪 疯狂添油加醋 现在这侧腰 还隐隐作痛 放心 周师弟 师父带我来 就是为了给你找场子的 师兄保证 待会把他头捶烂 让他知道 看不起天圈门 和动我师弟的下场 坐在驾驶位上 身躯高大的男人 自信保证 多谢师兄 论实例 周博豪与这个师兄之间 差了起码十几年的功力 周博豪有自信 师兄能说到做到 吊打陈阳 捶烂他的头 唇角上扬 期待看到陈阳被打得满面血腥 向自己磕头求饶的画面 最好在主动献出叶青城 关押那两个极品女人 光想 周博豪内心便是一阵狂喜 等等 那些是什么人 天圈门师兄注意到 正一个个蒙面打扮 轻松翻越 至少两米高围墙的 大批奇怪人士 师父古乌青剑 也跟着看去目光 双眼瞪大 急急忙忙关上车窗 别看了 那不关我们的事 从衣袖上的白色图标 古乌青剑一眼认出 那是森田家专属的忍者组织 森田家 哪怕被誉为樱花国近百年来 第一柔道传奇的古乌青剑 一样不敢招惹 敬而远之 不明白 到底的是一位 怎样变态的敌人 才有资格让森田家 派出如此之多的精英忍者 眼看堂堂柔道大师 及人物古乌青剑 面对那群神秘人 竟露出了畏惧之色 师兄刘南 与周博豪识趣的 不再多说 心知肚明 连师父古乌青剑 都惹不起的大人物 自己又怎么可能惹得起呢 老老实实放弃 心中的好奇 不再探究 刘南转动方向盘 从南门驶入别墅区 那么大一个豪车小惊人 保安也没敢阻拦 一路畅通无阻 话说回来 那小子住在哪 刘南忽然发问 嗯 周博豪面色尴尬 才反应过来 自己并不知道 陈阳住在哪栋别墅 感受到古乌青剑看来的视线 赶忙说 我有看到他从山上下来 然后又慌慌张张地拿出手机 我有个朋友在物业工作 我让他查查看 实在不行 只能守株待兔了 反正离天亮 也没几个小时 刘南则缓慢开车上山 等待着周博豪 尽快给自己一个肯定答复 两三分钟后 电话铃声响起 看到被注明 周博豪笑道 有消息了 按下接听见后 又打开免提功能 怎么样 有查到那人的消息吗 周博豪注意到 路边有安装监控 只需要调出那段时间的监控画面 再截图对比一下住户数据库 就能轻松知道 陈阳住在哪 嗯 查到了 电话那头 声音听起来毫无精神 软绵绵的 他住哪栋 周博豪兴奋追问 马上就可以报仇雪恨了 富山居是吧 我知 话说一半 周博豪笑容凝固 周梅 再三确认问 富山居 那不是你们这最贵的别墅吗 对 现在的价格已经炒到过亿了 对方肯定道 照片上那三个人 我查了下 一个是叶青城 什么 叶青城 周博豪听到这个名字 当即新凉半截 江城第一女首富 他有所耳闻 听过他的传奇经历 另外 一个女人是杨成关雅 传闻中 黑白通吃的暴力女王 别说我没提醒你 最好别招惹他 否则当心 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说完 好友直接挂断电话 不想再跟这件事牵扯上关系 喂 喂 周博豪尝试打回去 才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师弟 你这仇 师兄恐怕没法替你报了 别说官雅 单单一个叶青城 咱就惹不起 刘南早完全丧失先前的傲气 听着这番话 周博豪实在没底气去骂 去怨恨刘南不讲义气 毕竟 别说刘南不敢得罪叶青城 他周博豪一样没这个胆量 更别说 还有个在阳城叱咤风云的官雅 他们两个人联合起来 想弄死自己 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觉得陈阳真是好命 也不知是用了什么手段 竟忽悠到这么两个极品 倒不能再极品的女人 古屋青剑 他可不想与能住在 价值一亿别墅里的人为敌 等等 那是 是刚才那些家伙 刘南一脚刹车停住 考虑到先前在山下 古屋青剑的态度 不想引起对方注意 果断关闭车灯 他们在干嘛 刘南眯着双眼 试图聚焦视线 看得更远 好像在对付什么人的样子 都拔刀了 周博豪拿出手机 打开相机功能 两指放大 拉近画面 从十倍 二十倍 三十倍 一直扩大到五十倍 是他 尽管画面有些模糊 但周博豪还是一眼认出陈阳 那个一圈于尾 打断自己两根肋骨的小白脸 哪怕化成灰 周百豪都忘不了 轻声一笑 活该 原来那群人是奔着他去的 我就知道 他那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的态度 迟早会提到铁板 没想到报应这么快就来了 周博豪只想拍桌叫好 这下 无需出手 即将上演借刀杀人的戏码 对比之下 古乌青剑则是满脸疑惑 十分确定 上百名忍者包围圈中 只有陈阳一人 这正是令古乌青剑 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陈阳一人 哪怕再厉害 何德何能 可以让森田家 一下派出百名精锐忍者 哪怕强如古乌青剑 赤手空拳状态下 想要以一敌时 也是十分困难 实名训练有素的人者 还配戴有各种忍者专属武器 可以说 毫无胜算 百名 毫不夸张 唯有等死 回到陈阳身上 啊 打了个哈气 净显慵懒道 你们来的可真骂 没错 他故意没离开 在这守株待兔 免得待会睡得正香 又被这群家伙入侵别墅 打扰美梦 无语 就不能挑白天吗 忍者大晚上都不睡觉的 动手 杀了他 十几名忍者 齐齐将短刃横卧在面前 刀刃面对准陈阳 冲杀过去 五米 四米 三米 待距离缩短到两米时 锁定陈阳的脖子 迅速出刀 企图完成一击必杀 然而 陈阳却在他们挥刀后 近在咫尺时 奇迹般消失无踪 啊 情况很不对劲 呼吸变得愈发困难 喉咙能感觉到什么东西在流失 抬手去摸 指尖满是鲜血 粘稠 醒摸 接着 相继倒地 挣扎没两下 彻底告别这个世界 这一幕画面 瞬间给原本看到 只有陈阳一人 觉得是个简单任务的一众忍者 敲响警钟 快快快 大家一起上 这小子不简单 有人号召道 想集合所有人之力 共同击败陈阳这尊面 对十几名高级忍者的围攻 依旧能完成反杀 顺杀的大魔王 见到这阵仗 周伯豪悬起的心 落下不少 疯狂自我安慰 别紧张 哪怕他再厉害 也不可能以一敌板 可接下来的画面 却狠狠打了周伯豪的脸 只见陈阳折断两名忍者的手臂 夺下双刀 寒芒一闪 那两人便头身分离 接着 陈阳化身战神 快速在密集的人群中 行云流水般穿梭 所过之处 一地躺尸 血流成河 将整个路面强行更换一种颜色 快速流到周伯豪他们的车前 浓烈的血腥味 顺着空气涌入鼻中 刺激着三人的神经 仅仅走神片刻 再抽出身 才发现 百名忍者早已全员葬送 只剩下陈阳一人 与满是缺口 仍在啪哒啪哒 往地上淌血的刀 以音乐为背景 背光 看不清面容五官的漆黑身影 宛如杀神灵世 这画面 搭配上陈阳脚边 那数字不清的无头尸体 残肢 别说刘南 周伯豪这对师兄弟 哪怕身为老江湖的古乌青剑看了 同样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狠 实在太狠了 杀人如麻 不过如此 内心被震撼 吓得不清 即使亲眼所见 照样忍不住怀疑 自己是否在做梦 一亿抵摆 而且还是面对上百名精锐忍者 在赤手空拳情况下 完胜 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说是在拍电影 古乌青剑都不免觉得夸张 这战斗力 古乌青剑无法想象 若给陈阳上点装备 甚至全副武装的话 会发挥出何等恐怖效果 现代战争兵器 想到这 古乌青剑 简直恨不得掐死周伯豪这个逆途 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包天狗胆 敢去招惹陈阳 再看周伯豪 这脸色同样难看到极点 原以为陈阳顶多会点花拳袖腿 三脚猫的功夫 有师父师兄出马 肯定打得他跪地求饶 谁曾想 面对上百人 陈阳非但没被碾压 反而以一己之力 开门 属失离谱到家 咚咚咚 听到车窗玻璃被敲响 周伯豪背挤一寒 不敢去看 见鬼似的对刘南大喊 师兄 快 快开车离开 砰 旋即 车窗破碎声响起 脸上还因为飞溅的玻璃碎片 多出几道血色划痕 额 紧跟着 脖子上传来强烈的窒息感 被陈阳一只大手 犹如虎口般紧紧咬住 好巧啊 又见面了 你跟他们 一伙的 陈阳看一眼身后失山 质问 别 别误会 我只是刚好路过 我发誓 不会再打那两个女人的主意 求您放我一马 周伯豪面色苍白如指 一米九的刘南 表情比他好不到哪里去 作为豪车的主人 他很清楚 这辆车的玻璃 采用的是防弹机玻璃 可以轻松挡下手枪子弹 然而 就在上一秒 被陈阳一拳击碎 悔不当初 要早知道周伯豪想复仇的 竟然是这种怪物 刘南绝对会先把他打个半死 然后永久划清界限 怒骂 你想死没关系 别他妈带上我 你当我傻吗 陈阳说着 又加重几分 掐握住周伯豪驳梗的力道 恍惚间 周伯豪仿佛看见 有一黑一百两个人 在远处向自己招手 大脑飞速运转 集中声知道 我是来向您赔罪的 别 别杀我 求求您 见陈阳不幸 周伯豪拿出手机 一百万 我现在 立刻 马上转账 一百万 陈阳总感觉 这样太过便宜周伯豪 周伯豪瞄懂 陈阳这是闲钱手 两百万 两百万怎么样 陈阳的手 稍微松动些 周伯豪见有戏 毫不犹豫的加价 三百 不 四百万 这一次 陈阳的手离完全松开 只差一点 五百万 哥 我真的只有那么多 求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这种垃圾一般见识 放我一马吧 周伯豪快哭了 委屈 很委屈 愁没报到 还白白搭进去五百万 陈阳认为 韭菜堆得差不多 松开手 念出银行卡号 好嘞 我马上赚钱 周伯豪贪婪的呼吸几口 颤抖着手 打开银行软件 输入卡号 转出五百万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哥 已经给您转过去了 周伯豪话音刚落 陈阳兜里的手机 嗡嗡嗡震动几下 拿出一看 果然是提示五百万到账的消息 陈阳正准备放回兜里 又连续震动两次 拿起一看 两个五百万 总计一千万 再次到账 陈阳下意识看向坐在驾驶位 以及后车座的古屋青剑 刘南二人 身为师傅 交出这么个逆途 确实是我的不对 我在这郑重向您道歉 赔罪 古屋青剑 双手扶在膝盖上 深深一低头 师弟如此 我这个做师兄的 也有责任 对不起 刘南紧随其后 对于他们赶着 抢着给自己送钱的行为 陈阳坦然接受 没必要跟钱过不去 收下以后 也是百利无遗憾 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陈阳提醒道 一定 一定 三人拼命点头保证 见陈阳退后几步 刘南急忙 稳住心神 启动车子 准备掉头离开 却见几道刺眼的远光灯 射了过来 一长串车队 正从山下急驰上山 当看清楚那些特殊车型 以及醒目的白色车牌后 刘南立马刹车 双手离开方向盘 不敢轻举妄动 知道这些人 肯定是为陈阳而来 毕竟 他刚刚屠杀了上百条人命 瞧着阵仗 只怕南逃一死 不多时 伴随投车刹车 身后车队全部停下 车门打开 从车上陆陆续续下来不少人 皆是全副武装 周伯豪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现在很害怕 担心会被误认为 是陈阳的同伙 被一并抓走 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万一对方觉得 自己是个很危险人物 连开口的机会都不打算给 直接就地枪决 又该如何 毁 肠子都毁清 和陈阳扯上关系 感慨老祖宗说的果然没错 色字头上一把刀 等等 我没看错的话 那个人 难道是赵孝 随着对方走近 武官逐渐在眼中变得清晰后 刘南总觉得眼熟 似曾相识 赵孝 周伯豪刚要开口询问刘南 赵孝是谁时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 一幕幕新闻播报画面 战王二字 悦然浮现于脑海中 两个身影 相互重叠 他就是战王赵孝 肯定不会错的 这下 周伯豪更害怕了 一米八几的强壮身躯 此刻抖动的更加厉害 给人一种随时会口吐白沫 抽过去的济世感 不曾想过 这件事居然会严重到 逼得战王赵孝亲自出马 死亡预感 越发猛烈 战王 那可是掌握着生杀与夺的大人物 即便真杀错了 也不可能会有人愿意 为自己这种极其无名的家伙 去得罪一名战王 损失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绝望 非常绝望 唯有王好处想 能死在一代战王手中 何尝不是一种殊荣 然而 自始至终 赵孝压根没看过周伯豪他们一眼 竟只走到陈阳面前 尊敬问好 陈神医 陈神医 周伯豪 刘南 古屋亲见三人 听到这话 从赵孝口中说出 大眼邓小眼 你看我 我看你 一个比一个猛逼 在此之前 他们压根不会想到 高高在上的战王 竟然会对他人如此敬重 且不止流露于表面 很难想象 陈阳到底有着怎样惊人的身份 他那沙神般的变态武力职 已是令三人大开眼界 不曾想过 他的身份背景 竟大到连战王都得礼让 不止三分 难怪一个叶青城 一个官雅 会对陈阳服服贴贴 一切的一切 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周伯豪这心 一下不肉痛了 觉得能花五百万 平息陈阳的怒火 普天之下 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交易 值 太值了 你们来得还真快 陈阳很清楚 以赵孝的庞大关系网 只要是在江城范围内发生的事 肯定难逃他的双眼 不及陈神医尼百分之一 来时路上 赵孝还在忐忑 不断催促司机加速 油门踩死 开快点 恐怕陈阳会遭到忍者的毒手 谁曾想 等自己感到 忍者一个不胜 惨被团灭 一百多号人 找不出一具全尸 赵孝只知道 陈阳医术强的离谱 没想到这杀人手段 同样强的令人发指 哪怕是他 即使手上握着武器 也不敢保证 一定能从上百名职业忍者手中逃脱 更别提反杀 赤手空拳 更是难如登天 很好奇 陈阳到底是什么人 这种实力 足以比肩 甚至超越战神 可赵孝印象中 又没有陈阳这么一位战神 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陈阳绝非凡人 细看不难发现 所有忍者 皆是一刀毙命 血肉就算了 骨头在陈阳的刀下 竟也如同热刀窃猪油 无比丝滑 断口平整 所以 赵战王要把我抓起来吗 陈阳笑吻 陈神医说笑了 这种情况 您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更别说 这些家伙本来就是身背无数人命的通缉犯 我不仅不会抓您 还得向上面替您申请奖金 颁发紧旗 赵孝摇头否定 正如他所说 这些忍者对大夏来讲 本身就是社会不安因素 存在着不小的隐患 赵孝一直想找机会铲除他们 陈阳让赵孝不费一兵一卒 解决了这个问题 赵孝感谢他还来不及 另一方面 在彻底弄清楚陈阳的真实身份前 赵孝不打算贸然出手 哪怕陈阳不是大夏战神 得罪一个有着战神实力的巅峰强者 对赵孝来讲 绝对算不上一个好选择 看到陈阳杀了这么多人 赵孝不仅不打算抓他 还要给他申请奖金 颁发紧旗 服了 这下周伯豪彻底服气了 心服口服 想不服都不行 之后 客战队员负责处理尸体 打扫现场 赵孝则神秘兮兮把陈阳带到一旁 确认隔墙无耳后 方才开口 陈神医 关于独言旺说 江战王要杀我这件事 您怎么看 确实有证据可以证明 想要杀你的人和江云龙有关 至于是不是他下的命令 我徒弟那边还在调查 进一步确认 在岳正华那边得到准确结果之前 陈阳不准备妄下决断 老实说 我与云龙在战场上 曾有着过命的交情 我实在不相信 他会杀我 但还是得感谢陈神医您 让人通知我一声 赵孝发自内心道 总之 一有结果 我马上通知你 陈阳并未多说 言多必失 一切只等岳正华上猛料 实锤 好 赵孝点头 很快 现场打扫完毕 尸体 血迹全部被清理干净 那么 时间不走 我便不多打扰陈神医休息了 告辞 赵孝转身上车 与车队一起下山 陈阳打了个哈气 深深懒腰 也打算继续回去睡觉 这时 他忽然注意到杂草堆里 亮起一道白光 走近 拨开草丛 发现是一部手机 来电名为川岛君 由这三个字不难得知 手机肯定是从先前那些忍者身上 不小心掉落的 陈阳按下接听键 打开免提功能 小鸡鸽 你们还活着吗 对方说的是樱花语 陈阳听得懂 没有刻意去学 在黑山监狱里 存在着不少樱花国重刑犯 友好交流过几次后 陈阳渐渐便掌握了这门语言 主要和大下雨比起来 樱花语的难度过于简单 他们已经死了 而且死得很惨 不用着急 用不了多久 你也得下去跟他们团聚 陈阳回应道 你是谁 小鸡君的手机 为什么会在你手上 难道话音戛然而止 却听得到呼吸加急 加重的声音 对方显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我不会放过你的 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必定声音再次加而止 只不过这次没有呼吸声 有的只是重物 砸在地板上的响动 旋即 一道熟悉的女人声音 传入陈阳耳中 师父 徒儿已经让这个家伙 永远闭嘴了 冷傲雪 只能说 这个徒弟从未令陈阳失望过 干得不错 下次见面 为事给你单独补补课 陈阳说的补课 是指教授冷傲雪 一些新的暗杀方法 本领 多谢师父 尽管隔着手机 依旧不难想象得到 冷傲雪有多激动 对了 听说你最近遇到不少麻烦事 需不需要我帮忙 陈阳又问 萧师妹告诉您的吧 不用 几个认不清自己的虾兵蟹将罢了 徒儿能解决 无需麻烦师父 让您对付他们 太跌分 冷傲雪婉拒 行 那你自己当心 嗯 挂断电话 陈阳丢在地上 一脚踏碎手机 转身踏上返回富山居的路 与此同时 山脚下 赵孝一行车队 才刚刚驶出别墅区 他坐在副驾驶位上 紧握着手机 在等待一个电话 决定利用战王权限 让人去调查一下 关于陈阳的个人信息 赵孝实在好奇 从未对一个人 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想着自己难得动用一次权限 应该不至于一点有价值的信息 都查不到吧 呜呜呜 三四分钟过去 赵孝终于看到熟悉的 被注明打来电话 有结果了 怎么样 老郑 有查到吗 赵孝开门见山问 一刻不想耽误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后 赵孝拿开手机 确认一眼 电话确实处于接通状态没错 刚要开口 便听见对方语重心长地说 老赵 关于这个人 你最好不要再打听比较好 不要再打听 你知道什么 他越是那么说 赵孝心中越是好奇 打破杀郭问到底 恰恰相反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让我别打听 赵孝有些没好气 觉得郑广在故意拿自己寻开心 我刚才查了下 他的身份信息处于加密状态 郑广如实吐露 连我的权限都不行 赵孝先前有告诉郑广 可以动用战王权限 不行 郑广立刻否定 难道是SSS级保密权限 文言 赵孝大惊失色 在他认知中 能够达到SSS级保密等级 搭配上陈阳那变态的武力值 唯有战神二字 错 郑广依旧否定 错 赵孝眉头紧明 老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保密级别最高 也就SSS级吧 而赵孝为一没有权限查询的 便是SSS级保密禁令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 他的身份保密权限是SSSSS级 啥玩意 SSSSS级 赵孝再三确认 的确是五个S55 自己没听错 要不是有安全带绑着 他险些激动到 从座位上跳起来 确实是SSSSS级 你要实在不信 我可以把后台给你 你亲自查查看 郑广提议 不 不用了 以赵孝对于郑广的了解 他那一丝不苟的性格 不像是会拿这种是开玩笑的人 好 就这样 下次有空一起喝两杯 挂断电话 赵孝深吸一口气 凝视前方 细思极恐之余 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 低语道 你 到底是何方神圣 SSSSS级保密权限 赵孝无法想象 得达到怎样的境界 才配让整个大厦 单独为他制定一个保密等级 远超护国战神 总之 赵孝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此人 万万不可招惹 日后必须更加敬畏才行 同时 赵孝内心 关于江云龙是否会陷害自己一世 逐渐产生动摇 转眼 天亮 陈阳起床便看到 母亲林兰做好早餐 从厨房走出 叶青城 关雅二人刚刚洗漱完 从洗手间出来 妈 这种事让我来做就好 你刚刚痊愈 需要多休息 陈阳上前 从林兰手中接过碗盘 我感觉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所以才想力所能及 为你们做点事 林兰知道 陈阳是在关心自己 让她别担心 没想到居然可以吃到 湿奶做的饭 我实在太幸福了 叶青城拉出椅子 坐下 满心欢喜 见她如此期待 林兰倍感压力道 我厨艺不如小杨 你要吃不惯的话 不会啊 我觉得很好吃 叶青城发自内心道 湿奶您做的饭 给人一种家的味道 嗯 很美味 关雅点头赞同 师父本来就是堪称 外挂般的存在 连大夏厨神都是她徒弟 在她面前抬不起头 施奶您 无需有压力 直白点来讲 在关雅 叶青城看来 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有比得过陈阳的人 属于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外挂 陈阳苦笑 原来在徒弟们眼里 自己是这么个形象吗 拿起碗筷 时隔三年 再次吃到林兰做的菜 陈阳一脸满足 妈的手艺还是这么好 我想这一口好几年了 你们满意就好 见他们不嫌弃 跟着也坐在位子上 吃起早餐 话说回来 师父您以前 不都有早起晨练的习惯吗 难得会比我们起得晚 叶青城担忧问 是不是徒儿们 最近给您添太多麻烦了 和你们无关 昨晚临时有点是耽搁了 陈阳并未细说 需要我们帮忙吗 叶青城拿出一副 愿为陈阳赴汤倒火的态度 不用 陈阳摇头 已经全部解决 那就好 叶青城不再多问 专心想用眼前美食 饭后 林兰让陈阳他们 去忙自己的事 他负责洗碗 别说碗 师父 公司最近是比较多 我得亲力亲为 等忙完这段时间 徒儿再好好陪您到处逛逛 叶青城打开车门 坐上驾驶位 你安心忙工作 不用操心我 陈阳表态道 嗯 那徒儿先去公司了 叶青城启动车子 驶下山 师父 你要去哪 徒儿送您一程 关雅看出 陈阳打算外出 补充道 我工作任务不重 晚点去也没关系 那你送我到清玉茶楼 陈阳不多客气 车上 他说出郑天润打电话 想拜托自己 给人治病一事 郑师兄身为国一圣手 都没办法吗 看样子 是个很棘手的病症吗 关雅看一眼陈阳 不过 既然有师父出马 徒儿相信 肯定能妙手回春 见你急言 陈阳也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病 连进阶版天涯十三针都搞不定 作为师父 郑天润实力如何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若非迫不得已 郑天润绝不可能找上自己 半小时后 车子停下 见陈阳下车 关雅在耳边比了个听筒手势 师父 有任何问题 联系徒儿 我一定马上带着人杀过来 给您撑场子 好 我知道了 陈阳答应道 目送关雅去车离开后 转身面向与最先楼风格相近 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物 木牌上用烫金大字写着 清玉茶楼四个字 恰逢此时 五楼 靠窗座位上 郑天润一直留意着窗外的画面 他来了 眼见有人从车上下来 郑天润再三确认 肯定是陈阳以后急忙起身 江湛王 我先去迎接师父了 顾不上等将云龙点头 郑天润已是快步离开 将云龙坐在位子上 放下手中茶杯 无比好奇 能让堂堂四大国一圣手之一的郑天润 露出这种表情 此人确实不一般 兴许他真能治好我的病 也不一定 原本 听到郑天润说 无法替自己治病时 将云龙当场心如死灰 只是没想到 在郑天润背后 竟还有着一位高人师父 不幸中的万幸 江云龙有理由认为 这是老天爷不想让自己死 还真 不过是他老人家 跟自己开了的小玩笑 江云龙已是开始期待 自己调整好身体状态后 重回巅峰时期 继续朝向战神目标努力 对于郑天润的那位神秘师父 江云龙非常期待 毕竟 国一圣手在大厦 名声有多响亮 他有目共睹的 哪怕国外 也有许多富人 名人花费大量人脉 金钱 想找四大国一圣手 替自己调理身体 郑天润甚至不止一次作为代表 替到访大厦的外宾出手致病 频繁登上国外头版头条 让更多人认识到 大厦古一的强大与魅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郑天润他们 大厦古一真有可能会 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成为过去 回忆 郑天润身为徒弟 便如此厉害 交出他的师父 江云龙无法提出质疑 想着 哪怕癌症治愈后 也得和他保持良好关系才行 毕竟 谁也不敢保证 自己未来不会生病 眼见电梯层数 开始往上增加 江云龙站起身 整理整理仪容仪表 决定率先到门口进行迎接 不能失了礼数 必须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才行 爹 伴随一声提示音 电梯门缓缓打开 可看清楚来人后 江云龙这面色 却是变得十分难看 觉得晦气 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陈阳 他非常不喜欢这种巧合 目光绕过陈阳 嗯 表情纳闷 因为在他身后 只看到郑天任一人 郑国一 您师父呢 江云龙问 这位便是 郑天任看向陈阳 眼中满是敬意 这位便是 江云龙追随他的视线看去 目光最终落在陈阳身上 不等江云龙问 郑天任主动开口 介绍起来 江湛王 介绍一下 我师父 陈阳 师父 这位是 不必了 我知道他 陈阳抬手 打断郑天任的话 原来师父您认识江湛王吗 郑天任意外道 但总觉得 气氛有些不太对劲 说不出的古怪 压抑 没想到 您居然是 国一圣守的师父 先前是我失禁了 江云龙皮笑若不笑地说 实在笑不出来 最想杀的人 居然成了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救自己性命的人 为活命 江云龙没办法 只能逼迫自己 强压下怒火 向陈阳表达善意 一切针对他的行为 等到他替自己 治好病后再去做 并不迟 江云龙不想因小事大 俗话说得好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面对江云龙伸来的手 陈阳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天任 师父 徒儿在 郑天人连忙凑身上来 这人我没法治 陈阳开口道 以师父您的医术 都不行吗 郑天任显然误会了 陈阳想要表达的意思 病是小病 天阳十三针一扎 再加上半个月的中药条理 即可根除 陈阳摇头 紧接着表示 单纯只是因为 我不想给他治 郑天人瞬间明白 师父这是和江湛王之间有仇啊 你可怪为师 陈阳扭头问 师父说笑了 无论如何 徒儿都与师父您站在一起 您的敌人 就是我的敌人 郑天任立马表明态度 与江云龙划清界限 行了 我们走吧 陈阳不想再在江云龙身上浪费时间 站住 江云龙却是怒不可恶 大喝一声 你们把我当什么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什么 哪条法律规定 我必须给你治病 陈阳冷笑 不治 你就得死 江云龙直接伸手到背后 拔出配枪 对准陈阳眉心 面向凶狠 江战王 你不要冲动 看到江云龙居然随身带着枪 还拿了出来 对准自己师父 郑天任顿时慌了 真不懂 你这种货色 怎么当上战王的 靠走后门吗 陈阳无语道 你 江云龙一瞪眼 怒火燃烧的越发猛烈 要换做别人 敢这么跟自己说话 他早开枪了 奈何只有陈阳 可以为他续命 国内外 能尝试的方法 江云龙全试了个遍 没有其他选择 不论之前如何 只要你能替我治病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答应你 江云龙退让道 没兴趣 陈阳想都不想地表示 你不要逼我 你真以为 我不敢开枪吗 江云龙手指紧紧按在扳机上 陈阳并未回应 只听金属之类的物件 哒哒哒掉落在地上 江云龙下意识看去目光 怎么会 惊恐发现 陈阳手里 紧握着一个黑色弹夹 他正单手将其中的金色子弹 一颗颗退出 哪来的弹夹 江云龙抬手一看 原本应该安装在枪内的弹夹 竟不知何时消失无踪 这小子 究竟是什么时候 江云龙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自己堂堂战王 竟连弹夹被人卸了都不知道 碰 哄 又是毫无反应机会 等到回过神来 江云龙的身躯 早已重重砸翻 十几米外的一张空桌 花瓶摔碎一地 江云龙试图起身 胸口立即传来撕心裂肺般的疼痛 不难感觉到 肋骨断裂四五根 都说让你别冲动了 郑天任叹息一声 自始至终 他担心的人就不是陈阳 担心郑天任会伤到他 别开玩笑了 在黑山监狱里 郑天任可是亲眼看到 面对SSS加急 身背上百条人命的战争重刑犯 陈阳眨眼间被打穿他的胸口 摘除整颗心脏 单纯只是因为陈阳不爽 对方残忍到 连手无腹机之力的小生命都不放过 并以此作为炫耀资本 所以 郑天任全程真正担心的是 江云龙会死在陈阳手上 得罪自家师父的人 死不足惜是肯定的 但郑天任不想陈阳因此 惹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不管怎么说 对方也是湛王 真要发生那种事 郑天任绝对会动用在大厦的所有人脉 和陈阳站在一边 你敢跟我动手 哼 你的人生彻底完了 江云龙不怒反笑 这下 即便他真杀了陈阳 也无需担心有人会追究责任 一个普通人 敢和身为战王的自己动手 简直找死 自取灭亡 当然 这件事也并非没有回旋余地 只要你答应替我治病 并且治好 今天发生的事 我可以既往不救 反之 江云龙故意不把话说完 留给陈阳自己去体会 暗戳戳 不 他这就是明着威胁陈阳 至于陈阳替江云龙治好病后 他是否会按照方才所言 一切当做没发生过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陈阳必须死 从他三番两次坏自己好事来看 江云龙总觉得 陈阳未来会是一个大祸患 须趁早 斩草除根才行 让他活着 今后只不定会再给自己 平添多少麻烦 而对于这种不长教训的白痴 陈阳的解决方式 向来简单 粗暴 眼看陈阳走到自己面前 江云龙提起到一半的嘴角 很快又落了回去 只因他从陈阳身上 没感觉到顺从 恐惧 反倒透露出一股浓烈 震荡心灵的杀伐之气 仿佛一只无形的大手 掐握住江云龙的脖子 令他呼吸困难 你 你想 江云龙眼中 男眼聚色问 碰 哄 好快 咳 江云龙表情巨变 可出大口鲜血 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 好似断线风筝 重重砸在水泥墙上 墙壳如珠网般碎裂 剥落 浑身骨头 给他一种快要散架的体验 见状 郑天人急忙走上来 在陈阳耳边轻语 师父 不管怎么说 对方都是湛王 真要打死他的话 事情恐怕会变得很麻烦 棘手 他话音虽轻 却还是被江云龙一字不落 听尽耳中 郑玉得意 想以湛王身份 威压陈阳 又听郑天人补充道 随便流口气就行 只要人不死 他有错在先 徒儿这边再找找关系 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流口气就行 江云龙仔细想想 确实是自己先拔枪 结果还是技不如人 惨遭陈阳赤手空拳 单方面要打成这富贵样子 传出去 只会丢了湛王两个字的脸 以正天人的人脉来讲 他的确可以让这件事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之后 江云龙大概率会因此被降级 想到这 他慌了 爹 好在 电梯门打开同时 逃生出口的门也被人踢开 两股人马如潮水般 涌入到大厅中 全市特战兵 一个个全副武装 火速将黑洞洞的枪口抬起 对准 锁定陈阳 万幸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谨慎 看到自己的人马 杀来 江云龙长松一口气 脸上艰难挤出一抹笑容 陈阳连续两脚 让他这胸口 有种正被人用双手 硬生生撕裂开的强烈痛苦 江战王 您没事吧 部下走到墙边 把江云龙从地上搀扶起 另外一名特战兵 眼疾手快 搬来一张椅子 他们均未想到 战斗力爆表 足以吊锤他们的江云龙 竟会被陈阳这么个来历不明的家伙血虐 而且还是在拔枪的情况下 部下注意到 掉落在旁边 属于江云龙的配枪 此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江云龙并未回答部下的关心 台谋看了看大厅四个角落 均安装有监控 命令道 让你的人 不 你亲自去 立刻销毁茶楼所有监控录像 是 部下只管 为做多想 单纯以为 江云龙只是丢不起这个脸 传出去有损战王威明 眼看电梯门关上 心妇亲自前去负责这件事 江云龙悬起的心 平稳落地 陈阳伸手 再厉害 又如何 现在 他江云龙人多 枪多 陈阳一个人 难不成还想翻天 他医术再高又怎样 只要江云龙一声令下 瞬间就能把他打成筛子 医术再高 也于事无补 如何 陈神医 现在能静下心来 好好考虑我的建议了吗 江云龙食指钻紧 用力到连指尖都深深刺入了掌心肉中 鲜血从指缝间一出 没办法 不那么做 江云龙担心自己会忍不住 让人一枪崩了 陈阳泄愤 不知 陈阳的回应 只有冷冰冰两个字 你找死 江云龙没想到 事情发展到这种份上 陈阳还敢嘴硬 跟自己叫板 决定给他点颜色瞧瞧 让陈阳知道 自己没再跟他开玩笑 于是道 开枪 先打断他一条腿 碰 并非枪声 而是众物倒地的闷响 江云龙扭头看去 瞳孔一惊 竟是目睹 自己挥下那些训练有素的精锐部下 一个接一个符额 在没有受到任何攻击的情况下 相继倒地 你们在搞什么 江云龙甚至怀疑 这些人是不是专门跑来演自己的 被陈阳提前收买了 湛王 我 我也不知道 这身体突然就没知觉了 我 我也是 另外的人 有气无力开口 看到这一幕幕 背后的徒弟正天人 却是激动到不行 早听闻陈阳不仅在一道领域一起绝尘 再用毒方面 同样绝世无双 今日一见 果真如此 突然没知觉 眼角余光注意到 朝自己这边走来的身影 江云龙急忙打断疑惑 转头到一半 这嘴刚张开 一个字没涂 整个事业范围 便被陈阳的鞋底充满 碰 轰轰轰 接着 人如皮球 滚了出去 你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江云龙困难从地上爬起身 半死不活问 陈阳无视他的话 捡起落在脚边的枪 不 不要 还给我 那明特战兵只能眼睁睁看着 自己的配枪被陈阳拿走 子弹上膛 双手举起枪身 陈阳让江云龙真实体验了一把 被枪口指头的感受 不 你不能杀 碰 枪声骤然响起 啊 江云龙赶忙用双手捂住 被陈阳用子弹打碎的膝盖 惊声尖叫 捂得住伤口 却捂不住鲜血狂飙 你 碰 不给江云龙把话说完的机会 陈阳再次扣动扳机 一枪打碎江云龙的左膝盖 他这个人 讲究以比知道还事比身 同时会在这个基础上 加倍奉还 此时 茶楼前 几辆迷彩车急停 快快快 赵孝刚从车上下来 就听见枪声响起 直到出大事了 担心江云龙 现在赵孝可没功夫 去担心他 更担心 自己这向上人头 能否保得住 SSSSS及保密等级的人 死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 后果无法想象 以至于赵孝担心 死后会不会被打上千古罪人的标签 一臭万年 根据赵孝收到的消息 在场二三十人 放眼整个大厦特战兵 也是精锐中的精锐 属于佼佼者 佩戴在身上的武器装备 是目前世界最顶尖的那批 赵孝想不通 江云龙为何会突然选择 向陈阳出手 难不成 真让陈神医说对了 云龙嫌他碍事 所以才打算借机除掉他 永绝后患 眼下这个情况 赵孝很难不往这方面去想 快速进入电梯 按下前往十五楼的按键 二 五 八 双眼死死盯着不断变化的楼层数字 赵孝这心里 可谓心急如焚 不断祈祷 陈阳千万不要有事 江云龙不要乱来 作为曾经的好友 赵孝实在不想看到 江云龙在作死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远 更不想大夏失去陈阳 这么一位顶尖人才 培养出一名战神 已然可以称得上 十年难得一遇 一位达到SSSS保密等级的人才 以赵孝的标准看来 称之为百年难得一遇 毫不夸张 陈阳若死 对于大夏 绝对是一笔不可逆的天大损失 无论赵孝又或者江云龙 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遭人唾骂百年 千年 钉 提示应换回赵孝的意识 眼前画面聚焦 确定是十五楼没错 电梯门缓缓打开 陈迈出去的脚缸落地 赵孝到嘴边的话 硬生生吞咽回去 被眼前这一幕 深深震撼道 他身后紧紧跟随的 那群特战兵 一样大跌眼镜 从这个画面不难判断 陈阳以一己之力 甘趴下二三十名装备 精良的特战兵 并且搅了他们的枪 让半死不活状态的江云龙 身上多出几个血洞 这般强大到诡异的战斗力 所带来的吃惊 比昨晚看到 百名忍者被屠杀的画面 反被冲击灵魂 因为比起忍者 他们更清楚 江云龙那些部下 有多少实力 宛如一滩烂泥 横七竖八 倒在地上的特战兵 再看看云淡风轻 身上找不出一点伤痕的陈阳 对比尤为强烈 他好像一个 不对 他就是战神 除了战神以外 他们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身份 能匹配陈阳的恐怖实力 江云龙这边 注意到赵孝的存在后 喜色浮现在脸上 赶忙道 老赵 快 快杀了这个家伙 他很危险 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危害社会 说的那叫一个言辞义正 仿佛陈阳就是他口中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我没法那么做 赵孝从愣神中抽出身 老实说 他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力做主 处置陈阳 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以下犯上 没法那么做 老赵 你这话是几个意思 你想包庇 袒护他吗 江云龙质问 他的事先放到一边 江战王不先解释一下 你的人到这来 还装备了那么多高杀伤性武器 是想做什么 赵孝反向质问起江云龙 我 江云龙欲言又止 乃曾想 自己把自己给坑了 偷击不成十把米 关于这件事 我会如实上报 将战王做好心理准备 这话更多是说给陈阳听 好让他知道自己的态度 老赵 我们可是过命交情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行吗 你想看着我去死 哪怕我有错在先 他袭击战王 不该死吗 江云龙李直气壮到 不等赵孝开口 电梯门再次打开 一名客战兵 擒拿住先前离开的江云龙心腹 带着他走到赵孝身边 如实会报道 战王 此人刚刚被我们发现 企图破坏监控录像 破坏监控录像 如果不是做贼心虚 为何要破坏证据 赵孝看一眼明显心虚 目光闪躲的江云龙 紧接着问 成功了吗 没 被我们及时制止了 数据一切正常 不下摇摇头 我已全部下载 保存在这个U盘里 看到特战兵 将保存有茶楼监控录像的U盘 交给赵孝 那一刻 江云龙心如刀绞 知道自己完蛋了 这辈子都没希望成战神 好 很好 既然你们都想跟我作对 那就算死 我也要拉上你们垫背 笑容争鸣 陈神医孝心 虽然没看清楚 江云龙做了什么 但赵孝确实捕捉到一缕寒芒 从他手中射出 陈阳眼疾手快 以两指夹注 是根针 准确来讲 是根毒针 是心针 独门精英弟子 才有资格学习的高级读术 看来你果然与先前暗杀赵战王的事有关 陈阳有听岳振华说起过这方面的事 见陈阳直接用手触碰毒针 江云龙轻哼一声 白痴 那上面的毒 可不是非要刺中你才会生效 只要皮肤触碰到 也会当场毙命 是吗 所以呢 陈阳问 三秒过去 五秒过去 十秒过去 江云龙笑容凝固 怎么会 你为什么没事 他十分确定 陈阳是光手触碰的毒针 难不成 那家伙骗了自己 江云龙 独门独王岳振华 本就是陈神医的众毒徒弟之一 他的毒术都是从陈神医那学的 你拿这个对付他 与班门洞府 有何区别 赵孝无语道 独王岳振华 是他徒弟 江云龙嘴上未吐露半字 但那夸张的表情 已是说明一切 如遭晴天霹雳 整个人猛上加猛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的胆受 来人 把他抓起来 送去审判厅 赵孝向陈阳保证 陈神医请放心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笑话 送我去审判厅 赵孝 你别忘了 我与萧战神之间 关系可不浅 想动我 你以为他会做事不管吗 要放在以往 江云龙这番话 或许真会吓唬到赵孝 可如今 得知陈阳有着大厦 最高保密等级身份后 目睹江云龙那小人得知的表情 赵孝只觉得可笑 是吗 萧陈那小子 跟你关系这么样好呢 一道女人声音 从电梯门后传出 强大 霸道的气场 使得整个大厅温度 骤然下降几分 赵孝 江云龙指纹其声 顿感不寒而立 是他 赵孝急忙转身看去 坦然失色 立马单膝 抱拳跪下 赵孝拜见灵战神 女人步步生风 气场逼人 朝陈阳那边走了过去 旋即 竟也跟赵孝一样 又有些许不同 双膝跪地 满是惊味道 徒儿林玉龙来迟 还请师父责罚 林玉龙 这个名字在大厦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她是自大厦建立以来 唯一一个女战神 手下统领着百万天神军 负责镇守北墨边关 自此 北墨一直被国际称作人间炼狱 入之必死 林玉龙在他们眼中 更是杀戮女王般的存在 曾率领百人小队 潜入十万敌军大本营 砍下大将头颅 创下不小奇迹 也曾凭借一己之力 下退上万精锐 只要他人站在那里 浑身释放出的杀伐之气 便令人提心吊胆 不敢直视 完美诠释 何谓巾帼不让须眉 赵孝 江云龙一众人军 未想到林玉龙会现身江城 更没想到 他会给陈阳下跪 叫他师父 几度怀疑这是幻觉 可浑身断骨疼痛 却一次次打醒江云龙 坚定告诉他 这不是幻觉 赵孝跪在地上 深埋着脑袋 只觉得毛色顿开 终于明白 陈阳的保密级别 为何能达到SSSSS级 连林玉龙这种传奇人物 在他面前 都只有臣服 乖乖叫师父的份 别说他们 就连身为国一圣守的徒弟 郑天人 也是颇感意外 不曾想到 自己还有个战神师姐 诱惑师妹 不怪他 陈阳在此之前 一样不清楚林玉龙的真实身份 在黑山监狱时 对于招收弟子 陈阳只看品行 至于对方在监狱外事和身份 他们不说 陈阳也懒得多问 起来吧 陈阳扶起林玉龙 谢师父 林玉龙站起身 做出承诺 师父 之后的事 交给徒儿处理就好 您先坐下休息 喝杯茶 他亲自端来一张椅子 让陈阳坐在上面 再是一眼旁边 瑟瑟发抖的大厅经理 一壶 你们这品质最好的茶 是 小的马上去 战神发话 经理岂敢不从 连滚带爬离开 却让茶楼最好的师父 为陈阳泡茶 稍有差错 担心不止自己 整个茶楼 都得跟着遭殃 目睹林玉龙前后的态度 但凡赵孝 江云龙有眼睛 都不难看出 他对于陈阳 这位师父 是打心底 骨子里尊敬 我完了 他完了 江云龙 赵孝从未如此 肯定过一件事 还没见过 有谁得罪战神后 安然无恙的 哪怕是上面那些人 面对这些大国猛将 照样得理让三分 更何况 他小小一个战王 别看战王平日里 各种威风 真要面对战神 狗屁不是 江云龙在肖战神 肖臣面前 向来都是一副 唯唯诺诺 点头哈腰的模样 林战神 看到林玉龙来到面前 江云龙话音中 能听出几分颤抖 你和肖臣那小子 关系很好 林玉龙再次问报 肖臣那小子 要江云龙想 放眼整个大厦 敢这么称呼 战神肖臣的人 除了林玉龙外 绝对找不出第二个 我与肖战神之间 确实有点关系 江云龙底气不足 想借着肖臣的面子 各退一步 与陈阳之间和解 保证以后 不会再针对他 今日之事 就此翻篇 然而 不等江云龙提起 林玉龙已是拿出手机 给肖臣打去电话 并按下免提键 嘟嘟几声提示音后 电话被接通 里面传出一道 强颜欢笑的声音 大姐头 你 你找我 大姐头 江云龙 赵孝十分确定 电话中的 就是肖臣的声音 可为何 如此卑微 这与他们印象中 那位一手遮天 叱咤风云的不败肖战神 截然相反 事实上 肖臣的不败战绩 早已被林玉龙打破 不止打破 还把他给打服了 在大众面前 肖臣是高高在上的 不败战神 可在林玉龙面前 他却甘愿 当个小跟班 左一个大姐头 右一个大姐头 熟练得很 江云龙这个人 你认不认识 林玉龙问 不认识 没听说过 谁啊 他惹到大姐头了 要不要 小弟替你干掉他 肖臣声音发狠道 即使隔着手机 也不禁令江云龙虎驱一阵 用不着 拒绝肖臣后 林玉龙又面无表情 问起江云龙 怎么办 他说不认识你 江云龙面色尴尬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原来 到头来 只是自作多情一场 人家压根没把自己当回事 话说回来 大姐头 你说了那么多次 要引进我拜师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让我见见 你背后 那位绝世高人 肖臣又问 什么 肖战神都想拜师陈阳 这下 江云龙是真的心如死灰了 到时候再说 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处理 哎 大 不给肖臣开口机会 林玉龙直接挂断电话 听他们话里的意思 陈阳忽然想起 林玉龙给自己 引荐过不少徒弟 现在看来 那群人里面 估计没几个简单的 只怪自己太单纯 现在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林玉龙单手举起 方才从陈阳手里 接过的那把枪 枪口紧贴江云龙眉心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狗眼看人爹 您大人有大量 能不能放我一马 我愿为您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对于江云龙的表忠心行为 陈阳完全漠视 先生 请喝茶 好 从女士那里 接过刚泡好的热茶 轻吹 细品 确认师父的态度后 碰 林玉龙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一声枪响 送江云龙上路 子弹从没心入 脑背出 整个贯穿 尸体倒在地上 鲜血滚滚流出 死不瞑目 显然没想到 自己最后会是这么个死法 原本不招惹陈阳的话 他起码还有两年可活 属实是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脚 作为曾经的好友 赵孝对此叹息一声 只能说 不作不会死 对于一个想杀自己的人 赵孝实在同情不起来 也不敢去同情 他没有做死的癖好 打扫干净 林玉龙把枪交给赵孝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是 赵孝重重点头答应 师父 咱们走吧 这乌烟瘴气的 别坏了您的兴致 陈阳放下空茶杯 起身 与林玉龙 郑天人走进电梯 离开茶楼 刚出大门 便见一辆熟悉的车停在面前 毒王月振滑手拿一份文件 从上面走下 他已调查清楚 找到江云龙要暗杀赵孝的证据 师父 证据全在里面了 据我所知 江云龙一直是个极腹野心的人 之所以想除掉赵孝 不过是想吞并他的势力 壮大自己 从而赢得成为战神的机会 需不需要徒儿暗中解决掉这个麻烦 岳振华比了个挥刀手势 暗杀战王 纵然是他 一旦曝光 也会引来不小麻烦 但 为了师父 他岳振华万死不辞 不用 他已经死了 陈阳摇摇头 死了 岳振华有些意外 没错 死了 我亲手杀的 一旁 林玉龙点头肯定 岳振华看了看林玉龙 又看看正天人 目光回到陈阳身上 主动问 师父 这两位是 独王 岳振华是吧 林玉龙率先开口 他不仅知道岳振华 陈阳坐下大部分徒弟 林玉龙全调查过一遍 因为 他必须确认 这里面不会出现逆途 做出败坏品德 有辱师门的事 你是 岳振华心想 林玉龙既然能出现在陈阳身边 应当不是什么可疑人物才对 见对方认识自己 岳振华绞尽脑汁 实在想不起 有在哪见过林玉龙 但 不知为何 在面对他时 无形中 岳振华总能感受到 一股磅礴压力 似乎在 恐惧 又或者 产生了幻觉 岳振华自认为心理素质不错 怎么可能会恐惧一个 毫不了解的陌生女人 幻觉 一定是幻觉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林 林玉龙 按照拜师时间来算的话 你得叫我一声师姐 林玉龙自我介绍道 原来是师 岳振华刚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随即 这面色又是陡然一变 嘴里不断喃喃 姓林 林玉龙 林玉 林玉龙 你说你是林玉龙 难道 你是天神军的统帅 岳振华急忙确认问 不错 我的确是天神军的统帅 林玉龙 闻言 岳振华想都不想的 丹西跪了下去 岳振华拜见林师姐 对于林玉龙 这位传奇战神 岳振华没少听闻他的传说 非常敬佩 万万没想到 这种一言可好 令百万雄师的巅峰战神 居然和自己一样 败入了陈阳名下 倍感荣幸 对于陈阳的敬畏之心 也是疯狂飙升 难怪林玉龙至今未尝败继 原来有他在背后出谋划策 指点迷惊 这位优士 岳振华目光 转移到郑天仁身上 林玉龙的身份都如此恐怖 想来他的身份 必定不会简单到哪里去 郑天任 郑天任 那位国一胜手 见郑天仁点头 岳振华深吸一口气 视线回到陈阳身上 发自内心说 师父 您实在太让徒儿惊讶了 淡定 淡定 陈阳早已见惯不惯 之后 郑天任已受邀 去参加一个大学 讲课为由 与陈阳三人分别 见陈阳朝路边走去 林玉龙忙不迭跟上 师父 您难道就不好奇 自己为什么能提前一年出狱吗 有话直说 不用拐弯抹角 陈阳在得知林玉龙的战神身份后 已然猜到 是他在暗中牵线 让自己可以提前出狱 师父 我最近想捕强一下近战能力 您看能不能交交徒儿 林玉龙背着双手 扭捏身子 一抬眸 七代文 回想以往听说 他如何风光 霸道的场面 例如大败数十万敌军 横扫七国 再看看眼下 林玉龙在陈阳面前 那小鸟一人 软答答 娇滴滴的态度 月振华这嘴巴张大道 久久未能闭合 实在没法将二人联想到一块去 感觉印象中的无敌女战神形象 正在土崩瓦解 荡然无存 为何敢拉满 行 你找个地方 陈阳知道林玉龙好学 对于变强二字 异常执着 回想上一次传授他本事 已经过去快一年 是时候看看 在这段时间里 林玉龙有没有懈怠 实力倒退 对徒弟 陈阳向来大方 从不吝啬 他当然也想将一身本领 一股脑全赛给他们 奈何 人与人之间的天赋 不可一概而论 好比冷凹雪 虽说在杀手界混得如鱼得水 可陈阳要想让他弃武从文 像叶青城 关雅那样精英公司 不用想 哪怕市值百亿 交到冷凹雪手里 估计用不了几天 就会被他整破产 主要没这天赋 哪怕硬交出来 也不可能达到叶青城 关雅的成就 反之 叶青城 关雅想要在杀手界 达到冷凹雪的成就 同样难如登天 没问题 林玉龙一口答应 岳振华很是向帝 没有插足他们的二人世界 担心林玉龙表面和和气气 被弟弟已经在想 待会上了擂台 要用几分实力 让自己这个师弟掌掌教训 这点眼力价 岳振华还是有的 最重要的是 哪怕岳振华对自己的实力 再如何自信 也没自大道 敢去挑战一位战神 战神 那可是大下的绝对力量代表 更别说 在这些战神里 林玉龙的实力 属于最顶尖的那批 打不过 真心打不过 用毒 岳振华担心自己刚有念头 陈阳下的毒 已是在体内扩散开 深打五脏六腑 无力回天 就提醒过他们 绝对不能用 从他这穴道的本事 同门互相残杀 否则 无论输赢 陈阳都会出手 死手 师父 我去开车 林玉龙主动接过开车任务 嗯 陈阳不打算和他争抢 林玉龙知道 要去了 由他开车 会方便很多 关闭车门 系好安全带 引擎声轰鸣 驶出停车场 又转上马路 对于目的地 陈阳没有多问 全凭林玉龙做主 同一时间 东区监狱 各种申请后 终于见到森田剑人 爸 你是来接我出去的吗 看到父亲森田南岛出现 明显受了一圈的森田剑人 难掩心愤稳 作为美食家 东区监狱里的饭菜 对他来讲 实在难以下眼 强行吃下去 最终也会尽数吐出 这件事很棘手 李大哥 还有我们森田家 在大厦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 一百多名暗影忍者 全部惨死他之手 森田南岛语重 心肠道 什么 哥 还有大厦暗影 全死了 森田剑人惊讶之余 不禁感谢起陈阳 替自己解决了一大劲敌 森田八目一死 他未来成为森田家主的概率 又增加不少 总之 你再忍一忍 这段时间千万别惹事 樱花国施压大厦时 家族这边也联系了大厦的老朋友 只要他开口 你很快就能恢复自由 如今 森田南岛只剩下森田剑人这么一个儿子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把他从监狱里捞出 其他事 等以后再说 老朋友 你是说 那位距离大厦战神 仅有一步之遥的马战王 森田剑人是探问 不错 森田南岛点头肯定 他好了 有他出面 我就放心了 虽说 都是战王级别 但连森田剑人一个樱花人都知道 马田功绩卓越 只差一点 便能达到晋升战神的标准 他的身份地位 绝非一般战王可以比拟 只要马田开口 森田剑人坚信 身为东区战王的赵孝 定然不敢说 一个不字 立马屁颠屁颠释放自己 在九十度鞠躬 赔罪道歉 到时 没有赵孝这个靠山 森田剑人倒要看看 陈阳拿什么跟自己斗 真以为 只有你背后有战王荡靠山吗 可笑 我迟早晚死你 好了 探监时间已到 我想马战王马上就要到东区了 我得前去迎接才行 毕竟有求于人家 再加上这里是大厦 并非樱花国 哪怕森田家在本国影响力再大 到了这 尤其是面对拥有绝对力量的人 也得夹着尾巴 真要连续得罪两位战王 别说出狱 森田南岛甚至担心 自己最后一个儿子 会离其死在监狱里 好 父亲慢走 森田见人 目送森田南岛离开 满心期待出狱后 呼吸自由的空气 这种地方 他真的再也不想来了 东区外 森田南岛刚出大门 便见到马田 见过马战王 森田南岛毕恭毕敬道 嗯 相较之下 马田的态度则稍显敷衍 毕竟是对方有求于自己 马田也是看在森田老爷子的面子上 才会答应出面 一切有老马战王了 森田南岛强颜欢笑道 很少有人敢这么甩他脸色 接着 森田南岛瞥见一辆车 从远处驶了过来 停在身边 车门打开 从车上走下来那个人 那张脸 森田南岛在照片上看过 清楚记得 他就是掌控江城东区的战王 赵孝 想着这下 可以提前把儿子森田见人带离东区 省去不少麻烦 这不是马前辈吗 您老人家怎会有空来我东区 赵孝明知顾问道 当目睹马田与森田南岛 站在一起的画面时 赵孝已是猜到 他到这来的主要目的 他来 马田与森田家走得很近这件事 传言不假 尽管大夏没有明文禁令 但身为一方战王 竟和樱花国财阀 走得如此之近 不禁令赵孝怀疑 他们暗中是否存在某种交易行为 我是爱带走森田见人的 马田直奔主提到 那高高在上 仿佛命令一般的态度 令赵孝内心十分不快 但碍于他的资历 赵孝并未选择语气撕破脸 摇摇头 这恐怕不行 怎么 我的话不管用 还是你想滥用职权 我来前调查过关于他的事 还没严重到需要 无论您怎么说 放人 绝对不行 赵孝打断马田的话 态度坚决 要换做之前 赵孝确实会碍于马田的影响力 被迫放人 但眼下 在得知陈阳的部分身份 以及他收了林玉龙这么个徒弟后 马田 他资历再打 也大不过林玉龙 论功绩 林玉龙更是稳压他 更别说 赵孝实在不认为 陈阳只有林玉龙师父这一重身份 单凭这一点 是没办法达到SSSSS保密等级的 赵孝肯定 陈阳一定还有着 其他不为人知的庞大身份 放人 开玩笑 只要陈阳不点头 他会把森田见人关到死 牢底坐穿 你 马田没想到 赵孝一个后辈 会如此轻视自己 话还没说完 就被他强行打断 马战王息怒 不是晚辈不想给您这个面子 实在是 赵孝欲言又止 一个眼神 让马田自己体会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面子不管用 诶 这可是 您自己说的 与我无关 赵孝连忙否定 不等马田开口 他转身挥挥手 上了车 还是那句话 除非陈先生点头 否则这人 我肯定是不会放的 一脚油门 飞速食远 可嗨嗨 尾气腔的马田 森田难倒直咳嗽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马田拳头攥紧 气得直跺脚 马战王 我儿子 这与森田难倒 预想中的画面完全不同 按照他以为的 马田一开口 赵孝应当毫不犹豫地放人才是 走 去见见那个姓陈的家伙 我倒要看看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马田内心十分不服 自己居然让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黄毛小子 比了下去 他调查过陈阳 一个家族弃子 还有三年入狱经历 在马田看来 这种人就是对社会 毫无贡献 与作用的一坨废物 好 一切锦尊马战王安排 森田难道别无选择 另一边 真是拳馆 陈阳从车上下来 一眼便被这家拳馆的名字 吸引去注意力 真实 有多真实 师父 我查了下 这里设施还蛮齐全的 您要觉得不合适 担心有人偷诗 徒儿马上换个地方 林玉龙停好车后 快步来到陈阳身边 不用 就这吧 陈阳并不担心有人偷诗 如果看看就能学会的话 他这些本事 未免太廉价了些 而且 陈阳今天要教授林玉龙的 属于高阶晋身战术 一般人连动作都很难看清 模仿 更是难上加难 嗯 林玉龙点头答应 跟着和陈阳一起进入拳馆 他在柜台替自己和陈阳办了两张年卡 指不定下次还会来 有备无患 师父 这是您的 林玉龙把会员卡交给陈阳 陈阳接过后 随手放进兜里 与林玉龙一起进入拳馆大厅 你有听到他叫那个人什么吗 没听见 另一名柜台小姐轻摇头 一脸花吃到 不过 他真的好帅 你没救了 翻了翻白眼 话是那么说 但女人不得不承认 陈阳确实很符合自己的审美 甚至可以说 完全长在了他的审美上 奈何对方明朝有主 对手又是个不光漂亮 还很有特色的女人 给人一种狠撒 冷酷 阴气逼人的感觉 严重动摇到了他的性取向 突然觉得 女人 似乎 也不是不可以 这样的林玉龙 一出现在大众事业范围中 瞬间便吸引到无数男性 女性的目光 原本躺在椅子上睡大觉的拳击教练 在听到热一声后 不耐烦取下盖在脸上的美女杂志 单睁开一只眼睛 然后瞪大了双眼 表情兴奋 来活了 作为金牌拳击教练 男人有三不交 男的不交 丑的不交 没钱的不交 而像林玉龙这样 气质绝佳 身材完美 容貌倾国倾城的 男人可不想错过 已经开始期待 林玉龙被自己精湛的拳击术 与肌肉折服 答应晚上的烛光晚餐约会了 作为私人教练 少不了以手把手指导 进行合理亲密接触 男人最擅长的 便是通过这些亲密接触 来缩短与女学员之间的距离 再通过各种话术 一点点软磨硬泡 将对方哄进酒店房间 第二天直接提裤子 不认人 当然 对方要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的话 男人不介意多陪他玩几天 渣男 男人不否定 反而为自己有这样的本事感到骄傲 因此 没少挨骂 甚至被对方男友找上门 但最后 全部被他用拳头摆平 则则则 那花花公子果然又盯上人家了 八成又会因为他的甜言蜜语 乖乖沦陷 那个应该是他男朋友吧 我实在不认为 他会放着这么帅气的男朋友 不要 去搭理这种人 这话你可说错了 懂什么叫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吗 哪个女人不喜欢安全感 看他那细胳膊细腿的 估计拳击教练吼一声 他立马下的眼泪打转 屁滚尿流 高啊 趁虚而入的机会 这不就来了 听着耳边传来的这些嘈杂议论 对于迎面走来那个 上身穿着剑拉扯到变形的背心 恐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少肌肉的家伙 林玉龙内心 也有一个清楚认知 美女 看着面生啊 第一次来吧 不介意的话 需不需要 不需要 林玉龙冷眼打断男人的话 对世上他那锋利如刀的眼神 男人竟被吓得虎躯一阵 没看过这么恐怖的眼神 仿佛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样 回过神 觉得自己想太多了 这么漂亮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跟死人堆扯上关系 美女 你第一次来 可能不了解 自我介绍下 我名叫张力源 是这家拳击管实力最强的私人教练 我觉得你很有演员 愿意免费为你指导一天 怎么样 要不要 师父 那边擂台还空着 我们过去吧 林玉龙抬手指道 这让单方面热情似火的张力源 表情多少有点崩不住 他可从来没被人如此无视过 比空气还透明 而且 回眸看一眼陈阳 师父 就凭这小子 瘦得跟猴子一样 他凭什么 要真是个高手的话 张力源或许会主动放弃 陈阳 远远不够资格 喂 站住 张力源伸出手 试图去抓陈阳的肩膀 只是 这只尖眼看着 要触碰到他 眼前画面突然一阵颠倒 碰 跟着 后背一声闷响 重重砸在地上 等张力源反应过来 才发现自己正四脚朝天 眼前画面变成了天花板 陈阳出手的速度实在太快 不止张力源没反应过来 旁人同样没反应过来 感觉一眨眼的功夫 张力源就摔在了地上 发生了什么 你们有看清吗 没 什么都没看到 摇摇头 难道 是他 不仅长得帅 实力比拳管金牌教练还强 简直是我的梦中男神 金牌拳击教练 就这 眼看自己成了陈阳的踏脚石 这让张力源如何能忍 爬起身 强行忽略后背的隐隐作痛 挤出一抹笑容 故作意外道 有点本事 难怪能忽悠到这位美女拜师 不过 偷袭可算不得大丈夫 敢不敢跟我正面较量一场 师父 你要什么颜色的拳击手套 你决定吧 又一次被荡成空气对待的张力源 忍无可忍 剑步冲上前 这一次做好万拳准备 出拳 硬逼陈阳跟自己打拳 今天 张力源暗暗立誓 要让陈阳被担架 抬上救护车 否则心中这团怨气 无法消散 顺便向林玉龙证明 面对上认真状态的自己 陈阳那点三角猫功夫 狗屁不适 啪 然而 接下来的画面 却令张力源万万没想到 自己几乎全力的一拳 竟被陈阳单手接住 这一拳 好似打在了水上 咔嚓 骨头破裂 对于这种给脸不要脸 喜欢没事找事的人 陈阳直接将他整条胳膊 拧碎成麻花状 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脚踢踹在张力源胸口 碰 哄 使他整个人如同一发炮弹 飞速射了出去 后背撞在一个纱带上 再受重创 口吐鲜血 见此情景 旁观者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陈阳的战斗力 比他们想象中更夸张 金牌拳击教练 竟被他单手吊打 帅哥 你们最好赶紧离开比较好 那个人的叔叔很有权势 在治安所上班 一名少女走上来 好心劝说陈阳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不用担心 这种垃圾 还不值得我家师傅放在眼里 林玉龙回应道 师傅 我们赶紧上擂台吧 让徒儿好好领教领教您的强大 好久没挨打 有点皮痒 林玉龙俏皮说 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揍他 把他打到福气的人 除了陈阳 找不出第二个 林玉龙仍然记得 首次见到陈阳 因为接连秒败 又不愿服输 三番五次挑战他 结果把陈阳折磨烦了 被他按在大腿上 打屁股的羞耻画面 自此以后 在陈阳面前 林玉龙学会如何保持谦卑 身为战神 要让外人看到自己 因为冲撞师傅 被陈阳打屁股 怎么想 怎么羞耻 没脸贱人 嗯 陈阳佩戴好拳击手套 一步跳跃上台 身轻如燕 看得台下观众一愣一愣的 惊呼 我靠 怎么做到的 这是轻功吗 高 高人啊 果然 人不可貌相 当才谁说 人家是百无一用的小白脸来着 之后 更是被陈阳 林玉龙打起来后 那快倒只能看见残影的拳头 鞭腿 深深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脑海中只有两个字 无敌 可恶 而另一边 张立元才从婚死中回过神 看到第一回合 刚刚大胜林玉龙 站在擂台上 享受重心统越待遇的陈阳 张立元气 不打一处来 拿出手机 给叔叔打去电话 今天 必须让陈阳知道 跟自己动手的代价 叫他牢底坐穿 好 说 我等你 挂断电话 确认叔叔张前诚 会带人赶来以后 张立元顿感安心不少 一时开始期待 陈阳之后跪在地上 苦苦要求 自己不要把他送进监狱里的卑微画面 面对陈阳的恳求 张立元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拒绝 让张前诚 把他抓进监狱 到时 还可以顺便威胁一下林玉龙 或者利用他 对于陈阳的感情 逼迫他委身自己 以陈阳作为要挟 一直把林玉龙控制在自己身边 无数个夜晚 用过硬的技术 把他彻底征服 又或者完腻以后 一脚蹬开 陈阳 自然是不会饶恕的 张立元说 要让他牢底坐穿 就得让他把牢底坐穿 没得商量 擂台这边 对于张立元内心那点小酒酒 无论陈阳 又或者林玉龙 毫不在乎 喝口运动饮料 短暂恢复一下体力 林玉龙擦擦额头汗珠 师父 我们开始下一轮吧 他最擅长的 便是在实战中 不断提升自我 所以 陈阳想要传授林玉龙本领 只需要将那一招一拾 用在他身上即可 好 陈阳点头答应 摆开架势 林玉龙率先发起攻击 眼看着这拳头 便要砸在陈阳身上 陈阳瞬间消失 如同鬼魅一般 身影出现在林玉龙背后 感知到他的气息 陈阳低身躲闪同时 一拳打在林玉龙腰上 林玉龙躲闪不及 蹬蹬倒退术步 一股肌肉胀痛感 涌变全身 狠狠跺三脚 咬牙强忍 带到鼓足气势 林玉龙再次发起攻势 很兴奋 想要尽快学会 掌握这招来无影 举无踪的身法 哪怕到了林玉龙这个级别 面对着诡异身法 稍不注意 也有可能会丢失陈阳的誓言 气息 万幸是在学习交流 要换作战场 一个小失误 都有可能葬送性命 战神尚且如此 更别提普通人了 这两个人的实力 也太夸张了吧 是啊 那拳风 感觉都吹到我脸上来了 这躲闪 以及把控时机的能力 去打职业拳击比赛 绝对能拿下拳王奖 那张脸 配上如此爆表的武力值 简直绝了 很难不爱 陈阳的精湛表现 一下收割了不少男女粉丝 远处 张立元闭上 因为过分吃惊 而张大的嘴巴 他必须承认 陈阳的实力确实很强 远在自己之上 但那又如何 才能再打 进了监狱 便没有了可以施展的地方 属于自毁前程 陈阳现在表现得越出彩 张立元越兴奋 俗话说得好 站得越高 摔得越狠 碰 林玉龙连连倒退术步 终究没能稳住身形 一屁股摔坐在地上 第二回合 依旧惨败陈阳 他的攻势 自始至终连碰都没碰到陈阳 更别谈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没事吧 陈阳伸出手 林玉龙用手腕勾住他的手腕 借着他的拉力 从地上站起身 摇摇头 没事 话说回来 师父 您的实力相较之前 又更上一层楼了 林玉龙连以为 陈阳之前的实力 已是达到天花板级别 人类极限 没想到 才几个月不见 陈阳就给了他一种 试别三日 当刮目相待的感觉 好奇 师父他难道没有上线 这也太恐怖了吧 要知道 陈阳现在还不到三十岁 未来几十年 按照这个成长速度持续下去 林玉龙实在不敢想象 到时 陈阳的成就 会大到何种程度 如今已是金氏等级 林玉龙很少用无敌二字 来形容一个人 但对陈阳 他发自内心认为 没有比举世无敌四个字 更符合 更贴切的了 也许吧 陈阳随口道 忽然 他目光一转 林玉龙注意到 他微皱的眉头 追随看去 只见三名治安官打扮的人 大不留心走了进来 叔叔 看到来人以后 张立元那叫一个兴奋 本想强忍疼痛 咬牙起身 但转念一想 多卖点惨 激发张前诚的怒火 让陈阳本就悲惨的结局 雪上加霜 也不视为一个好选择 立元 你 你这是 看到最宠溺的侄子 居然被人打成这副惨样 张前诚怒火在胸膛腾的一下炸开 叔叔 那小子 都是那小子干的 他明知道我是您侄儿 还废了我一条胳膊 打断我好几根肋骨 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 尽管知道张立元是在恶人先告状 奈何惧怕张前诚的权势 路人不敢开口 替陈阳说话 生怕神仙打架 烦人遭殃 内心默默谴责张立元 深感唾弃 真是反了天了 不知道江城姓什么吗 连我张前诚的侄子都敢动 张前诚听后 果然如张立元所料 雷霆大幕 叔叔 我要让他牢底坐穿 张立元开口道 好 就凭你这伤事 只要你不撤诉 叔叔肯定让他牢底坐穿 张前诚保证道 文言 张立元笑开了花 看向陈阳 表情尤为得意 仿佛在说 这就是跟老子做对的下场 后悔了吗 令张立元有些失望的是 在陈阳脸上 尽未看到半点后悔 绝望之色 跟个局外人似的 这小子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了 抓起来 张前诚对另外两名小队员下令道 是 两名小队员立刻行动 朝向内台那边走去 就在这时 整齐华裔的脚步声 自背后响起 张前诚 张立元齐齐扭头看去 只见一个个特战兵 正如潮水般涌入 手里还拿着武器 什么情况 张前诚猛了 张立元则忍不住去想 叔叔的地位 不知不觉间 已经那么高了 都能调派特战兵了 殊不知 张前诚也是首次见到 如此之大的阵仗 搞不清楚状况 等等 那位是 突然 张前诚注意到 走在人群最后面的马田 张前诚曾在一次大典上 见过马田之词 没记错的话 他的身份是 马战王 战王 张立元被这两个字吓到 他很清楚 这两个字 在大下的含金量 想不通 战王级人物 怎会出现在拳击馆 张前诚 并非张立元 看不起这个叔叔 从他此时那点头哈腰 低三下四的态度来看 显然不可能与他有关 不够格 真不是张立元 看不起张前诚 从之后 特战兵直接将张前诚扣押到一旁 驱逐开的举动 更加证明张立元的想法 别说让战王千里迢迢来 以张前诚的级别 连尽他身的资格都没有 即使被如此对待 张前诚心中有再多不满 也只能统统打碎 强行往肚子里咽 真要得罪一位战王 尤其是马田这种资历极高的战王 张前诚的前诚 必定不保 甚至有可能因此丢掉性命 他很清楚 对方可以随时神不知 鬼不觉地弄死自己 仿佛自己从未来到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忍不住好奇 马战王到底为谁而来 单纯练拳的话 应该不至于搞出那么大的阵仗吧 然后便瞧见 特战队的人站在两边 单独分割出一条专属通道 将其余拳击管会员隔离在外面 马田则禁止朝向陈阳 林玉龙所在的那个擂台走去 旁边还跟着一个人 此人正是森田见人之父 森田难倒 此刻 他终于明白 马田为何要再来实录上 紧急抽掉上百名客战兵 首先从气势上 就能吻压对方一头 各个鹤枪实弹 森田难倒不幸 陈阳看了会不害怕 他的拳头在印 难不成 还能印得过子弹 事已至此 傻子都不难看出 马田是冲着陈阳去的 众人感慨 陈阳凶多吉少的同时 张立元这内心 则是乐开了花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根本不用叔叔张前程出手 自己完全可以借刀杀人 嘲笑陈阳真是胆大包天 得罪自己就算了 居然敢跟湛王作对 见过做死的 没见过这么做死的 看看眼前的大阵仗 张立元可不认为 马田是来跟陈阳讲道理的 真刀真枪 少不了一场大战 张立元一副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心态 恨不得陈阳下一秒 就被马田一枪崩碎脑袋 然而 从他的角度 看不到的是 随着距离擂台越来越近 陈阳身边 林玉龙的面部五官 在眼中越发清晰 马田这表情 逐渐绷不住 变得难看起来 林玉龙的形象 与他印象中那位大人物 开始重叠 完美重叠 在离擂台 还有三四米距离时 马田停住脚步 口齿微张 整个人犹如实话 林玉龙 林战神 这个世界上 或许存在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但 马田实在不认为 林玉龙这一身杀伐之气 是一般人所能模仿的 那是常年在战场上 死人堆里摸爬滚打 才能磨练出来的 马田百分百肯定 眼前这人 便是大厦唯一女战神 林玉龙本尊无遗 不明白 他怎么会出现在江城 而且还和陈阳在一起 难道 两人之间认识 又或者 巧合相遇 单纯切磋全数 仍然抱有一丝侥幸 这下 事情麻烦了 哪怕是他 也不敢不给林玉龙面子 小子 如今马战王亲自出面 你还不快让赵教放了我儿子 听到森田南岛 这一口不太流利的大下雨 众人立马知晓 他绝非本地人 不放 你又能如何 林玉龙不爽抱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想违抗马战 啪 不等森田南岛把话说完 马田眼疾手快 一巴掌狠狠扇在他脸上 森田南岛 原地转了半圈 捂着脸 不解看着马田 想不明白 自己为何会挨这一巴掌 混账东西 怎么跟林战神说话的 马田眼中 仿佛能喷出火来 立声质问森田南岛 林战神 森田南岛清楚记得 陈阳姓陈 那马战王口中的林战神 目光刷的一下 落在林玉龙身上 人群中 听到林战神三个字 也是交头接耳 掀起一阵热议 我没听错的话 他刚才有提到战神两个字吧 你没听错 确实是战神 林战神 姓林的战神 貌似只有一位 并且还是咱们大厦 唯一一位女战神 天哪 难怪我一开始就觉得 他身上的气质 非比寻常 原来是一位战神 拜见战神 众人齐齐下跪 顶礼膜拜 战神 张家书直在得知林玉龙的身份后 如遭晴天霹雳 尤其是张立元 这颗心 已是被雷德外交零呢 哪里想得到 林玉龙来头 竟能大到这种份上 大下战力巅峰 战神之一 张前程此刻 更是恨不得掐死张立元 这下 已经不是前程不保的问题了 想要马上和张立元 断绝亲属关系 从此成为陌生人 被他害惨了 这时 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等等 我没记错的话 林战神刚才好像一直称呼那个人 师父 他是战神的师父 什么 大名鼎鼎的女战神 是他徒弟 战神的武力值已是巅峰 他作为战神的师父 这身手 得何其恐怖 恐怖到没变 师徒关险 难怪刚才交手过程中 他会被处处压制 经众人这么一提醒 张立元那颗心 如坠冰窟 被完全冰封住 要说在场之中 谁最能体会他的心情 绝对非森田南岛莫属 林玉龙的身份 已然令他万万没想到 更没想到 陈阳的来头 比林玉龙还离谱 难以理解 他小小年纪 怎会有如此惊人成就 对比之下 自己那几个儿子 简直一个天 一个地 对马田这么个战王 森田南岛都得第三下四 忍气吞声 更何况连马田都得礼让九分的林玉龙 更别说能担当他师父的陈阳 这下 当真是撞在了枪口上 此刻 就连身为父亲的森田南岛 照样忍不住产声 让森田见人 待在东区监狱里一辈子 好好反省的想法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不放人 你又能如何 林玉龙重复问 我 情急之下 森田南岛直接扑通一声 跪了下去 磕头道 战神饶命 战神饶命 我知道错了 我真心忏悔 从今以后 我保证 森田家绝对不会再找您 和您师父的麻烦 森田家 听起来不像是大厦人 废话 大厦哪有这种口音 听着有股太军味 建议严查组上三代 有人耐不住好奇 拿出手机 想查查看 有关森田家族的信息 从他那由头到脚的 一身奢侈名牌 以及无视无刻 不再彰显的 高高在上的成功人士姿态 瞧着不像一般角色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我靠 这森田家族 在樱花国来头不小啊 是十大财阀之一 富道流油 兴许只是同性而已 不存在 我刚才进森田集团的 官网首页看了下 这人和董事之一的森田南岛 一模一样 仅他一人 在几年前 便达到数千亿身家 卧槽 数千亿身家的人 在战神面前 都抬不起头 兄弟 记住 有钱的 永远干不过有权的 更别说 还是这种手握重兵的大人物 百万雄师 跟你闹着玩呢 这么一衬托 众人更加好奇 陈阳的本事得和其通天 才能让林玉龙 表现得如此服服贴贴 马首是瞻 陈阳的身份在他们眼里 您想怎么处置这家伙 林玉龙询问着陈阳的想法 一切 全凭师父决定 森田南岛满眼期盼地 看向陈阳 觉得像是他这种天才 应该不会不清楚 与森田家交好 能带来多大利益 自己已经主动退步 甚至下跪求饶 他没理由死咬着不放 否则跟疯狗有何区别 对此 陈阳摆摆手 你决定 并不想在森田南岛这种人身上 浪费太多时间 精力 同时在外人面前 给足林玉龙这个战神徒儿面子 好的 林玉龙点点头 示意马战往马田一眼 故多 马田吞咽吞咽喉咙 大概知道林玉龙想做什么 招手 叫来一名部下 对其说 把那些无关之人全部赶出去 是 部下照做 将所有拳击管会员 请了出去 他们也是无比配合 毕竟又是战神 又是战王的 不敢得罪 看到这番操作 森田南岛总觉得 有不好的预感 尤其看到林玉龙从台上跳下 朝自己这边走来 一股强烈的死亡预感 顿时笼罩森田南岛心头 赶紧开口 林战神 一亿 不 十亿 我愿意拿出十亿作为道歉 您觉得如何 见林玉龙丝毫没有动摇的意思 森田南岛顾不上太多 立马改口 一百亿 一百亿大下壁 只求您放我一条生路 眼看一百亿出口 林玉龙停住脚步 森田南岛来不及放松 便见他把手伸到了马田面前 马田心领神会 从身旁一名布下腰间 打开扣子 拔出手枪 再小心翼翼地放到林玉龙手上 慌了 森田南岛 这下彻底慌了 苦苦哀求 顾不上太多 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 头脑一热 慌不择路到三千六百亿 我愿意拿出我所有的身价 只求保住这条贱命 文言 林玉龙不露痕迹 一抹计谋得逞的笑容 转瞬即逝 师父 您银行卡号多少 六千五百四十三 陈阳念出银行卡号 麻溜的 打钱 子弹上膛 林玉龙将枪口 对在森田南岛眉心 森田南岛不自觉 变成斗鸡眼 林战神 您要我一下 拿出这三千六百亿吗 森田南岛为难道 怎么 拿不出来 那我只好 拿得出来 拿得出来 见林玉龙这手指 已是轻压扳机 森田南岛指的答应 授权让秘书 火速将自己名下股份 各种地皮 别墅房产 豪华跑车 全部变卖 然后把钱打进 陈阳的银行卡 呜呜呜 陈阳拿起手机一看 提示到账五百亿 下一秒 又到账一千亿 陈阳所持的银行卡 权限很高 出入账无上限 师父 一共到账多少 林玉龙剑时机差不多 回眸一眼 问 总计三千四百亿 陈阳念出 此言一出 在场百名特战兵 这脸色无不震惊 短短十分钟不到 净赚三千四百亿 世界首富来了 都得自探不如吧 偏偏这一刀宰的 还是樱花人 他们虽然一分钱没拿到 内心却是爽到不行 三千四百亿 跟你说的 怎么差了两百亿 林玉龙冷冷问 林战神 我这属于临时变卖股份 需要一下拿出大量资金 肯定没办法 按照最高点换算 森田南岛急忙解释 内心简直恨到不行 哪里想得到 转眼功夫 自己竟从千亿富豪 沦为平民 不 贱民 保住性命后 一笔勾销 别开玩笑了 等顺利回到樱花国 森田南岛会想尽一切办法 哪怕背负巨额欠款 也要让陈阳 林玉龙付出代价 只要有钱 有的是人愿意卖命 林玉龙是战神又如何 他的手再长 难不成还能伸到樱花国内 即便他真有这个本事 森田南岛还可以逃亡鹰派 寻求庇护 白白损失两个儿子 千亿资产蒸发 要他咽下这口气 抱歉 真烟不 砰 枪声冷不丁响起 看着自己被子弹打穿的肩膀 鲜血大量流出 将黑色西装染得更深 森田南岛一脸猛 百思不得其解地看着林玉龙 碰 接着 林玉龙又瞄准森田南岛 另外一只肩膀 扣下扳机 打穿 再然后 是双脚腕 膝盖 以及内脏 精准度把控堪称顶级 虽不致命 却能让森田南岛 从此沦为一个废人 后半身离不开床 只能躺着 下场比植物人好不了多少 你 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 森田南岛 在完全失去语言功能之前 绝望问 言而无信 不是你先违约的吗 我们达成的条件可是 你出三千六百亿买命 现在差了整整两百亿 况且 我只答应会留你一条命 何时承诺了 不费你 这怎么叫违约呢 林玉龙似笑非笑说 啊 森田南岛张开嘴 还想说些什么 才发现 自己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这会儿 除了闭眼睁眼这种单一动作 其他任何事 全做不了 这比杀他还难受 体会到 何为声不如死 双手接回 被林玉龙打光子弹的手枪 马田整个人颤抖的厉害 而在拳击馆外 别人或许会以为 那是鞭炮声 但 那些被特战兵 阻拦在外面的拳击馆会员 可不会那么想 不难猜到 里面发生了什么 张立元 张前程 二人几乎同时 虎屈一阵 很庆幸 自己被荡成垃圾扫地出门 从未像此刻 这般认为 被人是做垃圾 接着就被走上来的特战兵 从背后架起胳膊 拎小鸡般提起 双脚离地 瞬间慌了神 诶 等等 你 你们想干嘛 本文是使用戴舵小说下载器 Download all content 下载的 初遇才发现 徒儿们全是无敌大佬最新章节 夜火火 初遇才发现 徒儿们全是无敌大佬全文阅读 初遇才发现 徒儿们全是无敌大佬八 乐文小说网 第240章 地下霸主 黑龙 没问题 我会以最快速度赶到 说完 电话被对方挂断 马库斯退出电话卡 掰成两半 丢进水杯里 里面 还剩下半杯没喝完的矿泉水 稍微准备一下 出了门 给司机放半天假 自己一人开车 前往天堂酒店 进行赴约 这种事对普通人来讲都不光彩 更何况他这种级别 越少人知道 越好 打下 呜呜呜 陈阳刚从车上下来 便感受到手机在兜里震动 师父 我先进去了 关崖打开后车门 从醉仙楼打包的食物 还温温热 嗯 陈阳答应一声 拿出手机后 发现是一封来自海外的邮件 邮件内容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你又欠我一个人情 顺便配上一个酒坛子的表情 人情 陈阳可不记得 自己有求于那个嗜酒如命的家伙 并未在意 单纯觉得 他应当是喝醉了 在这跟自己发酒疯 不予理会 彻底删除掉邮件 对方再怎么说 都是全球杀手网络的头子 陈阳可不想被人抓到把柄 借题发挥 师傅 我简直爱死你了 辛苦一天 没想到回家以后 还能吃到这么美味的饭菜 叶青城嘴里塞得满满的 远远看去 跟个仓鼠似的 说起话来 含糊不清 又不是俏皮可爱 这一幕倘若拍下来 被媒体发到网上 估计叶青城在众人眼中的 霸道女总裁形象 会瞬间破灭 但粉丝量 百分之百会暴增 毕竟 好这一口的人 真不少 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陈阳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反插萌 可嗨嗨 眼见叶青城因为吃得太急 被呛到 关雅无语一眼 又没人跟你抢 怎么跟个饿死鬼一样 嘴上那么说 手上却是踢叶青城 轻抚着后背 今天从早忙到晚 根本顾不上吃饭 我一度以为要饿死了 叶青城端起一杯水 把梗在喉咙的食物顺下去 舒服不少 那么拼做什么 想赚钱 简单 你开口求我 态度好点 我立马让公司给你送几笔订单 关雅打句道 呸 我叶青城不吃接来之食 叶青城让关雅死了这条心 那你现在在干嘛 关雅反问 师父是例外 叶青城里不值气也撞 再说 咱们这些做徒弟的 哪个不是靠肯师父 才能大掌宏图 拥有如今的成就 也是 有关这一点上 关雅不存在相反意见 完全认同 算了 你快点吃 累一天赶紧休息 我先去泡个澡 关雅伸着懒腰走开 几步后 侧目一眼 看向陈阳这边 薄唇清起 美眸暗送秋波 只是 这话还来不及出口 就被陈阳打断 想都别想 关雅撇撇嘴 师父 您怎么就不能从了图呢 如果您不懂医术的话 那就好了 不懂医术 就好了 叶青城思考好半天 才理解关于这番话 想要表达的用意 忍不住抱粗口 我靠 关雅 你居然想给师父下药 我只是说说而已 想犯法吗 况且 你觉得以师父的医术 会看不穿那点小把戏吗 关雅反问 作为徒弟 我认为 七师灭祖是不对的 叶青城一脸真诚 劝说关雅放下屠刀 立一地成佛 关雅切了一声 不予理会 进入浴室 关门前 故意道 师父 门没锁 你要想进来的话 请随意 关雅 你这个浪蹄子 休想勾引师父 对比富山区内的有说有笑 刚刚抵达天堂酒店 从车上下来的马库斯 却是心情复杂到极点 他与地下时间 虽不是第一次合作 但 以往都是通过线上联系 线下属于头一次 不知为何 马库斯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怀疑自己是否引狼入室 担心对方会以此为把柄 留下证据 将自己打造成 他们在政界的傀儡 发言人 摇晃摇晃脑袋 压低冒言 马库斯清空杂念 知道胡思乱想 不具备任何意义 眼下 除了按照对方说的去做 他别无选择 这是 他必须面临的风险 杀手在他眼里 一直是丙双刃剑 用得好 提示音后 电梯门打开 深呼吸一口气 马库斯虔诚地在面前 画了个十字架 然后大步走出电梯 前往他事先预定 也可以说是他专属的 405号包厢 这个包厢被马库斯 按年租了下来 但凡事重要 不方便在大环境中交谈的事 他都会选在这里 奇怪 今天的天堂酒店 怎如此冷清 作为一家五星级酒店 马库斯一路走来 竟没见到一位客人 工作人员也是少得可怜 回过神 人已来到405号包厢门前 马库斯收起心思 事情发展到这种份上 后悔肯定是来不及的 默默安慰 对方和自己一样 都不想暴露在阳光之下 提前买通酒店 拒绝客人来往 动 动 动 敲响三声房门后 按下门把手 大步走入其中 只有一个人 一个女人 一个在马库斯看来 很不可思议的女人 你是黑龙 马库斯实在无法将这么个 看起来能给自己 当孙女的小丫头 与那位叱咋地下网络的 绝对霸主 黑龙联想到一块去 不错 我就是黑龙 很高兴见到你 马库斯先生 女人站起身 露出一抹公式化的笑容 这是十亿支票 马库斯从那一口袋 取出一张支票 放在桌上 尽可能推送到一个 离黑龙较近的位置 十亿 这点钱 恐怕不够 黑龙连看都不看一眼地说 我知道不够 所以我才会说 以后 我会替你们地下世界提供庇佑 只要不违反大原则 马库斯强调道 他坐在椅子上 避免被对方看出 自己因为恐惧 发抖的表现 他很清楚 自己在面对一个怎样的疯子 要换作其他人 听到大夏战神几个字 早已敬而远之 又岂敢暗杀对方 还是不够 黑龙摇头 那你想要多少 马库斯追问 一千万亿 黑龙疑问说 一千万亿 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马库斯严重怀疑 对方是故意 把自己叫到这个地方 细耍 寻开心的 过分吗 你要杀的人 可是我的失职 他们什么都知道 只是不想接受现实罢了 老底坐穿肯定逃不了 只不过 对象变成了自己 前往监狱的路上 张前诚只要找到机会 便会狠狠踢踹张立元一脚 或者给他一拳头 要不是被特战兵拦着 用枪呵斥 张前诚想杀他的心都有了 张立元全缩成一团 瑟瑟发抖 内心懊悔不已 只可惜 这世上没有后悔要 至于马战王马田的下场 不久之后 便被审判庭的人找上门 带走调查 有林玉龙背书 他们动起手来 可以无所顾忌 马田被带走时 那哀莫大于心死的淡定表现 陈阳看得很清楚 看在他以往创下的那些功绩上 相较森田难倒 林玉龙已经很给马田留颜面了 他要真的轻者自轻 又何惧调查 带到所有特战兵离场 陈阳又一对一 手把手指导了林玉龙两个小时 呼 林玉龙早已筋疲力竭 靠坐在擂台角落 大颗晶莹的汗珠缓缓缓流下 在下八肩汇聚 啪嗒滴落 注意到陈阳伸手 递到面前来的水杯 林玉龙微笑接下 谢谢师傅 快速打开瓶盖 仰头畅饮 姿态十分豪迈 这知道的 里面装的是淡盐水 不知道的 估计还以为是烈酒 师傅 通过刚才的交手 您觉得 拖着功力 有进步吗 林玉龙放下水杯 满心期待问 反应速度 力量 进攻思路 综合来看 比上次交战时 提升至少一倍 林玉龙认真问 陈阳认真答 他好了 轻拍胸口 林玉龙长松一口气 悬着的心 总算安稳落地 没有什么事 抵得到陈阳的认可 更令林玉龙心满意足 让他清楚知道 努力并未白费 是有收获的 话说回来 战神不都得镇守边关 抵御外敌吗 你待在这 没问题 陈阳问 师傅请放心 不是徒儿吹牛 如今的北墨 早已经非西比 给那些人一百个胆子 只要他们赶来 有一个算一个 全得死 林玉龙自信十足 随后 从他口中 陈阳得知 林玉龙按照自己 教他的那些方法 专门整合出一套训练方法 将整个天神军 打造成一把所向披靡的国之利剑 这些年 死在这把剑下的强敌 不计其数 早已将他们打服 打怕 留下巨大心理阴影 对于如此能干的徒儿 陈阳自然少不了夸奖 而且 看着林玉龙 那只差没把快夸我三个字 写在脸上的表现 陈阳想不夸 也不行 反正又不会少两块肉 还能增加师徒之情 何乐不为 外人倘若看见 堂堂大厦唯一女战神 居然因为陈阳的一两句夸奖 羞红翘脸 必定会惊掉下巴 登上国内外头版头条 标题 惊 原来大厦林战神 真的是女人 毕竟对外 林玉龙一直以强势 霸道 战立天花板 这称 小女人的一念 只在陈阳面前展现 独享 消息充足 汗水自然干 陈阳与林玉龙 一起离开拳击馆 坐上车 师父 接下来你要去哪 林玉龙问 南大 陈阳答道 要去南大的原因很简单 就在刚刚 将小雪给他发了一条 很奇怪的消息 说想见自己 有很重要的话要说 还非得当面说才行 这边前往南大路上的同时 东区 父亲那边 怎么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森田见人 来回在监狱中踱步 神色慌张 按照他的预估 这个时间 森田难倒 早该来接自己出狱了才对 该不会 是出什么事了吧 森田见人 表情变得难看起来 旋即 又笑容勉强地摇晃摇晃脑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有马战王亲自站台 能出什么事 下一秒 他果然看到马田现身 走入视野范围 只是 这笑容才提起到一半 瞬间凝固 消失 双眼不自觉被马田双手腕上 那一抹银色闪光 吸引去视线 挖空心思也想不明白 一带战王 怎会戴上银手铐 好好认识一下 你的新御友 赵孝将马田推入牢房 在正式审判之日到来前 马田由他的东区负责收监 行 御友 草点实在太多 以至于森田见人 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吐槽才好 等等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又或者抓错人了 他 他可是战王啊 森田见人抓住栏杆 一副癫狂模样 比马田本人 更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只因马田在此之前 是他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最大的希望 压根没想过 会和他成为御友 比起荣幸 更多的是绝望 甚至怀疑 这附近是不是藏了监控摄像机 有人计划整骨自己 拍成节目 然后上传到网上 博取点击率 如果可以的话 森田见人真希望是这样 放心 我们不会抓错人的 毕竟是战神大人 亲自下达的命令 赵孝一本正经道 只为彻底断绝 森田见人的希望 战神亲自下达的命令 怎 怎么会 森田见人后退术部 最后一个重心不稳 一屁股狠狠跌坐在地上 比起身下快衰裂开的疼痛 森田见人满脑子想着的都是 战神又为何会参与到这件事里来 有他什么事啊 大下战神 都那么闲的吗 赵孝收回目光 让负责看守的人扯到外面 顺便把监控器关了 扯大嗓门 恐怕某人会听不到 森田见人 一下灌入脑子里的东西太多 他暂时没反应过来 直至背后 猛然袭来一股刺骨寒意 明明没有窗户 然后便看见沙包大的拳头充满视野 碰 哄 鼻梁骨断裂 牙齿脱落 伴随鲜血横飞 整个人往后飞了出去 后背重重砸在墙上 你 你干嘛打我 森田见人捂着脸 却捂不住鲜血 从指缝间疯狂一出 你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你害了多少人 老子的仪式英明 全被你毁了 马田越说越气 快步向前 这拳脚如雨点般密集 不由分说 平平落在森田见人身上 森田见人只能如虫斑蜷缩在地上 双手死死抱住脑袋 叫嚷 冤有头 债有主 你哪有撒气算啥本事 臭小子 还敢嘴硬 你知不知道你得罪的人是谁 莫名其妙挨上这么一通暴打 森田见人这小脾气瞬间上头 外加马田自己作死 得罪上战神 如今已不再是 从前那个高高在上的战王 森田见人怒不可遏 回对道 我一直待在这鬼地方 一步也没离开过 我能得罪谁 你少把脏水往我身上泼 我不还手 那是看你年纪大 你别得寸进尺 当然 森田见人内心 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 别说马田现在的年纪 哪怕他在老上的十来岁 自己照样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纯粹涂个口舌之快罢了 臭小子 你还有理了 说着 马田又是狠狠一脚 踢踹在森田见人腹部 呜 哦 他本来肚子里就没东西 呃倒不行 十分虚弱 挨了马田这一脚后 面色俱变 惨白几分 吐出大口黄水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 我才会被战神拿住把柄 如果不是你 用不了几年 我便能成为战神 马田如今的身手 作战能力 确实比不了巅峰时期 但 带军打仗的本事 还是远超不少人 闻言 森田见人呵呵一笑 那您老可太高看我了 我自己几斤几两 我心里能有数 别说得罪 我连战神的面都没资格见好吗 他笃定 马田单纯 只是在迁怒自己 这口锅 坚决不备 不见棺材不落赖 把你送进监狱的那名年轻人 真实身份 是大下女战神 林玉龙的师父 马田几乎是以怒吼的方式 说出这番话 森田见人一听 顿时愣住 双眼瞪大如同龄 就那么凝视马田 内心是个什么想法 全写在脸上 严重怀疑 马田在跟自己开玩笑 可看对方的表情 又不像是在说笑 哪有开玩笑 把自己开到监狱里来的 他图啥 眼见马田再次举起拳头 森田见人连忙抬手 挡住脸 迟迟没感受到疼痛 试探心放下手臂 注意到马田一脸失望地转身离开 走到一个墙角 缓缓坐下 抬头仰望天花板 呆呆发乐 脸上是血不尽的忧伤 道不完的哀愁 他怎么能是战神的师父呢 森田见人依旧蜷缩着身体 双手抱住膝盖 小声嘟囊 回想起在最先楼时 曾见到几个来头不小的人 叫陈阳师父 当时森田见人并未当作一回事 觉得那些人再如何厉害 也厉害不过自己背后的森田家族 现在倒回去再看 要不是抬不起胳膊 浑身酸痛 森田见人恨不得自己给自己两巴掌 知道自己错了 错得离谱 千不该 万不该招惹陈阳 奈何这世上 不存在后悔药 哼 笑容充满自嘲 有样学样 蹲坐在墙角 抬头紧钉天花板 知道自己这辈子 大概率是没法离开这个地方了 这里是大厦 森田家族在樱花国影响力再如何庞大 也不可能赶在大厦的地盘上 公然挑衅战神权威 陈阳这边 在林玉龙精湛平稳的车机下 抵达南大 师父 我就不陪您进去了 徒儿有些私事需要处理 林玉龙歉意道 他当然想多陪在师父身边 奈何公务繁重 身居高位 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不下去做 那样迟早会丧失人心 嗯 路上小心 陈阳让林玉龙放心去忙他的事 不用顾及自己 好 师父再见 林玉龙一脚游门 扬长而去 带到跑车一个转弯 消失在视野范围后 陈阳转身 大步走进南大 阻拦 保安可没这勇气 清楚记得这张脸 就连南大知名的富二代 恶少刘小山 在他面前都只有跪地求饶的份 根本抬不起头 当时 保安还顺手打开一款制车软件 拍下照片 在得知陈阳开来的那辆跑车 驾至八位数后 内心对他更是净若神明 兰 哪里敢兰 全当没看见 丢工作 总比彻底在江城 乃至大厦混不下去要好 他们轻给狠 像是这种有钱有势的人 要想干掉 玩死自己 有的是法子 毕竟 命这个东西 有时候无价 有时候又明码标价 只要钱足够 有的是人愿意卖命 铤而走险 偏偏陈阳最不差的 就是钱 进到南大后 这地方 远比陈阳想象中 要大上不少 继续跟个无头苍蝇一样 四处乱撞 也不是个事 陈阳拿出手机 准备直接给江小雪打去电话 确认见面地址 小哥哥 你是哪个系的 方便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吗 台楼间 一个青春靓丽的女生 突然来到陈阳面前 撬脸娇红 主动拿出手机 想要添加她为好友 女生这一行为 立刻引来不少围观 热议 我靠 那不是金融系的细花 赵孟岚吗 她居然会主动找人 要联系方式 不怪她 这小子的颜值 连我巅峰时期 都不得不赞避风芒 谁曾想这一臂就是一辈子是吧 彭祥之人 眼神无语 他是哪个系的 咱们男大 竟有如此绝片 我说 你男朋友我还在旁边呢 能不能擦擦口水 见男友一脸忧悦 女友才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沉醉 花痴到无意间丢了大脸 赶紧擦干净 嘴角快滴落的口水 收敛不少 奇怪 按理来说 他真要是咱们男大的人 早该登上男神榜 碾压 稳站榜首才对 怎么可能现在才被人发现 转学生 十分纳闷 你们管他是谁 反正我要是他 肯定不会离赵孟岚那么近 否则 必定大火临头 这话怎么说 旁人一脸求之欲 刘小山那个恶霸 最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似乎放弃了江笑花 转而开始追求起赵孟岚了 还能为什么 人家江笑花压根瞧不上他 自知没戏 所以选了个难度稍微低点的下手 刘小山看上的女人 纳得却动不得 真要答应 估计第二天 就得被一群来历不明的地痞 打进医院 类似这种事 之前时有发生 坚实奠定了刘小山的恶手之名 刘小山 陈阳有些记忆 这个人曾对江小雪死缠烂打 跪着向自己保证 不会再纠缠他 听到旁人提到江笑花三个字 陈阳更加确信自己没记错 下一秒 刘小山那熟悉的无赖腔调 便从人群外传入他耳中 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 连老子内定的女人都敢染指 活腻歪了吗 这熟悉语气 腔调 许多人不用眼睛去看 也能第一时间确定他的身份 非刘小山莫属 不做迟疑 赶紧后退 为他让开一条专属通道 生怕晚一秒 会被对方记恨上 秋后报复 知道刘小山闻着未来了 赵孟岚二话不说 面色担忧 推丧陈阳离开 你赶紧走 趁他没记住你之前 陈阳不难看出 赵孟岚极力想要遮挡住自己的存在 跑到自己面前 因为不够高 正极力点起脚尖 身形摇摇晃晃 艰难保持平衡 换身衣服 说是在练习芭蕾舞都不违和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走啊 侧目一眼 见陈阳丝毫 没有要动身离开的意思 赵孟岚心急如焚 没事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陈阳让赵孟岚别担心 他已然确定 众人口中所谓的恶少刘小山 与他知道的那个刘小山 属于同一人 哟 这小子有个嚣张啊 居然说刘少不敢把他怎么样 难不成 他有什么天大的背景 狗屁背景 狐假虎威罢了 估计是仗着有几分姿色 巴结上某某富婆 自以为对方会替自己出头 也不打听打听 刘少在江城 一名十分看不惯陈阳的青年 听到有人说 陈阳有背景 立马跳出来阴阳怪气 只因陈阳有着他十分向往的璀璨人生 被细花倒追这种事 他连做梦都梦不到 除此之外 他还是众多暗恋赵孟岚的学弟之一 赵孟岚在年初迎新大会上 跳过一支独舞 一跃成为不少学弟学妹心目中的完美女神 视频被人发到网上 火了好一阵 全网点击量破亿 眼看着以往高不可攀 只可远观不可泄完的角色女神 如今竟主动讨好他男人 这种事 他如何能忍 碰 哄 只是 这话说到一半 情绪刚酝酿到位 一大堆想好的词还没来得及开口 后背突然袭来一股剧烈 青年来不及反应 人直停停倒下去 摔了个狗啃泥 门牙磕掉两颗 谁啊 找 当看清楚正好放下脚的罪魁祸首 居然是刘晓珊后 青年硬生生把话吞咽回去 陈阳这种无名小角色还好 他可没胆量 敢去挑战刘晓珊 身为恶少的绝对权威 一脸迷茫 我好心替你说话 你怎么恩将仇报 跪下 赶紧给陈爷磕头道歉 刘晓珊一副要把青年生吞活泼的气势 原计划找回场子 一雪前耻 重新巩固自己在南大的威望 起料 又撞见陈阳这个 为何要这般对待自己 笑话不行 换细花 结果细花又主动倒贴人家 以至于刘晓珊不禁胡思乱想 要不干脆找个男人算了 陈阳总不能男女通吃吧 陈爷 这两个字刚从刘晓珊嘴巴里脱口出 立马引得无数人倒吸一口凉气 原来 他真有天大的背景 而且这背景大道 连刘晓珊都得惧怕 心怀敬畏 尊称他一生陈爷 知道自己嘲讽错人 青年怕了 认错态度良好 赶紧按照刘晓珊说的跪在地上 一连磕了好几个头 对不起 是我狗眼看人爹 请您原谅 比起额头破皮 流出的血 青年更在意 陈阳能否原谅自己 殊不知 从头到尾 陈阳压根没看过他一眼 还不快滚 再敢出现在陈爷面前 丢人现眼 老子废了你 刘晓珊举起手 挥舞着拳头 怒目威胁 青年迅速爬起身 头也不回 脚底如抹油 逃得飞快 看到他此番表现 不少人暗暗感慨 这速度不具体效 可惜了 再次证明 恐惧真的可以 使人突破极限 吃瓜群众 还未从上一幕的 吃惊中缓过神 又见刘晓珊 像是变了一个人 走到陈阳面前 毫不犹豫地跪下 陈爷 误会 误会 我事前真不知道 赵小姐原来对您也有意 陈爷您放心 从今以后 和江小姐一样 我保证不会再出现在他身边 他恐怕陈阳不幸 专门举手发誓 看到曾经不可一世 有着恶少知名的刘晓珊 竟也有如此卑微 第三下四的一面 所有人大受震撼 很难想象 陈阳的背景 究竟得有多夸张 才能把刘晓珊逼成这样 感觉他在兄弟 甚至有可能会把刘晓珊 当场吓尿 同时 刘晓珊为何会突然转性 放弃追求江小雪 转而想要投入 赵孟兰温柔香的疑问 也得到了合理解释 没想到 江笑花已经名花有主了 羡慕 真心羡慕 我不求有他的背景 颜值能达到他的十分之一也行 这边建议你考虑一下整形 人生赢家 不过如此吧 坐拥笑花 又有细花倒追 恶少都得跪地求饶 叫他一生也 这不是人生赢家 什么才叫人生赢家 耳边声音嘈杂 赵孟兰一双秋水美眸 紧锁沉阳 一彩连连 仿佛发现新大落 他最近确实因为被刘晓珊纠缠上 很是头疼 所以才冒出 要不要改变未来的人生计划 提前找个男朋友 令他彻底死心的想法 恰逢此时 陈阳出现了 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给了赵孟兰一种 如沐春风的感觉 赵孟兰自认为 不是特别注重长相 直至当下 他恍然大悟 自己并非对颜值无感 而是没遇见陈阳 终于明白 为何有人会说 男女关系最开始 大多都是见色起义 毕竟 了解一个人的内心 需要时间慢慢相处 一点点磨合 等到赵孟兰 从那醉酒一般的状态中反应过来 鬼使神差的 对陈阳要起了联系方式 为什么 赵孟兰也说不清楚 或许是因为 潜意识不想这段关系 就此画上句点 接着 便有了之后的事 看着跪在面前的刘晓珊 陈阳摆摆手 多谢陈阳 多谢陈阳 刘晓珊如获特赦 似曾相食宴归来 脚底抹油 一溜烟跑没影 这速度 与先前那名青年学弟 无分伯众 随后 陈阳拿出手机 打开联系人名单 找到江小雪三个字 正当他准备按下拨出键时 赵孟兰抢先一步开口 你是来找小雪的对吧 哦 陈阳顿时来了兴趣 反问 你认识他 不仅认识 而且非常熟 赵孟兰点点头 好 那就麻烦你替我带路了 陈阳放下手机 既然人家有此好意 再加上又和江小雪之间很熟 没理由拒绝 也是随后 陈阳才从赵孟兰口中得知 原来 他和江小雪 和住在一个寝室 两人从高中起 就认识了 属于十分要好的闺蜜 路上 赵孟兰双手紧紧抓住一板 时不时看一眼陈阳 几次欲言又止 把陈阳都有些看着急了 半分钟后 赵孟兰终于下定决心 粉纯亲起 方便问一下 你和小雪之间是什么关系吗 陈阳稍作思考 回答道 因为一些机缘巧合 认识没两天的朋友 他不确定 用朋友两个字 来形容自己与江小雪之间的关系 是否合适 原来如此 赵孟兰这胸口 一下没那么闷了 为什么 他暂时也弄不明白 不多时 二人来到一栋宿舍楼前 和其他宿舍不同 这里需要支付的费用更高 当然 环境 生活质量方面 相较之下也会更好 不仅空间足够宽敞 热水器 空调 冰箱 电视等智能产品 一应俱全 完全可以对标外面的精装住房 因此 很多人会选择合租 三室一厅的户型 完全够分 无需担心 私生活会被他人影响 这边有电梯 赵孟兰邀请陈阳 进入宿舍楼 陈阳答应一声 紧跟上 进入电梯 在电梯门关闭后 赵孟兰伸手按下 前往六楼的按键 感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会比以前更引人注目 赵孟兰寻找着话题 问 你是演员 或者模特吗 他以前对娱乐圈 丝毫不感兴趣 倘若陈阳真是演员的话 赵孟兰很乐意成为 他的忠实粉丝 不是 陈阳摇头否定 苦笑道 现在的话 我算无业游名 这 这样 抱歉 赵孟兰每谋一按 没想到随口一句话 会刺激到陈阳的痛处 接人伤疤 他不知道的是 陈阳虽然没工作 但他有徒弟 很多徒弟 而且全员大佬 没事 陈阳让赵孟兰 别放在心上 叮 赵孟兰还想说 可以让家里人 替陈阳介绍几份不错的工作 恰巧此时 电梯门打开 赵孟兰值得把到嘴边的话 吞咽回去 强行度过这个 令人尴尬的话题 带着陈阳来到603号门前 一摸口袋 才发现自己没带钥匙 咚 咚 咚 没办法 只能抬起手 用纸截扣响防门 拖鞋踩地声响起 人还离得很远 少女稚嫩 软萌的声音现一步传出 谁啊 瞧瞧 我忘带钥匙了 帮我开下门 赵孟兰回应道 瞧瞧 陈阳猜测 应当是赵孟兰 江小雪的另外一位室友 三室一厅 三个人 很合理 来了 确认来人身份后 苏乔乔脚步声明显加快 伴随门锁转动声响起 房门被打开 梦 话音戛然而止 苏乔乔的目光 快速从赵孟兰身上 转到陈阳这边 四目相对间 气氛说不出的尴尬 主要是因为苏乔乔此刻的打扮 上身一件短小的露度白色T恤 胸口有个卡通熊头 颇有肉感 却不带坠肉的小腹 大半暴露在空气当中 下半身 更是令人血脉喷张 只穿着一条纯白内裤 微胖身姿 被陈阳禁收眼底 放在互联网上 妥妥微胖女神 天花板几遍 啊 陈阳眼急手快 抢在苏乔乔叫出来之前 一步向前 捂住他的嘴 你冷几点 我不是坏人 听懂的话 你就点点头 苏乔乔一副 担惊受怕的表情 却还是按照陈阳所说 点了点脑袋 陈阳这才放下手 退后几步 苏乔乔则头也不回地 跑回房间 对不起 我忘记那丫头 在家里比较随性 给你添麻烦了 赵孟兰连忙鞠躬道歉 毕竟这里是女生宿舍 平时根本不会有男生进来 或者说 本就不被允许进入 至于陈阳 为何能进来 大概是因为 宿管阿姨光顾着欣赏男色 完全忘记了那回事 没事 真要说起来 陈阳并不认为 自己有任何损失 反倒转了 先进门吧 赵孟兰不想引起更多麻烦 打开鞋柜 替陈阳找出一双新拖鞋 陈阳换上拖鞋 进屋 房间内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很整洁 你要喝什么 有素容咖啡 茶 赵孟兰走到饮水机旁 问 水就行 跟着 陈阳注意到 穿上一条宽松牛仔裤的苏乔乔 正将房门打开一道拳头大小的缝隙 暗中观察自己 笑而不语 反观苏乔乔这边 上下打量陈阳一眼后 说不出的经验 刚才光顾着紧张 以至于无视了陈阳这张脸 现在冷静下来后 再看陈阳 单给苏乔乔的感觉 比男大男神榜上那些家伙 扬眼太多太多 这才是真正的男神 不过 比起这个 苏乔乔更好奇 陈阳的身份 看一眼将水杯 递送到陈阳面前的赵孟兰 他才想到 该不会是孟兰姐的男朋友吧 他居然有男朋友了 看看陈阳 再看看赵孟兰 苏乔乔必须承认 两人站在一起 的确很有福气象 门当户对先不论 起码颜值对得上 孟兰姐居然率先做了叛徒 说好一起单身到毕业呢 撇撇嘴 嘴上那么说 又发自内心 替赵孟兰感到高兴 呼 深吸一口气 苏乔乔大步推开房门 走了出去 眼神忧怨道 孟兰姐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交男朋友那么大的事 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们一声 突然领回家 吓我一跳 男朋友 起初 赵孟兰还一脸疑惑 等到反应过来后 这双甲立马当开一抹醉人的红韵 连忙摇头摆手 解释道 乔乔 你别误会 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 我们刚刚才认识 他 他是来找小雪的 对 没错 他是来找小雪的 来找小雪姐的 苏乔乔短暂沉默后 眼前一亮 神色激动道 你是小雪姐 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野男人 野男人 陈阳只觉得新鲜 还是头一次被人如此称呼 不知道的 估计还以为 自己是江小雪的偷情对象呢 郑主自然非苏乔乔莫属 乔乔 不得无礼 听到苏乔乔称呼陈阳为野男人 赵孟岚展示出身为姐姐的威严 陈阳替赵孟岚 踢开了刘小山那块狗皮膏药 怎么说都是他的恩人 赵孟岚肯定不能袖手旁观 对不起 见赵孟岚似乎真的生气了 苏乔乔立刻道歉 我说回刚才的话 所以 你就是小雪姐 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帅男人吧 不改俏皮 乔乔 你从刚才开始 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赵孟岚柳眉紧锁 孟岚姐 你不是也发现了吗 最近小雪姐状态一直不对劲 整天魂不守舍的 听苏乔乔一提 赵孟岚回想起 的确有那么一回事 但这跟陈阳有何关联 对此 苏乔乔进一步说明 我先前无意间注意到 小雪姐经常会一个人盯着手机 时而发呆 时而傻笑 时而叹息 然后呢 赵孟岚不得不承认 被勾起了好奇心 追问道 我发现 被著名叫陈神医 然后我趁小雪姐不注意 拿她的手机 给对方发了条短信 说要见她 向赵孟岚解释清楚来龙去脉后 苏乔乔质问起陈阳 说 你接近小雪姐 想对她干什么 经她鉴定 一旦跟神医两个字沾上关系 妥妥骗子没跑 世界上根本没有神医 再结合陈阳优越的外形条件 苏乔乔更担心了 怕到最后 将小雪会财色皆失 被她这么一说 陈阳豁然开朗 难怪短信内容怎么看 江小雪上当受骗 想把自己叫过来当面对质 别误会 我和她之间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硬要说的话 大概就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 陈阳实话实说 病人 小雪姐生病了 苏乔乔神色紧张问 不 她很健康 之后 陈阳一五一时说出 关于在商场 与江小雪相识的那些事 要问苏乔乔听后 内心是个什么感受 从她脸上 依旧浓郁的怀疑 警惕之色 陈阳知道 自己还是没能摆脱骗子头衔 叹息 看样子 不露两手 是不行了 没看错 你最近便利情况很严重吧 陈阳开门见上山问 这点小毛病 光凭望闻问窃里的一个望子 他便能轻松看破 苏乔乔听后 当场一正 你 你怎么会知道 扭头 看向赵孟兰 确认问 孟兰姐 你告诉她的 谁会无聊到 把这种事拿出来说啊 赵孟兰翻了翻白眼 无语道 苏乔乔想想也是 跟着 陈阳取出随身针包 抬手一抹 在桌上展开 银针 针灸 没看过猪跑 难道还没吃过猪肉吗 古一银针 苏乔乔还是知道的 陈阳粘起一根银针 拇指压在中指上 一弹 秀 银针精准刺入苏乔乔小腹 不到五分之一 你 你想怎样 苏乔乔瞬间慌了神 想着陈阳该不会是被自己识破阴谋 想杀人灭口吧 不过 这银针明明刺进去那么多 居然感受不到一点疼痛 反而有一股暖意在其中释放 很舒服 陈阳并未开口 继续弹射银针 直到第五根银针没入 苏乔乔面色惊变 只听突的一声 尴尬到面红耳赤 此时此刻 他满脑子想着的都是 找个地缝钻进去 太羞耻了 加紧双腿 对陈阳说 你 你快把我把这些银针拔了 快 我 我要忍不住了 陈阳照做 手一挥 五根银针魔术般 被他瞬间拔出 也没看清 然后便见苏乔乔脚脚下生风 快速跑进厕所 几分钟后 双手摸摸平坦不少的小腹 苏乔乔站在厕所门前 一脸惬意 快不来到陈阳面前 双手牵起他的手 毫不掩饰内心崇拜 与歉意 对不起 我刚才声音有点大 你确实是神医 困扰苏乔乔好几天 各种方法事变 都未能解决的问题 乃曾想 陈阳简简单单用五根银针一扎 就迎刃而解 平时注意饮食 少吃昏腥油腻 不然以你的肠胃 很快又会发生这种事 陈阳一边擦着银针 一根根放回针包 一边提醒着苏乔乔 那下次 可不可以再麻烦陈神医 替我治疗 拜托拜托 苏乔乔坐在陈阳旁边 挽住他的胳膊 将身子贴了上去 眼神楚楚可怜 治疗费的是不用担心 别看我这样 我自认为在南大 财力能排进前世 小有得意 苏乔乔是个还没进入社会 参加过工作的在校大学生不假 但架不住他命好 有个不仅宠溺自己 还非常擅长赚钱的姐姐 这张卡里有两万块 密码六个零 多的就当做是下次的诊费 不够我再补 看着苏乔乔放在自己面前的银行卡 再回想一下 黑山监狱时 无数身家万亿的富豪 拿着几百亿 几千亿 来求自己给他们续命的卑微场景 陈阳淡淡一笑 收下银行卡 那我就不客气了 苍蝇腿虽小 却也是肉 看在江小雪的面子上 陈阳给苏乔乔开了个药方 让他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 连续吃半个月 便能彻底调理好肠胃 啊 中药 一定很苦吧 我对苦味超级敏感 苏乔乔表情难受 看着那些药材名字 嘴里仿佛已经能提前品尝到苦味 要么忌口 要么吃苦 你自己选 陈阳把选择权交给苏乔乔 最终 在肠痛与短痛之间 苏乔乔选择了后者 肠痛不如短痛 要他忌口 蹲蹲水煮小白菜 不如直接杀了他 他的医术 好强 赵孟兰惊讶之余 回想起把陈阳带到家里来的目的 忙没帮到 反而又欠了他一笔人情 于是主动问起苏乔乔 对了 小雪他人呢 小雪姐啊 他去参加某个教授的讲座去了 听说那人来头不小 是啥国 苏乔乔一时想不起来 随口道 国之胜手 反正小雪姐很崇拜他的样子 你说的是国一胜手吧 赵孟兰笑道 小雪是学医的 会崇拜他们很正常 毕竟国一胜手代表的 可是咱们大下的医术巅峰 没有之一 哪怕赵孟雪一个不学医的人 再听到国一胜手四个字 也是忍不住肃然起敬 之后 苏乔乔又换一身衣服 短袖搭配半身裙 青春活泼 风格保守不少 没再露个肚子 从房间里出来 对陈阳说 我带你去找小雪姐 想必这会儿 讲座差不多也快结束了 既然误会已经解除 没必要再去打扰他 陈阳原本是这么想的 奈何苏乔乔又说 既然是我单方面误会 冤枉了陈神医 你又替我解决 总觉得便秘两个字 挂在嘴边不够文雅 破坏形象 苏乔乔及时打住 玩的就是个只可依会 不可言传 继续道 总之 这眼看着也快到饭点了 我请你们吃顿大餐 当做道歉和感谢 很合理吧 盛情难却 陈阳只好答应 三人离开寝室楼 朝场馆方向走去 人生中 能听到国一胜手 这种级别的人 分享经验的机会 并不多 好不容易把人请来一次 肯定得选在 南大最大的场馆内 方便更多人入场 避免看热闹的太多 反倒让真心求学的人 丧失机会 陈阳早在听到 苏乔乔说 启国之胜手四个字时 便已经断定 来到南大的 那名国一胜手 非正天人莫属 先前分别时 他曾提过这件事 我靠 那小子什么来头 怎么金融系 文学系两大计划 全在他左右 这就惊讶了 如果我告诉你 还是赵女神主动倒贴 你该如何应对 细花主动倒贴 尼玛 人比人 比死人 他这么做 不怕被人找麻烦 最近 刘晓珊不是在追求赵孟兰吗 刘晓珊 刚才在他面前 连挑狗都不如 最后闹到下跪求饶才作罢 别说了 听你们这么一说 我更羡慕了 对此 陈阳早有预料 以苏乔乔 赵孟兰的姿色来讲 别说自己 换成任何一个男人 和他们走在一起 都会引起热议 但 令陈阳有些没想到的是 苏乔乔居然是文学系 这画风 属实不符 过于活泼可爱 陈阳必须承认 自己对于文学系 存在刻板印象 苏乔乔 你几个意思 苏乔乔正和陈阳有说有笑呢 听到面前传来的声音 这脸色 当即满了下来 笑容消失 心里大无语 怎么偏偏挑在这种时候 身为细花 怎么可能少得了追求者 拦在面前这人 便是苏乔乔的 众多追求者之一 王烈 此时 他正穿着一身柔道服 表情凶神恶煞 死丁陈阳 尤其看到 苏乔乔在陈阳身边 露出连自己都没见到过的 灿烂笑容后 王烈的眼神 更是恨不得将陈阳生吞活泼了 路人们见到这一幕 看热闹不嫌失大的议论起来 王烈 我就知道 他肯定会来 每次只要有男生敢接近苏女神 必定会被他找上门 听说王烈上个月 已经突破柔道五段了 实力非同小可 我有预感 这小子要倒大霉了 活该 有赵女神 一个就算了 居然左拥右抱 连苏女神都不放过 左拥右抱 陈阳不解 自己何时左拥右抱了 臭小子 敢不敢跟我一对一单挑 谁输了 谁就永远从乔乔身边消失 听到王烈向自己发起挑战 陈阳眉头皱得更紧 王烈 你不要在这胡搅蛮缠 陈阳可是苏乔乔的大恩人 他自然得站出来 说话才行 陈神医 我们走 不要管他 站住 王烈则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态度 你今天不跟我打 也得跟我打 怎么 怕了 怕了就乖乖滚蛋 像你这种懦夫 根本没资格待在 陈阳一瞬间从机密开外 出现在王烈面前 好似鬼魅瞬移 吓得王烈说到一半的话 哑言 陈阳居高灵下 用眼神审视着他 释放一缕杀伐气势 淡淡从嘴里吐出一个字 滚 话音虽轻 却让王烈如坠冰枯 寒冷彻骨 面带恐惧 灯灯倒退出去术步 然后一屁股狠狠摔坐在地上 双腿颤抖的厉害 无力起身 这一幕 属实令在场中人没想到 身为武断柔道高手的王烈 竟然被陈阳一个眼神 一个字 吓得再起不能 半个字不敢反驳 我们走吧 陈阳回头对苏乔乔 赵孟兰说 好 苏乔乔立刻答应 跟上 赵孟兰紧随其后 看一眼倒在地上 被陈阳吓得魂不守舍的王烈 毫不同情 王烈跟快狗皮高耀似的 缠在苏乔乔身边 也不是一天两天 赵孟兰和江小雪 没少听他抱怨 委屈到都快哭了 另外一方面 王烈想找陈阳麻烦的行为 在赵孟兰内心 已是被彻底拉黑 妈的 看着陈阳与二女 逐渐走远的背影 王烈越想 这心中怒火烧得越猛烈 何曾受过这等委屈 强咬牙 从地上爬起身 老子让你站住 碰 哄 感受着身体腾空 犹如一只破拉鸡蛋 倒飞出去 王烈当场猛逼 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他只记得 自己大步跑到陈阳背后 想对他出手 然后就这样了 旁人清楚瞥见 陈阳抬起的脚 刚落地 十分肯定 是他一脚 把王烈踢飞七八米远 这小子 是怪物吗 一脚把人踢那么远 得多大力气才能办到 有言 有背景 实力还强 难怪两大戏花卉 对他倾心 确实 我一个男人 感觉都有点莫名心动 文言 身旁好友赶紧后撤半步 拉开距离 眼神警惕 双手护在身前 王烈胸口疼痛加剧 几次挣扎起身 结果均一失败到终 只能眼睁睁看着陈阳 苏乔乔 赵孟兰三人渐行渐远 没想到 你不仅一数高超 还会武功 老实说 当看到王烈突然冲上来 想对陈阳出手时 苏乔乔被吓了一跳 觉得完了 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论武立直 陈阳比柔道武断的王烈更强 不 应当说碾压 很难不心动 于是 大胆上前 怀抱陈阳的手臂 深埋胸口 倾抬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韩晴默默问 陈神医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陈阳摇头 那你看 我怎么样 苏乔乔一脸期待 表情看着一本正经 不像是在开玩笑 这态度 已经不能说暗示 而是明示 赵孟岚一正 猛然反应过来 开口道 乔乔 那么多人看着呢 你不要乱开玩笑 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啊 孟岚姐 平心而论 像陈神医这种 要脸蛋有脸蛋 要身材有身材 要医术有医术 还会强大武功的男人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好吗 错过这个村 只怕以后很难再有这个点 苏乔乔认真问 难道 孟岚姐你觉得 陈神医配不上我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赵孟岚双手伸出 快步上前 轻轻揪起苏乔乔那软弱的双颊 你倒是自信 要说也是你配不上陈神医 怎么反倒 成他配不上你了 孟岚姐 我 我开玩笑的 苏乔乔咧着嘴 含糊不清的解释 赵孟岚轻哼一声 这才松手放过苏乔乔 苏乔乔双手揉搓着脸蛋 好似小猫洗脸 看看陈阳 又看看赵孟岚 脑海中忽然产生一个大胆想法 露出一抹坏笑 孟岚姐 我说要当陈神医的女朋友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该不会是喜欢上陈神医了吧 赵孟岚停住脚步 身体绷紧 深埋下脑袋 不敢抬起 即使不照镜子 她大概也能想象得到 自己此刻会是何种表情 加快脚步走到最前面 讲座应该要结束了 我们最好快点 免得错过小雪 耽误时间 苏乔乔刚才那番话 更多只是玩笑 哪曾想 赵孟岚竟然不打自招了 苏乔乔虽然母胎单身到现在 没谈过恋爱 但谈情说爱的电视剧 她可没少看 赵孟岚此时展现出来的态度 和苏乔乔在电视剧里 看到的女主表现 不能说像 而是一模一样 孟岚姐说的是 陈神医 我们快点走吧 这地方还蛮大的 真要错过 又得绕不少时间 苏乔乔没有继续先前的话题 免得赵孟岚羞涩倒跑没硬 作为好闺蜜 既然知道赵孟岚对陈阳有好感 她肯定要尽最大努力 促成这段姻缘 而不是落井下石 让赵孟岚难堪 三人前往场馆路上 王烈已然被几个文讯赶来的 柔道社学弟 搀扶回柔道社 疼痛相较之前 缓和了不少 只是 不服这点东西 还是容易站不稳 那个可恶的家伙 乔文元 还让我当众丢脸 咱俩没完 没完 这一口怒气上来 在一吼 胸口反而更疼 五官凝成一团 赶忙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问站在一旁的学弟 师父呢 他在叫其他师兄师弟训练 学弟回答道 去 请师父过来 就说我让人打伤了 很严重 好 我马上去 见学弟大步离开 王烈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 臭小子 哪怕你再厉害 终究的被我踩在脚底下 你恐怕不知道 我师父可是今年 全国柔道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 周博豪 王烈相信 光这个名号说出口 就能吓得陈阳跪地求饶 先前他是想说的 奈何没机会 王烈一点不担心 报不了仇 即便周博豪这个全国柔道大赛 一等奖的拥有者 敌不过陈阳 在周博豪背后 还有着樱花国柔道界的传奇人物 古屋青剑 底气十足 另一边 学弟已然找到周博豪 将王烈被人打成重伤的消息 一五一十 全部告诉他 什么 全有这种事 周博豪听后 顿时火冒三丈 正好先前因为惹错人 白白搭进去五百万 裴干净底裤这件事 让他怨气十足 想着可以借此机会 好好发泄发泄 既能提升自己 在学生之间的威名 又能发泄怒火 一举两得 何乐不为 师父 远远见周博豪出现 王烈立马强忍着疼痛起身 迎接到 不舒服的话 就坐下吧 周博豪开口 谢谢师父 王烈并未逞强 坐回椅子上 说说看 是谁那么大的胆子 连我周博豪的学生都感动 见周博豪大怒 王烈心生感动 将与陈阳之间的事 经过一番艺术加工 疯狂添油加醋后 讲出 确实可恨 你放心 这笔账 我替你逃 周博豪手落在王烈肩膀上 向他保证道 师父 王烈眼中 隐隐可见泪光闪烁 由此师父 人生足矣 无憾 熟练的拿出一张银行卡 交给周博豪 师父 这张卡里有十万块 算我孝敬你的 好 既然你有这个心 那我也不跟你客气 这十万块 刚好解了周博豪的燃眉之急 决定更正一下先前的话 不是一箭双雕 而是一箭三雕 即刻动身 准备去找打伤王烈的人 令他付出双倍代价 对此 王烈早有准备 第一时间让自己的小跟班 跟在陈阳 赵孟兰几人身后 随时汇报情况 避免他们逃跑 突出一个稳件 文华场馆 看来刚刚才结束 我们来得正好 看着人潮从台阶上涌下 苏乔乔拿出手机 打开联系人名单 准备给江小雪打电话 不用 他人已经出来了 赵孟兰按住苏乔乔的手 实意道 苏乔乔追寻着赵孟兰的视线看去 果然在人群中找到江小雪 哪怕站在几百人里 也是一眼就能发现 清新脱俗的气质 宛若鹤立鸡群 不过此时 他并未因为接受了 国一胜手的知识熏陶 笑容满面 原因主要出在身边 那个眼镜男身上 他用时只推了推眼镜笔桥 拼命邀功 小雪 这次为了站到最佳位子 我找了不少关系 你看 晚上能不能跟我一起吃个饭 我预定了一家 很不错的二星酒店 不了 乔学长 我晚上还要复习 刚才记录的那些笔记 江小雪婉拒到 他之所以会接受乔文亮的好意 一方面是想更清楚 听到正天人的讲课内容 避免遗漏重要细节 另一方面则是认为 乔文亮真心想跟自己 一起学习交流 精进医术 成为国家栋梁 眼下看来 他满脑子想着的事情 与其他意图 接近自己的人 并无二致 小雪 笔记永远在那 又不会长脚跑掉 明天复习也不迟 你 乔学长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下次再聊 江小雪微微躬身 转身离开 看着江小雪略过的身影 乔文亮脑海中浮现出 各种讨价还价 花一万块从黄牛那买下 两个一排座位的努力画面 以及费心竭力 维持长达几个月的人设 如今一万块砸下去 结果只换来一句 不痛不痒的谢谢 不 他不接受 江小雪 乔文亮伸出手 抓住江小雪的肩膀 五指用力 你非要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江小雪感受到疼痛 没心复在一起 你弄疼我了 放开 请自重 他没想到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乔文亮居然连眼都懒得眼了 江小雪 你应该知道 以我在南大的能量 想让你身败名裂 有多简单吧 乔文亮低声威胁 文言 江小雪不禁回想起 之前南大关于乔文亮的传闻 有女生因为拒绝乔文亮的追求 之后被一神秘人 爆出大量黑料席卷论坛 尽管这些黑料 大多属于凭空捏造 但最后 还是因为影响太大 轻易损毁 被迫退学 一个可以说巧合 但这种是接二连三发生 全部和乔文亮有关 实在让人无法不去联想 再加上乔文亮 有个在南大位高权重的舅舅 即使真相大白 他总能全身而退 想到这 不安敢涌上江小雪心头 正值他万般无助时 一道熟悉 令人充满安全感的伟案背影 突然出现 哦 你有多大能量 乔文亮心中一惊 毫无察觉 陈阳是何时出现的 旋即 一抹疼痛自手腕传递上来 陈阳的五指 好似老虎前一般 力量不断增加 无穷无尽 令乔文亮的眉头 皱得越来越紧 有多痛苦 全写在脸上 感觉再这样下去 自己这骨头 非得被陈阳捏碎不可 放开 几次尝试 见无法挣脱 乔文亮以命令式的口吻说 想不明白 陈阳明明外形 与自己看起来差不多 这力气 怎会如此恐怖 难不成是天生神力 陈阳无视乔文亮的话 扭头关心起 江小雪的情况 问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多亏有名在 江小雪轻摇头 看看陈阳 再看看江小雪 此刻面对他 与面对自己时 一个天 一个地的态度 乔文亮顿时有肿头顶 青青大草原的既视感 尽管他与江小雪之间 没半毛钱关系 先前虽仗着舅舅 不惧刘小山的权势 敢与江小雪之间走动 却一直打的是知己牌 并未有任何实质性关系进展 在得知刘小山放弃江小雪后 加上国一胜手 要来南大讲课 传授经验 乔文亮这才下定决心 要乘胜追击 拉近与江小雪之间的关系 乃曾想 顿时火冒三丈 贬低道 整天在我面前装青膏 原来在外面早就有拼头了 江小雪 你藏得够深啊 表 哎 此这个字没来得及说出 乔文亮眼前忽然一阵天旋地转 被陈阳直接从十几层台阶轻轻一甩手 当作垃圾丢了下去 右手当场脱臼 脸着地 鼻梁骨断裂 牙齿脱落七八颗 脸皮刮蹭掉几块 露出鲜红血肉 严重颇响 啊 啊 疼 好疼 乔文亮躺在地上 疯狂叫喊 那惨烈模样 别说他了 路人看着 也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仿佛能与其感同身受 同情 就乔文亮以往那些仗势欺人的行为 以及南大内关于他的各种负面传闻 他们实在同情不起来 陈阳仗义出手的行为 反倒收割了一大票小迷妹 陈神医也太帅 太霸道了 苏乔乔一脸花痴与崇拜 凑近同样表情看痴的赵梦兰 故意用手肘撞了撞他 已经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说 梦兰姐 像陈神医这种完美男神 追求者肯定不会少 你可得把握住机会 乔乔 你瞎说什么呢 我对陈神医只有敬佩 赵梦兰言不由心说 苏乔乔则假装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双手抬起 抱住后脑勺 侧目一样 行吧 既然梦兰姐你对陈神医没想法 那我就倒追他了 赵梦兰低垂下脑袋 从他额前垂落的那几缕秀发 苏乔乔清楚看到 他嘴唇紧敏 十分紧张 一对美眸 微微发颤 作为好姐妹 我有喜欢的男人 梦兰姐你助攻一下 不过分吧 见赵梦兰深吸一口气 调整起心态 苏乔乔唇角青阳 本以为能用激将法 让他表明真实想法 谁曾想 四目相对间 赵梦兰却一改态度 无比认真的问 你真心喜欢陈神医吗 如果是 我可以帮你 苏乔乔表情一正 显然没料到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 梦兰 乔乔 你们怎么在这 这时 江小雪的声音自身旁传出 就了苏乔乔一命 他赶忙岔开话题 三言两语 向江小雪解释清楚 来龙去脉 你这丫头 下次不许这样了 江小雪听后 手指点在苏乔乔额头上 轻轻一推 他毕竟是出于对自己的担心 才做出这种傻事 而且也道歉了 江小雪又怎好埋怨他呢 保证没有下次 苏乔乔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说 不过 这话又说回来 那家伙该怎么处理 苏乔乔看一眼躺在地上 依旧哇哇大叫个 不停的乔文亮 知道 以他牙子必报的性格 肯定不会放过陈阳 赵孟兰苦口婆心 劝说起陈阳 陈神医 你赶紧走吧 先到外省躲躲 等风波平息后再回来 乔文亮的舅舅 哪怕能量再大 主要局限在南大内 出了南大 便层层地减 所以在赵孟兰看来 让陈阳逃去外省避风头 是眼下最稳妥的选择 跑 你哪也别想跑 青年呵斥声传来的瞬间 赵孟兰抬手无脸 只觉得头疼 怎么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路人们纷纷转身看去 他们身穿专用服装 白衣白裤 配上代表不同等级的腰带 非常容易辨认 柔道社的人怎么来了 比起这个 我更好奇 王烈不是才晋升为 柔道武端选手吗 为何会坐在轮椅上 还能为啥 你不知道王烈在追求苏乔乔 该不会 众人目光刷的一下 聚焦到陈阳身上 不难肯定 是他将王烈打伤到坐轮椅 王烈此行 必然是想要找回场子 等等 那个人不是柔道社的主教练吗 有人注意到周伯豪的存在 今年柔道全国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 学生被人打成重伤 他这个当教练的肯定得出面 不然脸面王哪放 周伯豪 听人提起这三个字 躺在地上的乔文亮艰难一翻身 看去视线 再三确认 果然是周伯豪本人没错 乔文亮心中一阵暗喜 这下不用拜托舅舅出面 也能借刀杀人 借周伯豪这把刀 狠狠教训陈阳一顿 暗讽 你招惹谁不好 要去招惹柔道社的人 喜欢做死 这下谁来都救不了你 做好要看热闹的心理准备 陈神一 你快跑 这里我们给你挡着 眼见王烈带着十几名柔道社成员 气势汹汹杀盗 想要找陈阳的麻烦 苏乔乔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张开双臂 将陈阳死死户在身后 让他赶紧离开 腿脚快点的话 说不定可以逃走 他知道陈阳功夫很高 但俗话说得好 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是几十之手 苏乔乔可不想自己的恩人被打伤 住进医院 师父 就是那小子把我打成这个样子的 坐在轮椅上 王烈话刚说一半 眼旁一道身影急速掠过 他看得很清楚 那人是周伯豪 没想到师父居然如此着急 为我报仇 王烈正感动 却见周伯豪一个无比流畅的华柜 抵达陈阳面前 再重重一颗头 喊道 大人饶命 全场愕然 周伯豪这一柜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换成一个普通人 那还好 但在场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知晓 他周伯豪是今年大夏全国柔道大赛 一等奖的获得者 柔道奢花重金聘请来的高级柔道教练 乃是王烈的大考山 这么厉害一个人 还未交手 直接向陈阳下跪求饶 属实令人不解 困惑 陈阳到底是江湖上的哪位人物 怎会有如此之大的能量 王烈笑容消失 实话当场 异常不解 周伯豪这人 到底是在搞什么费劫 王烈请他来 是为了找回场子 而不是让他替自己丢脸 周伯豪此刻 压根不在乎王烈的想法 一心想着 要求的陈阳的原谅 先前在富山居 目睹陈阳宛如杀神 战神 疯狂屠杀数百名精英忍者的画面 如今仍然历历在目 记忆犹新 每天晚上都会梦到 然后被惊醒 吓得一身冷汗 来时哪里想得到 王烈招惹上的人 竟会是陈阳 要早知道的话 哪怕打死他 把刀架在周伯豪的脖子上 他也万万不可能答应 只会一拳打在王烈脸上 恶狠狠告诉他 你想找死没关系 别他妈带上我 内心暗暗下定决心 等会要打断王烈一条胳膊 一条腿 以此泄愤 记得我上次说过什么吗 陈阳冷冷问 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陈阳的话 在周伯豪脑海里 清晰回响 周伯豪话音颤抖 连忙解释 我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那家伙得罪的人是您 否则 哪怕给我一百 一千 一万的胆子 自己现在必须做点什么 与王烈之间彻底撇清关系才行 师父 你 你想干嘛 见周伯豪一身杀气 朝着自己这边走回来 王烈意图用双手转动轮椅 逃离现场 有眼无珠的东西 陈阳也是你能得罪的 我他妈废了你 周伯豪抓起王烈一条胳膊 直接咔嚓一声扭断 啊 我的手 我的手 甩开王烈的手 又提起他的右腿 狠狠一膝盖砸下去 压上全身力量 咔嚓 清脆的骨头碎裂声 令在场所有人不寒而栗 浑身发抖 没见过那么狠的人 看得出来 周伯豪做这一切 只是为了消除陈阳的怒火 更加肯定 他来历非凡 兴许是某个豪门大家族的公子 赵孟兰 苏乔乔三女 一样大跌眼镜 总算明白 为何陈阳面对如此之大的阵仗 还能始终保持一副云淡风轻 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的态度 原来自始至终 王烈就没有与之抗衡的资本 苏乔乔看向陈阳 眼中闪动异彩 在注意到同样紧盯陈阳的赵孟兰后 那抹光彩 转瞬即逝 接着 目光被再次走上来的周伯豪吸引去 只见他双手奉上一张银行卡 九十度鞠躬 递给陈阳 陈阳 这是他先前给我的银行卡 里面有十万块 全给您 我一分没动 陈阳收下银行卡 摆摆手 滚 是 我马上滚 绝不爱您的眼 周伯豪转身 马不停蹄地消失 他已然下定决心 计划离开江城 去外省讨生活 这地方待着 实在太危险 这就完了 躺在地上 期待能看到借刀杀人戏码的乔文亮 大失所望 讲座已经结束 都还围在这做什么 赶紧散开 不见其人 只闻其声 乔文亮眼中再次燃起希望之火 舅舅 舅舅救我 他大喊 文亮 郑国一 我先去看看 请您再次稍等片刻 赵启强撇开人群 快步走出 当满目血腥 好似从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乔文亮 映入眼帘 身为舅舅的赵启强 当即心头一紧 不知该怎么回去 跟姐姐交代 目睹他出现的苏乔乔 江小雪三女 同样万分紧张 赵启强这个人在南大 多么有权有势 他们有目共睹 担心陈阳会 等等 那是郑国一 江小雪注意到 站在十几节台阶上的郑天人 这心 顿时悬到嗓子眼 替陈阳捏了一手心冷汗 怀疑赵启强会去向 郑天人恶人先告状 国一胜手一旦怪绝下来 陈阳绝对不可能会有好下场 谁 哪个挨牵刀的 居然敢把文亮你伤成这样 赵启强蹲身 抱起乔文亮 怒吼 舅舅 是他动手伤的我 乔文亮抬起手 只向陈阳 内心无比兴奋 得意 我的靠山 来了 接下来 有你后悔的 小子 我要你死 赵启强瞪大一双血丝密布的眼睛 凶狠说 赵主任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郑国一 赵启强万万没想到 他会这么说 难道是自己太嚣张 抢了他老人家的风筒 郑国一明察 定是这品行卑劣的小子 主动招惹我外甥 还恶意出手将他重伤 请您 赵启强将决策权交给郑天人 自认为给足面子 啪 郑天人却是走到他面前 不等赵启强把话说完 当中一巴掌 扇在了他脸上 混账东西 你想让我七师灭祖吗 七师灭祖 赵启强捂着脸 委屈至极 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郑天人话里 想要表达的含义 这件事 与七师灭祖有何关联 围观群众 何尝不是大眼邓小眼 站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怎么回事 郑国一 不是应该向着乔文亮他们吗 七师灭祖 有无董的大佬 给我解释一下 我想 对于郑国一来讲 一者人心 做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种行为在他眼里 和七师灭祖 没有任何区别 原来如此 不愧是国一胜手 这思想觉悟 值得我学习一辈子 敬佩 众人一致认同了这个说法 赵启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发自内心觉得 郑天人这种人麻烦 奈何人家为高权重 不敢得罪 准备看在他的面子上 暂时与陈阳和解 等送走郑天人后 再安心找人对付陈阳 没必要为这么挑烂于臭虾 跟国一胜手唱反调 他承受不起那个代价 如此想着的下一秒 便与上百人亲眼见证 郑天人走到陈阳面前 然后单膝下跪 抱拳买手 公公静静来了剧 徒儿郑天人 拜见师父 这一秒 全场死记 犹如坟地 原本不想凑热闹 但在看清楚 跪地之人的面容后 也是纷纷停下脚步 望去目光 心中的震撼 无以复加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位 正是四大国一胜手之一 郑国一郑天人吧 你没看错 确实是他 和我网上查到的照片一模一样 国一胜手 怎么会给一个 与我们同龄的家伙下跪 打老人 还是动手殴打国一 这小子 疯了吧 不要命了 冷静点 刚才我清清楚楚听到 国一胜手叫他师父 师父 国一胜手的师父 那是什么意义 王一 天一 这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 围观路人反而更猛逼了 只因在他们印象当中 国一胜手四个字 在大下 乃至全球范围内 都是古一的巅峰象征 如今突然出现一个 超越国一胜手的存在 他们的想象力 属实有点不够用 但万幸 得罪陈阳的人不是自己 看着赵启强 乔文亮脸上 那仿佛吃了一大口苍蝇般 难看至极的表现 众人忍俊不惊 很努力在憋笑 赵孟岚看着 则要淡定不守 但仅仅只是表面 内心早已掀起惊涛海浪 天哪 他 他是国一胜手的师父 苏乔乔则与之相反 因为过分吃惊 这嘴巴张大到极限 在脱旧的边缘反复试探 而作为国一胜手 坚定不移崇拜者的江小雪 内心极为复杂 双手抬起 遮挡住张大的嘴巴 却挡不住那浓郁的吃惊之色 你一大把年纪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贵我 让不知道的人怎么想 陈阳苦笑 伸手扶起郑天人 徒弟贵师父 天经地义 郑天人则理所当然地说 他根本不在意外界 如何看待自己 一切以陈阳为悠险 陈阳还想说点什么 赵起强已是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连滚带爬来到身边 上一秒多嚣张 下一秒就有多狼狈 抱住他的腿 放声大哭 圣医师父 碰 陈阳可没耐心听 赵起强为他之前的行径 找理由辩解 一脚踢开 从台阶上滚落下去 应声 后脑勺撞在铁皮垃圾桶上 陷入昏厥 反观乔文亮 千言万语堵在胸口 却不知该怎么说 整个人被恐惧填满 眼下无比确信一件事 自己 玩犊子了 郑天人随后一番话 更是证明了乔文亮的想法 师父您放心 我和南大校长之间有些来往 关于这件事 我一定会点您一个说法 停顿 郑天人狠狠瞪了一眼乔文亮 我绝不会允许 有人当着我的面 侮辱您 咚 咚 咚 对上郑天人那仿佛 豺狼虎豹般凶狠的眼神 乔文亮心跳加速 吓得两眼一番 跟着昏死过去 乔文亮的小插曲 落下帷幕后 郑天人告别陈阳 火速前去动用人脉 处理乔文亮 赵启强 当二人醒来 看着摆放在面前的一大堆 明明早就删除干净的黑料证据后 心如死灰 本想说 十八年后 从监狱出来 又是一条好汉 谁曾想 紧跟着便看到 一群特战兵 迟泻闲入 乔文亮 赵启强随后才明白 自己究竟招惹上了怎样一尊 千不该 万不该招惹的大神 再次下约 陈阳这边 与三女正踏上离开南大的路 前往苏乔乔预定的餐厅 江小雪看着联系人名单中的 郑国一三个子 内心久久难以平复 没想到既偶像天后消遇荣厚 陈阳又让自己得到了 可以近距离和郑国一 学习交流的机会 最最令江小雪感到意外的是 这两位各自领域的顶流人物 居然都跟陈阳有关 全是他徒弟 从江小雪身上收回目光 看得出他很高兴 苏乔乔放慢脚步 退到陈阳身边 很难相信地问 陈神医 你真是国一圣守的师父 你不是已经看到他叫我师父了吗 又或者 你觉得那是我请来的托 陈阳反问 也对 就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陈神医你看着 明明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却能成为国一圣守的师父 有点变态 苏乔乔平心而论 难怪你医术那么强 几针下去 就替我解决了老毛病 听到他的话 江小雪暗暗一笑 很好奇 苏乔乔如果知道 不止正天人 连同他们共同的偶像 萧玉蓉 一样是陈阳的徒弟 会如何作响 与江小雪相比 苏乔乔对于萧玉蓉的崇拜 要更加狂热不少 决定暂时保密 找个合适机会 再告诉苏乔乔 现在告诉他的话 以江小雪对于苏乔乔的了解 肯定会缠着陈阳问东问西 耽误前往餐厅的时间 与此同时 原本一男一女的组合 如今变成一男三女 自然免不了引起更多注意 其中还有老熟人 卧槽 我是不是热傻了 两大细花 一个笑花 怎么全在他身边 还有说有笑 赵女神倒追他 我觉得已经很离谱了 没想到 他连苏女神和江女神也不放过 关键还得手了 这家伙 妥妥男性公敌啊 兄弟们忍得了 不高举大气 把他讨伐了 讨伐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他谁 自己上论坛看去 热度都爆表了 国一圣守当众跪拜 叫他师父 他是国一圣守的 师父 打开南大的专用论坛 弄明白来龙去脉后 讨伐计划 永久放弃 怎么回事 刷新一下 帖子怎么没了 佛约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就这样 陈阳有惊无险 在众人羡慕极度恨 外加敬畏的目光下 与江小雪他们一起离开南大 刚出门便看见 一辆银白色七座商务车停在门口 小姐 守在车门旁的男人 主动打开车门 迎接到 陈阳早听赵孟岚说 苏乔乔家境不凡 现在看来 果然名不虚传 大家上车吧 苏乔乔让陈阳 江小雪他们先上车 江小雪 赵孟岚一左一右 把陈阳家在正中间 苏乔乔则坐上副驾驶位 抬眸看着后视镜 无嘴偷笑 陈神医 被我们男大两大女神 肉夹馍的感觉 怎么样 肉夹馍 陈阳只能说 苏乔乔是懂比喻的 乔乔 你瞎说什么呢 赵孟岚娇称一眼 就是 江小雪赞同 见自己势单力薄 苏乔乔立马向陈阳撒娇求助 嗲声嗲气道 陈神医 你看他们 何其火来欺负我一个 对此 陈阳毫无表情 淡淡吐出一个字 该 苏乔乔雅言 故作委屈 抹泪 添加些许哭腔 陈神医 你好狠心 这演技 必须承认 不去表演戏 可惜了 司机抬起视线 从后视镜偷偷观察着陈阳 陈阳并非没有觉察 只是假装不知情 他看得出 司机身上有过很明显的训练痕迹 除了担任司机之外 应该还有保镖的身份 身为保镖 在保护对象身边 忽然多出这么个陌生人 而且还是异性 他会警惕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陈阳可以理解 尊重对方的职业 反正 他又没有想要迫害苏乔乔的心 没做亏心事 何必害怕鬼敲门 对比车上三姐妹之间的欢声笑语 难大 柔道社 啊 王烈猛然从昏睡中惊醒 满头大汗 他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被人打断了手脚 低头看去 发现笑医正在为自己打绷带 不是做梦 接着注意到 站在一旁 打断自己手脚的那名凶手 周伯豪 王烈怒火涌上心头 炸开 吼道 王我叫你一声师父 说好徒弟有难 你替我撑腰呢 这就是你替我撑腰的下场 白眼狼 他平时没少给周伯豪送钱 送礼 尽管也是为了个人利益 能在柔道界闯出一番名堂 但他并不认为 这句白眼狼骂的有任何问题 收了钱不办事 这不是白眼狼 是什么 白眼狼 听到王烈这么称呼自己 周伯豪呵呵一笑 你笑什么 王烈吼道 没想到这种时候 周伯豪还敢笑话自己 真当自己是软柿子 那么好捏吗 你知不知道 我用这一双手脚 换来了保住你性命的机会 周伯豪掷地有声地问 王烈被周伯豪说得一愣一愣的 冷笑 照你这么说 我还得感谢你把我变成一个废人 你知不知道 你招惹的那个人是谁 周伯豪再问 我管他是谁 反正我不会放过他 王烈可不打算就此作罢 连同周伯豪 一并列入复仇名单 我先前 曾亲眼见证 他赤手空拳 一人虐杀上百名 樱花国精英忍者 文言 王烈唇脚抽搐 呵呵笑道 一个人虐杀上百名 樱花国忍者 你当时在拍电影呢 一个人怎么可能 敌得过上百个人 周伯豪知道王烈不幸 拿出手机 打开一张照片 照片上一个以银月 黑夜为背景 手持堂血双刀的杀神 正脚踩尸体 而他身旁 横七竖八 导着无数无头尸 画面虽黑 面部五官并不清晰 但 王烈脑海中 却忍不住将他与陈阳的身影相重叠 最后 完美重合 你如果不信 我师兄 与师父古物轻鉴 当时也在场 你大可亲自去找他们确认 我当时和你一样 带上他们 自以为占尽优势 想去找他的麻烦 结果 赔上了全部身家 把尊严彻底踩在脚下 才勉强捡回一条命 拿回手机 周伯豪几经犹豫 选择删除照片 避免引火烧身 王烈陷入沉默 除此之外 还有 王烈瞪大双目 周伯豪继续说道 当时事情闹得很大 战王赵孝亲自带兵前来镇压 全部合枪实弹 但你知道 他见到陈爷后 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周伯豪问王烈 战王赵孝 什么 王烈下意识追问 陈神医 周伯豪答道 玄机 收拾好行李 准备离开 离开南大 离开江城 走到门口 不忘提醒王烈 好好想想吧 连战王都得理让三分的人 你 凭什么招惹 你又有几斤几两 他 你惹不起 王烈话到嘴边 却无法反驳 之后 又从其他人那里听说 关于陈阳与国一圣守正天任之间 有着师徒关系的事 王烈不加犹豫地放下仇恨 当作无事发生 保险起见 又往他交给周伯豪 再由周伯豪 转送陈阳的那张银行卡 打入一百万 傅言 对不起 车子抵达目的地 KTV 一下车 当看到招牌后 江小雪 照孟岚动作一致 笑容转瞬消失 带眉紧促 苏乔乔 你不是说 要请我们吃大餐吗 怎么跑KTV来了 江小雪无语问 苏乔乔黑黑一笑 走过去 挽住江小雪的胳膊 解释说 小雪姐 你有所不知 这KTV下面 就是一家四星级餐厅 老板为同一人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 一边吃饭 一边娱乐 正好我最近又偷偷 训练了一下 萧女神的歌 这次 分数绝对会比你高 萧女神的歌 陈阳猜测 八九不离时 和萧玉荣有关 三人中 居然有两个人 是玉荣的粉丝吗 陈阳发现 自己还是太低估 萧玉荣在大厦的影响力 好吧 最终 江小雪 赵孟岚不出意外 被苏乔乔那三寸 不懒之舌说服 眼下换地方也来不及了 不想折腾陈阳 而陈阳早在第一时间表示 无所谓 都可以 Go Go 让我们四个站个痛快 苏乔乔振臂高呼 四个 站个痛快 此言一出 再加上眼前这栋大楼 提供酒店住宿服务 以及陈阳一男三女的组合 实在令人很难不去多想 乔乔 赵孟岚赶紧捂住苏乔乔的嘴 再让他说下去 自己和陈阳 将小雪这形象 指不定地破碎成什么样子 陈神医 我们赶紧走吧 江小雪则来到陈阳面前 牵起他的手 着急离开围观看客的视野范围 深埋脑袋 两片脸蛋红扑扑的 你不去吗 陈阳看一眼司机 问 不了 我留在这等候各位 司机露出一抹公式化的笑容 摇头 行吧 陈阳不做抢求 在江小雪的引领下 进入玻璃大门 司机笑容消失 然后拿出手机 打开联系人名单 找到了苏总两个字 打去电话 一处名为明珠大厦的地方 十二楼 总裁办公室中 名叫苏清月的女人 看到被著名为 乔乔 保镖的来电后 连忙放下手边室 按下接听见 喂 乔乔出什么事了 她表现得很紧张 因为平时这个电话 很少会打来 除非苏乔乔身边 出现紧急事件 好 我知道了 听完对方的汇报后 苏清月挂断电话 长松一口气 只能说 情况并不严重 这年头 还真是什么货色 都想飞上枝头变凤凰 知道自己这个妹妹 还未出入社会 心智尚不成熟 担心她会被 其他男人的花言巧语蒙骗 骗财还好 苏清月真正担心的是 苏乔乔会把自己 也给打进去 作为姐姐 苏清月可不想看到 苏乔乔因为上当受骗 哭成泪人 郑玉出门 办公室门却先一步 被人从外面打开 苏总 有什么事都回来再说 苏清月绕开秘书 加快脚步 往电梯门方向赶 可 对方是关总 秘书急忙开口 关总 苏清月停下脚步 回身 再三确认问 你说的是关雅 对 秘书重重一点头 关总那边 已经看过我们的企划 说很感兴趣 想要跟您详谈 时间在十分钟后 万般犹豫之下 苏清月拿出手机 给保镖发去短信 说自己会晚一会到 让他务必保护好苏乔乔 没办法 这笔合作 对于苏清月的公司 非常重要 而且苏清月 一直想有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和关雅面对面 畅谈未来 苏清月听说 看过很多关于关雅的报道 将她接受采访的那些金玉良言 全部记录在了笔记本上 时不时就拿出来欣赏 学习 关雅曾出过一本自传 苏清月第一时间预购 无论公司 又或者家里的书架上 都摆放着 没错 她是关雅的忠实崇拜者 关雅在苏清月眼中 可以说是终极人生目标般的存在 拿起手机 看到保镖的回复后 苏清月让秘书赶紧去预订饭店 她则准备回办公室 换身衣服 稍微打扮一下 再去见关雅 争取给对方留下的好印象 是 对此 女秘书一点不意外 毕竟 苏清月崇拜关雅这件事 在整个公司并不是什么秘密 或者说 放眼整个江城都不是秘密 苏清月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她很欣赏关雅 绝大多数运用公司的理念 也是话用关雅分享出来的经验 真心为她感到高兴 可以有机会像这样 见到崇拜之人 天唱KTV 菜与尚界 我先告辞了 请各位慢用 服务员推着餐车离开 亲手亲脚关上包厢门 怎么样 小雪姐 在这种地方 吃四星级饭店做的菜 还不赖吧 苏巧巧问 嗯 看着眼前大鱼大肉 再看看头顶五彩斑斓的灯光效果 江小雪总觉得 哪里怪怪的 来 陈神医 给你饭 赵孟岚替陈阳盛了一碗饭 送到她面前 谢谢 陈阳接下碗筷 她倒是适应得很快 一点不客气 先加了一筷子葱烧海参 见状 江小雪也不再多想 先填饱肚子再说 吃到一半 苏巧巧突然离开位置 用平板电脑点歌 迫不及待想让陈阳 将小雪他们看看 自己最近的练习成果 伴奏很快响起 陈阳看一眼屏幕 果然是徒弟肖玉荣的歌 而且这首歌 还是陈阳替她写的 一曲听下来 尽管苏巧巧唱得很投入感情 十分认真 但陈阳的评价是 仍有进步空间 当然 相对于普通人 属于中上水平 但要和江小雪比的话 没得比 毕竟 江小雪经常去酒吧住场 还有着一票数量不小的忠实粉丝 相当于半职业歌手 唱得好 江小雪鼓掌捧场 小雪姐 该你了 修巧巧从台上走下来 将话筒交给江小雪 好 江小雪放下碗筷 接过话筒 之前在酒吧偶遇时 江小雪因为太过紧张 自认为发挥得不太好 想着这次 正好是个机会 认认真真展现一次实力 给陈阳看 走上台 当江小雪一开口 苏巧巧释然一笑 又输了 小雪姐在这方面 果然很有天赋 实话实说 不至于去嫉妒自己的好闺蜜 一曲唱完 江小雪回到陈阳面前 期待问 陈深一 您觉得我唱得怎么样 整体没什么问题 不过 呼吸声略大 KTV的话还好 如果你以后有出道的打算 在演唱会上 很影响听感 出于江小雪酒吧住场的身份 陈阳以专业眼光认真点评到 那 不知道陈深一 您觉得 我应该怎么才能改正 江小雪求教问 内心更加佩服陈阳 不愧是陈深一 一眼就看出了 我所欠缺的关键问题 一针见血 小雪姐 你未免太难为陈深一了 这种问题 靠医术 应该没法解决吧 苏巧巧奇怪说 论唱歌 江小雪身为半职业歌手 肯定比陈阳理解的更多 怎么会去求教她呢 百思不得其解 江小雪正打算回答 陈阳已经开始示范 要如何调整呼吸 于是闭上嘴巴 先学习 非常专注 听完陈阳的一番讲解 江小雪大受启发 又回到台上 同样的伴奏 同样的歌 再唱一遍 感觉和刚才 好像确实不一样了 这胸腹式联合呼吸法 也太强了吧 陈深一 你还懂唱歌 苏巧巧大吃一惊 略懂 略懂 陈阳谦虚表示 略懂 苏巧巧一副不相信的小表情 浮现在脸上 陈阳说的话 苏巧巧一个字都不信 总觉得 他有所隐瞒 很快 江小雪唱完歌 又回到陈阳面前 对于自己的提升 能够清楚感知 面对陈阳 身居一躬 感谢您的指点 小雪姐 你好像一开始就笃定 陈深一会唱歌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苏巧巧好奇问 文言 江小雪看了一眼陈阳 见他轻点头 方才决定说出 陈阳和乐坛 大名鼎鼎的天后 萧玉荣之间 是师徒关系 其实 陈深一和乐坛天后 萧玉荣之间 萧玉荣 江小雪话才说到一半 听见这三个字的苏巧巧 立马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小雪姐 你该不会想说 陈深一跟萧天后之间 认识吧 等等 他医书那么厉害 会被萧天后找上门治病 调理身子 是很正常的事 在治疗过程中 听萧天后说起 关于唱歌的技巧 然后再交给小雪姐 右拳砸在左手掌上 苏巧巧自认为 逻辑完美必还 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正当他开口 想拜托陈阳 下次治疗有机会的话 帮自己向萧玉荣 要张签名时 眼角余光却瞥见 江小雪摇头道 错 大错特错 陈深一和萧天后之间 可不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啊 那他们是什么关系 该不会 苏巧巧面色一变 紧张地看了赵梦丸方向一眼 是 是男女朋友吧 听到这话 陈阳喝进去的鲜鱼汤 差点没喷出来 所以说只要他想 萧玉荣会毫不犹豫地 从徒弟变师娘就是了 哎呀 不是 你别瞎说 江小雪看出陈阳一脸难色 赶紧解释 他是萧天后的师父 是 师父 这个回答 更令苏巧巧 赵梦丸惊叹 但他不是国一圣首的师父吗 难道 萧天后也对医术感兴趣 苏巧巧眉头 明成一个浅浅的穿字 再问 谁规定做师父的 只能收一个徒弟 而且 萧天后像陈神医学的 可不是医术 是唱歌 作词作曲 江小雪补充道 啊 当听说自己的偶像 竟然也是陈阳的徒弟后 苏巧巧人傻了 话到嘴边 几次欲言又止 震撼过于巨大 以至于他的脑子 有点转不过来弯 这时 江小雪又爆出一个 对于苏巧巧来讲 更加震撼 威力不亚于何报的消息 就连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 也是陈神医亲自作词作曲 不会吧 小雪姐 这个玩笑可不好笑 苏巧巧实在不敢相信 我先前 加了萧天后好友 她亲口告诉我的 只要在她名字后面 带有青阳两个字 都是陈神医负责作词作曲 江小雪一脸认真说 妈了 苏巧巧彻底麻了 仔细回想一下 难怪不带青阳二字的原创歌 听起来观感会大有不同 尽管一样好听 但只是停留在好听层面 如果失去萧玉荣这个原唱的 顶级唱功支撑 只能算比较好的水准 带上青阳二字 苏巧巧愿称之为艺术 真正的世界八大 艺术之一 赵孟岚虽不是萧玉荣的粉丝 此刻 心中对于陈阳的震撼 却是一分不少 郑国一之后 又是萧天后吗 无论哪个徒弟 都是妥妥的世界级 很难不佩服 赵孟岚从未像这样 发自内心崇拜一个人 陈阳是第一个 同样是最后一个 他实在不认为 还有其他人 能达到像是陈阳这样的高度 赵孟岚没有刻意去神话陈阳 而是 他就是神 在滔滔不绝表示过 自己对于陈阳言之不尽的敬意后 苏巧巧突然扭捏起来 双腿夹紧双手 摩擦道 陈神医 你竟然能交出萧天后这样的顶流徒弟 那么 你的歌唱实力 一定也很高超吧 陈阳淡淡一笑 这可不像你 他印象中的苏巧巧 试得直来直去 心里怎么想 嘴上便怎么说的女孩 苏巧巧尴尬一笑 之前那不是不知道 你那么厉害吗 你可是我偶像的师父 我自然得给予尊重 我还指望您替我要签 意识到自己不小心吐出真心话 赶紧抬起双手 捂住嘴巴 小表情煞是可爱 好 签名是吧 下次我让他准备好 有时间给你们送去 陈阳笑道 真的吗 谢谢你 陈神医 激动之下 苏巧巧竟凑身上去 抱住陈阳的脑袋 便在他脸颊上 狠狠巴唧了一口 乔巧 你 江小雪被吓了一跳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实在不好说苏巧巧 因为他之前 也做出过同样的行为 该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吗 赵孟岚的吃惊 更显内敛 抱 抱歉 我太兴奋了 苏巧巧轻轻推开陈阳 往后挪动几个身位 才反应过来 自己到底 做了什么傻事 平时他向江小雪 赵孟岚表达感谢的方式 就是偷亲他们的脸 听到能得到偶像的 亲笔签名 气氛释然之下 完全忘记陈阳男人的身份 以及赵孟岚喜欢他这件事 尴尬 很尴尬 我 我去上个厕所 苏巧巧猛地站起身 快步离开 这丫头 江小雪露出 恨铁不承钢的表情 然后 向陈阳解释起 这是苏巧巧的老毛病了 让他别在意 陈阳对此 随意说道 没事 习惯了 习惯了 文言 江小雪又忍不住回想起 那日分别时 自己偷亲陈阳脸颊的事 不 我是说没事 陈阳察觉到江小雪的神色变化 改口道 陈阳所谓的习惯 单纯只是因为被叶青城 关雅那群逆途平日里 占便宜占习惯了 早已不痛不痒 并非刻意强调 想让江小雪回忆起那天的事 吃 吃饭吧 江小雪坐回位子上 重新拿起碗筷 埋头吃饭 不敢支持陈阳 极力想要忘记的是 历历在目 无比清晰 犹如电影画面一般 不断在脑海中闪现 脚趾抓紧 脸颊迅速升温 赵梦兰看看江小雪 又看看陈阳 总觉得 哪里怪怪的 具体又说不上来 哪里奇怪 专心吃饭 转眼 时间过去快十分钟 看一眼电视屏幕右上角的时间 奇怪 乔乔怎么还没回来 算了 我还是去看看吧 江小雪站起身 我跟你一起去 赵梦兰紧随其后 想着万一真出什么事 多个人 多份力量 我也一起吧 陈阳放下碗筷 脑海中同样有不好的预感 希望是自己想太多 别真出什么事才好 然而 人生就是那么喜欢开玩笑 越不想来什么 越来什么 苏乔乔正被一人堵在墙角 一双大手死死抓住他的纤细手腕 嗯 在头顶墙壁上 怒吼 臭女人 老子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气 敢动手打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保镖尽管及时赶来 但双拳难敌四手 更别说 他此时面对的还是三个人 势单力薄 走 跟我去酒店 老子保证让你待会儿愈歇愈死 男人略带酒气的说 想要强行将苏乔乔带走 放开我 你这个变态 我才不要跟你去酒店 苏乔乔极力挣扎 奈何细胳膊细腿 在男人五大三醋的臂膀前实在太过柔弱 加上喝了酒 起到亢奋作用 苏乔乔的小粉拳打在对方身上 男人感觉跟挠痒痒没区别 混蛋 放开乔乔 不然我报警了 江小雪远远便拿出手机 大喊一声 试图下退那四个酒疯子 谁料 四人在被吸引注意力 看来目光后 反倒对他和赵梦岚产生了浓厚兴趣 又来两个几瓶美人 看来咱们今晚 有福了 哈哈 我已经做好整晚不睡觉 奋战到天亮的准备 这地方还真是来对了 我们兄弟几个也能好好体验一把 皇帝老儿的感觉 几人的表现 猥琐 下流至极 眼里充满欲望 且毫不掩饰 那上下打亮的眼神 净显贪婪 仿佛江小雪 赵梦岚没穿衣服一样 有我在 你们别想伤害他们 保镖被两人合力 反倾住双臂 抵在墙壁上 却依旧不忘职责 奋力挣扎 这里交给我们 你去把那两个小妹妹抓住 男人举起 准备再次击打保镖腹部的拳头 停住 收回 目光锁定在江小雪 照孟岚身上 两位笑 不 大美女 乖乖束手就擒吧 我可不想让你们受 话音未落 只见沙包大小的拳头 突然在眼前放大 充满视野范围 碰 哄 旋即 犹如被从百米开外及时而来的跑车 撞在身上 整个人在半空中便失去意识 倒飞出去 无论行动速度 又或者那强横的力量 皆是令亲眼见证的保镖大吃一惊 没想到陈阳看似柔弱殊胜的外表下 竟隐藏着一头洪水猛兽 老阳 看到同伴被打飞 满脸血腥 二人顿时清醒不少 知道现在对付陈阳 才是重中之重 哦 又一拳打在保镖腹部 令他吃痛 蜷缩倒地 无力起身后 二人不约而同 朝向陈阳这边加快脚步 冲了过来 准备联手解决掉他 双拳带起强力的风浪 拳位置 已有栩栩威风扑打在陈阳脸上 从出拳时 他们胳膊上的肌肉线条 以及走步 陈阳可以判断 这些人是专业的 比起血性 身上更多是脾气 所以 与其说 他们是活跃于地上的职业拳手 自由搏击员 陈阳更偏向 这伙人常年存在于地下 俗称黑拳 陈神一当心 眼看那拳头距离陈阳 只有一手避不到的距离 将小雪无比担忧 赵梦兰这心 同样高高悬起 双手啪啪 很轻松抓握住二人的拳头 他们嘴上虽一言不发 可那瞪大的双眼 能够清楚证明 他们内心有多惊讶 显然没想到 自己满足蓄力 能够轻松打断几根猪排骨的一拳 竟被陈阳如此轻易接下 化解 想要抽拳 继续挥击 然而 即使用上吃奶的镜 依旧难以撼动分毫 陈阳的五指 仿若老虎钱 一旦加紧 便难以逃脱 咔嚓 咔嚓 两道清脆的鼓裂声响起 陈阳拧断了他二人的手腕 啊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我要杀你 去死吧 见他们仍然不知悔改 陈阳在一转手腕 只听噼噼啪啪 仿佛鞭炮炸裂的声响 接连不断传出 二人整条胳膊 惨被凝成麻花状 内部情况更为惨烈 骨头寸寸碎裂 别说现在最顶尖的医疗设备 哪怕再过一百年 也不可能治愈 剧烈的疼痛 蜂涌上大脑 二人双眼一翻 昏死倒地 见状 最后一人松开 抓住苏乔乔的手 摩拳擦掌 扭动脖子 咔咔作响 满脸敌意的 朝向陈阳这边走来 小子 有点本事 但 你确定要与我为敌吗 知不知道你爷爷 我在地下世界 被人称作什么 地下世界 听到这四个字 陈阳更加肯定 男人地下拳击手的身份 至于为什么 不是像冷傲雪那样的职业杀手 原因很简单 陈阳只从男人身上感受到脾气 却没嗅出 杀手所拥有的那份凛然杀气 陈阳不想与男人浪费时间 快步上前 抬起右臂 一拳捏紧 挥出 哄 拳风暴响 连机里外的苏乔乔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居然敢正面挑战我 够胆 男人一样握拭拳头 瞄准陈阳的拳头 全速 全力挥击出去 打算和陈阳硬碰硬 咔嚓 然而 拳风碰撞瞬间 男人五指 直接开花 整条胳膊 Z自行折断 啊 啊 男人捂着手臂 惨叫连连 快步后退 难以置信地看着陈阳 这 这怎么可能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陈阳步步逼近 身上杀法果断的气息 释放万分之一 吓得男人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恍惚间 仿佛在陈阳背后 看到一尊杀神虚影降临 别 别过来 别靠近我 男人抬起另外一只手 试图阻拦陈阳 双脚则不停蹬动着地面 往后倒退 走廊地毯上 多出不少褶皱 怎么 怕了 他对你那么说的时候 你有听吗 陈阳冷声问 侧目一眼 再注意到苏巧巧脸上 那微微泛红的巴掌硬吼 陈阳内心 一股无名火升起 啪 一巴掌甩在男人脸上 当场打得他口血乱飞 牙齿脱落大半 哒哒哒掉落在地上 不 你不能动我 我可是李总的人 我要出事 李总绝对不会放过你 男人万般无奈下 只得搬出靠山 殊不知 自己越是那么说 越是在作死的道路上 走远了 陈阳可不管什么李总 赵总 王总的 见这家伙临死 还敢跟自己叫嚣 快速凉脚 踏碎男人的膝盖 令气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等等 你 你想干 话说一半 四肢中仅剩下的那条完好手臂 也被陈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抓起 扭成麻花 骨头寸寸拧碎 碰 哄 在一角正中男人胸口 如同皮球一般 滚飞出去十几米远 如果不是处于拐角 有墙壁阻挡的话 距离会更远 这雷霆手段 看得保镖完全愣在原地 没想到陈阳动起手来 竟如此凶狠 本以为人畜无害 乃料到 会是一尊残忍无情的地狱杀神 回忆之前 想着 但凡陈阳敢对苏乔乔 有一丝邪念 会立刻出手的自己 突然感觉 像个十足的笑话 跟他动手 只怕最后 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当然 看到想伤害保护对象的人 被他相继废掉 打晕 保镖这内心 简直爽到不行 可以肯定的是 陈阳不会伤害苏乔乔 从苏乔乔此刻的表情来看 他不去迫害陈阳 就谢天谢地了 不怪苏乔乔 倘若保镖是个女人的话 他也不可能拒绝得了这种男人 自古没人多爱英雄 陈阳实在过于耀眼 呮 呮 呮 陈阳甩出三根银针 命中保镖 一瞬间 保镖身上 那钻心的疼痛 尽数消失 轻松站起身 多 多谢 保镖目闹道 震惊 世间竟有如此奇数 举手之劳罢了 陈阳手一挥 又在保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将三枚银针收回 然后 走到苏乔乔面前 观星问 怎么样 没受伤吧 没有 多亏陈神医宁来得及时 否则我恐怕 苏乔乔扑进陈阳怀里 紧紧抱着他 嚎啕大哭起来 一个小女生遇到这种事 会被吓到 是很正常的事 陈阳抬起手 并未多说 温柔抚摸着苏乔乔的脑袋 给予他安全感 江小雪 赵孟岚扭头对视一眼 露出示然的笑容 悬着的那颗心 一起落地 对于陈阳的崇拜 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不多时 待到苏乔乔情况稳定后 聚会终止 发生那么多事 大家都没心情再去唱歌 陈神医 真的非常抱歉 明明是想感谢你 结果又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坐在车上 苏乔乔满脸歉意 刚刚哭得太厉害 这眼眶 现在还微微发红 实在惹人心怜 陈阳淡淡一笑 让苏乔乔别放在心上 正好我刚才吃太饱 运动运动 有助消化 饭后运动吗 苏乔乔被逗笑了 之后 陈阳告别三女 有保镖负责开车 将苏乔乔 将小雪他们送回南大 奥雪 不用眼睛去看 仅凭气息 陈阳也能察觉到 杀手徒儿冷奥雪的存在 师父 冷奥雪从小巷中走出 关于那个李老板 你知道多少 陈阳问 他向来讲究 不出手则已 只要出手 必须斩草出根 断绝春风吹又生 之后给自己增添麻烦的可能性 徒儿查了下 此人名下经营着一家地下拳馆 规模在江城能排得上第一 做的全是灰色生意 冷奥雪如实汇报 原本 在发现几个大汉 想迫害苏乔乔时 冷奥雪已是拔刀 但见陈阳出现 他又将刀收回刀鞘中 冷奥雪知道陈阳事后 肯定会问起 关于幕后之人的事 所以提前调查了一下 走 去看看 陈阳开口道 好 冷奥雪动身走远 一两分钟后 将机车开到陈阳面前 取下头盔 递给陈阳 陈阳接过头盔 戴上一台脚 坐上了冷奥雪的机车 确定陈阳作文以后 伴随一阵轰鸣 冷奥雪驾驶着机车 驶离KTV 朝向地下拳馆所在的位置赶去 内心早已做好 要不止见血 而是鲜血狂飙的心理准备 半个小时后 郊区 一栋烂尾楼前 四周蓝色铁皮环绕 蒙上厚厚的灰尘 一看就停工许久 根据我的调查 那座地下拳馆 就开在这栋烂尾楼的地下 冷奥雪摘掉头盔 放在车头上 对陈阳说 为了开设地下拳馆 专门花重金 修建了一栋烂尾楼 作为伪装吗 这些家伙 还真是财大气粗 陈阳吐槽道 他们每月的流水很庞大 不少于十个亿 冷奥雪说着 自己知道的 能有这么大的流水 陈阳用脚趾头都不难想到 肯定和赌这个字有关 地上拳击都摆脱不了的东西 藏在地下的 又怎么可能摆脱得了 进去看看 陈阳朝大门那边走去 是 冷奥雪快上一步 将铁皮门推开 在保安亭里 打牌喝茶的几人听到动静 立马从房间中走出 嘴里叼着烟 凶神恶煞 施工重店 闲人免禁 会员之 陈阳问冷奥雪 毕竟是不法生意 需要这些手段进行隐藏 冷奥雪点头 喂 焦头接耳 瞎嘀咕什么呢 让你们滚蛋 听不懂人话吗 一人见陈阳 冷奥雪无动于衷 直接掏起 靠放在墙角的钢管 哎 别那么凶 把美女都吓坏了 一名同半台起手 按下男人的手臂 男人一听 眉头微皱 知道这家伙老毛病又犯了 对冷奥雪见色起义 奈何话语权没对方高 只得忍气吞声 美女 这隔壁小树林风景挺好看的 要不要跟我 不等把话说完 只见寒芒一闪 男人缓缓扭头 这脖子 跟多年为打油的机器 一样迟钝 在目睹队长 往后直挺挺倒下 脖子被一把匕首 贯穿的画面后 惊大眼眸 你们 转身之际 却见冷奥雪那冰冷的面容 出现在跟前 毫无反应机会 被他的双手抱住脑袋 旋即咔嚓一声 三百六十度转了一圈 跟着倒地 保安亭里另外一人见状 知道来的不是擅长 火速动身 走向床边 着急忙慌伸手 从枕头下面 摸出一把手枪 取出弹夹 确认子弹全满 双臂平举起 便准备对准陈阳 冷奥雪这两个危险人物 扣下扳机 陈阳眼疾手快 抽出先前替苏乔 乔保镖阵痛 三根银针中的一根 将全身力量 集中在两指之上 一甩手腕 咻 血珠往蔓延开的瞬间 枪声并未如气而至 冷奥雪清楚注意到 在窗户后面的那道身影 朝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好快 内心不由惊叹 陈阳出手的动作 快到连他这样一个顶尖杀手 竟也无法捕捉 只能看到残疑 等反应过来 敌人早已被陈阳 一针贯穿眉心而死 离开时 冷奥雪特意回头 看了一眼 迎针穿透那人的头颅后 射入泡沫铁皮墙三分之一 直直插在上面 血珠汇聚在真尾 啪嗒滴落 这出神入化的手段 深深折服了冷奥雪的心 刚准备开口 便听陈阳抢先一步说 改日教你 冷奥雪闭上嘴巴 内心想着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师父的慧眼 二人寻找着地下拳馆入口的同时 拳馆老板 李承山这边 他接到一通电话 听完对方的汇报后 李承山怒不可遏 高举起手臂 将手机重重摔在地上 四分五裂 双手插腰 在办公室中来回踱步 真是吃了雄心豹自胆 连我李承山的人都敢动 其他人后半生成为植物人都无所谓 关键他们之中 有一人是李承山费尽心机 大量人力 财力 好不容易捧起来的摇钱术 也是被陈阳飞得最彻底的那个家伙 他一惨 李承山粗略计算一下 未来少说损失好几个亿 越想越气 打开办公桌抽屉 拿出一部新手机 再次打去电话 歇斯底里道 哪怕绝第三尺 也得给我把人找出来 我要让他知道 这世间最大的绝望 便是与我李承山为敌 陈阳与冷傲雪这边 已是不费吹灰之力 混入地下拳馆 规模超乎想象的庞大 可以轻松容纳上千人 地下场馆中央 是一个专业八角龙 忽略那一地没有干透 清洗掉的血腥 在铁丝网上 仔细看 还能发现碎肉 什么肉 不言而喻 两个拳手此时正在台上激烈交锋 招招都是奔着要人性命去的 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找不出一块完好皮肤 那模样惨到 估计连亲妈来了 都不一定能认出 打死她 打死她 废物 没吃饭吗 白掌一身肌肉 老子一辈子的心血 全压在你身上了 给点力 不然我他妈就得去跳楼了 台上 观众同样热情似火 叫骂不断 所有人完全被情绪左右 从他们的话语当中 不难听出 很多人选择将辛辛苦苦十几年 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财富 全部压保全手 只求能换来一夜报复的机会 这么一想 为何会如此激动 就不难理解了 输赢不止对拳手重要 对他们来讲 同样至关重要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你去哪了 注意到离开梅依惠 又回到自己身边的冷傲雪 陈阳开口问 像李承山那种人 阴险毒辣 心机极重 与其冒着打草惊蛇的风险 主动出击 徒儿觉得不如引蛇出洞 冷傲雪拿出一张申请表 陈阳扫了一眼 立马弄清楚冷傲雪的计划 他想作为拳手上台 通过连胜 赢得李承山的注意 从而引蛇出洞 真要拿下冷傲雪 这么一个实力强大拳手 李承山随便运营一下 躲在幕后操纵输赢 便能赚得盆满钵满 送到嘴边的肥肉 又有几个人 真能忍得住不吃 陈阳认为 这个想法可行 让冷傲雪放心大胆地去做 有自己在背后给他兜底 之后 陈阳随便找个观众席位坐下 短短几分钟 冷傲雪就进入了八角龙 那仿佛看破红尘一般 冷艳 高贵的姿态 立马引得无数男人 难以一开视线 精神变得极度亢奋 我靠 大美人啊 让这种极品游物进八角龙 会不会太糟蹋了 那脸蛋 感觉刮伤一点 都是巨大的损失 新人 不知道实力如何 管他实力如何 他的对手可是黑寡妇 哪怕他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是黑寡妇的对手 必死无疑 众人所说的黑寡妇 是一名金发碧眼 身材魁梧道 不输男人的外籍女子 他缓缓走上台 进入八角龙中 顿时引得台下一阵欢呼雀跃 无数人毫不犹豫地选择压保黑寡妇 认定他待会的表现 会碾压冷傲雪 将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 八角龙门关闭 黑寡妇摆动手指 咔咔作响 左右扭动脖梗 眼神异常凶狠地盯着冷傲雪 这里可不是你这种洋娃娃 应该来的地方 拾去点自己投降认输 滚下去 不然 我担心一下没控制好力气 把你玩坏了 黑寡妇高举双手 竖起中指 一口大下雨十分别角 言行中 无不透露着对于冷傲雪的蔑视 根本没把冷傲雪放在眼里 更别提当作对手 觉得赢了也没多大意义 实在提不起兴趣 就凭你 冷傲雪眼神冰冷 一样没将黑寡妇当回事 五十四比一 我只输过一场 黑寡妇比着手势 随即 笑容变得适学起来 在我胜利的那五十四场里 有四十九个 不小心被我活活打死 剩下那五个人命比较大 从重镇监护室被抢救了回来 只可惜 最后也成了植物人 至于那个打赢我的人 去年被我开车 碰 黑寡妇猛地张开双手 惊喜 笑容争鸣说 撞死了 对这些垃圾话 冷傲雪懒得搭理 只等裁判喊开始 裁判则静等台上的观众吓住 抬头 陈阳看了眼八角龙上的电视屏幕 黑寡妇的赔率低到个位数 反观冷傲雪这个初次登场 在黑拳界急急无名 较不上号的新人 赔率高达五百 也就是说 只要冷傲雪拿下最终胜利 陈阳压住一块 便可以得到五百奖励 以此递增 由此可见 无论观众又或者官方 都不认为面对经验老道 胜率无限接近百分百的黑寡妇 会输给一个柔弱的大下女人 论体型 二人一个天 一个地 如果这是一场选美比赛的话 冷傲雪的赢面一定是百分之百 但很可惜 这是地下拳管 八角龙里 不看眉毛 只看实力 时机差不多 黑寡妇抬起视线 望一眼位于观众席后的那块屏幕 这一会儿功夫 显示压住自己会赢的总金额 已是高达三千多万 再看冷傲雪 仅有可怜的三千两百块 差了一万倍 看到了吧 大家都觉得我会赢 而你 只能是输假 黑寡妇得意一笑 只是下一秒 压住冷傲雪的三千两百块 忽然一下 变成十个亿 黑寡妇的笑容转瞬即逝 她没想到 自己那么快就被人打脸了 怀疑是系统出了问题 看向八角龙外的工作人员 用命令语气对她说 你个白痴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把错误纠正回来 好 我马上去 碍于黑寡妇在地下拳管的名望 工作人员马不停蹄 按照她的话去做 不敢违抗 见工作人员快步跑开 黑寡妇目光回到冷傲雪身上 只是系统出了问题 你别得意太早 系统出问题 冷傲雪并不那么认为 暗笑黑寡妇无知 回眸看一眼观众席上的陈阳 微微一笑 知道肯定是师父 看不得自己被黑寡妇嘲讽 决定出手 冷傲雪猜对了 不过只猜对一部分 身为师父 陈阳确实看不得有人 当着自己的面 如此欺辱自家图 另一方面则是 陈阳打算用这十亿 引蛇出洞 此时的观众席上 同样热火朝天 激动万分 我靠 十亿 哪位老板那么勇 老板 这妥妥冤大头啊 白白将十亿拱手送人 这绝对是我有史以来 见过最强的豪赌 亏损十亿 赢了的话 能拿到五千亿 五千亿 说实话 我不认为他们给得起 即便给得起 也不可能会给 不给的话 不怕失去信誉吗 哼哼 你都有五千亿了 还在意信誉 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 一名兔女郎打扮 黑丝大腿在灯光下 无比油亮的女子 走到陈阳面前 这位客人 请随我前往至尊贵宾室 好 陈阳知道 计划开始奏效 起身与兔女郎一起离开 至尊贵宾室 那不是身家超十亿的人 才有资格去的地方吗 抬起目光 看一眼二楼那些 露天阳台式的席位 等等 十亿赌注 该不会就是那小子 拿出来的吧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居然能一下拿出十个亿 如此魄力 很难想象 他家里到底的多有钱 才可以这般不在乎 家里有矿 矿里有家 旁人纠正道 另一边 方才离开的那名工作人员 回到八角龙边 将系统无误 有人真金白银 下注冷傲雪十亿的事 原原本本告诉黑寡妇 什么 真有人在他身上 下注十亿 黑寡妇面色铁青 仿佛无形之中 被人狠狠打了一巴掌 这脸颊 火辣的疼 冷嘲 没想到世界上真有这种 有钱没地方花的白痴 收回你的话 冷傲雪话音刚落 黑寡妇便感受到一股 冰冷彻骨的寒意 好似置身北极 做梦 黑寡妇不屑说 跟着裁判推开身 吹响口哨 战斗正式开始 贱人 我会撕烂你 黑寡妇还想叫嚣 却惊恐发现 冷傲雪好似一道鬼魅 突然从几米外 一下进身到面前 中间的画面 好似电影一般 被剪切掉 不存在 又或者说 是她的速度太快 以自己的动态势力 无法追随 同时 强烈的危机感 疯狂涌上黑寡妇头脑 伴随恐惧 持续加强 此刻 在黑寡妇眼中 冷傲雪浑身杀气滔天 犹如从地狱归来的杀神 黑寡妇想不通 这样一个柔弱的大厦女人 怎会散发出如此磅礴 惊人的气势 满脑子想着的都是 要抵挡 要反击 可身体四肢 却完全不受控制 碰 再反应过来 已是被冷傲雪原 第三百六十度旋转 一边腿狠狠踢打在脸上 脸皮震动 五官一味 口水混杂着鲜血 四处飞溅 好似皮肉与骨头 将要脱离一板 旋即 整个人旋转几圈 飞了出去 重重撞在铁丝网上 看着趴在地上 失去反应的黑寡妇 在场大几百人 死寂一片 鸦雀无声 甚至到了落争可闻的地步 谁也没想到 几乎百分百胜率的 长盛将军黑寡妇 居然会被一个 大家闺秀般的女子 一脚秒杀 裁判也是两三秒后 才猛然反应过来 走上前 爬身下去 拳管地赔出去五千亿 她身为裁判 很难保证不被迁怒 看到黑寡妇身躯抖动一下 试图爬起身 裁判眼中 重燃希望之火 然而 当目睹黑寡妇抬起头 从内眼角 留下两行血泪的双目 不 应当说 她现在 眼 逼 扣 蹊巧 全在往外蹦险 哪怕身经百战的裁判 也从未见过如此惨壮 被吓得一屁股 往后跌坐在地上 再然后 黑寡妇又倒回地上 只不过这一次 对于这种胆敢出言不逊 侮辱自家师傅的人 她可不知道 什么叫做手下留情 观众席上 数百人仍然处于震惊 震撼当中 完全忘记 自己输了几十上百万的事情 黑寡妇 居然被人一击秒杀 真正意义上的秒杀 对他们来讲 这实在太过难以置信 二楼 贵宾席上 陈阳放下手中茶杯 扭头 肖温兔女郎 那五千亿 你们何时能打到我的账上 这 兔女郎欲言又止 如果是五百万 可以立马做出保证 但五千亿实在没这个底气 请您稍等片刻 我去请示一下老板 扭女郎深深一鞠躬 露出胸口大片花白 然后快步离开 陈阳淡淡一笑 知道大鱼即将咬钩 几分钟后 扭女郎找到李承山 将一切的一切告知于她 什么 这怎么可能 那个女人 不可能赢得了黑寡妇才对 上一秒 李承山还做着 百捡十个亿的心理准备 早早开了香槟庆祝 谁曾想 这才过去片刻 扭女郎就跑来告诉她 全管得按照一赔五百的比例 给陈阳五千亿 五千亿 哪怕把李承山卖了 都拿不出来 那小子故意设局 想坑我 除此之外 李承山想不到其他可能性 正常人 哪会有底气 拿出十个亿的天文数字 去压住一个 看起来就不存在 哪怕零 零有百分号迎面的女人 眼露寒光 笑容邪恶 很好 敢在我的地盘上搞事 我会让你知道 下场有多惨烈 在李承山心中 已然笃定 陈阳就是来找事的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理直气壮地 拒绝支付五千亿 顺便连同陈阳 先前下注的那十亿 一并独吞 就结果来说 和李承山之前所盘算的 并无差别 他依旧得到了这十亿 香槟没白开 从办公室走出 保险起见 他叫了几名职业保镖 贴身跟随 还专门通知一声 在地下拳馆 有着嗜血暴龙之称 稳战武力之榜守 至今保持三百场 连胜的不败拳王 同时 也是李承山 最引以为傲的作品 想到陈阳身边带着个 能够一击 秒杀黑寡妇的神秘高手 李承山不得不警惕 老板 他人就在里面 兔女郎将李承山四人 带到贵宾室门前 主动让到一边 李承山用双手推开房门 一脸严肃步入其中 他的想法非常简单 首先得在气势上震慑住对方 让陈阳知道 自己不是好惹的 五千亿送来了吗 陈阳背对着坐在椅子上 气定神贤品茶 问 小子 你到底是谁 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 我李承山在江湖上 是 陈阳直接将手中的瓷茶杯 连同滚烫的热茶 一并甩手 丢砸在李承山脸上 啊 脸 我的脸 好烫 李承山想用手去捂 又不敢触碰 整张脸有如涂抹上一层 魔鬼辣椒 火辣辣的疼 老板 您没事吧 几名反应过来的保镖 连忙关心问 滚蛋 你看我像是没事的样子吗 废物东西 李承山一把推开保镖 脸红脖子粗的吼道 你 我要的是五千亿 不是让你来跟我说废话的 陈阳再次打断李承山的话 五千亿 李承山咬牙切齿表示 别说五千亿 五十块 你都别想拿到 动手 给我杀他 在这 李承山是公认的地下国王 掌握绝对权力 人命在他眼中 与草剑没有任何区别 他想杀谁 便杀谁 陈阳彻底激怒了李承山 李承山早已不关心他是谁 一心想让他死 死无葬身之地 是 几名保镖也想将功赎罪 避免被李承山事后打击报复 这小子 交给我对付 一名留着寸头 身高达到一米九的高大外籍男子 操着外语 抢先所有人行动 看到他快速朝向陈阳逼近 李承山嘴角提起 难掩兴奋 已经可以预料到 陈阳被他花高价 从国外聘请来的精英保镖 活活折磨死 这些保镖和大厦那些生活在温室的职业保镖 截然不同 全部上过战场 开过枪 更杀过人 光李承山知道的 这三人之中 哪怕最少的那个 击杀人数高达48名 陈阳在他们面前 无异于躺壁当车 死路一条 正在李承山如此想着的时候 一道身影突然从围栏外 闯入视野范围当中 一个女人 李承山先前有听到铁丝网抖动的声音 难道 不由猜想 对方会不会是爬到八角龙之上 再一跃跳上二楼 即使如此 那段距离差 依旧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就是你 杀了黑寡妇 李承山问 冷傲雪紧闭薄唇 不打算回复她的问题 李承山却不紧不慢 向冷傲雪抛出橄榄枝 我很欣赏你的能力 与其继续向一个将死之人效忠 不如跟着我 为我效力 只要你点头 黑寡妇的死 我可以不追究 每个月 还会给予你一笔难以想象的报酬 如何 其实 在李承山内心深处 出众的气质 尤其那张出水芙蓉的脸蛋 不需要一点化妆品修饰 照样美得不可方物 足以秒杀99%的女人 能降服这样的极品女人 带出去参加各种宴会 必定脸面十足 成为全场焦点 对此 冷傲雪的评价是 长得丑 想得倒挺美 我没再跟你开玩笑 李承山提高嗓门 双拳钻井 我也没再跟你开玩笑 冷傲雪毫无感情地说 好 你想陪她死 做对亡命鸳鸯是吧 我成全你们 李承山失去耐心 示意一眼那名停下身子的保镖 命令道 动手 保镖立刻冲上前 举起手 五指仿若胡找 锁定冷傲雪的脖子伸去 提前想好进攻路线 一旦掐握住冷傲雪的脖子 瞬间发力 扭断 只是 这只尖眼看着将要触碰到对方 冷傲雪瞬间消失 笨蛋 他在你后面 李承山臭骂道 保镖后背一凉 赶紧转身 眼前寒芒一闪 呃 喉咙传来一抹利痛 开口 什么也说不出来 双手捂着脖子 却捂不住鲜血 从指缝间源源不断的流出 一脸惊骇 步步后退 最终 腰背撞在护栏上 脚下一个不稳 摔倒下去 而冷傲雪这边 因为出刀速度太快 鲜血都没来得及沾染上去 废物 李承山一人一脚 将另外两名愣住的保镖 踢踹上前 怒吼 赶紧解决掉他 两名保镖你看我 我看你一眼 点点头 以两道弧线 朝着冷傲雪的身体两侧 奔袭过去 计划利用视野叉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冷傲雪如果只顾着 对付右边的人 左边的保镖会 马上找到机会 发起猛攻 反之也是一个道理 毕竟 很少有人能用眼睛 去看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即使真做到 也未必看得清 然而 他们还是低估了 冷傲雪的反应速度 先一刀挥出 再次抹猴保镖 跟着 预判另外一名保镖的攻击动作 侧身灵巧躲闪 再将提前高举起的匕首 朝向他的天灵盖 直直斩下 一道斩痕 笔直贯穿整张脸 蔓延至胸口 两具尸体 几乎同时倒地 这个女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承山傻眼了 事先他可没想过 冷傲雪的实力 会变态到这种份上 三名职业雇佣兵在他面前 竟然手无腹机之力 明明以多欺少 还被单方面吊打 到你了 冷傲雪持刀上前 啊 别 别过来 李承山转身 只顾着逃跑 没注意到脚下 结果被骤起的地毯半倒 钱 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别 别杀我 李承山抬起双手 挡在面前 疯狂摇头 惊慌失措地说 晚了 冷傲雪眼中 是无尽的冷漠 看待李承山 与看待死人没区别 正准备挥刀送他下地狱 一股强烈的杀意迎面袭来 冷傲雪收刀后退三步 及时拉开距离 目光看去 一名魁梧倒好似黑熊战里 就连肤色也是如出一折的外国男子 正挡在李承山面前 从拳速 拳风来判断 方才一拳的力量 少说六七百公斤 他好了 你终于来了 看到男人的出现 李承山悬到嗓子眼的心 顿时安稳落下 事实证明 出发前留一手 叫上他是对的 此人正是李承山压箱底的王牌 在地下拳馆有着嗜血暴龙之称的不败拳王 杰斯特 杰斯特放下拳头 意外道 居然能躲开我的拳头 不得不承认 作为一个女人 你确实有点本事 漆黑的皮肤 微笑时满口白牙十分醒目 为何 杰斯特 替我杀了他们 李承山从地上爬起身 有了靠山后 他说话时的语气大不相同 抬头挺胸 自信不少 这次的对手有点难缠 一个收你一百万 不过分吧 杰斯特扭头问 将陈阳与冷傲雪的姓名 明码标价 没问题 李承山毫不迟疑地点头答应 对比从陈阳那白捡来的十亿 区区两百万 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一想到可以用从陈阳那里获得的钱 雇佣杀手弄死他 自己一点损失没有 李承山这心里 不禁一阵暗爽 你可以转账了 杰斯特从兜里摸出两个暗金色直虎 带上 自信一笑 三分钟内解决 好 对于杰斯特的实力 李承山给予百分百信任 拿出手机 准备操作转账 哼 下一秒 杰斯特两三的大步 迅速拉近于冷凹雪之间的距离 如此高大威猛的身躯 一个猛冲 视觉上震撼拉满 佩戴着直虎的拳头 不由分说 直接朝着冷凹雪太阳雪砸去 和李承山不同 比起女人 钱在杰斯特眼里 更加重要 在他看来 有了钱 等同于有了一切 然而 他还是太过高估自己的实力 杰斯特自认为快如闪电的一拳 在身为SSS级职业杀手的冷凹雪眼中 好比电影画面慢镜头 一个侧身 退后半步 完成躲避 再找准时机 一刀瞄准杰斯特的手腕 斩下 极致的力量与速度下 搭配上锋利的合金刀刃 形同热刀切奶油 很轻易地 便将杰斯特的右手砍断 掉落在地 杰斯特强行咬牙 止住想要惨叫的动作 哄 握紧左拳 迅速调整角度 再次朝冷凹雪的面门击打过去 拳风猛烈 作为八角龙中的老将 杰斯特非常清楚 冷凹雪是一个恐怖的对手 没有时间留给自己悲痛 必须抓住一分一秒解决掉它 否则 那两具倒在地上的尸体 会是杰斯特最好的前车之剑 冷凹雪又岂会给他这个机会 往外 斜上挥刀 寒光凛冽 连同杰斯特的左手 一并斩断 杰斯特吃痛 满头冷汗 意识正在迅速变得模糊 眼前画面同样如此 身形摇摇晃晃 步步倒退 冷凹雪乘胜追击 刀刃直直捅入 穿透杰斯特的心脏 再猛地左右来回 转动几下刀柄 一通乱叫 一带地下不败拳王 交手不到一分钟 连冷凹雪的人都没碰到 反倒丢了性命 在冷凹雪拔刀后 身躯轰然倒下 看得李承山目瞪口呆 上一秒的嚣张 自信 这一秒荡然无存 又跌坐回地上 裤裆与地毯 能明显看到湿透的痕迹 走到他跟前 即将动手之际 冷凹雪注意到掉落在旁边 手机屏幕上未完成的转账页面 他捡起手机 陈阳在黑客领域的实力有多强 身为徒弟的冷凹雪 自认为比任何人都清楚 不想他因为自己 白白浪费十亿 陈阳刚接下手机 紧跟着 就听到李承山开口求饶道 那十亿 我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除此之外 我再给你一亿 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别杀我 一亿 陈阳虽然对钱不感兴趣 或者说 他所拥有的财富 已经多到几代人 没日没夜挥霍 也败之不尽的程度 但在此刻 面对李承山这种人 陈阳的野心膨胀 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亿 就感到满足 双手开始操作 入侵系统 极短时间内 接连破解三层 防护交易密码 每次一个亿 总共二十三次 全部转出 转入到自己的账户名下 然后随手将失去价值的手机 丢回到李承山面前 杀人之前 不介意献住其心 李承山双眼不自觉看去 当看到那一笔笔转账提示 以及归零的账户余额后 整个人如遭晴天霹雳 愣住许久 迟迟吐不出半个字 自己辛辛苦苦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业 整整十三亿 全部被黑吃黑了 不 你不能这么做 那些钱并不属于我一个人 如果被他知道的话 你们跟我 全部会死 李承山万分恐惧道 他 陈阳颇感兴趣问 实话告诉你吧 虽然明面 我是这座地下拳馆的老板 但实际上 真正的老板另有其人 这个人 你们惹不起 李承山知道 今天发生的事 一旦让那位知道 自己哪怕不死 也得掉层皮 生不如死 不过 比起必死的结局 纵然只剩一口气 李承山还是想努力争取一下 俗话说得好 好子不如赖活着 笑话 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我师父惹不起的人 冷傲雪冰冷反驳 师父 李承山有些意外 没想到冷傲雪与陈阳之间 居然会是这种关系 徒儿都这么厉害 那他这个做师父的 岂不是更夸张 即便如此 依旧未能动摇李承山 他坚持道 小姑娘 我承认你确实很强 但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背后那位 你们真的惹不起 给你们一条生路 乖乖把十三亿还回来 然后离开 大家各退一步 今天的事 我可以既往不救 当做没发生过 冷傲雪听了艳凡 当即把连斩树人的刀锋 架在李承山的脖子上 请示陈阳 师父 依陀看 不如直接宰了吧 陈阳刚准备点头同意 一道声音破空传出 你想杀便杀 真当我不存在吗 文生 冷傲雪心头一阵 这声音 他很耳熟 SSS级杀手 代号泄途 这个声音 这张脸 哪怕化成灰 冷傲雪照样认得出来 只因血涂也是众多围杀他的 杀手团中的一员 论实力 大夏境内 血涂在杀手榜单上 能排进前十 哪怕放眼全球杀手榜单 也能轻松进入前一百 在冷傲雪之上 所以 与血涂之间 冷傲雪一直采取的战术 都是主动逼战 等解决掉其他等级 稍低一些的棘手角色 再去考虑他 避免上演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戏码 冷傲雪十分肯定 一旦与血涂开战 必须抱着你死我活的决心才行 哪怕活到最后 少说的丢半条命 养精蓄锐几个月才能恢复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只老鼠 血涂轻笑一声 正发愁找不到你 没想到 你反而主动送上门来了 老板 您认识他 李承山好奇问 认识 当然认识 全球杀手榜上 唯一一个SSS级女杀手 你说 我能不认识吗 血涂条砍到 只可惜 很快这个唯一 又会变回零 全球唯一SSS级女杀手 在从血涂口中 得知冷傲雪的真正身份后 李承山倍感震惊 总算明白 为何他能一击秒杀黑寡妇 黑寡妇在地下拳管确实厉害 但那也得看跟谁比 别说SSS级杀手 哪怕A级 黑寡妇一样 只有洗干净脖子 被人收割的份 不对啊 李承山猛然回想起一件事 看看冷傲雪 再看看陈阳 SSS级杀手叫他师父 那他的身份是 顾舵 猴杰如洞 吞咽吞咽口水 李承山无法得出答案 深刻认识到 被弱小限制想象力 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但很快 李承山又冷静下来 只因意识到 自己背后站着的人 是血涂 纵使冷傲雪 陈阳二人再强 终究不可能会是血涂的对手 李承山很清楚 他有多恐怖 杀人如麻这四个字 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 反观陈阳 对于血涂的出现 完全不感冒 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冷傲雪身上 看出他眉宇间流露的点点距异 可即便这样 依旧没有退后半步的意思 点心凝占着死 不愿跪着生 此刻 冷傲雪满脑子 想着的都是要保护师父 不能给师父丢脸 拼了 一咬牙 一狠心 冷傲雪准备抢占先机 前去血涂硬碰硬 只是 陈阳从背后伸手按住 到此为止 这一路你够操劳了 去喝杯茶 还口气 之后的事 交给为师解决 是 师父 冷傲雪没有逞能 点头答应 师父 听到这两个字 从冷傲雪口中说出 血涂实在没绷住 捧腹大笑道 传闻中的SSS几女杀手 不过如此 居然败是一个小白脸 你想象他学习什么 怎么更有女人为吗 字里行间充满对陈阳的讥讽 陈阳一言不发 一步步往血涂走去 见他面对自己竟毫无惧色 一脸平静地走来 血涂哼笑一声 看来 是我太久没出关 统治力远不如以前了 连个小白脸 都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话音骤然变得凶狠不少 横眉怒目 伸手到背后 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尼泊尔军刀 毫不犹豫 非常果断 朝向陈阳的脖梗挥刀砍去 吼道 想死是吧 我成全你 这小子 必死无疑 赤手空拳面对SSS 即杀手卸途 真是愚蠢 一旁的李承山看到这一幕 开始后悔 刚才想那么多了 不该浪费精力 高看陈阳 拉低了自己的档次 只是下一秒 全力挥砍到半空中的尼泊尔军刀 却被陈阳用两根手指轻松夹住 镜面般的刀刃上 映照出李承山目瞪口呆的表情 跟见了鬼一样 这小子 血涂同样心头一震 直到自己小瞧陈阳了 手臂肌肉如钢筋般条条抱起 卯足力气 想要把军刀压下去 奈何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 刀身纹丝不动 可恶 血涂不信邪 双手下压 依旧撼动不了分毫 完美演绎 何为无能狂怒 这时 陈阳两指发力 只听砰的一声脆响 半指后的尼泊尔军刀 被他轻松折断 再趁着血涂惊讶之余 一挥手 动若雷霆 对其抹猴 断刀匡当一声落地 血涂双手捂着脖子 步步倒退 满面震惊 到死都没想到 自己的人生 居然会以如此潦草方式 宣告结束 好吧 李承山更没想到 杀十个 一百个人 和杀鸡图狗没区别 仿佛喝水一样简单的 SSS级杀手泄途 在陈阳面前 居然毫无反抗之力 一切发生得太快 李承山甚至连陈阳 什么时候出的手 都没看清 等反应过来 血涂已是硬生倒下 那倒几乎快要贯穿 大半个脖子的斩痕 正咕嘟咕嘟往外冒险 叫李承山看了 忽然觉得 国外那些血浆片 不过如此 见证一切的冷傲雪 内心着实难以平静 他身为爱徒 当然知道陈阳很强 只是没想到 他会强大到这种份上 大夏前十 全球前一百 令无数负伤 大人物弹之色 变得顶级杀手 在他面前 也只需一招 便完成抹杀 冷傲雪有理由相信 这件事传出后 肯定不会有人敢相信 把SSS级杀手当狗图 这种事 有够惊世骇俗 师父他 原来这么强的呢 冷傲雪清楚意识到 自己与他之间的差距 远没有想象中的近 遥不可及 形容为天与地之间的距离 一点不为过 喝口茶 冷静一下 陈阳看着躺在血泊当中 血涂的尸体 深感失望 见他当前各种嚣张跋扈 鼻孔看人 多少燃起一丝兴趣 没想到实际经历下来 这所谓的血涂 比起黑山监狱里那些人 差得很远 杀了 也不会有多大成就感 令陈阳不禁怀疑 SSS级杀手 真有外界传得那么强 总之 血涂在他眼里 弱道报 满身破绽 不排除这里面 有轻敌的原因 但不轻敌 陈阳也不认为 血涂能改变什么 无非多挣扎两下 咸鱼翻身 难道就不是咸鱼了吗 跟着 转动视线 落在李承山身上 啊 对上他的双眼 吓得李承山虎趋一阵 一个亮枪 摔倒在地 情急之下 想起自己还有最后一道保险 撩开衣服 握住腰间别着的手枪 计划杀陈阳一个措手不及 以最快速度清空淡加 然而 李承山的所有想法 皆被陈阳看透 拿捏 在他举枪到一半时 压根没机会扣动扳机 陈阳精准甩出 方才用以抹喉血涂的军刀断刃 断刃在空中高速旋转数十圈 刃面刚好砍在李承山的手腕上 热刀切猪油的丝滑场面 再次上演 李承山都未感受到疼痛 便眼睁睁看着 自己的手连铜枪 一并飞了出去 这一刻 李承山清楚意识到 陈阳是比冷凹雪 血涂更恐怖的危险人物 你不能 咻 不吃 陈阳弹只射出一根银针 从李承山的眉心 贯穿整个脑袋 砰的一声 定射在木门框上 李承山保持贵姿 死于惊骇 仍是一副瞠目结舌的表情 挂在脸上 死不瞑目 走了 陈阳回头看一眼冷凹雪 好 冷凹雪愣住半秒 连忙放下手中的茶杯 跟上陈阳 离开包厢 事情既已解决 没有在留在这的必要 至于楼下那些观众 依然沉浸在保镖尸体 摔落的恐慌当中 一轮纷纷 从他们的角度 并不能看清 二楼发生的事 还是随后 有几人鼓足勇气 上到二楼 才惊恐发现 地下拳馆的老板李承山 以及有着嗜血暴龙之称的 不败拳王 连同几名保镖 全部惨死房内 哦 嗯 画面惨烈到 连平常看习惯血腥拳赛的这些人 也是忍不住 手无嘴巴 险些吐出来 赶紧退离包厢 外转 一个字不敢透露 首先 能杀嗜血暴龙 敢杀李承山的人 用脚趾头 想也知道 自己百分百招惹不起 其次 来这种地方 本就属于违规行为 他们不至于干出不打自招的蠢事 另一边 陈阳已是坐上冷凹雪的车 扬长而去 深藏深与名 路上 陈阳主动开口问起 关于血徒的事 你为什么会被他们追杀 按理来讲 SSS即杀手 彼此之间 如果不是有着血海深仇的话 绝不会贸然动手 原因非常简单 对方真要发起狠来 想要全身而退 难如登天 徒而为成为SSS即杀手 杀了一个很有背景的人 他的家族开出实意 悬赏我这条命 冷凹雪不作隐瞒 陈阳是这个世界上 他最信任的人 没有之一 不过 多亏有师父您出手 想必血徒惨死的消息 很快就会散不出去 剩下那些想赚这笔钱的人 必须得好好掂量掂量 自己有无这个资格 冷凹雪心怀感激道 陈阳不再说话 拿出手机 进入地下网站 果然找到一条 关于冷凹雪 价值实意的悬赏片 领取人数 超过上百人 组团的S级 SS级 又或者想要单吃冷凹雪的 SSS级杀手 都有包含 可想而知 冷凹雪这段时间 生活的有多胆战心惊 尽管如此 他依旧会毅然决然地 选择站出 不辞辛劳 替陈阳这个当师父的 解决各种麻烦 自己身为师父 要不做点什么 似乎说不过去 陈阳先编辑了一条悬赏贴 悬赏所有 接取暗杀任务的杀手 无论等级 只要杀死 就可以领取一亿赏金 蒋金池加码到一百亿 功之于众 帖子发出那一刻 原本处于任务 接取状态中的上百名杀手 瞬间消失三分之一 还在锐检 随后 陈阳又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新增一条价值十亿的悬赏贴 广招能人一世 前去暗杀那名 悬赏冷凹雪性命的幕后人物 杀多少人 花多少钱 对陈阳来讲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威吓他们 让那些人知道 想杀冷凹雪 绝对不像 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轻巧 对于陈阳为自己豪志百亿的事 冷凹雪赞不知情 还在想 有没有给陈阳丢脸 添麻烦 半小时后 车子停在一处 名为天轩大酒店的地方 师父 那我就送您到这了 嗯 回去路上小心 有任何事 立刻联系我 陈阳态度强硬 好 徒儿一定谨记 说完 冷凹雪掉转车头 伴随引擎轰鸣 迅速食愿 陈阳则转身 面对大楼 看一眼天选大酒店的招牌 然后走了进去 先生您好 请问您有预约吗 酒店前台热情走上来 问放在平常 他肯定不会那么热情 但眼下 他想近距离好好看看 陈阳这张脸 天呐 他的皮肤好好 居然毫无瑕疵 好羡慕 这五官怎么如此立体 好似刀削出来的一样 啊 我要有这么个男朋友 打三份 供养他都行啊 内心气十足 我找苏清月 陈阳回答道 没错 他之所以会到这个地方来 是因为在路上 接到了一通未知来电 对方自称是苏巧巧的姐姐 想面对面 谈谈关于苏巧巧的事 好的 苏清月苏总是吧 他人正在十七楼 五号包厢等您 不需要用电脑查看 前台小姐清楚记得 毕竟 苏清月在江城这个地方 相当有名 好 谢谢 陈阳转身朝电梯走去 哪里 应该的 前台小姐挥挥手 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 同时 彻底断了念头 只因他毫无底气 能跟名声在外的苏清月抢男人 论美貌 论背景 论才是 论文化 他满盘皆输 回到柜台后 坐在位子上 双手托住下巴 视然一笑 果然 像那种男人 只可远观 叮 提示音过后 电梯门打开 陈阳来到十七楼 朝五号包厢走去 可当他人抵达五号包厢 打开门后 却不见半个人影 台眸 确认一眼 的确是五号包厢没错 去洗手间了吗 陈阳难难道 不做多想 先进包厢 等候苏清月 正在此时 一样是十七楼 八号包厢中 看一眼时间 苏清月估摸着差不多 站起身 坦白道 关总 非常抱歉 我有个很重要的人 需要去见一下 她是我妹妹的救命恩人 可否给我五分钟 好 你去吧 关雅点头同意 正好讲太多 感觉嗓子都快冒烟了 需要缓缓 多谢 从包厢出来 苏清月俨然变换一个人 恢复往日霸道高冷的总裁犯 苏巧巧年纪尚浅 阅历不足 作为姐姐 苏清月必须赶走一切 有可能危害到她的蛀虫 严格把关 抬头 确认一眼房间号没错 按下门把手 推门走了进去 你好 目光第一时间注意到 坐在椅子上 正刷着手机的陈阳 话说一半 突然哑言 停留在原地 苏清月不得不承认 惊艳 没错 惊艳 她很少用这个词 来形容一个人的外表 但在面对陈阳时 苏清月脑海中 却毫不犹豫地浮现出一个词 一眼万年 大概知道 自家那个几乎不与陌生异性来往的妹妹 唯独在陈阳这 是个例外 这张脸 就是最好的答案 陈阳也注意到了苏清月的出现 西平手机 看去目光 典型的职场OL装打扮 下身一条浅灰色包囤裙 搭配肉丝 上身则是一件领口微开 袖子卷到手肘上的浅灰色长袖衫 胸前 呼之欲出的饱满 被单独一个镶嵌钻石的金属扣 尖南勾拽住 替代了领口部分 扣子的作用 设计风格偏性感 一抹浅浅的阴影 令人不自觉地便会停留视线 留着一头中长发 搭在肩上 越往下 越卷 发烧向外翘起 将一张瓜子脸完美修饰 柳眉性眼 穷比挺立 再配上一叶薄唇 宛若天仙下凡 走动间 耳朵上坠着的两条钻石项链 结合高跟鞋搭搭触地的声音 颇显气场 若非事先知道对方的身份 陈阳大概率会误以为 是哪个明星艺人走错了房间 视线撞上瞬间 苏清月猛然回过神来 可嗨嗨 有些尴尬的抬起手 拳头轻握唇前 咳嗽两声 然后道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无妨 我也刚到 陈阳回应 嗯 苏清月轻点头 把包厢门关上 进入房间 选了个正对陈阳的位子 没有着急坐下 先对着陈阳 深深一鞠躬 谢谢你救了我妹妹 关于KTV里发生的事 他早已原原本本 从保镖口中听了一遍 苏清月很清楚 若非陈阳及时出手 即便自己速度再快 也很难保证 不会给苏乔乔留下心理阴影 发自内心感激陈阳 举手之劳罢了 那种情况 我相信 换做任何人都不会坐视不管 正如陈阳所想 苏清月叫自己来 是为表达感谢 旋即 又目睹苏清月 将一张银行卡放到桌上 用指尖按着 推送到自己面前 卡里有一百万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你收下 苏清月说明用意 好 针对这种情况 陈阳来者不拒 他明白 对苏清月这个级别的人来讲 用钱报恩 是最直截了当的方式 省时省力 一百万对他 根本不算什么 分分钟能赚回来 当然 对陈阳也是一个道理 单纯不想徒增麻烦 人家既然有这个心 只管收下便是 双方都没损失 见陈阳如此果断地收下 苏清月心中一喜 既然爱财 那之后的事就好说了 正在他斟酌着 要如何用磁石 碰 包厢门被人一脚踢开 苏清月下的胶躯一颤 很快镇定下来 当看清楚来人以后 原本因为可以近距离接触偶像官雅 建立起的大好心情 瞬间蒙上一层阴郁 没想到他会跟到这个地方来 不等苏清月开口 男人反倒质问起来 苏清月 你什么意思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是想给我戴绿帽子吗 绿帽子 男人一番发言 听得苏清月云里雾里 眉心紧促 无语道 张兴凡 我跟你之间有一点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 你是我张兴凡认定的女人 听到张兴凡爸总事的发言 苏清月整个尬住 后悔 真不该为了应付家里 隔三差五的催促 被迫答应和张兴凡相亲 自始至终 那场所谓的相亲 苏清月从未答应 更没有承诺过张兴凡任何事 只当是吃饭的时候 身边多了个凡人的家伙 各种喋喋不休 苏清月忍了 花十分钟吃完饭 然后果断付钱走人 谁曾想 从那以后 张兴凡便跟个苍蝇一样 有事没事跑到公司里 纠缠不休 我再说最后一遍 无论这辈子 还是下辈子 你跟我之间 都不会有任何可能 苏清月表明态度 请自重三个字 他已经说累了 张兴凡也根本不在意 只能把态度展现得更加强硬 为什么 我哪配不上你 在我这个年纪 能做到公司上市 身家过亿的人 你找得出几个 张兴凡不服道 还是说 你喜欢这种一无是处 空有外表的小白脸 见他将矛头忽然转向自己 陈阳那叫一个莫名其妙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 张兴凡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我和他之间 清清白白 见张兴凡将一个外人 无端牵扯进来 苏清月立马做出声明 哼 清清白白 得亏我来得及时 否则 只怕连去酒店房间的钱都省了 张兴凡张口就来 张兴凡 你不要太过分了 苏清月拳头攥紧 气得身前一阵跌宕 以陈阳的角度看去 可以清楚瞧见 因为急促呼吸 带来的起伏 对于苏清月的斥责 张兴凡选择性无视 注意力集中在陈阳身上 态度强硬 给你五秒时间 现在 立刻 马上 从我眼前消失 陈阳默默给自己倒了杯柠檬冰水 静静看着张兴凡表演 五秒很快过去 我再跟你说话 聋了吗 现在苏清月那吃了瘪 又被陈阳不当回事 张兴凡怒火攻心 脸红脖子粗的怒斥 你是老板 陈阳放下手中的玻璃杯 不紧不慢问 我虽不是老板 但这的老板和我是老相识 自己滚蛋 还能体面点 真要让保安来处理 最终颜面扫地的人可不是我 张兴凡暗戳戳表示 可嗨嗨 熟悉的咳嗽声 张兴凡急忙转身看去 钱总 您怎么来了 张兴凡想着 该不会是有人通知了钱有为 所以 他专程赶来替自己平视吧 够仗义 笑脸相迎 乃曾想 钱有为直接无视张兴凡 与他擦肩而过 静止朝向陈阳那边走了过去 将提前准备拟定 刘默还没完全干透的合同 恭恭敬敬放到他面前 陈总 这是酒店的转让合同 只要您在上面签字 从今往后 天轩酒店便是您的私有财产 钱有为这操作 别说苏清月 张兴凡没想到 陈阳自己也猛了 看着摆在面前的酒店转让合同 他可不记得 自己什么时候 有跟钱有为表示过 自己有意买下这家酒店 陈阳非常肯定 自己这是第一次 与钱有为见面 钱总 您会不会搞错了 他一个靠道天女人 吃软饭的小白脸 怎么可能会买得起 天轩这种五星级大酒店 张兴凡坚信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误会 闭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钱有为转身 瞬间变了一副面孔 那表情 瞧着跟要吃人一样 与对待陈阳时的那份毕恭毕敬 简直判若两人 钱有为在外人眼中 表面看着 与张兴凡之间 关系确实不错 实际上 只是酒肉朋友 互相利用罢了 大男龄头个自飞 而且 论身家 张兴凡在别人面前可以嘚瑟 但在钱有为面前 远不够资格 仅靠天轩大酒店 钱有为的底气 便是张兴凡的好几倍 这也是为什么 张兴凡要尊称钱有为一声明的主要原因 不完全是因为他年纪比自己大 陈阳拿起合同 翻阅几页后 目光停留在交易价格上 五亿四千万 我怎么不记得 我有开过价格 要买下你的酒店 回想先前一路走来看到的景象 酒店因为地理位置足够好 客流量属于上层 加上又处在主要经济区 消费能力是实打实 最顶尖的那一批 所以 因为生意做不下去 想找个冤大头接盘 这个理由不成立 可以排除 况且 钱有为怎么可能会知道 自己能买下这栋酒店 越想 陈阳越觉得奇怪 这笔钱已经有人提签出了 无需陈总您再次支付 钱有为解释说 有人提签出了五亿四千万 把五星级酒店白送给他 听到钱有为的话 哪怕自认为见识过不少大风大浪的苏清月 张兴凡二人 此刻 这内心也是难以平静 掀起惊天骇浪 那是五亿四千万 不是五百四十块 哪怕给张兴凡三十年时间 他都不敢保证 自己一定能赚到那么多钱 公司市值过亿 与拿得出来一个亿 属于两码市 相差巨大 二人皆是忍不住好奇 才想起 到底是何人有这个底气 与资本 是 苏清月必须承认 陈阳很有姿色 但花费几个亿 只为这份姿色买单 未免太夸张了些 很难想象 那人究竟得傻到何种程度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苏清月绝对不会想跟这种人交朋友 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智商 对比之下 张兴凡内心 更多的是恐慌 没想到陈阳这个小白脸背后 还隐藏着一尊大人物 真真切切体会到 为何会有声音说 当下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听完钱有为的话 拉起笔 拔出笔帽 陈阳洋洋洒洒 在合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正式拥有 成为天轩大酒店的新任老板 恭喜您 既然合同已经送到 您也签字了 那我便不多打扰 告辞 说完 钱有为选择离场 不准备参与进陈阳与张兴凡 苏清月之间的恩怨情仇当中 以免引火烧身 钱总 张兴凡试图叫住钱有为 问清楚来龙去脉 钱有为在听到他的声音后 却是避之不及 加快脚步 按下电梯下楼键 避之不及 碰 陈阳把合同拍在桌上 张兴凡虎躯一震 回身就听陈阳开口问 你刚才说 你和这家酒店的老板 是什么关系 张兴凡哑口无言 现在 立刻 马上 从我眼前消失 陈阳把这句话 原封不动 还给了张兴凡 张兴凡内心 哪怕有再多不服 此刻也只能强行打碎 往肚子里咽 不敢明着与陈阳叫板 毕竟 陈阳已经不是 先前那个一无是处的小白脸 他的身家 超越自己好几倍 愤愤不平地离开 你爸妈没教过你 要随手关门吗 陈阳又道 张兴凡 鼻孔深吸一口气 咬紧牙关 退回来 将房门小心关上 没发出半点声音 生怕再被陈阳抓到把柄 借题发挥 然而 陈阳压根没把张兴凡当回事 张兴凡在他眼中 顶多算个屁 视线回到苏清岳身上 开门见山问 苏小姐刚才 似乎还有什么话 想对我说的样子 苏清岳沉默 他原本误以为 陈阳是为了钱 才会接近苏乔乔 所以想用钱 让陈阳从苏乔乔身边消失 不要影响到他的学业 但 钱有违的出现 却狠狠打了苏清岳的脸 纵使是他 想要在短时间内 更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把这笔钱 拱手送给陈阳 要么苏清岳脑子有问题 要么 他的钱已经多到 可以不去在意 这区区五亿四千万 没 只是想问问看 陈先生你肚子饿不饿 需不需要叫点东西吃 苏清岳没脸把自己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的想法说出口 打算以后 引以为鉴 不用 我刚刚才吃过 苏小姐要是饿了的话 请自便 陈阳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 然后继续翻阅起合同 想找到蛛丝马迹 与此同时 张兴凡已经从电梯走出 来到酒店一楼大厅 可恶 一个区区小白脸 转什么转 自以为棒上的富婆 很了不起吗 男人耻辱 等你哪天老去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没这张脸 你算个屁 妈的 真是越想越气 要不要找几个道上的兄弟 好好教训他一顿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 在张兴凡这 应该是忍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越想越亏才对 果然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拿出手机 计划让人趁天黑 把麻袋套在陈阳脑袋上 狠狠教训他一顿 最好把他打破相 张兴凡不幸 那个富婆 真会白白把天宣酒店送给他 必定签了协议 比如在他身边待上十年 一夜七次 达不到要求 合约自动作废 这么一想 顿时合理不守 你这家伙 还真是不长教训啊 哪个不长眼的 听到女人声音字背后响起 似乎是在说自己 张兴凡很不耐烦 转身看去 顿时被浇了一盆凉水 惊大眼眸 关雅 意识到这个名字 不是自己可以叫的 赶紧改口 不对 关 关总 钻井的五指 捏了一手心冷汗 紧张到连同十根脚趾 一并抓紧 想不通 杨成首富 怎会跑到江城来 他话里所说的部长教训 又是几个意思 张兴凡想破脑袋 也没想明白 于是 忍不住往歪了想 难不成 关总这是看上我了 想用这种方式搭讪 人为制造缘分 要知道张兴凡脑海中 是这么个奇葩想法 关雅非得一巴掌 打掉他几颗牙齿不可 在世界上 唯一能令关雅产生爱慕想法的 只有一个人 现在是 以后也是 没错 这个人正是陈阳 不知关总您找我 所谓何事 张兴凡战战兢兢问 啪 啪 关雅正反手 连抽张兴凡两个巴掌 关总 您 您这是何意 张兴凡退后几步 双手捂着逐渐红肿的脸颊 皱眉问 还是说 这些有钱人都那么恶趣味 喜欢仗势欺人 完全忘记自己先前 在陈阳面前表现出的那副小人 得知嘴脸 将双标这一行为 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后 你和你的公司 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关雅一脸冰冷 宣告着张兴凡的结局 关总 这个玩笑可不好笑 我不记得 自己有在哪得罪过你 如果有 请您明说 哪怕死 起码让我死得明白 张兴凡的声音 这话要换成别人说 他可以不当做一回事 但 这话 是从关雅嘴里说出来的 张兴凡很清楚 关雅绝对有这个实力 何首万 你确实没得罪我 可你得罪了我师父 关雅在说这话时 眼中蹦射出一道冷光 这比得罪我 更加不可饶恕 师父 张兴凡当即否定 关总 这里面一定有着天大的误会 您在我心目中 已是堪比圣人般的存在 我又乃来胆量 敢得罪您师父呢 不 您有 关雅把张兴凡说过的话 又复述一遍 我可是亲耳听到 你要他立刻 马上 从你眼前消失 关雅为何会得知这一切 很简单 离开包厢 去洗手间回来路上 听到苏清月和其他人的争吵声 好奇心驱使下 瞄了一眼 本想直接出面 替陈阳撑腰 教训张兴凡 但在听到他搬出天轩大酒店的老板 作为靠山 想以此压陈阳一头 关雅脑海中 产生了个一十二鸟的好办法 既能顺理成章 送师父礼物 还能令张兴凡吃到苦头 一举两得 跟着便有了之后的事 苏总 这话我绝对没 话音未落 先前在包厢中发生的那些事 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该不会 瞳孔惊大 张兴凡脸上 写满不可置信 你想的没错 刚才和苏清月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就是我师父 唯一 也是我关雅这一生 最敬重的师父 关雅接过张兴凡的话 直截了当说 他 他是您师父 不对啊 他怎么可能会是您师父呢 他那样的小白脸 啪 关雅反手又是一巴掌 戳在张兴凡脸上 强势打断 你如果再敢侮辱他 我会直接杀了你 张兴凡紧闭嘴巴 在关雅眼里 可以清楚看到 浓烈的杀意 令他毫不犹豫地相信 只要敢说 关雅真会杀了自己 没开玩笑 纵使有再多无法理解 张兴凡只能接受 陈阳就是关雅师父的事实 关雅故意找这种借口 诚心羞辱自己 张兴凡并不认为 自己有资格 让关雅这种级别的人物 如此费尽心思搞针对 就像张兴凡不会刻意浪费精力 时间去捏死一只蚂蚁 同样的道理 放在关雅身上 一样适用 连张兴凡本人都不免觉得 在关雅面前 自己与可以轻松捏死的蝼蚁 没半点区别 哼哼哼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来电被注明 显示为秘书两个字 非重大事件 他是不会给自己打电话的 张兴凡看一眼关雅 见他没有阻止自己的意思 按下接听见 喂 发生什么事了 张总 不好了 官室集团将我们列入了黑名单 并发布最新公告 只要是任何与我们有合作的公司 连带拒绝往来 现在所有合作商 都发来了解约书 要求我们赔偿损失 再这样下去 不止公司的破产 您也会欠下一笔 非常夸张的违约金 张总 张总 无论电话里 秘书如何胡喊 张兴凡始终没有回应 人早已贪软在地上 手机脱手 滑出去两三迷远 电话挂断 很快又重新打来 张兴凡却毫无接听电话的心思 因为他给不出解决办法 不 还有希望 张兴凡快速完成心态转变 想求的官雅的原谅 他已经清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愿意给陈阳道歉 哪怕下跪磕头 也不是不行 只求官雅高抬贵手 放自己 放整个公司一条活路 他不想好不容易打拼的家业 富之东流 更不愿成为自己曾经最讨厌的穷鬼 背负上可能耗费一辈子 依旧偿还不清的巨额债务 丢出去 官雅部打算给张兴凡求饶机会 看向几名闻讯赶来的保安 保安看出官雅不好惹 而且 张兴凡这个人 他们是知道的 连他都如此恐惧官雅 自己一个普通人 又怎么可能招惹得起 果断行动 按照官雅所说 走上前来 将张兴凡从地上架起 强行带离 任凭张兴凡如何求饶 他们坚定铁石心肠 最终 张兴凡被丢在了路边的垃圾桶旁 感受到路人落在自己身上 奇怪的眼神 他蜷缩身子 双手抱住脑袋 满心懊悔 他做梦也想不到 陈阳居然会是官雅的师父 从官雅上一秒 展现出来的一系列态度 张兴凡清楚认识到 什么叫做人不可貌相 而这一幕画面 被坐在窗边的陈阳 尽收眼底 无感 收回目光 看一眼面对刚刚送到的 几盘精致饭菜 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呆呆愣住的苏清月 陈阳问 你不吃吗 吃 当然要吃 苏清月机械系拿起碗筷 自从知道 陈阳不像自己想象中那般 见前眼开后 苏清月一直很尴尬 如坐针毡 不知要怎样面对他 事先拟定好的计划 与脑海中提前排练过的台词 完全派不上用场 然后鬼使神拆地点了几样菜 那你慢慢吃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陈阳起身道 诶 苏清月下意识出声 还有事 陈阳问 没 只是想让你路上当心 张兴凡那个人很记仇 认识一些地痞流氓 你最好躲着点 苏清月提醒道 好 我知道了 陈阳答应 走到门口 抓住门把手 打开 接着看见 提前守候在门外 笑容灿烂的关雅 四目相对间 急忙喊道 惊喜 关总 即使关雅的身体 大部分被陈阳高大的身躯遮挡住 苏清月还是在第一时间 从声音判断出 是他本人没错 通过之前的交谈 苏清月意外发现 在传言中 关雅冷血无情的女强人形象外 其实也有 十分幽默的一面 试得风趣的人 关雅此举 依照苏清月的猜测 八成是知道自己在这间包厢 所以想捉弄一下自己 结果陈阳抢先一步离开 令关雅的整股计划出了问题 虽看不到陈阳 关雅此刻的表情 苏清月却不难猜出 陈阳现在一定很困惑 关雅满脸尴尬 必须出面缓和气氛才行 抱着这个想法 苏清月大步向前 那个 才走出三四步 刚刚吐出两个字 就听陈阳的声音迎面传来 你怎么会在这 文言 苏清月停住脚步 颇感意外 难道 陈先生和关总之间 认识 关总是为他而来 我来这是为了跟您背后那位苏小姐 谈有关生意合作的事 关雅回答道 您 苏清月非常确信 自己没有产生幻听 上一秒 关雅确实对陈阳使用了禁称 您 苏清月很难想象 到底的拥有怎样庞大 恐怖的身份 才能令关雅这样的大人物 还未反应过来 苏清月又听关雅语出惊人的说 倒是师父您 怎么会在这 还跟我的合作对象 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该不会 师 师父 这两个字一出 苏清月彻底绷不住了 陈先生和关总之间 师徒关系 为什么 一双美目 充满迷茫 见关雅拿自己开玩笑 陈阳一手刀落在关雅头上 一转话题 所以 替我买下这家酒店的人 是你对吧 关雅双手抱着脑袋 面带几分委屈 点点头 这家伙仗着有点财势 人脉 就在您面前耍威风 所以干脆把酒店买下来 让师父 名称为天轩的新老板 碾压他一头 原来替陈先生 买下酒店的人 是关总 关雅的话 再次震惊到苏清月 由此更加肯定 陈阳的师父身份 绝对货真价实 放眼全世界 又有几个做徒弟的 能随手买下 价值几个亿的五星级酒店 孝顺自家师父 从二人交谈间的语气 以及关雅脸上流露出的表情 擅长察言观色的苏清月 很轻松了解到 关雅对于陈阳的崇拜 犹如滔滔江水 怜悯不绝 眼下 苏清月不仅不想阻止妹妹苏乔乔 继续接触陈阳 反而自己也想和陈阳之间 深入接触 进行交流 去了解 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好奇心填满 如此优秀的男人 放在以前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怎能不向往 之后 陈阳三言两语 解释清楚来龙去脉 他之所以会在这 单纯只是因为 出手救了苏乔乔 身为姐姐的苏清月 想当面感谢一下自己 仅此而已 让关雅别误会 原来如此 关雅听后 不再胡思乱想 然后做主 与苏清月的公司之间 达成深度合作关系 真 真的吗 得知关雅 有意要与自己的公司 建立深度往来 苏清月不可置信道 内心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是沾了陈阳的光 之前 他与关雅确实很聊得来 但想要 以此建立深度合作 几乎不可能 当然 关雅点头肯定 关于柯星的那笔合作 之后 我会让人把合同 送去你们公司 非常感谢您的信任 我 不 我们一定会努力 不让您失望 苏清月深深一鞠躬 向关雅表达着感激之情 柯星那笔合作 价值好几个亿 只要圆满完成 苏清月的公司 可以从中获利几千万 他怎能不兴奋 和关雅的等级不同 几千万对苏清月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当然 也要感谢陈先生 苏清月直起腰身后 又面向陈阳身居一躬 你很伤到吗 关雅满意一笑 很欣赏苏清月这个人 想着以后 可以多关照 提携提携他 苏清月面露笑容 内心则是异常忐忑 担心自己先前 给出的那一百万 过于羞辱人 会令陈阳心中不快 从而导致这笔合作 化为泡影 如果时间能倒流的话 苏清月会在这个数字后面 毫不犹豫地加个零 将报酬增加到一千万 殊不知 无论一百万 又或者一千万 在陈阳心中 大差不差 只是一串数字 无非一个数字长 一个数字短罢了 嗯 陈阳硬了声 确定他没有要追究自己的意思 苏清月那根紧绷的心弦 顿时松缓不少 仔细想想也是 这样的大人物 气量如海 又怎会跟自己 这类小角色一般见识呢 那样只会拉低他的身份 内心已然决定 等回去后 必须好好嘉讲一下苏乔乔 不是他的话 自己也不会结识陈阳 知道他与关雅的师徒关系 乔乔如果知道的话 肯定会吓一跳吧 得提醒一下他才行 免得他不知轻重 得罪了陈先生 又怎知 苏乔乔远比自己清楚得多 再然后 事情既已解决 陈阳不再久留 不妨碍苏清月想用美食 与关雅一起离开包厢 见状 苏清月走到门口 恭送二人 直至目睹 他们有说有笑进入电梯 这才返回包厢中 随手拉出椅子 坐在上面 整个人瞬间瘫软 跟关雅这么个大人物相处 苏清月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更别说 再加上一个陈阳 万兴最后完美落下帷幕 自己在不知情时 空有想法 没像张兴凡那样 故意找死 苦笑 照这么说 我岂不是还得感谢 他突然跑出来 阻止了我的作死行为 叮 提示音过后 电梯门打开 陈阳 关雅二人直达地下停车场 很快找到跑车 坐了上去 关雅启动车子的同时 扭头看一眼陈阳 问 师傅 您接下来还有什么安排吗 如果没有的话 见不见意陪陪您静默的徒弟 静默二字 加上关雅的眼神 得窥视陈阳 换成其他人 指不定误会到哪去 行吧 师傅 您答应的好勉强 那我拒绝 不要 关雅立马启动车子 驶离地下停车场 决定带陈阳去个好地方 而在另一边 正在路边摊吃凉面的杀手徒儿冷傲雪 手上动作忽然僵重 一股磅礴如海的杀意 猛地席卷全身 老板 请要我给你放桌上了 吃完最后一口凉面 放下钱 冷傲雪起身离开 不想连累无辜之人 好嘞 下次再 人呢 店老板一扭头的功夫 就发现冷傲如同人间蒸发般 消失无踪 实际上 这一会功夫 冷傲雪早已来到百米开外 一处废弃的篮球场 出来吧 别藏了 冷傲雪挑明道 老实说 他很意外 没想到血图的死 居然没能打消掉 那些赏金猎人 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注意力 倒是有些好奇 谁的胆子那么大 嘻嘻嘟嘟 听到风吹草动 冷傲雪转身看去目光的同时 伸手握住了背后的刀柄 随手准备拔刀 与对方进行搏杀 银狼 看清楚来人 冷傲雪迅速肯定他的身份 虽然只是一名SS级杀手 但放在SS级杀手里面 属于最顶尖 实力无限接近SS级 冷傲雪不敢掉以轻心 生怕因为小乔对手 从而丢掉性命 他非常惜命 还想继续跟随陈阳 学习更多本事 感觉自家师傅 就好像一座永远发掘不完的宝库 令人着迷 眼见银狼距离越来越近 冷傲雪藏在背后的手 拔出的刀刃也越来越多 锋芒在日光下 极其醒目 带到银狼走进三米可攻击范围 冷傲雪猛然拔刀 挥出 不好 起料 银狼突然一个蹲身 令他扑了空 正当冷傲雪想要调整攻势时 目光向下看去 才发现 银狼正跪在自己面前 蜷缩成一团 嗯 这是个什么情况 冷傲雪带眉微醋 被打来的措手不及 难道是 想用这种方式 让自己掉以轻心 再发起偷袭 在冷傲雪所知的传闻中 银狼可不是会用出这种 卑劣手段的小人 冷小姐饶命 银狼随后一句话 更令冷傲雪猛上加猛 你一个主动来暗杀我的人 反倒求我饶命 这又是个什么操作 蜀师把冷傲雪给看猛了 随后 银狼一五一时 把论坛上有人花费上百亿 悬赏所有接取任务的杀手 这一系列是告知冷傲雪 以及论坛数据出现错误 他成了唯一那个 不能取消任务的倒霉蛋这件事 现在所有杀手 包括我 已经全部放弃任务 还请您取消悬赏 留我一条狗命 作为报答 从今以后 只要是您的要求 我银狼上刀山 下火海 在所不辞 银狼重重一颗头 哪里知道 冷傲雪对这件事 压根不知情 还是在他的提醒下 方才知晓 将刀刃收回刀鞘 拿出手机 打开地下论坛 果然看到两条悬赏贴 一条价值百亿 另一条价值十亿 如此大手笔 以及会对自己 做出这种事的人 冷傲雪只能想到一个 心中不经意暖 觉得自己亏欠尘阳的 真是越来越多了 要用尽一声去报答 再看一眼 跪在地上的银狼 冷傲雪放下手机 关于我的悬赏贴枣 以取消 所以你才没办法 放弃任务 由此不能看出 银狼确实很慌 否则 身为老江湖的他 怎么可能连这点事 都发现不了 原来如此 银狼常常吐出一口气 抬起手臂 擦了擦额头细腻 惊明的冷汗 起身道 冷小姐 日后若有用得着 我银狼的地方 请您尽管吩咐 即使冷傲雪没有帮上忙 但这个承诺 银狼选择了保留 只当赔罪 毕竟自己先前 确实接取了任务 对他抱以杀心 哪怕直到最后也没出手 好 我知道了 冷傲雪没有拒绝 多一个工具人 何乐不为 在银狼离开后 冷傲雪再次拿出手机 在联系人名单中 找到陈阳 发去一条消息 只有短短两个字 爱你 想了想 再配上一个大大的红唇 绯闻表情 确定发送 呜呜呜 陈阳拿出手机 查看一眼冷傲雪 发来的消息 他会心一笑 师父 发生什么好事了 注意到陈阳脸上 浅浅的笑意 驾驶位上的关雅 耐不住好奇问 没什么 解决了一桩麻烦事 陈阳吸平手机 抬眸间 注意到不远处的 华南玉石市场几个字 玉石市场 陈阳不确定 关雅要带自己去的 是不是这个地方 又或者 单纯路过 师父您以前不是说 自己很喜欢玉玛 正好今天 这里会举办一场大型活动 我想替您讨几件作为收藏 关雅说明用意 有心了 陈阳确实对玉文化很感兴趣 哪里 只要师父高兴 徒儿做什么 都是值得的 看到陈阳满意 关雅这才安心 几年没来 没想到变化这么多大 陈阳对比了一下现在 和以前记忆中的规模 差了十几倍不止 是啊 短短三年时间 华南玉石市场 已是成为整个大厦 最主要的三个玉石基地 关雅说着 自己知道的 不多时 把车停稳在 划分好的停车区域 下车后 快步从车头绕半圈 赶至陈阳身边 挽住他的手 师父 可以吧 随你 只是挽手而已 又不会掉块肉 陈阳没理由拒绝 关雅黑黑一笑 很想知道 叶清诚假如看到这一幕 会不会羡慕死 没有他在旁边妨碍自己 真是太惬意了 接下来只需要投其所好 一点点增加 自己与陈阳之间的感情即可 直至情到深处 气氛使然 翻云覆雨 干柴烈火 关雅已经开始期待 叶清诚一脸无奈 又不得不叫自己师娘的委屈模样 陈阳不会读心术 所以无从知晓 关雅此刻 内心系究竟有多丰富 进入玉石市场不久 关雅注意到一个赌食摊位 地上 柜台上 摆满各种大小不一 未经切割的原石 于是问 师父 您跟玉石如此了解 能否看出那些原石里 哪块有玉 那么后的时刻 似乎只能装运气吧 关雅喃喃细语 要不要试试看 陈阳反问 比起用嘴巴说 显然实际行动更有说服力 好啊 关雅欣然同意 只要能跟陈阳在一起 做任何事 她都觉得有趣 美女 要赌食吗 看到关雅这样的大美女出现 原本炎炎夏日夏 还有些颓废的老板 立马精神起来 热情迎接 师父 我们一人挑一款 看看谁能挑中玉石 怎么样 关雅提议道 行 陈阳点头同意 小姐 以我的经验 你选这款 肯定能中 老板推荐道 也想找机会在关雅面前表现一番 这快多少钱 关雅问 本来都五万 但我可以给你打个折 四万五怎么样 在关雅准备掏钱付款时 陈阳开口道 不用考虑 开后即便有欲 也满是杂志 一文不值 听闻此言 老板有点不爽 觉得陈阳 这是在质疑自己的经验 反枪 小兄弟 看样子 你应该不懂欲吧 或者说 只懂一点皮毛 老板自认为说的比较委婉 毕竟陈阳是客人 但还是想让陈阳知道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别为了在关雅面前表现 强行跟自己这个专业人士装比 人 贵在有自知之明 不懂的是你才对 这世上 就没有我师父不知道的 关雅立马回怼 他听得出来 老板明里暗里都在嘲讽陈阳 师父 老板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很会玩 甚至还有 让女朋友叫自己爸爸的 并未多想 这世上没有他不懂的事 老板呵呵一笑 小姑娘 别把牛吹大了 说句不好听的 我玩玉石的时候 他还没出声呢 我能没他懂 既然咱俩谁也不服谁 那不如这样 小兄弟 咱们打个赌 把这玉石切开 如果我说中了 你就得用双倍价格 把这块玉石买下来 怎么样 老板提议道 那我师父要说对了呢 关雅追问 他要是说对了 老板还市一圈 然后打开双臂 承诺 这些原石 你们可以随便选一块 免费拿走 好 没问题 陈阳欣然同意 既然可以一分钱不花 何必花钱 行 赌约生效 说完 老板抱起那块原石 当着陈阳 关雅的面 放进机器 固定好以后 关上盖子 防止碎石飞溅 伤到路人 接着按下位于右侧的开关 电锯飞速转动的声响 很快传出 短短两分钟不到 听到电锯声音变化 再切割空气 老板关闭电源 得意一笑 小伙子 你输定了 他早言揪透那块原石 百分百有欲 只不过品质不会太好 撑死卖个几百块 所以想哄骗关雅 关雅这个玉石小白买下 反正对于新手来讲 只要开刀玉就行 花钱图一乐 关雅高兴了 老板也能多赚几万块 一举两得 谁曾想 半路杀出陈阳 这么个成咬金 老板索性将计就计 再多坑几万 好让陈阳知道 乱出风头的代价 打开金属盖子 取出那被切割下来的 一小片原石 看到第一眼 老板整个人瞬间不好了 表情变得尤为难看 向市面吃到一半 发现里面 飘着只蟑螂尸体 玉石品质期差不说 绵 裂满室 还进了脏 再说不好听点 连块大理石都不如 大理石都比它好看 看样子 我似乎没说 陈阳淡淡一笑 别急 或许只是 这部分出了问题而已 老板急忙调整切割位置 打算再来一刀 呜呜呜 机器又一次启动 两分钟后 打开盖子 拿出切下的小块原石 老板本就阴郁的心情 更加郁闷 这块还不如刚才那块 本来想着 以高高在上的前辈姿态教育陈阳 结果却出尽阳相 摆摆手 算你们运气好 随便选两块吧 什么叫算 我们运气好 明明是我师父厉害 关雅不爽道 不选的话 我可受贪了 老板撇撇嘴 要不是不想破坏 自己在陈阳心目中的完美形象 关雅绝不可能轻饶他 师父 我不懂运 麻烦您帮我选一块 嘴上那么说 心里想着的却是 师父 快让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 好好见识见识您真正的实力 对此 老板满不在乎 他依旧坚持 陈阳只是运气好 瞎猫碰上死耗子 才说中 一心想着 陈阳 关雅 赶紧选走两块 跟自己手上一样 一文不值的破石头 从眼前消失 省得看着心里添堵 好 答应一声 陈阳开始在各个石队前走动 时而上手摸摸 时而凑近观察 见此 老板轻哼一声 装腔作势 业余 太业余 试问哪个来堵石的 手上不得带个强光手电筒 仅凭肉眼 想分辨有无藏欲 当自己有偷视眼吗 简直一想天开 就要这两块 在老板胡思乱想之际 陈阳已是决定好两块原石 一大一小 大的有篮球大 小的只有巴掌大 老板简单上手 看了看皮克表现 摇头一笑 这种品质的原石 但凡玩遇超过半年的人 看都不会看一眼 倒是令他长松了一口气 老板还真有些担心 陈阳在像先前那样 瞎猫碰到死耗子 叫自己亏出血来 事实证明 靠运气是走不远的 能免费解释吗 陈阳问 行 我替你们切开 老板心里高兴 不做多想 同意道 先把大的那块抱起 准备放进机器切割 等等 这时 陈阳却拿起桌上的油信笔 在原石表面画了一条线 照这切 不会伤到肉 老板笑容消失 眼里写满无语 你小子怎么那么爱装呢 本事不大 事实真不少 好 依你 无奈叹息 然后抱起原石 往机器那边走去 放入 扳手拧紧螺丝固定 防止切割时 位置移动 确认无误后 关上盖子 启动机器 开始切割 嗡嗡嗡 两三分钟后 关闭机器 打开盖子 取出切下来的那一小片原石 顿时瞪大了双眼 虽然只有小母指盖大小 但还是第一时间 牢牢吸引住老板的目光 顾不上嫌弃 用衣袖擦干净石面上的水 和污渍 老板不敢相信到 冰种 不 这已经达到玻璃种的层次了 按照品质 玉石等级由低至高 依次是豆种 懦种 冰种 玻璃种 虽然他手上这指甲盖大小的玉 只是普通玻璃种 但也价值上万 老板小心翼翼放下石片 双手抱住机器里的那块大家伙 顾多 吞咽吞咽口水 一把抱起 翻转一看 彻底傻眼 拳头大小的玻璃种翡翠 映入眼帘 无眠 无炼 这个品质 这个大小 几百万肯定有了 老板两眼一黑 险些没站稳 赶紧把原石放下 生怕磕着碰着 哇 好漂亮的玉 师傅 您真是太厉害了 在夸赞陈阳时 官雅不忘得意扫一眼老板 仿佛在说 有眼无珠的东西 这下你总该知道 我家师傅有多厉害了吧 老板面如猪肝色 说不出话来 刚想开口 又见陈阳拿起那块小石头 把这块也切了 看着陈阳伸手递来的原石 老板脸上完全没有了先前的嚣张 与自信 如果真是运气使然 那陈阳这运气 未免好得太离谱了 按照他画的那条线值直切下去 几乎没伤到育肉 利益最大化保留 这是多少混迹 玉石市场几十年的老师傅 都不敢保证能做到的事 他才几岁 看样子 不过二十岁出头 我师傅在跟你说话呢 见老板愣在原地 迟迟没有回应 官雅失去耐心 催促道 哦 好 老板猛然回过神 从陈阳手中 接过那块巴掌大小的原石 不断祈祷 老天爷保佑 千万别再让这小子 开出狱来了 他真损失不起 担心再这样下去 心脏会出问题 承受不住 由于原石太小 不需要上大机器 店老板选择启动 另外一台机器 手抓住大头 切掉点点石皮 咚 咚 咚 停止机器 心跳快到 仿佛耳边都能听见 急促的节奏声 鼓起勇气 翻转一看 没有欲 顿时长松一口气 果然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不等老板讥讽 陈阳已是抢先开口 再往里切割两厘米左右 行 老板语气勉强 觉得陈阳心性不行 无法坦然接受失败 喜欢垂死挣扎 这种人 永远成不了气候 决定赶紧把原石切开 让两个人滚蛋 白白痛失几百万 他现在心情很不好 想大醉一场 再次启动机器 嗡嗡嗡 按照陈阳说的 卡准两厘米 切割开 这一次 老板查看起结果 相较之前 要干脆不少 只是很快 这面色又变得铁青起来 严重怀疑 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 可不管怎么擦 怎么揉 眼前那一抹鲜红 始终不变 百年难得一见的血色翡翠 而且还是极品玻璃种 虽说只有界面大小 但 由于稀缺性 轻轻松松 就能达到上千万的价格 老板两眼一黑 没能稳住下盘 一屁股跌走在地上 石头也脱手滚落出去 被关雅捡起 好在并未受到任何损伤 师傅 这是什么月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关雅被深深吸引目光 血色翡翠 万中无一 有势无价 陈阳回应说 原来如此 关雅骄傲道 师傅您还是一如既往的全能 也是此时 贪坐在地上的老板才反应过来 关雅这一声师傅 并非年轻人之间的古怪癖好 陈阳的确有着货真价实 给人当师傅的能力 两块加起来 保抵两千万价值的原石 就这么被自己拱手白送出去 老板这心情郁闷到谷底 于是 从心中起 你们既然已经体验到 赌石的乐趣 快点把玉石还给我吧 听到这话 关雅并不意外 因为在他眼里 老板就是这样的卑劣小人 痴人说梦 按照赌约 这两块玉石 是属于我师傅的 关雅表明态度 绝不可能退步 让老板如愿 赌约 什么赌约 你们能证明吗 有录音 老板生动形象的展示 什么叫做人不要脸 则无敌 不忘补充 不用找了 这里确实有监控 但不具备录音功能 相反 你们自始至终没有给过我钱 不知道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道理吗 那监控录像 反倒是最有利的证明 又或者 你们想伪造交易记录 你 在关雅见过的那些无耻之人里 这老板绝对能轻松排进前世 非常欠打 别理你你的 我很忙 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老板眼神凶狠道 好心提醒你们一句 我在这混了那么多年 还是有点人脉的 明着威胁 要做梦回家去做 关雅可不惯着对方 下一秒 眼角余光察觉到 周围陆陆续续聚集上来十几人 一个比一个凶神恶煞 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在我舅舅的地盘上闹事 找死吗 眼见外甥齐天成到场 老板这心跳 反而更快了 突然一下迈入千万富豪的行列 十分苦恼 这么多钱 我该怎么花啊 赶紧滚蛋 不然 废了你俩 齐天成走到陈阳面前 双手插兜 这头都快仰到天上去了 不用眼睛 而是鼻孔看人 碰 哼 下一秒 齐天成却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 顺带砸倒两人 脸上一片血肉模糊 隐隐可见一拳印 陈阳出手的速度实在太快 根本没人看清 打 给我狠狠地打 但齐天成无比肯定 打伤自己的人就是陈阳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喊话 干死他 众手下一呼百应 冲上前去 陈阳伸手把关雅拉到自己背后 保护好自己 嗯 关雅重重一点头 顺便趁着这个机会 实验实验从陈阳那里学到的防身手段 扑 啊 我的手 不 不要 腿 我的腿断了 快 快叫救护车 老板的笑容 在短短一分钟时间里 消失无踪 看着那一地躺尸 以及剩下五六个 被陈阳气势震慑住 不敢上前 反倒一直倒退的人 狠狠大吃一惊 事前可想不到 陈阳除了赌尸以外 连打架的本事都如此恐怖 一个人对战几十个人 还能游刃有余 这真是人类能做到的事吗 官雅虽不如陈阳表现的那般经验 却凭借个人实力 解决掉两个 怪 怪物 跟着 那五六人头也不回地逃离 你们给我回 回来 躺在地上的齐天成 欲哭无泪 要早知道自家舅舅 此次招惹的对手如此恐怖 他绝不会答应 带人赶来 来做什么 被虐吗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陈阳一对比鹰眼还要锋利 极具攻击性的毛子 转向老板 老板心头一震 仿若面对一尊杀神 恐惧油然而生 不受控制的涌上大脑 你 你别乱来 不然我可报警了 老板不愿舍弃 尽在咫尺的千万人声 人先告状这一套 算是被他点完明白了 赵志兴 你这吃相未免太难看了些 一年迈的呵斥声响起 听到这声音 老板赵志兴顿敢虎去一阵 急忙看去目光 真的是他 华南玉石市场 数一数二的王牌健保师 田红安 玉石市场幕后老板身边的当红人物 看到他出现后 赵志兴心中大喜 好歹是一个地方的人 低头不见 抬头见 他没理由不向着自己 越是这种时候 越应该团结 一致对外 田大师 这两个人故意讹诈我 还请您出手 制裁他们 以免叫外人觉得 我们华南人好欺负 赵志兴一看 就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 撒起晃来 脸不红 心不跳 明明是假的 却说得跟真的一样 换成不知情的人 兴许真会被他那精湛的演技给蒙骗 你是说 他们为了这两块玉石 故意设计你 田红安走到赵志兴面前 问 对对对 赵志兴疯狂点头 啪 对你个头 田红安面色一变 直接一巴掌扇在赵志兴脸上 把他给打猛了 捂着脸 不知所措问 田老 您 您这是何业 碍于对方的身份 敢怒不敢言 你当官总是什么人 会为了区区几千万设计你 田红安像是看白痴一样 看着赵志兴 质问 官总 看一眼陈阳 官雅的方向 赵志兴一脸迷惘 这位便是杨诚首富 拥有万亿身家的官雅 官总 田红安立声道 啊 杨诚首富 万亿身家 听到这几个字 赵志兴被吓得六神无主 又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哪里想得到 官雅的来头 竟会大到这种份上 万亿身家 首富身份一出 他那些泼脏水的词立刻失去作用 完全不值得信任 官总 非常抱歉 给您带来了这么不好的体验 田红安走到官雅面前 深深一鞠躬 表达着歉意 像官雅这种大人物能来华南 在他看来 是一种荣幸 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险些因为一颗浩子屎 打坏一锅汤 您放心 对于这个家伙 我一定会严惩不待 田红安承诺道 文言 赵志兴慌了 连忙调整姿势 跪在地上 开口 对不起 我道歉 我认错 我承认 我立于熏心 想剑走偏锋 求求你们 原谅我 这样 为表达我的歉意 你们可以再免费挑选十块原石 见陈阳 官雅无动于衷 赵志兴立即改口 不 你们随便选 选到高兴 满意为止 师父 您觉得怎么样 官雅将决定权交给陈阳 师父 这两个字一出 田红安心头猛然一震 很难想象 陈阳这个年轻人 究竟得蕴藏多大能量 才有资格成为万亿首富的师父 赵志兴回忆起这一点后 也是后怕不已 当徒弟的都那么厉害 做师父的 会简单 就按照他说的 我们再选几块吧 陈阳的想法很简单 比起让田红安去处置 惩罚赵志兴 不如自己得利 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 优先级更高 况且 哪怕田红安不出手 赵志兴得罪了官雅 这件事一旦传出 他以后很难再有立足之地 跟他在一起 难免不会叫人觉得 属于同流合污 好 全听师父的 官雅点头 看着他如此乖巧的表现 田红安内心更加难以平静 离谱 属实离谱 接下来 陈阳花费几分钟时间 挑光十五块最值钱的原石 我马上帮您切开 您说些奶就切啊 不等陈阳开口 赵志兴已是主动献起殷勤 化身察言观色小能手 主动将油性笔放到他手上 陈阳在十五块石头上 分别画上切割线 赵志兴花了将近十分钟时间 才全部切开 最低极品兵种 其余大多为玻璃重翡翠 甚至是满色帝王绿 看得赵志兴 田红安目瞪口呆 赵志兴的心 在滴血 因为这些玉石全部加起来 总价值起码两个亿 就这 还是保守估计 如果再找个大师雕刻 价值又得猛翻好几倍 赵志兴能不滴血吗 这心脏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握住 血都快被挤干了 悔 悔不当初 如果自己没起贪念 该多好 田红安深刻明白 陈阳为何有资格被大名鼎鼎的官雅 尊称一声师父 那游刃有余的模样 能力显然不止于此 小小年纪 也有如此成就 未来 属实不敢想象 这些玉石我带在身上也不方便 你们能收了吗 陈阳问田红安 当然 能收到品质如此完美的玉石 我们没理由拒绝 田红安给出了一个 自己能给出 远高于市场的高价 三一五千万 您觉得怎么样 行 打款吧 陈阳说出银行卡号 田红安同样十分爽快 秒到账 整整三一五千万 师父 我们明明是来花钱的 结果您刚进门 就赚了三一朵 官雅佩服道 坚信 普天之下 能做到这种事的人 只有自家师父 之后 陈阳 官雅告别田红安 决定前往御市拍卖会 那里才是真正汇聚宝物的地方 田老 目送二人背影走远 赵志兴犹犹豫豫豫开口 想试探试探田红安的态度 打断一条腿 丢出去 田红安对赶来的手下命令道 田老 您不能这样啊 他们明明说了 会放过我 赵志兴挣扎道 奈何对方人高马大 他这细胳膊细腿的 毫无作用 他们确实放过你了 可关我什么事 我答应你了吗 田红安很清楚 对付无赖的最好办法 就是比他更无赖 况且 你觉得打断一条腿 不算网开一面 赵志兴闭上嘴巴 这个灾 他认了 不得不认 另一边 陈阳与官雅来到拍卖会现场 落座 拍卖会距离正式开始 仍有一段时间 师父 待会你有什么看上的 尽管开口 徒儿通通满足 官雅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保证道 好 陈阳点头 知道比起拒绝 赵丹全收他们的孝心 更能令官雅这些徒儿心满意足 这时 一名西装革履的青年 忽然来到陈阳面前 扭头示意 强势命令 这个位置我要了 你滚一边去 青年名叫房云飞 是华南玉石市场掌权者 房思喜的儿子 不说其他 在华南玉石市场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的太子爷 多少大人物来了 看在房思喜的面子上 也得给房云飞这个做儿子的 三分薄面 久而久之 便养成了房云飞骄横跋扈 目中无人的乖张性格 他在二楼时 就注意到了官雅的存在 一眼万年 目光难以从他身上一开 内心十分坚定 无论使用何种卑劣手段 都要拿下这个角色美女 习惯被人称作花花公子的房云飞 在看到官雅后 第一次产生了 要退隐江湖 过上象七轿子生活的想法 所以才急匆匆地从二楼赶下来 决定用自己的霸道 强行征服官雅 在那之前 先得把缠在他身边的苍蝇 也就是陈阳 驱离 房云飞可不愿意 自己看上的女人 和其他异性之间 过多牵扯关系 以免传出去 惹人非议 见陈阳左右扭头看一眼 房云飞立马道 别看了 说的就是你 赶紧滚 别浪费我的宝贵时间 编上那么多空位 你非得做这吗 懂不懂 什么叫先来后到 不知房云飞用意的官雅 当即回怼 位子不重要 重要的是 旁边坐着的人 房云飞含情默默说 官雅才反应过来 这小子 原来是冲着自己来的 伏额 侧目看向陈阳 面色尴尬 头疼道 抱歉 师父 徒儿又给您添麻烦了 无妨 这不是你的错 陈阳摇摇头 打去说 难道要我怪你长得太漂亮吗 师父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您说这种话 徒儿会不好意思的 听到他说自己漂亮 官雅眸色微变 俏脸顿时变得红润不少 笑容更加美丽 臭小子 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吧 我让你滚 眼见陈阳飞但 没有要起身离开的意思 反而当着自己的面 与官雅各种调情 房云飞表示 不能忍 啪 陈阳耐心有限 反手一巴掌 快如闪电 将还打算爆粗口的房云飞 扇飞出去 摔倒在地 房云飞趴在地上 捂着以肉眼可见之势 高高肿起的面颊 愣住了 长这么大 他从来没有被人打过脸 哪怕是父亲房四喜 而这一幕 也引来了无数路人的目光 掀起一片哗然 这小子疯了吧 林芳少都敢打 很难不赞同 那可是房四喜的儿子 谁不知道 他房四喜是出了名的护毒子 我有预感 待会儿的画面 一定很谢信 那我可得站远点 免得被见一身险 他们一致认为 陈阳会因此惹上大麻烦 避之不及 生怕会被牵连 这些年 得罪房云飞的人不是没有 但无一例外 均没好下场 围观看客并不认为 陈阳会是例外 记忆中 没有关于他的印象 想着应当是某个小家族的少爷 嚣张惯了 不知天高地后 敢来招惹真正的顶级富二代 陈阳的穿衣打扮 结合气质 在他们眼里 不像普通人 你想死是吧 好 我成全你 房云飞终于缓过神来 从地上爬起 房少 您没事吧 啪 面对几名闻讯赶来的职业保镖 房云飞不由分说 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 质问 你看我像是没事的样子吗 养你们来做什么 一群废物 保镖捂着脸 敢怒不敢言 毕竟确实是他们失责在先 光靠这一巴掌能解决问题 消除房云飞心中的怒火 他反倒觉得庆幸 第一时间向房云飞保证 房少请放心 我们马上把这小子赶出华南 光赶出去 那未免太便宜他了 房云飞面色猙獰 满心怒意 死死盯着陈阳 从小到大 你是第一个敢动手倒脸的人 再看一眼保镖 命令到 把他两只手 全废了 打断 打碎 是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房云飞既然开了这个口 保镖他们无权拒绝 慢着 正当众人以为 陈阳会被痛打一顿 变成残疾 在丢出华南时 一领在场不少人 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及时传出 房云飞听到这声音 也是不禁眉头一皱 有头看去 确认来人是田洪安后 那么 这老家伙来干什么 房哨 这个人 你不能动 田洪安快步走到房云飞面前 认真道 见陈阳 官雅没受伤 顿时长舒一口气 万幸没来晚 晚上一步 华南拍卖城 很有可能会大变天 你们有听青田老说啥吗 他说那个人不能动 连田老都得忌惮 他到底是何来头 别看我呀 我哪知道 反正不好惹 众人对于陈阳的身份认知 因为首席健保师 田洪安的出现 被强行刷新一遍 意识到 陈阳的真实身份 远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很有可能是江城之外的富家少爷 这也解释得通 为何会看着面生 但其中也有少数人感觉 陈阳这张脸有些印象 可硬是想不起 究竟在哪见过 怀疑是否是自己记忆错乱了 放屁 在华南的地盘上 就没有我房云飞不能动的人 田老 看在父亲的份上 我不想和你把关系闹得太将 但你要在胳膊肘往外拐 休怪我翻脸无情 房云飞大声喝道 田洪安拿着房家给的钱 在房家的地盘上 向着外人说话 这种行为在房云飞看来 和叛徒没区别 房少 你听我的 千万别冲动 他是 房云飞完全不给田洪安 把话说完的机会 放开嗓门 声音盖过他 响彻整个大厅 动手 隔几个 废了他 比起田洪安 保镖们自然更愿意 听从房云飞的命令 毕竟给他们 开工资的是房家 不是田洪安 建田洪安出面 都无法化解 两人之间的矛盾 众人再次替陈阳 捏了把冷汗 做好要叫救护车的准备 料定陈阳不死 也得掉层梯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令他们深感意外 一群人浩浩荡荡 冲入大厅 不乏整齐 全都穿着制服 足有数十人之多 好大的排场 这些人什么来头 那么大的标志 你看不到 青龙保镖公司的人 青龙保镖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 难不成 这次浴室拍卖会有重宝出现 所以 花高架找来这些人 提升安保质量 这个路人说法 同时解开了房云飞的疑惑 他只知道花天酒地 对于金银家族产业 一点不感兴趣 觉得肯定是父亲 为加强安保 才增加了保镖数量 正好借他们之手 对付陈阳 用着夸张的人数 排场 吓尿他 哎 你们几个 话说一半 为首的保镖队长李青海 出手盖在房云飞脸上 把他撇到一边去 别挡路 房云飞人直接梦了 现在的保镖 都那么狂的 青龙保镖公司的名声 他并非没听说过 知道他们本事很大 但再有本事 也不能骑在雇主头上撒野吧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让他房云飞的面子 往哪里挂 转身 刚想斥责李青海等人 便见自己先前派出去 对付陈阳的那几名保镖 被李青海的部下 从背后擒柱 压跪在地上 这群人 到底在搞什么非计 房云飞心中一团乱 被他们的迷之操作 搞崩心态 紧接着 李青海的行动 便解开了 所有人心中的疑惑 他走到陈阳面前 身居一躬 问 陈爷 不知您想如何处置这些人 陈爷 此言一出 众人瞬间知晓 原来这数十名青龙保镖 是冲着陈阳来的 与房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自己看着办吧 陈阳摆摆手 不想在这件事上 过多浪费精力 他必须承认 徐震天阳的这批人 确实不错 总能在自己陷入麻烦的时候 及时站出来 是 李青海答应一声 玄机对手下刀 带下去 好生伺候 伺候二字 结合李青海此刻凶悍的表情 却令那几名保镖 头皮发麻 想要开口求饶 被对方掀一步出手 捂住嘴巴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谁敢动陈爷 就是跟我们青龙为敌 李青海这番话 主要是说给房云飞听的 表明立场 看来 他与青龙保镖公司之间 关系匪浅啊 废话 你以为这些保镖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那么大尊财神爷 不供起来 能行吗 能请得起这么多保镖 再加上还是国内 数一数二的青龙保镖 他的身份 肯定不会简单 也对 自古美女多配英雄 他们不断传入耳中 对陈阳的吹捧声 对房云飞来讲 刺耳得很 不就是比花钱吗 说的好像谁没有一样 正当他计划 用钱策反礼青海他们时 又有对话声传入耳中 那么多保镖 一个月的多少钱 有了解的没 最少也得大几十万 而且看他们的身体素质 属于精英级 几百万轻轻松松 几百万 房云飞当然希望可以打脸陈阳 不过 要他花费几百万 只为逞下威风 房云飞实在觉得不值 到嘴边的话 咽下 改口道 我爸是房四喜 你们青龙保镖公司 难道想跟整个华南 玉石市场为敌吗 谁敢动陈阎 就是跟我们青龙为敌 面对房云飞搬出靠山的行为 李青海把刚才的话 原封不动 又重复一遍 这次 话音更加铿锵有力 震慑人心 你们 你们欺人太 呜 抱歉 田红安不忍心继续看着房云飞做死 连带坐梅华南玉石市场 大步上前 一把将房云飞的嘴巴死死捂住 挤出尴尬笑容 强行带走房云飞 见这场争端 最后进房云飞狼狈逃离 话下句号 众人更加坚信 陈阳来历非凡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李青海微微躬身 随后离开 徐师弟挺伤到的嘛 下次有机会 给他介绍几笔大声音 官雅满意道 作为师姐 不看僧面看佛面 多少得提协下徐震天这个当师弟的 官雅可不想让陈阳误会 自己与其他同门之间关系紧张 陈阳对此并无太多讲究 只要这些弟子之间 不互相残杀就行 另一边 放开我 田老 你几个意思 尽管心知肚明 多亏田红安 自己才能不算太丢脸的离场 但房云飞还是借机埋怨起他 房少 正如我之前所说 那个人 你真的惹不起 听到田红安的话 房云飞激动到炸毛 轻蔑道 笑话 我惹不起他 他算什么东西 在我房云飞面前 他是龙的盘着 是虎的卧着 爸 田红安还想说什么的样子 房云飞却注意到他背后来人 三步并坐两步 迅速走了过去 有事以后再说 我现在很忙 房四喜满面愁容道 爸 我让人给打了 而且是当众打脸 你得帮我出头啊 房云飞诉苦道 房总 一切全是因为房少挑衅在先 才引发的争端 那人万万不可得罪 见状 田红安也走了上去 你这老家伙 池里爬外 住口 不得无礼 田红安是房四喜滑大价钱 请来的一流健保师 自然不会允许房云飞如此无礼 万一弃走他 对玉石市场来讲 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是 我承认 我有错 我不该见测起 但先动手的人是他 不是我 爸 你看这一巴掌给我打的 房云飞歪着脸 努力卖惨 想把脏水全部往陈阳身上泼 可惜的是 挤不出眼泪 演技不到家 看着房云飞一边高高肿起 明显不对称的脸 房四喜要说 心里一点怒火没有 妥妥假话 转身 目光看向田红安 进一步问 到底怎么回事 您说的万万不可得罪 又是何意 房四喜很少见田红安这般激动 在他眼中 田红安一直是沉稳的代表词 房少这次看上的女人 名叫关雅 田红安回应说 特别强调 阳城关雅 闻言 房四喜心头一震 整个人僵重 因为背对着 房云飞看不见他凝重的面色 轻横道 管他关机关押 在华南的地盘上 是龙的 啪 这一巴掌 打得房云飞始料未及 以至于完全没想过要闪躲 倒也多亏房四喜这一巴掌 让房云飞原本不对称的脸颊 逐渐对称 高高肿起 爸 你干嘛打我呀 房云飞无法理解地问 这一巴掌 明明二十多年来 房四喜从未动手打过自己 更别提打脸 向来是任何事都顺着自己 混账东西 关雅可是阳城首富 身家万亿 黑白两道通吃得很角色 你想让整个房家 和你一起葬送前程吗 房四喜怒吼道 满眼尽是恨铁不成钢 阳城首富 身家万亿 房云飞虽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 但这几个字的分量有多重 他还是不难理解 属实没想到 那女人的来头 会大到这种份上 对于陈阳 更是羡慕极度恨 有付好皮囊也就算了 还霸占着关雅这种 有钱有言有身材的极品有物 凭什么好处都让他一个人站去 不公平 看出房云飞心有不服 房四喜话音 变得更加严厉几分 不容之变 乖乖呆着 什么也别做 等我忙完那边的事 你跟我亲自去向关总道歉赔罪 房云飞还想说什么 被房四喜硬生生打断 没有可视 说完 不给房云飞再开口的机会 房四喜看向旁边的田红安 田老 麻烦您帮我看着点真逆子 好 田红安点点头 并未多说 他看出房四喜很急 回想起先前 他说过 近些日子 华南玉石市场会来一位大人物 据田红安了解 那位 似乎才是华南玉石市场 真正的幕后掌控者 房四喜 不过是他手底下的一张牌 随时可以抛弃 事实的确如此 房四喜这会儿 要去见的那位大人物 才是华南玉石市场 当之无愧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大boss 可以说 房家之所以能带领 华南玉石市场 绝地翻盘 避免破产危机 并成为大厦三大主要玉石基地 与那位大人物之间脱不开关系 一旦失去对方的支持 华南玉石市场的影响力 将会再次倒退回三年前 这是房四喜无论如何 都不想看到的 确定田红安会帮自己看着房云飞后 他转身 快步朝着带客室赶去 一刻不敢耽搁 房少 我们走吧 我最近得到一瓶好茶 你或许会喜欢 能够趋热消暑 会让你的心情好一点 田红安主动道 房云飞表面点头 内心却暗藏杀鸡 不服 杨成的首富 关江城什么事 更何况 这里是华南玉石市场 是龙来了的盘着 是虎来了的卧着 房云飞无法理解 曾经不可一世 丽压群雄的房四喜 怎会突然耸成这样 在自己的地盘上 用得着害怕一个女流之辈 道歉 房云飞绝不可能道歉 她一定会让陈阳 为那一巴掌 付出惨痛代价 依照房云飞的猜测 陈阳不过是关雅 养在身边的一个小白脸而已 包括那些保镖 也是关雅替她雇佣的 这世上好看的男人又不少 房云飞笃定 关雅不可能会为了 区区一个小白脸 与房家敌对 有那经历 时间 多少个小白脸找不到 一通想下来 房云飞不禁佩服起自己的机制 决定联系人手 安排陈阳 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 说不定关雅连是谁下的黑手 都不知道 机制 我真的是太机制了 与此同时 房四喜这边 他人已然来到待客室大门前 伸出 将要触碰到门把手的手 又收了回来 整理整理一容一表 轻轻嗓子 确认无误后 再次伸手 按下门把手 大步进入其中 房四喜见过孟爷 房四喜心惊肉跳的 走到孟江面前 九十度身居一躬 嗯 听到孟江应为一声 房四喜这才敢窒息腰身 大颗冷汗滚落 是探问 不知孟爷千里迢迢来 所谓何事 我没事就不能来了吗 孟江和上茶杯盖 抬起目光 问 属下绝无此意 华南是您的 您想什么时候来 就是什么时候来 房四喜扑通一声 吓得跪了下去 房云非要看到这一幕 必定得怀疑人生 或者产生怀疑 房四喜是不是被人夺舍了 这与他印象中的霸道父亲 根本判若两人 我又带来了一批新货 你亲自负责出手 其次 我还有一件事 要让你去做 孟爷您吩咐 帮我找一个人 孟江把茶杯放回到茶水桌上 敢问孟爷要找谁 房四喜有些意外 没想到孟江千里迢迢来江城 只为找一个人 好奇 究竟谁有那么大的牌面 值得孟江如此大动耽搁 同时安心 起码知道孟江此行 与自己无关 无功无过 在房四喜看来 才是最好的状态 陈家 陈阳 孟江心怀尽一道 陈家 陈阳 下一秒 房四喜猛然回想起 三年前 那个因为女友被调戏 动手打伤附家子弟 结果被对方动用关系 送进监狱的陈家弃子 不知孟爷您找他做什么 那种人 应当不值得 啪 孟江比多数人大腿还粗得手臂 文言 立马一巴掌将房四喜山飞出去 嘴巴放干净点 他可不是你能轻视的 房四喜瘫倒在地上 捂着脸 感受着万根针扎般 火辣辣的疼痛 不敢怒 不敢言 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弃手 为何能让孟江如此激动 爬起身 不做多想 只管点头答应 我明白了 我马上派人去找他 天黑之前 一定给您答案 很清楚 说太多 想太多 对自己没好处 老老实实 当好自己的傀儡即可 房四喜不觉得 当傀儡有什么不好 至少明面上 大多数人都得惧怕自己 给足面子 才是双收 你最好做到 见孟江从座位上起身 房四喜急忙走上去 伴随左右 那之后的时间 我为您预定下餐厅 不必 我吃过了 孟江拒绝后 又问 没记错 今天貌似是 浴室拍卖会举办的日子 对 每月一次 今天刚好轮到 房四喜重重点头 既然如此 我也去透个热闹好了 那感情好 孟爷 这边请 房四喜抬手 做出一个请的动作 近些年 浴室拍卖会一直办得 相当顺利 屡创家计 房四喜也想让孟江看看 在自己的管理之下 华南浴室市场的前景 正在变得一片辉煌 希望能够以此 换来他的继续信任 重用 在房四喜内心 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件事 无论自己 又或者华南浴室市场 对于孟江来讲 全部是可以被替代的 大夏三大浴王 尽管大家都这么称呼自己 但房四喜从来不觉得 自己配得上浴王二子 只要孟江愿意 任何人都可以轻松成为浴王 这也是为何 房四喜在他面前 会表现的如此 卑躬屈膝的主要原因 不得不服 几分钟后 房四喜带着孟江 来到位于二楼 不对外开放的独立包厢 这个包厢 房四喜一直为孟江提前准备着 盼望有朝一日 他能用上 虽然完全中式化的设计 在这栋西式建筑内 显得画风十分为和 但考虑到是孟江的喜好 房四喜毫无怨言 照顾他的想法 远比宾客重要 一进门 大气庄严的红木风格映入眼帘 百年沉香的味道 从一桶炉中鸟鸟升起 令人心静 孟爷 这环境 您看还满意吗 房四喜试问 不错 孟江动身走到护栏边 价值上百万的石木椅 坐下 见状 提起一壶事先命人泡好的茶 为孟江倒上一杯 然后双手奉上 孟爷 请喝茶 上好的毛肩 嗯 孟江接过茶杯 十分满意 同一时间 台上主持人已经说完一大堆开场白 浴室拍卖会正式开始 这第一件拍卖品 名为日立山河 以一块十分难得的写域为材料 刻画出锦绣河山 无论亭台楼阁 繁茂静松 绿树 又或者小桥流水 都在张天生大师 精湛绝论的雕工之下 显得栩栩如生 使人很轻易便能够感受到 大自然的巧夺天工 充分展现出 我国玉雕工艺之绝美 上一秒刚介绍完 下一秒又紧跟着公布道 起拍价八百万 每次叫价不得低于五十万 九百万 九百五十万 一千两百万 竞价正式开始 来的人几乎不差这点钱 特意奔着能收藏一件艺术品来的 摆在家里 或者办公室 朋友 生意伙伴一来 就可以看得见 从而体现出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 师父 您觉得这件作品怎么样 官雅并未着急跟价 先确认陈阳的喜好 他对于兴趣不大 陈阳如果不喜欢 买下来毫无意义 无论玉石品质 又或者雕工 确实难得一见 陈阳评价道 对嘞 徒儿马上给您拍下来 官雅简单总结为一句话 这东西 师父要了 此时 竞价已经在众人的不懈努力下 来到一千三百万 官雅英纯轻起 手才举起一半 话音未出 便听一声音从头顶传来 两千万 官雅下意识抬眸看去 这个角度 无法看青楼上的人士和模样 而在二楼包厢 你要去哪 见房四喜准备离开 孟将叫住他 我去让人结束拍卖 把那日立山河给您取来 房四喜如实吐露 没必要 哪里能为我一个人 随意破坏规矩 传出去 华南以后还怎么做生意 孟将摇头 否定了房四喜的想法 他确实有意买下那件名为 日立山河的玉雕作品 不完全是出于孟将的个人喜好 脑海中想着 师父或许会喜欢 他既然人在江城 迟早会见面的 提前准备好礼物 总没坏处 一切全听孟爷的 房四喜不再坚持 果断放弃 两千万一次 两千万两次 两千万三 眼见拍卖师举起的木锤 马上落下 当房四喜与孟将都以为 这玉雕势在必得时 官雅的声音 强势传开 五千万 五千万 这个价格 无论一楼众人 又或者位于二楼的孟将 房四喜 皆被震惊到 以孟将 房四喜的专业知识 日立山河 哪怕赌上未来增值的概率 撑死三千 近四千万 但 官雅一开口 便把价格从两千万 提升到整整五千万 仿佛钱不是钱一样 要知道 那是五千万 不是五千块 更不是五百块 官雅轻描淡写的态度 甚至有人怀疑 他说的会不会是五十块 而官雅单纯只是嫌麻烦 不愿浪费时间 巨人挖空心思竞价 阳谋阴谋全用上 只要陈阳喜欢 哪怕花再多钱买下来 在官雅看来 都是值得的 这家伙 哎 孟将抬手拦住房四喜 拍卖成 嫁高者得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两次 五千万三次 让我们恭喜三号位的小姐 成功拍下日立山河 顿时 掌声如雷鸣 礼貌捧场 再知晓 官雅花那么多钱 纯粹只是为了伯君一笑 众人不禁更加羡慕 嫉妒陈阳 好奇 他到底给官雅灌了什么迷魂汤 能令他如此心悦诚服 哪怕付费教学 他们也愿意掏钱 就怕陈阳不愿意交 他确实不愿意 很快 第二件拍卖品被抬上台 名为白玉双龙瓶 又是一番慷慨激昂的介绍词后 拍卖师公布起拍价 一千五百万 每次叫价补的低于一百万 五千万 这一次 孟将抢在所有人之前开口 他笃定 师父一定会喜欢这件作品 很巧 官雅也刚刚才从陈阳口中 针对台上的白玉双龙瓶 得到了比日立山河更高的评价 五千万一 在众人还在疯狂议论 二楼到底是怎样一位大佬 拍卖师第一次确认 价格没来得及喊完时 官雅再次展现出 富可敌国般的气势 举牌 轻飘飘来的剧 一个亿 我的妈呀 五千万之后 又是一个亿 这些人是真不把钱当钱啊 人家可是拥有万亿身家的首富 一个亿算什么 真羡慕那个男的 有机会巴结官雅 他上辈子 肯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这些话 听得陈阳一脸问好 什么叫自己巴结上官雅 遥想当初 可是官雅主动跪地 奉茶拜师 而在二楼 孟江面色一沉 起身朝护栏边走去 他总觉得对方的声音有些耳熟 没准认识 可以给自己三分薄面 让出这尊白玉双龙瓶 孟江当然可以继续跟架 但从官雅说出一个一时 满不在乎的态度来判断 他大概率不会差钱 真要你一嘴 我一嘴喊下去 恐怕得僵尸很久 不如刷脸 欠对方一个人情 目光看下去后 孟江发现 官雅此时同样看着自己 原来是杨诚首富 官雅 孟江誓然一笑 难怪可以把一个一说的如此云淡风轻 他的话 的确有这个实力 与资本 杨诚首富 官雅 听到这两个字 刚才还一腔热血 扬言要为孟江抛头颅 洒热血的防四喜 立马闭紧嘴巴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哪怕是在江城的地界上 得罪官雅也不是一个好选择 决定先静观其变 嗯 那是 突然 孟江面色一变 从防四喜的角度看去 孟江脸上 有怀疑 有不可思议 有惊喜 突出一个复杂 见孟江转身 大不留心 离开包厢 防四喜赶忙回过神 三步并坐两步 追了上去 孟爷 您这是要去哪 孟江根本没心情回答防四喜的问题 内心狂喜不已 师父他居然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孟江不愿开口 防四喜也没胆量 继续往下追问 担心会让对方感到不耐烦 可以确定的是 孟江是在楼下观众席上 看到什么人以后 突然转变态度 想到这 防四喜更困惑了 认出身为首富的官雅时 孟江都面不改色 一脸淡定 究竟是什么人 能令他如此紧张 急切 那人的来历 比官雅还大 受防四喜想象力有限 实在想不出答案 一楼 官雅眼前一亮 我想起来了 孟江 国外一手遮天的玉石大亨 全世界几乎百分之七十的玉脉 组建了好几只私人武装力量 就连当地官方都不得不妥协 给予各种特权 这么厉害 陈阳有点意外 曾经在黑山监狱 险些被人按死在马桶里的家伙 短短几年时间 已是成为足以影响 一方世界的霸主即存在 旁人听到官雅的话 瞬间不淡定了 难怪那么久不见其用的包厢 突然打开 没想到此人来头竟如此夸张 外界早有传言 在房家背后 坐镇着一位顶级大佬 如果我没猜想错的话 百分百是他 真是这样的话 房家突然逆天改命 快速崛起的原因 便有了一个合理解释 孟江 缅国真正的皇帝 不仅拥有数万精锐私人武装 在官方里 很多权贵人物 全靠他出钱养着 不仅如此 据我所知 缅国现任皇帝 就是他一手扶持上去的 卧槽 太恐怖了 众人吃惊之余 注意到快不赶来 皮肤稍显有黑 一身匪气 压迫感十足的孟江 身后跟着个唯唯诺诺 远不及平日十分之一 气场的房四系 因此更加确信 孟江那吓死人 不偿命的身份背景 同时 替官雅捏了一把冷汗 很难不认为 孟江这是觉得自己 被当众搏了面子 所以才专门从二楼 匆匆赶下来 打算给官雅一点颜色瞧瞧 借他这个人 立威 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官雅薄唇紧敏 脑海中长了相同的想法 说不紧张 那绝对是假的 因为真要论身家 影响力的话 官雅确实比不过孟江 他可没有几万规模的 私人武装力量 走身间 孟江已是来到官雅面前 宽阔的身躯 挡住灯光 官雅坐在椅子上 这个角度从下往上看去 好似面对一头巨兽 心高高悬起 气氛一时间 变得无比压抑 沉闷 有人甚至紧张到 忘记呼吸 整个大厅 安静到落针可闻 你想凶给谁看 陈阳率先开口 听到他这么说 众人心弦瞬间绷紧 觉得他一定是疯了 敢这么跟孟江说话 房四喜也是一声长叹 知道陈阳要倒大霉了 连你背后的靠山 都没资格跟孟爷叫板 你凭什么嚣张 预测 陈阳大概率会被孟江一拳 当场砸晕 甚至打死 房四喜很清楚 孟江的战斗力有多恐怖 他可不是那种 只会躲在别人背后 胡乱发布命令的弱机 房四喜曾亲眼见证 孟江以一己之力 横扫三名职业保镖 好在只是练手 没动真格 不然 那三名保镖非死 极惨 然而 就在所有人以为 陈阳必流泄时 孟江竟毫不迟疑地弯曲膝盖 跪在了陈阳面前 委屈道 师父 徒儿冤枉啊 我只是长得凶了点 并没有想要吓唬您的意思 这一跪 跪猛了在场所有人 这一声师父 显现没把他们的脑子叫当机 尤其是对房四喜来讲 自己是如神病般 供起来对待的孟江 一句话 能令整个缅国阵三镇的玉石大亨 此时此刻 竟然当着他的面 跪在了一名和他儿子年纪差不多大的年轻人面前 叫他师父 那谗媚至极的表现 令房四喜未敢陌生 师父 关雅何尝不是被吓了一跳 不敢相信地看向陈阳 对上他的视线 陈阳主动做出说明 我的确有说过这么个徒弟 比你早一年拜我为师 原来如此 关雅不是不激动 而是 人已经妈了 不知该如何表达内心情绪 孟总比关总早一年拜他为师 该不会 双眼一瞪 有人震撼之余 从陈阳随口一句话中提取到关键信息 不止孟江 就连杨诚首富关雅 也是陈阳的徒弟 毛色顿开 完全理解先前 关雅对于身为小白脸的陈阳 为何会是那种奇怪态度 感情是关雅在巴结他陈阳 妖孽 实在太妖孽了 师父 您真是 让徒儿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关雅无比好奇 陈阳究竟还有多少像孟江这样 来历非凡的大老徒弟 行了 起来吧 谢师父 得到陈阳的允许后 孟江从地上站起身 玄机表示 关师妹误怪 方才我不知你与师父之间的关系 单纯觉得 师父他可能会喜欢这件玉器 所以才想竞争一下 孟师兄严重了 关雅并未放在心上 毕竟他们想到一块去了 都打算把这白玉双龙屏拍下 孝顺陈阳 现在误会解除 紧张关系自然而然不复存在 房四喜的脸色 则是难看到极点 内心不停目骂 逆子 那个逆子 此刻 房四喜最想做的事 无异于掐死房云飞 倘若时光能倒流的话 房四喜绝对会选择 把他扼杀在摇篮 后悔那一晚 太冲动 没有带好小雨伞 一个关雅 房四喜已经够头疼的了 哪里想得到 那个逆子得罪的人 不仅与关雅有着师徒关系 还是孟江孟爷的师父 新凉半节 感觉这黄土 已是快埋到下巴了 大脑飞速运转 要如何向陈阳 房四喜怒视一眼台上 愣住许久 迟迟没点反应的拍卖师 暗示他赶紧宣布结果 一亿欲言又止 拍卖师想着 这会儿应该没人敢跳出来喊架 与关雅竞争 直接省掉不必要的流程 碰 落锤喊道 一亿三次 让我们再次恭喜三号位的关总 成功拍下白玉双龙屏 啪啪啪 相较之前 掌声更加雷动 在大厅中回响 所有人无一例外 全部站起 热烈恭贺关雅 顺利夺宝 实在不敢不给面子 因为人家一句话 就能让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公司 宣告破产 倒闭 更多则是捧陈阳的厂 用脚趾都不难想象得出 能够同时成为一城首富 和玉石大亨师傅的他 背后 究竟有着何等恐怖的庞大能量 敬畏之心拉满 之后 拍卖会照常进行 只不过 陈阳身边多了个人 左手边坐着孟江 右手边坐着官雅 这造成 明明在场各行各业的大人物云集 然而 哪怕台上的拍卖品 他们再如何喜欢 也得先看陈阳表态 确定他不要 才敢开口参与到竞价中 陈阳无一不适 成为了全场聚焦点 中心存在 另一边 房四喜正焦急寻找着房云飞的身影 赶到二楼房间后 才从田红安口中得知 房云飞强行摆脱他 不知跑哪去了 作为亲爹 房四喜很清楚 房云飞绝对没安好心 如果断绝父子关系 可以平息陈阳 关雅的怒火 房四喜会毫不犹豫的那么做 无情 房四喜身为家主 得对整个家族负责任 不能因为房云飞一个人 牺牲葬送掉整个房家的未来 儿子与家族之间 孰重孰轻 房四喜认为不需要迟疑 他正值壮年 有大把时间 可以和老婆再恋的想好 对于拍卖城内发生的事 身为正主的房云飞毫不知情 此时 他人正等候在玉石市场后门 见两辆银色面包车停下 从上面走下来 近二十号人 房云飞喜笑颜开 快步上前迎接 虎哥 好久不见 又得劳烦你跟各位兄弟了 房少太客气了 不知这次 是哪个不长眼的得罪了您 卢虎打听到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不值一提 不过是运气好 棒上的富婆 就敢在我面前各种装 真当我治不了他 房云飞一边说 一边拿出手机 找到先前偷拍的照片 特别叮嘱卢虎 虎哥 只针对这个男的就行 女的千万别动 否则事情会变得很麻烦 他并不想与关雅正面敌对 卢虎仔细看了看照片 点头道 好 我记住了 您想让我们怎么教训他 断他两只手 房云飞想也不想的说 他发过誓 会让陈阳为那一巴掌付出代价 不等卢虎开口 房云飞又改口了 不 连同他的两条腿 一并废了 再问 你们身上有带硫酸吗 卢虎一愣 被房云飞这番话惊道 很好奇 房云飞与照片上那个年轻 到底有多大仇 多大怨 硫酸这种危险东西 我们没有随身携带的习惯 卢虎摇头否定 那就用刀 把他的脸划破 划个大红叉 房云飞导要看看 没了那张脸 陈阳要如何继续用南色魅惑关雅 完全断绝关雅 为他报仇的可能性 这一番言论听下来 卢虎很难不怀疑 陈阳与房云飞之间 是否存在杀父之仇 见卢虎迟迟不开口 房云飞以为他怂了 于是道 放心 事成之后 我不仅一分钱 不会少虎搁你的 再额外增加一万性苦费 怎么样 愿为房少赴汤蹈火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卢虎便是这样的人 听到会在原来的基础上 额外增加一万块性苦费 两眼直放光 见卢虎答应 房云飞唇角青阳 已经开始期待了 行 我带你们去找 砰 哼 背后袭来一股距离 房云飞始料未及 被一脚踹飞 滚出去七八米远 脸着地 各种扭曲 痛苦表情 硬生生磨掉一层皮 满脸伤口 鼻梁鼓塌陷 你他妈 看到金主被人当面偷袭踹飞 卢虎勃然大怒 可当目光转向罪魁祸首时 到嘴边的话 却是想都不想地咽了回去 这个人 抛开惹不惹的气不贪 人家当老子的教训儿子 自己一个外人 有何理由插手 没错 一脚把房云飞当 皮球踢飞的人 正是他亲爹 房四喜 爸 你疯了 房云飞从地上爬起 看清楚动手的人是房四喜后 整个人都梦了 我疯了 是你疯了 房四喜对着卢虎一群人 指指点点 你把这群人叫来华南 想干什么 我 房云飞不敢说 我问你想干什么 房四喜快步走到房云飞面前 伸手揪住他的衣巾 从地上提起 质问 爸 你变了 房云飞委屈到 要换做以前 我被人欺负 你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现在有人在你的地盘上 打你儿子的脸 你却要我忍气吞声 我忍不了 关雅就算了 那个一无是处的小白脸 我还动不动 房云飞不服 啪 房四喜松开手 不由分说 手臂往后高举 轮圆扇 扇在房云飞脸上 哪怕身为老江湖的卢虎他们看了 也是吓得一闭眼 看着就很疼 一道鲜血从房云飞嘴角流下 不等房云飞问 房四喜怒骂道 逆子 收回你的话 要叫那位听见 你跟我 连同整个房价 都得死无葬身之地 你想死没关系 别带上我们 那位 房云飞眉头紧簇 从刚才开始 他便觉得 自己和房四喜 不在一个聊天频道 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那位 是谁 之前提到关雅时 可没见房四喜如此激动 肉眼可见的恐慌 记忆中 房云飞从来没有看到 房四喜露出过这种表情 一点不觉得新鲜 这内心 隐隐不安起来 内心止不住地产生 一个非常恐怖的想法 难道 自己惹错 看错人了 那小子 不是小白脸 少狗眼看人店 关总在他面前 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师父 你管这叫小白脸 房四喜口吻严厉 贺道 他是关雅的师父 爸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他看着与我差不多年纪 怎么可能给关雅当师父 房云飞不敢相信 难以接受 觉得房四喜 一定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难道 今天是四月一日 余元节 关雅 关总 听到对话的卢虎 若有所思 下一秒 露出一副惊魂未定之色 回想起之前在手机新闻上 刷到过一篇关于女企业家的新闻 那名 有着万亿身家的杨成女首富 就叫这个名字 结合房云飞刚才说 不能动照片上女人的话 以及房四喜表现出的畏惧态度 卢虎百分百肯定 他们说的关雅 和自己知道的关雅 属于同一个人 他是万亿首富的师父 意识到照片上那个年轻人 拥有这样一层身份后 卢虎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得亏房四喜及时出现 否则自己这会儿 估计半只脚已经踏入棺材了 目光转向房云飞 内心那叫一个恨 骂骂咧咧咧 我把你当兄弟 你拿我当冤大头 决定以后与房云飞保持距离 断绝来往 免得哪天被他坑死都不知道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房四喜面色一沉 房云飞默不作声 哪敢反驳 生怕再被房四喜一脚踹飞 怕了 你知不知道 他不仅和关总之间 有着师徒关系 还是孟爷的师父 孟江孟爷 听到这句话 房云飞彻底不淡定了 作为亲骨肉 关于孟江这个人 房云飞比其他人知道的更多 很清楚 孟江才是华南玉士市场 真正的主人 房家说好听点叫代理人 说不好听点 就是得给人看厂子的 整个华南玉士市场 房家实际能占到的财富 仅有5% 仅靠这5% 房家成功击身江城富豪榜 可想而知 独占剩下95%的孟江 身家得多夸张 孟江孟爷 你们说的 该不会是缅国那个 有着数万私人武装 连鹰派舰艇都敢开枪的 御师大亨吧 卢虎一样不淡定 他不仅知道 听说过关于孟江的神话 更把对方视作人生偶像 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达到他千分之一的高度 不错 正是他 房四喜点头肯定 想法很简单 让这群地痞无赖之道 陈阳的身份有多强势 以后见面绕着走 别给他找麻烦 房少 这个活我们真没胆子敢见 您 另请高明吧 确认身份后 卢虎火速带着手下回到车上 转眼消失 走 跟我回去 向陈爷磕头赔罪 如果陈爷不愿原谅你 别怪我无情 这一切 都是你就由自取 房四喜提前证明 房云飞默不作声 身埋着脑袋 整个人三魂七魄 好似丢失大半 事前哪里想得到 陈阳会有两个如此恐怖的徒弟 房云飞严重怀疑 自己能否见到明天的太阳 等回过神 人已然来到拍卖大楼前 人群熙熙攘攘 从门内涌出 很快 房云飞在人群中 发现了陈阳 关雅的存在 至于另外一人 房云飞虽没见过孟江 却从身旁 房四喜望向他的敬佩眼神 确定了他的身份 他便是孟江孟爷 很难想象 光提起孟爷两个字 都能令自家父亲心颤不已的狠人 如今在陈阳身边 却像个小跟班一样 毫无威严 令人很难相信 他手上有着数万精锐兵马 敢与缅国官方平起平坐 甚至尾压一头 而孟江这边 见陈阳停下脚步 笑容收起 视线转到拦在他面前的房云飞身上 面无表情 质问 就是你 三番五次找我师父和官师妹的麻烦 拍卖会中途 他有听官雅提起这些事 我 房云飞双腿一软 倒了下去 然后连忙调整姿势 跪在陈阳面前 陈爷 孟爷 官总饶命 师父 官师妹 你们想如何处置这小子 孟江把选择权交给他们 自己负责动手 你决定 还是那句话 房云飞这种人 不值得陈阳浪费时间 精力 我听师父的 官雅主动上前 挽住陈阳的手臂 显得很亲密 同时表态 闻言 孟江也不浪费时间 果断出手 抱住跪在地上 房云飞的脑袋 不等对方反应 已是一膝盖 重重对在他脸上 面部遭受重击 房云飞只觉得头晕目眩 眼貌惊心 以至于未能感觉到 一口牙齿掉光三分之二的痛苦 只是下一秒 痛苦便蜂涌上大脑 刺激着房云飞的神经 令他清醒过来 这个时候又注意到 双手被孟江抓起 分别往外一扭 咔嚓 咔嚓 鼓劣声清晰灌入耳中 两条手臂 当场废掉 房云飞倒在地上 眼泪狂流不止 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 咔嚓 咔嚓 孟江并不打算那么简单 就放过他 抬起脚 接连踩碎房云飞的右小腿 跟着是左小腿 踩扁 踩碎骨头 手段之残忍 令无数路人咋舌 不敢说话 终于理解 孟江为何能在缅国 打下一片江山 糊涂脱一个 从地狱走出的杀身 简单几个动作 便令原本无限风光的 附加少爷房云飞 彻底沦为废人 后半生 只能坐轮椅 废物一个 生不如死 房四喜 局外人一样 自始至终 没说一个字 众人表示可以理解 贪上这种儿子 死不足惜 管好你的人 经过房四喜时 孟江停住脚步 已经有二人能听到的声音 提醒着他 房四喜立马跪了下去 孟爷请放心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得到回应 孟江加快脚步 追向陈阳 关雅 师父 别丢下我 好不容易与陈阳重逢 孟江有一肚子话想说 如今功成名就 更想找机会 好好报答他 恰逢此时 难大 苏乔乔从大门右侧的小门出来 看见靠坐在车门上 秀发被微风浮动 构图美如画的苏清月 苏乔乔走上去 不惧往日活泼 问 姐 你怎么来了 走 陪我去街上逛逛 苏清月知道 先前的事对苏乔乔打击很大 所以在忙完手边事后 第一时间赶来 计划做点什么 替他调节心情 哦 苏乔乔有气无力地答应 上车吧 苏清月将卡在衣领胸口的墨镜取出 戴上 打开车门 苏乔乔乔照做 碰 车门关上 苏清月绕半圈 坐上驾驶位 启动车子 提起陈阳 对了 说起来真是令人意外 你可能不相信 陈先生很不简单 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徒弟 一个 不是两个吗 两个 听到苏乔乔的话 苏清月第一时间并未去质疑 想着 该不会 在关总之外 陈先生还有其他徒弟吧 陈阳能交出像是关雅这么厉害的徒弟 绝对称得上千古名师 既然是千古名师 坐下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徒弟 对 两个 苏乔乔记好安全带 点头肯定 除了关总 他另外一个徒弟是谁 苏清月好奇打听 想知道 自己是否认识 关总 那是谁 苏乔乔听后 却是眉头一皱 从他这番话 加上脸上困惑的小表情 苏清月秒懂 不止两个 而是有三个徒弟 该不会 是姐姐你总挂在嘴边那个 百年难得一遇的商业奇才吧 好像还是个女首富 关于这位关总的事迹 苏乔乔可没少从苏清月那听说 耳朵都快听起茧子了 见苏乔乔回想起官雅 苏清月到嘴边 准备解释说明的话 验了回去 摆口道 对 没错 很意外吧 一成首富 拥有万亿身家 居然是他徒弟 没有啊 我感觉还好 苏乔乔用拳头拖着脑袋 看向窗外 一栋栋大楼 一道道人影快速掠过 你怎么这么淡定 苏清月侧目一眼 苏乔乔的表现 与他想象中截然相反 那可是万亿首富 万亿 担心风太大 苏乔乔听不清 苏清月再三强调 他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如果我猜的没错 很大原因是有陈神医 在背后负责指点 苏乔乔说出自己的看法 苏清月沉默 他当然知道 陈阳很厉害 关亚在他面前 那一系列服服贴贴的表现 依旧历历在目 但苏清月还是觉得 苏乔乔把陈阳说得太过夸张 完全否定了关亚的才能 作为崇拜者 苏清月内心 多少有点不服气 思以为 应该是本就很有才华的关亚 在遇到陈阳这位名师后 实力精进 更上一层楼 考虑到苏乔乔此刻 心情仍处于低谷 苏清月打消了反驳的想法 等等 陈神医 苏清月回忆起 乔乔 你为何叫他陈神医 陈先生还会医术 不是会 他的医术 大夏第一人 苏乔乔一脸认真 大夏第一人 苏清月总感觉 怎么越说越玄乎了 不明白 陈阳与苏乔乔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能让他连续给出 这类高到离谱的评价 快捧上天了 大夏医术第一人 真要选 也是从四大国一里竞争 陈阳太年轻 经验积累不够 难以服众 姐 你知道郑天润吗 苏乔乔转头 看向苏清月 问 这能不知道吗 大夏四大国一圣 话说一半 苏清月反应过来 一脚刹车 把车停在路边 侧身 紧盯苏乔乔 确认问 郑国一 也是他徒弟 嗯 郑国一今天有来 我们学校开讲座 见到陈神医后 老先生直接想也不想地 当着众人 跪了下去 叫他师父 苏乔乔如是说出 那时候的所见所闻 听完 苏清月整个人呆住 论在大夏的影响力 知名度 身份地位 正天人毫无疑问 远胜关雅 毕竟 十几亿人里 才出四个国一圣手 远比万亿富豪少得多 这下 苏清月更觉得 自己先前想用 前百瓶陈阳 让他从苏乔乔身边 离开的行为 非常白痴 愚蠢至极 像他那么厉害的人 怎么可能会为了图谋 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家业 费尽心机接触苏乔乔 关雅随手把价值 几个亿的酒店买下来 孝顺陈阳这件事 苏清月估计 自己这辈子都忘不了 几个深呼吸 稍微整理一下心情 苏清月鼓起勇气问 那他另外一个徒弟是 我的偶像 大夏史上最年轻的乐坛天后 萧玉蓉 提起这三个字 与刚才明显不同 苏乔乔眼里 有光 相较之下 身为姐姐的苏清月 对萧玉蓉 这位年轻天后 则没那么多了解 却很清楚 天后一词 在乐坛里的含金亮 偶尔也会听苏乔乔外放他的歌 以路人角度来说 听感不错 是有实力的 乐坛天后 杨诚首富 国一胜首 苏清月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一个更恐怖的想法 在他脑海中诞生 陈先生的徒弟 肯定不止于此 厉害 实在太厉害了 完全可以当作人生目标 顶礼膜拜 一个人的一生 能达到如此成就 在苏清月看来 死而无憾 更重要的是 陈阳才二十几岁的年纪 未来如何 着实难以想象 必然前途无量 一片璀璨 经历过后 在苏清月心目中 陈阳已然成为 能与官雅平分秋色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存在 轻抚胸口 迫使自己心情平复 免得开车发生意外 确定手不再发抖以后 重新启动引擎 上路 决定带苏乔乔前往世纪大商场 疯狂消费一波 必须好好犒赏犒赏他 记头功 正在此时 一处名为明晰的茶楼 放下手中茶杯 陈阳刚刚才听孟江讲述完 他离开飞山监狱后 是如何靠着 从陈阳那里学来的本事 以及他提供的启动资金 在缅国混乱不堪的浴室市场 打下一片浩瀚江山 师父 这张卡里有一百亿美刀 过几天 我再让人拟定好合同 把我在国外那些产业 一半转到您名下 准时准点分红 至于为什么是一半 而非全部 不是孟江不想给 只因缅国那个地方 环境实在太乱 他想要掌控手底下那些人 与局势 手里必须得捏着筹码才行 稍有差池 便有可能丢掉性命 万劫不复 但只要陈阳开口 孟江绝对会毫不犹豫地 倾囊向寿 要没他 哪有如今的玉石大亨 孟江早被人摁着脑袋 淹死在马桶里 他这条命是陈阳给的 随时做好还给陈阳的心理准备 更别说金钱这种身外之物 陈阳老规矩 照单全收 徒儿竟然有这份心意 何必拒绝 那样反倒显得生分 收下又不会马上花光 他们若有需要 陈阳还能随时拿出来 施以援手 嗡嗡嗡 见孟江电话几次响起 几次被他挂断 陈阳主动开口 正式要紧 没必要硬留在这陪我 嗯 我听师父的 孟江拇指一滑 接通电话 板着脸说 我马上过去 不用听对方啰嗦 他很清楚之后的行程安排 只恨不该把行程排得那么慢 一开始 想着抓紧时间解决工作 等找到陈阳后 可以尽情留在他身边 哪曾想 这么快就重逢了 计划严重打乱 那师父 观师妹 我先行一步 孟江从座位上起身 走开 孟师兄这一走 我又能和师父 宁过二人世界了 关雅主动将身子贴近陈阳 眼神 姿态极其妩媚 一点不打算隐藏 突出一个光明正大 礼不直气也壮 只差没把我就是想 欺师灭足几个字 用大字写在脸上 身上 几分钟后 喝完杯中茶 陈阳与关雅跟着起身 离开 去到柜台才知道 孟江早已提前结过账 并给陈阳 关雅都办了张黑金会员卡 以后可以靠刷脸品茶 存了几百万会员费进去 这份体贴 细致 关雅内心直呼 学到了 走出茶楼大门 师父 我去取车 您稍等一会儿 关雅快步走远 陈阳独自等在大门口 忽然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面前 车门打开 从副驾驶位上走下来一个男人 激动牵起他的手 满心期待问 你有兴趣出道吗 出道 陈阳见眉微宁 没想到男人嘴里会说出这句话 还以为又是哪个仇家上门 来寻仇的 可嗨嗨 松开陈阳的手 男人理了李一金 接着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名叫张远阳 是个星探 专门负责发掘有潜力的明星艺人 你无论形象 气质 以我从业十年的眼光来判断 只要出道 稍微包装一下 利用平台资源进行推广 不出一个月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当红炸子鸡 这话倘若对别人说 张远阳必须承认 有画大饼的成分在 但对陈阳 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保证 绝对不是在画大饼 看到陈阳的第一眼 张远阳便认定 这张脸是位娱乐圈胜 哪怕陈阳什么才艺都不会 只要有这张脸在 搭配上完美的身材比例 作为花瓶 也能收割一大票粉丝买单 合同还没签 张远阳已然想好营销套路了 娱乐圈第一贵公子 抱歉 我暂时没有要出道的打算 陈阳干脆利落地拒绝 出道当明星 目前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中 别啊 合作 分成比例的是 我们可以一点点商量 签约金也是慢慢谈出来的 只要你答应 我会尽最大努力 替你争取到一份满意的签约金 张远阳不打算放弃 拿出名片 递给陈阳 我们天心在大厦 属于老牌娱乐公司 底蕴深厚 资源渠道丰富 影响力在江城 数一数二 张远阳误以为 陈阳担心自己是某个套壳小工作室 想骗他签约 赶紧搬出背靠的公司 行了 什么数一数二 少在这忽悠外星人不懂 你们天心早就日薄西山 倒闭是迟早的事 不如趁着股价还行 卖了 不等陈阳开口 一次耳尖锐的女人声音 自背后传来 陈阳侧身看去 只见一名典型成功人士打扮的女人 从茶楼大厅走出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迟早破产 纯粹想忽悠你去跟他们一起死 女人冷嘲道 段明 你能不能别在这发电 胡说八道 我们天心才不会倒闭 女人出现后 张远阳浑身上下 全在表达着嫌弃 都说冤家路窄 金哥 他总算领略到了 段明懒得搭理一条丧家之犬 目光看向陈阳 这张脸 这身材比例 当真越看越喜欢 问 要不要考虑签约我们金卖娱乐 金卖这家公司有多强 我想 应该不需要我过多 赘述了吧 担心陈阳可能对娱乐圈不怎么关注 段明随后又补充到 月谈黑马天后 萧玉荣就是我们金卖娱乐的一人 签约金卖 你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萧玉荣 且不说是不是在话大饼 陈阳还没闲到 自己签约自己的公司 再捧自己出道 不必了 陈阳态度不变 见他连面对金卖这样强大的公司 对方明明主动抛出橄榄之时 却想也不想 一口回绝 张远阳真正意识到 陈阳拒绝自己不是为了讨价还价 他单纯对出道娱乐圈不感兴趣 不打算继续抢求陈阳 放弃了 只能说人个有志 强扭得瓜不甜 就是可惜了 这副完美皮囊 而段明在听到陈阳的回复后 却用看待白痴一般的眼神盯着他 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我们金卖娱乐有着目前 放眼整个大厦 最完善的造型体系 以及推广渠道 没有比金卖更适合你的公司了 至于签约金方面 你完全可以把心揣在肚子里 金卖家大业大 不会坑你这点钱 用不着以这种老掉牙的方式 做地起价 真的很低级 段明暗讽道 我对娱乐圈不感兴趣 更没兴趣当明星 陈阳表明态度 段明呵呵一笑 这年头有谁会不想出名 只要有名气 分分钟日入几百 上千万 你该不会以为 他们天心或者其他娱乐公司 能给得起比金卖更高的价码吧 其次 我吧 无论人 货物 只要得不到 就会忍不住想毁掉 陈阳听得出来 他在威胁自己 段明则继续展现着自己的霸道一面 不加遮掩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名叫段明 金卖娱乐十大金牌经纪人之一 这些年 我在娱乐圈也结交了不少人脉 还是有点话语权的 那自信的眼神 笑容 仿佛吃定陈阳 金卖娱乐里 像你这种货色 应该不多吧 真要诠释段明这种人 陈阳认为 很有必要考虑 好好整顿一下作风问题 货色 段明笑容消失 眼神中闪过一抹寒光 放肆 说着 这手臂举了起来 想打陈阳的脸 啪 结果反应速度比不过 被陈阳抓住手腕 动弹不得 咔嚓 陈阳可不管男女 敢跟自己动手 动哪只手 费哪只 啊 我的手 你疯了 你敢折断我的手 段明惨叫连连 越发刺耳 稍微离近些 甚至有耳膜破裂的风险 看着自己被陈阳折断的手 想杀他的心都有了 见证这一幕的张远阳 深感意外 本以为陈阳是文弱书生类型 没想到动起手来 如此彪悍 解气 实在太解气了 段明在圈内是出了名的 喜欢仗势欺人 各种做 不止张远阳 很多人都看他不顺眼 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奈何人家资历老 辈分高 懂得怎样舔领导 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断忍让 怎么 难道只许你动手 不许我反抗 陈阳觉得 这种言论既奇葩 又可笑 你完了 我可是经败娱乐的人 你费我一只手 杨总他们知道后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段明搬出大靠山 杨总 他吗 陈阳有点意外 自己还没问 段明已是不打自招 共出同党余孽 是吗 我很期待 他们会如何不放过我 陈阳拿出手机 打开联系人名单 在其中找到肖玉荣三个字 然后按下拔出键 两声响铃后 电话秒接通 师父 您找我 面对肖玉荣的问话 陈阳三言两语 说清这边的情况 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 弄清楚来龙去脉 听到一个不知名的经纪人 居然敢去挑战 自家师父的权威 还对他各种出言不逊 甚至威胁 身为徒弟 肖玉荣这内心 燃起不小的怒火 拍着胸脯 向陈阳保证道 师父您放心 这件事交给徒儿来解决 好 电话挂断 肖玉荣立即看向身旁 瞪大一双好奇眼睛 盯着自己的秘书 问 公司里有没有一个叫段敏的人 秘书用了几秒钟回响 然后表情一变 点头 是有那么个人 最近他牵的一个小鲜肉 市场反响不错 自封经脉第十位金牌经纪人 自封 文言 肖玉荣内心疑惑解开 前九人的名字 他早有耳闻 至于这第十人 却是闻所未闻 原来只是自封 去 通知人士不 告诉段敏 他被开除了 再告诉段敏 他以威胁方式 想要签约的那个人 是金麦娱乐新上任的董事长 肖玉荣交代道 好 我马上去 秘书恍然大悟 原来 世上还有 如此做死的人 身为公司员工 居然跑到董事长面前 开口威胁 其他公司也就算了 这可是大夏数一数二 投牌娱乐公司的董事长 一旦外界知道 段敏是因为这种理由被开除 百分百不会愿意收留 万一让人误会 此番行为 是为了跟金麦娱乐叫板 中小公司 根本承担不起后果 哪怕大公司 同样会遭受灭顶之灾 为段敏一个人 冒风险得罪金麦 显然不值得 他没那么大的才华 是个人都知道 应该怎样选择 怎么 想叫人对付我 少在这装枪做事 我可不是这一套 段敏根本没把陈阳的话 放在心上 一度怀疑 他压根没拨出去电话 狐假虎威罢了 不 不能这么说 狐假虎威 至少在狐狸背后 真的有一头老虎 陈阳 他什么都没有 原本见他生的一副好皮囊 段敏盘算着副课之前的成功 更加巩固自己 金牌经纪人的地位 谁曾想 陈阳给脸不要脸就算了 还敢跟自己动手 这口气 段敏无论如何也忍不了 咽不下去 一心想着 要让他付出代价 强忍段手的疼痛 用另外一只手拿出手机 打电话 说得好像谁不会一样 单手操作 打开联系人名单 在其中找到杨总两个字 正当段敏 想要按下播出箭时 嗡嗡嗡 手机却先一步震动 响起铃声 来电显示为陆总 陆总 段敏没记错的话 这个陆总是人事部的主管 先前在一场公司 举办的宴会上见过 顺手交换了联系方式 想着有朝一日 兴许能用得上 疑惑 人事部的人 怎么会给自己打电话 平日里 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带着疑问 段敏按下接听键 好歹是一个部门的主管 他不敢太怠慢 喂 陆总 您这么的大忙人 怎么会有空给我打电话 段敏主动问 你是段敏对吧 对方确认着段敏的身份 对 是我 段敏点头 董事会让我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确认身份后 陆总开门见山道 段敏欲言又止 瞳孔一缩 如遭晴天霹雳 迅速冷静下来 眉头紧锁 再三确认问 赵总 您再跟我开玩笑吧 开除 还是董事会 董事会为什么要开除我 他实在想不通这里面的道理 段敏很清楚 自己有几斤几两 董事会那群高高在上的人物 自己压根没有接触的机会 谈何得罪 俗话说得好 杀鸡烟用宰牛刀 这我不清楚 我收到的任务 只是通知你被开除而已 可 段敏还想说什么 又有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杨总 段敏没想到 对方会先一步 给自己打来电话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吗 他还想着 待会打去电话问问看 这里面是否存在某种误会 既然对方主动打来 倒是省了段敏不少麻烦 不好意思 陆总 我有个紧急电话 待会再回信给您 段敏顾不上路 总还有没有话想说 直接挂本 眼下 在他看来 杨总杨成义的优先级更高 喂 杨总 您找我 接通电话后 立马换上一副极其谄媚的面容 口吻 哪怕对方看不见 本以为对方打来这个电话 是想让自己去酒店房间赴约 乃曾想 话刚问出 立马遭来一声怒斥 段敏 你这个疯女人 你到底做了什么 杨总 发 发生什么事了 段敏背后得一脸猛 他不记得自己最近有做过 会被杨成义 如此劈头盖脸一通骂的事 公司有人在查我 而且跟你有关 你少在这 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最好气到没事 否则 我不会放过你的 喂 杨总 杨总 段敏还没反应过来 电话那头 已是传来一阵盲音 他拿圆手机一看 显示电话已挂断 猛了 段敏彻底猛了 先是莫名其妙 被人事部联系开除 现在又遭顶头上司怒骂 说自己连累他被调查 这都哪个哪啊 段敏不理解 自己出来喝个茶的功夫 怎么就变天了 虽然不清楚电话里的详细内容 但张远阳还是从那极少的对话信息中听出 段敏在经脉娱乐内部遇到了大麻烦 而且很有可能会被开除 同情 张远阳可不同情他 就他刚才那一系列表现 张远阳巴不得他越惨越好 自作孽 不可活 嗡嗡嗡 紧跟着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看到熟悉的陆总两个字 段敏犹犹豫豫最终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在第25秒的时候 喂 陆总 直到现在 段敏内心依然抱有一丝侥幸 一切 有没有可能都是误会 陆总打来这个电话 其实是为了解开误会 确实有人会被开除 只不过 不是自己是一个同样叫段敏的女人 他觉得 段敏这个名字 应该算不上多稀有才对 没错 一定是这样 在说服别人之前 段敏先说服了自己 段敏话音刚出 立刻被陆总打断 董事会还有一句话 让我转告你 您说 段敏吞咽吞咽口水 暗感不妙 这种感觉 正在逐渐变得强烈 希望是自己想多了 你正在威胁 想要强迫签约的那个人 是我们经脉娱乐新上任的董事长 陈阳 陈先生 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 段敏口齿微张 一脸木囊 碰 手机随后应声脱手 摔落在地上 屏幕如珠网般四分五裂 他目光呆滞地看着陈阳 仿佛丢了魂一般 试探开口 陈 陈董 陈董 此话一出 旁边张远阳的视线 立马转到陈阳身上 才反应过来 陈阳的身份 远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您是经脉娱乐新上任的那位董事长 陈阳 段敏进一步问 没错 是我 陈阳点头肯定 得到答案后 段敏只觉得万念俱灰 内心有多绝望 全体陷在脸上 几次欲言又止 做梦也没想到 陈阳的来头 会大到这种份上 经脉娱乐新上任的董事长 张远阳瞪大双眼 满眼不可置信 他确实有听说过 经脉娱乐一主了 此人身份十分神秘 圈内关于他的消息并不多 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乃苍想 这位新董事 居然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难怪别人梦寐以求地出道机会 他会拒绝得如此果断 陈阳要真想出道当明星的话 直接签约自己的公司不好吗 完全不用担心资源问题 谁敢不给自家老板推荐资源 张远阳无比庆幸 自己没有像段敏那样作死 世强凌弱 结果踢到了铁板上 想仗势欺人 笑话 借的这个事 都是人家的 破 张远阳撇开头 尽管已经尽力再忍了 还是没能憋得住 笑出声 段敏当下可没功夫去管 张远阳有没有笑话自己 求生欲强烈 顾不上路人的眼光 弯曲膝盖 跪在了陈阳面前 抓住他的裤腿 陈董 我真的不知道是您 否则给我一百 一千 哪怕一万的胆子 我也不敢在您面前撒野啊 董事长 求求您 放过我吧 以后 我一定努力改造 重新做人 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无论陈阳 又或者张远阳 都不难看出 段敏很努力的在卖惨 平凡几眉弄眼 想要挤出眼泪 奈何 他虽是职业经纪人 这演技 却是拙劣得很 完全没法摆上台面 车轮声 陈阳扭头看去 是稍稍来迟的关雅 师傅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关雅奇怪问 一个小丑罢了 陈阳腿上一用力 挣脱段敏 打开副驾驶车门 坐了上去 看着关雅 张远阳没能忍住 鼓起勇气道 请问一下 您是阳城那位关雅关总吗 是我 你找我有事吗 关雅反问 没事 只是确认一下 我之前在一场慈善晚会上见过您 听说过不少关于您的事件 张远阳摇头摆手 否定道 生怕关雅觉得自己和段敏是一伙的 被其连累 阳城 关雅 段敏心头一震 他听说过关雅的鼎鼎大名 身价达到万亿的女首富 这个女人前叫他师父 是他徒弟 段敏更加心死如灰 内心默默给自己判了死刑 他心知肚明 同时得罪经脉娱乐的董事长 和阳城首富意味着什么 自己会被全行业拉黑 甚至公然抵制 两眼一番 因为恐惧 绝望 吓得昏死了过去 路上小心 张远阳则深深一鞠躬 目送陈阳 关雅二人离开 待到车子十月 才敢直起腰身 抬手 擦了擦冷汗 吐出一口重气 明明那么年轻 成就却如此非凡 实在太厉害了 再看一眼倒在地上的段敏 张远阳心善 离开前给他叫了救护车 免得死在人家酒楼门口 耽误做生意 车上 不等陈阳问 关雅已是主动解释起 师父 抱歉 车子左后胎突然出现问题 为保证安全 多花了点时间 没事 事情既已解决 陈阳并不在意 让关雅也不要介意 过去了 很快 车子来到叶青城的公司楼下 眼看夕阳西下 一片黄昏天 关雅想着反正顺路 把他一起接回去 省了之后 叶青城找理由说 自己纠缠师父一整天 不公平 为了公平起见 也得让他和师父 独处一段时间才行 必须把这种可能性 扼杀在摇篮当中 停稳车子 我给他打个电话 关雅一边说 一边拿出手机 在联系人名单中 找到叶青城三个字 打去电话 十秒过去 三十秒过去 一分钟过去 电话迟迟没有接通 奇怪 在开会吗 关雅面露疑惑之色 准备再次打去电话时 陈阳已经开启车门 下了车 关雅跟着开门下车 电话依旧打不通 不行 没人见 上去看看 陈阳大步朝玻璃门走去 保安光看气质 就知道陈阳 关雅二人来历不凡 更别提那辆价值不菲的豪车 哪敢阻拦 恭恭敬敬地 在他们抵达之前 主动伸手推开玻璃门 陈阳人来到前台 问 你们叶青城叶总 在公司吗 叶总的话 现在正在15楼办公室 桂台小姐痴痴说道 谢谢 陈阳微笑回应 不 不客气 桂台小姐依然一脸花痴 挥挥手 进入电梯 关雅眼神调侃 果然 长得帅是有特权的 这话怎么说 陈阳顺着她的话往下问 要换做一班人 我想 她没那么容易透露消息 师父你没发现吗 她当才看你的时候 都快流口水了 估计早把遇到这种事的处理流程 忘了个一干二净 正常流程 应该先确认来人是否有预约 或者通知上级 再由上级去老板 由老板做出定夺 关雅一连好几句 说出自己的见解 对这些细枝末节的事 陈阳并不在意 叮的一声 眼见电梯门打开 把道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询问保洁阿姨一声后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 大步朝叶青城办公室赶去 不多时 二人来到董事办公室 正当陈阳抬起手 打算敲响房门时 激烈的争执声 先一步从门内传出 叶青城 我好生好气跟你说话 你别不识台诀 真要闹到最后 谁哭还不一定 先是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 紧跟着 又是叶青城坚定不移的声音 许总不必说这些话笑我 我叶青城在江城 莫怕滚打那么多年 就没怕过危险 叶青城 你非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吗 以我们徐氏集团的体谅 想要弄死你们青氏集团 犹如捏死一只蚂蚁 男人这声音又加大几分 试图在气势上震慑住叶青城 徐总 要没什么事的话 请您离开 我待会还有个会议 叶青城下达逐客令 好 叶青城 你很好 我们走着瞧 一阵脚步声过后 办公室门被人从里面打开 徐明并未在意沉阳 官雅二人 满腹怨气地离开 师父 你们怎么来了 叶青城一脸意外 刚好顺路 想来接你 谁知道打你的电话没人听 我和师父只好上楼来看看 担心你是不是出事了 官雅解释说 这样 抱歉 我之前参加会议时 掉了静音模式 再加上那家伙嗓门很大 所以没听见 官雅双手合十 致歉道 你与他为何争吵 陈阳想弄清楚 这其中的来龙去脉 随后从叶青城口中得知 徐明在知道自己给他的药膏后 便绞尽脑汁 想要得到配方 在三三五次遭到叶青城拒绝后 徐明更是直接找上门 开出了一个 他自认为叶青城无法拒绝的天价 奈何 对于徐明开出的价格 叶青城连想都不想的就拒绝了 气得徐明破口大骂 甚至不惜破坏形象 开口威胁起叶青城 怎料叶青城软硬不吃 又是在他的地盘上 徐明只得扫兴离开 需不需要我帮忙 官雅主动问 区区一个徐明 他并不放在眼里 哪怕因为师娘身份归属权 官雅与叶青城是有一些小摩擦 但在一致对外这个问题上 他分得很轻 不可能眼睁睁看着 外人欺负到自家人头上 不用 这点小事 我可以解决 叶青城谢绝了官雅的好意 不想麻烦他 行吧 有问题随时告诉我 官雅做出承诺 嗯 谢谢 叶青城点点头 内心还是非常感动的 你要真想谢谢我的话 就放弃 一码归一码 不给官雅把话说完的机会 叶青城立马出声打断 为一个徐明 放弃争夺师娘之位 想都别想 官雅切了一声 为座抢求 他当然知道 没那么简单 故意说出来 只是为了缓和气氛 之后 三人一起离开办公室 离开青市集团 坐上叶青城的车 官雅开了那辆跑车 只有两个位子 被留在叶青城公司的停车场 此刻 官雅正坐在后车座上 双手环抱胸前 看着分别坐在驾驶位 和副驾驶位上 相谈盛欢的叶青城 陈阳二人 一脸无可奈何 叶青城 车子正常行驶在路上 陈阳到嘴边 本想回应叶青城 今天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的话 吞咽回去 表情变得无比凝重 瞥一眼 见陈阳表情突然变化 叶青城顿感不安 问 师父 出 往右打方向盘 油门踩到底 陈阳提高声音 好 这种情况下 叶青城顾不得多问 只管答应 陈阳让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往右猛打方向盘 油门踩到底 哄 旋即 一辆卡车几乎紧贴着车门 冲了过去 震感强烈 那力量有多惊人 从凹陷进来 严重变形的车门 不难判断 得亏陈阳及时提醒 否则 叶青城 观雅无法想象 会造成怎样惨烈的后果 这种吨位的大卡车 再加上刚才的速度 一旦相撞 存活概率几乎为零 失控 观雅不确定地说 不对 不是失控 那家伙故意闯红灯 想撞死我们 陈阳看得很清楚 关于这一点 从发生了交通事故后 大卡车第一时间 选择逃逸的行为 更加佐证陈阳的说法 一点小碰撞 当场解决 可比逃逸问题要小得多 难道是 徐明 听了陈阳的话 叶青城第一时间 联想到徐明 很有可能 只要你死了 到时候整个青室集团 群龙无首 他便可以趁虚而入 拿到药膏配方 好狠毒 关牙咬牙道 十分痛恨这种 背后下死守的行为 他更喜欢任何恩怨 光明正大解决 师父要报警处理吗 叶青城问着陈阳的意见 跑不了 既然知道是谁下的黑手 我们直接去找他就行了 徒儿明白了 叶青城瞄懂陈阳的意思 重新启动车子 决定前往徐明的公司 右侧前后车门 虽然碰撞情况很严重 并不影响正常行事 另一边 徐氏耀光集团 废物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我养你来干嘛 你最好给我藏好了 别被抓到 否则 我会让你在开口供出我之前 永远闭嘴 当得知任务失败后 徐明冲着手机那头 一通怒喷 对方硬是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被他挂断电话 坐在老板椅上 把手机丢到一边 徐明总感觉 自己最近事事不顺 想着要不要去哪个寺庙 找得到高僧去去煤气 该死的叶青城 居然敢三番五次拒绝我 真不知道他走了什么狗屎远 能得到那副药膏配方 不行 我一定得把那个配方拿到手才行 一旦掌握 用不了几年 我便可以成为大下首富 冲击国际市场 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 徐明实在不想白白错过 动 动 动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 敲门声响起 女秘书推门走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 徐总 青市集团叶总正在楼下 说想要见您 女秘书如实汇报 叶青城 徐明颇感意外 困惑 他怎么来了 难不成是被自己派出去的杀手吓到 怕死 所以回行转意 决定主动献上配方 想到这 徐明得意一笑 让他上来 徐明没有嘲笑叶青城的意思 反倒觉得 他能做出这个决定 很明智 以卵击石 不可能会有好下场 徐明决定保留先前的出价 500亿 从叶青城手上买下药膏配方 这个价格在徐明看来 绝对合适 他很清楚 那药膏的功效有多恐怖 放眼全球 不存在可替代物 一旦成功上市 意味着几十 上百万亿的市场 将被自己一人独吞 500亿 与百万亿相比 孰重孰轻 徐明心知肚明 几分钟后 这边请 在女秘书的引领下 陈阳 叶青城 关亚三人来到徐明的办公室 怎么还有两个人 徐明眉头一皱 不过那两人看着 没什么战斗力的样子 他并未把陈阳 关亚当作一回事 更何况 和之前不同 这里是他徐明的底盘 三个人 哪怕战斗力再高 难不成还能翻天 只要徐明一声令下 百来好人 立马就会杀到 丝毫不倔 叶总果然是个聪明人 这是五百亿的支票 把配方给我吧 打开抽屉 徐明将事先准备好的支票取出 放在桌上 谁说我要卖配方了 叶青城无语道 不卖配方 那你来这做什么 徐明表情一变 强忍怒意 那辆大货车 是你安排的吧 叶青城开门见山问 不想和徐明浪费时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嘴上那么说 心里却是在想 感情是来兴师问罪的 徐明并不打算承认 万一叶青城身上带有录音笔 留下证据对他来讲 事情会变得很棘手 你少装算 除了你 谁还会干出这种事 叶青城质问 那可不一定 叶总难道没听说过 君子无罪 怀必有罪 我早说过 以你们青氏集团的体谅 没资格拥有那副配方 迟早会被人盯上 这不就应验了 所以 还是乖乖卖给我更好 起码不至于颗粒无收 咬牙强撑 只怕最后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徐明暗示说 你 叶青城没想到 徐明竟会无耻 道貌黯然到这种份上 外界 以及报纸上对于他的传言 全是假的 良心企业家 就这 我呸 徐明还想继续开口 恐吓叶青城妥协 交出配方 却注意到 陈阳大步朝向自己这边走了过来 眼看他站在面前 用居高临下的目光盯着自己 纵然见过不少大风大浪 徐明这内心 还是忍不住的恐惧起来 迫使自己保持镇定 他缓缓开口 你想 啪 陈阳快如闪电的一巴掌 躲闪机会都没有 从老板以上跌倒在地 徐总 看见自家老板被人一巴掌抽飞 女秘书下意识想上前 陈阳侧目一个眼神 吓得女秘书当场正在原地 不敢再上前 他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眼神 仿佛能从其中看到尸山血海 你 你敢打我 徐明坐起身子 手无脸 不敢相信地问 自从身家突破万亿后 他从未受过这等委屈 多少行业内的大人物见了他 不得理让三分 陈阳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 居然敢跟自己动手 凭什么 凭他出声牛 毒不怕虎 咬牙切齿 摩擦得咯咯作响 徐明眼中怒火燃烧猛烈 此时 对陈阳这个人 已然动了杀心 难道只许 你找人暗杀我 不许我动手 啪 陈阳说着 反手又是一巴掌 打得徐明一头猛撞在书柜上 破碎了玻璃门 脑袋被玻璃茶滑破 鲜血从额头一股骨流下 满面血腥 啊 血 徐明摸了摸脑袋 看着手指上的一片血红 双眼瞪大如铜铃 吓得不轻 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徐明怒视陈阳 碰 陈阳可不惯着他 一脚抬起 将徐明整个人 如同皮球般踢踹出去 撞在窗框上 力道之大 令得窗框发生变形 弯折 徐明的背脊骨 有断裂趋势 破 接着 面色俱变 嗓子一甜 吐出大口鲜血 两巴掌 再加上这一脚 陈阳之前被徐明设计 险些丧命的怨气 稍稍降低几分 有头问叶青城 关雅 你们要不要试试看 叶青城来不及答应 关雅已是抱起一个 放在门边的花瓶 走向徐明 你 你想干 碰 关雅双手往下一丢 将花瓶狠狠砸碎在 徐明的脑袋上 伤口破口更大 鲜血加速一出 徐明意识朦胧 接着又因为疼痛 被迫清醒 啪啪啪 呼 关雅拍了拍手 吐出一口气 舒服多了 一想到徐明差点害死陈阳 他便气不打一出来 反观叶青城 左右看看 除了关雅用掉的那个花瓶 右手边还摆着的一模一样的 他走过去 单手抓住瓶口 提起 陈阳 关雅都已出手 他不动 未免太说不过去 叶青城 你 你别乱来 会 会闹出人命的 眼见叶青城走上来 双手把花瓶举过头顶 徐明慌张到不行 见叶青城因为徐明的话陷入迟疑 陈阳开口给他打着强心针 放心 我不让他死 他就死不了 听到陈阳这么说 叶青城毫不犹豫地丢出花瓶 碰 硬声 砸碎在徐明脑袋上 再次替他开瓢 疼得徐明躺在地上 犹如蛆虫 反复打滚 发不出声音 内心不断臭骂 疯子 你们三个疯子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绝对不会 今天要让陈阳三人活着离开公司 他徐明的名字倒过来写 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死的代价 突然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接着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闯入办公室中 徐总 目睹徐明浑身鲜血 倒在地上 那群人瞬间傻眼 显然没想到 在耀光的地盘上 居然有人赶出手重伤徐明 真当他们这些人不存在吗 太好了 你们终于来了 看到匆匆赶到的十几人 徐明恐慌的心 安稳落地 这些人可都是他花高价 从青龙公司请来的高级保镖 刚进入办公室 所有保镖的目光 立即被靠坐在窗边的徐明吸引去 看到自家雇主 居然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他们哪里还稳得住 这件事一旦传回公司 他们免不了被追责 降级 从而影响到收入 扫一眼沉阳三人 杀伐之气 由内至外释放出来 很清楚 眼下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让徐明息怒才行 避免被投诉 至于要做什么 简单 只需要让动手的人 比徐明更惨即可 青龙保镖公司 关雅清楚注意到 几人胸口衣服上 属于青龙保镖公司的袖标 一般人不可能敢随便拿 这个标志开玩笑 真要起诉的话 将会面临一笔不小的赔偿金额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徐明显然误会了关雅 想要表达的意思 给我废了他们 一手捂着头顶的伤口 试图减缓血液流出 另外一只手 则擦了擦脸上的鲜血 眼睛都快被胡到看不清了 几名保镖刚想答应 又有阵阵急促的脚步声传入耳中 接着 李青海那熟悉的声音 响彻整个走廊 与办公室 我看谁敢动他 那群人还想反驳 可当扭头看清楚来人的面貌后 到嘴边的话 立马咽了回去 李青海 这可是青龙保镖公司 老总身边的当红人物 哪里敢去与他叫板 李队长 您怎么会有空过来 保镖没记错的话 李青海应该被上面安排 去执行特殊保护任务了才对 听说那个保护对象 来历非凡 与青龙保镖公司董事长 徐振天之间关系匪浅 貌似是师徒关系 他们这群人一直很好奇 得是怎样的人 才有资格给徐振天当师傅 徐振天在他们这些人眼中 已是静若神明般的存在 不仅仗义 对待手下大方 实力更是强到没边 也能在他手底下做事 感到光荣 多少人因此挤破头 想要加入青龙保镖公司 我再不来 你们想对陈先生他们做什么 李青海大吼道 看一眼 庆幸陈阳 关押他们没出事 自己来的还算及时 陈先生 谁是陈先生 保镖纳孟问 他清楚记得 徐明姓徐 除非 一个不好的念头 默然产生 令所有人后背发凉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费劫 我花钱让你们来 可不是聊天的 见李青海他们 居然还聊上了 完全无视自己 徐明忍无可忍道 闭嘴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李青海怒失一眼 徐明被他凶狠的眼神吓住 两三秒后 反应过来不对位 大骂 你又是什么东西 老子花钱让你们保护我 现在你们事实在先 不仅不道歉 反倒叫一骑我来了 你们老板呢 让你们老板滚来见我 徐明看不惯李青海 如此嚣张 同样 李青海也看不惯他这么嚣张 是一旁边 几名手下一眼 几人点点头 心领神会 摩拳擦掌 朝向徐明走了过去 看到他们气势汹汹的走来 徐明大感不妙 退无可退 等等 你们想干嘛 我警告你们 别乱 不给徐明把话说完的机会 三名保镖 这拳脚顿时如同雨点般密集 快速落在徐明身体各处 李队长 这不太好吧 保镖都看猛了 完全无法理解 李青海究竟在想些什么 为何要对自己的保护对象出手 不怕被公司知道后 雷霆大怒吗 光是想想徐振天愤怒的模样 他们便不受控制的 打了个冷战 又或者说 李青海这是太膨胀 想要翻身颠覆徐徐振天 对于整个青龙公司的话语权 对此 李青海并无要跟他解释的意思 绕开他 大步朝向陈阳 叶青城三人那边走去 走到陈阳面前后 九十度一鞠躬 双手并在裤缝两边 冷汗直冒 道 陈爷 非常抱歉 我来迟了 这些人并不知晓 您和徐总之间的关系 还请您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 文言 陈阳让李青海放心 冤有头 债有主的道理 他还是知道的 多谢 得到陈阳的回复 李青海长舒一口气 他与徐总之间的关系 看到这 保镖等人大概明白 陈阳与自家老板之间 关系匪浅 以至于李青海不得不为他 放弃徐明这个大客户 看着很年轻 难道是徐总的亲切 侄子之类 儿子这个答案 被他们提前否了 只因青龙所有人都知道 徐振天别说结婚 连女朋友都没有 别 别打了 再打下去 我真要没命了 徐明蜷缩在地上 双手紧紧抱住后脑勺 有气无力地求饶着 见状 李青海抬起手 制止了几人 继续攻击徐明的行为 并不打算真的闹出人命 毕竟大下说到底 是法治社会 一旦闹出人命 哪怕再有权势 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问题 陈总 不知 您想如何处置这家伙 李青海问 倘若陈阳真想要徐明这条狗命 李青海不介意豁出去 不急 陈阳回应道 他估摸着时间 自己先前派出去的人 也快赶到 好的 我明白了 李青海不再对嘴 老老实实退到一边 等待着陈阳随时开口命令 反观徐明 依旧躺在地上 双手抱着脑袋 一双被鲜血糊住的眼睛 死死盯着陈阳 内心安安立世 狗砸碎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你就别想活着 在他脑海中 已是想出一连串针对 报复陈阳的方法 他不会让陈阳简单地死去 要疯狂折磨他 令他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比死亡更痛苦的是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关于他那点小心思 即便陈阳不会读心术 照样不难看出 有一点他们很默契 就是在让对方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这一点上的坚持 徐明险些导致自己 和两个宝贝徒丧命 陈阳又怎么可能 让他轻易死去 解脱呢 而李青海这边 被保镖伸手 拉扯拉扯衣袖 凑近 小声问 李队长 那位跟徐总之间 是什么关系 师父 李青海没有拐弯抹脚 直接说出陈阳的身份 什么 他 他就是传闻中 徐总的那位神秘师父 一众保镖想过各种答案 却唯独没想到 陈阳有着这么一层身份 给我好好记住陈爷的脸 再有下次 后果自负 李青海黑着一张脸 提醒说 李队长你放心 我们保证 不会再有下次 他们想也不想地答应 可以感受得到 李青海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真的会因此丢掉性命 师父 师父 距离太远 加上李青海他们的声音不大 所以徐明并未听清对话内容 叮 电梯门打开的提示音 被陈阳听进耳朵 熟悉的步调声 紧随其后 陈阳仅凭着脚步声 便判断出 是自己等待的人来了 师父 您要的人 我给您抓来了 冷傲雪一脚 踢踹在男人的骨沟上 啊 一声尖叫 男人无法反应 直挺挺地摔在了地上 磕掉两颗门牙 李青海静静看着这一切 没有选择插手 静观其变 相信有需要出手的时候 陈阳肯定会叫自己 他怎么会在这 再看徐明 整张脸都黑了 师父 这个人 该不会就是那个 肇事逃逸的司机吧 叶青城联想到 对 师父 叶青城叫那小子师父 徐明更吃惊了 你做得很好 陈阳表扬着冷傲雪 冷傲雪黑黑一笑 心里有多高兴 全表现在脸上 毫不掩饰 接着 陈阳动身 走到被扎带 从背后捆绑住 双手腕的男人面前 示意一眼徐明 问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你知道不知道 绑架是犯法的 赶紧把我放开 否则当心我起诉你 男人一点不慌 怒斥 见陈阳不说话 以为他这是 被自己的气势震慑住了 冷笑 不想被送进监狱的话 就赶紧给小爷我 扑 话音刚出 陈阳不由分说 便是一脚抱踢在男人脸上 令他一口鲜血 混杂着满口牙齿 吐了得干净 下额骨多出一道贯穿裂痕 力道控制得很好 不至于让男人丢掉性命 咻 见他浑浑噩噩 又一针弹射出 刺入后脑勺 男人立马清醒 我再问你一遍 你认不认识他 陈阳抬起脚 踩在男人的脑袋上 不认识 你他妈有种杀了 碰 噗哧 碎裂声音十分清脆 鲜血在地上暴射开 关雅第一时间出手 挡住了叶青城的眼睛 这种画面 哪怕他和李青海 这些人见了 也是止不住的心脏一颤 不少入行不久 阅历尚浅的年轻保镖 见此情景 面色惨白 捂着嘴巴 赶紧跑出办公室 然后可以听见 哇哇大吐的声音 白色的 红色的 一团模糊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冷傲雪则与之截然相反 一对冷若寒霜的美目 一彩连连 更喜欢了 他 他居然一脚踩死了小段 陈阳狠辣 杀人不眨眼的行事手段 深深震慑住徐明 不过 徐明也因此松了一口气 原本看到冷傲雪把男人带来 他还有些担心 自己买凶杀人的事 会成为陈阳 叶青城他们对付自己的筹码 把柄 现在 男人被陈阳一脚踩死 徐明便不用再担心 自己做过的那些恶事曝光 间接解决了徐明的心头大患 剑虽然好用 但剑人有两面 徐明不敢保证 男人会一辈子乖乖听命自己 早有盘算 暗中除掉他 你是不是觉得 郑人已死 自己就安全了 陈阳点破道 徐明无言 他不信 陈阳敢像杀死男人那样 杀死自己 自己在江城 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真要出现意外 绝对会引起多方注意 到时 官方迟早 必然会调查到陈阳头上 如果徐明是陈阳 绝不会这么做 风险太大 奥雪 师父 这是您要的东西 冷奥雪来到陈阳面前 递出一份文件袋 陈阳接过文件袋 打开 从里面取出 足有一纸结厚的白纸 翻看两眼 然后丢在了徐明身上 好好看看吧 徐明本不打算当做一回事 可瞥了一眼 正对自己的那张纸时 整个人虎去一阵 瞬间不淡定了 赶紧伸手拿起 愣住几秒后 又疯疯癫癫 捡起其他掉落在地上的纸 一张张撕毁 那上面全是他这些年买凶杀人 以及各种违法犯罪的证据 徐明不明白 这些早该被删除干净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东西 为何还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没关系 你尽管撕 这些东西的原件 我保留了好几份 冷奥雪补叨道 认输 我认输 我保证以后 不会再对叶青城 和青氏集团出手 你们开个价 把原件卖给我 一口价 我绝不还价 到了这一刻 徐明不得不承认 自己这次真的在了 想不低头 都不行 只因陈阳手上 掌握着的那些证据 一旦提交给官方 足够让他后半生 全在监狱里度过 甚至 直接枪决 毫无疑问 徐明不想死 麻 陈阳呵呵一笑 你该不会认为 这个世界上 任何事都可以用钱摆平吧 废话 这个世界上 难道还有用钱摆不平的事 无非是嫌钱不够多罢了 心里这么想 嘴上则到一千亿 我愿意用一千亿买下原件 见陈阳无动于衷 两千亿 这是我的底线 徐明希望陈阳可以见好就收 否则 徐明不建议 跟他于死网破 玉石俱焚 动用所有资产 向全世界悬赏陈阳的狗命 开玩笑 你把我师父当什么人了 他会差钱 官雅见徐明三番五次 想用钱侮辱陈阳 不爽地站了出来 你是谁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徐明喝道 杨成 官雅 论财富榜 没记错的话 我在你前面 官雅毫无感情地说 杨成 官 官雅 徐明瞳孔微缩 真正让他感到惧怕的 不是官雅杨成首富的身份 而是这种人物 竟然开口叫陈阳师父 那他的身份 又得大到何种境地 陈阳拿出手机 找到罗德斯三个字 既然徐明喜欢一切向前看 陈阳便让他见识见识 真正的世界财阀家族 尝尝看 失去一切的滋味 来石路上 因为是叶清成负责开车 所以陈阳有着非常充足的时间 去调查一切 已经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将徐氏耀光集团 了解了个清清楚楚 和绝大多数像叶清成这样 靠本土起家 发展壮大的公司不同 耀光集团是一家 很纯粹的外资公司 起家便是靠外国银行 公司注资 入股 别看徐明表面在江城风光 百大富豪榜上有名 但实际上 他对于耀光集团的控制权 少得可怜 任何决定 都绕不开对外资的掌控 仅有极少部分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发展的决定 他才拥有话语权 所以 抛开这些因素 别说和观雅比 就连和叶清成之间 徐明也毫无可比性 毕竟 叶清成对于自己的公司 可是百分百掌控 说一不二 回到耀光公司上 耀光实际的掌控者 为两个鹰派本土投资公司 外加一个世界十大银行 巧合的是 这两个鹰派本土公司 与那家世界银行背后 是同一个财阀家族 其名为罗德斯家族 不巧的是 这个家族 其中一个极富话语权的人 在监狱中 欠了陈阳很大一个人情 那年鹰派经济大动荡 加上罗德斯老家主大病 原本相处平和的多方势力 开始反噬 争破头 想要啃下更多家产 各种下作手段 层出不穷 罗德斯老家主被加宠爱的小孙子 也因陷害 锒铛入狱 陈阳见他可怜 便在幕后操盘了一下整个局势 替这位小孙子 洗刷清白的同时 以古一之术 将命悬一线的老家主 从地狱里硬生生拉了回来 自此 让险些分崩离析 跌出世界八大财阀家族的罗德斯家族 重新站稳脚跟 平稳度过经济大动荡 从那以后 陈阳变成了整个罗德斯家族的座上宾 他们很清楚 家族内并没有出现 适合替代老家主的人 一旦老家主病故 即便他们能分到很大一部分利益 但从长久来看 对整个家族 绝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在出现合适的掌权人之前 老家主不能死 而陈阳恰恰是唯一那个 能替老家主续命的人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陈阳拒绝为老家主调理身子 罗德斯家族 又将陷入动乱之中 因内斗 影响力快速下降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电话几乎秒接通 对面传来小孙子激动的声音 尊敬的陈先生 您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我真是太意外了 他的大下语相较之前 又流利不少 陈阳清楚记得 在刚入狱时 小孙子并不会大下语 是专门为他学的 事实证明 这家伙很有语言天赋 江城耀光公司 我不希望他们再存在 以及大下代理人 徐明 陈阳没有拐弯抹角 直奔主题 好的 我明白了 对方并未逃根问底 只因老爷子说过 但凡是陈阳提出的要求 必须无条件满足 小孙子对这家公司 并无多少印象 由此可以肯定 对罗德斯家族来讲 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项目 废了就废了 远比不上 陈阳与罗德斯家族之间的 和谐关系重要 听到陈阳的话 徐明脸上露出一抹嘲笑 笑陈阳太把自己当回事 仅凭一个电话 就想毁掉在江城扎根多年 有着不俗影响力 市值超万亿的公司 未免太一响天开了 叮铃铃 然而下一秒 徐明的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 在这近到落真可闻的环境之下 他也不敢贸然行动 留意着陈阳脸上的表情变化 你不接吗 见陈阳这么说 徐明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是他 看到来电人后 瞬间不淡定了 恭恭敬敬地跪坐在地上 想不通 这位也怎么会有空给自己打电话 那是话语权 远远凌驾于他之上的存在 耀光集团背后 三大资本的代表人 不敢耽误对方的时间 火速按下接听见 喂 请问您找我 徐明的话被打断 这张开的嘴巴 却迟迟没有闭合 反而越长越大 双手抓住手机 防止掉落 恐慌 不安 疑惑问 您没再跟我开玩笑吧 为什么要罢免我的职位 我这些年 微耀光一直兢兢业业 从未 他的话再次被打断 紧接着 猛的一下抬头 瞳孔在眼眶中剧烈震战 用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注视陈阳 无论李青海 又或者叶清成 关雅 还是其余保镖 都无比好奇 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能把徐明吓成这个样子 挂断电话 没空去管手机 丢掉一边 徐明几次试图起身 皆以失败告终 双腿软弱棉花 根本不受控制 更别弹支撑住这副身躯 因为陷入极度的恐慌 已经影响到正常活动四肢 索性放弃战力 用双膝与双手配合 跪趴到陈阳面前 态度卑微道 让所有人不敢相信 他与之前那个徐明 为同一人 碰 碰 碰 在木制地板上 连颗三个响头 额头不仅红肿 更是从皮下渗出点点血迹 徐明却顾不上去在意 此刻满脑子想着的 是要如何向陈阳道歉 求得他的原谅 方才在电话中 他已经清楚得知 陈阳的真实身份 本以为十三大资本件 如今耀光集团发展一片 欣欣向荣 想跟自己玩 谢莫杀驴的戏码 乃曾想 竟是那比资本更恐怖的财阀家族 亲自下令 要罢免自己 罗德斯家族 世界八大财阀家族之一 混在金融圈 徐明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是连他惧怕的人 都得惧怕的存在 徐明也是这一刻才反应过来 原来 陈阳刚才是给罗德斯家族的人 打去电话 不曾想过 陈阳的能量居然大到 令罗德斯家族毫不犹豫放弃 价值万亿的公司 并且下令 让自己将耀光所有股份 全部转移至陈阳名下 一句话 让罗德斯家族拱手送出一家 万亿规模的上市公司 这种事 徐明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在他印象中 所有的财阀家族 都是吞金兽 只进不出 但 陈阳硬生生改变了这一点 连身家深不见底的 世界级财阀家族 也得惧怕他的权势 一个电话 就做到了徐明这个等级 难以想象的是 八大财阀家族 在他脑海中 已然是能够想到 最强大的势力 全球各行各业 包括政治 军工 均有他们的身影 所以更加无法理解 陈阳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能凌驾于财阀之上 他才几岁 看样子 你似乎已经收到消息了 陈阳面不改色说 对于徐明慧表现出 如此强烈的反差 并不意外 毕竟 他从一开始 在陈阳眼中 就属于欺软怕硬的那一类人 再知道自己一句话 便能让他一无所有后 会认怂 下跪道歉求饶 再正常不过 尊敬的陈先生 我 我真不知道 您与罗德斯家族之间 会有关联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并反省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愿为您当牛做马 完全把尊严 骄傲 双双踩在脚下 此刻 徐明满脑子想着的是 要如何讨好陈阳 哪怕卑微到极点也无所谓 能给连财阀家族都惧怕的 大人物效忠 在徐明看来 是一件非常光宗耀祖的事 他不认为抱大腿 是一件可耻的事 毕竟 徐明之所以能走到今天 靠的就是一条又一条大腿 抱谁的大腿 不是抱呢 罗德斯家族 你们有听说过吗 有印象 但被你这么疑问 我一下想不起来 明明在嘴边 比起徐明 为何会给陈阳下跪 一改强硬态度 像狗一样摇尾起怜 李青海他们更好奇 罗德斯家族 有人专门拿出手机 打开浏览器 输入罗德斯家族 搜索 不搜不知道 一搜下一跳 难掩震惊 卧槽 这个罗德斯家族 居然是公认的八大财阀家族 应派着明清荣街的独裁者 深圳富克敌国的存在 此言一出 众人目光刷的一下 集中到陈阳身上 眼中充斥着仰慕之情 多希望自己可以像他一样 年少有为 关雅 叶清成 冷傲学几人对此 并不意外 身为徒弟的他们很清楚 世界上很多权贵人物 都与陈阳之间 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 不是陈阳需要依靠他们 是他们需要主动巴结陈阳 我拒绝 陈阳言语坚定 不留一丝一毫希望 幻想空间给徐明 不 我不想死 求您了 原谅我这一次 我保证 不会再有下一次 从今以后 您让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您让我往北 我绝不往南 徐明极力祈求 陈阳却后车半步 躲开他身来 想要抓住自己裤腿 沾满鲜血的手 走了 陈阳这次 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觉得浪费口水 看一眼叶清成 和关雅 好 二女一口同声答应 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事情既然已经解决 没有再留在这个必要 徐明那张脸 让他们感到晦气 不 你不能这么对我 见陈阳越走越远 情急之下 徐明竟然操起一支钢笔 拔掉笔帽 露出金色 锋利的笔尖 打算冲上去挟持陈阳 逼迫他放自己一马 陈阳小心 李清海察觉到不对 迅速反应 碰 哄 然而 一道靓丽的身影 却抢先他们 所有人一步行动 从眼前掠过 碰 哄 一脚将徐明踹飞出去 撞在钢化玻璃上 钢化玻璃 因此如珠网般碎裂开来 得亏有塑料保抹保护 玻璃茶材 没有飞溅的到处都是 徐明整个人也因此 脑袋一歪 昏死过去 踢出这一脚的人 正是冷傲雪 对待这种想伤害陈阳的人 他可不知道 仁慈二字怎么写 那一脚 硬生生踢断徐明八九根肋骨 证据和人 便交给你们了 至于那具尸体 我会安排人过来处理干净的 离开前 冷傲雪不忘交代李清海 明白 李清海正发愁 要如何处置尸体 冷傲雪的话 省去了他不少麻烦 几位慢走 数十名保镖 鞠躬欢送陈阳四人 建电梯门关闭 开始往下走 他们十分有默契地 吐出一口浊气 没想到 陈爷除了徐总师傅的身份外 还有着如此之多无敌背景 是啊 感觉这个世界上 得罪谁都行 唯独不能得罪他 李队长 多亏你们及时赶到 否则 我们这些人 估计会跟他打一个下场 对此 李清海表态道 没有什么谢不谢的 我也只是 做了分内之事 下自己的吸取教训 您放心 这教训足够深刻了 无人反驳 叮 电梯门打开 陈阳与叶清诚 关雅 冷傲雪三人从中走出 三言两语 三女之间 已有基础认知 冷傲雪比叶清诚 关雅更先败入师门 所以是他们的师姐 对于这么一位冷酷 霸道的师姐 叶清诚 关雅接受得很快 早已是师姐长 师姐短 畅聊起来 哇 冷师姐 你居然是全球唯一一个达到 SSS级的职业杀手 太强了吧 叶清诚难以置信道 他一直以为 杀手只存在于电影 电视剧里 关雅则是点点头 对叶清诚的话 深感认同 很清楚一个女人 要在杀手圈子里 闯荡出这样一番成就 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非常佩服冷傲雪 哪里 是师父教得好 没有师父 哪怕到死 我最多只能达到S级 冷傲雪 这可不是在谦虚 实话实说而已 关于这一点 关雅 叶清诚并未反驳 他们深知 陈阳有多权能 有多强大 所以能够理解 冷傲雪的心情 陈阳自始至终 未曾参与到 他们的对谈当中 见夕阳马上完全落下 想着赶紧回去 吃完晚饭 看待新闻 了解下天下大事 然后 睡觉休息 结束掉这一天 跟着 一道熟悉的身影 映入陈阳眼帘 赵丽丽 那个曾背叛 自己的前女友 对于她为何会在这 丝毫不感兴趣 早下定决心 撇清关系 不再往来 陈阳 赵丽丽这边 同样注意到了 陈阳的存在 不明白 她怎么会出现在 耀光集团 并且身边 还带着三个角色游舞 每一个单拎出来 都能吊打她 三人之中 叶青城绝对是 赵丽丽最熟悉的人 没有之一 先前在和方宇的 订婚仪式上 她站出来 替陈阳出头的画面 直到现在 赵丽丽依旧记忆犹新 想不通 堂堂将成女首富 为何会跟一个坐过牢 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陈家弃子牵扯上关系 各种袒护陈阳 甚至不惜与方家为敌 但随后 更令赵丽丽没想到的是 整个方家 一夜之间 尽数消失 干干净净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仿佛他们从未来到过这个世界 赵丽丽豪门太太的梦想 也因此宣告破裂 便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 依旧还不尚未支付那些奢侈品 而增加的比比贷款 所以 不得不重新出来找工作 耀光集团正是她时隔多年 打算应聘的第一家公司 优秀的个人简历发出后 当天便得到了耀光主管的回复 按照约定时间 在七点前赶到 只是没想到 在主管之前 会先遇见陈阳 忍不住联想 这家伙该不会是想利用 叶清成的影响力 妨碍我应聘新工作吧 对于她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的想法 陈阳一点不感兴趣 早已决定 与赵丽丽之间一刀两断 从此是路人 景一眼 立马收回目光 没有过多在意 陈阳 你给我站住 赵丽丽却不依不饶地脚踩高跟鞋 快步跟了上来 走到陈阳四人面前 张开双臂 拦住她的去路 你有事吗 陈阳冷着一张脸 问 你来这做什么 赵丽丽的口吻听起来 高高在上 如同审问犯人一般 有关方家人间蒸发的事 赵丽丽并未提及 一是不想让陈阳看自己的笑话 二则是 不认为她区区一个弃子 能做到这种事 哪怕棒上叶清成这条大腿 也是一样 你是我的谁 我有必要跟你解释那么多吗 陈阳无语道 你 赵丽丽发现 陈阳真的变了 以前的她 绝不会用这种态度 跟自己说话 清楚记得 三年前 当自己大半夜来姨妈时 陈阳会冒着倾盆大雨 前去医院替自己买药 自己想吃什么 永远只需要说一声 无论天南地北 她总会替自己准备好 再看看现在的她 陌生 太陌生 外人都说我赵丽丽绝情 喜欢屈炎复事 那是因为他们没看到 你的所作所为 才出院 立马和三个女人之间不清不楚 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赵丽丽不屑道 笑话 她独身一人 早已跟你撇清关系 为何不能与别人交往 况且 有一点你说错了 不是她缠着我们 而是我们在倒追她 求她接受我们 官雅回怼同时 一步上前 紧紧挽住陈阳的手腕 叶青城见状 有样学样 一致对外 冷凹雪在旁边 点头赞同 你妈 赵丽丽气得脸红脖子粗 直跺脚 她到底哪里值得 你们那么做 以你们的姿色 完全可以去找 比她更优秀 更有钱的人 这句话 她发自真心 无论官雅 叶青城 又或者冷凹雪 均有着赵丽丽羡慕不来的 角色容貌 魔鬼身材 一拼一笑 都能轻松 撩拨男人的心弦 勾勾手指 便会有无数男人 主动献上一切 赵丽丽要有他们一半的美貌 做梦都能笑醒 然而就是这么优秀 老天爷赏饭吃的三个女人 却集体倒追陈阳 一个被她 被整个陈家抛弃的男人 不理解 赵丽丽真的不理解 她不就是长得帅了点吗 除此之外 一无是处 有眼无珠 官雅直接四字回应 叶青城他们并不怨恨 赵丽丽放弃陈阳 投身他人怀抱的行为 因为赵丽丽不那么做的话 他们这些做徒的 又如何有机会 朝着师娘这个目标进军呢 以前怎样不论 当下 在三女看来 赵丽丽完全配不上陈阳 更无法做到 发自内心接受 叫她这种人师娘 劣迹斑斑 你说什么 被有眼无珠的人骂 有眼无珠 赵丽丽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恨不得冲上去 撕烂官雅那张嘴 你们肯定会后悔的 赵丽丽懒得在浪费口舌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成功通过考核 加入耀光集团 赵丽丽应聘的职位 薪资不低 完全足够达到 偿还债务的最低标准 不至于天天 被各种贷款公司催账 打破电话 过几天安生日子 赵丽丽属于 绝对的精致利己主义 为叶倾城 关雅他们感到不值 只会浪费他的宝贵时间 叮 听到电梯门打开的提示音 赵丽丽下意识看去目光 杨主管 赵丽丽提前在公司官网上 查看过 关于这位主管的照片 各种消息 一眼认出 可嗨嗨 整理整理 一容一表 清了清嗓子 赵丽丽大步朝向 杨主管那边走了过去 脑海中已是构思出 一整套流程 只要能顺利通过考核 赵丽丽甚至不介意 牺牲一点色相 杨主管 您好 我是 然而 对比赵丽丽的热情主动 杨主管的回应 则竟嫌冷漠 完全把迎面走来的赵丽丽 当成空气对待 一步绕开她 赵丽丽眉头紧簇 愣在原地 缓缓转身 目光追随杨主管看去 发现她正朝着陈阳那边走去 这家伙 该不会真的是因为 打听到我会应聘耀光集团 所以提前带着叶清成赶来 计划破坏我的求职机会 赵丽丽没想到 陈阳不仅绝情 更无情无义 气氛无比 也加快脚步 跟了上去 想要问杨主管讨个说法 如果杨主管真的打算 因为叶清成 拒绝自己 赵丽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 发到网络上 分分钟曝光他们的恶行 让他们成为人人寒大的过街老鼠 风评一落千丈 从而影响到公司发展 赵丽丽脑海中 已是恼不出一大段剧情 可紧接着 杨主管的一番话 却是令他大跌眼镜 却见杨主管毕恭毕敬 将一份文件递到陈阳面前 陈总 这是耀光集团的股份转让合同 请您签字 股份转让合同 陈阳大概猜到 罗德斯家族里 那个小孙子的用意了 看来是时候出手 得替罗德斯家族的老爷子 稳固病情 这笔钱既然送到手边 没理由拒绝 收了人家的钱 那肯定得办事 俗话说得好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反正对陈阳来讲 只是分分钟的事 浪费不了多少时间 拿起笔 杨阳洒洒在合同书上 签下自己的大名 好的 没有问题 杨主管翻转合同 确认一眼 不再打扰陈阳四人 目送他们离开 杨主管 见杨主管转身朝向自己这边走来 赵丽丽迫切想要知道 他为何会对陈阳如此毕恭毕敬 哪怕是对叶青城 赵丽丽都不至于感到疑惑 但整个过程中 叶青城的下场 似乎并没有比自己好多少 同样是被杨主管当成空气对待 比起这个 赵丽丽更纳闷的是 股份转让合同又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 是某个耀光集团的老人 想提前退休 变卖股份 然后被叶青城找上 把这些股份买在了陈阳名下 这未免 太夸张了吧 赵丽丽很快摇头否定这一想法 作为万亿市值的公司 哪怕只是百分之一的股份 同样价值不菲 赵丽丽实在不认为 叶青城会把这种东西拱手送给陈阳 有那些钱 怎样极品的男人玩不到 明星 各种国际难模 不是随便挑 随便选 何必吊死在陈阳一棵树上 你是赵丽丽对吧 杨主管和赵丽丽之间 是第一次见面 通过先前电话联系的声音 辨认出他 对 赵丽丽重重一点头 杨主管很欣赏赵丽丽这样的人才 认为让他加入公司 一定能注入新鲜血液 正好管理层发生大变动 如今整个耀光脱离外资 被陈阳一人掌控 杨主管也想借此机会 好好表现一下 赢得这位新主子的欢欣 更受重用 在得知竟然有人 能从三大资本手中 夺走耀光集团后 杨主管对于陈阳的敬佩之情 便犹如滔滔江水 延绵不绝 作为耀光集团的资深老人 杨主管很清楚 能做到这种事有多难 难度无异于地狱级 好 赵丽丽答应一声 准备跟随杨主管 一起前往会议室 先应聘通过考核 等到顺利加入耀光集团后 再去问其他 这样更保险些 杨主管 请等一下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要跟您说 就在电梯门打开 二人准备进入的时候 一名穿着制服的女子 手扶胸口 快步走了上来 什么事 你说 见女人欲言又止 杨主管看了一眼 身后的赵丽丽 露出一抹极其公式化的笑容 赵小姐 请你稍等一会儿 嗯 赵丽丽磕刻刻气气答应 不敢有半点怨言 毕竟 自己能否通过考核 成功加入耀光集团 全凭这个男人说了算 跟着 杨主管跟着女人 来到十几米开外 现在可以说了吧 杨主管问 女人停下脚步 认真说道 杨主管 我建议您 最好不要应聘那个人 会比较好 他怎么了 我看过他的简历 是我们耀光 目前需要的人才 杨主管疑惑问 我之间有些恩怨 什么 听到这话 杨主管瞬间不淡定了 你继续说 随后 从女人那里 杨主管得知了一切 这个桑门星 做了那种事 居然还敢跑来硬屁 差点害我丢散完 杨主管心有余悸道 想想就后怕 看向女人 这次你立了大功一件 我不会亏待你的 哪里 都是我应该做的 女人谦虚表示 杨主管则转身 快不回到赵丽丽面前 赵丽丽即使能够感受得到 杨主管与离开前 整个人在气质方面 大有不同 觉得应该是自己想太多 露出一抹笑容 按下上楼键 杨主管 您先请 赵小姐 非常抱歉 我觉得 你不适合我们公司的 未来发展方针 请你离开 杨主管却是直接 下达了逐客令 为什么 我们之前 不是还聊得好好的吗 赵丽丽一脸猛 难道是刚才那个女人 在背后说了我的坏话 不想让我加入 赵丽丽可不记得 自己有在哪里得罪过她 甚至压根不记得 有见过那么一号人 既然没见过 她为何要针对自己 没理由的 想不通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决心问杨主管 讨要个说法 见赵丽丽给脸不要脸 本想给她一个台阶下 不让气氛太尴尬 杨主管索性摊牌 介绍一下 刚才那位陈阳陈先生 是我们耀光集团的 新任董事长 而且是百分百控股 担心赵丽丽听不懂 杨主管特别强调 现在的耀光集团 她一个人说了算 赵丽丽 整个人被雷德外交里嫩 说不出话来 陈阳 是耀光集团的 新任董事长 她 身家万亿 无法理解 完全无法理解 难道是叶清成 把耀光集团买下来 送给了她 很快 这一想法 又被赵丽丽摇头否定 原因再简单不过 根据赵丽丽先前的了解 耀光集团目前的发展路线 一片稳重向好 前途无量 没理由低价减卖 赵丽丽更不认为 叶清成会把全部身家 白白交给陈阳 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傻女人 那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赵丽丽大脑飞速转动 都快冒烟了 奈何始终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想了半天 最终艰难的挤出一抹笑容 杨主管 您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她一个陈家弃子 身份低贱 啪 听到赵丽丽竟敢当面开口侮辱陈阳 杨主管可不惯着她 抬手一巴掌 扇在赵丽丽脸上 叫她吃痛 不给赵丽丽发颠的机会 已是开口冲爆安喊话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把这个桑门星赶出去 并强调 永远拉黑 不允许此人 再出现在耀光的地盘上 那一刻 赵丽丽终于可以肯定 对方没再跟自己开玩笑 怎 怎么会这样 因为太过绝望 这双腿一下软如棉花 整个身体不受控制的倒了下去 坐在地上 赵丽丽不愿相信 陈阳出狱后 人生不仅没有像自己预想中的那样 跌落谷底 从此堕落 自己居然为方雨那种货色 放弃了一个万亿富豪 自己原本可以成为万亿富豪的太太 想到这 赵丽丽后悔了 肠子都悔清了 咬牙 强行支撑起身体 在几名保安的目睹下 连滚带爬地走出耀光公司 赵丽丽想要挽回一切 回到那个曾经与陈阳恩爱有加的时间 然而 等他赶到 早已连陈阳 叶青城他们的车屁股不瞧不见 只能坐在地上 哭泣不断 撕心裂肺 感受到手机震动 陈阳打开短信一看 是杨主管发来的 文字内容为 陈董 我已将这个该死的女人逐出耀光 永不入用 所有与耀光集团有合作往来的公司 也会一并将其拉黑 还配上了一张图片 正是赵丽丽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的画面 陈阳看了一眼 直接将信息删除 内心毫无波动 不会为捏死一只蚂蚁感到喜悦 更不会同情赵丽丽 如果赵丽丽没有背叛自己 那么 即使陈阳如今乾隆出冤 身份大不相同 照样不会亏待他 赵丽丽既然做出背叛自己的选择 就得承担相应后果 与此同时 富山居别墅 几辆车牌成一列 上山 停在别墅前 从车上下来的人里 就有陈阳的大伯陈向阳 应当说 来的都是陈家人 看着眼前如此气派的富山居别墅 众人惊叹的声音 此起彼伏 不愧是榜上有名的豪华别墅 看着果然气派 听说现在 这栋别墅的价值突破了一个亿 我的妈呀 一栋别墅一个亿 墙皮是金子做的 还是墙砖是金子打的 林兰这女人还真是好命 本以为她儿子得罪了方家 她迟早会死在方家人手里 没想到 那三年时间 陈阳到底在监狱里经历了什么 怎会与杨成首富牵扯上关系 还让他住进富山居 我听说不止关雅 就连叶青成业总与他之间 关系同样匪浅 什么 他还跟叶青成有关系 这小子 桃花不浅啊 一众长辈人物 说不出的羡慕极度狠 多希望自己能像陈阳那样好运 和这一个个不仅角色倾城 而且大有来头的女人之间 多出一段缘分 无奈 只能通想 这种事 别说实现 连做梦他们都梦不到 又怎能不去羡慕陈阳呢 大哥 你们怎么来了 讨论声引起林安的注意 从别墅出来 起初听到车子的声音 还以为是陈阳 关雅他们回来了 弟妹 好见不见 妈让我们来请你回家 陈向阳面露尴尬 听完她的话 林安陷入两久沉默 玄桀 眼中多出一抹坚定 我已经和陈汉离婚 不再是陈家人 请我回去做什么 我不给陈向阳机会 林安继续道 你们恐怕是知道 小阳如今身份不一般 才想着让她回去 扶持陈家吧 林安一句话 呛得陈向阳 不知该如何开口才好 因为他们确实是那么想的 无论叶青城 又或者关雅 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随随便便施舍陈家 一点生意渠道 就能让陈家在江城的地位 那些陈家人获得更多利益 不然他们也不会厚着脸皮 前来赴山居 当初决定要赶走林安 避免被方家寻仇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 可没少冷嘲热讽 叫骂林安是祸害 狐狸精 嚷着让她滚出陈家 现在回想起来 这脸颊无形之中 仿佛被人狠狠打了一巴掌 火辣辣的疼 弟妹 再怎么说 小阳都是我们陈家人 体内流淌着我们陈家的血脉 注定是要认祖归宗的 当场把你们母子二人赶出陈家 也是无奈之举 陈家与方家之间的实力差距 你是知道的 不那么做 整个陈家全都完蛋 陈向阳讲着大道理 希望林安可以理解 体谅 我不会回去的 至于小阳要如何决定 那是她的事 我尊重她的选择 林安对于陈家 早已失望透顶 陈向阳叹息一声 并未多说 因为林安回归与否 对陈家来讲 确实不重要 他们此次前来 主要是为了让陈阳认祖归宗 重新成为陈家少爷 听到引擎声 陈向阳看去目光 正是陈阳一行驶上山 陈阳一样 远远便察觉到 陈向阳等人的存在 他们那些人心里打着的小算盘 陈阳再清楚不过 很快 车子停下 见陈阳从车上下来 陈向阳赶紧带着众人 走到他面前 小阳 你回 打住 陈阳抬手制止 我们很熟吗 陈向阳闭上嘴巴 无言以对 看得出来 陈阳对自己怨念很深 小阳 我们这次是奉老太太之命 来请你回归陈家的 陈向阳硬着头皮开口 没兴趣 陈阳的回答 无比果断 小阳 不管以前如何 你体内终究流淌着我们陈家的血液 迟早是要认祖归宗的 陈向阳还想争取 认祖归宗 请问你们在我遇到危难时 做了什么 在我母亲被人欺负 打断一条腿时 你们又在哪 这种冷血家族 不要也罢 陈阳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不懂人心的黄毛小子 不可能甘愿充当傀儡 被陈家人利用 关于那些事 我们已是清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反省 你为何不再给陈家一次机会呢 陈向阳极力劝说 忏悔与否 那是你们的事 原不原谅你们 那是我的事 我选择不原谅 陈阳毫不动摇 小阳 你要不还是再考虑 你们烦不烦 师父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他不会给你们回去的 关雅的声音杀出 师父 陈向阳他们很确定 从车上下来的人是关雅 开口称呼陈阳为师父的人 也是他没错 但 师父一词 从何而来 关雅怎么会叫他师父 在陈家这些人的认知当中 陈阳单纯只是靠外表 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或者精湛的床上功夫 博得了关雅等一众女大佬的喜爱而已 难道是那方面的师父 不过这种事 应该不适合拿到外面来说吧 属实令人费解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比我师父 做他不想做的事 驾驶为车门紧接着打开 叶青城从上面走下 连叶青城也叫陈阳师父 陈向阳眉头紧锁 有不好的预感 希望是自己想太多 叶青城 关雅原本是不打算出面的 毕竟是陈阳自家人的事 可陈阳既然已经清楚表态 陈向阳还在纠缠不休 他们不得不出面 关总 叶总 陈向阳礼貌招呼 见过关总 叶总 他身后那伙人紧随其后 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开口问好 叶青城 关雅轻哼一声 并未理会 是何关系 陈向阳鼓起勇气问 他是我们共同的师父 关雅知道陈向阳在想些什么 一脸认真 打破他的猜疑 师父 他何德何能 可以给你们二位当师父 陈向阳这实想不通 那是你有眼无珠 师父的本事 又岂是你一个坐井观天之辈 能看透的 关雅无情悔怼 没有师父 就没有我叶青城的今天 我把话放在这 谁敢与他为敌 我便跟他不死不休 叶青城态度强硬 言语中 听不出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没有他 就没有叶青城的今天 这话 从叶青城嘴里说出 再次震撼到众人 对比之下 林兰倒是适应不少 加我一个 关雅很难不赞同 陈阳懒得在浪费口舌 看向陈向阳 问 是你们自己离开 还是要我叫保安 小阳 其实你父亲 一直在为你的事各种操劳 甚至因此病倒 至今未能清醒 哦 陈向阳的话 并未换来预想中的回复 见陈阳拿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 那么 今天先到此为止 我们走 陈向阳没办法 只能回到车上 让司机开车下山 等回去 把这件事告诉老太太后 再想其他办法 继续待下去 担心会惹怒叶青城 关雅 陈家无法同时承受 他们二人的怒火 目睹车队行驶下山 陈阳走到有些 心不在焉的林兰面前 关心问 妈 他们没把你怎样吧 没有 林兰回过神 摇摇头 只是想劝我 跟你一起回陈家 那妈你怎么想 陈阳问着林兰的看法 我不会回去 林兰态度依旧 眉宇间 却是给人一种 心事重重的感觉 见状 陈阳双手抬起 扶住林兰的肩膀 替她转身 好了 妈 我们不想这些烦心事 时间不早 今晚想吃点什么 儿子给你做 师父 我想吃四喜丸子 林兰还没开口 叶青城已是按捺不住 开始点菜 关雅稍吃一步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吃师父做的鱼 好 陈阳欣然答应 正好冰箱里有这些食材 然后又看了眼车子方向 对上视线后 冷凹雪这才开启车门 走了下来 她和关雅 叶青城不同 没有那么光鲜亮丽的身份 可以站出来 替陈阳撑腰 她只会在暗中 替陈阳解决掉所有敌人 倘若陈阳 想要刚才那群人的脑袋 冷凹雪会 毫不犹豫地 展开狩猎行动 一个不落 全部集齐 这位是 注意到冷凹雪 林兰好奇问 同时惊讶于 冷凹雪丝毫不输叶青城 关雅的金氏美貌 那冷冰冰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 十分新鲜 好似跌落凡尘的仙子 一切都不值得引起她的兴趣 不等陈阳开口 冷凹雪主动自我介绍起来 见过施奶 我名叫冷凹雪 也是您儿子的徒弟 这样啊 快进屋坐吧 林兰邀请道 谢谢施奶 冷凹雪不好拒绝 跟随进屋 况且 她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吃过陈阳亲手烹饪的饭菜 馋 很馋 已经不知道 吞咽过几次唾沫 注意到冷凹雪的细微表现 陈阳笑问 想吃什么 是肉就行 冷凹雪属于绝对的肉食主义 忘记我跟你之前说过的话了吗 不要光吃肉 营养的均衡 尤其是你这个职业 陈阳叮嘱道 哦 冷凹雪仿佛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 低下脑袋 委屈巴巴 又不敢反驳 哎 你胸膛淡麻 不就是想吃肉吗 多大点事 这可把林兰心疼坏了 你想吃就吃 石奶给你撑腰 谢谢石奶 冷凹雪露出一抹浅浅的笑容 惹人疼爱 好好好 让他吃 陈阳淡淡一笑 自家老妈有多互端 他还不清楚吗 另一边 下山路上 大哥 你说关总 叶总话里的师父 到底是几个意思 你问我 我去问谁 陈向阳一脸无语 他苦思冥想半天 始终没找到一个合理解释 不过 我总觉得 关总 叶总对陈阳 并非欲望 而是满眼尊敬 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事情可就大条了 陈向阳拳头钻紧 一脸飞现 众人闻言 无不沉默 总觉得 这头顶仿佛悬着一把利剑 随时有可能掉下来 要了自己的小命 难以心安 要早知道陈阳有惊天 他们绝不可能赞同 把他从陈家族谱出名 回不当初 总之 一切等告知老太太后 再做决定 好 陈向阳的话 得到了众人的齐声回应 回到富山居 别墅中 早已被各种饭菜箱充满 叶青城 关雅 冷奥雪三人坐在椅子上 内心有多期待 全写在脸上 冷奥雪很庆幸 之前忙着执行暗杀任务 没顾得上吃饭 待会能够痛痛快快吃上一顿 这时 冷奥雪感知到 琳兰停留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于是道 师奶 您要有什么想问的 就直接问吧 我想知道 你从小杨那 学的是何本事 琳兰问出心中所想 陈阳先前提起营养均衡 有利于冷奥雪的职业 所以才引起了琳兰的好奇心 这 冷奥雪一脸犹豫 不知该如何回答 叶青城 关雅闻言 也是一脸尴尬 只好将目光转向陈阳 你放心说 陈阳则不觉得 有必要向琳兰隐瞒这些事 她肯定不会害自己 回师奶 在得到陈阳的允许后 冷奥雪毫不迟疑地坦白道 我从师父那里学到的本事是 如何更有效率地杀人 杀 杀人 琳兰必须承认 听到这句话后 内心还是相当震撼的 看到她似乎被自己的话吓到 冷奥雪放在大腿上 食指紧钻 埋下脑袋 担心会被嫌弃 师奶 冷师姐其实是一名职业杀手 而且还是最顶尖的那种 叶青城健壮 连忙站出来替冷奥雪说话 关雅紧随其后 是啊 师奶 放眼整个世界 只有冷师姐一位SSS级女杀手 不少国际大人物 听到她的名字都得阵三阵 这不是挺厉害的吗 听闻琳兰的话 冷奥雪猛然抬头 有些不敢相信 对世上她的目光 琳兰笑道 我也不是思想那么迂腐的人 既然存在 肯定有她的合理性 谢谢师奶 冷奥雪安心不少 心跳不再如雷一般 在耳边响声不断 紧接着 琳兰的目光 又转向刚上完最后一道菜 坐在位子上的陈阳 小杨 你这三年 到底在监狱里经历了些什么 如果不是亲眼见证 琳兰很难相信 有人能靠短短三年时间 从一个指挥花天酒地 指最精密的富家少爷 变成全能高手 并且这个人 还是自己的儿子 其实 陈阳三言两语 将自己入狱 被一个神秘老头选中 然后激发潜能 收为徒弟的事 告诉琳兰 原来如此 那咱们 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 她现在还在黑山监狱 琳兰追问 陈阳摇头 在把一身本事全部传给我后 她突然不辞而别 冷无音讯 这样啊 希望别出什么事才好 琳兰忧心忡忡 对方对陈阳有再造之恩 琳兰作为母亲 肯定希望她平平安安 好了 不说这些 吃饭吧 菜凉掉的话 可就不好吃了 陈阳一转话题 叶青城 官雅 冷凹雪三人 早已是迫不及待 拿起碗筷 开起吃货模式 嘴里就没一刻空闲过 吃点蔬菜 看到冷凹雪愣是 一点绿色不沾 陈阳跟以前一样 主动给她加了一根炒青菜 放进碗里 谢 谢谢师傅 冷凹雪看了看碗里的青菜 笑容勉强 吃得更勉强 这知道的陈阳 是在为她吃青菜 不知道的 指不定以为是穿肠毒药呢 吃得大鸡腿 林兰则在冷凹雪吃完 那根青菜后 替她加了个红烧鸡腿 放进碗里 作为奖励 谢谢师奶 这笑容 发自内心 十分灿烂 对比太过强烈 陈阳无言以对 就这样 晚饭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度过 老惯例 吃完饭后 陈阳当起甩手掌柜 官雅 叶青城 冷凹雪三个徒弟 主动承担起洗碗任务 林兰原本还想帮忙的 被陈阳扶着肩膀 拜到客厅看电视 妈 你这肩膀有点僵硬啊 我给你安安 陈阳打断林兰想说的话 好 林兰只好点点头 答应下来 逐渐沉溺于 陈阳精湛的按摩执法当中 忍不住问 这按摩的技术 也是你那位师傅教的 算是吧 不过她不会这个 单纯是想我学会后 让她享受享受 所以 严格意义上来讲 属于自学 林兰呕了一声 不再开口 看出她眉目紧皱 身心并不放松 陈阳点破道 妈 你在担心她对吧 没 林兰本来还想否定 但想了想 还是释然一笑 果然瞒不了你 你觉得她有苦衷 才会把你赶出陈家 陈阳再问 她在陈家拥有的权势 一直不比你大伯他们 处处被压制 真对 很多事 确实做不了主 在江家的事情发生之前 她确实没亏待过你我 不是吗 林兰说出真心话 对此 陈阳确实无法反驳 陈汉对她 向来以溺爱 百一百甚至称 而且当年 离婚协议 也不是她亲自送到我手上 是你大伯他们 硬逼着我签的 说 如果我不签字 就让你牢底坐穿 文言 陈阳谋色一变 杀鸡绽放 清诚 陈阳没有着急回话 叫想叶清诚的名字 叶清诚擦了擦手 快步从厨房走出 师父 您叫我 关于陈家陈汉的事 你知道多少 陈阳开门见山问 说来奇怪 他本是陈氏集团的三把手 但在师父您入狱之后 整个人突然消失在了大众视野范围 再未出现 犹如人间蒸发 除此之外 徒儿还顺手查了下 陈汉的名字 早已从股东中删除 股份被其余人瓜分殆尽 以陈向阳占比最多 叶清诚知道 陈阳迟早会问 所以提前做好了功课 小阳 你父亲他 会不会是被人害了 林兰转身抓住陈阳的胳膊 越想越不对劲 陈阳沉默两秒后 要不 我们直接去问问他本人 陈阳不想这件事 一直困扰林兰 有误会就解开 没有的话 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好 林兰重重一点头 师父 需要我一起去吗 冷凹雪自告奋勇 他认为自己应该可以帮他上忙 嗯 你也一起去 陈阳点头答应 觉得带上冷凹雪 能够以备不时之需 相当于一柄藏在暗处的刀 可以随时取人性命 叶清诚 官雅 怎没凑这个热闹 很清楚 自己真要去了 万一发生什么事 大概率只有添麻烦 拖后脚的份 与其这样 不如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等待陈阳一行凯旋 老话说得好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做好准备 陈阳 林兰 冷凹雪三人坐上车 行驶在下山路上 前往陈家 而正在此时的陈家 陈向阳等人 刚刚才将自己在陈阳 林兰那碰壁的事 吐露 全盘告知老太太 如今在陈家 老太太才是公认的掌权者 家主 什么 不仅连官雅 就连叶青城 都开口叫他师父 听到这个消息 老太太震惊不已 哪里想得到 自己原本最看不上的小孙子 如今竟有着如此恐怖的身份 影响力 能够同时成为两位女首富的师父 这种事 放眼全球 可以做到的 大概率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老太太 说来那个林兰 和陈阳还真是可恶 我们已经足够第三下四了 但她却一点面子 不给 陈向阳告状道 你少在这添油加醋 换做那些事发生在你身上 你能平心静气对待吗 老太太反问 这 陈向阳哑口无言 还以为老太太会像以前一样 百分百站在自己这边 看来 如今陈阳的存在 真有可能会改变整个陈家的未来格局 陈向阳忍不住担心起来 因为按照原本的计划 他在老太太死后 便能顺利继承整个陈家 成为家主 但陈阳的归来 却让这件事 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陈向阳可不想看到 煮熟的鸭子就那么飞走 总之 你必须想办法 求得小阳的原谅 让他回归我们陈家 老太太下达死命令 否则 我只能重新考虑 未来的家主人选了 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去做的 嘴上那么说 心里却是想着 你这个死老太婆 跟我玩这套事吧 行了 时间不走 我要休想 老太太摆摆手 妈 晚安 陈向阳挤出一副 要多违和 有多违和的笑容 跟着与一众人退出房间 书房 爸 你该不会真想让陈阳那个 野种回陈家吧 真要让他回来 咱们迟早会被他给赶出去 陈绍云说着自己的担心 我看奶奶那个态度 摆明是想培养陈阳 成为家主的继承 砰 不等陈绍云把话说完 陈向阳狠狠一巴掌拍在桌上 眼神如同毒蛇般阴冷 放屁 我绝不会让那种事发生 家主之位 只能是我陈向阳 爸 俗话说得好 鸣枪一朵 案件难防 我认识一些刀口填写的道上人物 或许可以请他们出手 暗中解决掉陈阳 陈绍云立马提议 口风如何 陈向阳再三确认问 不想出一点差错 万一陈阳没死 还让他查到这件事与自己有关 正面给了叶青城 关雅两家对付自己的机会 届时 陈向阳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他们口风很紧 绝不会泄露关于雇主的事 之前他们的人被敌人抓到 面对枪口 愣是没说一个字 药迫藏在嘴里的毒药 自我了结了 陈绍云保证道 行 这件事交给你去做 陈向阳暂时不打算 轻易动用自己的底牌 没问题 只是陈绍云搓搓手指 一分钱一分货 他们的出场费并不低 陈向阳怎会不懂陈绍云的意思 打开抽屉 从里面取出一达空白支票 拿笔在上面写写画画 再盖上印 拍在陈绍云面前的桌上 问 够了吗 陈绍云拿起支票 足足五百万 狂喜 五百万里他还能摊掉 少说两百万 赶紧去 必须给我做到天衣无缝 陈向阳催促说 爸 你放心 这件事我绝对完没解决 不会出一丁点差错 陈绍云拍的胸脯 砰砰作响 自信保证 完全没想到 自己即将面对的 会是一头怎样的洪水猛兽 一处十字路口 带到绿灯 陈阳保持笔直前行 眼角余光 却频频留意起后视镜 再抬眸看一眼车内后视镜 注意到冷凹雪和自己一样 也在不停回身 从后车窗玻璃 留意着屁股后面的状况 说说看 你都发现了什么 陈阳问 三辆车 十五个人左右 冷凹雪回答 正确 话音刚落 陈阳往右猛打方向盘 尽管知道路线错了 但林兰更清楚 眼下这个情况 自己保持安静即可 避免给陈阳他们平添麻烦 灯光逐渐变少 环境快速变暗 只有焦黄的路灯 依稀看的青马路 再远的话 一片漆黑 虫鸣不断 已然来到郊区 三辆车依旧紧紧咬着 见陈阳放慢速度 立马加速追上来 两辆车横在前面 一辆车横在后面 完全堵死去路 能解决吗 见冷凹雪抽出匕首 拉开车门 陈阳问 给我三分钟 冷凹雪自信道 小心行事 陈阳点头答应 小阳 她一个人不会出事吧 林兰担心问 放心吧 妈 一群杂鱼而已 奈何不了她的 陈阳安慰着林兰 并提醒她 接下来的画面会很血腥 最好闭上眼睛 林兰轻摇头 做好心理准备 要看到最后 哄 哄 哄 冷凹雪那边刚下车 三辆面包车的车门 几乎同时打开 十四个人从车上 骑刷刷冲了下来 手持钢管 棒球棒 钢筋之类的钝气 冷凹雪擦着手中敌手 面对超过自己 十几倍的人数 碾压 异常淡定 这个女人又是谁 坐在车上的陈绍云 看到 只有冷凹雪一个女人 从车上下来 不禁皱眉 对陈阳深感鄙视 这种情况 居然让一个女人下来 替你送死 送包 以为这样就能拖延时间吗 没用的 今天你必须死 耶稣也拦不住 只是可惜了这么个大美人 忍不住叹气 心中越发不平衡 凭什么 从以前开始 直到现在 陈阳身边总是美女如云 不服气 十分不服气 迫切想要看到 陈阳被乱刀砍死 剁碎成肉泥的凄惨画面 车外 小美女 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不想死的话 就乖乖到戈怀里 扑斥 男人话正说着 一下哑言 双眸暴瞪 一眨眼功夫 冷凹雪便从七八米外 近身自己 一刀穿心 男人瞪大一双眼睛 看了看冷凹雪那张无比冰冷 又毫无感情流露的脸 又缓缓低头 看了看身插自己左胸口的匕首 才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 冷凹雪可没功夫 与他浪费太多时间 迅速抽刀 一步上前 又瞄准下一人 挥出手中利刃 只见寒芒一闪 那人脖子上 便多出一道 伸到剑骨的血痕 五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扭曲 双手捂住脖子 却捂不住鲜血 从指缝间蹦射出 张大嘴巴 极力想要呼吸 然而这脸色 却是越憋越紫 最终直挺挺地往后 一声闷响 哪里想得到 这个女人竟如此彪悍 身为尸奶的凌兰 同样满脸吃惊 体会到人命在此刻 有多脆弱 同情 毫不同情 从那些人手拿武器的行为 以及满身力气 凌兰不难想象 他们会做些什么 凌兰很清楚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的道理 被赶出陈家这些年 体会到各种人情冷暖的她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只知道一位做老好人的凌兰 操 兄弟们 一起砍死她 听到人群中 传出这么一道声音 陈绍云那颗悬着的心 落下不少 真有点担心 这些人会因为惧怕冷傲雪 展现出来的实力 临阵脱头 事实证明 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不禁感慨 果然 这种事还得找专业的 继续对陈阳惨死的画面 保持期待 另一边 面对十几名平均身高 在一米七以上 手持各种炖气 面目凶悍的男人 冷傲雪依旧稳如泰山 表情没有丝毫波动 形如流水 在众人之间穿行 所过之处 皆是一地躺尸 鲜血滚滚流出 在道路上 汇聚成一个又一个血泊 反之 陈绍云找来的一伙打手 自始至终 别说伤到 根本连冷傲雪的一根寒毛 都无法碰到 三分钟 对此 陈阳只能说 冷傲雪还是太高估那些杀手 过分低估了他自己的实力 十四人 只花了不到两分钟 全部虐杀 看得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林兰 一阵心惊肉跳 看向陈阳 很难想象 身为弟子的冷傲雪 已是有着以异敌时的强大能力 他又得何其恐怖 哎 你干嘛 放开我 我 我不认识他们 下一秒 林兰的注意力 便被一道熟悉的声音吸引 目光看去 陈绍云 果然是他 看来 陈家里 有人不想让我们活着 陈阳早有预料 所以并不意外 他们是哪类人 陈阳门青得狠 你放开我 我是被他们绑架的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很快 冷傲雪强行将还在嘴硬的陈绍云 带到了陈阳 林兰面前 师父 关于这个人 您打算如何处置 冷傲雪调查过陈家 知道陈绍云的身份 果断把决定权交给陈阳 林兰 陈阳 你怎么会在这 我就说嘛 肯定是陈家的死对头 故意想迫害我们 我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 你千万别误会 车窗降下 看到陈阳那张脸 陈绍云开始演戏 至于这演技 陈阳连一分都不想给 假 假的不能再假 故多 见陈阳不说话 就那么紧紧地看着自己 陈绍云吞了吞口水 紧张到不行 难掩内心恐惧 百思不得其解 像冷傲雪这种杀神 为何会跟陈阳扯上关系 更离谱的是 还开口叫他师父 师父 确定没搞错 做徒弟的都能以一敌实 那当师父的 岂不是能够以一敌百 陈阳有这个实力 作为从小和陈阳一起长大的人 陈绍云可不知道 他还有如此一面 陈阳摆摆手 带到一边去处理掉 别让你施奶再受刺激 听闻此言 陈绍云瞬间急了 大声质问 陈阳 你 你想干什么 你疯了 你要杀我 我可是你哥 我们是兄弟 传出去 你让江成人怎么看你 你不能那么做 你带这些人来 计划杀我的时候 怎么不那么想呢 陈阳反问 江成人如何看我 陈阳呵呵一笑 天不说 地不说 我不说 谁知道 你 陈阳 你不可以杀我 我爸要是知道 肯定不会放过你 会把你碎尸万段的 陈绍云搬出靠山 除此之外 实在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 震慑陈阳 令他放弃杀死自己的心思 忽然 他注意到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林兰 刚开口 想求他看在一家人的份上 劝说陈阳 放自己一条生路 其料 这嘴巴刚张开 话音未出 林兰却先一步扭头 避开视线 看向另外一边 林兰不是傻子 不可能因为陈绍云两句话就相信 她真是无辜的 作为母亲 林兰无法原谅陈绍云的行为 若非陈阳 冷傲雪有实力 那么现在生死 倒在血泊当中的 大概率会是他们 林兰并不认为 到时 只要自己开口求饶 陈绍云就会放过自己 放陈阳一条生路 见是 陈绍云到嘴边的话 只能无奈咽下 幕后 我爸可是未来的陈家家主 你们不能杀我 我爸是 未来的陈家家主 翻来覆去 嘴里来来回回 只有这么几个字 她说不腻 陈阳都听腻了 走吧 冷傲雪的声音 好似生死判官 令陈绍云 一下如坠冰枯 心凉半截 反抗 说来可笑 陈绍云一米八截的大高个 在冷傲雪一个 一米七的女人面前 竟毫无还手之力 被人拎小羁般吊打 我爸是 未来的陈家家主 唯有不断重复这句话 眼泪止不住的流 话音颤抖明显 陈绍云怕死 这与他预想中的画面 完全相反 该死的应当是陈阳才对 为何变成自己了 那么 想不通 属实想不通 冷傲雪可 不管他怎样想 把人带到一个 凌兰的视野范围死角 准备送陈绍云下地狱 住手 正在此时 一道粗狂的声音传出 无论陈阳 又或者冷傲雪 很确定 刚才现场 加上陈绍云在内 只有十五人 这时 冷傲雪忽然想起 刚才把陈绍云 从车上拽下来的时候 他似乎刚刚才给谁打完电话 你这家伙 居然还叫了帮手吗 冷傲雪笑了 笑陈绍云意想天开 今天无论叫多少帮手来 都改变不了 陈绍云必须死的结局 哪怕他叫来的帮手 强大到冷傲雪无法应对 还有陈阳这座大山 在背后处理着 在冷傲雪心目当中 陈阳即代表无敌 你是血狼吗 陈绍云并未理会冷傲雪的话 急忙开口却认问 不错 是我 男人从黑暗中走出 身形魁梧飙悍 在焦黄的路灯下 整个人带着一股肃杀气势 令陈绍云不自觉地望而生畏 血狼 嘴里清难 冷傲雪总觉得 自己像是在哪里 听说过这两个字 文言 陈绍云脸上 恢复往日的桀骜不逊 狡笑道 你最好马上放开我 他可是 我花高价请来的A级杀手 不是你一个女人能对付的 A级杀手 原本看到男人出现 还有些担忧的凌兰 在听到陈绍云说出这番话后 顿时安心了 A级和SSS级 孰弱孰强不难分辨 毕竟 中间还插着S和SS两个大等级 对冷傲雪身份毫不知情的陈绍云 则不那么想 笑容得意 看你挺有本事的 不如以后跟着我做事 我保证 你在我这得到的待遇 绝对比 不吃 寒光闪烁 冷傲雪听得烦了 直接一刀刺穿陈绍云的腰子 疼得他呲牙咧嘴 倒在地上 捂着腰子 表情痛苦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不是叫你住手了吗 血狼看到雇主 竟然当面被刺伤 冷傲雪如此不给自己面子 勃然大怒 当即便想要冲身上前 给冷傲雪一点教训 看到血狼有所行动 陈绍云内心也是不断高喊 杀了他 杀了他 可紧接着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血狼的步调逐渐减慢 这表情从愤怒 到疑惑 再到 恐慌 没错 是恐慌 须眯着双眼 似乎想要 以此聚焦视线 好看清楚冷傲雪那张脸 但真当看清楚以后 心脏却是猛然一景 仿佛骤停 血狼知道冷傲雪 与他有过几面支援 再怎么说 都是全世界唯一一位 SSS级女杀手 同样身为杀手的血狼 印象十分强烈 见血狼停下身 疼痛缓和一点的陈绍云 不满 艰难地从嘴里挤出一句话 你还在愣着干什么 快点替我杀他 混账东西 你给我闭嘴 碰 血狼情急之下 当场拔枪 瞄准陈绍云的肩膀 毫不犹豫地扣下扳击 子弹瞬间贯穿 陈绍云的血肉 骨头 疼痛再次蜂涌上大脑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陈绍云眉心紧皱 无法理解 血狼明明是自己 花一百万请来的杀手 为何要帮着陈阳对付自己 难不成 他早被陈阳买通了 陈绍云很快否定了这一想法 不认为陈阳的本事 大到能够提前预知 自己会动用血狼这张牌 那又是为什么 正在陈绍云百思不得其解时 血狼扑通一声 跪在了冷凹雪面前 冷小姐饶命 冷小姐饶命 我对此事完全不知情 是在地下论坛上接到任务 才匆匆赶来的 A级杀手 居然给他下跪 陈绍云急忙将视线 转移到冷凹雪的背影上 困惑 这个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个人交给你处理 我不想葬手 冷凹雪一脚 如同皮球般 把陈绍云踢踹到血狼面前 血狼抓住这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连连保证 冷小姐请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好此事 用我的向上人头保证 哪怕冷凹雪不说 血狼也不会放过陈绍云 居然挖那么大的坑 给自己跳 万兴自己反应够快 否则只怕 已经和地上那些人一样 变成一具逐渐冰冷的尸体 随后 冷凹雪甩净笔手上的鲜血 收入刀鞘 回到车上 冷凹雪上车后 第一句话就是 师父 搞定了 剩下的他会负责解决 嗯 陈阳点头答应 启动车子 从边缘倒退驶离 公送的画面 当目送车子十月 车尾灯消失在视野范围中后 血狼脸上的笑容 漠然消失 转身 面对陈绍云 对世上血狼嗜血的双眸 陈绍云狠狠打了个寒战 别 别杀我 我在家三百万 给你五百万 只求保住这条命 有了这五百万 你完全可以去江城以外的城市潇洒 根本不用担心会被他们知道 文言 血狼子弹上膛 再次举起枪 对准陈绍云两条大腿 碰 碰 碰 清空弹夹 令陈绍云痛不欲生 一双大腿 遍布血洞 鲜血源源不断地溢出 如地下拳 一千万 我出一千万 陈绍云继续增加筹码 他单纯认为 血狼只是嫌价格太低 想借此机会 狮子大开口 和自己做地起价 像这种人 只要钱够多 很容易就能摆平 乃曾想 血狼压根不理会陈绍云的话 抬起脚 踩在他刚才被子弹打穿的肩膀上 在狠狠一脚踩下 鼓猎声噼噼啪啪 整个肩膀粉碎性骨折 完全废掉 啊 陈绍云能做的 只有惨叫 心中怒火滔天 却只能卑微求饶 你想要多少 尽管开架 我绝不还口 我爸是未来陈家家主 他有钱 他不会看着 我白白死掉的 未来陈家家主 血狼呵呵一笑 终于开口 你要不要打电话问问他 有没有胆子 敢跟SSS级杀手作对 为敌 和SSS级杀手作对 为敌 陈绍云不明白 血狼说这些 意欲何为 这件事 怎么还跟SSS级杀手 扯上关系了 你个白痴 还没反应过来吗 刚才那位冷小姐 是全球唯一SSS级女杀手 血狼怒斥 属实被陈绍云的猪脑子给气到了 什么 他 他是SSS级杀手 得知这个答案后 困扰陈绍云的那些疑惑 一下豁然开朗 得到解答 难怪在听到自己挑明态度 找来A级杀手撑腰后 冷奥雪依然表现得不屑一顾 是啊 和SSS级杀手比起来 一个A级杀手 又算得了什么呢 瞬间理解 为何血狼前后态度会如此之大 不惜得罪自己这个金主 也要在冷奥雪面前委屈求全 有命赚 没命花的钱 几个人敢拿 为了区区几百万 几千万 得罪一位SSS级杀手 别说血狼做不出这种蠢事 陈绍云同样做不出 等等 陈绍云眼眸一瞪 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冷奥雪贵为SSS级杀手 却开口称呼陈阳 师父 陈绍云听得清清楚楚 无比肯定 冷奥雪对陈阳 十分尊敬 以师父相称 他 怎么会是SSS级杀手的师父呢 对于这个问题 陈绍云百思不得其解 大脑飞速转动 脑袋都快想破了 始终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紧接着 又惊恐发现 血狼已是将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自己眉心 球 碰 不给陈绍云开口的机会 为避免夜长梦多 血狼在换好满弹夹后 一枪抱了陈绍云的脑袋 陈绍云倒在地上 鲜血从眉心的血洞滚滚流下 死不瞑目 碰 碰 碰 血狼还是觉得不妥 再次举枪 枪口锁定陈绍云的脑子 在一两秒时间 打空剩余子弹 把他整张脸 打得稀烂 皮肉乱飞 之后的时间 负责打扫现场 一点不敢马虎 必须清理干净 生怕留下一丁点蛛丝马迹 导致冷凹雪被官方盯上 官方能否制裁冷凹雪 血狼不清楚 但他很确定 在官方出手之前 自己会先死在冷凹雪的刀下 血狼堵不起 更不敢堵 老老实实擦屁股 另一边 陈阳已是驾驶着车辆 来到陈家 则啊 青年保安一脸不耐烦的 从躺椅上起身 迎着头顶烈日 吵架使位走来 挥舞着手上的塑胶棒 示意陈阳把车窗降下 车窗降下 当看清楚陈阳那张脸时 青年保安眉头一皱 陈阳 你还回来干什么 你已经被赶出陈家了 赶紧滚 这里不欢迎你 回想三年前 各种巴结陈阳 他却爱达不理 视自己为空气 青年保安心里 一直憋着一口气 现在好不容易 有机会嘲讽回去 他自然不会白白错过 反正陈阳被逐出陈家 沦为弃子 是众所周知的事 陈家肯定不会为一个弃子说话 没准还得嘉奖自己 开门 陈阳的话铿锵有力 带着一股不可违抗的霸道气势 青年保安下的后退半步 险些按照他的话去做 撤回脚步 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哼笑一声 家主有令 这门 苟与你不得入 话说一半 注意到后车门打开 青年保安下意识看去目光 当见到冷凹雪从车上走下 这眼睛立马直了 我靠 大美女啊 这种极品 怎会瞧上一个废物 青年保安不忍心抱舔天物 于是露出一抹坏笑 道 美女 你要愿意陪我一晚 我替你和陈家陈绍云牵线怎么样 和这个气子不同 陈绍是真正的豪门大少 你可得擦亮眼睛 别被某些废物骗了 如我师父者 杀无赦 冷凹雪抬起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掌击打在青年保安额头 青年保安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觉得一股无比庞大的力量 瞬间灌入大脑 头痛欲裂 玄机两眼一番 往后倒了下去 不断口吐白目 被冷凹雪这一掌拍中 即便青年保安服大命大 侥幸保住一口气 余生也只能当个植物人 与死尸无异 想死 都开不了口 不过 这个可能性 很快就被彻底排除 在冷凹雪走进保安亭 找到遥控器 开启大门 再回到车上时 保安早已咽气 身体快速冰凉 冷凹雪收回视线 面不改色 砰的一声 关上车门 陈阳紧跟着启动车子 驶入陈家 正在此时 陈家别墅 书房 动 动 动 进 此刻 陈向阳正因为心不静 在书房中提笔写字 等待陈绍云那边 尽快传来好消息 当敲门声响起时 陈向阳起初还以为 是陈绍云完成任务 打算亲自到面前来 给自己一个惊喜 乃曾想 推门进来的人 竟是管家 刘伯 你怎么来了 陈向阳手上动作不停 继续抄写古词 陈阳打死一名拦路的保镖 进陈家了 刘伯如实说出 自己知道的消息 闻言 陈向阳手上动作停住 表情却是难掩慌张 冷汗汇聚 啪哒一声 低落在宣纸上 好似一朵小花绽放 把笔随手丢到一边 陈向阳颤抖着双手 取出手机 打开联系人名单 找到儿子两个字 打去电话 对不起 宁波打的电话已关机 当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机械合成音后 陈向阳不信邪 又打了过去 对不起 宁波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一刻 陈向阳无比确信 陈少云肯定是出事了 咬牙 怒摔手机 夺门出 那个混蛋 刘伯想劝说陈向阳冷静点 压根没有开口的机会 陈阳 陈向阳刚出别墅门 就看见陈阳停稳车子 从驾驶位上走下 三步并坐两步 快速走到陈阳面前 伸出双手 想要去抓陈阳的衣精 啪 陈阳岂会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一巴掌 将他抽得跟个陀螺似的 原地转了好几圈 然后重心不稳 跌走在地上 你 你敢打我 陈向阳捂着脸 不可置信道 我为何不敢打你 陈阳反问 你杀了少云 还敢动手打我 真当陈将没人能治你吗 兔子急了 也是会咬人的 陈向阳怒吼 我杀了陈少云 陈阳冷笑 你就如此笃定 我会杀他 还是说 你知道他做的事 会被我杀 我 话到嘴边 陈向阳才反应过来 自己着了陈阳的道 偏偏这时 老太太还带人出现了 陈向阳不想 更不敢让老太太知道 自己有心安排杀手 前去刺杀陈阳的事 老太太一直对掌控人心 忠诚度这些事 看得很重 自己那么做 无异于是违背她的权威 让老太太产生这种想法的人 至少在陈向阳的认知中 没见到有好下场的 小阳 你回来了 快 进屋座 外面天气大 当心中暑 老太太着红郁的目光 落在陈阳身上后 一下变得温柔不少 拜某人所赐 差点没回得来 陈阳目光直直看向陈向阳 暗示 不 明示 卓洪玉看了看陈阳 又看了看陈向阳 要说不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些什么 那肯定是假的 啪 一手紧紧抓握住舌杖 另外一只手则高高举起 一巴掌扇在了陈向阳的脸上 混账东西 你把我的话当做耳旁风吗 谁让你对自家人下手的 捂着被再次叠加伤害的脸 陈向阳一声不吭 仿佛实话 跪下 给小阳道歉 卓洪玉可不打算放过陈向阳 吼道 妈 您让我给他下跪 陈向阳反应过来 嘴不服 心 更不服 我让你跪下 给小阳道歉 同样的话 我不想再说第三遍 卓洪玉可不认为 自己有跟陈向阳解释的必要 凭什么 妈 您知不知道 他很有可能是杀害您孙儿的凶手 陈向阳坚决不贵 邵云被杀了 卓洪玉的表情明显绷不住 从刚才起 我一直打不通邵云的电话 肯定是这小子对他做了什么 陈向阳抬手指着陈阳 愤愤不平道 对于他的指认 陈阳大方回应 难道只需你和他找人半路截杀我 不许我还手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延伸质问陈向阳 妈 您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想往我和邵云身上泼脏水 陈向阳异常慌张 说起话来 语无伦次 胡说八道 哼 他联系A级杀手的交易证据 需不需要我找出来 展示给你看 或者 直接把那个A级杀手找来 与你当面对峙 这会儿 我想他大概率已经死在了他自己叫来的 那名杀手的枪下 冷傲学早料到这一点 所以才会把杀戮权转交给血狼 一句话 有备无患 陈向阳还想开口辩驳 又被冷傲学强行打断 拿出手机 播放提前准备好的录音 你最好马上放开我 他可是 我花高价请来的A级杀手 不是你一个女人能对付的 陈绍云的声音 清楚传入所有人耳中 陈向阳无奈闭嘴 哑口无言 冷傲学放下手机 乘胜追击道 那十几名杀手 虽然大多是些杂鱼 不过 胜材数量多 再加上一名A级杀手 费用肯定不小 老太太不妨查查看 他哪来那么多钱 以你们陈家的手腕 想要让银行调取一下流水转账记录 我想不难吧 一句一字 宛如一把把尖刀 狠狠刺在陈向阳的心脏上 啪 混账东西 卓洪玉盛怒之下 抬手又是一巴掌 扇在陈向阳脸上 从今天起 辞去你在陈氏集团的大大小小所有职务 至于是否要逐出陈家 等家族会议上投票决定 卓洪玉此番话 无异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灯稻草 妈 您真要为一个废物 做到这种份上吗 官雅 叶青城只是看他有利用价值 陪他演戏而已 他怎么可能真有本事 给那两位当师傅 陈向阳不理解 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 一向精明的老太太 为何会看不出来 住口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给我滚回房间反省去 卓洪玉一脸恨铁不成钢 呵斥 好 很好 既然你们无情 休怪我无意 陈向阳视线转向管家刘伯 请高人出手 助我 待我登上陈家家主之位 绝不会亏待你 闻言 卓洪玉恍然大悟 管家刘伯原来是陈向阳的人 难怪三年前 原管家福伯刚出事 陈向阳后脚便着急引荐刘伯 福伯会中毒住院 八成与这两人之间撇不开关系 逆子 你竟早有叛变之心 卓洪玉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抬起手颤抖指着陈向阳 陈向阳则表现得相当平静 苦口婆心 妈 你老了 一代新人换救人 也是时候该去养老院一养天年 每天打打牌 溜溜弯不好吗 何必为那么大个家 整日操碎心 这是我们年轻一辈该做的事 你 逆子 逆子啊 卓洪玉恨 恨自己看错人 陈向阳不再理会一个不靠拐杖 站都站不稳 好无腹肌之力的老太太 看着来到身边的刘伯 满心期待 他出手将这些忤逆自己的人 全扎死 永绝后患 没错 刘伯便是陈向阳最后的一张底牌 非迫不得已 他本不打算动用 刘伯 动手吧 不必手下留情 尤其是那个弃子 野种 最好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陈向阳怒视陈阳 一副要将他生吞活泼的凶狠表现 起料下一秒 竟是被刘伯伸手抓住衣领 拽到面前 啪 啪 啪 正反手反复抽打陈向阳的脸颊 别看刘伯年纪大 两兵斑白 这手劲可是一点不小 陈向阳的脸 在刘伯的巴掌下 快速以肉眼可见之事肿起 肿成猪头 连卓红玉这个当亲妈的 都险些认不出 刘伯 你 你疯了 你干嘛打我 陈向阳含糊不轻说 怀疑这老东西 是不是提前老年痴呆 分不清敌我 跪下 解释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刘伯狠狠一掌 砸在陈向阳肩上 疼得他呲牙咧嘴 肩膀好似 压下一座大山 双膝不自觉的弯曲 刘伯 你疯了 我把你养在陈家 不是让你给我添堵的 陈向阳恶狠狠抬头 瞪着刘伯 这一切的一切 令他始料未及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更令陈向阳大吃一惊 只见刘伯动身朝陈阳走去 接着 毫不迟疑 干净利落地跪下 磕头 大声喊道 晚辈刘和 拜见祖师爷 祖师爷 这两个字 一同管家刘和嘴里说出 当场令众人心头一震 特别是陈向阳这颗心 才发现在刘和刚才那一巴掌之下 自己这双膝竟有了碎裂的趋势 没办法 只能动嘴 刘伯 你这是几个意思 闲价钱不够 你可以明说 不用跟我来这一套 正因为知晓刘和的实力 他才没法相信 陈阳会凌驾于他之上 更别说 还是祖师爷这样恐怖的身份 祖师爷 以为开山鼻祖 那岂不是说 刘和这一身本事 全来自陈阳 开什么玩笑 就凭他 陈阳要真有这个本事 三年前又怎至于被人送进监狱 若非双膝接二连三传来的疼痛 陈向阳绝对会怀疑 眼前一切 要么是幻觉 要么是在做梦 既然不是幻觉 也不是做梦 陈向阳只能怀疑 刘和做这一切 是因为起了贪心 嫌自己之前出价太低 想做的起价 实属下见 但 即使明知道是个坑 陈向阳也只能默默咬牙承受 心甘情愿往里跳 此时此刻 除了依靠刘和 他别无选择 你给我闭嘴 祖师爷面前 岂让你放肆 啪 刘和大喝一声 起手便是一巴掌 甩在陈向阳脸上 即使跪在地上 在这一巴掌强劲的力道下 陈向阳还是硬生生转了半圈 膝盖摩擦地面时 甚至能明显感觉得到 其中的碎骨颗粒感 令陈向阳呲牙咧嘴 痛不欲生 老远就闻到你 身上有股毒味 岳正华的门徒 陈阳问 回祖师爷 正是 刘和笑容勉强 事前哪里想得到 陈向阳打算对付的人 居然会是自家门主的师父 这若大臣家 又没有一张关于陈阳的照片 险些令他铸成大错 万幸刘和提前在岳正华那里 看到过一张 岳正华与陈阳之间的合照 印象强烈 岳正华 你们说的难道是那位 赫赫有名的毒阎王 岳正华 老太太卓红玉一脸吃惊问 不错 我家门主在江湖上 确实有着毒阎王之称 刘和点头肯定 小杨 你 你竟然是毒阎王的师父 卓红玉内心震撼不已 陈向阳虽不清楚毒阎王这个人 但 从老太太那如临大敌的态度 不难判断 是位来头很大的狠人 毕竟 连刘和这种恐怖角色 都得败在他门下 陈阳 一个废物弃子 怎么可能会是他的师父 我不信 我不信 陈向阳痴痴傻傻地喊叫着 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 给人一种精神崩溃的记事感 师父 他似乎因为刺激太大 心神受损了 冷傲雪凑近陈阳 小声道 陈阳正欲回应 眼角余光 注意到附驾驶为车门打开 林兰从那上面走下 林兰 看到林兰 卓红玉悔不当初 后悔自己 竟然选了陈向阳这么个逆子 把林兰 陈阳赶出林驾 随后又注意到 林兰完好如初的腿 刚觉得意外 很快这份心情 又被他给平复下去 身为独阳旺的师父 独门祖师爷 医治一条断腿 又算得了什么难事 我不信 我不信 侧目一眼 看到几人的注意力 不在自己身上 陈向阳心中大喜 极力控制着 嘴角不要上阳 怕笑出来 什么独阳旺 祖师爷 一群徒有虚名的家伙罢了 陈向阳断定 这些人不会跟一个疯子一般见识 等离开陈家后 无论陈阳 林兰 又或者刘和 卓红玉 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没错 他并未发疯 单纯是在装疯卖傻 想以此换取一个活命机会 另一边 卓红玉拄着拐杖 一步一步走到林兰面前 缓缓弯曲膝盖 跪了下去 您 您这是做什么 林兰着实没想到 卓红玉会那么做 想伸手扶起她 奈何卓红玉态度强硬 坚决不肯起身 缓缓开口 林兰 妈错了 妈不该把你和小杨赶出陈家 求你们回来吧 这 林兰一脸为难 看向陈阳 妈求你 卓红玉埋身磕头道 妈 时间紧迫 我们上楼 陈阳及时开口 为林兰解围 好 林兰一步绕开卓红玉 哎 卓红玉想伸手 奈何年老体弱 跟不上 小杨 又怎么了 注意到陈阳忽然停下脚步 林兰疑惑问 在去见那个人之前 还有个麻烦的解决掉才行 陈阳抬起手 只见多出一枚银针 两指轻轻一挥 咻 那银针顿时如剑一般 急速射出整根没入陈向阳的后脑勺 啊 陈向阳一声惊叫 旋即身躯众虫倒了下去 就那么瞪大一双眼睛 看着不远处 起身到一半的卓红玉 向阳 尽管是个逆子 但亲眼看到儿子死在面前 卓红玉内心 依旧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欲言 又止 看向陈阳的背影 是到如今 卓红玉也只能长叹一声 无可奈何 哪怕没有岳正华这个徒弟 叶青城 关雅二人中 随便单拿一个出来 都远不是如今的陈家 所能抗衡的 该不会 方家的突然消失 也是出自他之手 卓红玉猛然意识到 想到这 他更是不敢再说些什么 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 眼下 是他们这些年轻人的世界 决定好好考虑考虑 陈向阳生前的建议 去养老院一养天年 又或者出家调养身心 远离这些世俗争端 迫于陈阳的强大 看破红尘 其实 不是不能这么说 祖师爷 请等等我 从地上爬起身 追赶陈阳之前 刘和指尖一弹 将一滴翠绿如竹叶的毒水 弹落在陈向阳的身体上 旋即 卓红玉清楚目睹 陈向阳的肉身 以肉眼可见之事腐败 暴露出骨头 然后静连同骨头 与五脏六腑 全部融化成一滩血水 很难不震惊 对于陈阳的实力 又有了一个全新认知 而与此同时 陈阳和林兰 冷傲雪 刘和三人 已是来到陈汉的房间门前 还未进门 并得林兰眉头紧簇 将手指挡在鼻前 改用嘴巴呼吸 很快 几人的目光便移动 锁定躺在床上 全靠各种精密仪器 与吊水续命 气息微弱的陈汉身上 即使隔着被子 从那身形轮廓痕迹 照样不难看出 他如今有多苦手 形容为皮包骨 毫不夸张 怎么会这样 看到这副场面 林兰有些崩溃 眼前这个人 如果不说是陈汉 他绝对认不出来 与记忆中最后一次 见到的陈汉 完全是两个人 原本近一米八的 肌肉壮汉 如今却给人一种 稍微碰一碰 就会粉身碎骨的感觉 感受到陈阳扭头 看来的目光 刘和赶忙摇头摆手 祖师爷 这跟我可没关系 我发誓 如果是我做的 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刘和确实通过下毒 让前任管家不得不离职 却只是让他虚脱了一阵 并不至于丢掉性命 回家调养半年 便恢复如初 后续再加上陈向阳 花钱买通 以及前管家 确实到了该退休的年纪 才没回到陈家 正式告别 陈阳没说什么 当然知道 陈汉中毒这件事 与刘和无关 原因主要是陈阳觉得 他没这个本事 而陈阳真正看向的人 也不是他 是站在刘和背后的冷奥雪 伸手道 奥雪 把你的刀借我一用 给您 冷奥雪照做 拿出另外一柄 今天还未使用 沾过血 刀刃如镜面般干净的匕首 陈阳接过匕首 然后大步朝向病床方向走去 来到床边 一把掀开被子 天哪 尽管林兰早有预料 但还是被被子下面的画面 深深刺激到 师奶 我们还是到旁边去吧 冷奥雪十分懂事 眼疾手快 搀扶住林兰 妈 你先去休息 这交给我 陈阳出声安慰 好 林兰轻点头 知道自己在这帮不上任何忙 只会给陈阳添乱 在冷奥雪的搀扶下 离开 坐到沙发上 不忍心再看陈汉 古兽如柴的模样 即使监测仪器上 显示有微弱的生命体征 依旧不免让人怀疑 这种状态 真的还能活下去吗 祖师爷 我看他 不像众多 刘和走进观察 实话实说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属于古独 与你从独门学到的 是两种东西 陈阳解释道 古独 没想到姓陈 意识到陈阳也姓陈 急忙改口 没想到陈向阳那家伙 除了我以外 还找了古师 之后 陈阳用刀将陈汉的贴身衣物割开 露出胸膛 左胸口 心脏位置 可见一道肉瘤 肉筋一鼓鼓凸起 如同猪网般四散开 卧槽 注意到那肉瘤中 似乎有活物在蠕动 吓了刘和一跳 没忍住抱粗口 赶紧捂住嘴巴 生怕惊扰陈阳 取出三根银针 陈阳手法娴熟 势如闪电 快速刺入那肉瘤当中 以此固定蛊虫 防止他逃窜入心 加重陈汉的病症 鼓虫一旦入心 哪怕身为国一圣手的正天刃来了 照样束手无策 无力回天 陈阳虽能救 但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替陈汉本就虚弱的身躯 雪上加霜 再然后 利用酒精清洗干净刀面 对着肉瘤下刀 切割开皮肉 露出皮肉包裹下 那组有大拇指粗细 一条硕大 因为见光 疯狂扭动的肉虫 好在被三根银针刺中 难以动弹 顺手丢到一边 接着为陈汉缝合伤口 重新盖上被子 转身 笑着对林安说 妈 放心吧 人已经没事了 之后我写个药方 调理半年 就能恢复如初 小杨 为什么他身体里 会有那么大条虫子 你们刚才说的古毒 古尸 又是 林安不记得 陈汉有得罪过这样的人 一些心术不正的家伙罢了 陈向阳用这种方式 令他瘫痪在床 减少一个竞争对手 从而慢慢铺垫 扩张自己在陈家的势力 陈阳可以肯定 拿起放在桌上 刀尖穿着大白虫的匕首 一眼看出 这是一种 需要以精壮男性 为培养名 从虫卵 开始饲养的圣虫骨 等到圣虫骨完全长成 破皮而出 人基本上也无力回天了 陈向阳真是枉为人 为了权力 居然连自己的亲弟弟 都不放过 林安食指钻紧 痛恨道 对于他惨死陈阳手上的结局 一点不同情 甚至想要拍手叫好 可嗨嗨 林安闻声赶紧跑过去 兰 快带小杨离开 越远越好 大哥要害你们 视线聚焦 当看清楚林安这张脸后 陈汉情绪激动的开口 陈阳判断 被虫骨寄生这段时间 陈汉是没有记忆的 他的记忆还停留在 陈向阳打算出手迫害自己 与林安的那个时候 你先别激动 事情已经解决了 好好休息 林安抓住陈汉抬起的手 安抚道 是吗 那就好 那就好 陈汉重心闭上眼睛 现在的他依旧很虚弱 之后 陈阳找来纸笔 交给冷凹雪 让他去最近的医馆抓药 刘和因为精通药材 被陈阳继续留在陈家 负责为陈汉准备药膳 调理身体 既然是祖师爷的命令 陈汉自然是一百个答应 毫不犹豫 等他恢复后 我会单独教你一门 连岳正华都不会的读书 陈阳承诺道 扑通 碰 碰 碰 刘和愣住半秒 玄机直接跪在地上 连磕三个响头 多谢祖师爷 我一定竭尽全力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连自家门主都不会的读书 祖师爷轻传 刘和怎能不激动 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嗯 起来吧 陈阳点点头 很清楚育人 首先得赏罚分明 祖师爷 你要去哪 需要我一起吗 不必 一点小事罢了 陈阳拍拍刘和的肩膀 让他留下 等冷凹雪抓药回来 擦身而过的瞬间 表情瞬间阴暗 眼眸中 杀意凛然 关于陈汉抛弃弃子 竟然是自己的误会 那么如今 有人想要迫害陈汉 险些致他丧命 陈阳身为儿子 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 这笔账 必须讨回来 而且 据他所知 这圣虫谷入体 可不单单只是为了害人一个目的 待到成虫破解而出 下谷之人会前来回收圣虫谷 在大下 关于圣虫谷 有这两个传言 只要收集到足够的数量 可以培养出谷王 剧毒无比 见血封猴 将其放入河水中 只要沾染上一点 便可轻易屠城 再尖端的过滤设备 也派不上用场 无色 无味 杀人于无形 第二个传言则是 以足量圣虫谷入药 可炼制长生不老秘药 培养谷王 陈阳认为可信度很高 因为这种事 他就能做到 甚至更简单 不用那么复杂 只需一支圣虫谷 搭配药材喂养即可 至于炼制长生不老秘药 陈阳对此保持怀疑 只因哪怕医术高超如他 也做不到长生不老 延年一寿 多活个几十年 倒是易如反掌 离开别墅 走出陈家大门 陈阳坐在了之前 青年保安躺着的那张长椅上 没必要去大海捞针市 寻找一个蛊狮 原因很简单 像是圣虫谷这般高级 稀少的蛊虫 下蛊之人 通常不会离得太远 万一错过破茧时机 想在这偌大的江城 找到一只拇指大小的蛊虫 即使有着母虫感应 也无异于天方夜谈 倘若陈阳猜想得不错 这会儿 手握母虫的蛊狮 八成已经在往这边赶了 子虫与母虫连心 子虫一死 哪怕千里之外 母虫照样感知得到 发出悲鸣 陈阳为何会知道那么多 因为除了玩毒 他同样很擅长下蛊 他早已在黑山监狱 将老头下蛊的本事 学得炉火纯青 小到蚂蚁 蜘蛛 蟑螂 大到螳螂 麻雀 老鼠 皆可成为他杀人的骨 小子 快把门打开 我找陈向阳 一道突然响起的吼声 将陈阳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目光看去 两男一女 一名看着就很阴毒的年轻女子 一名城府极深的老者 还有面前不可一世 目中无人的青年 他已经死了 你们要实在想见他 只能下去找 陈阳看了眼地面 搭配上他平静到可怕的口吻 令三人不禁在这炎炎夏日 感受到一抹刺骨良意 青年反应过来 喝道 臭小子 我没跟你开玩笑 赶紧把门打开 否则 小爷我要你狗命 见陈阳不为所动 青年怒涩更甚 抬起手 掌心下 两指之间 暗藏毒针 不由分说 便朝向陈阳的脖子拍去 只要毒针刺破皮肤 毒液就会立马顺着血液 侵入五脏六腑 置人于死地 小孩子把戏 你说 话应戛然而止 青年注意到 自己被陈阳抓住 却无法挣脱的手腕 这小子的力气 怎会如此之大 青年几次试图挣脱 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见他还想起脚 陈阳眼疾手快 反手一拧 力量瞬间爆发 青年来不及反应 手腕已是如麻花般拧紧 蛮力渗透进骨头 劈劈啪啪啪爆响不断 森白的骨头破片 甚至穿透皮肉 撕了出来 鲜血淋漓 啊 我的手 我的手 青年眼泪止不住地流 从未感受过 如此剧烈的痛苦 在他五指张开 毒针脱手落到半空时 陈阳两指撵住 然后成绩不备 犹如蜻蜓点水般 将针尖刺入了对方的脖梗 毒针迅速发挥作用 脖子经脉爆起 带有深绿之色 逐渐扩散开 从脖梗 再到胸口 不断蔓延 你 青年手捂着脖子 步步后退 瞪大一双眼睛 血满难以置信 话来不及说完 人已是往后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毒液从头到脚 蔓延全身 侵入五脏六腑 无力回天 师兄 看到青年惨死面前 女人惊声喊道 这声音一下变得尖锐 刺耳不少 你敢杀我师兄 我杀你 从女人表现出来的态度 陈阳可不觉得 他单纯只把青年 当师兄看待 取出涂抹有剧毒的飞镖 大手一挥 瞄准陈阳射出 陈阳举起手 轻松以两指夹住 接着 在女人震惊之际 以奇人之道 还是奇人之身 把毒镖射了回去 扑吃 女人瞳孔微缩 哪里反应得过来 毒镖已是大半 没入喉咙血肉 上面涂抹着的毒药 与青年方才毒针所用 为同款 死相也是如出一辙 倒地不起 中年男人对于两人的死 表现得倒是异常淡定 原来是个恋家子 难怪敢这么嚣张 所以 回我圣重谷的人 是你对吧 中年男人开门见山问 陈阳却不打算 跟他啰嗦那么多 身影如同离弦之剑 快速拉近距离 逼近中年男人 好快 中年男人见识不妙 赶紧几个后大跳 拉开距离 刺拉一声 还是被陈阳的阴爪 抓碎又兼大块衣服 留下三道血坟 中年男人站稳身子 侧目向下眼 刚看到那三道 一躬分身的伤口 大怒 好小子 既然你成心找死 我成全你 男人撩开衣服 取下腰间挂着的 一个手指粗细的竹筒 拔开盖子 从里面放出一只骨蜂 体型很是迷你 比一般的家风更小 所以更容易被忽略 更何况 中年男人还刻意隐藏了 放出骨蜂的动作 把没用的竹筒丢到一边 骨蜂属于一次性消耗品 一旦独针刺中目标 自己也会死亡 双手伸到背后 中年男人撩起一摆 握住两把别在腰上的弯刀 准备在骨蜂找机会 攻击陈阳的同时 冲上去与他近战 为骨蜂打好掩护 冲身上前 笑容十分得意 仿佛已然料定 陈阳会死在自己手上 给我死 中年男人快步赶至陈阳面前 双刀瞄准他的左右脖梗 斜斩而下 陈阳则淡定抬手 凭借巧力握住刀刃 防止切割 接着 食指同时发力 将那金刚打造的双刀 捏碎 这 几大块断刃从空中掉落 如镜面一般 映照出中年男人 那张惊慌失措的脸 这刀论硬度 力气稍微大点 连牛骨都能轻易斩断 不留活口 然而如今 中年男人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 双刀被陈阳徒手 捏碎成几大块 哪怕亲眼目睹 中年男人照样 忍不住怀疑人生 怀疑眼前所见 是否为真 过于离谱 好在这时 耳朵一动 眼角余光敏锐注意到 自己方才释放的那只鼓风 此刻已是绕至陈阳背后 视野范围死角 中年男人唇角微微上扬 仿佛提前预知到 陈阳中毒后 倒在地上 疯狂挣扎 求饶的凄惨画面 然而下一秒 陈阳却猛地 将手中握着的 那块短刃碎片 往后飞射出去 短刃精准将飞袭到 一半的鼓风 从中间斩断成两半 飘落 不 这不可能 中年男人 吓得面色煞白如指 一下没了血色 知道陈阳厉害 却只当是些 三角猫的功夫 乃曾想 他的本事 会如此夸张 恐怖 赶紧后撤 拉开距离 逃 眼下 中年男人脑海中 只剩下这么一个想法 必须逃 逃得越远越好 否则 躺在地上的青年 女人便是最好的前车之剑 但 陈阳却跟到鬼魅一样 紧紧跟随 死咬着不放 你这家伙 非要赶紧杀绝吗 你杀了我两个宝贝徒 难道还不够 中年男人质问 陈阳并未回答 快速出手 五指如虎口 狠狠掐握 咬住他的喉咙 感受到双脚被迫离的 中年男人呼吸越发困难 无论再怎么挣扎 在陈阳的绝对实力面前 皆于事无补 只好吐露 不 你不能杀我 我背后可是整个古门 试图搬出背后的靠山 以此威慑陈阳 放弃想杀自己的心思 中年男人必须承认 陈阳很有实力 在江湖上 一定是个名声显赫之人 像他这样的人 不可能会不清楚古门的厉害 更不会不知道 与古门为敌 会引来何等惨烈的下场 这时 自他背后传来车辆引擎声 陈阳通过车牌号认出 那是身为独门门主 徒弟岳振华的坐驾 他怎么来了 很快 车子停在陈阳身边 驾驶位车门打开 从那上面下来的人 果不其然 正是岳振华 除此之外 副驾驶位的车门 也被打开了 哦 老实说 陈阳有点意外 以岳振华的脾气 能甘愿给他人当司机 那这个人的身份 一定不会简单到哪里去 在下一秒 陈阳注意到 一个扎着丸子头 露出整张完美额淡脸 几缕青丝飘落在脸旁 进行修饰 看似杂乱 又带着几分凌乱美的女人 从副驾驶位走下 上身是一件纯白上衣 搭配短款皮衣外套 下身则是一条白色牛仔裤 系着棕色皮带 整个人很有都市利人的风采 又携带几分清冷味道 配上优越的九头身 走在路上 很难不引人回眸 可陈阳印象中 并无关于此人的半点记忆 他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 只要是见过的人 不可能会忘记 不过 反观此时此刻的中年男人 却是因为他的到来 被吓得不轻 这个女人 与他有关 陈阳只能这么想 门 门主 他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正如陈阳所想 中年男人 确实因为女人的出现 恐惧到不行 女人名叫钟晴 来是古门新任门主 以雷霆手段 冷血无情 心狠手拉着称 三个月前 老门主退位 钟晴上任门主之位时 门内还有不少人 对他一个小辈 坐在如此高位 心有不服 三个月后 那些人要么心悦诚服 要么直接消失无踪 找不到半点痕迹 好似人间蒸发 中年男人意见如何 他还没到能发表意见的等级 真要乱开口 只怕连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理解 日理万机的古门门主 怎会跑到这种地方来 等等 那位是 当目光转移到岳振华身上时 中年男人又是内心一振 有着独言望之称的独门门主 在大下 钟晴 岳振华的用独之术 被称为双绝 独门与古门之间关系一直都很暧昧 岳振华与钟晴熟识的事 也是人尽皆知 所以中年男人会知道他的身份并不奇怪 只是奇怪 独门 古门双门主 怎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难道 是知晓我一人不敌 特意前来帮忙助阵 能让独门 古门双门主联手助阵 我 我何其有幸啊 以至于中年男人觉得 哪怕此刻死在陈阳手上 这辈子 也值了 这件事 完全可以拿到地狱 与其他小鬼之间 作为谈资 狠狠炫耀 显摆一搏 但 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与中年男人心中所想 背道而驰 只见岳振华完全无视自己 禁止朝向陈阳动身走去 毫不犹豫地跪拜到 徒儿岳振华 拜见师父 徒儿岳振华 独王岳振华 是这家伙的徒弟 中年男人严重怀疑 岳振华是在跟自己开国际玩笑 这玩笑 可一点不好笑 惊得他一身冷汗 这心 顿时凉了大半截 仔细回想起 今天到底是不是4月1号愚人节 你来做什么 陈阳问 徒儿顺着一条条线索查下去 查到师父 您可能遇到了麻烦 所以特意赶来 看看有没有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 顺便 说着 岳振华回眸看了一眼钟情 想向您介绍一个人 介绍一个人 陈阳看了看钟情 目光又迅速回到岳振华身上 面色有点不好看 我不是说过 我暂时没有收图的打算吗 收图 把门主介绍给这小子 拜他为师 中年男人猛上加猛 怀疑自己没睡醒 让我拜你为师 钟情微微一笑很倾城 迈着轻盈连步走来 我真要拜你为师的话 那咱们之间这关系 岂不乱套了 你说对吧 小师弟 钟情一步上前 拇指指轻轻捏住陈阳的下巴 抬起 小师弟 陈阳眉头一紧 在黑山监狱时 他可没听老头子说过 除了自己以外 有收过其他徒弟 当然 也没说没收 属于陈阳不问 对方不提 怎么 看你这样子 是在怀疑我 钟情玩耳一笑 并未介意 防人之心不可无骂 陈阳后退半步 挣脱钟情 捏住自己下巴的鲜鲜玉指 的确 钟情还手抱胸 赞同弟点点头 玄机 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精致木盒 两步上前 递给陈阳 这是老头子留给我的东西 让我遇见你时 交给你 这是 陈阳双目一瞪 显然没想到 钟情会拿出这样东西 判官真 听老头子说 这玩意 是他用天外材料打造而成 无坚不摧 放眼全球 仅此一见 在陈阳认知中 判官真 顾名思义 能判人生死 是老头子贴身携带的 几件质宝之一 难怪之前我问老头子要 他一直说实际不到 原来是留给师姐 你当做证明身份的信物了 打开盒子 看着静静躺在里面的 十三根判官真 陈阳确定是真或无疑 之前耍过几次 主要是为老头子 缓解腰痛的救急 非常趁手 师 师姐 得知陈阳与钟晴的 真正关系后 因为双腿发软 贪坐在地上的中年男人 此刻 这腿更软了 独门门主 独阎王的师父 古门门主 钟晴的师殿 上面无论哪个身份 中年男人心知肚明 皆不是自己能得罪得起的 啊 双手掐住脖子 中年男人面色突然一变 无比痛苦 皮肤下 黑色血脉异异常清晰 根根抱起 从胸口一直往上生长 覆盖脖子 面容 犹如老树盘根 看着十分惊悚 很快 黑血充满双目 感染大片眼白 每两三秒 他便倒了下去 彻底失去生命气息 与月振华疑惑的表情不同 陈阳方才看得很清楚 在中年男人不知不觉时 一只红背蜘蛛 爬上了他的身体 然后在他脖子上 咬了一口 毒素迅速扩散 几个呼吸间 强行夺命 陈阳确定 那只红背蜘蛛 与钟晴脱不了关系 于是问 你都不问我 他做了些什么 钟晴摇摇头 没那个必要 在他决定与你为敌的那一刻 就注定死路一条 这个事件 有点霸道 陈阳只能说 老头子在看人这方面 真挑不出毛病来 师弟 之后要没什么安排的话 愿不愿意跟师姐走一趟 钟晴问 随后又补充道 放心 师姐不会把你卖了 只是想跟你打听打听 关于师父的事而已 好 陈阳同意道 反正陈汉那边 都已安排妥当 无需他再操心 不如留点时间 给陈阳和陈汉 让他们可以重温旧情 与钟晴一起 坐上后车座 岳振华则在拿出小瓶子 将画师水洒在 中年男人的尸体上后 跟着坐上驾驶位 继续担任司机一脚 他巴不得能有更多机会 为陈阳效力 自然不可能心存怨言 专心开车 车上 我脸上有脏东西吗 注意到钟晴自从上车后 便直勾勾盯着自己 毫不掩饰的目光 陈阳忍不住问 没有 钟晴立马否定 只是没想到 老头子给我找了 这么帅一个小师弟 我也没想到 会有这么个漂亮事件 陈阳有样学样 回应 钟晴微微一愣 笑道偷吃蜂蜜了吗 嘴巴真甜 谁不喜欢 有人夸自己漂亮 更别说 夸自己的这个人 本身就有言有才 非常优秀 之后 陈阳三言两语 把自己在黑山监狱 是如何结识 被老头子选中 收为徒弟那些事 全盘托出 老头子竟然收了 钟晴那么的徒弟 又是陈阳的师姐 没理由隐瞒 难怪到处都找不到 他老人家 原来跑去监狱了 钟晴长叹一声 毫无办法 别人是师父沉稳 做徒弟的任性 结果到了他们这 完全相反 对了 师姐你知道 师父他为何会把自己 关进监狱吗 陈阳反问 他老人家一直神龙剑 手不剑尾 我也不清楚 钟晴摇头 对此并不知情 仇家 无论陈阳 又或者钟晴 都曾设想过这个可能性 但很快 这个答案又被他们给否了 与老头子的实力认知 实在想不出 天底下有什么人能强大到 把他逼进监狱 继续瞎猜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陈阳一转话题 问 除了我和师姐外 师父他还收了多少徒弟 除我以外 你还有六个师姐 这六个师姐 原本按照师父的打算 应当是为你铺路的 但现在嘛 看一眼坐在副驾驶位上 众多驼之一的月振华 钟晴苦笑 我想应该用不着了 六个师姐 一个师兄都没有 陈阳确认问 没有 钟晴抬手一指 你是老头子收的 第一个男徒弟 估计师父 自己也没想到 最后一个徒弟 天资会高到这种份上 你那些徒弟 可是一个比一个恐怖 钟晴稍微了解了一下 尽管只是冰山一角 依旧不免被吓了一跳 独王 战神 女首富 国一圣首 这其中 大部分人论身份 地位 影响力 甚至超过了他 想到这 钟晴忍不住调侃 我严重怀疑 师父是因为自卑 故意躲着你 才选择不辞而别 陈阳复之一笑 畏作反驳 在狱中的时候 老头子确实很喜欢把爱 老了老了 青出于蓝 圣于蓝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这类话挂在嘴边 他走神之际 忽然被钟晴牵起手 只听他一本正经说 虽然我们这些师姐 没你想象中的那么有用 但 只要师弟你有难 我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嗯 我相信师姐 钟晴没忍住 直接张开双臂 把陈阳狠狠搂紧怀里 我真是越看 越喜欢你了 这时 坐在驾驶位上的 岳振华一脚刹车 把车子停在了路边 抬眸看一眼后视镜 抱歉 打扰二位一下 我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即使岳振华不说 陈阳 钟晴其实早已察觉 一直有眼睛 而且不止一双 在暗处窥视 不敢正面试人 试何成分 不必多说 陈阳 钟晴内心 已有决断 岳振华这边 刚准备下车 主动接下扫清障碍的任务 就从后视镜看到 陈阳先自己一步 推开车门 走了下去 师父 几条杂鱼而已 哪里用得着您 岳振华话说一半 被钟晴出声打断 行了 你安心待在车上 让他去吧 他看得出来 陈阳是想借此机会 艳艳看判官真的威力 对判官真 钟晴一直贴身 严密保管 虽没用过 却也知道 既然是老头子刻意叮嘱 让自己务必亲手 交给陈阳的东西 绝对不可能简单 顺便 钟晴也想借此机会 好好看看 自家这位小师弟 实力究竟有多强 降下车窗 满心期待 一双美眸寸步不离陈阳 来都来了 就别藏了 陈阳离车近离远后 站稳身子 喊话 紧跟着 一道接一道身影 从一棵棵树后走出 全部包头蒙面 只露出一双眼睛 恐怕会暴露身份 小子 这件事与你无关 不想死的话 乖乖闪到一边去 其中一人刻意压低声音 冲陈阳喊道 陈阳无视对方 取出木盒 拇指十指 撵住一根判官针 取出 极细 稍微离远一些 都不一定能看得清 小子 我再跟你说话 耳朵龙 在他把话说完之前 陈阳终止一谈 秀 判官针轻松动 川那人的眉心 指尖再一绕 勾住那根连接判官针 几乎隐形的丝线 轻轻一拉 便拽回手中 由于出手实在太快 整个过程 根本无人注意到 男人早在不知不觉间 被陈阳一针判了生死 察觉到男人状态有点奇怪 同伴走上前 试探问 你怎么 然而 指尖刚触碰到 男人身躯立马因为失去平衡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喂 你在搞什么飞机 同伴控制力道 用脚轻踹男人几下 见对方始终毫无反应 一个恐怖的想法 油然而生 蹲下身 颤抖着手指 朝男人的鼻下伸去 啊 吓得一屁股往后坐倒在了地上 死 死了 中骨了吗 一名长者 声音小声问 我觉得不是 你注意看他眉心 有一血点 脑背后也有肾血 似乎是被 某种真状物 穿透大脑而死 另一人理智分析道 那小子有古怪 所有人一起出手 先解决他 负责领头的蒙面人 察觉到不对劲 赶紧下令 陈阳早已食指夹住 八根判官针 面对从四面八方 冲上来的十几人 大手一挥 咻 咻 咻 银针如同现弹枪子弹一般 爆散出去 好似一柄看不见的死神镰刀 快速完成收割 接二连三洞穿那些人的头颅 一击毙命 再两手一抓 一拽 收回判官针 继续挥针 紧出手两次 便叫所有杀手 全部领了盒饭 哪怕是跑得最快的那个 在临死之际 与陈阳之间 仍然有着三四米的距离 毫无近身机会 车内 我这师弟 未免太强悍了吧 钟情抬手遮挡住自己 因为过分吃惊 而张大的嘴巴 内心无比震撼 好霸道的手段 不愧是师父 岳振华也是一脸崇拜 毫不掩饰 果然是件好宝贝 亲手用过后 陈阳对于判官针的威力 十分满意 满分一百分的话 可以毫不犹豫地 打一百零一分 多一分 不怕他骄傲 嘣嘣嘣 眼神一变 耳朵敏锐 听见远处传来 微弱的震齿声 咻 陈阳毫不犹豫地 将最后一根 正准备收入 盒中的判官针 甩射出去 判官针精准命中重新 一针毙命 这 这怎么可能 再开玩笑吧 清楚注意到这一切 躲在树后的那名男人 顿时慌了神 反应过来 自己这次是踢到铁板了 必须赶紧逃跑才行 否则 自己这条命 今天非得葬送在这不可 然而 转身之际 胸口猛然袭来一抹凉意 旋即 是揪心的痛楚 呼吸越发困难 呜 男人屈膝跪了下去 手舞胸口 死 明显感觉到 手掌被针刺了一下 看一眼 果然冒出一个血点 在低头看向左胸口 心脏位置 衣服下面 藏有一针尖 在月光下 泛着淡淡银泽 男人不敢相信 陈阳居然用一根针 连杀十几人 随后又是一击 不仅破了自己的蛊虫 还穿透脸盆粗的大树 贯穿了自己的心脏 真是个怪 来不及把话说完 咽气倒地 心脏停止跳动 再然后 钟情下车 照亮他的脸 无风 见钟情一脸平淡 与其毫无波动 陈阳问 师姐 你早料到他 会来杀你 嗯 钟情不作隐瞒 这人是古门十大长老之一 吴天祥的儿子 他父亲 对我成为门主这件事 一直耿耿于怀 表面上说着认同 支持我 被地理 可没少像这样 对我下黑手 放冷剑 只要我一死 他便有机会 竞争门主之位 陈阳追问 既然知道 此人别有居心 师姐为何不直接做到他 古门内部 关系错综复杂 我又刚坐上门主之位 根基不稳 倘若贸然对身为长老的他出手 免不了被人抓住话柄 简而言之 钟情不想自找麻烦 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瓦解几次阴谋 震慑吴天祥 让他稍微收敛 一点就行 等到自己基本盘稳定后 再与他秋后算账 但很显然 吴天祥并不知道 何为收敛 不过眼下 他儿子死了 这一战 恐怕必无可避 钟情转身对陈阳说 今天到此为止 我们改日再约 到时 师姐请你吃大餐 作为补偿 陈阳心知肚明 钟情这是要一个人去面对吴天祥 不愿连累自己 于是道 既然这人 师姐你不方便动手的话 由我来杀 那就 有劳师弟了 陈阳已是把话说到这种份上 钟情没有再过多拒绝 免得让人觉得生分 师出同门 相互照顾 再正常不过 如果陈阳以后像这样遇到麻烦 只要一个电话 哪怕远在千里之外 师姑我也会帮忙的 岳振华急忙在一旁表示 有劳岳门主了 哪里 一个小时后 岳振华驾驶着车辆 停在一处古色古香的三层建筑前 这里便是古门的大本营 并未挂牌 古这种东西 毕竟不在常人的理解范围当中 万一哪天被路过的人 当成邪教组织 报警引来治安官的话 纯属自找麻烦 无论独门 古门 在当下这个新时代 都更适合暗中发育 隐于是 门主 见钟晴从车上走下 负责看守之人 连忙走上来 拱手抱拳 吴天祥人在哪 钟晴问 回门主 吴老就在门内 男人清楚记得 吴天祥是两个小时前回来的 没出去过 好 我知道了 钟晴回眸看一眼陈阳 岳振华 三人一同进入古门 男人总觉得 钟晴身上带着一股浓烈的杀伐之气 有预感 今日在古门 恐怕有大事要发生 希望是自己想太多 毕竟老话说得好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他可不想到时候被逼战队 跟着又因为站错队伍 遭到打击报复 光是想想 便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双手互相摩擦手臂 继续回到岗位上 而他不知道的是 与此同时 三楼 一双眼睛正在暗处 窥视着大门前的一切 拉上窗帘 这双眼睛的主人 正是方才被陈阳一针三杀的无风之父 吴天祥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 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身躯因为绝望与愤怒 微微发抖 钟晴还活着 风儿他 该不会 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暴露了 吴天祥赶紧找到另外一个号码 拨通电话 老刘 暗杀失败 钟晴可能要对我们提前下手了 赶紧准备 碰 他话音刚落 从内反锁的房门 就被月正划一脚 暴力踢开 钟晴从屋外走近 冷声问 不知吴长老翔准备什么 对世上他的双眼 混迹江湖多年 身为老江湖的吴天祥很清楚 那是要杀人的眼神 话到嘴边 吴天祥又吞咽了回去 自知这种时候 装疯卖傻 不具任何意义 于是单刀直入问 钟晴 你把我儿子怎么了 一下犯上 格杀勿论 这种事 吴长老在古门那么多年 难道不清楚 钟晴反问 你 怒目 尽管早料到会是这么个答案 可真当从钟晴嘴里说出来后 吴天祥止不住地身形一晃 手扶住桌脚 总共一个儿子 尽心竭力养育几十年 却收到钟晴轻飘飘一句 以下犯上格杀勿论 吴天祥这火气 疼得一下便在胸膛炸开 吴天祥 看在你与老爷子相识一场 又是古门老臣的份上 自己离开 我可以考虑留你一条狗命 大家好聚好散 钟晴改了称呼 直呼其名 彻底撕破脸后 他这个古门门主 与吴天祥 只能留一个 笑话 古门是几个老家伙一起创建的 凭什么门主之位 一直有你们钟家人站着 吴天祥里不值 气也壮 质问 有没有可能 我给过你公平竞争的机会 只是你实力不够 钟晴笑吴天祥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我坐上家主之位前 你们实老 论骨 好像都没斗过我这个小丫头吧 你 吴天祥被钟晴 问得哑口无言 偏偏提出要斗骨的人 也是他 诚心刁难钟晴 如果他无法在实力上 超越至少半数古门长老 便没资格坐上门主之位 乃曾想 最后钟晴几乎以碾压之势 将十名古门长老 全部镇压 轻松成为门主 如今 就是重提 伤疤被揭 吴天祥不禁老脸一红 实在没力 听到门外传来 震震急促的脚步声 吴天祥强压怒气 今天无论如何 你都得死在我手里 钟晴 看在小时候抱过你一场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机会 老老实实让出门主之位 我可以留你一条全室下葬 如果钟晴没动手杀害吴风的话 吴天祥或许会考虑让钟晴留在自己身边当个护卫之类 看不惯归看不惯 但对于钟晴的实力 吴天祥个人来讲非常认可 奈何钟晴非要作死 吴天祥留他不得 只怕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让钟晴找到机会 卷土重来 下一秒 古门十老中的另外三人 齐齐赶到 涌入房间包围了陈阳 钟晴 月振华三人 李老 刘老 江老 钟晴看向吴天祥 看来 你早有预谋 放在之前 同时面对四老 钟晴还真不敢保证 一定能全身而退 不过眼下 有陈阳这个无敌小师弟在身边 钟晴镇定得很 内心静如止水 小丫头 你呀 还是太年轻 我的谋划 可比你想象中要远得多 吴天祥一边说 一边动身走向书柜 拿出一本书 伸手进去启动机关 开启暗格 打开一个木箱子 旋即 一群圣虫骨 至少二三十只 嗡嗡震翅 从里面飞了出来 直奔钟晴去 萦绕在陈阳三人周围 头顶 圣虫骨完全体 属于剧毒之物 但凡只要触碰一下 就会全身溃烂而死 知晓这一点的岳振华 一动不敢动 圣虫骨早已被独门列为禁术 你身为石楼 竟带头违背门规 钟晴微微动容 一个将死之人 哪来那么多废话 吴天祥不准备继续和钟晴啰嗦 吹嘘口哨 命令圣虫骨去主动接触三人 圣虫骨收到命令 立刻展开集火 陈阳眼急手快 徒手将一只只圣虫骨抓在手心 这小子 疯了吧 吴天祥与另外三楼 被这一幕 看得目瞪口呆 哪怕吴天祥自认为在用骨领域 造诣极高 是这群圣虫骨的主人 还握有母虫 也不敢徒手去触碰他们 更别说 捏死他们 圣虫骨的血液 比他们外壳上排出的毒液 要强大几时 百倍不止 见过作死的 真没见过那么作死的人 三老互相对视一眼 直到这下 根本用不着自己出手 陈阳他们迟早会自己玩死自己 钟情这边 在看到陈阳徒手 伴随一声声脆响 捏死圣虫骨后 同样被吓了一跳 但逐渐的 无论是他 又或者吴天祥一行 都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圣虫骨的毒 按理来说 应当是秒声笑才对 这会儿 中毒的陈阳 早该全身溃烂 化为血水 然而 他却跟个没事人一样 一只接一只捏死圣虫骨 转眼 几十只圣虫骨 便被他杀得只剩下五六只 其余全部身躯爆裂 掉落在脚边 快回来 眼见自己精心培育的圣虫骨群 杀手锏 被陈阳如此祸害 吴天祥心有不甘 大喊 旋即反应过来 圣虫骨听不懂人话 正准备撅嘴吹口哨下令 结果 声音没响起 最后一只圣虫骨 已是被陈阳五指全力一握 血浆从指缝间挤出 你 你为什么没事 你到底是谁 吴天祥崩溃问 对此 陈阳并不打算回答 师爹 你 你对圣虫骨毒免疫 但在身为师姐的钟情 问起这个问题后 陈阳完美诠释 何为双虫标准 解释道 不是免疫 一种骨一秘术 涂抹后可百毒不清 狗屁骨一秘术 我杀了你 吴天祥袖口打开 一根小手臂长的钢针 从中滑落 被其握住 在针尖上涂抹有剧毒 吴天祥不幸 自己用这毒针 将陈阳捅各对穿以后 他还能百毒不清 陈阳可不惯着他 只见一谈 秀 判官针出 一念生 一念死 吴天祥忽然停住脚步 呆愣在原地 另外三老正疑惑 吴天祥为何突然没生死 只见他的身躯 直挺挺地砸了下去 整张脸 与地板亲密接触 没有任何反应 陈阳则早已将判官针取回 死 死了 刘老不确定道 肯定死了 我没听见一点呼吸声 李老闭着双眼 用心去听 他的耳朵比平常人要敏锐很多 在古门中 有着顺风耳之称 文言 刘老将老四目相对歼 百分百肯定 这一切与陈阳脱不了干系 自知不敌 忠情动用的这张王牌 有转身想趁乱逃跑的 也有准备屈膝 跪地求饶的 陈阳丝毫没想过 要给这些背叛过忠情一次的人 悔改机会 碰 碰 大手一挥 大根判官针出 洞穿大脑 然后定射进门框 门板 全靠那根线 平稳他们逃跑到一半 跪地到一半的姿态 陈阳指尖一绕 收回判官针后 失去这份平衡的三具尸体 重重摔倒在地上 毫无声息 忠情当然知道 陈阳实力很强 但不得不承认 在此之前 不曾料到 古门四大长老在他面前 竟连还手 不 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甚至感觉 只要陈阳愿意 想屠杀 灭绝整个古门 是一件轻轻松松 就能做到的事 这份战斗力 实在太过夸张 离谱 恐怖 轻松 万幸他是自己的小师弟 否则 忠情不敢想象 倘若与陈阳站在对立面上 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 光是想想 内心便不由发出 师姐 还有没有要杀的人 陈阳问 在他看来 杀一个是杀 杀两个也是杀 不如一次杀完 永绝后患 没了 忠情摇头说明 只要这股势力从古门消失 从今以后 无人敢再烦我 真怕陈阳杀红颜 那就好 得到回答后 陈阳收敛杀心 收回判官真 好用 确实好用 之后 忠情本来是 想请陈阳吃大餐的 但 因为时间太晚 决定推迟计划 别耽误了陈阳休息 那师姐 我先回去了 下次见 陈阳坐上车 降下车窗 挥手道 嗯 路上小心 忠情露出一抹动人的笑意 然后 岳振华启动车子 十月 师父 您刚才用那几招非针夺命术 能不能教教徒 岳振华抬起视线 看一眼后视镜 问 想学 想 岳振华重重一点头 时间太晚 改日 我再手把手传你窍门 不过 你一个用毒的 学暗器做什么 陈阳随口问 岳振华呵呵一笑 既多不压身吗 徒儿不奢望 能做到像师父那样全知全能 但 多几个本事 肯定没坏处 这倒是 陈阳点头认同了岳振华的说法 富山居 那师父 我就不打扰 您休息了 下次要有吩咐 您尽管联系我 无论天南地北 我绝对第一时间赶来 岳振华表明决心 嗯 回去路上小心 陈阳记下了 目送岳振华去车下山后 转身回到别墅 接着于等候在客厅中的夜清城 官雅三言两语说清 在陈家发生的事 太好了 师奶 师爷都没事 官雅轻拍胸口 长出一口气 没想到 我们居然还有七个事故 叶清城很是意外 改天有机会再介绍你们认识 时间不早 你们两个明天还得上班 早点睡吧 我也困了 陈阳打着哈欠上二楼 边走边说 师父 最近江城夜晚天亮 用不用徒儿替您满床 官雅一句话 陈阳一个猎且 险些脚下打滑 回头 吴雨一眼 默默回到房间 建房门关上 叶清城也是直翻白眼 官雅 你知道秀持两个字怎么写吗 不知道 官雅挺起胸膛 李不知气也撞 我只知道 陈公不是等来的 叶清城还想反驳 但仔细一想 似乎有道理 草率了 第二日 简单吃完早饭 陈阳正想着 要不要去趟陈家 看看林兰 陈汉的状况如何 跟着便接到一通 以前的老同学 笑话赵温玉打来的电话 记得上一次与他见面 是因为陈绍云 在赵温玉身边死缠烂打 想在自己面前显摆 赵温玉是他的女朋友 结果被赵温玉无情戳破 那只是陈绍云 一厢情愿的想法 从学校时期 赵温玉一直喜欢的人 都是陈阳 从未变过心 之后 为防止赵家带工厂的生意 受到影响 看在师傅的面子 以及各种综合因素上 关押给了他们一笔 价值三亿的长期合同 赵温玉此时打来这个电话 正是为了那件事 陈阳 我爸想为 能与官市集团合作 当面向你表示一下感谢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即使隔着电话 照样不难听出 赵温玉有多紧张 好 地点约在哪 人家想感谢自己 又不是鸿门宴 陈阳自然没理由拒绝 除此之外 陈阳也想针对自己入狱这三年 赵家暗中 对于林兰的那些帮助 当面表达谢意 嗯 我知道了 一会儿见 从赵温玉口中得知 赵妇赵海生想在家里 亲自下厨招待自己 陈阳一口答应 他以前经常去赵家蹭饭吃 主要是因为 赵海生在继承工厂之前 曾担任过饭店主厨 不仅手艺好 而且很有家里的味道 一回声 二回熟 后来哪怕陈阳没时间 赵温玉都会提前打电话问 陈阳今天要不要来家里吃饭 可以说 丸固子弟时期 受了他们不少照顾 哪怕没有上面那些事 陈阳想着 是时候该去拜访一下 两辆车 因为叶清城的公司比较顺路 陈阳坐上了副驾驶位 师父小心碰头 关上副驾驶车门 叶清城还不忘得意 看一眼站在车边 一脸郁闷的关雅 只差没把我赢了几个字 写在脸上 明着炫耀 目睹叶清城绕车头半圈 坐上驾驶位 启动车子 十元以后 关雅立刻拿出手机 对女秘书说 在城北买一栋写字楼 今天之内 建立一家子公司 虽然这次错过了 但并不妨碍关雅为 下一次提前做好准备 保险起见 城北 城西 城南 他大手一挥 都买了一栋写字楼 合计花出去十几亿 还是那句话 有备无患 时间转眼过去半小时 中途去了 叶清城的公司一趟 从提前等候在 门口的秘书手里 陈阳接下一个纸带 酒 陈阳翻转一看 是一袋两瓶白酒 名为国毛 大厦白酒领域 无论收藏价值 地位与影响力 皆名列前茅 这是之前别人送我的 徒儿也不太爱喝酒 正好拿给师傅 您当做伴手礼 叶清城解释道 确实不适合空手前往 叶清城的心思 一如既往的细腻 陈阳颇为欣赏 正好回想起 赵海生非常爱酒 尤其是白酒 算是头其所好 不多时 车子停在一处 名叫天阳小区的地方 那师傅 我就送您到这了 之后 您如果需要人接送的话 可以打这个电话 叶清城随手 从旁边的格子里 拿出一张名片 确认无误后 递给陈阳 好 路上小心 嗯 眼见车子十远 陈阳转身进了小区 几年没来 这里的环境 倒是一点没变 陈阳依旧跟回自己家似的 轻车熟路 找到十一单元 三百零四号 叮咚 暗响门铃 来了 赵温玉的声音 很快从门后传来 伴随有急促的拖鞋脚步声 房门打开 赵温玉一身朴素的居家打扮 挂着围裙 尽管如此 依旧掩盖不了 那份清新脱俗 小家碧玉 抬手将散落在脸旁的 一缕绣发撩起 卡在耳背后 邀请道 请进 刚才在厨房帮忙 没让你等太久吧 没有的事 陈阳摇头 不用换鞋 直接进来吧 注意到陈阳看向鞋柜的视线 赵温玉补充说 陈阳不多客气 大步走进赵家 小阳 你来了 赵海生刚好端着两盘菜 从厨房走出 见到陈阳后 表现得有点手足无措 很难不去在意 他是关雅师父的这层身份 叔叔好 陈阳礼貌问好 小阳来了 快 快坐 菜正好炒完 对比之下 赵母徐亚则变化不大 和以前一样热情 那我就不客气了 陈阳在黑山监狱里的时候 经常会想起这一口 看着满桌子的丰盛饭菜 唾液分泌 不用客气 跟以前一样 把这当成自己的家 徐亚亲切道 然后瞥见一眼 陈阳手上的酒盒 来就来 怎么还搞这些 见外了不是 陈阳顺着徐亚的话说 哪有 这不是知道叔叔爱喝酒 刚好家里有 顺便拿来的 赵海生盯着那个酒盒 国毛他自己也存了不守 作为白酒党 涉猎烦多 却从没见过这款包装 难道是新品 为作多想 一心招待陈阳 对待让加工厂 起死回生的大恩人 他可不敢怠慢 陈阳则随手把酒 放到了沙发旁边 落座 没什么好菜 小阳 你将就吃 徐亚把盛好饭的碗 递到陈阳面前 陈阳双手接过 笑道 阿姨太谦虚了 这已经是我最近几年 吃过最丰盛的饭菜 都可以和五星级酒店相媲美了 客套话归客套话 但确实很丰盛 大大小小 总共十几样菜 把桌子完全摆满 陈阳有理由相信 要不是这桌子太小 限制了他们夫妻的发挥 估计会更多 伸手夹起一筷子土豆丝 送入口中 顿时眼前一亮 熟悉的老味道 看见陈阳没嫌弃 吃得很高兴 赵家三人 纷纷松了一口气 原本是想招待陈阳去酒店的 但仔细想想 觉得还是这样更有诚意 动 动 动 正当众人有说有笑 逐渐聊开时 一道敲门声响起 你们吃 我去开门 赵温玉快速起身 朝门那边走去 惠仪 你怎么来了 看清楚来人 赵温玉这面色 确实不太好看 吃饭呢 这么丰盛 被赵温玉叫做惠仪的江慧 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 走了进来 惠姐 你怎么来了 徐亚问 今天这顿饭 是为了感谢陈阳 专门做的 实在不好开口留江慧 与他客气 反观江慧这边 压根不知道 什么叫做客气 你们吃 不用照顾 我自己去拿碗筷就好 说着 他还真进厨房 打开消毒柜 从里面拿出碗筷 落座 见所有人都盯着自己 气氛有点尴尬 江慧皮笑若不笑地问 怎么 这是不欢迎我啊 我这次可是你们赵家的大功臣 别说吃顿饭 给我封个大红包 也不过分 江慧边吃边倒 这么一大桌子菜 连点酒都没有 说着 他注意到 陈阳先前 放在沙发旁边的那袋子酒 看到国毛两个字 抱着有便宜 不占白不占的想法 直接取出一盒 哎 你这是干什么 见陈阳人还在 江慧毫无礼数 拆起半手礼 赵海生盲生阻止 见他如此 江慧非但没有停止的意思 反而加快手速 拧开了盖子 嘿嘿一笑 不好意思 已经打开了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区区一瓶国毛而已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 你们买一箱 送我都不过分 江慧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 仰头一饮而尽 一双贼眉鼠眼瞪的溜元 很是惊喜 他也喝过不少国毛 但这种醇厚 浓香的口感 还是第一次 很绝 所以 你到底想说什么 赵海生强忍着怒气没发作 虽然不是亲戚 但也认识了几十年 不好撕破脸皮 之前你们不是说 要我给温玉介绍的男朋友吗 文言 赵温玉急了 会议 我真不需要 说着 这目光忍不住看向陈阳 留意着他的五官变化 哎 你也老大不小了 再这样单着 迟早成大龄圣女 嫁不出去 别仗着自己年轻 就为所欲为 一世过来人 都是为你好 江慧苦口婆心说 况且 我这次给你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 优秀得很 上市公司老总 青年企业家 年纪轻轻 已是身价破亿 我把你当半个女儿看待 才留给你 别人联系我几次 还说要给我封个万元红包 我全推了 一心想着你 刻意强调万元红包二字 我给他看了你的照片 对方一眼就相中你了 这会儿应该快到了 你可得把握住机会 快回屋换身衣服 打扮打扮 穿漂亮点 真要能嫁给人家 这辈子 就算是脱胎换骨 李渔月龙门了 人已经来了 知道女儿心思的赵海生 急忙却认问 不想让赵温玉为难 对啊 刚才就跟我说 在路上了 他的公司离这不远 温玉要真能嫁给他 你们 偷着乐吧 说着 江慧又喝一口 显然不胜酒力 已经开始上脸 慧一 你赶紧让人家回去 我真的不需要相亲 赵温玉表明态度 呲 温玉 不是当一个说你 做人要脚踏实地 人家小钟那么好的条件 你到底哪里不满意 不过是比你大了七八岁而已 大了七八岁 听到这句 赵海生紧接着道 慧姐 你还是把他介绍给别人吧 这么优秀的人 我家温玉实在无福消受 我们赵家 同样无福消受 高攀不起 瞧你这话说的 有钱人跟咱们思想不一样 人家根本不在乎你 有没有钱 他喜欢的是 温玉这个人 一见钟情懂不懂 老赵 思想别那么传统 八九岁对男的来讲 没啥 年纪大 反而更沉稳 知道怎样疼人 江慧发挥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 持续输出 慧一 我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情急之下 赵温玉索性摊牌 喜欢 喜欢能当饭吃吗 你又能喜欢他几年 听一一句劝 爱情是一时的 别因为一时冲动 毁了自己的一生 江慧摇头苦叹 我不在乎 我会一直等下去 赵温玉的眼神 坚定不移 追随他的视线 江慧注意到陈阳 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赵温玉 你喜欢的 该不会是这小子吧 我 赵温玉欲言又止 江慧则上下打量着陈阳 看出这一身装扮价值不菲 身价估计几百万的样子 再搭配上这张脸 难怪会把赵温玉给迷住 江慧一时间 也有些看吃了 收回心思 保持清醒 毕竟收了十万块的介绍费 这笔买卖要谈不成 他得全部吐回去 可嗨嗨 咳嗽两声 轻轻嗓子 小伙子 周长天你知道吧 身价过亿的青年企业家 跟他抢女人 人一句话 就能让你们家破产 明着威胁 提醒陈阳 撒泡尿 照照自己几斤几两 对人拼手腕 有那个实力吗 而且总觉得 陈阳这张脸 好像在哪见过 等等 你 你是陈家陈阳 那个三年前因为打人 被送进监狱 逐出陈家的弃子 江辉站起身 全想起来了 温玉 你疯了吧 一个坐过牢的人 再加上早已被陈家抛弃 你图他什么 皮囊再好看 看久了 总是会腻的 赶紧跟他断绝往来 免得周总知道 不高兴 会疑 陈阳他是为了保护女朋友 才入狱的 这并不丢脸 如果把那个被保护的角色 换作赵温玉 他会很感动 记一辈子 绝不会像赵丽丽那样 背叛陈阳 和施暴者在一起 我不管他是因为 何种原因入狱 总之 这种人配不上你 连给周少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江辉坚决反对 这么热闹呢 文生 江辉立刻变换一种表情 舔着一张脸上前迎接 周总 您来了 出事了 周长天问 小麻烦 好解决 不会耽误您的 江辉白手道 嗯 周长天点点头 静止走到赵温玉面前 拿出藏在背后的玫瑰花 上面静静躺着一条钻石项链 标签还没撕 写着售架 您好 我叫周长天 一点小礼物 希望你能收下 周长天递出道 不好意思 周先生 这次的相亲纯属误会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对不起 我不能收 赵温玉双手挡在面前 退后半步 文言 周长天这脸 瞬间黑了下来 这时 他忽然嗅闻到一股浓郁的酒香味 低头看去 当目光锁定那瓶开启的国毛时 心头猛的一震 这是 这瓶酒是谁的 周长天问 不等人回答 周长天又将目光看向赵海生 是叔叔的吗 不是 赵海生摇头 是任小杨带来的 被某人擅自拆开了 他没好气地说 因为刚才那一系列话 赵海生对江辉这个人 早已没了好感 降为负数 情面 对这种人 不必留情面 反正以后 也不打算再来往 一瓶酒而已 顶多几百块 有啥大不了 听出赵海生在埋怨自己 江辉不爽到 觉得他这人太没格局 还好意思当老板呢 迟早得把工厂搞黄 垮掉 浪费 显至暴天天物 周总 江辉一脸猛 本以为周长天 会向着自己说话 谁曾想 他竟怒气冲冲 看着自己 破口大骂起来 江辉刚想开口 又被赵海生强行打断 一瓶酒而已 顶多几百块 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 周总 国毛我喝过 家里也有几瓶 哪怕是几千块的 非天国毛 对您这种大人物来讲 照样不算什么吧 江辉想不明白 一瓶酒而已 周长天反应 怎么会如此之大 诶 你可别捧杀我 这种酒 我没资格喝 周长天听后 急忙摇头摆手 否定 没资格喝 听到周长天这么说 如果不是他身上 闻不到酒气的话 江辉甚至会怀疑 他已经喝大了 什么酒能高级到 连身价故意的人 都没资格喝 江辉想象力有限 实在想不出 周总 您 您再跟我开玩笑吧 挤出一抹僵硬的笑容 试探问 开玩笑 这瓶酒来源于 国际公认 开国后最顶级的 白酒酿造师 国毛之父 肖剑 是他生前最后酿制的 那批原浆 一直被封存着 不对外销售 喝一瓶 少一瓶 只有在国家级宴会上 又或者国毛五十周年 百年庆典这样的大日子 才会拿出 赠送给一小部分重要客户 而这瓶酒 是今年国毛推出 赠送给全球 124位重要客户 名为青鸾的百年纪念款 你知不知道那些人里面 随便一个拎出来 都是万亿身价 周长天说着 还不忘看一眼陈阳 难言恐惧之色 他虽年少有为 却还没膨胀到 敢跟万亿身家的人作对 万 万亿身家 震惊至于 江会心中 仍然抱有一丝侥幸 周总 我想这瓶酒一定是假的 您再仔细看看 他名叫陈阳 乃是三年前 入狱的那个陈家气少 陈家都没有万亿身家 他凭什么 江会坚决不相信 陈阳一个弃子 会和万亿身家四个字 牵扯上关系 陈家弃子 关于三年前的事 周长天也有所耳闻 如果江会说的是真的 那自己确实有可能误会了 保险起见 周长天看向陈阳 礼貌问 我可以好好看看这瓶酒吗 没问题 陈阳爽快答应 周长天先拿起瓶盖 里外看了个遍 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拿起瓶身 盖上 翻转看瓶底 以及输入防围码 到官网进行查验 无论怎么看 这都是一瓶货真价实的国毛 青鸾 怎么样 周总 是假酒对吧 难怪我刚才喝着 味道怪怪的 心理作用下 江会说着违心话 啪 周长天可不惯着他 在已经确认真酒的情况下 当场一巴掌 扇在了江会脸上 江会始料不及 整个人跌跌撞撞出去好几步 一屁股摔坐在了地上 捂着刺痛的脸颊 满脸不紧 问 周总 您 您这是何意 你这个有眼无珠的家伙 这是真酒 你哪来的胆子打开 作为白酒爱好者 江会的行为 令周长天深感厌恶 同时 也是为了表明立场 以免陈阳觉得 自己和江会是一路人 他早已在心中放弃赵文玉 决定以后要与他之间保持距离 这种等级的女人 自己这辈子 无福消瘦 周长天更没赶量 敢以过亿身价 去挑战一名 有着万亿身价打底的顶级富豪 和这种人抢女人 纯属作死行为 周总 哪怕我有错 你也不该打人啊 一瓶酒而已 大不了 我赔给他就是了 江会委屈巴巴说 内心尽管愤怒 却不敢 明着去跟周长天叫板 赔 你赔得起吗 这一瓶酒在拍卖会场上 最近一次的成交价 是一千三百万 一 一千三百万 周长天此言一出 不仅将会险些吓尿 赵文玉 赵海生三人 心中也是万分吃惊 一瓶酒一千三百万 那两瓶加起来 岂不是得两千六百万 不用两瓶 光一瓶酒 就快抵得上他们赵家的工厂了 一想到如此高级 充满纪念价值的酒 居然被江会糟蹋了 赵海生后悔到不行 怎么没早点阻止他呢 早该想到 陈阳和阳城首富关亚之间 属于师徒关系 他拿出手的东西 必定价值不菲 你喝了几杯 周长天逼问 两 两杯 江会颤抖着伸出两个手指 这一瓶酒 差不多三十三杯的样子 看了一眼摆在桌上的空杯 周长天大脑飞速运转 很快得出结果 陈先生七十八万七 两杯酒 七十八万七 听见这个数字 江会两眼一翻 险些昏死过去 属实被这个结果给吓到了 他奋斗大半生 存款十几万 家里还有一套百来万的房子 真要赔偿的话 必须得卖房才行 房子一卖 半生辛苦 将付诸东流 江会舍不得 不过 肯定不能按照两杯来赔 江会刚因为周长天说到一半的话 燃起几分希望 以为他会帮自己说话时 乃曾想 周长天后半句话 原来是落井下石 只听他说 像这种酒 别说开盖 一旦打开纸盒 价格都得大跌 开盖的话 基本上就没价值了 只要不开 放的时间越长 越珍贵 价值越高 以上损失 你全得一人承担 周长天庆幸自己反应得够快 真要得罪陈阳 这辈子百分百毁了 一 一千三百万 我 我真拿不出那么多钱啊 周总 您行行好 放过我这一次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江会诚惶惶惶 流出眼泪 你求我干嘛 那酒又不是我的 周长天用脚甩开 跪形上来的江会 江会这才反应过来 那瓶酒 是陈阳带来的 陈少 陈少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您 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 把我当的屁放了 千万别跟我这种小人一般见识 免得拉低您的身价 江会各种贬低自己 抬高陈阳 一千三百万 一分不能少 陈阳可不会因为几滴鳄鱼的眼泪 选择原谅江会 这得亏自己有点背景 要没这层背景 梅叶清承给的这瓶酒 陈阳可不觉得 以江会的为人 会良心发现 放过自己 绝对是有多难听 说多难听 他先前 也的确是那么做的 陈少 我 打住 我没时间 在这听你废话 陈阳抬手打断 毫无耐心 健壮 江会急了 陈少 你非要赶尽杀绝吗 一千三百万 你想要我死 可以直说 更何况 这两瓶酒是不是你的 还不一定呢 就算真是你的 来源渠道 未必合法 江会站起身 暗戳戳表示 说直白点 他怀疑这两瓶酒 是陈阳从其他人 其他地方偷来的 毕竟 一个刚出狱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万亿身家 抢银行也做不到啊 实在不行 我们报警 让志安来查查 你看如何 好啊 陈阳欣然答应 一点不带怂 这可把江会搞猛了 心说 你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的 按照江会的预想 陈阳听到自己要报警 应该会被 吓得立马开口 要和解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才对 然后 然后 江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报警 让志安把陈阳抓起来 将这种社会毒瘤 再次送入监狱 难道 他只是在 跟我虚张声势 江会忍不住 往这方面去想 因为有利自己 不能怂 坚定决心后 江会拿出手机 故作镇定道 好 我马上报警 心里则想着 你快点阻止我啊 再不阻止 可就来不及了 陈阳毫无反应 一动不动 跟个局外人似的 碰 够了 反倒是一旁的赵海生 坐不住了 一巴掌拍在桌上 起身道 江会 你不要太过分 小杨没你想得那么不堪 他是杨诚官雅背后的高人 于恩师 杨诚官雅 二熟 不过 江会一时想不起来 究竟是在哪听说过这个名字 反观他身边的周长天听后 大惊失色 急忙开口确认问 叔叔 您说的是杨诚那位女首富 官雅吗 对 没错 就是他 赵海生点头肯定 天哪 您 您居然是官总的师父 关于官雅背后 有一高人指点 这些年才能一直顺风顺水 强势崛起的传闻 周长天一样有所耳闻 本以为会是个老太龙中 近百岁的大师 实际却要年轻太多太多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陈阳能拿出两瓶青丸酒 再正常不过 徒弟孝敬师父 天经地义 更别说 还是一个能让徒弟身价万亿的高人师父 换做周长天 巴不得把对方放在供台上 每日好酒好肉供奉 胡说八道 他才多大年纪 怎么可能会是首富的师父 江慧提出疑问 认为赵海生和陈阳 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故意编故事下自己 官总之前 看在小杨的面子上 给了我们工厂 一笔价值三亿的合同 你若不信 我现在就和你去工厂查看合同 或者直接去官总的公司 当面对质 赵海生今天算是和江慧杠上了 见他如此自信 气势汹汹 江慧视若明显 这时 赵温玉也站了出来 不止官总 之前我还在拍卖城看到 江城的第一女首富 叶青城 跟在他身边 叫师父 连叶青城也是他徒弟 要不要那么变态 几人内心 想法一致 对上赵温玉回眸看来的视线 陈阳风轻云淡道 不错 他们确实都是我徒弟 陈 陈大师 误会 真实误会 我先前并不知道 赵小姐是您个女人 听了这妖婆的谗言 所以才 说着说着 周长天干脆弯曲膝盖 跪了下去 啪啪自抽脸 陈大师 在我面前纠缠赵小姐 请您原谅 在得知 陈阳是叶青城 关押两位女首富的师父后 周长天这心 已是紧张到快 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他很清楚 这种大师想对付自己 分分钟 一句话就能让公司破产 从身价过亿 到家徒四币 负债累累 得罪不起 真得罪不起 接着 拿出一张银行卡 双手毕恭毕敬的奉上 此事因我而起 卡里的一千五百万 当作赔偿 请您务必收下 多出的两百万 算诚意 肯定不能当面转走 担心火上浇油 他既然把话 说到了这个份上 陈阳没理由不收 见他收下银行卡 周长天一点不觉得亏 反倒轻松不少 这代表 陈阳原谅了自己 一千五百万 和破产负债 孰轻孰重 周长天不是傻子 拎得轻 陈阳摆摆手 周长天瞄懂 笑道 好嘞 我马上滚 绝对不爱您的眼 等等 把他带上 陈阳示意一眼将会 放过他 陈阳可没说要放过江慧 只是不想 让他继续留在这 妨碍自己吃饭 菜凉掉的话 会大大影响风味 另一方面 江慧平白无故 让周长天损失一千五百万 即使自己愿意放过他 周长天必然不会愿意 那一千五百万 相当于周长天代替江慧给的 但不是白给 即使无法从江慧身上 拿到一千五百万 周长天也会想方设法 榨干他的价值 比如卖去国外 在公海医疗船上 割妖子 取眼角膜之类 好嘞 在他眼上踢踹一脚江慧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陈大师的话吗 赶紧起来 滚蛋 滚 这就滚 江慧自以为逃脱一劫 殊不知 更大的劫难 还在后头等着自己 论手段残忍 周长天属于老江湖了 碰 门被亲手亲脚关上 这场闹剧 总算落下帷幕 小杨 给你添麻烦了 赵海生致歉道 不必放在心上 这件事跟叔叔你们并无关系 陈阳回应说 拉起酒瓶 换了个干净的杯子 给赵海生倒上 来 叔叔 你尝尝 好喝的话 我下次再让人给您送点来 一千多万的酒 再送 听陈阳说的那么轻描淡写 赵海生吞了吞口水 寻思着 反正都打开了 尝尝看也没关系 没必要浪费 正在此时 身旁传来一声惊呼 妈 你怎么了 跟着 赵海生目睹 老婆徐亚捂着心脏 倒了下去 我 我去找药 赵温玉反应过来的第一时间 立马动身 知道徐亚这是老毛病又犯了 踩着拖鞋 快步往卧室赶去 一阵翻箱倒柜后 找出一袋有关心脏的药 种类繁多 加起来有十几种的样子 等赵温玉拿着药 回到客厅 才发现 陈阳早已在赵海生的协助下 让徐亚躺平 然后手中不知 从哪取出几根银针 陆续刺入其左胸口 徐亚原本冷汗淋漓 五官因为痛苦 扭曲成一团的面颊 相较之前 松缓不少 对上陈阳看来的目光 赵温玉连忙拿起手中的白色塑料袋 我把药拿来了 我看看 陈阳打开塑料袋 简单确认了一眼 直接丢到一边 这些药治标不治本 短时间内 确实有缓和疼痛的作用 但无法减缓病情恶化速度 等到哪天 这些药都不管用的时候 人 差不多也不行了 那 那该怎么办 我妈的心脏 属于老毛病了 十几年全靠这些药撑着 赵温玉急得失红眼眶 深感无力 无法想象 这个家失去徐亚后 会变成何种模样 陈阳并未着急回答 见时机差不多 又取出一根判官针 刺入天池穴 下一秒 徐亚突然睁眼 从地上坐起身 啊 嘴巴张大到极限 猛地深吸了一口气 要不是身上干燥着 外人看见这一幕 只不定会以为 他刚刚溺水被救起 我 我这是 缓和后 一脸困惑 他好了 妈 你没事 赵温玉本想上前拥抱徐亚 但在注意到他身前的嬴针后 及时止住行为 陈阳见状 五指一握 一拉 将那几根判官针 毫无感觉地 从徐亚体内拽出 收回特制幕盒中 这幕盒本身就是极其珍贵 世间难得一见的百年药木 加上特殊方法保养 具有自动清洁 杀毒杀菌的功效 为用针法替阿姨护助心脉 平稳病情 短时间内 不会出太大问题 陈阳说着 让赵家妇女二人放心的话 小杨 这些真是多亏你了 否则 我们这些普通人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赵海生牵起陈阳的手 言语间 稍带颤音 都说是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赵海生自以为 这句话用在陈阳身上 再合适不过 短短三年时间 再见陈阳 说是脱胎换骨 换了一个人 赵海生也不怀疑 不仅在商业造诣上 收下叶清城 关押两位女首富徒弟 还懂得医术 而且手法极其高超 赵海生不懂医术 但没吃过猪肉 还没看过猪跑吗 陈阳那一手传奇针法 电视剧里都演不出来 简直神乎奇迹 以前叔叔阿姨那么照顾我 如今你们遇到麻烦 我既然有这个能力 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陈阳心里怎么想 嘴上怎么说 陈阳 你医术那么高超 肯定认识不少名医吧 他们里面 有能替我妈治病的吗 陈阳现在 可以说是赵温玉唯一的希望 我就能治 陈阳直言 你 话音未落 回想起陈阳刚才施展的 那种种神奇治疗手段 短短一分钟不到 便让虚压恢复过来 比特效药还管用 赵温玉没必要 更没理由提出质疑 彻底意识到 眼下的陈阳 与三年前那个 所有人眼中不服管教 纹固到极点的富家子弟 早已不是同一人 有纸和笔吗 陈阳问 有 我去给你找 赵温玉连忙行动 不带犹豫 陈阳的话对他来讲 犹如圣旨一般 给你 很快 赵温玉找来纸和笔 递给陈阳 陈阳接下后 在上面详细写下一副 专门治疗新病的药方 交给赵温 按照上面的药材抓取 每周三 七两天 一贯只取头碗 其余全部丢掉 早晚各一次 阿姨患病太久 需要很长的时间调理 半年基本可以确保 不会再发病 一年可完成根治 一年就能根治 听到陈阳的话 赵温玉跟做梦一样 他和赵海生 已经既不清代徐亚 去过多少顶级医院 可检查下来 钱花了不少 都说无法根治 只能开药缓和病情 防止扩散 反观陈阳 半年不发病 一年可根治 谢谢 谢谢你 赵温玉的表情 笑中带泪 十分动人 一点感受不到悲伤 喜极而泣 小杨 这次我们赵家 又欠了你一个天大的恩情 以后若有用的这个地方 你只管开口 我赵海生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赵海生拍着胸脯 历史倒 那等以后 我缠叔叔的手艺了 来蹭饭 你跟阿姨可不能嫌弃我 陈阳打去说 赵海生先是一愣 玄疾哈哈大笑 不嫌弃 不嫌弃 只要你来 我随时做给你吃 吃到饱 徐亚 赵温玉母女二人 对视一眼不约而同 露出浅浅笑意 之后 吃完饭 徐亚被安排去休息 赵海生接过洗碗的工作 暗示赵温玉去客厅 好好陪陈阳聊聊 抓住机会 爸 赵温玉羞答答看了 赵海生一眼 然后身体很诚实地 往客厅走去 坐在陈阳身边 赵海生看后 笑而不语 自家女儿那点心思 实在太好猜了 经过这种种事后 赵海生对于赵温玉 替自己选中的 这名未来女婿 也是满意到不能再满意 一百分满分 赵海生直接给一千分 仅归婿 与陈阳相比 都得往后靠 赵温玉要真能拿下 陈阳这么的全能女婿 赵海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是赵家祖坟冒清烟了 陈阳 你和以前变化好大 那些老同学 知道的话 一定不会相信 对赵温玉来讲 陈阳唯一不变的 是那份不易察觉 却又细致入微的温柔 以前 人人觉得陈阳是恶少 但赵温玉很清楚 他除了喜欢花天酒地外 并未像其他恶少那样 势强凌弱 不仅如此 在赵温玉被恶霸盯上后 陈阳曾多次主动站出来 替他解围 赵温玉也是因此 对陈阳产生了兴趣 再到浓厚兴趣 越来越有兴趣 直至满眼 心里全是他 或许是到了应该成熟稳重的年纪 陈阳不确定道 下一秒 视线瞥见赵海生拿着手机 一脸焦急地从厨房走出 身上还系着围裙 好 我知道了 你们先稳住 尽量别跟他们发生冲突 等我过去初恋 赵温玉到嘴边的话 也因此咽了回去 起声问 爸 出什么事了 赵海生走到大门边 挂断电话 取下围裙 还不是那个张天 又开始带人闹事 这家伙 真是有个胡缴蛮缠的 听到张天这个名字 赵温玉原本大好 一片晴空的心情 一下阴郁不少 那个张天 怎么了吗 陈阳好奇问 随后 从赵温玉口中得知 张天是他们工厂的 一名骨干员工 不过 此人极富野心 不甘于只当个员工 想要从赵家手里 直接奋一杯羹 再加上他在工厂里混得很开 总是带着一帮人 有事没事闹 要求掌心 或者各种提条件 这些条件表面看着是为大家 实则全是张天那点小心思 一次次露出獠牙 想从赵家身上 咬掉一块肉 以此威胁赵家 如果不答应他的条件 后果自负 我们主作精加工 培养一个技术员 需要很长时间 要真让他带走那些人 短时间内想要恢复 几乎不可能 只能接点小订单 勉强度日 赵温玉大方说出 赵家面临的痛点 所以 他这次是见你们拿到了 和官市集团的三亿合作订单 又想顾忌重施 陈阳一眼看破问题关键 这眼光果真毒了 不做隐瞒 点头肯定 没错 他想要股份 掌握话语权 然后一点点蚕食我们 倘若张天只是单纯想要股份 增加个人利益 那么 赵家看在他以往的功绩上 或许会答应出让一小部分 但 张天最近频频被赵家员工发现 和竞争工厂走得很近 甚至存在不少金钱往来 知道这些后 这个口子 赵海生实在不敢开 饕贴的胃口 岂是那么好满足的 我也一起去 事关徒儿的利益 陈阳肯定不能坐视不管 正好吃的有点饱 到处走走 消消食 片刻迟疑后 赵海生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七八分钟后 由赵海生负责开车 三人驶进赵家工厂 刚进门 就见两部人吵了起来 一波是对赵家忠心耿耿 相互成就的老员工 一波是以张天为主的新势力 一方骂对方是白眼狼 一方回骂思想老旧 不思进去 争执得不可开交 在这样发展下去 极有可能真的打起来 爆发武力冲突 陈阳清楚瞧见 有人藏在背后的手 捏着一把大扳手 别说一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 哪怕小孩用那扳手砸在身上 照样能把人疼得呲牙咧嘴 都给我冷静点 别乱来 停稳车 赵海生打开车门 走了下去 扯着嗓子喊道 把身为老板的威严 气场 展现得淋漓尽致 赵总 你总算来了 不是我说你们赵家 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拿下三个亿的合作 不给我们这些 整天累死累活的人 来点实质性奖励 张天阴阳怪气温 合作是长期的 按照合同来 属于你们的工钱 我一分不会少 赵海生态度坚决 话比谁不会 不如来点实际的 兄弟们 咱们要什么 涨工资 涨工资 那些人跟着大喊 张天 你不要太过分了 今年才过去几个月 我已经给你们涨了三次工资 论员工福利 远远超过其他厂 赵海生一个老实人 都快被逼得破口大骂 过分 我为自己为兄弟们争取利益 有何过分 你们这些资本家 一个比一个为善 张天反咬一口 玄机 动身朝赵海生走来 把手搭在他肩膀上 背对众人 小声说 赵总 你要不想三天两头 遇到这种烦心事 延误工资 不如老老实实出 让百分之三十股份给我 放心 一分钱不会少你的 别人都是邪天子 以令诸侯 张天则完全反过来 想邪诸侯 逼迫赵海生 这位天子奋全 张天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王浩存之间的那些事 大可告诉他 想用这种手段搞垮赵家 他想多了 赵海生撇开张天的手 拉开距离 张天手将在半空 势然一笑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转身 面对众人 各位兄弟 赵总这次不愿意加薪啊 拿着三个亿的合同 去给咱们一个月几千万把块 这合理吗 罢工 必须罢工 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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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在那几十人中 一呼百应 给人一种土皇帝的既视感 声势越来越大 张天 你不要太过分了 赵温玉忍无可忍 走下车 怒斥张天的无赖行为 哟 这不是我们的赵家大小姐吗 你怎么来了 看到赵温玉 张天眼神微变 那目光饱含欲望 毫不遮掩 就那么大大方方的游走于赵温玉全身 贼没熟演到 该不会是响歌了吧 你无耻 赵温玉气得花枝乱颤 却拿张天一点办法没有 嘿嘿 多谢夸奖 张天不怒反笑 看向赵海生 赵总 要不你干脆 把温玉嫁给我算了 这样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再遇到这种事 我肯定向着你们 绝对诚信 诚信 这两个字从张天嘴里说出 赵海生 赵温玉一个字 一个标点符号 都不信 被他欺骗 玩玩就丢的女人 光他们知道 找上门的就不少 赵温玉可不想把自己的未来 交给如此败累 你做梦 想罢工 想辞职 好 没问题 我同意 见张天竟然盯上了自家女儿 触及底线 赵海生忍无可忍 在人群中 找到负责人士的 开口道 老杨 今天之内 给他们办理离职手续 该发的 该补偿的 一点别亏待 免得让人借题发挥 说我们恶意对待员工 好 老杨重重一点头 见赵海生同意了自己提出的辞职 几十人瞬间慌了 赵家工厂的待遇 各种福利 同等级下 放眼整个江城 绝对能轻松排进前世 他们从未想过要辞职 一些人是吃到了甜头 另一些人 则是收了张天的好处 被其蛊惑 才答应闹事 本以为赵海生 会像以前那样妥协 哪曾想 他这次 居然真的点头了 赵总 误会 我们没想辞职 赵总 是他拿钱让我闹事 我没想过要离开 我承认 我利欲熏心 我反思 我忏悔 赵总 求求您 别开除我 眼见这群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居然怂了 张天火冒三丈 被人一炸就妥协 你们注定穷一辈子 张天 你被开除了 赵海生宣布道 很庆幸 自己赌队了 啥玩意 你要开除我 你疯了 张天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 产生幻听 你没听错 你被开除了 赵海生斩钉截铁道 赵海生 你别以为自己赢了 我告诉你 我堂哥可是四海会的人 得罪四海会 下场如何 你不会不知道吧 张天渐软的不行 索性来硬的 出言威胁 果然 听到四海会三个字 赵海生面露难色 底气不足 而坐在车上 纵观全城的陈阳 却是倾笑出声 四海会 早已被他打服 丢给关雅负责管理 见赵海生 听见四海会几个字 面露难色 张天又抬头挺胸 一脸桀骜 顺便提醒你一句 我堂哥在四海会 是校虎堂堂主 张孝凡身边的当红人物 张孝凡 闻言 赵海生的面色 又变得凝重不少 毫无血色 关于张孝凡这个人 在江城 名声赫赫 曾创下过一人一刀 从上百人的追杀当中 凭气势 硬生生砍出一条出路 等到四海会大军赶到 一举团灭 毫不夸张地说 张孝凡是奠定四海 会在江城影响力 最重要的几人之一 不然 他也不会成为唐主级人物 如此狠角色 可以的话 赵海生真不想招惹 张天 以及他背后那位堂哥 赵海生都可以不当做一回事 但 打狗还得看主人 当狗的被欺负了 身为主人的张孝凡 又岂会坐视不管 传出去 他威严何在 连手下都保不了 以后还怎么负重 到时 赵家必然会成为 张孝凡攻击的对象 惹不起 真惹不起 正在赵海生想着 要不要与张天和解 各退一步时 陈阳站了出来 既然如此 你便把张孝凡 和你堂哥叫来好了 你又是哪根葱 这里啥时候 有你说话的份 张天脸上 笑容消失 他看出赵海生怂了 正欲妥协 谁曾想半路杀出 陈阳这么个成咬精 净坏自己好事 自然不可能 给他好脸色看 凶相毕露 小阳 我看要不算了 四海会不好惹 赵海生知道 陈阳想帮自己 但老话常说 强龙不压地头蛇 真要得罪四海会 哪怕陈阳医术通天 纵横伤道 免不了会被那些 阴险狡诈的家伙放冷箭 鸣枪一躲 案件难防 陈阳帮赵家 帮的已经足够多了 赵海生不想再拖他下水 喂 臭小子 你把话说清楚 你是不是瞧不起四海会 啊 张天则抓住机会 快步走了上来 企图抓住陈阳的衣精 继续扮胸 借陈阳杀鸡儆猴 逼赵海生出让更多利益 只要让竞争工厂 顺利拿到赵家工厂的股份 事成之后 他能同笔获利 至少百分之十 拿到那笔钱 足够他潇洒快活好一阵 继续去祸害其他人 陈阳眼急手快 抓住张天的手腕 臭小子 你给我松手 松手 张天几次尝试挣脱 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陈阳的力气在他看来 和蛮牛没区别 眉头紧皱 不解 这小子是吃什么长大的 看着若不经风 一副书生相 力气倒是步 咔嚓 啊 突然惨叫出声 手腕惨遭陈阳瞬间发力 拧断 陈阳往前一推 一松手 张天跌跌撞撞出去好几步 然后一屁股摔坐在了地上 啊 我的手 我的手 你这个混蛋 你敢吹我的手 绝大多数时候 张天依旧靠手艺吃饭 现如今 手被陈阳吠了 他怎能不怒 哪怕现在医疗条件好了 能够治愈 术后却免不了会留下杂七杂八 各种后遗症 断过一次 肯定不如原来好用 张天会落的这个下场 纯属旧由自取 陈阳无心回应 浪费口水 那眼神 与看待白痴并无区别 感受到他对于自己的蔑视 张天怒火中烧 决定让陈阳好好看看 他与自己之间的差距 回头扫一眼 刚才跟着他闹市的那群愣头青 谁要能替我 卸他一条胳膊 我出一万块 笑容阴险毒辣 当然 你们想要日入四万的话 我也不介意 日入四万 说直白点就是 张天想要打断陈阳的四肢 让他彻底沦为废人 比自己更惨 所有人你看我 我看你 大眼瞪小眼 半分钟后 几十人纷纷行动 包围陈阳 逃出事先藏在背后 例如大扳手之类的顿气 重金之下 必有永夫这句话 永远适用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反正都要被开除了 不如把握住机会 狠狠赚一笔 废掉四肢 就能赚四万 这种好事 去哪找 真要拿到赏金 这笔钱 够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潇洒好一阵 不赚白不赚 小子 敢跟张哥动手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 今天必须留下一条胳膊 说着 一名染着黄发的青年 高高举起手中扳手 朝陈阳冲了过去 众人刚想可惜 被黄发青年抢先一步 夺走一万赏金时 碰 哄 一道狂风呼啸的声音 自面前响起 隐约瞧见 一道黑影从眼前飞出 因为速度实在太快 他们也没看清楚 那是什么 以为产生幻觉 不多在意 视线回到陈阳身上 想好好看看他被砸碎 砸断一条胳膊的可怜模样 只是 这目光回去后才发现 本该近身陈阳的黄发青年 竟凭空消失了 难道 猛然意识到什么 所有人齐齐转身看去 果然找到 躺在十几米开外 口吐白沫 胸口黑色短袖上 清晰可见 一道脚印的黄发青年 这小子 一脚把人踹飞那么远 直接踹鱼 他们才反应过来 这钱没自己想象中的好转 必须承认 低估了陈阳的战斗力 面面相去 几十个人 硬是被陈阳一人一脚 震慑的不敢再轻举妄动 一群废物 看得张天忍不住破口大骂 我出十万 谁要能替我废了他 这笔钱就归谁 张天继续增加筹码 他实在太想看陈阳被打得半死 奄奄一息的模样 张天就是要让陈阳清楚明白 只要他想 随时可以玩死陈阳 他有的是钱 有的是人愿意替他卖命 这 极是差距 本以为自己此话一出 陈阳肯定得被吓得面色苍白 可当目光落在他脸上后 才发现 他竟然面不改色 仿佛把自己的画 当成了空气 这小子 还真是有够嚣张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嚣张多久 张天这么自信 不是没理由的 二三十号人 已是在十万块的重金诱惑下 冲向陈阳 喊打喊杀 恐怕会比别人晚一步 找死 陈阳时只夹住八根判官针 眼神漠然 对于喜欢做死的人 陈阳向来不吝啬 总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双臂打开 如大鹏斩翅 冲在最前面的几人 脚刚踏入半径五米范围时 双手猛然向前一挥 八根判官针 以目不可查之事 接连穿透数十人 以执法掌控方向 进行串联 好似一张珠网 搞什么 张天眼看着扳手 马上要砸在陈阳脸上 几十人却如同事先商量好的一样 停下脚步 仿若时间定格 难不成 想做地起架 狮子大开口 以往这种套路 都是张天用在别人身上 如今被反向制裁 心里属实不好受 但又无可奈何 因为不增加筹码 使唤不动那群人的话 从陈阳出手 张天担心自己今天不止会被废掉一只手 他已做好了讨价还价的心理准备 却迟迟等不来对方开口 正当他决定主动提起家前时 陈阳五指抓住八根丝线 稍微用点力 原路收回判官针 几十人顿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 接连倒了下去 身体四肢软弱脱骨 不听使唤 无力抬起 沦为植物人 一个还好 所有人全部这样 着实把张天吓了一跳 觉得太过诡异 倒在地上的几十人 内心更是无比惊恐 总感觉模模糊糊 能看见一黑一白两个人 在远处冲自己招手 陈阳并未着急下死守 提前他们死亡之日的同时 延迟了几天 这几天时间内 他们的身躯会迅速走向衰败 如同鲜花枯萎 直至彻底凋零 对待想废掉自己四肢 以此牟利的人 陈阳可不懂 何谓心词手软 延缓几天死亡 也只是为了撇清关系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至少以现代科技 不可能查得出 这群人是死于他之手 陈阳可不想因为这群败类 被官方三天两头找上门 配合调查 能做到完美 肯定没理由自找麻烦 他难道会法术 陈阳出手的速度实在太快 以至于赵海生根本没能看清 只看到他双手一挥 连碰都没碰到那些人 几十人瞬间倒地 丧失战斗力 别 别过来 我堂哥 可是校虎堂主身边的当红人物 左右手 见陈阳朝自己这边走来 张天被吓得不轻 大喊大叫 抬起一只手 试图阻止陈阳靠近 陈阳一言不发 加重脚步 每一步都宛如踩在了 张天那颗幼小的心脏上 令其恐惧不已 不多时 陈阳停在张天面前 面无表情 语气更是不掺杂一丝感情色彩 冷漠问 你想飞我四肢 我堂哥 陈阳听得烦了 一脚抬起 踢踹在张天的左肩膀 张天面色一宁 来不及感受 肩膀大块骨头碎裂的感觉 整个人已是不受控制 如同皮球般滚飞出去 碰 撞在铁皮门上 凹陷下去大块 发出如撞中般的巨响 张天脸埋在地上 因为双手被吠 无法使用 好不容易才成功扭头 避免被泥土活活憋死 瞳孔地震 眼角余光清楚瞥见 陈阳势如沙神 朝自己这边一步步走来 别 别打我了 我道歉 我可以出钱补偿你 十万 二十万 不 三十万 张天崩溃大喊 话音颤抖明显 这原因他与四海回那群人走得很近 自认为见过不少狠人 但与陈阳比起来 总感觉小屋见大屋 论狠 他们在陈阳面前 全是弟弟 陈阳不予回应 等等 你想干 张天极力一动眼眸 想看清陈阳踩在自己小腿上的那只脚 未知 加重了恐惧 陈阳毫不犹豫 一脚踩下 踩扁血肉 踩碎骨头 啊 张天的惨叫声 瞬间扩散出去 响彻整个工厂 哪怕他人在前门 后门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听得在场所有人 包括赵温玉 赵海生 这内心 皆是不由一锦 没想到陈阳看似人畜无害的面孔下 形势风格如此残忍暴力 霸道至极 万兴自己没站在他的对立面 否则 后果难以想象 你敢废我四肢 我堂哥不会 咔嚓 啊 不给张天把话说完的机会 陈阳踏碎了张天最后一条腿 这下 他四肢全废 陈阳做到了张天想做的事 只不过被血虐的对象 变成了张天自己 张天不甘心 恨意滔天 双目血红 咬紧牙关 恨不得现在就将陈阳抽筋八匹 碎尸万段 然后再拿去喂狗 这样才能彻底平息他内心的怒火 小子 你别太得意 我刚才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我堂哥马上就会带着四海会 笑虎堂的人赶来 到时 哪怕你本是通天 照样死路一条 张天笑了 而且越笑越癫狂 是吗 那你猜猜 在那之前 你会不会先死在我手里 陈阳反问 一句话 险些令张天心脏骤停 知道自己说错话 要五扬威早了 人身上一共有二百零六块骨头 你说 我要是一根一根折断 你能挺到第几根 陈阳问 恶魔 你就是恶魔 你不得好死 准确来说 此时在张天眼里 恶魔比起陈阳 算善良 这家伙 才是真正的炼鱼恶魔 破 见张天还敢跟自己嘴硬 陈阳一脚踢在他腰腹上 人飞出去 肋骨断裂打扮 以此让他知道 嘴硬的下场 咳 张天面色惨白如灰 嘴巴不受控制地张开 鲜血从中喷出 建设半迷远 住手 都他妈给我住手 下一秒 一道令张天 重燃希望之火的声音响起 堂哥 救我 张天委屈到哭出声 臭小子 放开我堂殿 张棋带着一大票人 如洪水般从大门涌入 不放 你又能如何 陈阳抬起脚 踩在张天脑袋上 我能杀你 张棋咬牙切齿说 行似疯狗 你试试 陈阳笑他太天真 找 张棋话刚出口 听见响动 侧目注意到 身后那辆黑色轿车 车门打开 赶紧变换一个态度 赢了上去 樊爷 这点小事 我来就好 乃用您出手 身为校虎堂主的张孝凡 并未理会张棋 目光直勾勾看着陈阳 带着聚焦 看清楚那张脸 内心猛然一阵 果然是他 臭小子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把伞取来 太阳那么大 万一把樊爷晒伤怎么办 张棋为表忠心 随即选中一名小弟 一脚踢了过去 那名小弟不敢怒 不敢言 按照张棋所说 网停在路边的几辆车 一路小跑 前去取散 樊爷 您在这看着就好 那小子 我来解决 保证让他后悔 跟我们四海会为敌 终身残废 听到终身残废四个字 张孝凡猛然从震惊当中 回过神来 旋即 不由分说 直接高举起手 啪的一声 这巴掌 不受控制地跌倒出去 笑容还没完全消失 待到下盘稳住后 才抬手捂着脸 疑惑至极地看向张孝凡 樊爷 您 您这是何意 张孝凡压根不屑于 跟张棋解释 大步朝着陈阳走去 要张棋自己猜想 张孝凡这大概率 是嫌自己太出风头 抢了他的表现机会 方才动手 意识到又能怎样 面对这种体量如山 碾压自己这根小草的大人物 张棋与那名前去取散的小弟 并无二致 皆是不敢怒 不敢言 人家大老想表现 只能顺从 老老实实把机会奉上 对此 张棋倒是无所谓 能解决问题就行 至于那一巴掌 除了忍 别无选择 至少十年内 以张孝凡如今在四海会 整个江城的名声 地位 影响力 均不是张棋能够撼动得了的 他要想活命 再多委屈 愤怒 只得通通打碎 强行往肚子里下咽 张孝凡 凡爷 居然打算亲自为我出头吗 再会错一方面 张天与张棋 确实是毫无疑问的亲兄弟 小子 凡爷都出手了 你就洗干净脖子 等死吧 张天狂笑 陈阳听得心烦 脚上忽然加重力量 直接踩裂张天的下颚 牙齿大颗大颗脱落 与鲜血一起 从嘴里狂涌出 令他再无法开口叫嚣 勉强还剩一口气吊着 陈阳不让他死 阎王来了都不好使 令其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看到陈阳完全不理会 张孝凡的存在 继续对张天痛下杀手 赵海生 赵温玉妇女二人 这心 已是悬到嗓子眼 急到快跳出来 替陈阳捏了一手心冷汗 满脑子想着 要找机会报警 让治安官赶来处理这件事 对方人多势众 且都是一顶一的打架好手 担心陈阳会因此受伤 甚至丢掉性命 张天 目睹堂帝被人如此折磨 张棋对于陈阳的杀意 再凡数倍 咬牙切齿 臭小子 敢再凡爷面前嚣张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张棋自认为不算太聪明 在张孝凡手下 是出了名的猛夫 但眼下 他觉得和陈阳比起来 自己的智商绝对碾压 毕竟他不会蠢到 去挑衅张孝凡 这在张棋看来 与在刀尖上跳舞 没任何区别 纯属自寻死路 下一秒看到的画面 却如同一只无形大手 再次狠狠一巴掌 打在了他脸上 虎曲一阵 只见张孝凡在抵达陈阳面前后 并未如同张棋 张天兄弟二人想象中那样 对陈阳暴力出手 反而弯曲膝盖 跪了下去 磕头喊道 校虎堂张孝凡 见过会长 会 会长 此言一出 张棋眉目紧锁 当场惊掉下巴 他很清楚 能让张孝凡与会长相称的人 只有一位 那就是四海会的会长 四海会会长 他有幸见过一面 不说长相如何 光年纪就差了二三十岁 张棋百思不得其解 张孝凡这一生会长 从何而来 难不成这小子是其他势力的会长 这个答案 很快又被张棋给否了 以四海会如今在大夏 江城的影响力 张孝凡身为堂主 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给人下跪 越想 头脑越是乱作一团 难以理解 赵温玉 赵海生同样颇感意外 原以为的那些 紧张刺激的血腥场面 并未发生 在他们看来 名声显赫的江湖人物 居然在跪拜陈阳 满脸顺从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他们也弄不明白 你认识我 陈阳搜遍记忆 不记得有见过张孝凡这么一号角色 副会长给我们所有堂主发过您的照片 再三盯住我们 见到您以后 必须静若神明 若有冒犯 人头若地 张孝凡解释道 听他这么一说 陈阳当即肯定是徒弟关雅的手笔 事实的确如此 在关雅看来 尽管他如今手握四海会绝对打拳 但那只是表面 在他心目中 陈阳才是四海会真正的掌控者 说一不二 凡衍 您 您为何要给他下跪啊 张骑士再看不下去 走上来问 距离太远 隐约听见 张孝凡有提到附会长三个字 身后一众手下 也是大眼看小眼 一脸猛逼 在他们的记忆 于认知中 张孝凡属于绝对的霸主及狠人 咳嗽一下 江城都得阵三阵 可如今 这样的大人物 居然给一个看着与他们年纪相仿 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人下跪 着实难以接受 怀疑张孝凡老了 不负当年凶猛 头鹤道 凡爷 您这样做 实在有损您在兄弟们心中的形象 魏毛给他一个名不见经传 乳秀未干的小屁还下跪 张骑不服 混账东西 怎么跟会长说话的 赶紧跪下 磕头认错 看在张骑曾替自己立下不少功劳 身为左右手的份上 张孝凡才决定拉他一把 给他下跪 张骑呵呵一笑 我摇板硬 跪不下去 他更没资格让我下跪 表达态度的同时 依旧不忘狠狠踩一脚陈阳 张孝凡听后 紧张到不行 尤其是在看见陈阳黑下来的脸色后 更是不寒而栗 直到张骑这个人 今天是保不住了 再保下去 他活不了 自己今天也得一并交代在这 站起身 面向张骑 凡爷 张骑还以为 张孝凡这是把自己的话听了进去 可随后 胸口如车壮 倒飞出去 无力起身 刚缓和一点 准备爬起 又被跟上来的张孝凡 狠狠一脚踹在腹部 踢断肋骨 我给你脸了 陈先生乃是四海会的新任会长 你一个三流打手 乃来资格诋毁 什么 他 他是四海会的会长 听闻这句话 无论张骑 那一众手下 又或者赵家妇女二人 甚至连半梦半醒 意识即将断开连接的张天 也被吓得瞬间清醒不少 张骑双手抱着脑袋 一副防守姿态 面色难看 唇角抽搐 问 凡爷 您再跟我开玩笑吧 他怎么可能会是四海会的会 话说一半 张骑忽然想起 最近是有人听说过 四海会上层 惨造一股神秘力量大清洗 权力结构被洗牌 会长之位 似乎被一个杨诚爱的女人 姓关 给做了 原以为有人信口开河 越传越离谱 没想到是真的 卧槽 原来传言是真的 会长宝座 真的一主了 可我怎么听说 新会长是个女人 好像叫关雅 是杨诚女首富 关雅 我之前确实看见过 她有出现在我们四海会的核心地盘 首富 头脑一定很好 我觉得没问题 转型后的四海会 一定会在她的带领下 变得更加强大 到时 咱们这些人 也能多分一杯羹 如果真像你们说的一样 樊爷为何要叫那人会长 关雅 杨诚首富 听到耳边传来的议论声 张奇总算回想起 为何会觉得 这个名字在哪听过 耳熟了 毕竟是首富 肯定经常出现在各种新闻 报纸上 自己看过后 会留有记忆 很正常 仿佛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在张孝凡的拳头 即将落在自己身上时 大喊 樊爷 四海会的新会长 不是杨诚关雅吗 您是不是误会了 关雅是四海会的新会长 闻言 赵海生 赵温玉妇女二人互看一眼 悬着的那颗心 稳稳落地 总算理解 陈阳为何从头到尾 都能保持淡定 毫无拒异 原来 他的徒弟 除了杨诚首富这层身份外 还是四海会的新院会长 张天 张奇他们 这次属于是撞枪口上了 你消息还挺灵通 不过 关小姐只是四海会的副会长 全权代理会长处理各种事务 四海会真正的掌权者 正是你面前 这位陈先生 提高嗓门 张啸凡恐怕在场之中 有人会听不见 提前给他们打好预防针 下次再见到陈阳 必须当祖宗一样 供起来 谁要敢对陈阳不敬 可别说他张啸凡不念旧情 这个旧情 张啸凡可不敢念 念了 就得死 关小姐是副会长 她才是郑会长 除此之外 陈会长与关副会长之间 还是师徒关系 张啸凡随后一句话 更加令张琪心如死灰 张天何尝不是万念俱灰 被吓得晕死了过去 不难猜到 自己之后会是怎样一个结局 打 给我狠狠地打 然后把这两个家伙拖出去 装进水泥桶 沉湿柳降 张啸凡命令到 态度坚决如铁 不容置疑 这一刻 众人恍然大悟 张啸凡的那份心狠手辣 从未消失 不 凡爷 陈会长 求求您 放我一 不等他把话说完 一群着急撇清关系的手下 已是剑步如飞 冲上来 层层包围张啸 拳脚如雨点般密集 只要有机会 立刻落在张啸身上 一点不担心会打死人 因为他已是个必死之人 陈阳则跟着没事人一样 回到赵温玉 赵海生面前 扫一眼地上躺着 被他判官侦探了必死结局的人 开口道 替代他们的人 我会安排 小杨 我们赵家又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这辈子 恐怕都还不清了 赵海生心情复杂 大恩大德 唯有让赵温玉以身相许 老实说 在陈阳如今这层层光环 身份之下 赵海生总感觉 嫁女儿与其说报恩 反倒是自己和赵温玉 捡了大便宜 赵温玉想法一致 只能说 不是一家人 不敬一家门 之后 由张啸凡的人负责处理干净 在场那些无用之人 让赵家工厂 重新恢复运转 以这个体量来讲 都不需要叶青城 官雅两个徒弟同时出手 官雅一人 就能轻轻松松找到替代的技术源 不仅比先前那些抢头草资力更深 技术方面也是远超 陈阳意外注意到 工厂大门外的一道熟悉身影 赵叔叔 温玉 我有点私事要去处理 就不打扰了 陈阳告别道 你 路上小心 赵温玉尽管不舍 却也没有强求陈阳留下 好 下次见 陈阳转身离开 看到陈阳走远 和另外一个论颜值 身材 完全不输自家宝贝女儿的人打招呼 赵海生抬起手 落在赵温玉肩膀上 轻轻拍了拍 放心大胆地去做 爸爸永远支持你 况且 只要没结婚 咱就还有机会 爸 你说什么呢 赵温玉翘脸飞红 娇羞走开 看看快步离开的赵温玉 再看看早已不见身影的陈阳 以及那名神秘女子 赵海生忍不住一声长叹 看来 想收下这个全能女婿 任重道远啊 计划等下一次陈阳再来家里吃饭 要不要助攻一下 总觉得 像陈阳这么优秀的人 身边群方环绕 让赵温玉继续自由发挥 只怕胜率渺茫 让赵海生眼睁睁看着 如此优秀的女婿 被别人拿下 他实在舍不得 内心已然认定 陈阳是最适合赵家女婿的人选 没有之一 决定今晚回去后 与徐亚一起 好好给赵温玉补补课 以过来人的身份 教教他 该怎么拿下男人的心 一辆越野车上 怎么 又想挨打了 陈阳看一眼 坐在驾驶位上的战神女徒弟 林玉龙 打去问 乔师傅您这话说的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 我有什么特殊癖好呢 林玉龙撇撇嘴 翻了个白眼 知道陈阳是在开玩笑 同样打去说 徒儿今天来不为挨打 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拜托师傅 所以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 陈阳侧目确认 眼路边的状况 怎么看 都不像是回富山居的路 应该说 离城中心越来越远了 想知道 林玉龙这葫芦里 到底在卖什么药 我能先保密吗 林玉龙故意卖着关子 那我能先揍你一顿吗 陈阳露出同款微笑 敬险和善 别 师傅 我错了 林玉龙见识不妙 连忙认怂 之后 一五一时 将自己来找陈阳的目的 全盘拖出 原来 林玉龙最近又研究出了一套 新训练方法 想让陈阳把把关 看看哪里还有改进提升的地方 如果没问题的话 林玉龙准备提交上层 全国范围推广 这套方法 不仅适用于特战兵 稍微删减一下 也可以下放 作为武警 特警 消防 等日常训练科目 对于体能 作战能力 会起到三倍提升 陈阳深知 没有大家 哪有小家的道理 这种事 他并不介意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早说不就行了 在这拐弯抹角半天 陈阳无语一眼 是是是 千错万错 都是徒儿的错 师傅您坐稳 已经出城区 我要加速了 林玉龙一边提醒 一边猛踩油门 速度拉满 这种颜色的车牌号 数字又是在市区外 哪怕超速 只要不发生意外 大家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特权肯定是有的 毕竟贵为战神 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硬是被林玉龙 缩短到半小时不到 这一路 陈阳完美体验了一把 坐在职业赛车手 副驾驶位上的感觉 换做其他人 此刻八成 已经蹲在路边 呕吐不止 陈阳 跟个没事人一样 脸不红 心不跳 面不改色 环顾四周 注意到一道 一眼望不见镜头 高七八米的围墙 由此不难判断 这里绝对不是普通人 可以随意进入的地方 尤其是在看到 站在门口的那名 全副武装的小战士 身姿笔挺 站如松 眼神中 更是带着凌然的杀气 不怒自威 让人望而生畏 寻常人被倘若被瞪一眼 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弱点 都会不禁双腿一软 林战神 车窗降下 肃然起敬 旋即扭头示意放心 店门缓缓开启 辛苦了 说完 林玉龙把车开进了特战区 以前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 新建的 陈阳随口问 嗯 林玉龙点点头 说明道 一年多前的事了 为方便支援东南 特别设置的特战区 专门由我负责训练 没看出来 你还挺受重用 陈阳打去说 林玉龙黑黑一笑 这还不是师父您教导友方吗 要没有您 徒儿估计这辈子 顶多当个战王 想要成为战神 希望渺茫 所以 叶青城 关雅那些人会入狱 有机会拜我为师 离不开你的暗箱操作吧 在知道林玉龙的战神身份后 陈阳其实就已经猜到了 应该说 那些人身在黑山监狱 却总能在学城后 随意离开的事一多 免不了引起陈阳怀疑 刚好这些人 又集中在林玉龙管辖的范围内 毕竟 我们这些当战神的 可不是光上阵杀敌就够了 家里发展好了 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放心上阵拼杀 林玉龙说出真实想法 况且 师父你也说了 希望多找些可造之才 锻炼他们的同时 提升自己 不是吗 徒儿为了发觉 挑选出这些人 可没少花功夫 经常几天几夜不合眼 一度熬出黑眼圈 林玉龙故作委屈 好好 知道你辛苦 待会我会多提点意见的 他那点心思 作为师父的陈阳 还不清楚吗 天底下 果然师父您最懂我 林玉龙玩耳一笑 回到狱中拜师这件事上 一开始确实是 林玉龙挑选人才为主 随后 陈阳也会选中一些 自己看得顺眼的人 但在名声传出去后 越来越多人 开始想方设法 进入黑山监狱 只求见到陈阳 败入他门下 也就造成 黑山监狱 各路风云人物数不胜数 随便挑出一个 都有可能是万亿身家 某某金融大佬 豪门家族领袖 陈阳对于家族背景这些 其实并不感冒 主要还是看人 没有演员 朽木 或者杀戮心太重 伤天害理者 统统不收 助纣为虐的事 他可不会做 哪怕做了 无人能奈何得了他 因为如今 他的实力 纵然是老头子 照样无力招架 应当说 在陈阳败入老头子门下的半年后 单论武力 陈阳已然能和他五五开 不分重搏 随后这差距 更是越拉越大 以至于老头子不得不 不停拿出新东西 来显示自己身为师父的厉害 但总会很快 被陈阳尽数学去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原本 老头子是不想传授陈阳 那么多东西的 等反应过来 才发现 自己养出了一个无敌小怪物 得亏陈阳自身约束力不错 否则 老头子不敢想象 他若欲望膨胀 这天底下 谁又能拦得住 万幸自己赌对了 师父 我们到了 林玉龙解开安全带 提醒道 嗯 陈阳应了一声 同样解开安全带 开门 下车 一二一 一二一 刚下车便能听到 看到 一队列一队列的人 绕着操场跑圈 动作整齐滑衣 就好像是复制粘贴出来的一样 配合十分完美 等等 那是林玉龙灵战神吗 天哪 真的是灵战神 他身边那个人又是谁 不清楚 没见过 不过这身姿看起来不简单 肯定练过 林玉龙这样的风云人物一出现 别说刚入特战区不久的新人 哪怕是老人 一样忍不住热议 动嘴而已 并不耽误脚下 手上的动作 对物整齐度 丝毫不简 陈阳不难从他们的言语间 听出崇拜之意 师父 这边请 文言 陈阳收回目光 跟着林玉龙一起离开 目睹这一画面的众人 心乱了 我没看错吧 林战神为何对他如此尊敬 你没看错 别问 问就是不知道 该不会 他也是一位战神 作为战神来讲 会不会太年轻了 没听说过 有这么年轻的战神 讨论不止 几分钟后 陈阳一路跟着林玉龙 来到武斗场 刚进门便见一道身影 从眼前飞出 然后 一股别角至极的大下雨 传入耳中 这就是你们大下的精锐力量吗 很一般 太令我失望了 陈阳追寻声援方向看去 桥间擂台上 站着一名金发白皮的寸头外国男子 肩膀上 还佩戴有白头鹰文章 明显是鹰派人的特战兵 似乎看出了陈阳的疑惑 林玉龙提前做出说明 这些是鹰派那边派来进行探讨交流的特战兵 每年都会送一批过来 走个形式 收回你的话 我输给你 是我既不如人 无法代表整个大下 那名被击飞下台的特战兵手捂着胸口 艰难在同伴的搀扶下 站起身 他必须承认 自己轻敌了 你背后是大下 我背后是鹰派 为何不能代表 难道你想说 自己不是大下特战兵 由于太过复杂 鹰派人选择用外语回应 至于能否听懂 那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至少在约翰看来 鹰是鹰语 才是世界最主要的语言 没有之一 他们鹰派身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 没理由迁就其他人 只能是别人附和他们 你 小战士背对得哑口无言 他内心 已能够成为大下特战兵为荣 自然不想割断关系 比也不是这么个比法吧 你一个三年精锐 和训练了不到一年的新人比 双方实力 肯定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我记得你 这三年 你可是一次都没缺席过 之前两年 没记错的话 一直惨败 我们同年段的特战兵马 林玉龙回枪道 林玉龙 确认来人 约翰欲言又止 他还没蠢到 敢在大下的地盘上 跟一位大下战神叫嚣 真要这么做 哪怕对方杀了自己 鹰派也不敢多说 毕竟是他挑衅在先 对方又是一国战神 鹰派不可能为了一个特战兵 选择与大下开战 赌不起 更不敢赌 最重要的是 无力可图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他们并不在乎会死多少人 总会有人源源不断 不远千里 想要加入鹰派 拿到绿卡 这便是他们的底气所在 玉龙战神 小战士拖着沉重 胸口仿佛快要撕裂开的身躯 来到林玉龙面前 缓缓开口 拜见玉龙战神 见他如此难受 林玉龙又不会医术 只得看向 寄希望于陈阳 陈阳快速出手 在小战士胸口上点了两下 旋即 小战士面色骤然一变 挖地吐出大口鲜血 第一时间动身 挡在小战士面前 充满敌意地盯着陈阳 误以为陈阳想伤害小战士 可紧接着 背后便传来小战士惊喜的声音 奇怪 不 不疼了 真的不疼了 好神奇 不疼了 同伴转身看去 才发现 小战士刚才还要死要活 此刻却跟个没事人一样 精神抖擞 不知道的 还以为回光返照了 老李 你真没事 同伴再三却认问 真没事 为防止同伴不相信 李三还专门抬起手 在胸口砰砰拍打两下 这可把同伴看待了 没想到陈阳 只是随便在李三胸口点了两下 让他吐出一口黑血 立刻恢复如初 抱歉 刚才是我鲁莽了 鞠躬埋头 有错就要认 及时致歉 并未强词夺理 不必放在心上 陈阳很欣慰 看到他们如此团结 既然林战神说我欺负新人 那不妨让老人上台 我们公平公正 一较高下 见所有人把自己当空气 约翰不服气地开口 输了整整两年 这次他有备而来 绝不可能再输 必须夺回脸面 恐怕不行 他们现在正助手边官 保家卫国 没那么闲 特战区内 只有不到一年的信任 林玉龙回应说 保家卫国 没那么闲 约翰听出 林玉龙在嘲讽自己 笑容牵强 刚想说点什么时 又被林玉龙打断 你要实在想试试自己的水平 我不介意陪你练练 林战神的好意 我心领了 没这个必要 我自己几斤几两 我心里有数 听闻林玉龙要亲自上场 约翰整个人写满不愿意 摇头摆手 拼命拒绝 膨胀归膨胀 却还没膨胀到 敢去跟一名战神 赤手空拳对战 稍不注意 自己很有可能 就会落下终身残废 他没那么白痴 这时 约翰目光落在陈阳身上 回想起他刚才三两下 治好李三的伤 想着 此人或许有些能耐 于是 为避免尴尬 主动抬起手 指向陈阳 提议 你看起来挺有本事的 与我之间会有一战之力 可有胆量上台 陈阳倘若拒绝的话 便顺理成章 度过这个话题 陈阳如果答应 约翰也无所谓 反正稳赢 无非浪费点力气 在场之中 除了林玉龙外 约翰坚定认为 其他人 自己一只手就能吊打 包括陈阳 约翰思以为 他看起来是最弱的 八成不敢答应 啊 扑 林玉龙埋下脑袋 实在没忍住 偷笑出声 放着自己这个小boss不选 主动去挑战最终大boss 林玉龙只能说 在做死方面 鹰派是专业的 师父 您 您要答应吗 林玉龙已仅有自己 和陈阳才能听得见的声音 边笑边问 陈阳 此刻 他的内心有多无语 全写在脸上 陈阳很想知道 是什么让那名鹰派特战兵觉得 自己是软柿子 比林玉龙更好念 怎么 你难道不敢吗 身为大厦特战兵 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我真替你感到丢脸 悲哀 约翰持续挑衅 嗅着优越感 李三见约翰如此不把自己的恩人放在眼里 怒火在胸膛炸开 决定吸取之前的教训 再上台挑战一次约翰 正当他准备开口硬战时 陈阳的手落在了他肩膀上 轻轻撇开到一边 你好好养伤 牧师约翰 皮笑若不笑地说 好啊 我介绍你的挑战 不知为何 当对视上陈阳的双眸时 约翰原本平静的心 跳动得厉害 十分急促 这种怪异感觉 哪怕是在面对身为战神的灵狱龙时 也不曾有过 难不成 是因为这小子 约翰眉头微皱 但很快 这个想法又被他给否了 认为是自己想太多 接下来需要考虑的 只有怎么写虐陈阳 眼见陈阳走上擂台 约翰内心的焦躁不安随未消失 表面却故作镇定 嘴上一点没闲着 没想到你居然真敢答应 陈阳无言 明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为何还要去跟对方浪费时间 陈阳只想速战速决 问 你想怎么比 不限制出招 被打趴到起不了身 算输 被打下台 算输 当然 你要实在顶不住 怕了 也可以主动投降认输 约翰笑着公布规则 那就抓紧时间 擂台可不是用来动嘴皮子的地方 陈阳一脸冷漠 脸上毫无表情 对待这种喜欢在自己面前装逼的鹰派人 他从来不吝啬自己的拳头 在黑山监狱中的那三年 陈阳看透了一个道理 和约翰这种人动嘴没用 只有拳头打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吃痛 他们才会惧怕你 尊重你 典型欺软怕硬 你 自始至终 陈阳给约翰的感觉非常不好 尤其是那双眼睛仿佛看待死人一样 从未有哪怕一刻 把自己放在眼里过 一副认定自己会输的表现 到嘴边的话 约翰选择咽回去 他也不想继续浪费时间 准备动用全部实力 一招干翻陈阳 给台下众人 包括林玉龙 来一点鹰派式的震撼 以此来让他们明白 如今 论特战兵训练能力 鹰派依旧占据榜首 大夏 呵 只有在屁股后面吃灰的份 给我 滚下去 约翰大喝一声 三步并做一步 迅速拉近与陈阳之间的距离 好快 目睹这一幕的李三 才反应过来 感情刚才 约翰并未动用权力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这心 一下高高悬起 替陈阳捏了一手心冷汗 目光侧目看向林玉龙 唯有指望 身为战神的他站在这 约翰那些人不敢乱来 反观另外一边站着的那些鹰派特战兵 林玉龙没来之前 他们叫嚣得很凶 但眼下 林玉龙在这 有些话 他们自然不敢再说出口 只得放在心里 极力支持约翰 暴打陈阳 狠狠打击一下他 以及他背后 整个大夏特战力量的嚣张气焰 得手了 眼看自己的拳头 距离陈阳不过咫尺 他还跟个木头庄子一样 处在原地 一动不动 约翰内心满是失望 本以为陈阳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惊喜 乃仓想 论实力 他比刚才被自己施展一半实力 就轻松血虐的李三 还要垃圾 想不通 陈阳究竟是从哪来的勇气 敢答应上台 敢跟自己叫嚣 然而 就在他得意之时 却是发现 本该正中陈阳面门 打断他鼻梁鼓的拳头 竟扑了个空 陈阳好似幽灵一般 原地消失 人去哪了 队长 他人在你后面 这时 台下有人喊话 对于这种作弊行为 林玉龙 李三等人 早已见惯不惯 知道他们 就是这样的人 跟狗改不了吃屎是一个道理 后面 约翰清空杂念 不想去纠结 陈阳是何时从自己面前 跑到后面去的 赶紧转身应对 只是 这身子才转到一半 整个人便犹如被跑车 从百米外急驰而来 撞上 麻木感席卷全身 不受控制的双脚离地 飞了出去 摔落擂台 约翰队长被 被他一击 就打下了擂台 这家伙怎么做到的 他怎么会那么强大 我十分肯定 队长刚才用了权力 这样都不是他的对手吗 队长 您没事吧 几名鹰派特战兵成员 赶紧跑上去 试图把约翰 从地上搀扶起身 别 别动我 我的骨头断了 稍微碰一下 动一下 约翰都觉得 疼痛无比强烈 大喊着 让他们离自己远点 看到这一幕 在场有大夏特战兵 恨不得立马去找个翻译 好好翻译翻译 他们之间的对话 不过 从语气 表情 同样不难看出 他们现在 难受极了 他们越难受 李三这些人越高兴 大骂活该 跟着 视线又聚焦到 擂台上的陈阳身上 无比好奇 这位究竟是何方神圣 能跟在 凌玉龙龄战神身边 不仅拥有超凡医术 这武力值 也是爆表级强大 站在那里 仿佛一尊战神 气宇轩昂 无比霸道 难不成 他也是一位战神 忍不住往这方面联想 可又觉得 以他这个年纪来讲 会不会太年轻了些 或者 战王 李三他们逐渐认同这个说法 你 你到底是谁 普通特战兵 不可能有那么变态的实力 约翰倒在地上 强忍疼痛 质问起陈阳 在鹰派 约翰如今的实力 哪怕教官 也不存在百分百万虐他 但在陈阳面前 约翰深感无力 被完全碾压 好像自己的一举一动 全被他提前预知 完美拿捏 反应速度 更是快到约翰难以招架 更夸张的是 陈阳那一脚 看似随意 其中蕴含的能量 无限大 气劲透入肌肉 在其中回旋 没有立刻散去 疼痛持续翻倍 令约翰生不如死 骨头不知断了多少根 约翰有理由怀疑 陈阳是否是这片特战区 地位仅次于林玉荣之下的总教官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 他的变态实力 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说他是新兵 打死约翰 约翰都不信 迫切想要得到一个说法 他是谁 重要吗 既不如人 就是既不如人 哪来那么多借口 林玉荣缓缓朝擂台那边走去 可是 他身为总教官 实力明显在我之上 拿这种实力虐菜 你们难道不会觉得 心亏 不公平吗 约翰反问 面对林玉荣 态度卑微 你把他打下台的时候 想过公平吗 林玉荣看一眼李三 问 约翰无言 林玉荣继续道 况且 说要挑战他 冷嘲热讽的人 不是你吗 约翰依旧无言以对 接着 林玉荣拿起一瓶 未开封的电解制运动饮料 递送站在给台上的陈阳 微笑表示 师父 辛苦您了 师父 辛苦您了 您 这种情况下 李三他们可不会认为 林玉荣这一声师父 只是某种意义上 对于一些拥有专门技艺 工匠的尊称 他们十分肯定 林玉荣此刻 在陈阳面前表现出来的态度 就是徒儿孝顺师父的态度 尊敬不止体现在表面 眼神里也毫不隐藏 似乎一点不在意 战神称号会因此受损 遭人轻看 由此更不难判断 他内心对于陈阳 有多尊敬 这份尊敬 甚至远超战神二字的重要性 他 他是玉荣战神的老师 一名对于大夏 与颇有研究的鹰派特战兵 听出林玉荣话里的意思 震惊到 老师 约翰当然知道 老师二字的含义 只是万万没想到 陈阳居然会是 林玉荣这种绝颠人物的老师 大名鼎鼎的大夏战神林玉荣 竟然是他的学生 若非亲身感受过 陈阳的实力有多恐怖 约翰绝对会怀疑 林玉荣是在开国际玩笑 故意捉弄 恶心自己 搞心态 李三一行人 同样难以保持淡定 后劲猛烈 难怪他能三两下就治好你的伤 原来 他是战神的师父 天呐 林战神的实力 已然强大到眉边 身为师父的他 又得强到何种境地 无法想象 无法想象 心中 对于陈阳这么一号人物的崇拜 早已达到顶峰 对约翰 自然是无情嘲笑 心说 在场那么多人 你挑谁不好 偏偏挑中最强的那个 以林玉荣完全不输 给大部分男性战神的恐怖战斗力 进行推论 李三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不止在场 陈阳很有可能是大夏最强战力天花板 惊讶之情无异于言表 只因陈阳实在太过年轻 看起来与自己一般大的年纪 已是收徒林玉荣 若再给他几年 十几年 几十年 众人难以想象 陈阳未来的成就会何其伟大 没错 伟大 对不起 之前是我鲁莽了 反观约翰一方 除了老老实实认耸道歉 别无选择 倘若只是个教官的话 他们还能稍微嘴硬一下 说陈阳势强凌弱 但眼下 面对陈阳有着的战神师父这层身份 他们深感无力 一点反驳的心都不敢有 更别说 林玉荣这尊杀神 就站在旁边 他们曾有幸看过战场录像 林玉荣手持双刀 在雨林中 借助环境优势 一人全团灭了全副武装 装备极其精良 早已排名世界第一的数百名鹰派特战兵 犹如看不见的死神 总能在被发现之前 挥出重刀 一刀斩下敌人的头颅 而那一幕幕 被拍摄仪器记录了下来 自此 林玉荣彻底打响名声 成为永远困扰鹰派的梦魇 挥之不去 时任副总统迫于社会压力 不得不提前引咎辞职 这样一位恐怖人物 约翰他们都不敢招惹 更何况 他背后的师父 丢脸 总比丢命好 孰众孰卿 他们拎得轻 不愿自寻死路 见他们挺实相 陈阳不再管这件事 之后的 交给林玉荣自己去处理 毕竟这里是他的地盘 再然后 约翰他们被请离 留下李三一行 配合林玉荣 展示那套新的特战兵训练方法 陈阳看后 提出了十几点改进意见 每一点 都令林玉荣收获良多 站在旁边 掏出小本本 不断记着笔记 仿佛一名三好学生 目睹这一画面的李三他们 更加坚信 林玉荣与陈阳之间的师徒关系 只真不假 师父 该说不说 还得是您 林玉荣合上笔记本 内心大受满足 又上了一课 他不难想象得到 按照陈阳提出的意见 改进过后 再拿去给上面那些老家伙看 他们得何其兴奋 作为老将 那群人不可能不清楚 这份完美结合了 食补的训练方法 有多珍贵 百分百会在第一时间 被列为重点国家机密 以至于不难想象得到 未来 针对这份训练方法 以及食补配方 鹰派 鹰花 绅士那些国家 会展开多少次秘密行动 对此 林玉荣只想说 师父 永远的神 一番精力下来 时间转眼来到中午 师父 我们特战区的饭菜伙食 还挺不错的 您要不要留下来尝尝 林玉荣主动提议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陈阳爽快答应 您现在可是大厦的大功臣 一顿饭而已 他们肯定不会舍不得 林玉荣调侃道 随后 二人离开武斗场 漫步在阳光下 朝食堂方向走去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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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训练的人 依旧不少 时不时就能看到 一支支队伍 从身边跑过 砰 砰 砰 忽然 左手边传来的响声 引起陈阳的注意 见陈阳停下脚步 林玉荣跟着停下 目光追寻看去 是射击场 林玉荣看穿陈阳的心思 问 师父 您对枪械射击感兴趣吗 嗯 确实很有兴趣 陈阳点头肯定 不做隐瞒 和外面的世界不同 以杀手徒而冷傲雪为例 因为行业的特殊性 他确实可以通过某些渠道 弄到枪械武器 缺点则是 种类不如特战区丰富 上脚的时间 距离食堂开门 还剩不少时间 于是半开玩笑道 既然如此 师父您要不要 亲自上手试试看 徒儿请客 保证让您射到爽 射到爽 陈阳知道 林玉荣老毛病又犯了 直接无事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他又贵为战神 自己作为师父 肯定得给他留点面子 好 陈阳一口答应 那我们赶紧走吧 林玉荣带着陈阳一起 进入射击场 在他的受益下 武器库里基本能动用的 全部搬来了 主要突出一个在合理范围内 让陈阳过足矣 师父 话说回来 我只知道您在武斗方面 实力超群 这枪械统治力 或许徒儿更胜一筹 也说不定 林玉荣按戳戳表示 要比比看吗 陈阳看破 点破问 林玉荣在陈阳眼里 一直是又菜又爱玩的典型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这不 他又觉得自己行了 这种时候 作为师父的陈阳 自然不会吝啬展现实力 让林玉荣清楚知道 他与自己的差距 枪这种热武器 陈阳也懂一点点 好啊 比比 林玉荣快速点着脑袋 决定好好在陈阳面前展现一下 自己在枪械领域的造诣 到底有多高 能得到陈阳的赞赏 夸自己两句 林玉荣便心满意足 倘若陈阳在开口 请教自己该怎么玩枪 身份互换 徒弟叫师父 林玉荣就更满足了 角色互换 手把手玩枪 想想都刺激 而林玉荣要和陈阳比射击的消息 很快在特战区内传开 闻讯敢来看热闹的人 不在少数 堆挤钢丝围栏后 热议不止 哎 你们说 谁能赢 废话 这还用想 当然是御荣战神 多少年以前 他就以神枪手称号文明了 不止 我听说 是全能神枪手 步枪 狙击这些 样样精通 话说回来 那小子是谁 哪来的勇气敢挑战御荣战神 那小子 你疯了 在场的李三 听见有人这么称呼陈阳 赶紧站出来进行说明 他可是御荣战神的师父 啥玩意 他是御荣战神的师父 此言一出 众人皆惊 李三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文言 李三无语一言 你觉得我有几个脑袋 敢用这种事 跟你开玩笑 全是我亲眼所见 随后 把在武斗场发生的那些事 一五一十 全部告知众人 一脚踢飞鹰派那个的约翰 好强 感觉好不真实 他看起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吧 变态 这实力太变态了 老天爷赏饭吃类型 老天爷赏饭吃 错 大错特错 喂饭吃 你说他是哪位战神老前辈转世 我都不会怀疑 众人不再质疑 反而无比期待 陈阳能带来怎样的惊喜 很快 陈阳决定了第一支要用到的枪械 步枪 有效射程300米 表尺射程800米 超过300米的距离 子弹虽可以继续保持一定威力飞行 精准度却毫无保障 师父 我们直接挑战最大有效距离 300米 怎么样 林玉龙调整着枪械的同时提议道 随你 陈阳一脸无所谓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看到陈阳如此爽快的答应 林玉龙内心不禁产生些许动摇 难不成 师父在枪械领域同样绝世无双 准备好了吗 陈阳已然调试薅枪械 扭头问 好了 随时可以开始 林玉龙回过神 轻咬脑袋 排除掉多余的想法 胡思乱想也没用 试试看就知道了 二人决定的规则很简单 中心环数多者 胜 双手举起枪身 林玉龙目光如炬 所定位于三百里处的靶子后 扣下扳机进行点射 碰 碰 碰 他那边才开到第四枪 陈阳已是连续打完十发子弹 师父他 果然不是很擅长用枪啊 像这种超越距离 连续射击 再加上枪械本身的后座力 即使枪法再好 也只能命中敌人 想要实现所有子弹之拿打呢 纵然身为战神 有着神枪手称号的林玉龙 照样做不到 糟糕 林玉龙太过在意尘阳 一时失了手 没判断好距离 尽管依旧命中了靶子 但这环数 却只有三环 秉息凝神 注意力专注在靶子上 碰 碰 碰 打完剩下四枪 林玉龙的最终战绩是 九到十环 一到三环 差点满分 九枪十环 一枪三环 再确认两人放下枪 停止射击后 一名小战士跑到靶子旁 高声喊道 九个十环 并且刚好卡在那把枪的 有效射击距离 好强 是啊 换我绝对做不到 稍微起点风 都有可能改变精准度 过去这么久 玉龙战神在枪械上的统治力 依旧只增不减 怎么有个三环 失误了吗 无伤大雅 玉龙战神百分百赢了 李三这些人 虽没有像是林玉龙那样的 老道经验 但同样认为 三百米距离下 连续射击 想要枪枪实环 概率低到可怜 无限趋近于零 作为亲眼见识过 陈阳强大武力的李三 也忍不住猜想 陈阳在拳脚上的实力 远超枪械熟练度 毕竟是人 不是神 不可能全知全能 正在他与众人 那么想着的时候 紧跟着小战士洪亮的声音 再次响彻整个射击场 十枪 十环 他说十个十环 我是不是幻听了 你没听错 确实十环全中 开玩笑吧 三百米极限有效距离 连射满十环 这什么逆天掌控链 神枪手 这才是真正的神枪手啊 神枪手 枪神还差不多 再看原本自以为稳操胜券 唇角提起到一半的凌玉龙 笑容转身消失 猛的一扭头 双瞳微微发颤 紧紧锁定在陈阳身上 一脸不可置信 却又下意识觉得 这才符合陈阳真正的实力 不由兴奋起来 对此 陈阳表现得异常淡定 想着 做师傅的碾压徒弟很合理吧 师傅 敢不敢再玩点大的 林玉龙又主动道 你说说看 陈阳好奇问 把靶子调整到五百米 你我再隔开十枪 林玉龙说出规则的那一刻 一旁的几名特战兵当场傻眼 极限有效距离满十环的成绩 已经很令他们大开眼界 万没想到 林玉龙竟然还想跟陈阳比 超有效距离两百米的射击精度 更别说 眼下还不是绝对无风的天气 好啊 陈阳取出弹夹手法娴熟的 往里面填装子弹 眼见陈阳答应的如此轻巧 果断 一副一切竟在掌握的模样 林玉龙越发期待 他接下来还能带来怎样的惊喜 侧目一眼 钢丝围栏外 人已是越举越多 林玉龙暗暗窃喜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自己有一个多厉害的师傅 没错 就是炫耀 超有效距离两百米射击 这两个人 真是一个比一个夸张 也许这就是战神的世界 哪怕结果不会好到哪里去 但这份勇气 确实值得钦佩 别说李三他们觉得 五百米距离下 想要命中满十环 属于异想天开 哪怕林玉龙自己 照样忍不住那么去想 五百米距离 就算强如战神 也只能保证命中 除此之外 命中率还得大打折扣 十环 属于奢望 更不用说满十环 林玉龙明知不可能 还故意为之的理由 主要是想摸摸陈阳的底 借此测试一下 他的极限在哪 填装好子弹后 林玉龙率先举枪 射击 陈阳紧随其后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 他同样选用了点射 十枪不到一分钟 全部打完 小战士在确认安全后 大步朝着靶子跑了过去 先来到林玉龙的靶子前 仔细确认后 举手喊道 玉龙战神 四枪拖靶 四枪三环 一枪五环 一枪六环 这个距离 竟然只有四枪拖靶 该说不说 真不愧为战神 好强 我这人不贪 以后要能达到 玉龙战神十分之一的枪法就行 好小子 十分之一还不贪是吧 得知这个结果的林玉龙 心情平静 和他预想中出入不大 属于正常发挥 他自始至终 就没对能够命中时还 抱过希望 看一眼陈阳 然后这视线又落在了 匆匆跑向另外一个靶子的小战士身上 满心期待结果 接着 注意到小战士面对靶子 双手柔眼的动作 因为距离太远 并不能看清他的面部表情 林玉龙唯有猜想 难道是风太大 把沙子吹进眼睛了 几秒后 小战士面向林玉龙 陈阳二人举手喊道 三枪八环 五枪九环 两枪十环 听到这个结果 林玉龙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 小战士刚才为何要揉眼睛了 大概率是怀疑 自己的双眼出现问题 产生幻觉 如果换作林玉龙 也会与他一样 怀疑所见是否真实 卧槽 十枪全中 一枪没拖把 他果然是玉龙战神的师父 废话 不然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李三翻了个白眼 听见小战士公布的射击结果后 不少平时沉稳的人 一样忍不住抱了粗口 卧槽 我靠之类的字眼评出 内心有多吃惊 全写在脸上 心中对陈阳 只剩下膜拜 好好期待吧 这次玉龙战神 专门为我们制定的训练方法 由他负责提供改进意见 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咱们肯定会变得更强 成为特战兼兵 被李三这么一说 众人无比期待 之后的时间 冲锋枪 重击枪 狙击枪 林玉龙挨个和陈阳全比了一遍 这结果自然是毫无疑问 被陈阳泄虐 林玉龙一把没赢过 对于这个结果 众人早有预料 所以并不意外 林玉龙要是赢了 那才令人意外 太夸张 太离谱了 是啊 第一次见到能吊打战神的存在 我说他是大厦战力天花板 各位没意见吧 没意见 绝对没意见 目光回到林玉龙身上 心服口服的他 拿出手机 看了眼时间 接着对陈阳说 师父 差不多也到饭点了 我们赶紧过去吧 认输了 陈阳反问 徒儿心服口服 林玉龙无奈一笑 得亏他心理承受能力不错 要换做心理承受弱点的 必然得怀疑人生 嗯 走吧 陈阳放下枪 摸摸肚子 能感觉得到些许饥饿 七八分钟后 陈阳与林玉龙打好饭菜 落座 虽比不上满汉全席 种类却是十分丰富 各种糕点 主食 小菜 地方特色美食 全部加起来 得有三十几种 堪比自助餐 种类丰富的同时 完美保证了所有特战兵 一天训练下来 需要的能量补充 陈阳加起一块红烧肉 送进嘴里 香甜可口 肥而不腻 肉质嫩滑 单说厨艺 绝对比得上很多大饭店的主厨 如何 师父 没让您失望吗 林玉龙问 一流水准 难怪你腰上能看见坠肉 整天吃那么好 陈阳半开玩笑道 哪有坠肉 师父你乱讲 林玉龙撇撇嘴 要不说那么多人看着的话 换作私下 他早聊起衣服 让陈阳上手摸摸看 到底有无坠肉 底线问题 绝不退让 吃饭吃饭 陈阳不想辜负没事 结束玩笑话 饱了饱了 一餐吃完 陈阳心满意足 师父您要喜欢 我给您开个证明 以后可以常来 顺便指点指点我这些兵 林玉龙提议道 好 你安排 陈阳无所谓 如此丰盛的饭菜 确实值得尝来 指点特战兵 也不会浪费他多少时间 得知这一点后 那些知晓 他实力的人 立马欢呼雀跃起来 他们渴望变强 吃饱喝足 该干的事全部处理完 林玉龙不准备 继续耽误陈阳的时间 开了越野车 打算送他回江城 免得关雅 叶青城那些小师妹吃醋 埋怨自己 一直霸占着师父 不给他们机会 作为师姐 肯定要多照顾一下后辈 林玉龙可不想让陈阳觉得 自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 然而 车子行驶到一半 还未离开特战区 林玉龙一脚刹车 停在道路上 有人拦路 不过 对他们的到来 林玉龙一点不意外 正是约翰一行鹰派特战兵 只是这次 多了一个人 林玉龙听说过他 名叫尼尔 是此次跟随约翰他们一起 到大厦 来探讨交流的教官 在鹰派内的身份 地位 影响力说起来和大厦战神差不多 属于同一级别 真要论战斗力的话 林玉龙则有实诚把握可以胜他 无论赤手空拳 又或者动用枪械武器 等级相同 不代表战力相同 你们这是何意 林玉龙走下车 问尼尔 我的部下无理在先 得罪了林战神 我在此代 他们向你道歉 尼尔微微躬身 事情已经过去 无需在意 没事的话 请让开 林玉龙让尼尔有话直说 不必拐弯抹角 玉龙战神 实不相瞒 我想挑战一下 那位打伤我不下 传言是你师父的人 尼尔说明来意 尼尔表面一副想要切磋交流的姿态 实际上那点小心思 林玉龙再清楚不过 他是心有不服 想来为约翰找场子 毕竟 现在互联网媒体如此发达 这件事迟早会被传出去 他们代表的又是整个鹰派 身为战将 尼尔丢不起这个脸 更不想回国后 被各路人马冷嘲热讽 借题发挥 所以这个场子 无论如何 尼尔都得出手找回来 正好 这是他第一次到大厦 也想借此机会 好好实验实验 所谓的郑国战神 到底有几斤几两 尼尔在出发之前 便已经做好了要找机会 向林玉龙发起挑战的心理准备 现如今 既然有着充分的理由 以及合适人选 并且 这个人还是林玉龙的师父 不禁更加激发尼尔的好奇心 作为鹰派最年轻的战将 未尝一败的经历 令他十分自信 只要拿下陈阳 尼尔有信心 能够在鹰派内 更加奠定自己的身份 地位 影响力 挑战我 陈阳稍作死口 然后看向林玉龙 你先胜过他再说吧 有徒弟在身边 不用白不用 什么事都要自己 亲力亲为的话 陈阳还说徒弟做什么 林玉龙原本还在期待 陈阳出手 让尼尔大败 清楚认识到如今 鹰派与大下单兵战力的差距 谁曾想 陈阳直接把自己推到了前面 笑容消失 叹息一声 让他是师父 自己是徒弟 既然话语说到这种份上 林玉龙肯定是不能退缩的 主动接下尼尔的挑战书 说说看 你想怎么比 无限制格斗 认输为止 尼尔一副谁先谁后 都无所谓的表现 他不介意先虐完林玉龙 再赢陈阳 这样反而含金量更高 行 林玉龙点头接下挑战 横挪布来到一个宽敞的区域 摆开架势 冲尼尔招了招手 让他放马过来 尼尔果断抓住机会 率先出手 大踏步冲向林玉龙 提前攥紧的拳头 在近身林玉龙两米范围后 举起 挥出 伴随拳风呼啸 瞄准林玉龙的面门 砸了过去 这家伙 没打算留手啊 见状 林玉龙放弃手下留情的想法 千侧身巧妙躲闪开尼尔的拳头 同时以拳背狠狠击打在 尼尔来不及收手的侧手腕上 尼尔眉头紧皱 吃痛 手臂不受控制的 往外猛挥出去 冲击力过于恐怖 肩膀肌肉 隐隐有撕裂 脱臼的感觉 不好 他刚察觉到不妙 想要应对 碰 林玉龙的拳头 已是实打实落在尼尔的胸膛上 令他登登登倒退出去三四步 方才稳住下盘 手舞胸口 尽管刻意在隐藏 却还是不难从他脸上 看到痛苦之色 你这点实力 可不够资格向我师父发起挑战 林玉龙实话实说 让尼尔早日断了这门心思 别说挑战尘阳 与尼尔实际交战下来 林玉龙甚至觉得 接受他挑战的自己 属于白费力气 不论其他领域 单说尼尔的近身格斗能力 在林玉龙看来 顶多达到国内普通战王的水准 台名靠前的那几名战王 随便拉一个出来 都能在三招之内 令他大败 文言 尼尔咬紧牙关 内心有一万个不服 又牵开架势 再来 依旧选择主动向林玉龙发起攻势 这一次 不难看出 相比之前 尼尔确实更加专注 几乎是把压箱底的本事 全用出 拳头快到出现了许多残影 奈何 林玉龙闪避属性拉满 任凭尼尔如何出拳 皆是无法触碰到他 持续大概二三十秒的样子 犹如猎豹一般 尼尔的体力 逐渐无法支撑他 连续不停的高爆发式攻击 拳头挥击的速度 以肉眼可见之势 减缓 林玉龙也玩腻了 把握住机会 伸脚一扫 这 尼尔只觉得 这小腿骨仿佛被林玉龙踢断一般 疼痛蜂涌上大脑 同时 身体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狠狠摔在地上 尼尔几次挣扎 才爬起身 却因此丧射战斗能力 抛开体力不弹 这腿上的疼痛 稍微动一下 便会刺激全身 以这种身体状态 想要继续前去挑战实力 本就位于自己之上的林玉龙 纵然骄傲如尼尔 同样不仅产生 是异想天开的想法 深刻认识到 在林玉龙这群大神面前 自己有多渺小 所有的动作 公式 似乎全被他预料到 再提前做出反应 以至于全程 尼尔像是个无能狂怒的小丑 使出浑身解数 都拿他毫无办法 目光忍不住地转向陈阳 尼尔瞳孔在眼眶中微微发颤 无法想象 身为学生的林玉龙 实力已然如此惊人 作为老师的陈阳 这实力 又得强悍到何种程度 要早知道 二人那么变态 打死他 他也不会自取其辱 这下可好 鹰派的面子没找回来 反倒连同自己那份 一并丢掉 不由回想起 一位专门研究 大厦文化的鹰派朋友 曾经教给自己的一句话 叫偷鸡不成十把米 鸡没有偷到 反而损失了一把米 悔不当初 毁清了肠子 这下 注定耻辱而归 继续发起挑战 早在第一次与林玉龙交手 被打退的那一刻 尼尔就已经认识到了 自己与他之间的悬殊 难以忘其向贝 目睹自己无比尊敬的战将尼尔 居然连续在林玉龙身上吃扁 约翰等一众鹰派特战兵 大眼瞪小眼 表情难看到极点 这与他们来时 预想中的发展 大相径庭 按照他们的设想 有着不败经历的战将尼尔 面对林玉龙 不说顽虐 至少实力五五开才对 可事实却是 尼尔被林玉龙完败了 自始至终 连他半个寒毛都没碰到 怎能令他们不怀疑人生 平凡柔眼 眨眼 试图不被幻觉影响 无奈铁一样的事实 始终不变 随后更是看到 尼尔收起攻击的心思 一脸势然 玉龙战神 你赢了 我认输 正因为足够强大 尼尔更能清楚认识到 自己与林玉龙之间 有着天壤之别 即使活出性命 恐怕也难以伤其分毫 所以 除了认输以外 尼尔不认为自己 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你倒是实相 林玉龙放下攻击姿态 回到陈阳面前 怎么样 师傅 徒儿表现得还行吧 不错 有我万分之一风采 万分之一风采 有着不败战将之称的 尼尔惨败林玉龙 并且投降认输这件事 已经很令约翰他们目瞪口呆 属实没想到 陈阳会用有我万分之一风采这种话 来夸奖林玉龙 哪怕他再强 这么说 未免太膨胀 太目中无人 本以为林玉龙会掷地有声地反驳 谁曾想 他听后不怒反笑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这 约翰等一众鹰派特战兵 人傻了 他们看得出来 林玉龙是真心感到喜悦 未能达到陈阳万分之一风采 感到喜悦 疯狂 实在太疯狂 不理解 陈阳的真正实力 究竟得有多强悍 才能另一位无敌战神 表现得如此卑微 低三下四 都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上车 把道路让开 尼尔的呵斥声 把他们的思绪拉了回来 不敢违抗 哪怕败给林玉龙 尼尔战将的身份 依然不变 绝非他们这些普通特战兵 所能轻看 火速按照尼尔说的 让开道路 实时务者为俊杰 陈阳 林玉龙 懒得再与他们计较 同样上车 扬长而去 驶出 驶离特战区 朝着江城方向赶 半路上 摩托车喧嚣的 引擎轰鸣声 引起陈阳 林玉龙的双双注意 砰 砰 砰 紧跟着 竟还传来了枪响声 他们侧目看一眼后视镜 可以看到 后方百米开外 一辆黑色重型机车 正在追赶一辆迷彩越野 而枪声 源于越野车架驶位 伸出来的一只手 握着一把手枪 看得出来 那人很慌 否则也不至于 重型机车上的人 一点没闪躲 却完全打不中 冷凹雪 那丫头怎会对 官方的人下手 陈阳一眼认出 哪怕不论车牌的颜色 单车型 就不是寻常市场 能见到的 属于官方专用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林玉龙意外道 比起后者 他更好奇 冷凹雪的脸 明明被头盔遮盖得 严严实实 陈阳是如何辨别的 身材 陈阳实话实说 没想到 您还有这种绝技 林玉龙忍俊不禁道 玄机 提醒陈阳 师父 您坐稳了 在下一秒 见越野车逼近 突然往左猛打方向盘 强势劫停 对方怂了 没敢硬踩油门 下意识踩死刹车 碰 还是撞上了 动静不大 你他妈有病啊 惊魂未定下 男人猛按喇叭 大喊 滚开 滚开啊 见人不为所动 举枪扣动扳机 想震慑对方 却发现 子弹早已打空 该死 男人翻箱倒柜 手忙脚乱的寻找替代弹夹 这个时候 喉咙处却传来一抹冰凉感 男人心一紧 一动眼眸看去 冷傲雪已是不知何时来到车旁 将握着匕首的手 伸进车里 直逼自己的脖子 贴得很紧 稍微动一下 都有可能皮开肉绽 头盔护眼罩上 隐约映照出男人惊恐的面容 不 你不能杀我 我可是官方的人 把东西交出来 冷傲雪化音冰冷 东西 什么东西 跟着 陈阳打开车门 从驾驶位走了下来 师父 您为何会在这 冷傲雪吃惊道 刚好路过 陈阳走上来 回应说 目光探向车里 对男人很陌生 毫无记忆 具体内容我不清楚 我接到的任务是 在他完成交易之前 拿到一个特殊优盘 并摧毁 冷傲雪说明道 优盘 结合陈阳事先 对男人的身份猜想 以及冷傲雪的这番解释 他不难猜到 这家伙 多半是个卖国贼 你们 你们是一伙的 男人质问 陈阳无心回答 不必浪费大家的时间 老老实实把东西交出来 好上路 你死心吧 我是不会 话说一半 男人反应过来 有点不太对劲 为什么把东西交给你们 我还得死 陈阳这一手 不按套路出牌的行事方式 令他难以接受 卖国贼就该死 陈阳理所当然道 男人欲言又止 显然底气不足 紧跟着 又开出条件 这样 你们背后的人给多少钱 我出双倍 不 三倍 你们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当做没发生过 如何 不好意思 我对当汉奸没兴趣 陈阳想也不想地拒绝 你这家伙 别给脸不要 感受到脖子上传来一抹力痛 男人到嘴边的话 应声声咽了回去 隔着头盔 照样不难感受得到 里面的人 此刻 浑身上下 杀气有多浓郁 男人有理由相信 自己再多说一句 冷傲雪绝对会毫不犹豫地 切开自己的气管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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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车轮滚滚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即使坐在车内 正感依旧十分明显 男人看去视线 心中大喜 笑道 我的人已经来了 你们还有不到十秒的考虑时间 是生是死 全凭我决定 何必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 白白牺牲掉这条性命 能活命 还能赚钱享受人生 不好吗 男人把五尺二字 发挥到极致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陈阳转身看去 只见四辆皮卡车 正从四个方向 及时而来 做好了包抄准备 十几秒的时间 已是抵达牢牢封死四个方向 一副要让陈阳 冷傲雪插翅难逃的态势 皮卡内 驾驶位 副驾驶位的人 迅速拿着枪 从上面走下 连同皮卡车斗里 各种不像本地人的面孔 源源不断地从上面跳下 短时间内 迅速聚集了几十号人 几十把枪 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陈阳 冷傲雪 只要男人一声令下 便会把他们扫射成筛子 乖乖把刀放下 这也是为你们好 不要作死 男人面容得意 自以为局势逆转 掌控全场 冷傲雪不为所动 等待着陈阳的决定 之后要怎么做 全凭他一句话 冷傲雪一点 没把眼前这些人当回事 只要实际把握得好 并不难杀出一条生路 更别说 被他视为人间最强的师傅 还在身边 底气更足 陈阳观察着那一名名枪手 虽跟大下人一样 属于黄种人 不过 样貌上 还是存在着一眼可见的差别 要陈阳猜想 不是缅国 就是隔壁印国 这俩家伙在鹰派的威逼力右下 甘愿沦为打手 近期可以说跳到不行 真要打他 他立马认怂 你一退 他又赶紧蹬迪着上脸 生怕错过表现机会 跟快狗皮高耀似的 直白点来讲 他们压根没胆子 敢与大下正面开战 却又不想失去鹰派的经济 物资援助 只能反复横跳 不停耍小手段 会搞出策反 偷越边境 强行夺取情报的阴招 陈阳并不奇怪 让一群无赖有机会借题发挥 不如借刀杀人 黑吃黑 毕竟 间谍和杀手 都属于游走于黑暗世界 上不了台面的身份 无论间谍派 想要向杀手界宣战 又或者杀手界计划制裁间谍 对大部分人来讲 是喜闻乐见的 把优盘交出来 你们之间的恩怨 我们可以不管 几十人中 最擅长大下雨的人 走出 说明来意 态度很简单 男人的生死对他们来讲 并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优盘 拿到想要的东西后 他们会立刻想方设法离开 把东西绕过层层关卡 送出去 你们这些狗东西 想羡慕杀驴吗 什么叫可以不管 听到这话的男人 如何能忍 情绪激动到 本以为豁出性命 去做卖国贼 事成之后 能够拿到巨额报酬 然后移民鹰派 获取政治庇护 从此享乐人生 但 眼看着一脚 要迈入天堂 下一秒就被踢了出去 沦为弃子 这种感觉 属实不好受 对此 沉阳无情嘲笑 你还不明白吗 自始至终 这群人压根就没想过 要留你的命 既然要跟无赖做交易 你就得随时做好 人家掀桌子的心理准备 男人 拥兵一方 不做反驳 你们还有十秒钟时间考虑 如果到时 我再看不到优盘 我们会先杀了你们 再慢慢寻找 对方明显失去耐心 他很清楚 多拖一秒钟时间 风险越大 你们恐怕没这个资格 听到背后传来车门打开 以及陌生的声音 几人迅速调转枪口 对准了从驾驶位上下来的林玉龙 面对他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女人后 几人相视一笑 警戒心降低不少 但 在高层扎灯多年 有着不小影响力 名叫周成功的男人 却在看清楚林玉龙的武官后 喷喷喷 心跳骤然加速 目瞪口呆 林玉龙灵战神 他 他怎么会在这 等等 他和这小子 目光转向陈阳 坐在同一辆车上 周成功恍然大悟 总算明白 陈阳为何直到现在 这种严苛环境下 依旧能保持一副云淡风轻的态势 原来在他背后 有着林玉龙这么一尊战神可以仰仗 在确认林玉龙身上 并未携带任何武器后 周成功内心 开始抱有一丝侥幸心理 战神又如何 终究是人 面对几十名持枪者 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 他不可能有半点反水机会 到时 周成功完全可以凭借优盘 放弃报仇 只求保住这条命 让他们带自己一起离开大厦 谈判权 依旧在我这 周成功格外自信 事已至此 再想说后悔 也晚了 哪怕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并未成功出卖大厦机密 周成功很清楚 一旦上了审判庭 罪名在清 自己都得坐穿老底 与其这样 不如放手一波 反正他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站住 再敢套钱 否则 我就开枪了 见林玉龙不为所动 完全无视自己 一名枪手喝到 结果 刚有念头 这枪直接被林玉龙泄了 反客为主 抵着那人的心脏 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砰 一声枪响 鲜血剑射在背后之人的脸上 下意识闭紧双眸 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太快 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放下枪 反应过来的第一时间 所有人通通把枪口 集中对准了林玉龙 见证这一幕 周成功那可忐忑的心 方才安稳落下不少 他自然是不希望林玉龙反败为胜的 林玉龙此番行为在他看来 依旧属于堂壁当车 以卵击石 自取灭亡 一个人 一把枪 面对几十个人 几十把枪 难不成 还能翻天 被人叫习惯战神 真把自己当神了 周成功于内心 不断讥讽林玉龙的做死行为 这种局势 耶稣来了都没用 必死无疑 我再说最后一遍 放下枪 对于棕色男人的抱贺 林玉龙摇头笑道 你们该不会真以为 我才是最大的威胁吧 你们千不该 从他身上一开 他 周成功不明白 明明事情都发展到这种情况了 林玉龙为何还能 如此轻描淡写的进行对话 一副不知害怕的表现 更不理解 林玉龙口中 所谓的那个他 到底是谁 这名前来暗杀我的杀手吗 周成功下意识看了一眼冷傲雪 猜测着 可很快 这个想法又被他给否了 不认为冷傲雪一个人 有资格挑战整个佣兵组织 至于陈阳 周成功更不把他当回事 能跟林玉龙同坐一辆车 并不代表什么 称死是个副官身份 连战神都无法破解的危机 他一个副官 难不成还能上天 他要真有这个本事 战神的位子 怎么不让他来坐 这么一想 周成功更加认定 林玉龙单纯只是在拖延时间 想必刚才在车上 没被发现期间 他已经偷偷通知了特战区 意识到这一点后 周成功张开嘴巴 试图提醒佣兵们抓点紧 不然 真等大部队赶到 他们将再无回天之力 然而 一抹寒芒 却不自觉地吸引了他的视线 源于陈阳双手 那是什么 怎么在发光 周成功双目 迷成一道极窄的缝隙 试图以此来让视线聚焦 功夫不负有心人 总算让他看清楚 陈阳手上拿着的东西 是什么 针 很多针 像是古一用来治病救人的银针 周成功无法理解 陈阳拿出这种东西 是想干什么 难不成 想用几根针 去印敌几十名职业佣兵 即便对方现在背对着他 没把他当回事 有机会可以进行偷袭 几根破针 又能拍得上多大用处 异想天开 实在太异想天开了 陈阳可不管他心里怎么想 找准机会 双手往前一挥 咻 咻 咻 八根银针高速飞射出去 洞穿一颗又一颗原本鲜活 还在跳动的心脏 放下枪 我数三个数 你要再冥顽不灵 可别怪我 见原本态度强硬的拥兵老大 突然雅言 在场鸭雀无声 周成功眉头宁紧 一脸困惑 这份安静 实在过于诡异 当他以为 拥兵老大是想故意用这种方式 加强对林玉荣的心理震慑时 陈阳时只钻紧八根细如发丝 连接着八枚判官真的线 双手全力往外一挥 速度 力量 均在一瞬间完成爆发 那丝线 竟比刀刃还锋利 直接斜斜斩掉数诗人的头颅 目睹这一画面的周成功 当场傻眼 一句句无头诗 就那么倒了下去 数十条生命 转眼不复存在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正是陈阳 周成功百分百肯定 但他无法肯定的是 陈阳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仅凭八根银针 虐杀数十名职业佣兵 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吗 亲眼所见又如何 周成功照样忍不住质疑 眼睛欺骗了自己 倘若不适合里面的人 曾打过几次交道 他甚至会怀疑 这些人是林玉荣故意搞出来 对自己进行钓鱼执法的 等等 说到林玉荣 周成功忽然回想起 他刚才说过的那份话 你们千不该 万不该把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 这个他 该不会就是指陈阳吧 他的实力 比身为战神的林玉荣 还变态 紧跟着 周成功又猛然回忆起一件事 他清清楚楚记得 之前林玉荣 是从驾驶位子上走下来的 而陈阳 则是从副驾驶位上走下 林玉荣临战神 给他当司机 反应过来后 周成功看向陈阳的眼神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很想知道 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居然能让大名鼎鼎 唯一女战神给他当专职司机 就离谱 难道是某个我没听说过的 巅峰战神 正胡思乱想着 便听见冷傲雪开口问陈阳 师父 这家伙要如何处置 直接杀了 陈阳不紧不慢 收回判官针 放入木盒中 闻言 周成功虎去一阵 赶忙求饶 别 别杀我 我知道错了 优盘在我肚子里 我愿意交出 看在我这些年位大下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的份上 求你们大慈大悲 给我一条活路 活下去 眼下没有什么事 比这对周成功来讲 更重要的是 哪怕态度被威胁 也无所谓 只要能活下去 让周成功做任何事都行 对这种货色 陈阳多看一眼都算输 感受到他的冷漠 周成功仍不死心 还想开口 呃 一抹利痛袭来 扑吃 周成功表情惊变 双手捂住被利刃切割开 几乎绕了脖梗半圈的伤口 却捂不住鲜血从指缝间 一股股蹦射出 很快便因失血过多 两眼一翻 殒命 至于之后的是 例如处理这些尸体 又或者把优盘 从周成功肚子里取出 全部由林玉龙负责处理 冷傲雪则接过 送陈阳回江城的任务 那师姐 我们先回去了 嗯 路上小心 得到林玉龙的回应 冷傲雪驾驶着摩托车 快速驶远 驶离林玉龙的视野范围 冷傲雪虽不是林玉龙 介绍给陈阳的徒弟 不过 对于这个师妹 林玉龙并不讨厌 想着以后 可以多关照关照他 另一边 路上 远远已经能看得见 江城的城市轮廓 师父 您刚才那一招飞针杀人 也太帅了 模模糊糊的声音 从头盔中夹杂着风声 传入陈阳耳中 这招难度太大 不适合现在的你 你更适合玩枪 陈阳实话实说 尤其是丝线斩头 一个掌握不好 还很有可能 对方没受到任何实质性伤害 反倒把自己的十根手指全切了 而且 判官真的制造工艺 极难复刻 哪怕陈阳做得到 属实没这个必要 现实中比这方便的武器 有的是 属于费力不讨好 徒儿明白 冷傲雪不做强求 知晓陈阳并非吝啬 怕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才这么说 对了 师父 您待会有其他安排吗 没有的话 徒儿想带您去个地方 我有个老朋友 想见见您 冷傲雪开口道 没有 你直接带我过去就行 陈阳很好奇 冷傲雪口中 这个所谓老朋友 适合身份 他 为何会想见自己 是敌是友 暂且不知 好 师父 您报警了 我要加速了 冷傲雪提醒道 陈阳一点不避讳 双手紧紧搂住冷傲雪皮一下 那纤细到毫无一丝 多于坠肉的柳妖 不难感受得到 他将这副身躯 锻炼到了极致 呜呜呜 狂扭油门 这速度快到 路过车辆都得惊呼一句 神仙 完全看不清细节 嗖的一下刮了过去 光听着那排气筒的音浪 都不免感到 阵阵惊心动魄 等进入城区后 冷傲雪把车速降了下来 他可不想因为超速 被交紧盯上 耽误陈阳的宝贵时间 七八分钟后 车子有惊无险的 停在了一处老街酒吧 这条件看起来很有年头了 酒吧的装修风格 一样颇巨年代感 酒吧位于地下 顺着铁楼梯往下走 伴随汤汤汤的脚步声 分为拉满 刚从拐角走出 见到些许焦黄光亮 便察觉 一道道杀气腾腾的目光 全集中了过来 从他们身上 陈阳感受到了 和冷傲雪如出一辙的气息 如果陈阳判断的没错 这里应当是位于江城的杀手大本营 哪怕杀手 总得有一个活跃 相互交流 认识的圈子 这家酒吧 无论隐秘性 还是环境 都很适合他们 空气中 弥漫烟酒的气息 对于陈阳这号陌生人物的首次出现 所有人皆是 抱有很大的警惕与敌意 直到冷傲雪景跟着从墙后走出 察觉到他们对于陈阳的敌意 神色锐利 扫了一眼 所有人赶紧把目光 从陈阳身上挪开 专注做自己的事 由此 陈阳不难看出 冷傲雪在这个地方 颇具威望 至少明面上 无人敢跟他这个 SSS及女杀手为敌 老板在吗 冷傲雪走到调酒台 询问酒保 这会儿不在 不过应该快回来了 女酒保一边说 一边为旁边的客人 调制鸡尾酒 好 得到答案后 冷傲雪又扭头问起陈阳 有兴趣喝一杯吗 这里的酒 很多都是外面见不到的 不用冷傲雪说 陈阳早已知晓 光酒柜上 他能看得见 传言全球不超过一百瓶的酒 就有十几瓶 从何而来 反正以陈阳的角度去看 那一张张被鲜血染红的标签 以及血纸印 来头绝对不会正规到哪里去 好 陈阳点头 对那些酒的味道 确实产生了几分兴趣 我请客 您想喝什么 随便点 冷傲雪拍着胸脯表示 陈阳也不跟他客气 选了三杯不同的酒 虽说都是烈酒 但抛开陈阳千杯不醉的酒量 这大拇指粗细的酒杯 还不至于把他灌倒 听着二人之间的对话 坐在其他桌的杀手们 面面相去 忍不住交头接耳 小声议论起来 我靠 那小子啥来头 居然能跟冷傲雪如此亲近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那座大冰山 对人这么热情 真羡慕 该不会 已经那个了吧 噓 你小声点 我要命吗 万一被他听见 咱们一个都跑不掉 冷小姐会不会跟他有仇 真要关系好 会把他带这种地方来 此话怎讲 话音刚落 眼角余光便瞥见一道 如蛮熊站立 身躯高大的男子 从面前快步掠过 SS级杀手 屠刀 他一出现 在场所有人 立马安静下来 气氛一下变得压抑不守 能嗅闻到 空气中隐隐飘荡着一股血腥味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 新人 被称作新人的那名杀手 双目紧钉屠刀 大部朝向陈阳 冷凹雪的方向走了过去 瞬间理解一切 无非男欢女爱那点事 有关屠刀的鼎鼎大名 新人杀手常有耳闻 自古每人多配英雄 更别说冷凹雪 这样的极品游物 新人杀手要有屠刀那个实力 一样不会眼睁睁看着 必须把他吃掉 会下意识觉得 只有这样的女人 才能配得上自己 大夏唯一SS级女杀手 这几个字实在太吸引人了 一旦拿下 日后绝对可以成为 酒桌上炫耀的谈资 谁听了 不羡慕 屠刀追求冷凹雪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小子 要倒大霉 冷小姐八成是对她的死缠烂打 感到厌烦 所以才想出这种办法 故意与她亲近 刺激屠刀 方便借刀杀人 不愧是SSS级杀手 这手段够阴险 妥妥蛇蝎美人 我是不敢染指这种女人的 真要在一起 什么时候被她玩死都不知道 估计把我卖了 还在乐呵呵替她数钱 听着耳边传来那些 尽管他们极力压低声音 却还是一字不落 传入冷凹雪耳中的对话 冷凹雪一脸无语 自己怎么就舍仙美人了 懒得解释 总之 冷凹雪害谁 哪怕害自己 都不可能出手害陈阳 凹雪 他是谁 屠刀刚抵达冷凹雪身边 立刻出声质问 口吻雄浑 严厉 原本坐在旁边的A级杀手 赶紧拿上自己那杯酒 躲得远远的 生怕避之不及 我们很熟吗 我有必要跟你解释 冷凹雪侧目一眼 冷 这态度冷到了极点 屠刀在他眼中 跟块木头没区别 不需要动用半点情感 冷凹雪 你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思 还故意把其他男人 带到我面前 各种亲密 你以为用这种方式 就能让我放弃你吗 冷凹雪呵呵一笑 没想到屠刀的自我感觉 能良好到这种份上 我今天没空搭理你 自己消失 冷凹雪摆摆手 接着举起酒杯 对陈阳说 不用管他 我们继续喝 陈阳笑而不语 拿起酒杯 与冷凹雪手中 冰球晃荡的威士忌碰了碰 妈的 当我不存在是吧 见陈阳无视自己 继续和冷凹雪秀恩爱 屠刀目不可遏 伸出大巴掌 就想打掉陈阳手上的酒杯 为何不针对冷凹雪 因为舍不得 冷凹雪那细皮嫩肉的 屠刀担心自己一巴掌下去 给他打坏了 屠刀爱的就是他这副皮囊 又怎会忍心下狠手 陈阳身子微微厚痒 躲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碰 屠刀的手则拍在了柜台上 直接在那上面 留下了一道毫米深的手掌印 响声立刻吸引来 酒吧数十名杀手的注意 这小子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乖乖挨一巴掌 求饶离开不好吗 有些人就是这样 非要作死 拦不住的 随他去吧 只能说尊重他人命运 好言劝不了该死的鬼 喝酒喝酒 在这些人眼中 陈阳得罪屠刀的行为 基本上已经被判了死罪 至少在他们记忆当中 敢跟屠刀叫板的人 没一个有好下场 你他们还敢躲 屠刀牙齿快咬碎的说 刚想继续出手 陈阳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坐在吧台上 后背 双手抵住吧台 瞄准他的胸口 一脚踹出 哄 跟着 屠刀庞大的身躯 当着众人面 不受控制的腾空 飞了出去 看着倒在七八米外 砸碎了一张原木桌的屠刀 众人的视线来回在陈阳 与屠刀之间一动 整个僵住 连送到嘴边的酒 都忘了要喝 卧槽 我是不是眼花了 那小子一脚把屠刀踢飞了 看他一副文弱书生相 哪来这么大的力气 好家伙 我被打脸了 难怪 他敢站在冷凹雪身边 有点东西 别庆祝太早 屠刀只是吃了轻敌的亏 真要打起来 屠刀稳稳碾压 就是 寻常人挨这一脚 飞那么远 早吐血了 你看屠刀 跟没事人一样 跟没事人一样 听到有人这么说 屠刀原本打算去扶胸口的手 默默放下 任凭那撕裂般的痛苦 传遍全身 他必须得承认 自己轻敌了 这一脚 本不用矮 丢脸 鼠师丢脸 我他妈砍了你 屠刀爬起身 伸手从背后拔出一柄 在灯光照耀下 明晃晃的尼泊尔军刀 他之所以会被叫做屠刀 正是因为他的刀 锋利到能够屠杀一切 今天陈阳不死 屠刀胸腔中这团怒火 实在难以消除 顺便借着这个机会 杀鸡儆猴 让在场所有人知道 跟自己作对 强女人的下场 然后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越传越广 打响威望度 碰 碰 碰 脚步声沉重 屠刀迈着大步 往陈阳那边跃了过去 近身两米后 全力将提前举起的尼泊尔军刀 瞄准他的脖子 狠狠斩下 决定一刀砍落陈阳的脑袋 正 金属碰撞声响起 火花鸡荡 冷傲雪高举双臂 以一对匕首交叉 挡住屠刀挥来的军刀 奥雪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你不要插手 屠刀立马抽刀 生怕误伤冷傲雪 万一他真挨了这一刀 即便活下来 身上肯定得多出一道 恐怖的蜈蚣疤痕 到时 屠刀可吃不下去 在这方面 他自认为是一个非常 追求完美主义的人 你想杀他 得先踏过我的尸体 冷傲雪眼神坚决 不退半步 看到这一画面 在场之人 无不羡慕陈阳 他到底给冷小姐 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能让他如此服服贴贴 长得帅 反正我挺喜欢的 完全长在了我的审美上 一名女杀手 男眼花痴之色 长得却实帅 不过 冷傲雪 应该不是那么肤浅的女人吧 出了教学 多少钱我都愿意买 然后 拿去攻略富婆吗 可嗨嗨 只可一会 不可言传 咬牙切齿 摩擦的咯咯作响 看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如此豁出性命 去保护其他男人 普通人都忍不了 更何况有着SS级杀手身份的屠刀 陆火烧星 再次出刀 与冷傲雪的双匕首 在空中不断碰撞 火花飞溅 屠刀一直在尝试破解冷傲雪的攻势 然后一击斩杀陈阳 奈何 冷傲雪的防守实在过于严密 双方势均力敌 始终没能打破平衡 陈阳则在一旁 默默观察 分析着一切 论杀手等级 屠刀虽比冷傲雪低 但 这实力差距却不大 要么 他即将升级成为SSS级杀手 要么 男杀手的升级标准 要严苛得多 不过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再这样下去 冷傲雪迟早会因为 比屠刀先一步历劫 被对方找到破绽 双方体型差距 实在过于悬殊 体能方面 也是如此 冷傲雪更擅长远距离狙杀 掌控时机 如果他能拥有一副 与屠刀体能相似的身躯 近身下 十招内 屠刀必败 你难道只会躲在女人背后 当缩头乌龟吗 有胆子跟我正面较量 屠刀怒道 心中 对于陈阳这个人 深感不屑 堂堂七尺男 竟躲在女人背后 让他人替自己上阵拼杀 妥妥懦夫行为 放下酒杯 陈阳从霸台上站起身 走到冷傲雪身后 把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接着往后一拉 顺手从他手上 夺走匕首 回击屠刀砍下的尼泊尔军刀 整个动作 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单手 他果然有东西 确实不容小觑 别说局外人 屠刀自己看了 同样深感意外 小子 你有胆 看我送你下地狱 屠刀继续狂砍 陈阳站在原地 稳若泰山 手上动作 快到出现了无数残疑 总能巧妙 精准挡下 化解屠刀的所有攻势 任凭屠刀如何歇斯底里 他皆窥然不动 不退半步 啊 甚至因为无聊 打起了哈气 眨巴眨巴嘴 台眸问 就这点本事 可不如你的嘴硬 臭小子 后曹牙咬碎 屠刀将另外一只 空着的左手 伸到背后 取下第二把尼泊尔军刀 双刀直手 这次 他倒要看看 陈阳还能不能挡得下来 双刀狂砍 残影之下 犹如几十把刀 同时再向陈阳发起攻击 快到旁人根本无法区分 哪只手是真 哪只手又是假 反观陈阳 依旧从容不迫 仅仅只是手上的动作 加快些许 这家伙 屠刀的面色 逐渐无法淡定 就凭陈阳眼下表现出来的这些手段 怎么看 怎么不简单 按照他最初的想法 自己应当能秒杀陈阳才对 可别说秒杀 自己的刀 连破防 触碰他寒毛的机会都没有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屠刀内心泛起疑惑 体内方面 更是消耗的厉害 气息变得急促 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反将一军 正在屠刀权衡着 与陈阳和解的得失时 陈阳又一个哈气打完 失去耐心道 你要没其他能耐的话 我就结束了 这句话 深深刺激到屠刀 不服 你说结束就结束 你以为自己是谁 碰 他话音刚出 尼泊尔军刀便因为一股难以违抗的距离 无法掌控 脱手飞了出去 插在隔壁的桌板上 刀刃没入大半 屠刀双眼瞪大到极限 瞳孔地震 陈阳则把握住机会 两刀寒芒一闪 挑断他的手睛 快 准 狠 接着 又绕到背后 一脚踢在屠刀的骨钩上 趁他倒地之际 再快速出手 一刀利落 割断双脚筋 令屠刀四肢尽费 整个交手过程 发生的实在太快太快 以至于很多B级杀手 都未能从中反应过来 哪怕A级杀手 同样无法看清楚 陈阳的全部动作 就好像电影画面的关键针 被剪切掉了 从开始 直接到结局 过程则被完全省略掉 这人 太夸张 太离谱了吧 那 那可是SS级杀手屠刀啊 居然全程被他吊打 我真不是在做梦 你想死啊 掐我干嘛 这不是想让你知道 你不是在做梦吗 被掐的人 无言以对 更多心思 又放在了陈阳身上 见过妖孽的 就没见过那么妖孽的 本以为是个 手无腹机之力的柔弱书生 没想到 原来是个夺命书生 冷奥雪对此 则一脸淡定地喝着 杯中 剩下那点酒 因为他自始至终 就不觉得 面对自家师傅 屠刀有哪怕一丝一毫的迎面 别说他一个SS级杀手 哪怕SSS级来了 照样没用 方才冷奥雪之所以会出手阻拦屠刀 单纯只是作为徒弟 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其他人 去给自家师傅找麻烦罢了 你 你竟敢飞我四肢 屠刀躺在地上 几次试图起身 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五官扭曲 脸上的愤怒之色 哪怕将他形容为疯狗 也不为过 看那表情 恨不得有机会 立马冲上去 狠狠咬死陈阳 把他的身躯 用力尺撕扯的粉碎 为何不敢 陈阳后退几步 坐回高凳上 砰的一声 将刀刃插入把台 在伸手拿起旁边 一杯没有喝过的烈酒 目光居高临下 审视着屠刀 孰强孰弱 一目了然 别以为傍上一个冷凹雪 你就能肆意妄为 我大哥可是SSS级杀手 北狼 屠刀将自己背后的靠山搬了出来 试图挽回局面 碾压陈阳一头 好意思让他知道 自己究竟招惹上了 怎样一个恐怖的对手 SSS级杀手 北狼 很强吗 剑陈阳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屠刀满脸飞现 严重怀疑 这家伙真是混地下世界的吗 如果是 怎么可能连SSS级杀手 北狼的强大都没听说过 旁人听后 也是忍不住吐槽起来 我承认 他能打败屠刀 确实有几分本事 但要与SSS级杀手北狼相比 还是差得有点远 谁说不是呢 那北狼可是大下杀手榜单上 名列前茅 哪怕放眼国际 一样有着不俗影响力的顶尖杀手 他终究会因为自己的自大 吃到苦头的 可惜了 白白浪费老天爷赐予的这份天资 咱们要不要赶紧逃 免得大火烧到身上 怕啥 约有投债有主 退一万步来讲 北狼怎么可能跟咱们这些普通人一般见识 浪费时间 SSS级杀手北狼 近身格斗的话 冷傲雪或许不是他的对手 但要论完枪 远距离狙杀 冷傲雪有七成把握 但要换成陈阳与北狼面对面 无论近身格斗 又或者枪械武器 无一例外 冷傲雪态度坚定 认为陈阳百分之百会赢 胜利的天平 不会往北狼那边偏移 哪怕零 00103号 你这家伙 别开玩笑了 不过是侥幸赢了我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我北阁启示你这种垃圾 可以轻看的 你今日必死无疑 屠刀对于陈阳的恨意 杀意 所有负面情绪在这一刻到达了顶峰 陈阳不为所动 抬起手 用小母指扣了扣耳朵 一条败犬 叫得再凶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 屠刀胸口一痛 差点没被陈阳气到吐血 在地下世界扬名立万 称王称霸那么多年 他还是头一次感到如此憋屈 到嘴边的话 咽下 内心暗笑 小子 趁着还有机会 你就尽管得意吧 等北阁知道这件事后 你必死无疑 屠刀早注意到 自己的心腹手下 已经前去通知北狼 接下来只需要 耐心等待北狼杀到 手刃陈阳 屠刀倒要看看 面对有着SSS级实力的杀手北狼 那份难以撼动的强大事 陈阳是否还能像此刻这样 游刃有余 风轻云淡 另一边 酒吧隔壁的棋牌室 清一色 给钱给钱 北狼这儿没别的爱好 喜欢闲食一边喝酒 一边玩牌 北燕 不 不好了 去你的 老子刚刚才清一色 乃不好了 少来添毒 北狼笑容消失 一脚踢踹在前来通风报信的 那名手下身上 北燕 我不是说您不好了 我是说 屠刀不好了 手下因为北狼那一脚 如同皮球般 滚出去七八米远 撞翻隔壁桌 麻将散落一地 尽管差一点就能胡牌 但 连有着A级杀手身份的手下 都敢怒不敢言 更何况他们这些普通人 与北狼混久了 虽不清楚他SSS级杀手的身份 但关于他这个人 有多心狠手辣 众人还是知晓的 没人愿意主动招惹他 唯一把牌 几十块去得罪他 用脚趾头 想都知道 不划算 屠刀 他又出啥事了 北狼一边收钱 一边问 确认树木没错 抬起一只手 取下块烧到嘴的烟蒂 触面 冷傲雪带回来一个奇怪的男人 屠刀因为气不过 就和他打了起来 然后呢 屠刀把他打伤了 结果是个惹不起的角色 什么背景 北狼再问 不 不对 是屠刀被男人伤了 手筋脚筋 全被挑断 四肢尽肺 手下如实说道 手筋脚筋 全部挑断 四肢尽肺 顾多 听到这些话 其余那些来打牌的人 皆是不由地吞了吞口水 面色难看 冷汗大颗滚落 对方也是SSS级 北狼又问 他会这么想 并不奇怪 因为不管怎么说 都是能与冷傲雪 站在一起的男人 身份自然不可能 简单到哪里去 属下查过 SSS级的人里面 没这么一号人物 手下摇头否定 北狼欲言又指 刷得一下站起身 然后大手一挥 把所有赢的钱 全部抛向空中 缓缓飘落 拿起放在椅子 靠背上的外套 搭在肩膀上 眼神阴冷 走 带我去会会那小子 钱对北狼来讲 只是身外之物 他单纯享受 这个过程而已 从一个极其无名的杀手 一路走来 成为SSS级杀手 他早已不缺钱 之所以还继续混迹这一行 单纯只是因为 唯有杀戮 能令北狼享受到 真正意义上的快感 在他眼中 杀戮比女人 更有意思的多 眼下 竟然有人愿意主动 把脖子伸到面前来 让自己砍 北狼不介意成全他 正好杀影犯了 钱 我的钱 你们别抢 给我留一张 留一张 别动 都是我的 呜呜呜呜 他潇洒离去 背后 一群利益熏心的人 正因利益分配不均 大打出手 北狼侧目一眼 觉得这种玩弄人心的感觉 也挺不错的 有意思 这可太有意思了 很快结束这一想法 注意力又回到陈阳身上 唇角微微上扬 难掩兴奋之色 内心暗存 小子 你可千万别死太快 不然 游戏就不好玩了 转眼 便在那名手下的带领之下 来到酒吧 进入众人的视野范围 一出场 立刻吸引到无数人的目光 惊叹 天哪 居然真的是SSS 及杀手北狼 我就是因为他才决定 加入地下世界的 能见到他 真是荣幸 那小子 要倒大霉了 各位 站远点 小心被剑一身血 哎 惹谁不好 非要招惹SSS 及杀手 那是你能惹得起的吗 各种声音 嘈杂无比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 他们认为 明年的今天 会是陈阳的忌日 陈阳能活着离开酒吧的可能性 无限趋近于零 北哥 您来了 替我杀了那小子 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看到北狼出现 最高兴的人 莫过于依旧趴在地上 无法动弹的屠刀 看着与印象中对比强烈 异常狼狈的屠刀 以及那一地鲜血 北狼眉头紧锁 声音虽不大 却不难听出 其中的强势 愤怒 谁干的 给我站出来 哪怕北狼嘴上 把屠刀当兄弟 心里当狗使唤 但俗话说得好 打狗还得看主人 陈阳把他伤成这样 而且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等同于打他北狼的脸 要什么都不做的话 日后传出去 让外人 圈里人 怎么看他北狼 想养那么一条中拳也不容易 陈阳的行为 彻底激怒了他 闻言 所有人的目光 第一时间聚焦到了陈阳身上 这小子 居然还有心情悠哉喝酒 太嚣张 实在太嚣张了 屠刀就算了 他怎么连SSS及杀手北狼 都敢不放在眼里 不知者无畏吗 正常 他们很羡慕陈阳这种 大难 不 死到临头 还不自知的心态 北狼这边 双目顺着众人的视线 扭头 落在陈阳身上 出声质问 就是你 废了我兄弟屠刀 这酒不错 再给我来一杯 陈阳无视北狼的质问 对酒保说 酒保哪个都惹不起 只得乖乖替陈阳 再倒满一杯酒 敬 这一刻 空气死一样的敬 他们不难感受得到 自北狼身上 杀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 惊得他们撩开衣袖一看 才发现 早已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万幸得罪北狼的是陈阳 不是自己 否则 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要怎样才能活着 看见明天六点钟的太阳 想死 我成全你 北狼几乎在一个眨眼的功夫 便从五六米范围外拉近了与陈阳之间的距离 出现在他身后 打算一刀令陈阳穿心而死 碰 然而 等到反应过来 才一脸猛逼的发现 本该穿透陈阳左胸口的刀 如今竟然卡死在了把台 陈阳则不见踪影 北狼欲想拔刀 继续对陈阳展开追杀 啪 陈阳却一巴掌 扇在北狼脸上 令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侧道出去 三四步后 方才稳住下盘 北狼捂着脸 整个人木讷原地做梦都没想到 有一天 自己会被人当众打脸 屈辱 太屈辱 这个结果 同样令在场围观的那些杀手们 目瞪口呆 北狼的一手快刀杀人数 有多惊人 他们可没少听闻 但眼下 陈阳不仅躲开了他的刀 还甩了他一巴掌 这让之前那些认定 面对北狼 陈阳毫无胜算的人 好似无形中被人打了一巴掌 脸上火辣辣的 说不出话 臭小子 我杀了你 北狼拔出手枪 将黑洞洞的枪口抬起 对准陈阳 虽不清楚 陈阳是何方神圣 不过 北狼无比肯定一件事 必须速战速决 不及时除掉他 自己会面临更大的麻烦 所以 北狼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碰 枪响声 令不少离得近的人 这耳朵 震得生疼 赶紧捂住 陈阳则在引进杯中酒后 大手一挥 把酒杯甩了出去 子弹与酒杯碰撞间 玻璃杯碎裂同时 也改变了子弹原本的运动轨迹 碰 酒宝被惊得一身冷汗 身子靠在墙上 缓缓坐了下去 那瓶被子弹击碎的酒 距离他 仅有半米不到 这家伙 开挂了吧 我的天哪 用一个酒杯 徒手挡下子弹 这个家伙 真不是SSS级杀手 我再查一遍 众人怀疑人生 这小子 冷汗顺着脸庞留下 陈阳的所作所为 更加印证北狼的猜想 再次举枪准备扣动扳机 我刀要看看 你还能挡住几 扑斥 低头看去 北狼瞳孔地震 他无比确定 此时穿透自己左胸口的这把刀 正是自己先前 打算用来穿透陈阳心脏的那把 什么时 话音未落 人已是伴随闷想 重重倒在地上 咽气 众人 屠刀 与他们不同 冷傲雪不屑一顾 冷嘲 好死 你 你居然敢杀北克 你可知道 在他背后的那位 是谁 屠刀大吼 觉得陈阳一定是疯了 那你倒说说看 在他背后的是谁 这时 又一道声音 从入口处传来 声音响起那一刻 在场所有人 无不心神一震 在场这些人里面 可以说 没有人不知道 不熟悉这个声音 此人正是酒吧的老板 杨东 同样也是他们 这些人的幕后老板 不止江城 应当说 整个大厦的地下网络中心 就在这 所有的任务渠道 情报 皆被这位老板掌控着 与他为敌 就等同于和 整个地下世界为敌 他一句话 就能封杀 让某个杀手 无法再截取任务 甚至联系其他杀手 对其赶尽杀绝 所以 对于这位老板 所有杀手 不限制等级 哪怕内心 有着不同的声音 明面上 也得给予气氛敬畏 没人想得罪他 杨老板 您总算来了 此人故意没事找事 不仅挑到我的手筋脚筋 还杀了我大哥北狼 您可得替我们做主啊 眼看靠山道来 屠刀心酸喊话 能否向陈阳完成复仇 全指望杨东 毕竟 能号令全场所有杀手 对陈阳展开为杀的 只有他一人 哪怕有着SS级杀手身份的他 又或者身为SSS级杀手的北狼 都无法做到这种事 文言 杨东 只是草草瞥了一眼 并未立即回应 动身朝向陈阳 冷傲雪那边走了过去 见此清景 屠刀唇角小幅度提起 暗暗感慨 真不愧是杨老板 永远那么务实 认定杨东 这是不准备在这件事上 浪费太多时间 打算直接解决陈阳 在屠刀看来 自己与北狼 不管怎么说 都是杨东麾下的两员大将 如今 一个被废 一个被杀 他作为老板 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 否则传出去 大厦地下网络总指挥的头衔 如何保得住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是令屠刀 在场所有人 瞠目几舌 只见 杨东走到陈阳面前后 并未如他们想象中那样 对陈阳亮剑 反倒双手 并在库缝两边 好似一个三好学生 九十度身鞠躬 杨东 拜见陈先生 非常感谢您能不远千里 前来应约 陈先生 净称没问题 但他们想不通 这种情况下 杨东的人被陈阳杀了 他为何要对凶手使用净称 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立于上万杀手之上 那个高高在上的杨东 有朝一日 竟会给其他人行鞠躬大礼 陈阳 究竟凭什么 反观冷傲雪 脸上同样布满意外之色 起初杨东说起 想与陈阳见一面时 冷傲雪还以为 他是知道自家师傅有多强大 蓄意拉拢 可看杨东这副表现 分明认识自家师傅 不仅认识 还相当敬畏 好奇 难不成 师傅与地下事件 也有关联 杨老板 您 您这事 给我闭嘴 杨东回眸一眼 整个人瞬间发生变化 好似换了个人 压迫感拉满 吓得屠刀到嘴边的话 硬声声咽了回去 陈阳这边 迟疑几秒后 终于开口 我想起来了 你是当初住在 我隔壁的那个家伙 隔壁 指的自然是监狱房间 不过后来 随着陈阳在黑山监狱的地位 日益提升 他搬离了原本 给普通囚犯居住的两人 上下铺小房间 两人之间的联系 也从那时起 断开 对 没想到 您居然还记得我 我真是太荣幸了 杨东拼命点头 荣幸 本以为 杨东和陈阳是邻居关系 但从他此时的表现来看 众人猛然反应过来 事情绝不像自己想象中这么简单 混得不错嘛 我记得你之前只是个SS级杀手 现在都坐上大厦 地下网络的总指挥了 陈阳抬起手 拍了拍杨东的肩膀 看起来 宛如是在表扬下级的上司 这还得多亏陈先生 有意让总盟大人提拔我 我才能有发光发亮的机会 杨东笑着表示 总盟 你是说那丫头 回想起后 有点出乎陈阳的意料 没想到 对方还有着这样一层身份 是的 多亏总盟大人 我才能离开飞山监狱 并成为管理大厦 地下网络的总指挥 杨东肯定道 总盟 他们说的总盟大人是谁 废话 还能是谁 当然是地下网络 至高无上的那个存在 我的确听说过 多亏上面提携 杨老板才能如履平地 步步高升 等等 那小 那位刚才称呼总盟大人 丫头 有人反应过来不对劲 提取到关键词 看着 听着这一切的屠刀 面如猪干涩 难看到了几点 他听到了什么 他听到大名鼎鼎的杨老板 感谢陈阳 没有他的提携 就没有自己的惊天 并且 陈阳与在地下世界 有着至高无上影响力的那位 貌似还有着不俗的关系 否则 一般人怎么可能敢以那丫头 作为称呼 想死吗 更重要的是 陈阳随口一句话 然后便成就了杨东这位 大下杀手界的传奇人物 屠刀想象力有限 实在想不到 陈阳的真实身份 得有多恐怖 冷傲雪幼 如何会与他牵扯上关系 心知肚明 复仇无望 师父 那个家伙 我可以杀了吗 冷傲雪忽然开口问 是 师父 冷傲雪叫他师父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确实是叫他师父 原来是师父关系 难怪 大下唯一SSS几女杀手 居然是他调教出来的 众人听闻后 内心着实难以平静 屠刀这心里面 更是波涛汹涌 随你处置 陈阳表态 屠刀是死是活 他并不看重 好嘞 冷傲雪拔出先前 陈阳插在柜台上的刀 迈着轻银帘布 朝向屠刀那边 走了过去 别 别杀我 我 我知道错了 我愿意拿出所有家产 向他赔礼道歉 求求你 眼看着冷傲雪手持利刃走来 屠刀无比恐慌道 对此 冷傲雪一言不发 伸手抓住屠刀的头发 将他上半身提起 另一只手伸到他的脖子下面 刀刃翻转 猛的一挥 血剑三名 继SSS几北狼之后 又一SS级杀手 屠刀惨死 陈阳仕途手上 全场数十名杀手 无意不是闭井嘴巴 大气不敢出 陈先生 这边请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想与您私下商量 好 陈阳接受了阳东的邀请 我能一起去吗 冷傲雪一挥手臂 甩干净沾染在刀刃上的血迹 跟上问 当然可以 不看僧面看佛面 冷傲雪怎么说 都是陈阳的关门弟子 阳东岂敢拒绝 看一眼旁边的人 命令道 赶紧打扫干净 是 酒吧工作人员连忙照做 之后 在阳东的带领下 陈阳 冷傲雪 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坐在会客沙发上 阳东则忙前忙后 替陈阳 冷傲雪泡茶 我这只有这种茶叶 还请陈先生不要嫌弃 改日 我会让手下去多准备些 阳东边说 边将两杯茶放到陈阳 冷傲雪的面前 无妨 陈阳让他别在意 说说吧 你有何事要找我商量 陈阳开门见山问 阳东知道陈阳不喜欢拐弯抹角 于是直奔主题 从他口中 陈阳知晓了 大下地下杀手界 出了个祸害 也可以说是叛徒 此人代号天刀 是名SSS级杀手 手法及其残忍 形势乖章 阳东不否认 天刀很有实力 但 他的人格存在缺陷 以杀为恶 有些时候 不仅暗杀对象 连同发布悬赏任务的雇主 也会被他找出来 一并解决 只是因为 对方不接受 他狮子大开口 做地起价的要求 这种事 时有发生 不仅如此 天刀还经常以猎杀 职业杀手取乐 仿佛猫捉老鼠 一点一点玩死对方 将其逼入绝路 死在他手上的杀手 低的有B级 高的有SS级 超两位数 阳东在意识到 此人的存在会给大下 地下网络带来极其负面的效果后 果断安排数位SSS级杀手 开始对天刀进行围杀 奈何 天刀实在过于狡猾 几次逃脱 更联合国外庶民 与他同样疯狂的SSS级杀手 组成了一个杀手团 近些时间 对其余大下杀手 展开了疯狂屠杀 以示报复 再通过冷凹雪 得知陈阳出狱 并且人就在江城后 阳东万般无奈之下 只得找上他 希望借助陈阳的强大 彻底铲除掉天刀 否则再这样下去 不止地下世界 整个江城都会被他给搅乱 严重威胁到治安环境 甚至有可能打破地下世界 长久以来 与大下官方之间 原本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相安无事的状态 这是作为管理者的阳东 万万不想看到的 你对天刀 了解多少 听完阳东的话 陈阳扭头问冷凹雪 了解不多 只知道他这个人 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实力深不可测 冷凹雪答道 如果你面对上他 有几分迎面 陈阳再问 不到三成 冷凹雪保守估计 那看来 这人的确有些实力 陈阳正准备伸手拿起茶杯 犹豫着要不要参与进这件事实 碰 破碎声 一发子弹穿透玻璃窗 正好在陈阳的手指 距离茶杯 仅有咫尺时 将杯子破碎 是不小心 冷凹雪急忙站起身 挡在陈阳面前 充当人肉护盾 阳东同样反应迅速 低声快步走到窗边 将窗帘拉上 穿假弹 陈阳呵呵一笑 这些人 手笔不小啊 可惜实力不太行 要换做陈阳 会更大胆些 直接连续两发子弹 击穿墙壁 命中被遮挡的对象 又或者 对方单纯 只是想用这种方式 威胁自己这个局外人 不要多管闲事 殊不知 这反倒刺激了 陈阳的逆反心理 起身 笑道 告诉那丫头 这任务 我接了 什么 您真的愿意 接下这个任务吗 我 我代表整个地下世界 感谢您 阳东直起腰身后 又身居一躬 那些家伙可真是作死 居然敢跑来挑衅师父 冷凹雪摇头叹息 已经可以预感到 天刀 另外SSS级杀手 命不久矣 谈妥以后 陈阳与冷凹雪 离开了办公室 剩下阳东一人 他走到床边 撩开一点窗帘 顺着那个被击穿的 防弹玻璃洞看去 确定人早已离开后 收回手 拿出手机 换卡 输入一串记忆 在心中的号码 BOSS 陈先生已经答应插手这件事 接着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慵懒的声音 事成之后 准备一千亿打到他的账上 明示说 一千亿 这个数字实在太过夸张 以至于杨东不得不再三确认 有什么问题吗 对方问 这个价码 会不会太夸张了些 我思以为 天刀他们 值不起这个赏金 杨东说出自己的理解 但他值得 杨东陷入沉默 他很清楚 对方口中的那个他 是指谁 好的 我明白了 我会尽快准备好一千亿的 对了 再额外准备一千亿 就说 我想喝他酿的酒了 是 电话被挂断 两千亿吗 尽管知道陈阳与自家BOSS之间 关系不凡 但 杨东计划更新一下认知 因为他们之间 要比自己想象中的 更加关系不浅 此时 陈阳已经和冷傲雪 离开酒吧 回到车上 师父 需不需要我联系其他师兄 师姐 联手对付天刀他们 冷傲雪将举过头顶的头盔又放下 问 不用 这件事太危险 没必要 让你们以身犯险 万一受伤 我还得给你们治 陈阳不喜欢把简单的事情 变得复杂 说话间 双手正不断在手机上操作着 借助从阳东那里得到的杀手信息 开始各种搜集情报 正所谓 知己知弊 百战百胜 我明白了 冷傲雪不再强求 心知肚明 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戴上头盔 然后问陈阳 师父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找他们 见陈阳没回答 冷傲雪耐心等待 转眼 时间过去两分钟 陈阳终于等到进度加赛完毕 一幅大地图显现在屏幕上 黑色背景 绿色城市线条 红点在一栋楼房中 频频闪烁 他笑道 从此刻起 角色轮换 天刀他们是老鼠 陈阳化身为猫 师父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 冷傲雪在开口问 扭转车钥匙 启动重型机车 高挑纤细身材 搭配上这么一辆肌肉怪物 反差感拉满 别说女人 哪怕部分男人 想要驾驭这个等级的重型机车 也不容易 南角街 九号路 陈阳说出地址 好的 师父 你坐稳了 冷傲雪提醒道 嗯 陈阳双手毫不避讳地 浮在了冷傲雪水蛇般的细腰上 下一秒 冷傲雪一拧把手 快速驶离酒吧 选了一条相对车流比较少的路 完美卡在限速六十这个阶段 一路狂飙 行云流水 路人看了 回头率拉满 对于陈阳 只有说不出的羡慕 他们不止一次希望 这样的美事 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转眼 车子停在一栋名为 大发科技的玻璃大楼前 冷傲雪取下头盔 放在机车上 抬眸看着大发科技四个字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出业才是当杀手 别被表象迷惑了 陈阳同样放稳头盔后 朝向大门那边走去 冷傲雪并未多问 老老实实跟在陈阳身边 站住 你是干什么的 有预约 邀请函吗 这叫才刚迈进大门 立马冲出来两个彪形大汉 拦住陈阳 冷傲雪的去路 这压迫感 威慑力 以及那浑身透露着的 杀法果断气势 冷傲雪可不认为 他们只是简单的保安 细看一眼后腰位置 那倒被勒出的痕迹 明显是手枪握把 要知道 这里是大厦 不是鹰派 哪有公司保安 随身佩戴枪械的 朋友介绍我来的 说着 陈阳随手拿出一张黑卡 展示给二人看 银行卡 守卫看着手中的银行卡 然后对陈阳说 你等一下 拿起放在一旁 茶水桌上的对讲机 经理 门口有点情况 麻烦您过来确认一下 两三分钟后 一名大富翩翩 体型肥胖的男子 从电梯中走出 冷傲雪来石路上 有注意到 地下停车场入口 是被封死的 再加上电梯显示 从一楼上来 他百分百可以肯定 正如陈阳所说 这家所谓的科技公司 绝不像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出什么事了 男人问 经理 他们说是熟人介绍 还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我拿不准主意 烦请您看看 守卫递出那张黑卡 熟人介绍 闻言 男人扫了一眼陈阳 冷傲雪 眼神中 透露出毒蛇一般的狡诈 银行卡的瞬间 却是身形一阵 黑 黑卡 不对 这是至尊黑卡 最顶级的黑卡 大人物 大客户啊 不用熟人介绍 仅凭这个身家 绝对有资格入场 这位先生 小姐 里面请 这是您的至尊黑卡 请收好 男人毕恭毕敬的 归还黑卡 嗯 陈阳收回黑卡 随手放进兜里 点点头 看到陈阳如此随意 对待最顶级的银行卡 男人对他的敬畏之心 更是拉满 一点不怀疑陈阳的身份 因为官方不可能 财大气粗道 拿出黑卡 更恐怖的是 男人有清楚注意到 黑卡上的那串编号 002 代表 这是全世界第二张 至尊黑卡 其身份尊贵 可想而知 看到陈阳 冷傲雪二人 在男人的引领下 进入电梯 电梯门关上 方才负责联系经理的 那名守卫 轻拍胸口 顿时长输一口气 至尊黑卡 很牛吗 同伴问 全球无限透支 由世界十大银行背书 可用于154个国家 你说牛不牛 守卫解释道 我靠 无限透支 听到这四个字 同伴瞬间理解 其中的含金亮 难怪平时不正眼看人的经理 刚才在他面前 表现得跟狗一样卑微 是啊 得亏咱们没招惹他 否则 以他的能量 倒吸一口凉气 虎躯发颤 总感觉 有种劫后余生的 强烈机事的 叮 提示音过后 电梯门打开 看到眼前的一幕幕 冷傲雪瞬间理解一切 原来这是一处 隐藏极好的地下赌场 规模异常庞大 光冷傲雪这一眼看去 就有不下百名客人 赌场中 烟雾缭绕 香槟 烈酒 雪茄 各种气息 伴随着血脉分张的喊声 净险杂乱 二位如果是第一次玩 我可以替你们介绍一下规则 玩法之类 男人热情说道 不用了 我们自己随便看看就行 陈阳婉拒 好的 有问题 二位可以随时叫我 男人微微一笑 不再纠缠 转身离开 知道越是这种有钱人 脾气越怪 没必要跟他们畅反掉 凡事 点到为止即可 师父 老鼠在哪 冷傲雪用 仅有自己和陈阳 才能听得见的声音 问 地方太大 得花点时间 实际上 陈阳已经想到办法 引蛇出洞 于是问冷傲雪 有没有兴趣玩两把 我对这种事 不是很擅长 应该说 冷傲雪从未碰过这些 那我们去猜单双 比大小 这些很适合新手 对比之下 陈阳对这些的了解 可以用赌神二字形容 老头子经常自称赌胜 陈阳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自然是赌神 原本只是闲暇时 陪老头子玩两把 不知不觉领悟到窍门 接着迈入大乘境界 随后 干脆从老头子那 把上万种技巧 签数 融会贯通 应付这种小场面 对陈阳来讲 轻轻松松 好 冷傲雪对赌并不感兴趣 但陈阳既然有意 他不介意陪同 坚定认为 陈阳这么做 一定有着他的理由 自己不必怀疑 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配合他 很快 陈阳 冷傲雪找到一张 刚刚有客人大白而归 一脸阴沉离开的空座位 坐了下去 抛开颜值不论 他们二人的行为 引来海量围观 这两个人可真有 十三号死亡状 今天 前去挑战的十七个人 输了至少得有上千万吧 真就一个没赢 不愧是这里的十大王牌 他们待会 估计也得哭着离开 十大王牌 见围观人群 把那个贼眉鼠眼的男人 吹得如此天花乱坠 冷傲雪也有些犹豫 要不要劝陈阳换一个地方 不想破坏他难得的性质 可花到嘴边 当看到陈阳那一脸自信 云淡风轻的表现后 冷傲雪果断闭上嘴巴 因为以往只要看到 陈阳露出这种表情 就代表一切将会迎刃而解 毫无悬念 从未有过差错 冷傲雪选择信任陈阳 主动屏蔽掉那些冷嘲热讽 叫嚣陈阳会输的声音 期待陈阳狠狠用实力 打肿他们的脸 见陈阳冷傲雪落座后 何关露出一抹公式化的笑容 问不知二位想怎么玩 蔡大小 单双 陈阳做出回应 这不回应还好 一回应那些声音更猖狂了 蔡单双 大小果然是新人 一点技术含量没有 纯赌运气 有没有小孩桌 给他选一个 这是大人才有资格做的地方 哈哈 万一他们是在扮猪吃老虎 想以此降低何关的警戒心呢 扮猪吃老虎 他们也配 之前在赌场有三十连胜的赵志祥 在遇上这人后 直接负债几百万 何关住酒员并未细想 点头答应 好的 我明白了 跟着 陈阳贤购买筹码太麻烦 于是问 有没有谁愿意借一百筹码给我 迎后千倍奉还 一百 千倍奉还 岂不是得十万 觉得自己能用一百块 从住酒员手上大赚特赚 还要拿出十万给借方 这小子 口气真是不小啊 见过嚣张的 真没见过那么嚣张的 你们见吗 反正我不见 纯糟见钱 这时 一个柔柔弱弱的声音 从人群中传出 我有一百可以借给你 陈阳扭头看去 那是一个无论长相 穿着都很普通 与周围人的气质 画风 格格不入的女人 说直白点 她这一身装扮 夹起来 估计没某些人一颗扣子之前 给陈阳的感觉是 还没有被这里的气氛腐蚀 出于泥而不染 给你 女人走上来 将那没价值一百元的筹码 递给陈阳 谢谢 我会善用的 陈阳礼貌一笑 好 女人没有多说 默默推到一边 回归人群 不再打扰陈阳 这女人还真是糊涂 话说 她是怎么进来的 貌似家里人生了大病 需要很大一笔钱治疗 带着几千块 想搏一搏运气 经理也是看她可怜 加上又是同乡 才勉强答应 难怪 听到头子在头中里 开始被咬响 众人的注意力迅速被转移 没人在关心女人有多可怜 他们来这纯粹是为了消遣 寻了 随意摇动几下 住酒员放下筛钟 然后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 陈阳则毫不犹豫地 把仅有的那一百筹码 压在了十四点上面 这小子 不猜大小 直接压总和 他真不是来找事的 小妹妹 你那一百块 要打水漂了 对此 女人的回答是 不 我相信她 对她来讲 有希望 总比没希望好 文言 陈阳淡淡一笑 既然女人愿意力排众议 选择相信自己 陈阳又怎能让她失望 对住酒员说 开吧 所有人光顾着阴阳怪气 丝毫没注意到 住酒员的表情 微微发生变化 好 这笑容 给人一种强颜欢笑的感觉 伸手拿开筛钟 公布答案 总共三枚头子 一枚六点 两枚四点 总和十四点 那一刻 全场鸦雀无声 被深深震撼到 谁都没想到 陈阳第一次与住酒员的交锋 竟然就压重了 而且是精准猜到 三枚头子的点数总和 这家伙真没开挂 运气 一定是运气 没记错 十四点总和的赔率 是一比十二 筹码变成了一千二 最近这段时间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住酒员吃扁 什么吃扁 都说了 是运气 听着这些声音 住酒员轻轻摇晃脑袋 排空多余想法 也开始往运气方面联想 再问陈阳 还要继续吗 继续 陈阳点头 住酒员举起双手 摇动头子 砰的一声盖在桌上 请 这一次 陈阳依旧毫不犹豫地 把全部筹码 压在了赔率一比十八的 总和十五点上 住酒员瞳孔微缩 放在桌上的手 明显不淡定 发颤 开 陈阳抬手示意 好 好的 住酒员开启头钟 两个六点 十二 再加一个三点 卧槽 十五点 他 他又压中了 一千二 变两万一千六 又是 运气 这一次 尽管还有人坚持是运气 但底气 明显不如之前 继续 陈阳抢在住酒员之前开口 住酒员没有说话 微颤着双手 拿起头钟 额头肉眼可见 细腻的冷汗 知道自己这次 是遇上高手了 摇动头钟的时间 明显比之前更长 几乎在住酒员 落手的同时 还没来得及开口 陈阳同步 把两万多的筹码 压在了总和四点上面 那一刻 住酒员险些身形一倒 摔在地上 得亏他眼疾手快 食指紧扣桌炎 才勉强站稳 总和四点 只有百分之二不到的 筹码得突破百万大关 事不过三 这次他肯定会猜错的 说的没错 一直依靠运气 不可能走得远 还是太年轻 换做我 一定会及时退场 两万块 不少了 年轻人贪点很正常 花钱买教训 不然以后怎么成长 听着他们 说的这些混账话 住酒员很想破口大骂 你们这群 有眼无珠的狗东西 这家伙 根本没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可以快点吗 陈阳催促道 那笑容 完美复刻住酒员 第一次面对陈阳时的笑容 自信 高高在上 仿若掌控一切的上帝 此刻 二人之间的角色属性 完全互换 故多 吞咽吞咽口水 住酒员毫无办法 这么多人看着 根本做不了手脚 为保证公平性 连桌底下都有安装摄像头 画面时时展现在头顶的大屏幕上 4K高清 抓握住头中 缓缓打开 公布答案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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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结果后 有人实在控制不住心情 仿佛中奖的那个人是自己一样 激动到从地上原地 蹦起半米高 嘴里不断重复着两个字 没忍住抱了粗口 两个一点 一个二点 真的是四点总和 1.39%的概率 居然让他压中了 我的妈 好夸张 按照1比50的赔率 刚才是21,600 现在直接变108万 我真不是在做梦吗 100块 变108万 这 这这这 现在后悔 借钱还来得及吗 别说100块 100万我都借啊 大神 不 赌神 求您给我一个 将功赎罪的机会吧 我愿意把所有家业 全部变卖 给你赌 不求千倍 百倍 十倍奉还也行啊 听到有人带着哭腔 苦苦殃求 众人眼神无语 一时间 竟有些分不清 他这到底是想将功赎罪 还是打算奖励自己 听着这一切 内心最舒坦的人 除了冷傲学以外 没别人 他一双美目直直 看着陈阳 唇角微微提起 不曾想过 陈阳居然全能到 在赌树上面 一样有着极其过人的天赋 再看一眼 祝九园方向 此刻的他 整个人都在发抖 汗水大磕大磕 不停地从脸庞滚落 汇聚到下巴间 在啪哒啪哒 滴落桌面 水渍在绿色绒布上 十分鲜艳 继续 陈阳笑着 对祝九园说 那笑容在祝九园看来 却和魔鬼 没有任何区别 脑海中忍不住 浮现出一句话 叫 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抬起手臂 用衣袖一抹 擦干净脸上的冷汗 故多 吞咽吞咽口水后 祝九园有气无力地回应道 这位先生 非常抱歉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可以换一个人吗 没问题 陈阳爽快同意 当然知道 祝九园心里在想些什么 他想去请实力更强的核观 来压制 劝退自己 对此 陈阳只表示 你们随意 我无敌 看到祝九园在其他人的搀扶下 完全没了往日那恐怖的控场能力 好似一条落水狗 夹着尾巴 灰溜溜离开 众人在看向陈阳的目光 充满了敬佩 太不可思议了 他的赌术 竟然连住九园都不是对手 何止不是对手 你看他连站都站不稳了 多半心太崩了 之前没见过这号人物 新人 直接一战封神 他不应该答应换人的 换作我 绝对会成胜追击 一次把后半辈子的钱全赚了 是啊 接下来赌场肯定会派更厉害的人针对他 听到他们说 有人能针对自家师傅 冷傲雪轻蔑一笑 不做反驳 因为事实会是最好的反驳 没有人有资格针对我师傅 这就是冷傲雪的态度 很快 一名西装革履的男人 在兔女郎服务员的引领下 快步赶来 自带气场 当看到他的那一刻 原本安静下来的人群 再次一片哗然 等等 我没看错吧 那是 周不休 周不休 很厉害吗 有人疑惑 废话 上一代在江城叱咤风云的千王 没想到 居然被这家赌场收编了 他在十大王牌中 排名第一 看来 赌场这是诚心打算针对他 杀鸡儆猴 周不休一出场 支持陈阳的声音 再次减弱不少 还有人劝说 借给陈阳一百筹码的女人 你啊 最好趁着他还有钱 赶紧把自己那份要到手 不然 当心待会连一百块都没有 这一次 女人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内心默默支持陈阳 不好意思 先生 让您久等了 不知你想怎么玩 周不休双手放在桌上 挤出一抹笑容 脸上充满自信 右手缺失的小拇指 则确实证明了他千王的身份 继续刚才的规则 陈阳回应说 没问题 周不休将三颗头子丢入筛中 开始摇晃 然后砰的一身盖下 请 抬手示意 陈阳把一百零八万筹码 全部压到总和八点 赔率一比八上 周不休微微动容 眼前一亮 快速揭开筛中 不怒反笑 先生好听力 一百零八万 变八百六十四万 继续 陈阳不关心周不休怎么想 继续引蛇出洞的计划 他倒要看看 对方还能沉得住多久 没问题 这一次 周不休用了更高级的技巧 试图欺骗陈阳的耳朵 陈阳则是一副 你强人你强的表现 八百六十四万筹码 全压十六点 赔率一点十八分 周不休瞳孔一缩 表情逐渐开始与先前的住酒员同步 哎 见他想伸手触碰筛中 陈阳忙生制止 看向一旁 性感火辣的兔女郎服务员 你来开 然后又问 应该可以吧 当 当然可以 周不休笑容勉强 这会拒绝 不就恰恰证明 自己心虚了吗 有劳 陈阳对兔女郎说 不会 很荣幸可以为您效劳 兔女郎灿烂一笑 走到头中前 双手小心翼翼地揭开 又 又压中了 赌神 他是真正的赌神 千王全城被压制 压根没有出手的机会 卧槽 这年轻人 八百六十四万 一赔十八 那就是 有人抢达到 一亿五千五百五十二万 我尼玛 快两个亿了 此事一出 顿时引来无数人为官 这会儿 比起自己赌 更想看看 陈阳今天 到底能从赌场赢走多少钱 继续 陈阳此话一出 周不休感觉心跳 不由加快些许 好 强颜欢笑 点头答应 开始花式抛扔筛中 各种技巧用了个遍 周不休今天还不信了 自己好歹是的老千王 会骗不过陈阳这双耳朵 哪怕是顺风耳 周不休今天照样得把他拿下 否则 再像这样输下去 周不休感觉 自己断的将不只是一根小手指 输不起 真的输不起 碰 筛中足足摇了将近一分钟 周不休方才安心落下 底气十足 请 陈阳必须承认 周不休确实当得上千王两个字 手法之快 全场上百双眼睛 竟无意发现猫腻 只可惜 他的手速再快 在陈阳看来 都跟电影慢镜头差不多 陈阳双手将过一价值的筹码 尽数推到了总和十八点 也就是三颗头子 全部点数为六 三个六 出现概率我没记错的话 只有零点四六吧 没错 正因为概率极低 所以赔率高达一比一百五 一亿五千多万 按照一比十五来算 拿出手机 打开计算器 然后得出结果 差点惊掉眼球 两百三十多亿 两百亿 这把整个赌场卖了 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众人正说着 桌子后传来一声巨响 原来是周不修时在承受不住压力 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不用管他 你来开 陈阳再次对准备前去 搀扶周不修的兔女郎说 不 不能开 周不修文言 连忙大喊 尽管头中并未打开 但从周不修此时的态度 围观路人们 已然不难猜到结果 这下 彻底坐实了陈阳的赌神身份 开 陈阳话音刚落 周不修紧跟着大喊 不行 不能开 兔女郎被夹在中间 左右为难 陈阳见识起身 一把抓起头中 众人果然可以看见 三个六 总和十八点 十八点 真的是十八点 两百亿到手 从一百块到两百亿 这比鹰派华尔街那些金融巨恶 还牛逼 自信点 金融巨恶来了 都得磕头拜师 叫他一声师父 有那么夸张吗 见陈阳亲手打开头中 周不修反而长出一口气 扶着桌子 颤颤微微起身 这位先生 按照规则 您是不能触碰头中的 为公平起见 这局不算 你不能开 他也不能开 我也不能开 那谁才能开 陈阳反问 这 毕竟不占理 又有那么多人看着 周不修哑口无言 这么大的赌场 输不起的话 不如早点倒闭 陈阳无语道 先生 听您这话的意思 您不像是来娱乐 更像是找茬的 听到周不修如此说 众人并不意外 无比确定 他不仅贪心道 想拒绝支付两百三十亿 甚至连陈阳原本赢到的 一亿五千万 都不打算给 尽管知晓是套路 他们也不敢说些什么 他被连累 更没理由替陈阳说话 他赚钱后 又不会分给自己半个字 我虽然不知道 你是哪家竞争对手派来的 但 如果不想自讨苦吃 我劝你趁早离开 周不修下达竹克令 陈阳呵呵一笑 态度同样强硬 离开可以 但你得把钱全部给我 少一个字都不行 给脸不要脸 话音刚落 一道道呵斥声 从人群之后传出 闪开 都给我闪开 别挡到 滚 面对一个个五大三粗的赌场守卫 众人不敢反抗 老老实实地让开身 转眼 陈阳 冷傲雪二人 就被十几人包围 手持塑胶狼牙棒 电击器之类的武器 一个个凶神恶煞 请这位先生和小姐离开 永远不得再进入赌场 周不修命令道 尽管这件事 会大大降低赌场的信誉 但 两百多亿 和信誉之间 孰轻孰重 周不修很容易分辨 相信上面那些人 不会有意见的 师父 这些杂鱼可以交给我来解决吗 冷傲雪请试问 实在不想陈阳跟这些人动身 自降档次 他的话 则无所谓 只要能保住师父的逼格就行 好 随你 陈阳无所谓 既然冷傲雪想多活动活动 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他 多谢师父 冷傲雪离开凳子 不准备拔刀 抬起手 食指往内招了招 非常自信道 你们一起上吧 我不想浪费时间 一众手为你看我 我看你 皆是不约而同的笑出声 女人 你脑子静 碰 哄 不等对方把话说完 冷傲雪见不上前 身影如鬼魅 根本不给机会 便将那名守卫击飞出去七八米远 当场昏死 还处着做什么 一起上 周不休慌张催促 一心想着 尽快解决这桩麻烦事 让赌场恢复正常 拖得越久 害处越大 不 不可以啊 这时 方才将陈阳引进来的那名经理 快步赶了过来 王经理 你想袒护他们 周不休眼神一冷 周大师 这人真不能动 咱们 惹不起 王经理好言相劝 笑话 惹不起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周不休偏不信这类险 认为王经理的行为 无异于是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周大师 真惹不起 他拥有至尊黑卡 而且编号002 王经理情急之下 只好吐露陈阳的真实身份 听到他的话 周不休猛然一愣 我只听说过黑卡 至尊黑卡 是个啥玩意 黑卡中的绝对王者 等级比普通黑卡 高好几个档次 全球不超过十张 全球不超过十张 他占一张 并且编号002 高级一点的黑卡 想要申请 身家都得达到万亿规模才行 这至尊黑卡 已然超出他们的想象极限 而周不休这边 则是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一边是至尊黑卡的拥有者 一边是230多亿的恐怖金额 无论选哪个 感觉都是死路一条 这时 他听见人群中有人说 拿着至尊黑卡 还要找人借100筹码 兴许人家单纯嫌麻烦呢 而且 买筹码 也没法一次 只买100块的 反正我觉得 他这个年纪 不可能有至尊黑卡 这一声频频 周不休抓住这个机会 王经理 你有向银行确认过真假吗 万一那张黑卡是假的 又或者 是他从别人那里偷来的呢 好不容易找到条生路 周不休只能寄希望于 自己的怀疑无误 啊 这 王经理迟疑了 他的确只是凭经验判断 没详细确认过至尊黑卡的真假 白元 这位先生 可以请您把那张黑卡拿出来 再让我看一下 或者 您自己提供证据证明 黑卡是真的 保险起见 王经理并未着急 与陈阳思破脸 你要我怎么证明 陪你去一趟国际银行 又或者 在我成功刷卡后 他在质疑 我是否在普通银行卡上 贴了一层假皮 陈阳笑吻 这么说 您没办法证明 那张黑卡的真假 陈阳嫌麻烦 以及合理提问的行为 在王经理看来 成了逃避 心虚的一种表现 既然如此 很抱歉 我恐怕保不了您 王经理果断退出这个泥潭 免得越陷越深 反正 自己已经出面提醒过周不休 尽到了责任 即便后面真追究起来 上面也没法怪罪自己 在这方面 王经理向来谨慎 机敏 小子 这下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保不了你 见王经理不在搅局后 周不休眼神中 多出一抹狠毒 下令道 动手 迫切想要陈阳吃到教训 清楚知道 在这个地方闹事 会有怎样惨烈的下场 啊 不 不要 我的手 我的手断了 啊 腿 我的骨头碎了 惨叫声连绵不断 周不休笑容凝固 消失 眼前的画面 与他预想当中 截然不同 原本是想让陈阳 冷傲雪见识见识 地下赌场的手段 有多残酷 然而 冷傲雪却反客为主 让他清楚认识到 双方战力差距 有多大 冷傲雪所过之处 必定是一片躺尸 那些人手脚被吠 倒在地上 很快丧失战斗力 单方面碾压 属于异想天开 势均力敌 更是从未出现 但 硬要说单方面碾压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冷傲雪确实凭借一己之力 单方面碾压了周不修 叫来的这些守卫 那个女人 好强 这真不是在拍电影吗 以一敌十 我之前貌似听人说起 这个地方的守卫 全是境外佣兵 不仅上过战场 还见过血 各个战斗力爆棚 心狠手辣 没想到 他表面看着那么柔弱 实际是个杀神 要不怎么说 人不可貌相呢 一群废物 周不修咬牙切齿道 碰 这时 一声枪响在整个赌场传开 因为是地下室 回响不小 尖叫声不断 大部分人几乎在第一时间 双手抱头蹲下 或者爬进桌底 瑟瑟发抖 反观周不修 镇定得很 脸上看不到一点慌张 他倒要看看 冷傲雪这实力能否强大到 敢与枪械武器 子弹正面较量 陈阳看去目光 那是一个纯黑皮肤 绑着脏便的外国男人 黑到都能反光了 右手抬起 握着一把改装手枪 枪口直直对准 锁定冷傲雪 但很可惜 他并不是陈阳要找的人 不能说毫无关系 根据陈阳深挖 调查到的情报 他与那只老鼠 属于兄弟关系 他是弟弟 名叫弗雷德 弗雷德停下脚步 毫不掩饰眼中的色念 目光贪婪 在冷傲雪身上游走 按照他原本的脾气 倘若有人敢在地下赌场闹事 弗雷德会第一时间扣动扳机 为何这一次没那么果断 原因很简单 弗雷德很期待冷傲雪的味道 比起玩弄死人 一具毫无温度的尸体 弗雷德更喜欢慢慢在过程中 把冷傲雪玩弄成尸体 女人乖乖服从我 我可以保你活命 口音很重 不仔细听 真不一定能分辨出 他想表达的意思 白痴 冷傲雪无感到 他对这种肤色的人 向来不存在钉点好感 双手伸到背后 食指握住刀柄 拔出双刀 摆开架势 做好了战斗准备 对冷傲雪 想用两把冷兵器 与手持热武器的自己 进行拼杀这件事 无论弗雷德 又或者目睹 这一切的周不休 皆是忍不住笑出声 他们不否定 冷傲雪确实有些本事 不过 这脑子似乎不太好使 又或者说 他对于现代热武器 实在缺乏敬畏之心 什么 眼见冷傲雪 几乎再眨眼不到的功夫 从七八米开外 抵达自己面前 弗雷德瞳孔一鸣 猛然意识到 自己低估了冷傲雪的威胁 举枪 正要扣动扳机之际 又刻意下一枪身 实在不想破坏冷傲雪 这张漂亮脸蛋 计划用子弹 打穿冷傲雪的小腿 再趁着他失去平衡之际 迅速出手 强行束缚 在脚线 令其失去反抗能力 慌 弗雷德一点不慌 他从未动摇过 自己掌控全局的想法 冷傲雪不过是 行动速度快了点 他什么也改变不了 然而 弗雷德扳机扣下的动作 才进行到一半 只见寒芒一闪 弗雷德惊恐目睹 一大半金属枪身 连同自己的手指 被冷傲雪用匕首 一刀斜斜斩断 手枪零件与几根手指 硬声落地 等到弗雷德从吃惊中反应过来 又是凌鲁的寒芒缓过双眼 呃 喉咙传来利痛 无法呼吸 弗雷德恐慌之色加剧 双手捂住喉咙 步步倒退 没几步 便两眼一翻 身躯重重往后 砰的一声倒了下去 了无声息 这一刻 周不修宁愿被冷傲雪 一刀抹了脖子的人是自己 亲眼见证冷傲雪 以双刀了结 有着S级职业杀手身份的弗雷德后 周不修顿感心凉半截 后知后觉 严重低估了冷傲雪的真正实力 双方之间的悬殊 竟然大到连现代武器都没法摸平 好 好变态 说好七步之外 枪快 七步之内 枪又准又快呢 难怪他敢于整个地下赌场叫板 原来身边有着如此厉害的一位贴身高手 真是 人故可冒相 天呐 我要有那么多美女保镖 带出去 又有面子 又有安全感 一个月 少说的十几万雇佣费吧 你承受得起 无力反驳 唯有羡慕陈阳的惊人财力 想让SSS及杀手 接受一个月十几万的贴身保护任务 陈阳听后 只能说 他们的想象力 还是太低了 紧接着 一道怒声响彻地下赌场 混蛋 你敢杀我弟弟 终于来了吗 效率有点低啊 陈阳摇头吐槽 同时 拿出手机 在联系人名单当中 找到江城战王 赵孝 问 我这有个大功劳 你要不要 赵孝几乎秒回复 您吩咐 见他都那么说了 陈阳也不再拐弯抹角 直接把地址发给赵孝 并善意提醒 地下赌场规模不小 且已出现枪械武器 让他多带点人 注意特战兵防护 放下手机 抬眸一眼 注意到冷奥雪 早已和弗雷德的哥哥 亚历克混站在一起 当然 也可以叫他SSS及杀手 代号黑熊 陈阳很难不怀疑 这个代号 是根据亚历克的肤色 以及魁梧身材 来进行命名的 对比之下 他甚至比弟弟弗雷克 还要黑上几个度 属于那种 在黑夜环境下 脱掉衣服 可以立马融入环境的类型 又或者 不上点高科技 一般人脸识别技术 只能拍出一坨黑色 抛开这些不谈 从冷奥雪 逐渐从势均力敌 到迎面六四开 七三开 颓势越来越明显 不难看出 亚历克本身的战斗力 不容小觑 再这样 任凭事态继续发展下去 不出三分钟 冷奥雪必败无疑 唉 这时 陈阳耳边传来周不休叹息 得意的声音 几次让你们离开 你们不答应 现在可好 白白把自己活命的机会 亲手葬送了 你就这么自信 陈阳反问 废话 你知不知道 他是谁 他可是我们老板 专门从国外花费大价钱 一个月一百万聘请来的 SSS级杀手 你们杀了他弟弟 你觉得 这件事 还能轻易了结吗 周不休笑 笑陈阳死到临头 还不自知 想想也是 他要真有这个脑子 早该选择离开才对 只是可惜了这份天资 直到现在 周不休依旧未能想明白 陈阳究竟是如何在牌桌上 全方位碾压自己的 陈阳复之一笑 不予例外 围观人群 则在听说亚历克境外 SSS级杀手的身份后 大吃一惊 SSS级杀手 一定很强骂 哪怕你对地下世界不了解 一个月一百万 一年一千两百万的价码 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吗 原来世界上真有职业杀手 我之前雇佣过A级杀手 手段非常残忍 SSS级 我无法想象 他得有多强 可惜 可惜了 那么倾国角色的一个极品游物 即将丧命在我眼前 你可以花钱买断他的命 杀手应该都是群为力士途的家伙吧 别做梦了 你没听周不休说吗 那女人杀了他弟弟 今天 他们两个必死无疑 冷光一闪 冷傲雪如同飞镖般 投掷出手中的匕首 趁着亚利克躲闪期间 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时 迅速几个后跳 与其拉开距离 回到陈阳身边 气喘吁吁 师父 不行 徒儿不行了 脸上 汗珠晶莹剔透 完够了 陈阳先前之所以没有选择插手 就是在等冷傲雪主动退下来 嗯 有劳师父出手 徒儿确实不是他的对手 冷傲雪老老实实承认 并未死要面子活受罪 行 我来 陈阳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扭动脖子 咔咔作响 师父您放心 等此次回去后 徒儿一定会加倍训练 通过与亚利克的一战 令冷傲雪清楚 明白了自己的不足 下定决心 要通过魔鬼式训练 将这些不足 统统抹除 嗯 陈阳点点头 然后往亚利克那边走去 臭小子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别妨碍 我替弟弟报仇 不然 死 亚利克吼道 眼看连冷傲雪那么厉害的人 面对亚利克都败下阵来 陈阳还敢置身一人前往挑战 众人不由替他捏了把冷汗 我承认他在赌桌上的造诣 确实很恐怖 但 去单挑一位SSS级杀手 会不会太冒险了 有啥冒险的 你刚才没听到那个美女叫他什么吗 师父 哪有徒弟比师父厉害的 你怎么敢肯定 那女人拜他为师 学的不是赌术 各种人 你一言 我一语 七嘴八舌说个不停 总结下来 认为陈阳挑战亚利克 会输大于会赢的人占绝大部分 主要是双方站在那里 体型上的优劣势实在太过明显 以至于有人担心 亚利克稍微认真点 一巴掌就能拍死陈阳 找死 见陈阳不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 只要爱手爱脚 亚利克不再浪费口舌 抱和一声朝陈阳奔袭而来 掌心半握 如虎口一般 想要抓握住陈阳的脑袋 再以蛮力捏碎 有人已经能预感得到 接下来的场面会有多暴力 血腥 恐怖 即使扭头 闭眼 心理承受能力弱 没必要自寻烦恼 面对亚利克杀气腾腾 冲来的庞大身躯 陈阳异常淡定 指尖多出一枚判官针 在亚利克进入攻击范围后 指尖一弹 急速射出 他怎么突然呆住了 机器人 死机了 有点诡异 该不会是想用这种方式 故意恐吓对方 捉弄吧 话音刚落 轰的一声巨响 亚利克壮瘦如雄的身躯 与他弟弟弗雷德 上一秒的表现 如出一辙 后背直挺挺砸在地上 陈阳则顺势一拉 收回贯穿亚利克眉心的 那根判官针 整个动作快到 别说周不休那些普通人 哪怕冷傲雪一个 SSS级职业女杀手 稍不留神 一样会忽略掉关键信息 哪怕集中全部注意力 也只能知道 陈阳弹射出判官针 破坏了亚利克的脑子 没有过程 所以 真要把亚利克换成冷傲雪 让他来面对这一切 注定被一击秒杀 你 你把他怎么了 周不休难以置信地问 尽管不认为陈阳 有能力杀死亚利克 但除了他 又没其他合适人选 陈阳无视周不休的问话 默默把判官针 放回木盒中 等等 那是一根针 难道 他仅凭一根针 就杀死了有着SSS 及职业杀手身份的亚利克 不等周不休怀疑人生 一道爆破巨响传入耳中 下意识扭头看去 竟是一辆坦克 轻松撞开地下室出入口的钢筋 铁板封锁 硬闯进来 坦 坦克 看到那头霸气的钢铁猛兽 直接闯入地下赌场 所有人无不例外 都被吓了一跳 随后 还看到了一大群 排列整齐 全副武装的特战兵 伴随坦克战车左右 如同洪水一般 涌入地下赌场 爆头 蹲下 举枪 大喝 言语中 满满的威严 令人不敢反驳 看到还有人抱有一丝侥幸 想要趁乱逃跑 有小战士 直接举起手中的武器 对准空无一物的地方 开了一枪 吓得那群人赶忙抱着脑袋 蹲在地上 大喊 不要 不要杀我 终究是没能扛得住心理压力 而那些离得比较远的赌徒们 人未死心 想从其他出口逃跑 碰 哄 只可惜 现实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 四辆坦克车 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铁板封锁 全部撞破 带着大量特战兵涌入 举枪镇压 陈阳粗略估计 至少来了有三四百号人 不愧是战王 那么短的时间 居然能动员如此大规模的特战力量 陈阳心中感慨 侧目一眼 见全场所有工作人员 赌徒们全部因为畏惧铁拳力量 老老实实地抱着脑袋 蹲在地上 唯独陈阳 冷傲雪两个 跟个没事人一样站在那里 周不休觉得 他们一定是疯了 难不成 还想跟官方作对 小子 吓傻了吗 别愣着了 赶紧按照他们的话去做 子弹可不长眼 周不休提醒道 没必要成一时智能 进去今年 再出来 又是一条好汉 陈阳闻言 并未多说 这家伙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周不休长叹一声 选择尊重他人命运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报告战王 已经将所有赌徒全部控制 听后您拆遣 战王 听到耳背后传来的 一名小战士的声音 周不休下意识回头看去 当看清楚 出现在那名小战士身边的男人后 身心猛的一颤 战王 赵 赵孝 这下 周不休内心的疑惑 瞬间得以解开 难怪这场行动会如此迅速 规模庞大 想想也是 除了他战王赵孝外 江城还有谁能在第一时间 调派如此之多 精锐中的精锐 小子 别怪我没提醒你 那可是战王赵孝 你惹不起的 周不休再次劝说陈阳 想让他知道 大厦有句古话 叫实时物者为俊杰 纵然他有着一击秒杀 SSS级杀手 黑熊的本事 想与这几百人为敌 还是太过一想天开 更不用说 此次行动 还有身为赵孝的战王坐镇 陈神医 他话音刚落 不等陈阳开口 赵孝的声音 却是抢先一步传入耳中 陈神医 周不休正纳闷呢 便见赵孝从自己眼前快速掠过 静止走向陈阳 陈神医 这次真是多亏有您 我才能将这群罪犯一网打尽 赵孝感激到 战王客气了 陈阳礼貌回应 周不休 陈阳给他的感觉 并不像是一个简单的内影 从赵孝与陈阳对话间的言行 周不休看到了什么 尊敬 满满的尊敬 这份尊敬 不符于表面 属于烙印在骨子里 更有一种 下级面对上级的敬畏感 在周不休的印象当中 战王不应当是这种形象才对 他的目光转向陈阳 试图想要肯定他的身份 大脑中 却是空空如也 想象不到 完全想象不到 若小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全部带走 赵孝对部下命令道 是 部下抓紧按照赵孝的话行动 将周不休这些人 与赌徒们 尽数扣押 带走 打算走完流程后 再送去审判庭 集体接受判罚 陈神医 不知我还有什么 能为您效力的 赵孝问 用你的渠道 把这两个人 被神秘人暗杀的消息 传出去 陈阳示意一眼地上 两兄弟早已冰凉的尸体 没问题 赵孝至关点头答应 并未追问其中的缘由 只因他无比清楚 能被官方顶级保密权限 SSSSS级的人 不可能会做出 祸害大厦的事 自己只需要无条件 按照他的话去做 即可 此时 一栋名为 新海的五星级酒店 37楼 男人腰上缠着一条浴巾 从浴室走出 看一眼床上盖着白床单 头发还有些许潮湿 正在玩弄手机的女人 女人抬眸 对世上男人的视线 侧目视一眼 有你的消息 男人默不作声 走到床头柜旁边 伸手拿起手机 玄机 整个人气场大变 看来 有个麻烦的角色 混进我们的游戏了 谁 女人放下手机 问 不清楚 但 黑熊死了 男人摇头 什么 黑熊死了 他不是SSS级杀手 传言有着以一笛百的本事吗 女人难以置信问 所以我才说 这个人很麻烦 冷笑 杨东那家伙 也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帮手 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继续游戏吗 太天真了 我会把他找来的那些人 统统杀干净 天刀全都握紧 咔咔作响 之后 打开电话功能 输入一串记忆在脑子里的号码 对方是他组建的这只杀手团中 最擅长电脑技术的人 天刀打算 让他前去负责调查 关于杀死黑熊之人的详细信息 一旦发现 天刀会亲自负责受炼 等成功完成猎杀后 再砍下他的脑袋 让人给杨东送货上门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 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可电话里传来的回应 却令天刀面色变得难看不守 以往他只要打电话 对方都是秒接 重播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 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不会出事了吧 女人再怎么说 也是职业杀手 尽管天刀没开免提 她还是听见了电话里的声音 应该 不会 她比你我想象中要狡猾得多 天刀有点不自信 继续重播 这一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 总算拨通了电话 你那边怎么回事 为时 话音戛然而止 天刀面色猛然一变 你是谁 见她情绪如此激动 女人不用问 也猜到了 电话那头的人 只怕凶多吉少 拿圆手机 确认天刀停止大喊大叫后 陈阳淡淡一笑 拿进手机 你猜猜看 我猜你妈 天刀怒吼 你把她怎么了 陈阳并未着急回应 而是选择切换视频电话 天刀犹犹豫豫 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不相信陈阳仅凭视频画面里 这点内容 就能判断出自己在哪 女人眼疾手快 赤入着身躯 下床 前去将窗帘拉上 避免天刀一不小心 将窗外的景色暴露 外面高楼大厦不少 挂有公司招牌的 更是不少 心思很细 酒店WiFi有些不稳定 画面夹在半天 总算完成显示 看着视频画面中的那张脸 天刀眉头宁紧 大脑飞快运转 可就是想不出 曾在哪见过这号人物 一个见都没见过的人 怎么可能有实力 杀得了黑熊 并且找到黑客的藏身之地 天刀有理由怀疑 陈阳只是杨东 推到前面来的傀儡 不想暴露真正的王牌 快说 你把他怎么了 天刀再次质问 别急 陈阳不紧不慢地 按下镜头翻转按钮 接着 天刀瞪大双眸 看得很清楚 那名黑客 此时早已气息断绝 倒在血泊之中 双手臂被完全斩断 嘴里插着一把匕首 此相极其凄惨 要怪只能怪他太大意 又或者 太膨胀 陈阳纠结着用词 作为一个混迹杀手领域的黑客 居然留了那么多后门 让人进行反追踪 实在不应该 你想死吗 连我的人你都敢动 天刀咬牙切齿 没想到 黑客会现意不知道 黑熊被人杀死的消息 提前进行追踪调查 结果 人没找到 反倒被对方将了一军 痛失性命 放心 下一个 就是你 陈阳伸手握住刀柄 拔出 然后反过来 用刀尖指指镜头后的天刀 你这家伙 不要太消 不等天刀把话说完 视频画面直接黑了 接着显示 通话已结束字样 让天刀有种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的感觉 可恶 这家伙实在有够可恶 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 碎尸万段 哪怕陈阳只是被阳东 推到台前世人的傀儡 但他并不妨碍天刀 想要他的命 我们继续待在这 会不会太危险了点 女人见天刀怒骂几句 情绪稍微平稳一些后 试探问 危险 有何危险 我巴不得他找上门来 我在轻手越杀他 天刀兴奋说 脸上的表情 给人一种风魔的既视感 女人文言 很识句的不再多说 知道说太多 惹到天刀生气 自己免不了吃苦头 他早已习惯 要如何与这种疯子相处 与此同时 陈阳这边 师父 您接这个电话 应该不只是单纯为了挑衅他吧 冷傲雪看破问 聪明 陈阳找到一条数据线 连接手机和电脑 把之前视频通话时的 录屏文件导入电脑 再逐针抽取背景图片 进行大数据比对 筛选出十几个答案 再限定条件为江城 答案最终指向 星海酒店 冷傲雪在一旁看着 都快惊呆了 没想到陈阳竟然只凭那么点信息 就成功对猎物进行了精准定位 果然 师父就是师父 冷傲雪也懂些黑客技术 但自知 想要与陈阳相提并论 差了一片海 师父 那我们接下来 要不要直接杀过去 冷傲雪提前做好 要血战一场的心理准备 不着急 在那之前 再给他一点小小的惊喜 陈阳露出一脸坏笑 手里握着几个坐标 正是先前从阳东那了解到的 那些与飞雄一样 是天刀花费大价钱 从国外聘请来的SSS级帮手 为防止这些人 成为不可控因素 陈阳准备先一步完成收割 更别说 其中还有一个 已爆破闻名的SSS级杀手 等天刀死后再解决 陈阳担心 那人冲动之下 会做出破坏江城治安稳定的事 一场谁也不想看到的大爆炸 呜呜呜 时间过去不知道多久 天刀的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准确来说是邮箱震动 天刀打开邮箱 只看到一张附件图片 需要下载 发箭人匿名 总感觉 有不好的预感 硬着头皮 点击下载后 看清楚照片上的内容 天刀五指握紧的力气大到 令手机屏幕随时有可能碎裂 频频闪动 天刀 幽灵 连他也死在那家活手上了吗 这才过去几分钟时间啊 女人凑近一看 不可置信道 幽灵属于大号 她一样有着SSS级杀手的身份 来自鹰派 擅长的攻击方式是 远距离狙杀 以及各种武器的熟练运用 在天刀的杀手团中 负责监控全局 但凡有一点不对劲 立刻通过对讲机通知她 及时调整战略 又或者 在天刀制造出机会后 单脆利落地扣下扳机 完成一击爆头 先前在酒吧 用子弹打碎窗户 与茶杯的那名杀手 便是她 从照片中的信息不难发现 场景为天台 幽灵是在准备狙杀的过程中 被人反杀了 这边 天刀的怒气还未彻底消除 又有一封邮件传来 与上一秒如出一辙 又是匿名发件人 只有一张照片 血魔 照片上 血魔惨死的画面 远比幽灵 黑客给天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更大 原因很简单 在天刀眼中 血魔与自己的实力 相差并不大 硬要说差距 天刀感觉 她没自己狠毒 不够疯狂 这些照片 还有视频 有没有可能 是她利用电脑特效软件 修改的 女人说出想法 不可能 我看不出有修改过的痕迹 他们 确实死了 天刀摇头否定 尽管很不想承认 那现在 岂不是只剩下那个爆炸狂人 卡斯鹏 女人万万没想到 这才一转眼的功夫 原本在她看来 近乎无敌的杀手小队 当下 只剩下包括自己在内 三人存活 不行 她不能死 从震惊中回过神 天刀急忙输入卡斯鹏的电话 拨打过去 喂 老大 你找我 好在这一次 电话里响起的 不再是陈阳 那令天刀头疼的声音 卡斯鹏 你那边没问题吧 天刀话音刚落 就有些后悔了 因为隐隐约约 可以听到 从电话里传来的成人影像声音 这家伙 还是那么没个正性 之前去卡斯鹏家里 看到他一边看片 一边组装炸弹的画面 天刀那颗星 直接悬到嗓子眼 差点没从嘴里跳出来 尤其是卡斯鹏落座后 那毫不在意的态度 一边看片 一边组装 还时不时扭头看自己一眼 各种交流 天刀真担心 他一个兴奋 手上万一出错 会把整栋楼都给炸了 好在 SSS级炸弹杀人魔的称号 不是吹出来的 卡斯鹏的实力 确实过硬 整个过程 有惊无险 从那以后 天刀也懒得在啰嗦他 黑熊 爱丽丝 幽灵他们 都死了 天刀说出实情 深 碰 天刀未能听清卡斯鹏的话 才出口 就被爆炸声掩盖 喂喂 卡斯鹏 你没事吧 天刀急忙确认问 放心 老大 我没事 手抖了一下 还好是迷你炸弹 火药天装并不多 可嗨嗨 卡斯鹏一边说 一边咳嗽 像是被浓烟枪到了 你下次做这玩意的时候 能不能把那该死的视频关了 一天这么多时间 还不够你看吗 天刀抬手扶额 十分无语 卡斯鹏黑黑一笑 那不行 不这样 我没法集中注意力 天刀不想追问 卡斯鹏所谓的集中注意力 是集中在了哪个地方 老大 不说这个 黑熊他们 怎么死的 我记得几个小时前 才刚与他们通过话 卡斯鹏恢复正经面容 毕竟 这次的敌人 可是能在短短几个小时时间里 杀死好几名SSS级杀手的恐怖存在 目前不清楚 至少在我印象中 没这个人物 或许来自远东国家 这正是最让天刀头疼的一点 他习惯了对手在名 自己在案 现如今 局势完全反过来 自己暴露在对方的视线下 却连那人是谁 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还一连死掉好几个帮手 属实令天刀头疼 总之 我打这个电话 只是为了提醒你 小心一点 别 碰 哼 话才说到一半 紧接着又是一道爆破声响传来 发生什么事了 天刀改口追问 看样子 有人触发了我的陷阱 老大 我们待会再聊 我先去解决掉那只老鼠 卡斯鹏挂断电话 喂 喂 无论天刀如何呼喊 听到的只有电话挂断后的盲音 拿圆手机一看 显示已挂断字样 那家伙 到底是怎么做的 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 找到卡斯鹏的 天刀百思不得其解 千万别出什么事才好 女人边说 边从床上站起身 跟换着衣服 知道待会 很有可能发生一场恶战 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他可不想像黑熊 幽灵他们一样 白白丢掉性命 他还有太多感兴趣的男人 没弄到手 就这么死掉的话 实在不甘心 天刀陷入沉默 眼下他能做的 只是安心等待卡斯鹏那边 传来好消息 希望是好消息 与此同时 一处位于郊区的别墅 周围的地势很平坦 先有人出没 非常安静 这也是为什么 卡斯鹏会选择把研究基地 选在这的原因 可以尽情试验武器 卡斯鹏打开抽屉 把各种他精心研发的炸弹 挂在定制腰带上 挂满一圈 方便随时取下丢出 笑容阴险狡诈 嘴巴里得很开 居然敢跑来找我的麻烦 真当我和黑熊 幽灵他们一样好搞定吗 今天必须让你 有来无回 有来无回 你恐怕没这个实力 陈阳的话音 突然从背后传来 吓得卡斯鹏心头一震 手上动作僵住 猛的转身 双目直勾勾看着陈阳 不可能 我在外面布置了那么多陷阱 你是怎么上来的 他严重怀疑 陈阳是不是开挂了 这显然不正常 因为无论是你布置陷阱的水平 还是炸弹 都太糙了 陈阳并没有嘲笑卡斯鹏的意思 实话实说 你这家伙 还真敢说 怒气使然下 卡斯鹏快速从腰间 取下一枚小范围杀伤弹 不具备破片效果 所以 哪怕是在这不足五十平米的房间内 也无需担心 会炸伤自己 但 近距离接触下 威力一样不俗 足够把人炸得失去行动能力 到时 卡斯鹏再补上一发 彻底结束陈阳的性命 迅速抽掉保险 开启倒计时 精准把空时间 距离 丢出 在有限时间内 利用手法 打回炸弹 不存在 卡斯鹏早想到这种可能性 所以提前增加了 碰撞立即引爆的程序设定 毫不夸张地说 此刻 陈阳在卡斯鹏眼里 已经是个死人了 碰 哼 爆炸的火光 夹杂着能量波动 如潮水般朝向卡斯鹏这边冲来 卡斯鹏放下挡在面前 防止碎屑入眼的双臂 笑容瞬间消失 期待中 陈阳被炸成残废的画面 并未发生 他反倒跟个没事人一样 在短短两三秒时间 从十米开玩 近身自己 旋即 不等卡斯鹏反应 继续取下炸弹对付陈阳 直前他猛的一挥手 寒芒闪烁 然后 就感觉不到有手臂的存在 扭头看去 瞳孔一缩 整条胳膊 从肩膀处 被陈阳连根斩断 掉落在脚边 没关系 我还剩一只 砰 卡斯鹏刚有念头 另一只手臂落地的闷响 传入耳中 啊 他下意识后退 结果一个重心不稳 摔倒在地上 你 你到底是谁 剑陈阳并不想回答自己 一步步持续逼近 脚步声有如死神 在卡斯鹏耳边 敲响丧钟 他急忙道 你 你不能杀我 我的心脏连接着感应器 一旦停止跳动 埋藏在地下的那些大家伙 会立马爆炸 到时候 别说你 连同这整栋别墅 都会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见陈阳停住脚步 举起的匕首落下 卡斯鹏面容得意 自认为 自己的话起到了效果 再次占据上风 牢牢掌控主动权 他那点心思 陈阳看破不点破 蹲下身 伸手 暴力扯开扭扣与衣经 暴露出卡斯鹏的胸膛 果然可以看见 里面有着几条线 连接着数据感应器 紧贴在左胸口位置 闪烁红光 红光闪动的频率 几乎与正常人的心率持平 但并不难看出 卡斯鹏此刻 内心十分紧张 现得另外一端 则连接着卡斯鹏 别在腰上的发信器 负责启动 我在这方面的技术 完全可以做到 心脏停止跳动的瞬间 把你 砰 炸飞天 卡斯鹏笑容癫狂道 接下来需要的考虑的 只剩下怎么慢慢玩死陈阳 被砍断双臂之仇 不可不报 等等 你 你想干什么 眼见陈阳伸出手 一把抓住几条数据线 卡斯鹏惊慌失措道 自己这该不会是 遇上了一个疯子吧 他想与我 同归于尽 陈阳不做回应 直接用力 扯掉了粘贴在 卡斯鹏身上的感应器 发信器 啊 卡斯鹏下意识 闭上双眼 惊声大叫 然而 十秒 二十秒 三十秒过去 预想中的大爆炸 并未发生 卡斯鹏睁开眼 不敢相信地说 为何会这样 不应该啊 一问一个接着一个 充满他的内心 我说了 你技术太操 陈阳把手上的设备 随手丢到一边 连续被陈阳压制的 卡斯鹏 画到嘴边 却没了说出口的底气 接着 又有脚步声 从屋外传来 然后是冷奥雪的身影 出现在卡斯鹏眼前 冷奥雪 大厦唯一的 SSS戟女杀手 卡斯鹏一眼认出 冷奥雪 因为颜值 对于他的印象 非常深刻 想不通 他怎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难道 他和这家伙合作 杀了黑熊 幽灵他们 抬眸看一眼陈阳 师父 我也按照你的要求 把那些东西全报废了 冷奥雪会报道 师父 此言一出 卡斯鹏心中无比震惊 设想过无数种 陈阳与冷奥雪之间的关系 唯独没想到 他们之间 竟会是师徒 很难想象 能够调教出 SSS及杀手的师父 这实力得有多恐怖 从陈阳先前展现出的实力 卡斯鹏内心 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深不可测 他并不认为 刚才陈阳 有动用全部实力 他满脸写着淡定 从容几个字 给人的感觉 永远都是一副 掌控全局的王者霸气 这一点 卡斯鹏发自内心觉得 天刀没得比 见他闭上双眼 一副做好要赴死的准备 陈阳也不多说 对准左胸口 心脏位置 扑斥一声 白刀子静 红刀子戳 彻底了解卡斯鹏 结束他罪恶的一生 跟着 从一旁的桌上 拿起手机 三两下破译密码 打开相机功能 咔嚓一声 拍下了卡斯鹏死亡的照片 再在联系人名单中 找到天刀 发送过去 卡斯鹏并没有 清除通话记录的习惯 不过 即便他清除了 陈阳照样 有无数种方法 能够找回来 听到手机震动声响起 正在穿戴装备的天刀 立马拿起手机 解锁 当看到是短信 且又是一张照片后 天刀眉头紧锁 这过于强烈的既视感 令他无法往好处联想 犹犹豫豫 最终还是点击了下载 当图片加载成功 看见双臂不知掉落何处 心脏身插匕首 只有个刀把 露在外面的卡斯鹏 碰 天刀忍无可忍 重重把手机摔砸在地板上 尽管这款手机 以防摔性拉满文明 但 面对天刀的爆发力 终究没能免除四分五裂的命运 女人没有多嘴 光用看的 也能看得出来 卡斯鹏与黑熊 幽灵他们 结局相同 接下来怎么办 逃 还是 杀 我要杀了他 把他碎尸万段 连同杨东那个混账东西 一并抹杀 天刀猛然一扭头 死死盯着女人 打断他的话 态度强硬 我明白了 这种情况下 对世上天刀那一双不满血丝 血红的双眼 女人哪敢反抗 担心真要拒绝 天刀会在陈阳之前 先一步干掉自己 把多功能陶瓷板 插入防弹衣 拍打两下 确认一切准备就绪后 天刀做好了屠杀的准备 这一次 陈阳收到了消息 在他准备将卡斯鹏的手机丢掉前 是天刀发来的回信 内容很简单 只有一句话 或者说一段地址 废弃工厂 师傅 我怎么觉得 像是个陷阱吗 冷傲雪凑近到陈阳身边 看着短信上显示的地址 心生警惕 他没记错的话 这个废弃工厂 比眼下这栋别墅所在的位置 还要偏僻不少 形容为鸟不拉屎 也不为过 大概率没安好心 陈阳百分百肯定 这是一场鸿门宴 一对一 公平较量 陈阳可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 天刀这是想掌握决定权 争取到他擅长的活动场地 并且提前占据绝佳的攻击位置 陈阳不介意跟一个真正的绅士讲道理 但 天刀明显是个小人 指望他良心发现 除非陈阳脑子有问题 那 师傅 咱们要去吗 冷傲雪询问着陈阳的意见 去 当然要去 人家都下战书了 为什么不去 更何况 我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引射出洞 陈阳开口回应 好 我去准备一下 看看能不能从别墅里 找到些能用的武器 哎 慢着 我的话还没说完 陈阳伸手抓住冷傲雪的手腕 冷傲雪收回刚迈出去的脚 回身 一脸困惑地看着陈阳 师傅 您还有何吩咐 要去的人 不是你跟我 陈阳露出一抹笑容 那笑容在冷傲雪眼中 犹如恶魔在世 就连他看了 也不免觉得 不寒而栗 直到天刀他们 要倒大霉了 陈阳则拿出自己的手机 找到战神徒弟林玉龙 打算送他 和天刀一份大礼